桑宇扶着身怀六甲的主子 焦急道 小姐 奴婢去引开这些铁骑 你躲起来 等皇上到了 一定会救你和小皇子的 沈飞鸾摸着浑渊的肚子 神色隐远又痛苦 一定 一定要活着回来找我 桑宇点头 拖下沈飞鸾华丽的外衣批在身上 飞快地往另一边跑 在那里 快追 精锐铁骑驾着马 朝沈飞鸾相反的方向追去 等外头没有了声音 他才小心翼翼地扶着土堆起身 往山腰上的小竹屋走去 这是他能想到最秘密的地点 如果慕容宅还记得 他们曾经的誓言 记得他们曾在此处一起幻想着 将来要抛却所有名利得失 来这里做一对自由自在 幸福快乐的交警鸳鸯 那他 应该会来救他 他登基之后 孔外妻专权 将荣国公府 冠以谋反罪名 抄家流放 就连他这个东宫皇后 也成了外人口中 恶毒善毒 谋害皇嗣的毒妇 对慕容宅 沈飞鸾已经伤心欲绝 往日情分 随着他爹流放途中病亡 也都烟消云散了 可他心里 仍抱有一丝侥幸 荣国公府倒了 爹爹死了 哥哥也废了 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皇后 对慕容宅的江山 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 最重要的是 他的肚子里 还怀着慕容家的血脉 慕容宅再无情 也不会伤害他们的孩子吧 午夜的相思山 笼罩在一片森寒之中 小竹屋就在那 层层叠叠的绿色屏障中 露出尖尖一角 沈飞鸾拖着剧烈跳动的肚子 拨开绿植 亮亮呛呛地走进小竹屋内 熟悉的景致 却在不负当年的柔情秘异 连日来的追杀 让沈飞鸾的肚子紧绷发疼 伸下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 肚子里仿佛有什么 崩的一声炸开 紧接着 剧烈的阵痛 令他痛呼出声 脏兮兮的小脸 也瞬间煞白 额头上冒出紧密的汗珠 要生了 就在他抓住床檐 准备用力之时 烟雾缭绕中 跑出来桑宇的身影 沈飞鸾已经跌坐在地 桑宇快 快过来帮我 我要生了 原本奔跑的桑宇 脚步忽然一顿 紧接着 令沈飞鸾目自欲裂的一幕出现了 桑宇的身体 被戾气拦腰斩断 黑暗中 沈飞鸾甚至都没看清他的表情 也没听到他的声音 那句身体就断成了两节 如烂泥一样倒在地上 没了声息 浓重的血腥气 熏得沈飞鸾作呕 他手脚并用地往门口爬去 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落 淒厉的呼喊声 响彻整个香丝山上空 不不不 不 桑宇 桑宇 轻力的宫装美人 踏着沉沉月色 走进竹屋内 飞鸾妹妹跑什么 皇上回宫 发现你不在昆宁宫 发了好大的脾气呢 柳翩然来了 来到这个他以为最安全的地点 鲜血顺着衣裙从下身流出 壮弱丰富的女子 已经看不出曾经的美艳动人 整个人像是从血水里捞出来一般 被几个粗壮有力的嬷嬷 按在冰冷的地面上 柳翩然 我真是瞎了眼 隐狼入室 让你和你那个贱人娘 害了爹爹和祖母 你该死 你该死 柳翩然眼纯倾笑 并不在意他的诅咒 而是对着身后的人道 桑雪 你的主子要上路了 还不出来亲自送送他 是 那站出来的婢女 不是沈飞鸾身边的大宫女桑雪 又是谁 原来如此 她有身孕之事 只有从小伺候她的桑雪和桑雨之道 柳翩然突然就要对她赶尽杀绝 令她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是身边早就出现了叛徒 将她卖得一干二净了 贵妃娘娘 皇上来了 嬷嬷话音刚落 沈飞鸾就推开抓住自己的宫女 飞快冲了出去 这是她和孩子最后的生路 却在竹屋门口 被皇帝身边的亲卫拦下 皇后娘娘 您该上路了 始终没有回头 沈飞鸾不信 不信她心肠如此冷硬 大喊着 慕容宅 救救我们的孩子 我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 平 身体被推倒在地 她破烂的衣裙被解开 匕首毫无针照扎入腹中 PO出来一个已经成形 但呼吸微弱的小男婴 啊 慕容宅 慕容宅 气血的呼声逐渐微弱 血水和汗水混合 迷蒙之中 沈飞鸾亲眼看着自己未足月的胎儿 被柳翩然扔进了燃烧的火堆之中 这一刻 她却从头到脚 伸出一股蛮力 手脚并用地扑过去 她纤细瘦弱的身躯 瞬间被火海吞没 将小小的婴孩 紧紧护在怀里 化成一大一小的两具 蜷缩在一起的焦黑骸骨 火星飞溅到了柳翩然的面颊之上 伴随着尖叫声 逐屋一片轰乱之响 而史书只会记载 沈皇后不知廉耻 与陈恩侯私通 身怀孽障 沈氏一族未把持朝政 推成恩侯上尉 意图谋反 遂被递除之 腾云四永烟 蜜语如伞丝 惊雷滚滚之后 是瓢泼大雨 巨大的雨幕之下 庭院中的芭蕉叶 未能幸免被摧残 轰隆 躺在鸾绣院寝房外间的婢子 被雷声惊醒 从床上爬了起来 小姐 你 啊 将将从梨花厨后走进来 婢子就看到了一双赤红的眼睛 那眼里除了痛苦就是仇恨 滔天的恨意 像是要将整片天地全部都毁灭一般 小姐 是雷声 雷声吓到您了吗 沈飞鸾看着眼前明显年轻了十岁的桑宇 不可置信地低头 看向自己白皙光滑且稚嫩的手指 那是一双没有被酷刑夹断的手 一双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的手 模糊的铜镜里 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少女 满脸严肃 美目圆睁 桑宇鼓起勇气上前 小姐 您 今夜的雷雨 着实大的有些妖艺 桑雪呢 桑雪姐姐说肚子疼 无必便让她回去歇着了 小姐若是有事要寻她吗 两个异等丫鬟中 桑宇老实本分 桑雪善于钻营 从前沈飞鸾更喜爱的是桑雪 实际桑雪根本没有肚子痛 她直接命令桑宇照顾好小姐 自己回房睡大觉去了 沈飞鸾目光一冷 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她无人知小孩子 付出代价 就从桑雪开始吧 从铜镜下的梳妆台上 拿出一支布摇 明月一早 你把这个送去给桑雪 就说是我体恤她的 让她小心收着 别被人偷了去 桑宇只觉得 这金布摇很是眼熟 似乎在哪见过 但小姐平日里 也经常打赏桑雪 值得低头英试 桑宇退下去后 沈飞鸾靠在窗边 看着屋檐外的大雨 大夜二十三年 只有一场这样的大雨 那便是柳翩然 和她那个想给爹爹 做田房的娘亲江市 第一次踏上夜都的土地 夜都容国公 百年世家 天子宠臣 掌管天下百万兵马 战功赫赫 这就是她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爹爹 柳翩然的娘亲 是沈飞鸾早逝的 郡主娘亲的庶妹 据说在归中时 二人关系很好 所以在桑首寡三年之后 将是北上来信 想为女儿柳翩然 寻一门好亲事 故此来投奔国公府 那时的沈飞鸾 天真至极 第二章 真是 真当将是纯粮 但凡夜都盛会 沈飞鸾都会带柳翩然出席 为抬高她的身价 甚至从未表明她的身份 不过一介孤女 让那些贵妇人们 都以为娶了她 就能和容国公府搭上关系 到头来 不过引狼入室 自掘坟墓 雨声渐小 渡口码头上 传来微弱火光 片刻后喧嚣 娘亲 夜都到了 船屋要靠在码头歇息一晚 这样大的雨 咱们也休整一番 明日国公府 会派人来接咱们的 十六岁的少女 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 自有一股江南女子的婉约清丽 面容娇好 气质清冷娇弱 盈盈一卧的腰枝纤细 配着那一席月白色 秀昙花云雾群 当真是婀娜多姿 秀色可参 如风中一朵鸟弱的小白花 年长的那位 姿色也是上成 只比起少女 多了八分妩媚的风情 眼睛里似乎带着钩子 能让见过的男子 都为之失魂 雨过天晴 阳光从云层里照射出来 很是明媚 院子里散发一股泥土 混合鲜花的清香 怎么回事 桑居你没把小姐的 赵粉牡丹收起来 你这小贱蹄子 又偷懒了是不是 看我不打死你 回廊下那株赵粉 原本名念盛放 一直在沈飞鸾房中娇养着 昨儿的天气好 他特意吩咐桑雪 搬出去晒太阳的 谁知半夜 下起了那样大的雨 赵粉被大雨蹂躏 只剩一只光秃秃的花干了 桑雪将首夜的火 推给了桑居 早就把这株价值 摆尽的名贵牡丹 望之脑后 这花可是八皇子送的 小姐真是的很 桑雪必须把这锅甩给桑居 屋外吵吵闹闹 是故意做戏给沈飞鸾看的 一夜未眠 又被前世的恨意裹挟 他头疼得很 平 房门被推开 桑居满身狼狈 被人推散在地 眼中闪动银银泪花 偏偏不敢为自己解释 小姐 桑雪邀功似的 踢了桑居一脚 将花盆往前一送 这小贱蹄子偷懒 奴婢做起胶带的事 他一样都没做好 还害得小姐 您的兆粉成了这个样子 花盆里灌了雨水 他这么一送 泥水就滴在了 沈飞鸾的鞋面上 啊 奴婢该死 小姐 奴婢不是故意的 都怪桑居 是他没把牡丹收起来 他就是故意的 故意惹怒小姐 才能让小姐把怒气 都发泄在桑居身上 最好 打死这个下贱的丫头 以后小姐身边就只有她了 凭着她的聪明 还不把这蠢货小姐 骗得团团转 啪 生疼的一巴掌 直接甩在桑居脸上 在她诧异 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沈飞乱垮着脸 来人 拉下去仗泽五十 打死不论 立刻就有粗壮的婆子冲进来 堵了桑居的嘴 扒了外裤上行 啪啪啪 棍板落在松软的皮肉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一下又一下 敲击着满院子吓人的神经 桑居是二小姐最喜欢的婢女 可她弄坏了八皇子 送给二小姐的牡丹 所以被仗泽五十 这要是换了是他们 估计就不是打五十大把那么简单了 应该是直接打死吧 可见八皇子在小姐心里的地位 谁都无法比拟 沈飞鸾让桑居给自己端了 把太师已放在廊下 亲自看着桑雪挨打 她的嘴被堵住 叫不出声来 可那抱起的青筋 以及满脸的汗水 战红的脸颊都在证明她 正在承受着 怎样非人的折磨 不过二十大把下去 他人就不行了 贪软地晕死过去 行刑的婆子有些犹豫 小姐 她晕过去了 还打吗 说了五十大把 一下都不许少 用水把她泼醒 继续打 切肤之痛 泼子之仇 不共戴天 区区五十大把 怎么能解她的心头之恨 是桑雪听从柳翩然的命令 对她处以急刑 那时候 她也苦苦求饶 有谁放过她和她的孩子了 不够 根本就不够 等五十大把打完 桑雪已经只剩一口气了 屁股上滴下来的血液 将青石板都印成了黑红色 不许给她请大夫 本小姐要让她常常记性 怠慢八皇子 就是怠慢本小姐 听明白了吗 是 小姐 重来一世 她绝不会再心慈手软 打死一个下人而已 她都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是为什么 哗啦 那盆牡丹 砸碎在院子中央 花杆和泥土混在一起 被沈飞鸾 踩得烂成一滩 慕容宅亲手将她推入深渊 纵容柳翩然杀害她和孩子 往日情义 以随风逝去 从今日开始 她就如地上这滩烂泥 是她沈飞鸾弃之不要的垃圾 她与他们之间 从今往后 只有你死我活的仇恨 再无其他 小姐 一会儿咱们要去码头上 接表小姐和姜姨姨 要穿这件白色的吗 这是桑雪昨夜 给沈飞鸾挑的 她处置了桑雪 桑宇才敢提建议 奴婢觉着 小姐穿艳色更好看 前世沈飞鸾 考虑到柳翩然刚出校期 听从了桑雪的建议 穿了白色这套 结果呢 结果和柳翩然撞衫 她夜地的裙摆上 沾满了渡口的泥污 狼狈不堪 输得彻底 桑雪未必不知 只是故意害她出丑罢了 她和柳翩然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长相 柳翩然清冷娇弱 她美艳射人 柳翩然温柔端方 她飞扬跋扈 柳翩然气质淡雅 适合白衣素色 清清淡淡已是角色 沈飞鸾气质高贵 但装美则美矣 却比不得柳翩然清理 可只要她 穿上名利衣裳 点缀华贵珠宝 哪怕什么装都不上 直敏一抹红唇 就能将柳翩然 衬成她的丫鬟 那就穿艳色 你去把我那件 铝金百蝶 穿花云景去拿来 铝金 百蝶 穿花 云景 每一样分开 都能听出她的名贵与繁复 更不用说这些词 全都叠加在一件衣裳之上 荣国公府门外的雨水 已经被清扫干净 青石板路上 仍有少许积水 前世她闹着祖母和哥哥 让他们都陪着自己 去接江姨母 给了他们极大的体面 码头上人多嘴杂 立刻就传出了 荣国公要续贤的消息来 第三章 羞辱 消息能传得那样快 除了将是自己做的手脚 也有沈飞鸾的 推波助澜之骨 所以这一次 没有荣国公府的老太君 也没有世子殿下 只有他和两辆不起眼的 连个标识 都没有的马车 平缓地行驶在街道上 独独的马蹄声慢慢多了起来 桑宇撩开车帘 伸出头看了看 小姐 咱们到码头了 沈飞鸾戴上立帽 捶下来的金丝青纱 将他从头到脚 遮了个严严实实 夜都市大夜皇城 皇城的码头渡口 自是井然有序 但说到底 都是最底层的百姓 贵族小姐出门乘船 都会矜持地戴上围帽 沈飞鸾没有轻视这些人的意思 只是不想做那个 引人注目的另类 前世桑雪同行 哄骗他将围帽送给柳翩然 阻挡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神 结果就是 他遭贼人惦记 险些在寺庙失身 这一次 他可没有那么好心了 远远的 沈飞鸾就看到岸边人潮涌动 将是和柳翩然貌美 若不是身边围了些丫鬟婆子和护卫 恐怕要吃亏 江南柳家虽是商户 但家大业大 不至于请不起几个下人 去问问看 那边是不是江姨母和表姐 若是 带来见我 人群涌动之中 荣国公府豪华的马车 以及成群的奴仆 欲发显的打眼 江氏上条的眉眼带着沈氏 席卷沈飞鸾全身 不过很快 江氏垂下眼 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甚至在下人去请他时 说自己的脚崴了 可不可以让荣国公府的马车 进前去接 听了下人回禀 沈飞鸾又岂会不知他打得什么算盘 夜兜的码头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他们声势浩大 再往前去 势必引起轰乱 他的身份并不难猜 若有人猜出 荣国公府来马头接人 接的 还是这样美丽的女子 不用想也知道 不消片刻 就会有无数个谣言的版本 在京都流传 沈飞鸾冷笑一声 直接让车夫掉头 不过是个来打秋风的破落户亲戚 也敢在本小姐面前拿桥 本小姐不伺候了 去承恩侯府 下人们只看主子的态度 主子瞧不起江氏母女 他们自然也没有好脸色 两辆马车怎么来的 就原路怎么返回了 江氏面上的表情 错愕了一瞬 没想到沈飞鸾居然这样 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他急忙起身 带着柳翩燃追了过去 可是荣国公府的马车 我 我是贵府小主子的姨母 呸 一盏热茶从马车里飞出来 全都淋在了江氏的身上 不等他尖叫 沈飞鸾嗤笑一声 哪里来的疯婆子 我的姨母 来朔方郡郡守夫人 你是我哪门子姨母 朔方郡郡守的夫人江建平 是沈飞鸾的母亲 江建纯义母同胞的亲妹妹 二人都是嫡出 是沈飞鸾这儿巴金的姨母 江是戴笑的脸 了江 他最恨人家提他述出的身份 却连被泼了一身茶水 也不能计较 对方可是荣国公最宠爱的小女儿 他只得压抑着不悦 讨好道 我是你江南的姨母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的 你不记得了吗 沈飞鸾翻了个白眼 小时候抱我的 只有我的奶嬷嬷 你是我奶嬷嬷吗 竟然讽刺他 只是个卑贱的下人 简直岂有此理 荣国公府的家教 就是这样的吗 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 气煞人也 江是这一会儿的公府 已经被不轻不重地 下了好几回面子 脸色不由黑了几分 行了 别磨磨叽叽地 跟本小姐套近乎 本小姐还约了 承恩侯府的三小姐 去看马球塞 耽误了公府 饶不了你们 哪怕他语气里 满满地高高在上 江是母女也只能忍 只待日后 日后他们 再一一清算 等等 江是抬脚就要上 母女指着后面一辆灰扑扑 不起眼的马车道 江姨母 您和表小姐的马车在那呢 你们别欺人 就连一只装柔顺的柳翩然 也忍不下去了 刚要出口讨教 就被江是一把拉住 他皮笑肉不笑道 你轮妹妹体恤你刚出校期 还不快谢谢你轮妹妹 刚出校期 自然不宜铺张浪费 做这简陋的马车 更是应当 明晃晃的羞辱 被他说成了沈飞鸾的好心 的确是个厉害的角色 不过 他若是不厉害 前世自己也不会输得那样惨了 柳翩然屈辱的咬唇 泪光闪烁道 卵儿妹妹 谢谢你 沈飞鸾故意挑起车帘 露出那张特意装扮过后 精致美艳的小脸 果然 江是和柳翩然 在看到他的脸后 都露出了如灵大敌的神色 第一次 柳翩然对自己绝美的容颜 没有了自信 难道夜多的女子 都生得如此美貌吗 那自己一直以来 引以为傲的皮囊 还有优势吗 沈飞鸾神太夸张地 上下打亮了柳翩然一眼 随后像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似有似无地 嗔了一声 便让桑鱼 把他们送上后面的马车 启程往荣国公府去 娘亲 他 他太过分了 太过简陋的马车里没了旁人 柳翩然的泪水夺框而出 他凭什么看不起我 他也不过是会投胎 有个位高权重的第二 没了荣国公府 他什么都不是 好了 江是用帕子将他脸上的泪痕擦干净 收起你这副愤愤不平的嘴脸 等娘亲拿下荣国公 那个小剑 他还不是任你处置 偏然 你记住 男人靠征服天下来征服女人 可我们女人 只要征服了男人 就会拥有一切 你不必与那个嚣张任性的丫头 争一时之气 且看日后 日后 抢夺属于他的一切 让他沦为丧家之权 便是最好的报复 沈飞鸾的马车停在大门口 由车夫牵着 从侧门进入 他本人则从大门口入国公府 僵尸和柳翩然 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 他们坐在马车里 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原想着 一会儿到了大门口 一定要演上一场 趁机散播一些荣国公 即将续闲的谣言 结果 等他们下了马车才知道 他们已经从侧门进了荣国公府 连走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如此羞辱真是 真是欺人太甚 第四章 安治 受洗堂 布局沉稳大气的院落里 一株石榴树 高高地从院墙里伸出头来 今年的石榴结果特别多 深绿的叶子中 一颗颗的黄红色石榴 挂满了枝头 把粗壮的枝干都压弯了 那些成熟了的石榴 露出了满腹的浅红色的小珍珠 几个活泼的小丫头 正搭了梯子 爬上去摘果子 穿着老青色挂子的婆子 步履匆匆走进来 插着腰低声呵斥 你们几个皮子紧的小蹄子 不在老太君身边伺候着 又跑这来铲嘴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们 眼下一颗小枝的俏丽丫头道 陈嬷嬷 是老太君让咱们几个来摘石榴的 她老人家说 一会儿二小姐要来呢 二小姐最喜欢吃石榴 偏又不喜欢包皮 每次都是他们几个 将石榴处理得干干净净 二小姐才赏脸吃上一些 陈嬷嬷想到自己过来 正是为了二小姐的事 挥了挥手 也不管他们几个了 只不忘嘱咐 小心些 别摔着了 下次让小子们爬上去摘 普通家丁不入女眷内院 伺候的下人皆是丫鬟婆子 但也有那种八九岁的半大小子 都是家生子 平日里无事可干 帮着跑跑腿传消息 女孩们总金贵些 万一摔伤了 脸面可就不得了了 丫鬟们个个露出笑脸来 就知道陈嬷嬷刀子嘴斗抚心 想着这些不相干的事 陈嬷嬷抬手打脸 走进老太君的房中 丫鬟们都出去摘石榴了 到底留下了一个 半跪在脚踏上 轻轻地给老太君摇着蒲扇 软塌上 一位慈眉善母的老妇人正在打坐 她头上精心梳理的绣发上宝石闪耀 眉毛挨着鹤尾 搭配着暗色的头巾 缠绕在头顶 交织起满头的美丽 头发上并缠以荔枝花结 瘦削的面容显得优雅十足 一袭酱紫色的绸缎大衫上 绣满各种花纹 象征着富贵 配以金边 犹如一片金灿灿的祥云扑面而来 金色的腰带竖住腰身 衣摆盖住下面褐色的马面裙 腰带上垂挂着样式复杂 且滑贵的玉镜布 端的是富贵逼人 神圣不可侵犯 察觉到有人进来 他睁开那双和善的眼睛 阿臣 是不是江南来的人到了 臣嬷嬷笑了笑 老太君料事如神 正是江姨母和表小姐到了 二小姐让老奴来问问 该把他们安置在何处呢 老太君拨弄着手中的佛珠道 那孩子向来有主见 怎么这种事 也要问起 前段时间听说江南要来人 兴奋的跟什么似的 说要和表姐住的敬邪 培养感情来着 陈嬷嬷知道她的意思 咒没回答道 也不知道江姨母 怎么开罪了二小姐 二小姐正门都没让她进 直接让下人把马车 从侧门赶进了马厩 老奴瞧着那僵士 可气得不轻 老太君扑斥一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泼猴 惯会戏耍人 他人呢 陈嬷嬷也跟着笑 国子健今日有马球比赛 八皇子早早就送了帖子来 这会儿 怕是已经和陈恩侯府的 三小姐一道 去国子健了 老太君的笑容收敛 不悦中又带着忧心 最疼爱的小孙女 被八皇子迷得神魂颠倒 卷入黄泉之争中 荣国公府 掌握大业百万雄师 可以说 沈飞鸾选择了哪位皇子 哪位就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飞鸾的婚事 早已属于国事 那几个明里案里 追求自家孙女的皇子 又有几人是真心 陈嬷嬷见他突然不说话了 安慰道 二小姐才过了十四岁生辰 离说清 还有整整一年呢 老太君何不趁他还在家中 旁敲侧击问问二小姐 看看他是不是非八皇子不可了 他自小伺候老太君 至今已有四十余年 自家主子忧心什么 他一清二楚 荣国公府看着权势滔天 实则烈火烹游 谁又知道 哪天皇帝会不会突然疑心 荣国公公高震主 要除之而后快呢 身处权力巅峰 更要谨言慎行 可行刹踏错半步 老太君点点头 这才想起 陈嬷嬷是来做什么的 面色不善道 既然得罪了 我家乖男男 原先准备的那处院子就不必了 安排到北厢房吧 原先准备的院子 是紧挨着鸾绣院的 春暖花开 冬暖夏凉 布置精美 最重要的是 离国公爷的主院也很近 北厢房 那是国公府最差的厢房 常年见不到光 十分潮湿 因为人烟稀少 总显出几分荒凉和阴森兰 在丫头手里屡屡碰壁 国子剑 偌大的场地被栅栏围了起来 场中一红一黑两队人马 叙事待发 看台上 沈飞鸾和杨兴运 占据了最好的视线 他们周围还为了好些 王孙贵咒和公子小姐 我赌八皇子赢 每年都是八皇子赢 这有什么可争议的 对啊 就算六皇子再厉害 也打不过八皇子得 八皇子可是五届马球 大比的投名 我也投八皇子 哎 沈二小姐也赌八皇子吗 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向沈飞鸾 就连杨兴运 也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鸾儿你赌谁 我就赌谁 沈飞鸾看了台下的慕容宅一眼 慕容宅那双深情的桃花眼 也在望着他 十年了 他已经十年没有见过慕容宅 用这种充满了爱意的眼神 看自己了 那年杏花微雨 相思山偶遇 他是尊贵皇子 他是金贵淑女 他的风筝被挂在树梢 是他跳起来 为他摘下 那时少年笑容明媚 满目柔情 与彼时的少年逐渐重合 不 这一切都是假象 少年狼子野心 因他动心沉沦 却利用他登上地位后 杀他满门 就连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也丧心病狂 不肯给一丁点的生路 滔天的恨意冲上心头 手心几乎要被掐出血来 纤细白细的手指 夹着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在八皇子的名字上空绕了一圈 迟迟不肯落下 目光机遇喷火 围观众人沉到了肚子里的心 随着他的手腕轻点 又提到了嗓子眼 哎呀 神二小姐 你看下注呀 第五章 下注 沈飞兰的目光 落在六皇子的队伍中 莫伟纳穿着黑色马球服 脸上做了简单一绒 刻意收敛气息的人 正是当今赫赫有名的 前朝太子遗孤 陪获 他的脸上涂了铜油和染料 将血白到病弱的皮肤 伪装成了古铜色 苍镜挺拔的身姿 微微勾搂着 垂下的双眸掩盖了万千颜色 混在人群中 丝毫不起眼 感受到沈飞兰的眼神 他抬头飞快地扫向看台 定睛在美艳少女的身上 却见那少女不露痕迹地转移开视线 唇角勾着一抹淡淡的笑 田径又美好 有记得八岁那年 国公府受邀参加公宴 沈飞兰也去了 那时还是前朝陪家的皇朝 他远远瞧着 陪获跟在枝兰玉树的太子身后 男眼贵气 如同开封的举世明鉴 锋芒毕露 天下无双 不过十岁的年纪 已是折仙之姿 他也和众人一样 早就忘了被禁锢在深宫之中 已是现今皇帝大度人心的 前朝皇太孙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人 在后来叛逃出宫 集结十万兵马 联合前朝老臣 发动政变 攻打至皇城外 令慕容宅肝胆剧烈 他曾在城墙上 见过他 稳坐于马背上 手持长枪 身披盔甲 目光冰冷 他才真真是令人腿软的冷面言罗 卵 杨兴运推了推他 你在想什么呀 这么难选吗 沈飞鸾回过神 摇了摇头 束手鲜鲜落在一处 我赌六皇子吧 啊 哇 不是吧 抽气声 不敢置信的声音 和做一团混作嘈杂声 飘向场中 慕容宅只知道 看台上发生了短暂的动乱 但并不能看清具体的事情 不过 很快他就没心思关注沈飞鸾了 哨声响 他飞奔出去 抢第一杆开球 台下热火朝天 战况激烈 台上气氛却有些不对 沈飞鸾年年都赌八皇子赢 八皇子也的确不负众望 今年是怎么了 难道八皇子与沈飞鸾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 若是如此 搭各家支持的皇子 岂不是又有机会了 都是名门望族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 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家族兴衰的使命 不会有人真的是个蠢才 马球赛刚刚开始 国子建里却连续不断地 有各家奴仆 快步跑回府邸报信 沈飞鸾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当然 也不排除 还是有几个不聪明的 比如现在掐着腰 对他怒目而失的少女 八皇子一定会赢的 你现在马上改投八皇子 不然我一会儿肯定告诉他 你选六皇子不选他 方如梦 前世就无脑迷恋八皇子 最后也如愿成了慕容宅后宫之中的如贵人 沈家落败之后 他也是第一个羞辱沈飞鸾的公妃 沈飞鸾向左挪动几步 走到方如梦跟前 将巴掌高高举起 吓得他赶紧无脸 然而那巴掌迟迟不见落下 等方如梦在睁眼时 沈飞鸾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身边围了一群贵女 在谈笑风声 你 方如梦懊恼又羞愤 自己怎么就被一个巴掌给吓住了 以他为中心 周围的人散了得干净 谁都不愿意为了他 得罪容国功夫的嫡女沈飞鸾 方如梦直接气哭了 铜锣声掩盖了方如梦的抽气声 裁判宣布中场休息 下半场于移住相后再进行 上半场 是八皇子这对暂时领先 少年意气风发 朝沈飞鸾走来 他笑容越是明镜 沈飞鸾的恨意 就越是高涨几分 骗子 虚情假意 就是凭着这样一张脸 骗他动情 再送他下地狱 玩 八皇子出现在看台上 众人纷纷行礼避让 将空间让与他和沈飞鸾 慕容宅将脸凑过去 好似撒娇道 玩 擦汗 八皇子和沈飞鸾好甜啊 他们真的好般配 八皇子是在撒娇吗 他真的好可爱啊 我太羡慕沈飞鸾了 长得好看 又会投胎 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下辈子我也要做沈飞鸾 少女们羡慕的声音 不断传到沈飞鸾的耳朵里来 他只觉得一股血气翻涌 那恨意怎么都克制不住了 啪 响亮的一巴掌 扇在八皇子的脸上 一脸羡慕的贵女们 纷纷傻眼 就连八皇子本人 都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他保持着被打偏脸的姿势 感觉脸颊都被打抹了 可见沈飞鸾用了多大的力气 你 等他瞪大了眼睛 一瞬间的恼怒闪过 又被藏起时 沈飞鸾却比他鲜红了眼眶 捂着嘴 弯腰呕吐起来 哦 对 对不起 哦 你实在 实在是太臭了 熏到我了 我不是故意 哦 八皇子身边 出了沈飞鸾 旁人哪敢近身 他呕吐得这么厉害 他们就也像闻到了 那股难闻的气味似的 纷纷用手指或者手帕 去掩住鼻子 提前做好准备 免得一会儿八皇子走的时候 经过他们身边 把他们也给熏吐了 他们可没有沈飞鸾那么好命 要是敢吐出来 估计小命难保 沈飞鸾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慕容宅的脸色 沉得比锅底还黑 颜面扫地 他也低头闻了闻自己 又见沈飞鸾吐得那么厉害 也怀疑身上有味道 赶紧退开道 我去换个衣服 他急匆匆跑走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呼吸了 还好 他们没闻到那股难闻的气味 到底多难闻 才会让沈飞鸾吐得直不起药啊 八皇子的体位 这么要命吗 当 铜锣声响 比赛继续 啊 那人是谁 怎么冲出来一匹黑马 惊讶声中 一抹黑色的镜兽身影 鬼魅一般穿梭在马球场上 往往当拿下马球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小小的圆球 就已经到了他的球杆下 他也不坐停留 飞快绕过堵截 将马球打入对方的球门中 奇数之高超 马术之精湛 无人能敌 连续进了十几个球后 换了新衣上的 慕容宅黑沉着脸色 给自己的队员识眼色 那些人在接收到暗示后 看陪货的眼神 当即很落起来 第六章 朱花 当 再次中场休息 以八比六的比分 八皇子暂且落于下风 六皇子嘚瑟地摇晃着身体 用肩膀撞开慕容宅时 不忘挑衅 哼 别挡到啊 手下败将 慕容宅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而是在队伍中 搜寻那道禁兽身影 总觉得有些眼熟 却不知道那身影是向谁 陪货躲在暗处 眼神如狼一般 盯着慕容宅身边的少年 沈飞鸾也在看那人 丞相大人家的数字阎三郎 也都出了名的 酷 最喜欢欺凌弱小 前世在这场马球大笔中 被人打断了一条腿 因为当时阎三郎的马匹发疯 混乱中都没人注意到 到底是谁打断了他的腿 陪货想要报复的 是阎三郎 他不可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只为了来打一场马球 一定是阎三郎 做了什么 让他无法忍受的坏事 沈飞鸾目光落在慕容宅身上 发现他目光阴沉 眼睛在球场上四处张望 心下便知他应该是在找陪货 自视甚高 骄傲自大的八皇子殿下 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输给一个无名小辈 明的不行 他又要使些龌龊手段了吧 就像曾经对他一样 慕容宅越是想赢 沈飞鸾就越想让他输 他想抓到陪货 他就越想看陪货将他打败后 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当今圣上敬重东宫灵皇后 却最宠爱赵贵妃 慕容宅作为赵贵妃唯一的儿子 太想得到皇帝的认可了 如今朝中大臣多分为三派 一路人马支持正宫敌出的三皇子 另一路则支持赵贵妃所出的八皇子 还有少数大臣 支持素有贤明的二皇子 太子未定 三皇子和八皇子平分秋色 朝中另有折服在暗处的人马 暂且不提 今日整个马球场上 一大半都是八皇子慕容宅的人 他有心要找一个人 并非难事 那些探子 悄无声息地遍布整个国子剑 只要可疑的人一出现 就会被抓起来 悄悄处决 沈飞鸾借着站得高 看得远的优势 目光迅速扫尸一圈 在看到西边墙角 闪过一片玄色衣角时 他目光微宁 伸手取下发际上的珠花 藏进衣袖里 摸着发丝对桑宇道 我的珠花好像掉了 去那边找找 众人只当 他是不愿意与宋飞飞待在一处 寻了个借口走开了去 杨幸运本想跟去 但看到沈飞鸾轻轻摇了摇头 又止住脚步 对着宋飞飞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如果他是陪货 一定会往侍卫们 意想不到的地方去躲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是最安全的 沈飞鸾目光落在一处 矮小的木屋后 我刚才去了工坊 是不是掉在那边了 啊 桑宇面露难色 本能觉得 那朵绣花就算找到 小姐也不会要了 一朵粉白色的珠花 掉落在陪货脚边 沈飞鸾装作 没看到拐角的动静 慢慢倒退 做出一副交集模样来 在这里吗 桑宇担心 这珠花落到有心人手里 会毁了小姐明洁 心下更不免着急 陪货想把刚捡起来的 珠花扔出去 但她和沈飞鸾的距离 只剩一个转身 她已经看到了 少女纤细的背影 只差一点 就能与她的肩膀碰上 你们几个跟我来这边看 二小姐 您怎么在这儿 沈飞鸾此时 已经踩到了陪货的脚 腰间被刀刃抵住 那尖锐的刺痛感 时刻提醒着她有危险 若是胆小一些的 大概会控制不住的尖叫出声了 夏侍卫 慕容宅身边的敬畏 沈飞鸾都很熟悉 她微微一笑 借着陪货的手臂站稳 祖母前日里送了我 一匣子江南来的珠花 我今日挑了朵最喜欢的 才待了半日便不见了 想来想去 也觉得可惜 便带着桑宇出来寻一寻了 怎么下半场 马球要开始了吗 是巴殿下 让你来找我的吗 殿下交代他们 全都出来 找那个半路杀出来的马球高手 那沈二小姐 含羞待怯的样子 若她否认 恐怕她会对自家殿下失望 比起一个不起眼的马球小子 夏侍卫当然以为 还是容国功夫的百万雄师 更加重要 于是 她笑了笑 殿下担心您一个人出来 会有不长眼的冲撞了您 让属下来护送您回马球场 劳烦夏侍卫了 沈飞鸾微微点头 轻轻推开背后的匕首 像什么都不知道一般道 你别怕 我知道你是怕打不赢比赛丢人 才躲在这里的 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你在这里 接着 借着整理一山的功夫 又低笑一声 太可惜了 我刚才下注赌你们赢 看来要舒惨了 灼灼花树下 少女笑容清浅 如那纷纷扬扬飘落的桃花 带着淡淡香气 随着她走远 香气也若有四无起来 暗处 一戴着面具的瘦弱男子出生 主人 要不要杀了她 不必 裴霍捏着那朵粉白桃珠花 嘴角流露出几分漫不经心的笑意 眼神里却满是冰冷 那是容国功夫的二小姐沈飞鸾 杀了她 我们会惹上麻烦 再说了 除掉一个女子 用不着她来动手 周围已经没了侍卫搜寻 陪货才收了匕首 慢条斯理地从转角走出来 赶往会场 那朵珠花 被她藏于胸口 万一哪天 能派上用场呢 夏侍卫将沈飞鸾送回看台 才返回慕容宅身边 而语一番后 借慕容宅目光含笑看来 沈飞鸾也弯了弯唇眼 当 下半场开球 消失的黑马少年 又出现在众人眼前 慕容宅回头看向夏侍卫 夏侍卫低下头去 不敢与之对视 小剑中 你是何人 竟敢抢老子的球 老子今天不弄死你就不信言 混战中 陪货阻结了阎三郎的球 那混不令恼羞成怒 竟挥着球杆 狠狠砸向陪货的后脑勺 啊 看台上不少的规格千金 不曾见过这般场面 纷纷惊呼起来 似乎已经预料到了那球技了得的男子 雪剑当场的结局 前世沈飞鸾也只顾着看慕容宅去了 根本没有注意到 陪货这好人物 自然也不知道 在这场危机四伏的球赛中 除了阎三郎 还有没有旁人受重伤 手中团扇皱地被抓紧 他目光灼灼投向陪货 呼呼的风声如雷霆之机 从脑后袭来 骑着黑马的男子俯身 紧紧贴在马背上 在第二杆袭来时 他长腿一胯 整个身体挂在黑马一侧 弓身低过马背 手里的球杆一挥 将球传给了六皇子 阎三郎不肯罢休 紧追他不放 第七章 顽固 慕容宅的人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以靠拢的方式 试图将陪或包围起来 阎三郎怪笑着 双手握杆 用尽全身力气 朝陪或挥去 他们包围的角度挑得好 看台上的人 根本就看不清 里面发生了什么 欲 只听黑马一声长鸣 前提高高飞起 逆光之中 尽受黑影 显得无比的冲击 马背上的男子单手 拉着缰绳 另一只手不经意地甩动 黑马飞越过众人头顶 在空中形成一道 优美的弧度后 稳稳落地 伴随着阎三郎的惨叫 看台上也爆发出 一阵阵少女的欢呼声 以及少年们 惊叹赞扬之声 此时 马球再次被传送给陪货 慕容宅摆马飞快 朝着陪货撞来 那气势不像来抢马球的 倒像是要陪货的命 身后那道视线太过炙热 陪货扭头 看向视线来源 猝不及防 与一双又沉又亮的眼眸 对上视线 又是他 片刻之间 慕容宅已经冲到陪货四五步之外 就在他准备连人带球 把陪货打下来时 隔着大老远的距离 陪货只挑唇嘲讽地笑 平 两只球杆撞在一起 发出巨大声响 慕容宅的球杆 咔嚓一声就断了 整个人因为收不住力道 从马背上摔下来 人群又是发出一阵阵惊叫 好在下侍卫反应急时 飞扑过去 接住了自家主子 没让他摔在地上丢人 进了进了又进了 我们赢了 哈哈 六皇子 我们赢了 当 裁判手边铜锣敲响 意味着比赛结束 下半场 八皇子队一球未进 倒是六皇子这边 又进了五个球 来人 快来人 严三郎的腿 好像摔断了 兵荒马乱之中 陪货完美隐身 临走之时 他回头再次捕捉 那道锁定在自己身上的眼神 少女冷淡地看着他 对着他露出一抹微笑 但那笑容 怎么看都没有半丝情绪 有种奇怪又矛盾的美丽 陪货面无表情地转回头 在人影晃动之中 隐去身形 则则则 杨幸运有些幸灾乐祸地开口 严三郎这是偷鸡 不成十八米 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真是活该 哈哈 沈飞鸾眼睁睁看着随行的宫中药童 将严三郎抬上担架 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场下 听你的语气 可是和严三郎有过节 不然严三郎遭难 他怎么这样高兴 华儿你还不知道吗 杨幸运瞪着大眼睛道 我听我娘说的 前几日严三郎在上书房 和那位起了冲突 结果他把从小伺候那位的老太监打死了 还逼着那位 从他胯下钻过去 闹到皇上面前 也只是不痛不痒地训斥了严三郎几句 说是起了冲突 我估摸着 还是这顽固故意欺负人 陪 那位真是太惨了 他不敢直呼 前朝太子遗孤的大名 只用那位来代替 相信沈飞鸾也是听得懂的 啊 我忘了 华儿向来 只关心八皇子身边事 对这些消息 大概听过就忘了 的确 前世沈飞鸾极少参加公宴 对陪货的事情支支甚少 不过想也知道 慕容家园是陪家家臣 当今天子都给年幼的 陪家皇长孙夏贵磕过头 如今慕容氏翻身做主人 陪货这个救主 则人人可欺 皇帝留着陪货 不过是向天下人 展示自己的人词悲悯 大度容人之心 又怎么会为他撑腰 夜都皇城中 与严三郎那般没出息的窝囊费多的事 他们欺负陪货 未必不是皇家那群人的乐见其成 严三郎惨叫的声音逐渐远去 八皇子此时也无暇顾及沈飞鸾 毕竟断腿的人 是丞相家颇为受宠的数字 亦是他的陪独之一 若是一个处理不好 必定与丞相府生出嫌隙来 倒是可以运作一番 小姐 好多钱啊 回国公府的马车上 桑鱼手捧着一打银票 满脸的震惊与狂喜 一千两银子 赢回来八千两 奴婢不是在做梦吧 当年他爹被卖进国公府为奴 牙刑的人都只收了二十两 八千两 可以买几个他爹啊 他都算不清了 娇汉的桑鱼 让沈飞鸾心底的恨意 慢慢削减了一些 因为见到慕容宅而冲血的双眸 褪去了血色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平复自己的心情 露出一抹浅淡的笑 桑鱼 我记得你哥哥好像在外院跑腿是吗 桑鱼愣了一瞬才道 回小姐的话 奴婢哥哥前年被安排去京郊的庄子里做账房了 说好听点是安排 说不好听的 就是流放 但凡在大户人家做下人 尤其像桑鱼他们这种家生子 世世代代都要给国公府做奴才的 谁不想留在主子身边立功 将来为自己的子孙赚几分体面 沈飞鸾稍稍回忆了一下 便想起了事情的期末 原是他重用桑鱼那一家子狼心狗肺 吃里扒外的下人 听信了桑鱼的谗言 误以为桑鱼的哥哥嫂子 以及爹娘贪财 这才把他们一家打包 送去了庄子里 桑鱼能留下来 还多亏了他憨厚 被欺负了 也从不告状 一能吃苦 可以替桑鱼背锅 所以才被留了下来 他摇了摇头 为前世自己的愚蠢 感到自责与悔恨 小姐 您是有什么事情 想让哥哥去办吗 小姐尽管说 奴婢虽然粗笨 但奴婢哥哥很聪明呢 是啊 若是不聪明 前世怎么可能把他的田产铺子 经营得风生水起 成为大业朝数一数二的巨府 可惜 后来被慕容宅知道 他背后庞大的财富 威逼利诱他交了出去 桑鱼的哥哥也被害惨死 他们一家忠心耿耿 却都落得身手易触的下场 狼子野心的阴暗之人 却踩着他们的尸骨 成为人上人 这天道何其不公 既如此 他这逆天改命之人 便代天给他们报应吧 明日 你让人去庄子上 把你爹娘和兄长叫回来 我有话要问 桑鱼也并非蠢笨 若是真的笨得无可救药 也不可能成为沈飞鸾的贴身丫鬟 他观小姐神色温柔可轻 想来明日要说的 对哥哥来说并非坏事 于是点点头道 奴婢伺候小姐用了晚膳便去安排 第八章 折磨 荣国公府 沈飞鸾昨日在鸾秀院用了晚膳 直到今日早晨 都不曾听到有桑雪的消息 他用花茶竖了口 随意问道 桑雪呢 桑鱼以及几个房中的小丫鬟 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推推嗓嗓地 推了桑鱼来回答 小姐 您不许咱们院里的人 给桑雪姐姐请大夫 听春眠和春落 他们几个说 昨夜桑雪姐姐发高烧 今日怕是没退呢 沈飞鸾又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还没死就让他起来干活 我们国公府给他月钱 难道是请他回来当祖宗供着的 挨了几板子 就卧床不起 原是我对不住他了 他要是不做错事 我罚他作甚 可知那一盆赵粉价值千金 就是把他卖了也赔不起 更何况 那还是八皇子赠予我的 本来觉得 小姐让桑雪带伤起来干活 有些残忍的丫鬟们 瞬间又觉得 自家小姐菩萨心肠 这种事 若是发生在别的人家 打死了也不稀奇 千金啊 卖掉桑雪全家上百次 都凑不齐千金 只是五十大板 还便宜他了 嗨嗨嗨嗨 在下人房里病得快死的桑雪 硬生生被鸾绣院的粗屎婆子们 从床上拖了下来 小剑蹄子 躺在床上装死呢 小姐都说了 没死就起来干活 别拖累别人 还得把你的事给做了 平日里就输你灌回偷奸耍滑 这下好了 小姐厌弃你了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摔在地上的桑雪边伤未愈 甚至有的地方皮肉翻滚 他烧得晕晕乎乎 指着那两个婆子 你们 你们这些老前婆 竟敢这样对我 我要 我要去告诉小姐 有你们好果子吃的 他挣扎着 亮亮呛呛地起身 一路扶着东西 往外走去 两个婆子想起 沈飞鸾对他的纵容 都有些心虚 二小姐不会怪他们粗鲁吧 因为不放心 所以只敢跟在桑雪身后 不敢再动手拉他 桑雪一边走一边冷笑 这回儿子倒是知道怕了 方才拉扯我的时候 很是嚣张呢 我再不计也是小姐跟前的大丫鬟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敢动我 碰 一个装满了水的木盆 被扔在桑雪的脚下 里面洒出来的冷水 飞溅在他的绣花鞋里 虽不冰冷刺骨 但肯定是不舒服的 更何况 他还发着烧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的房门口 大呼小叫 沈飞鸾抱着双臂 环绕在胸前 对那两个婆子道 我说了 没死就要起来干活 你们俩听不懂吗 两个婆子被训斥了也不恼怒 反而喜笑颜开 是是是 小姐 老奴这就把他带下去 连带着那盆擦地的水 都被他们一起端走了 沈飞鸾相信 他特意安排的这两个 尖酸刻薄的婆子 不会让桑雪好过的 所谓强导众人推 就是这样的 不出片刻功夫 长廊的入口处 就传来两个婆子的 谩骂声和桑雪的痛呼声 此起彼伏 如美妙的乐章 这还不算晚 沈飞鸾敬前伺候的春眠 春雨 春花 春落 四个二等丫鬟 从前都受了不少桑雪的欺负 他特意给四春休息的时间 实则就是要他们 去给自己报仇 桑雪觉着 今日这地怎么擦都擦不完 四春来来回回在长廊上走 每一个脚底都沾了污泥 他们还嗑瓜子 将瓜子皮扔在长廊上 一旦他想骂人 那两个老前婆就拧他身上的肉 骂他偷懒 不出一个时辰 桑雪就又晕了过去 有沈飞鸾授意 他躺在长廊的地板上 来来去去的丫鬟仆人 竟跟看不见似的 从他身边走过 鸾秀院的下人们 见识到他的冷硬心肠 只在心中告诫自己 这个府里 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小姐 不然 小姐折磨人的手段 真是层出不穷 桑雨悠悠转醒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趴在地上的四肢早已僵硬 身上的伤口 越发火辣辣地疼起来 他呲牙咧嘴地起身 动一下 阿弟打伤的屁股 痛得他直抽冷气 已经站不起来了 小姐 小姐 他痛哭流涕起来 奴婢知错了 奴婢真的知错了 小姐 您饶了奴婢吧 小姐 屋外凄厉的求饶声还在继续 沈飞鸾面无表情地 合着桑雨端上来的燕窝 语气算得上温柔道 堵了他的嘴 让他自己爬回去 爬不回去 那就以天为备 以地为闯好了 叛徒 只配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一天 桑雨算是看明白了 小姐是真的看清了桑雪的丑恶嘴脸 想要了他的命 想起自己从前被桑雪欺负的像条狗一样 爹娘和哥哥 还被他陷害 发配到了庄子上 他那点 圣母心就完全消失 拿了快擦脚步就出去 而后 沈飞鸾果然就听不见桑雪的叫嚷声了 他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 眼中有泪花在闪动 嘴里念念有词 宝宝 娘亲在帮你报仇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的话 下次还要做娘亲的宝宝好吗 这次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桑雪的下场 还只是一个开始 细雨迷迷 昨夜爬了好久才爬回房里的桑雪 第二天又吹了一点冷风 这回是彻底地爬不起来 喉咙里好像有刀子在来回哗啦 痛得他连吞咽一口口水都疼得落泪 小姐还是没给他请大夫 此时此刻 他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他的所作所为 被小姐知道了 可是 明明之前他也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小姐不知道 偏偏这次他弄毁了八皇子 送给小姐的牡丹 小姐就跟开了天眼似的 笃定一切都是他做的呢 难道从他做的事 小姐都知道 只是不跟他计较 此时的桑雪长子都毁清了 他不该拿着八皇子送的东西来 陷害桑雨的 小姐太在乎八皇子 才会动真格 细雨绵绵 打射窗台 摸着三千青丝盘成的飞天计 铜镜里花蓉月貌 窈窍玲珑的少女笑了笑 桑雨 把宫里赏下来的 那只金类丝欠的红宝石 双丸点催布窑给我带上 桑雨瞳孔放大 那只布窑 小姐不是让他拿去赏给桑雪了吗 是小姐记错了吗 第九章 偷盗 电光火时间 他准备提醒的话咽了回去 双手押换装侠里来回摸索 小姐 奴婢 奴婢该死 那只金布窑 不 不见了 什么 沈飞鸾大惊失色地起身 面上一副交集神态 将一匣子珠宝都倒在梳妆镜前 这可如何是好 此乃玉刺之物 不见了是要砍头的 你们快帮着找找 仔仔细细地找 哪都别放过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鸾绣院的下人都知道了 他们家小姐 不见了一只玉刺的金布窑 搜寻的范围逐渐扩大 从沈飞鸾的房间 延伸到了下人们的卧房 旁的丫鬟都是睡大通铺 只桑宇和桑雪二人 睡着单独的偏房 二小姐的奶娘 去睡因病去世 所以 小姐主院旁的耳房一直空着 昨日还会扑扑的北厢房 今日已经被十多的精致而雅静 婢女们有序地 做着自己的事 正厅外守着两个美貌的丫鬟 沈飞鸾穿戴整齐 抬头问道 娘 你不是说沈飞鸾身边 最信任的大丫鬟 已经被咱们收买了吗 我看着怎么不像 僵士摇摇头 不是那个叫桑宇的 是叫桑雪 我已经派人下去打探了 正说着 就跑进来一个小丫鬟 上气不接下气道 夫 夫人 小姐 打听到了 他们都说 昨天沈二小姐身边的桑雪姑娘 毁了八皇子 送给沈二小姐的牡丹花 沈二小姐发好大的脾气 发作了桑雪姑娘 如今桑雪姑娘挨了五十大板 还在鸾绣院 躺着 下不来床呢 难怪昨日知道他们禁服 也没有出来相迎 今日也没来北厢房见他们了 还有 小丫鬟眼神发虚道 听说沈二小姐丢了件首饰 也是 也是从桑雪的床铺底下翻出来的 还翻出不少名贵的珠宝首饰 夫人 咱们这不齐 怕是 用不得了 那些名贵首饰里 还有不少出自江南柳家 若仔细查起来 是经不住的 不行 咱们得过去看看 别把咱们攀咬了出来 啊 啊 鸾绣院的下人房里 传来桑雪疯了一样的 嘶哑的吼叫声 她没偷 她没偷小姐的东西 那金不摇 明明是桑雨拿过来 说是小姐赏赐给她的 怎么就成她偷的了 艳阳高照 鸾绣院后栽了一大片的垂直海棠 娇艳花枝盛开 如云四峡盖上屋顶 又垂落于屋檐 美的人如入云端仙宫 沈飞鸾歪头半躺在摇椅之上 雪白粉嫩的双足 从桃粉色的裙摆下伸出来 正有婢女在用水仙花枝 给她圆润的指甲上色 鸾绣院那院伺候的下人们 站了小半个院子 院门外还有几个护院 手持木棍站立着 瞧着排场极大 僵士赶到时 桑雪已经满身脏污 被两个婆子架着 下半身软绵绵地搭拉在地上 人都不太清醒了 卵儿 你这是 跪下 僵士正要摆谱 身后一声呵斥 吓得她险些摔倒 架着桑雪的两个婆子 立马松手 她双膝重重地 磕在青石板路上 有力气老道的婆子二话不说 上前左右开弓 不削片刻 就把她的脸打成了猪头 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 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反抗 也叫不出声 眼睛要避不避地看着沈飞鸾 她想求饶 可是嗓子疼得 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她不敢了 真的再也不敢了 求沈飞鸾没用 她便改变方向 连滚带爬地过去 抓住柳翩然的裙摆 用那张肿胀不堪的脸祈求着 眼里不停地有泪水滑落出来 现在的柳翩然 还没成长为 后来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的独蝎模样 一颗心 砰砰 直跳 在僵尸身旁 一只手紧紧地拽着自己胸口的衣服 似乎是太害怕而导致的 桑雪一脑袋为自己开脱的话 都被那几十巴掌 打成了一团江湖 沈飞鸾欣赏了一会儿 自己淡粉色的脚趾架 心情极好地穿上鞋袜 在桑雨的搀扶下 走过去 一双无情的眼睛看着她 桑雪 我带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为什么要告诉柳骗然我怀孕了 为什么要告诉慕容宅 我偷了她的出宫令牌 为什么要让人虐杀桑雨 为什么 为什么要害死她的孩子 只是为了荣华富贵 金银珠宝吗 可她又何时少了她这些 不过是人心不足蛇吞向 有的人欲望无限大 是怎么都填不满的 沈飞鸾轻缓地撇开眼神 温柔去决绝道 有些人 他就是狼心狗肺 猪狗不如 怎么养都养不熟 来人 把桑雪拖下去送官 有点指桑骂怀的意思 到现在的将是母女听不懂 桑雪偷到主人家财物 且金额巨大 小姐这是要她去送命 桑雨有些吃惊 不由得偷偷去看沈飞鸾的表情 小姐 恨桑雪 她从沈飞鸾的眼神里 看到了厌恶 看到了嗜血的恨意 你死我亡的那种凶猛的恨意 立刻有护院进来 拉扯着桑雪的手臂 挣扎间 一块橙色绝佳的玉佩 从她怀中掉落出来 慢着 沈飞鸾抬手 捡起地上的玉佩 就连夜夺光幻之家的小姐 都难得的上品和甜玉你都有 你还说 我的不摇不是你偷的 桑雪脸上血泪交加 愈发狼狈 她非扑至姜氏脚边 指了指玉佩 又指了指柳翩然 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 指望姜氏可以救她 啪 姜氏回过神 也一巴掌扇在桑雪脸上 你这贱臂 手脚如此不干净 都偷到主子头上来了 然而你 还是趁早处理了为好 免得今后铸成大错 是啊 前世她就酿成大错 养虎为患 终是被老虎反扑 成了老虎的美餐一顿 将是心中百转千回 只想着怎么抽身 才不管别人的死活 这个桑雪 只怕是之前做了什么事 触及到了沈飞鸾的底线 他们出来乍到 不能卷进这种事情里 成为沈飞鸾的对立面 未来的奴才 不值得 嗯 第十章 厌恶 表妹这样 是不是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柳偏然强忍着害怕 将桑雪扶起来 护在身后 满眼心疼 她就是 做了天大的错事 你们也有自小的勤奋在 不过是一只金布瑶 表妹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为了这么个金钱俗物 要了桑雪的命 表妹的良心 真的过得去吗 真是个蠢货 偏然姑娘 倒是会抗他人之恺 她连表姐都不愿意叫 生疏道 桑雪是我国公府的奴才 她伺候我几年 我国公府就给了几年的工钱 我不欠她什么 有什么良心过不去的 你自甘下贱 要跟一个卖身的奴才讲情分 可别把我拉下水 如今她犯了错 触犯律法 我没有私下处置 交给官府也堂堂正正 问心无愧 我不是怪你的意思 柳偏然急红了脸 她犯了错 小成大戒就好 何苦要她性命呢 你的意思是说 你比顺天府的府影更会断案 桑雪只要进了衙门 就会被官府冤行折磨至死 我 我没这个意思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妄议朝中官员 御史台都能仓国公府一本 更别说以柳家平民身份 根本就帮不到她 沈飞鸾蔑视了她一眼 开口欲送客 忽然瞥见将是一个扭身上前 泪眼朦胧 身姿绝美 对着门口出委屈道 鸾儿 你是不是对姨母和表姐有什么误会 还是姨母说错了什么话 惹你不高兴了 对不起 都是我们不好 你 啊 沈飞鸾眼睛一转 嘴边擒着一抹冷冷的笑 猛摔在地 细嫩的手心在地上搓磨出血珠 争相恐吼的往外貌 死 她痛呼一声 眼眶瞬间红了 银银泪珠挂在睫毛 腰落不落 惹人疼惜 娜娜 一阵风刮过 身量高大 威猛无比的容国公 抢在丫鬟们之前抱住了自己的女儿 她一袭军装勃然英姿 如穷之一数 向来平稳坚毅的脸上露出几分惊慌 怎么这么不小心 再次见到她 这位令外人闻风丧胆的爹爹 沈飞鸾的假哭 也带上了八分真情流露 她抓住容国公的衣襟 整个人缩了起来 哭得发抖 爹爹 爹爹 呜呜 她哭得不能自意 桑宇忙上前 将桑雪偷东西的事说了出来 重点说了 表小姐与自家小姐起了争执 爹爹 不 不怪姜姨母 沈飞鸾窃窃窃的看了姜氏一眼 她也是关心表姐 一时情急才 她咬了咬唇 爹爹 我好羡慕表姐有自己的娘亲啊 提起红颜薄命的已是妻子 容国公心中一痛 那份沉痛随着时间 全都化为了对小女儿的疼惜 她杀气腾腾的眼睛怒视过去 姜氏和柳翩然下得双双跪地 国 国公也 那生套近乎的姐夫二子 是怎么都吐不出来了 真是妇人之人 容国公冷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犯错之人就该得到惩戒 这便是以警校友 若真像你们所说 那每一个犯了错的人都请拿轻放 日后岂不是谁 都能来这鸾修院偷上一头 那成何体统 而且 是谁给你们的胆量 在我府上欺负我的女儿 我们 我们不是 给我滚下去 容国公颠了颠怀里 没什么重量的小姑娘 再有下次 就算是纯娘的亲妹妹 本公爷也会让他们滚出国公府 更何况 姜氏还只是纯娘的树妹 自古嫡树有别 双方之间犹如天欠 要不是曾听纯娘说她出阁之前 有位树妹同她关系很亲近 她也不会让他们来投靠 处理好手心的伤痕 沈飞鸾如沐的眼神看着容国公 爹爹今日怎么有时间来看女儿了 你呀 容国公推了她的额头一下 从背后掏出一个白梨花木庄侠 今日下朝碰到了八皇子 他交友我 让我替他带给你的 爹爹不懂 他说是金宝阁的镇殿之宝 说来笑话 前世他把慕容宅送的这套首饰 当成珍贵之物 信了他的鬼话 以为是镇殿之宝 带去了诗汇 结果 金宝阁那套真正的镇殿之宝 出现在了慕容宅的亲妹妹 永固公主的头上 他也因此被众人嘲笑 沈飞鸾兴致缺缺的挥手一推 将那装着首饰的盒子推远出去 爹爹 今日高兴 咱不提晦气之人 容国公心中大惊 不明白女儿为何会一改常态 对八皇子露出这样厌恶的神色来 是不是慕容宅那小子 欺负他女儿了 雷厉风行的容国公想问 但沈飞鸾露出厌倦之意 眼睛红彤彤的 像一只受尽欺凌的小兔子 柔弱又乖巧 他忍了忍 轻声道 你祖母让咱们去受喜堂用膳 宫里太后娘娘送来两个御厨 会些新鲜菜式 咱们尝尝去 沈飞鸾一动又害怕 前世祖母疼他如猪如宝 真正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可他却听信了僵尸的谗言 以为祖母害死娘亲 生生将那位一生要强的老太君 弃得中了风 那些人太知道 像容国公府这种世家大族 太难从外头打败了 他们从他下手 让国公府从那里毁坏掉了 可以说 重生后 他最怕见的不是自己的仇人 而是祖母 爹爹 我 他忐忑地抬头 却见爹爹正用慈爱宠溺的眼神看着他 那句不去 在唇边婉转千回 终究变成了一个好字 二小姐和国公爷 要来受喜堂用膳 便是老太君这儿的头等大事 丫鬟扑从余贯而入 虽忙碌 却井然有序 一道道美味佳肴 被送上花厅的餐桌 老太君身边的陈嬷嬷指挥着 这道海棠春卷放在这儿 这是二小姐最爱吃的 那道龙井虾人放那儿 那是国公爷会多吃几口的 大丫鬟东霖将碗筷上齐 嬷嬷快歇着去吧 这里有咱们几个呢 哗啦 端着酒中的婢女 撞上一道俊秀身形 悲斩摔了一地 小龙爷 小龙爷饶命 第十一章 恨意 无妨 男子生得一副飞扬明媚 粉面淘塞的贵公子模样 用美貌形容一个男子显然不妥 但这男子出现的那一刻 真真只能想到美貌绝伦几个字 虽秀美 却不带半点女气 反而有一种雌雄莫变的超乎常人的俊美 她将跌倒的小婢女扶起来 温润一笑 下次小心些 莫要冲撞了贵人 可不是什么人都像你家小龙爷这么好说话的 小婢女羞涩一笑 红着脸收拾干净地上的碎片 躬身退下 哥哥 沈飞鸾眼睛一亮 小跑过去 抓住她宽大的衣袖 哥哥 真好 真好啊 爹爹 祖母 哥哥都还在 没有被她害得下场凄惨 沈兰婷握住妹妹冰凉的手 撒娇我就会在诗会上给你当枪手 不会写就别写 你是国公府的姑娘 谁敢笑话你去 沈飞鸾伤感的情绪被她三两句就打散 笑了笑道 知道了 你今日经这么好说话 她摸着沈飞鸾的额头 莫不是病得说胡话了 臭小子 容国公一拳捶在她胸口 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 老太君拄着龙头拐杖立于防颜下 闹腾什么呢 还不快点过来洗手用膳 年轻丧夫 以手挂之身 撑起整个国公府 并且培养出容国公这样顶天立地的大将军的老太君 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清明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心 他一招手 沈飞鸾已经忍不住飞奔入怀 抱着祖母问声道 祖母 难难好想你啊 老太君也抱住香香的孙女 带着佛香的手拍着她的后背 小眉良心的 惯会拿捏我老婆子的心 被祖母牵着 在餐桌前坐好 立马就有丫鬟捧着包好的石榴 上来给沈飞鸾尝 一家人围坐桌前谈笑风声 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前世嫁给慕容宅后 慕容 就被册封为太子 居于东宫之中 慕容宅一次也没为他向皇帝请旨 让他归家过 一身戎马 铁骨铮铮的爹爹 流放惨死 淡薄名利 只想寄情山水的哥哥 被陷害与人妻通奸 狱中驱打成招而亡 中风瘫痪的祖母 被将是言语刺激而亡 这样一家人坐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 太久 太久不曾拥有了 饭后 丫鬟下人们都撤了出去 花厅只剩几位主子 老太君平退左右伺候的提起人 摸着沈飞鸾的小脑袋 试探道 我听说 南南昨日去看马球比赛 赌了六皇子赢 沈飞鸾乖巧点头 接二个当着你父亲与兄长的面 可以告诉祖母为什么吗 就是告诉他 受了欺负 整个国公府都会给他做主 让他莫怕 沈飞鸾动了动嘴唇 然后又低下头 像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太君 容国公 沈兰婷都温柔地注视着他 并不逼迫 家人的疼爱 与前世慕容宅的冷漠 形成鲜明对比 沈飞鸾闭目 饮去泪水 声音哽咽 祖母 八皇子他并不喜欢南南 他带南南好 只是为了爹爹的兵权 为了太子之位 祖母 南南的心好痛 他躲在老太君怀里 睁开眼时 烟红的眼球里 蹦射出排山倒海的恨意与怨毒 只不过没人看见罢了 隐藏起眼底的恨意 把自己伪装成情感的受害者 为自己不再受八皇子蛊惑 找到了完美的理由 八皇子 到底对南南 妹妹 做了什么丧心病狂之事 让她成了这副模样 做了什么事 不过是 她那短暂的一生 全都活在欺骗与戏弄之中 是她付出的真心 被人用刀割成了好多片 再难愈合 是她敬爱的爹爹 流放途中 被慕容宅五马分尸而死 连个葬身之地也没有 祖母死前与她误会重重 她都没有见祖母最后一面 让她老人家死不瞑目 这一切 都是慕容宅造成的 她恨 这无处宣泄的恨意 化为泪水 浸湿了老太君胸口的布料 烫得老太君心口 一抽一抽的疼 平 容国公一圈垂在桌上 老子现在就进宫去问问 沈飞乱忙 抓住她的手摇头 爹爹 我偷听到八皇子和她的侍卫说 皇上早就忌惮咱们家 想找借口杀了爹爹 是真的吗 爹爹 南南没事 你不要去找皇上 南南已经不喜欢八皇子了 不想和她再有牵扯 容国公心中大震 知道皇帝忌惮自己是一回事 但是从八皇子嘴里说出来 又是另一回事了 皇帝已经这么容不下她了吗 那她 也要早日为容国公府安排绸谋才好 晚膳过后 好说歹说的 老太君才把沈飞鸾放回鸾秀院 派了两个擅长做药膳的厨娘去她院里 给她调理忧伤过度的身子 将桑雪送去衙门的下人 早早等着回禀 但确认桑雪已经被金赵府关押 她才觉得深深地出了一口恶气 偷到主子财物 涉事金额巨大 且偷的还是遇刺之物 一百大板跑不掉了 五十大板 外加一百大板 沈飞鸾几乎可以肯定 桑雪必死无疑了 可金赵尹这种地方 被打死了 也只能算你倒霉 家属顶多把遗体带回去 没有别的什么好闹 若是敢闹 那些家属 也会被抓进去打板子 小姐 桑雨犹豫着 奴婢家人在外头厚着了 小姐您今日身体不舒服 不如奴婢领他们下去歇息 明日再来听小姐差遣 不必 沈飞鸾摸着被老大夫包起来的左眼 让他们进来吧 我刚好有事 要他们替我去办 桑雪入狱 明日她的家人就该来闹了 她不想看见 那一家子贪得无厌的糟心玩意儿 上辈子那家人花着她的钱 在外面过起了大财主的生活 知道她在宫里做了皇后娘娘 与桑雪的关系一天天变差 她才收回了自己的嫁妆 给桑雪家人打理 哪怕是这样 也让桑雪一家人积累了许多人 这辈子都拥有不了的财富 所以才让那婢子觉得 自己也是富家千金了 平白生出 可以与她平起平坐的野心 这辈子 要让他们过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 穷困潦倒的日子 不 她要送他们一家人去英曹地府相聚 第十二章 安排 桑雪的哥哥王甲 二十多岁接手她的田庄铺子 现今不过是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 一副扮猪吃老虎的样子 沈飞鸾开门见山 从今以后 你们接手桑雪一家该负责的事物 做得到吗 昨日傍晚 桑雨去庄子上 把他们从庄家地里拉出来 说二小姐要见他们的时候 庄子上的管事就忙不迭地放人了 是以今早桑雪被打得脸皮开花送官时 他们在角落里目睹了全城 这会儿见到沈飞鸾 三个人都有些不敢冒犯 但既然二小姐开口问了 王成跪在地上回答道 回二小姐 奴才做得到 她也不是什么没有血性的孬肿 之前小竹子宠幸桑雪一家 连带着她女儿 在鸾修院的日子都不好过 她那时人微言轻 连二小姐的面都见不到 世道艰难 她只能忍气吞声 任由那一家人欺负 只求能安稳度日 可现在 有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递到了她手里 她必须紧紧抓住 屋外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贴在门口 想听清屋内的动静 春眠 你干嘛呢 春小刚从小厨房端了燕窝来 就看到这样的场景 没脑子地问 春眠受了惊吓一般 惊慌失措地将春小推到一边 小声道 小姐把桑宇的家人 从庄子上叫来了 你知不知道 小姐有事 要吩咐他们做吧 则 她愁眉苦脸的 我这心里不踏实 你说 我以前和桑雪关系好 还排挤过桑宇 现在桑雪落了难 桑宇会不会针对我啊 春小的双压记 在头顶摇了摇 我觉得桑宇姐姐人很好 只要咱们用心为小姐办事 她不会为难咱们的 她和桑雪姐姐比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桑宇姐姐 嘎吱 房门被推开 王甲和潘九娘 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出来 完全没注意到 垂头站在游廊里的春眠和春宵 桑宇一手搭着门 眼睛看向二人 我不是桑雪 对打压 你们没兴趣 你们没必要怕我 但是春眠 下次你再敢偷听主子说话 桑雪的今日 就是你的来日 春眠打了个寒颤 低头忙说 桑宇姐姐 我再不敢了 不知道是不是二小姐 身上有魔力 怎么桑宇只与她亲近了两日 眼神里的威严 就比作威作福了这么多年的桑雪 还要可怕呢 春晓端着燕窝随桑雨进去 春眠不敢久留 一溜小跑回了下人房 沈飞鸾喝了一口宵夜才到 王甲 我这里有一万两银子 明日我还会把一些田庄铺子 交给你和你爹娘一起打理 不过 在此之前 我要你组一支商队 去西域跑一趟 尽可能地多运些棉花过来 最好能买到棉花种子 棉花 这个 奴才没听说过 沈飞鸾从大瓷瓶里 抽出一幅画来打开 我画好了图 你照着这个找 记住了 有多少 我要多少 王甲看图的功夫 他又道 鸭毛额毛也要 不过价格 你自己把控好 半年后 大叶朝将迎来三十年一遇的暴雪灾害 这时候 突厥又发动战争 边关将士史料不及 粮草与玉寒衣物 都攻击不及时 那一仗 败得惨烈 最后是爹爹率军之援 爹爹因此还感染了风寒 后来每逢阴雨天气 他就咳嗽不止 沈飞鸾也是在西域商人天价 向大叶朝出售棉花时 才知道 此物做成棉衣 比民间百姓用格 麻 丝做成的玉寒衣物 要暖和多了 前世慕容宅抓了一个西域商人严刑拷打 那商人说 棉花在西域当地 是很廉价的商品 一文钱就能买很多 结果运来大叶朝 千金难求 也是那个商人说 鸭绒与额毛都可以做成棉衣 比一般的布料都预寒 现如今 沈飞鸾就是要夺了慕容宅的仙姬 就万民于水火 王甲将棉花的样子系在脑子里 青色的脸上露出坚毅神色 奴才定不负小姐所托 交代好所有的事 夜已深 桑宇伺候着沈飞鸾睡下后 才退回梨花厨中休息 睡下不到一个时辰 桑宇又进来了 脸上表情极为复杂 小姐 桑雪 桑雪她 没了 沈飞鸾看着漆黑的仗顶 哼笑了一声 她的生命力也够顽强的 我还以为她挨不住一百棍就会死的 还是坚持到打完了 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桑雪死了 她心里只觉痛快 荡 荡 荡 不知是哪传出来的敲钟声 一下又一下撞击着 反倒让沈飞鸾沸腾的心平静下来 明月如银盘 幽冷的光照在北厢房 柳翩然手里的帕子都被她扯遍了行 娘亲 那沈飞鸾软硬不吃 咱们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下去了 僵尸坐在床边 手指灵巧地缝着一个香囊 不紧不慢道 你听到钟声了吗 是圣安寺的方向传来的 她笑了笑 将香囊系在柳翩然腰间 放心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皇家那几位皇子了 到时候 娘亲帮你好好挑挑 定要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娘 谈及自己的钟声大事 柳翩然扭捏着身体 有些不好意思地捧着脸 皇家最尊贵地黄到了他们嘴里 倒成了可以随意挑选的大白菜 晨起的鸡鸣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寿喜堂里逐渐有了走动声 老太君 该起了 国公爷刚才派人传了消息回来 圣安寺那位空爵大师原济了 夜都三瓶以上的官员家眷 都要去庙里拜拜 什么 空爵大师 那可是当今皇帝的亲生父亲 当年慕容战谋朝篡位 慕容家这位老家主强烈反对 可惜他那时已经被架空了权力 他的抗议也无人在意 所以后来慕容战登基为帝 想封他为太上皇 他不仅拒绝 还直接在圣安寺出家修行 皇帝未表孝心 将圣安寺定为皇家寺庙 想顶圣香火 怎么会 去得这么突然呢 第十三章 刺客 然而 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老太君起身 快些派人去通知鸾修院和亭歌 别误了时辰 陈某某手脚麻利给他穿衣 已经通知了 小公爷和二小姐在大厅吼着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姜姨母和表小姐也来了 他们来做什么 柳家祖上虽也出过三品大观 但那都是老皇帝了 现在的柳家 只能算有点 小钱的书香门第 柳片然他爹三十多岁的年纪 到死都还只是个秀才 并无官职 当年能娶到姜王爷家的庶女 都是高攀 属于祖上蒙英 三年前 柳片然那个秀才爹 郁郁不得志 忧思成吉而亡 将是没了王府做靠山 母女二人在柳家受尽排挤 写信向国公府求救 只是为柳片然寻一门好亲事的话 老太君是不介意的 可昨日发生那档子时 就让老太君很不开心了 别说他家南南 只是处置自己院子里犯了错的下人了 就是在整个国公府做威做福 也轮不到旁人来说三道四 区区庶女 给他脸才叫一声姜姨母和表小姐 真要说起来 将王爷三个女儿 南南的母亲 和远在朔方郡 嫁于朔方郡太守的江王府小郡主 才是真正的血亲 只不过小郡主嫁得远了 朔方郡记录塞又是抵御匈奴的边关要塞 轻易不会传信 南南的姨母和表姐 同共只写过两封信回来 听说将士之前给圣安寺捐了不少香油钱 空爵大师元祭 有一部分香客也能去祭奠 这是寺里的名额 将士远在江南 却成了夜都圣安寺 有名有姓的香客 这真是有趣了 寄来了 那便一道去吧 这一晚的夜都 灯火通明 车水马龙 所有的车队都朝着圣安寺而去 沈飞鸾看到沿途都有重兵把守 上山的马车经过严格搜查 没有问题才放行 那些守卫各个神情凝重 往日里这些人时 不敢搜容国公府的马车的 今日却也撩开车帘 仔仔细细看了 不对劲 他皱了皱眉 难道空爵大师不是正常元祭 而是被刺杀的 老太君 二小姐 搜查的侍卫低声道 国公爷让卑职来护送二位 老太君不解之时 沈飞鸾已经凑过去 你们再抓刺客 传言荣国公府的二小姐 是个恋爱脑 娇气又单纯 侍卫没想到她的直觉如此敏锐 眉头一跳 左右看了看 确定无人才用 低不可闻的声音答了一句 是 沈飞鸾回挥手 侍卫退下 老太君紧张眼纯 眼中复杂 怎么回事 空爵大师的馋房附近 有武功高强的暗卫把守 寻常身边也跟着不少人 怎么会被刺杀 而且刺客还没抓到呢 前世空爵大师 是过了中秋节才圆祭的 现在离中秋还有半个月呢 她已经不记得前世 这个中秋 她在做什么了 毕竟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只依稀记得 空爵大师圆祭之后 叶都静言了很长一段时间 风声鹤唳的 连宴会都无人在举办 只不过 那时候她并不关心这些 一心扑在慕容宅身上 只听说 好像不久后 抓了几个突厥细作 但 重来一世 她会动脑子想了 空爵大师是皇帝的父亲 圣安寺有重兵把守 寻常人等 更是进步的大师半步 她自觉慕容是罪孽深重 常年礼佛 轻易不出禅房 什么细作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潜入境取 杀了空爵大师 在神不知鬼不觉地 全身而退 这不可能 若真是 也必定是理应外合 并且 这个礼身份还不低 能护刺客周全 那那 老太君抓住沈飞鸾的手 去了寺里不要乱跑 乖乖跟在祖母身边知道吗 沈飞鸾点头 也用力回握她的手 荣国功夫是大业第一豪门 按着进入的顺序 皇族之后 便是国功夫 沈飞鸾下马车的时候 抬眼就看到 慕容宅骑着马 跟在柳翩然的马车旁 她被桑宇搀扶下来的时候 慕容宅正对着柳翩然抬手 似乎是想扶她下来 可柳翩然却避过她 半依靠在丫鬟的怀里 腿脚有些不便地下了地 清冷疏离的样子 为她的美貌 再添了几分孤傲 察觉到沈飞鸾的眼神 柳翩然更是害怕地退了两步 与慕容宅拉开距离 微微欠身后 挽住了僵尸的手臂 用行动向沈飞鸾证明 她对慕容宅并无非分之想 玩儿 慕容宅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朝她小跑过来 方才上山的时候 你表姐的马车坏了 还摔下来崴了脚 所以我让侍卫把他们的马车修好 烧了他们一段 她脸上带着笑 对着老太君坐一 老太君好 昨日饭桌前 喃喃地控诉字字气血 老太君面色不悦地点了点头 并未说话 没猜错的话 柳翩然应该是 摔在慕容宅怀里了吧 还真是沉不住气 沈飞鸾看了柳翩然一眼 哼了一声 什么表姐 不过是江南来的破罗户亲切 我表姐是朔方俊太守的爱女 她什么身份 就敢乱攀亲切 她说这话的时候 并未放低音量 后头几家马车里的夫人小姐 全都听到了 好奇地打量着江氏母女 慕容宅皱眉 不喜欢她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 开口就想教训她 卵儿 你这 祖母 咱们赶紧进去吧 后面的人都被挡住了 老太君也没拿正眼瞧她 紧紧地拉住孙女的手 将她带入寺中 紧跟着他们的江氏母女 双双红着眼眶 被人欺负了似的 委委屈屈地跟着过去 一股心香从鼻尖划过 慕容宅对柳翩然露出怜惜的目光 沈飞鸾被容国公宠坏了 性子娇蛮 柳姑娘柔弱内向 又记住在国公府 被沈飞鸾不喜 日子不知过得多艰难 若是沈飞鸾 知道她心中所想 免不得要吐槽两句 才来了国公府两日 你就知道 她日子艰难了 容国公府的人进入寺庙后 陆陆续续地 才有百官家眷入内 面上不敢讨论 但心里都躁动起来 刚才那对母女 是谁啊 第十四章 残疾 酷暑八月 圣安寺暂时存放空决大师遗体的 暂时停在大雄宝殿 鸟鸟青烟缭绕在整个大殿 檀香压过满屋子的脂粉香气 围坐在棺果周围的僧人 嘴中念念有词 敲打着沐鱼 皇帝与皇后 昨夜收到消息 就已经单独拜祭过了 此时的正殿里 都是三品大官的家眷 三皇子和三皇子妃 乃正宫皇后之子 被留下来 招待百官家眷 和祖母一同祭拜之后 由三皇子妃 引着送入寺庙后殿歇息 里头已经有好些王妃 郡主之类身份的皇亲贵族在了 见沈飞鸾进来 永固公主第一个迎上来 直接挤开三皇子妃 沈姐姐 你终于来了 快过来 我给你留了座位 沈飞鸾向后退了一步 臣女见过公主 慕容灵动作一顿 沈姐姐何故如此生疏 我们以前 脸上无半点笑意的少女无视她 转而对三皇子妃道 多谢三皇子妃 亲自为臣女和祖母引路 诸事繁忙 臣女与祖母会互相照应的 三皇子妃自去忙吧 她不卑不亢 已经令三皇子妃受宠若惊 这沈飞鸾是怎么了 以前三皇子和八皇子 互相看不顺眼 美美照面 沈飞鸾不是横眉冷对 就是鼻孔朝天的 今天怎么这样客气 瞧着 反而没给永固公主半点脸面 而且 她牵着老太君的手 并没有去永固公主身边 再往后走了两步 去了承恩侯夫人那边 承恩侯府的三小姐杨欣运 立刻挽住她 在她耳边说着悄悄话 三皇子妃当即去看慕容林的脸色 果见她脸黑如漠染 一双带着利器的毛子 死死地瞪了沈飞鸾一眼 她笑了笑 看来那天国子健 传回来的消息是真的 沈飞鸾和老八 好像真的闹别扭了 与此同时的丞相府 严丞相下了朝并未归家 而是带着一众朝臣 直接去了圣安寺 丞相夫人李氏 因着严三郎摔断腿的事 留在府中主持大局 严丞相的爱妾诸事 长着一张娇俏妩媚的脸 哭起来也格外地惹人怜爱 夫人 三郎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 您一定要为三郎 找出幕后黑手啊 我可怜的三郎 大夫说 他的左腿已经废了 再也好不了了 夫人 您一定要找出真凶 帮三郎报仇啊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梨花带雨 我见游怜 再说 谁不知道三郎是丞相府的 那些人居然敢对他下手 分明就是冲着老爷来的 若不彻查清楚 今日遭难的是三郎 明日怕是老爷和大郎 也难保平安 呜呜呜 好了好了 你别哭了 李氏揉着太阳穴 这不是已经派人去国子监打听了吗 哭得我头都要裂开了 赶紧坐下 诸事这才收脸 擦了擦脸上的泪珠 就知道 夫人最是心疼人的 是切眉规矩了 一旁的严姗姗翻了个白眼 爹都不在 星星做太给谁看呢 姗姗 严氏瞪了他一眼 你给我回房去做女工 嬷嬷让你绣得鸳鸯 你绣好了吗 严姗姗一听女工二字 十个手指头又钻心地痛了起来 他呲牙咧嘴回道 本来就是 我说错什么了 三哥跟着八皇子 整日不学好 在外头惹是生非 坏事做尽 这次 指不定是哪个从前被他欺负过的人 找他报仇来的 朱姨娘让我们从哪里查起 要我说 若是姨娘再不严加管教三哥 将来他要断的 恐怕不只是那条腿了 断头都不稀奇 你 你就不能判你三哥一点好 严姗姗吐了吐舌头 在严示 要发火之前 脚底抹油跑走 在房门外 正好撞见 从国子剑打听回来的下人 他浑身湿冷 严姗姗抬头一看 才发现 原来外头下雨了 又不得不跑回来 正好 他也想知道 到底是哪位勇士 打断了 他这位小霸王三哥的腿 与稀利利地下着 有逐渐变大的趋势 戴珠氏失魂落魄地出来 大鱼已经遮天蔽日 青盘下 怎么会是八皇子呢 去国子剑打听的下人回来说 那天六皇子的马术队极为勇猛 上场就得了八分 把八皇子压制得死死的 八皇子为了赢得比赛 就让严三郎带着人去使阴招 想把对方球员的腿打断 结果到了关键时刻 严三郎的马疯了一样 到处乱窜 八皇子的人 原本瞄准六皇子的人打 却被突然窜出来的严三郎挡住了 挥下的球杆砸在他腿上 又从马背上滚下来 小腿骨被失控的马 疯狂踩踏了十几下 骨头都踩碎了 请了七八个大夫 都说三郎以后 恐怕一条腿难以恢复了 要做一辈子的残疾 李氏摇了摇头 头疼得很 这能怪谁呢 只能自认倒霉了 大雨中 荣国公府一处隐蔽的后门被推开 穿着缩衣的高大身影 快步冲进房廊下 摘下头顶宽大的遮雨帽 怎么样 事情办好了吗 是按照二小姐吩咐的那样说的吗 王甲脱下缩衣 拍了拍身上的水汽 阿爹 放宽心吧 二小姐让我传达的 我都一字不落地 转给丞相府的下人了 没让他们看到你的脸吧 怎么可能 王甲解释 全程我都没出面 找了个国子健的穷学生 他那天没去看球赛 又好奇发生了什么 我装成了一位 富家公子的书童告诉他的 当时丞相府的下人躲后面偷听 连我的背影都只看了个 大概就赶紧回去报信了 全程都只有他和那个穷学生的背影 就是现在 他走到那个来打探的下人面前 也一定不会被认出的 那就好那就好 王成对他竖着大拇指 这是二小姐教给咱们的第一件事情 可不能办杂了 对了 王甲一边走一边问 桑宇他爹娘来了没 还没呢 王成答 张大风和他婆娘管着 二小姐外头的铺子捞油水 哪能这么快过来 这又下着大雨 估计要耽误不少功夫 看了看外头阴沉沉的天色 王甲眉头紧锁 这么大的雨 小姐他们今夜怕是没法下山了 他想的一点也不错 沈飞鸾和一众人等 的确被大雨困住 下不来了 第十五章 争吵 怎么搞的吗 下这么大的雨 山路崎岖湿滑 咱们都走不掉了 圣安寺虽然是皇家寺庙 但空爵大师喜清静 不愿被世俗所扰 所以山中相防并不十分多 要放下这么多官员 以及官员家眷 尾时有些困难 几位王爷 皇子 公主 就要占掉一大半了 宋经的僧人少了一半 都去安排贵客们的食宿了 沈飞鸾当然不用急 不管是论资排辈 还是拼家式背景 也绝对轮不到他 风餐露宿 老太君的乡房 甚至在几位皇亲国妻之前 就被安排好了 没办法 谁让他是 容国公府的老太君呢 谁让他儿子 掌握着大业百万雄狮呢 永孤公主 这乡房是安排给我的 是吗 可这离我住的乡房比较近 不如你跟我的丫鬟换一换吧 你 杨信运的行李 都被扔在廊下 慕容林正指挥着贴身宫女 将房间占下 沈飞鸾收了伞走过去 牵住她的手 直直走向慕容林 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鸾儿 别 杨信运自是知道 自己的好姐妹 与八皇子正打得火热 以她的家世门第 只要她想做八皇子妃 贵妃娘娘 只怕会乐开花 若是为了自己 与八皇子的亲妹妹 永固公主结下仇来 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沈飞鸾 这话 应该本公主问你吧 天界的公主 自小锦衣玉石 尊贵无比 也从学不会低头 她今天已经 被沈飞鸾得罪好几次了 现在才发难 想来是忍无可忍 你今日吃错药了不成 总是帮着外人来对付我 我皇兄若是知道了 定有你好果子吃 谁不知道 沈飞鸾是她皇兄的田狗 只要搬出皇兄来威胁她 她就会认错求饶 还会帮她赶走 承恩侯府那个讨厌的三姑娘 什么外人内人 却不想 沈飞鸾冷着一张脸道 昔儿是自小于我一道长大的姐妹 真论起亲书来 一百个八皇子也比不得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公主若是识相的 自己带着宫女离开 不然闹大了 你说贵妃娘娘是站在我这边 还是你那边 废话 贵妃娘娘费尽心思 就是为了促进沈飞鸾与八皇子之间的感情 万般讨好 也是想早日娶她过门为八皇子妃 若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拖后腿 肯定要骂死她的 说不定还会让她给沈飞鸾道歉 慕容林胸口剧烈起伏 眼睛都憋红了 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 好 好的很 沈飞鸾你给我等着 等着什么 无非就是找慕容宅告状 她怕个锤子 公主 还搬吗 啪 宫女挨了一巴掌 不敢作声 慕容林冷哼一声 目光怨毒 把杨三姑娘的行李搬回房中去 免得我们比公主气性 还大的荣姑公府二姑娘 给我好看 被分到这个院子附近的 都是一品大臣家卷 永固公主与未来嫂子大战 她们不敢参与 但都躲在房间里 露出门缝偷看着 前日只听说 沈飞鸾与八皇子之间 好像起了局雨 怎么现在看着 和八皇子的妹妹 也水火不容呢 沈飞鸾鱼光扫尸 满意地仰起嘴角 这就是她想要的效果 她要向整个夜兜的人显示 自己与八皇子已经决裂 并且永不会和好 一次吵架是不成的 她就要无时无刻 与慕容林对着干 再无休止地 当着众人的面 和慕容宅争吵 慢慢他们就会认定 荣姑公府 与八皇子已无任何关系 而这过错 她也必须推给慕容宅 柳翩然就是 很好的背锅侠 谁让这会儿慕容宅 正在给僵侍母女 安排住处呢 你抢别人房间 还有理了 沈飞鸾得理不饶人道 行 你不是要跟八皇子告状吗 我们现在就去找她平平脸 看她到底帮谁 她松开杨兴运 抓住慕容林的手臂 拖着她就往外走 你干什么 你这个疯缘 你放开本公主 怎么 要告状的是你 这会儿又心虚不敢去了 是不是怕八皇子 站在我这边 你会丢人啊 想来也是 如果我是你 都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谁心虚了 走就走 你别拉拉扯扯的 我自己走 慕容林被她激将法激出了火气 抬脚就去找慕容宅 躲在乡房里的 侯爵高官的夫人和小姐们 一听这么惊爆 也干脆不躲了 全都不约而同地打开房门 跟在沈飞鸾和慕容林身后 去看热闹 路上碰到相好的夫人小姐 窃窃私语一番之后 也跟上了队伍 又热闹不看 不是笨蛋吗 八皇子这么大个人 身份之尊贵 沿路随便找几个小沙迷问一问 就知道了她的下落 慕容林虽然有一瞬间的疑惑 不明白 皇兄怎么会去那么偏僻的地方 但只要一回头 看到沈飞鸾那双细血的眼睛 她就火冒三丈 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更何况 那么多人跟出来 她被架在空中 已经下不来了 只能一条倒走倒黑 半路逃跑 不然她丢不起这个人 深庵寺后有一片竹林 竹林中有一条竹子休憩的小道 天气晴朗时 漫步于此 也别有一番风味 只不过这会儿 雨势虽然没这么大了 仍有毛毛细雨纷飞 夫人小姐们打着伞 无心观赏风景 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恨不能长一双翅膀 飞到八皇子那头去 柳姑娘 委屈你和江夫人 现在此处休整了 放心 这里虽然偏僻 但外头 有我安排的侍卫守着 不会有危险的 在众人眼前 夏侍卫刚关上禅房门 低着头走出来 就看到一双精致的绣花鞋 她猛地抬头 禅房里的声音还在继续 女子声音温柔软糯 略带清冷 多谢八皇子殿下 名女给您添麻烦了 不必言谢 卵儿她性子刁蛮 对你颇有敌意 大概是不会给你安排住处的 你安心在此处住着 等雨停了 我再安排你们下山 殿 嘘 夏侍卫刚要出声提醒 她腰间的长剑 就被人抽出 冰冷的利刃横在她的脖梗 敢说话 我就杀了你 第十六章 闲脏 少女 那双桃花眼中 满是被挚爱之人背叛的愤怒与惊诧 但她反应极快 挟持住了下侍卫 脖子上传来的刺痛 令她不敢轻举妄动 慕容灵张大了嘴 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 稀稀落落的雨声中 女子声音再次幽怨地 传到众人耳中 偏然身世低微 卵儿表妹出身高贵 本就不是同路人 原是我痴心妄想 能与她成为好姐妹 殿下不要为了偏然 对卵儿有威慈 卵儿表妹 天之娇女 应当自傲 这话说的 怎么听着就那么隔音呢 像是夸人 又让人觉得 沈飞卵太不可一世 仗着身份欺负人 果然 八皇子语气中的心疼 掩盖不住道 若是卵儿 有你一半懂事 我也少为她操些心了 屋中少女应该是害羞了 因为又有一个成熟的女子声音道 殿下把我家偏然都夸害羞了 嗨嗨咳 慕容宅也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 前面还有事 我就不多留了 告辞 我送送殿下 嘎吱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下侍卫夺夺过沈飞卵手里的剑 插回剑鞘 脸色难看地 走到慕容宅身边 手还捂着流血的脖子 她倒聪明 怕被责罚 自己往剑上撞 伤口看着吓人 实则根本没伤到要害 玩儿 慕容宅有一瞬间的停顿 而后又若无其事地走过来 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方才你和老太君走得急 把你姨母和表姐都忘了 你看 我都帮你安顿好了 感情她的意思 是在帮她善后 沈飞卵冷笑一声 八皇子殿下 这是把臣女当傻子糊弄了 臣女记得 上山之石臣女 就已经告诉过你 这二人不过是来 夜都投靠国公府的穷亲戚 为何你假装不知道 还对他们如此亲近 不惜贬低臣女来抬高她 臣女刁蛮任性 她温柔可人 臣女不懂事 让你烦心 她懂事 她样样都好 那八皇子 何不将她娶回家去 与我这蛮横无礼之人 纠缠做什么 卵儿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不要狡辩了 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 卵儿表妹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你和八皇子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 千万不要为了我吵架 我真的不想事情变成这样 为了你吵架 眉燕少女微微抬头 尖尖地下巴对着人 露出不屑的眼神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为你吵架 我只是看不惯有的男人 一边说爱我 一边践踏我而已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还有 你娘只是我娘亲的庶妹 庶出之女严格算起来 不过是我的奴才 你哪来的脸 叫我表妹 想为自己抬身架可以 踩着我就不行 明白吗 一顿输出 对得几人哑口无言 慕容宅还想解释 桑宇将她拦下 众人也都看着沈飞鸾 想看看她那张樱桃小嘴里 还能放出什么珠心毒箭来 三心二意的男子我嫌脏 八皇子日后 还是莫要在等我容国公府的门了 转身 她走了几步 又回头笑了笑 不过 若是想求娶柳翩然 那欢迎你来 反正柳姑娘来夜兜 也是为了让我国公府 为她寻一门好婚似的 我看你俩挺般配 祝你们早日完婚吧 卵儿 别说这种赌气话 我 沈飞鸾根本不给她机会 把话说完 对身边的杨兴运道 以后 找男人要擦亮眼睛 别像我 看中个又脏又听不 人话的 知道吗 杨兴运呆愣愣地点点头 震惊地都说不出话来了 扑吃 周围那些命妇小姐 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沈三小姐说话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意思了 又脏又听不懂人话 那不是畜生吗 骂人都不带脏子 高啊 一群衣着低调 颜色偏淡的女子 蜂拥而来 又呼啦啦走了得干净 竹林里气压都低了好几个度 慕容宅瞪向下侍卫 却看到她流血不止的脖子 一股玉气在心中难以抒发 滴滴的抽气声响起 寅远又害怕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呜呜呜 身子孱弱的少女 双手捧脸 哭得站立不稳 气喘吁吁 泪光点点 像是碰一下 就会碎了似的 慕容宅脸色沉沉 也无心安慰 只留下一句 与你无关 便匆匆离去 僵尸握住柳翩然的手 咬牙切齿道 这个沈飞鸾是我们的克星吧 砖坏我们的好事 柳翩然擦干净泪水 目光中带着狂热的病态 娘亲 你看到了吗 她很生气 她生气 代表她真的很喜欢八皇子吧 本来也不是非八皇子不可的 现在 她势必要将八皇子抢到手了 临近入夜 小雨又变为大雨 用过晚膳后 沈飞鸾就依偎在老太君怀里 听她讲祖父当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故事 她时不时硬喝两句 逗得老太君开怀大笑 直到老太君精神不济 开始打哈欠了 沈飞鸾才告退 回了偏房去歇息 陈嬷嬷给老太君盖上被子 脸上笑意还未消减 二小姐真是长大了 您还担心她伤心难过 您看看她那样 根本就没把八皇子和那两母女当回事 还变着法的逗您高兴吗 老太君闭上眼 笑了一声 我的南南向她祖父 决定舍气 就绝不会拖泥带水 优柔寡断 如今我是真正放心了 经此一事 我相信 她不会再轻易落入 男人甜言蜜语的圈套了 下午的是 老太君已从旁人那里得知 气愤归气愤 但这事 南南自己处理得很好 没有剁了容国功夫的脸面 她又不免觉得欣慰 这边风平浪静 八皇子那边就狂风暴雨了 慕容灵吓得不敢抬头 缩着肩膀 低声为自己辩解 我也不是故意带她去的 我乃知道 皇兄你草屋藏娇 在那里撕毁家人 还不是她鸡我我财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慕容宅怒吼 你知不知道 如果她不再见我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怎么会 慕容灵恶毒道 咱们生米煮成熟饭 不就好了吗 你是说 第十七章 强闯 大雨下了一整夜 像是上天 也在为空爵大师的离去 而惋惜落泪 一夜无梦 睡得香甜的后果就是 沈飞鸾整个人容光焕发 桑宇将她的头发完好 因为不能穿鲜艳的衣裳 便只在头上攒了几朵 镶嵌了珍珠的小白花 衣裙也选了一整套 米黄色的酱肖裙 简单肃静 又名利可人 小姐可真美 桑宇甜笑着 日后谁家郎君娶到小姐 可真是祖上积德了 这小丫头 怕她还为昨日的事伤心 再换招法地开导她 沈飞鸾也笑 我家桑宇嘴这么甜 日后嫁的郎君也有福了 小姐 桑宇羞红了脸 一脸的羞愤 小姐 八皇子来了 房门外 春眠和春晓拦着慕容宅 八皇子恕罪 没有小姐的同意 您不能进去 婉儿 我给你带了你 最爱吃的桃花酥 你开开门好不好 门 很快就打开了 但出来的并不是沈飞鸾 而是她的贴身丫鬟桑宇 她冷着脸 与主子同样的冷冰冰 八皇子殿下请回吧 我家小姐说了 男女瘦瘦不轻 她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总是与男子 见面会有损她的轻欲 也请八皇子体面先 莫要再纠缠不休 桑宇 我和你家小姐这么多年 难道你看不清 我对她的心意吗 我不可能让她因为误会 就从此将我推开 好桑宇 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或许是知道自己长得好 又是皇子 对待女子 她向来都用这一套 前世的沈飞鸾 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现如今擦亮眼睛 看到的竟是她 无论对谁都用美男计 是以为这世上的女子 都会被她的皮囊迷住吗 桑宇一阵恶寒 像被迫喝了三斤油 心口堵得慌 眼中嫌弃更是快意出来 只碍于她的身份 捶着眼道 八皇子请回 她怕她再看一眼 都觉得眼睛疼 曾经百事百灵的招数 居然不管用了 慕容宅有些恼怒 你让不让开 不让 小姐说不让 谁也不许踏进她的房中半步 八皇子这是在做什么 老太君一身闷青色的绸缎马面裙 那双幽深的眼睛 看着慕容宅 我家楠楠乃名门贵女 岂会私会外难 你若想强闯 老身这就去见皇后娘娘 让她为我国公府主持公道 看来私下里 把沈飞鸾哄好的这条路 已经走不通了 慕容宅引去眼底阴霾 对着老太君捉衣 老太君 是我鲁莽了 只是轮儿误会我了 我情急之下有些冲动 还请老太君误怪 以为她姿态摆得低就行吗 当着僵尸母女的面说 她家楠楠坏话的时候 不挺狂妄的吗 鲁儿不愿见你 你请回 误要试了风度 被老太君赶走的慕容宅 快气炸了 回去就通知夏侍卫和慕容林 昨日鲁儿说的法子 就按她说的来 雨过天晴 山路仍然泥泞湿滑 昨日除了容国公爱女 与八皇子决裂的事 轰动整个圣安寺 其余都算得上平静了 刺杀空爵大师的刺客并未出现 大臣们猜测 或许是已经逃下山去了 不然也不可能 他们翻遍了整座山头 也未见刺客踪迹 昨日沈飞鸾他们这一批 已经第一时间去祭拜过空爵大师 今日后面还有人在等着的 也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到时候 空爵大师要下葬 立长生牌 那都是皇帝和大臣们去参与 跟他们女眷更没关系 难得来一趟圣安寺 后山的喜圣泉事业都非常出名的 天然泉水泉演 许多百姓都会带着水桶 来山上求泉水回家 给家人治病 寄来了 天也晴了 小姑娘们三三两两约着 都要去洗圣泉 杨新韵也不例外 仰着沈飞鸾陪自己一起去 她本来怕不安全要拒绝的 但是在看到慕容林 眼神若有肆无飘过来时 又笑着应望 并且对桑宇道 去把表姑娘也请过来吧 免得 她又到处去跟别人说我欺负她 显得我多恶毒似的 众人心想 这是还在为昨天八皇子 亲近柳片然的事生生气 女子们带入自己 与沈飞鸾共情 大多不待见柳片然 男子们却都觉得 沈飞鸾太过专横霸道 哪有男子不那些的 就算以后沈飞鸾嫁给八皇子 八皇子也会有侧妃 有侍欠 他这么容不得人 那万一以后 八皇子有幸成为太子 成为九五至尊 难道要守着他一个人过吗 他们觉得 沈飞鸾做得太过了 男子建功立业 不就是为了江山与美人吗 那些觊觎容国公兵权的人 也不得不重新审视 自己是不是能为了沈飞鸾 放弃今后那些的可能 一辈子就守着他一个人 喜圣泉也不止只有泉水可喝 顶端风景也美 绿树成荫 鲜花锦簇 雾气缭绕 仿若仙境 突然被请来的 柳片然有些许忐忑 不敢与沈飞鸾走得太近 他可没有天真到以为 昨天发生那样的事后 沈飞鸾还能善待自己 柳表姐离我这么远做什么 怕我吃了你不成 他已经拆穿了江市 是庶女的身份 柳片然作为江市的女儿 自然高贵不起来 偏要在表姐前面加个姓氏 此刻听起来 更像是嘲讽羞辱 周围人都一本正经的交谈 实则竖起耳朵 听这边的动静 柳片然吸了吸鼻子 苦笑道 鸾儿 你一定要这样阴阳怪气吗 昨日的是我当真 我以为是你让八皇子 给我和我娘安排住处的 我和八皇子昨日才认识 他都是 看在你的份上 才对我和我娘多加照顾的 这么解释也合理 沈飞鸾去了他一眼 我都跟我祖母住在一处 怎么没见他单独给我安排 柳表姐莫要望自菲薄 你这副美貌 还是挺勾人的 说 柳片然不要脸勾引八皇子 又往上走了走 慕容林始终跟在他们身后 这事忍不住就要动手了 都一样的 沉不住气啊 啊 柳片然突然痛呼一声 跌倒在地 脚踝处传来剧痛 我脚扭了 沈飞鸾若无其事地 扔掉手里的小石子 机器不耐烦道 你麻烦死了 第十八章 局中局 前世慕容宅为了断了他的后路 无耻地毁他清白 后又当众表示 不介意他非完毙之身 顶着群臣的压力 娶他为非 导致他死心塌地为了他 直到荣国公府被灭 他自己也身陷痛苦 他才幡然醒悟 一切都是慕容宅的诡计 如今 就是重演 唯一与前世不同的是 今生他把柳片然带上了 还有什么 比让慕容宅算计错人 更好的报复呢 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应该会暴跳如雷吧 柳偏然痛得跌坐在地 怕沈飞鸾真的丢下自己 急道 表妹 我是跟你一起上山来的 理应同你一块下去 不然我真出了什么事 你也不好向我娘 交代是不是 这句话 好像让沈飞鸾真的有点顾虑 他皱了皱眉 既然如此 那行吧 我这就去喊人来 你别乱跑 杨幸运本来也想留下 但慕容宁怕他坏了计划 拉着他 非要上山顶 去看陵路许愿 实际上 他安排的人已经叙事待发 认准了穿米黄色衣裙的沈飞鸾 只要他落单 就立马过去挟持他 沈飞鸾早已看穿他的不安好心 却不揭穿 反正他带柳偏然来 也有自己的算计 就看谁计高一筹了 堂王补缠 黄雀在后 这一招 他玩得也很得心应手的 有重生这个金手指在 他能提前预测到敌人的每一步动作 并且做出防范 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他都知道 慕容灵不就是想让他和柳偏然相争 借柳偏然的手毁了他的名声吗 那他就反过来 利用他们的毒计 给柳偏然致命一击吧 前世他们给他的痛苦绝望 现在轮到他们了 这一世名声禁毁的人不会是他 把慕容宅当成救世主的 不会是他 被慕容宅利用的人 更不会是他 家破人亡的 也绝不会是他 最后嫁给慕容宅 替他受前世之罪的 必须 必须是柳偏然 扑通 啊 沈飞鸾一个不小心 摔进泉水里 喜圣泉泉水不深 却足够打湿他的衣裳 柳偏然被这一变故吓了一跳 看着湿漉漉站起身的沈飞鸾 心里幸灾乐祸 表面还是关心道 表妹 你还好吗 好什么 没看到我都湿了吗 快点 把你的衣服换给我 眼见着柳偏然犹豫着 抓住自己身上的衣服 沈飞鸾瞪大了眼睛 你不会想我这样出去 帮你叫人来吧 我告诉你 如果我感染了风寒 我就跟我爹说是你推我下水的 看到时候你和你娘在国公府 还怎么住得下去 我爹肯定把你们都赶走 别 卵儿表妹 我没说我不换 我换 将是要做戎国公夫人的目的还没达到 沈飞鸾就知道这招管用 他们处在一座假山之后 那些乞丐藏在另外一边 直到两人换好衣服出来 他们才又看到人 月白色衣服的不是他们的目标 那少女说 我下山去找人来带你下去 你别乱跑 米黄色衣裙的少女点点头说 我不会乱走的 湿漉漉的衣服贴在他身上 显出玲珑身段 沈飞鸾抓着桑宇的手 脚步飞快地往回跑 柳翩然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沈飞鸾专门给他做的局中局 那些乞丐离得远 根本不认识谁是谁 就靠衣服认人 所以 穿着柳翩然衣服的沈飞鸾 下山很顺利 没遇到任何阻碍 实际上 那些乞丐巴不得无关的人 快点离开 他们好动手 柳翩然穿着沈飞鸾的衣服 摸着身上那柔软的布料 心中极恨一闪而过 凭什么 凭什么沈飞鸾的娘亲 可以嫁给容国公 而他的娘亲 就只能嫁一个短命的秀才 他会抢走这一切的 绫罗绸缎 珠宝财富 包括沈飞鸾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爱 他都要夺过来 夺不过来的 就毁掉 他心中突然生起的恶毒心思 也不枉沈飞鸾 刻意穿了自己压箱底的 名贵天蚕丝知己 小美人 你一个人在这里 是等哥哥我吗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大手 搭在柳翩然的肩上 他身体一将 慢慢回过头去 五个色咪咪 脏兮兮的男子 就那么盯着他 看得他头皮发麻 向后缩去 你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嘿嘿 那些人怪笑着 上下打量他 拦住他的去路 将他包围起来 什么干什么 哥几个想让你陪我们玩玩 不行吗 啊 救命 救 刺 刺了 呜呜 大哥 这臭娘妈 好白好嫩啊 咱们今天赚大发了 他骂的 要不是雇主说了 不许真的 老子非要让他 乌言慧语 伴随着柳翩然的乌叶声 刺激着几个乞丐的神经 他们下手没轻没重的 不一会儿 柳翩然雪白的皮肤上 就多了许多青红交错的捏痕 捂在他嘴唇上的手 发出阵阵恶臭 熏得柳翩然只想吐 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都没能逃过他们粗糙的臭手 他绝望地流下泪来 整个人拼命抵抗 挣扎 还留在身上的布料 已经不多了 反胃的感觉 让他呼吸 都不唱起来 救命 不管是谁 来救救他吧 赶着下山去的沈飞鸾 似乎听到了他的呼救 脚步不停地往下 他目光冷然 眼底全是力气 叫吧叫吧 叫得再大声一些 慕容宅就会去救人了 你们在做什么 一道冷力的男子声音落下 还不等柳翩然 从恐惧中惊醒 五个乞丐全部被一剑封猴 腥臭的血液 喷洒在柳翩然脸上 他大叫一声 双手抱头 整个人在地上蜷缩起来 模样凄惨 啊 沈家二小姐怎么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这还看不出来吗 是被人那个了吧 我的天啊 圣安寺不是封山了吗 这些乞丐哪来的 沈飞鸾完了呀 这要是我 一头撞死的了 别给容国功夫蒙秀 第十九章 英雄救美 还好八皇子来了 要不是八皇子 将那些歹人斩杀 那些歹人 还不知道要折磨他多久 倒在地上的乞丐 捂着自己的脖子 不可置信地指着八皇子 最终还是 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就断了气 慕容宅脱下自己的照衣 将少女暴露在外 瑟瑟发抖的身体 包裹得严严实实 连眼睛都没有露出来 男子有力的臂弯 将他抱在怀中 语气沉痛 眼中含泪 对不起 卵儿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对不起 山下守卫这么森严 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 你们看他们 挂在腰上的 好像是三皇子府的令牌 不会吧 难道是三皇子 不想让八皇子 和荣国公府结亲 故意派人毁了 沈飞鸾的清白 怎么就能确定是三皇子 若真是他 怎么可能留着令牌 在他们身上 等着荣国公上门找麻烦 八皇子好深情啊 他一点都没嫌弃 沈飞鸾被凌辱 还在安慰他 哼 那又怎么样 已经被别人玩烂了的破鞋 难道还妄想嫁进皇家吗 不管是不是三皇子所为 至少目的达到了 八皇子子妃 他当不得了 慕容宅抱着沈飞鸾低哄 卵儿莫要听他们胡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我认定的 唯一的妻子 若真是前世那个 被贼人糟蹋凌辱的沈飞鸾 听到他说这些话 早就把他当成唯一的 命稻草 紧紧回报住了 慕容灵也瞪着 刚才出言不逊的芳如梦 芳姑娘 我皇兄与沈姐姐情比金奸 别说今日那些人还没得逞 就是得逞了 我皇兄也绝不会嫌弃 你需要再次胡言乱语 都是说给伤心欲绝的沈飞鸾 听得漂亮话 沈飞鸾脚步微顿 脸上露出嘲讽之色 慕容家的人都自命不凡 眼高于顶 慕容宅游慎 他怎么可能容忍 自己的枕边人 有这样大的污点 满口的不在乎 不过是他心愿未达 需要他这个工具人 锄头脏吗 不会 不仅不会 锄头越脏 说明锄地越勤 来年的收成 才会令自己满意 沈飞鸾对慕容宅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农夫十年耕地 一朝报复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扔掉农具啊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跟在沈飞鸾身后 被他说服来喜盛全巡自家女儿 顺便欣赏风景的命妇们 察觉到不对劲 越过他向前 我怎么听到沈二小姐的名字了 可沈飞鸾 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啊 江氏也在这些人之列 他眼皮跳得厉害 心口发慌 在人群中寻找柳翩燃的身影 老太君看了看 自家孙女没有表情的脸 问了一句 南南 你说柳翩燃扭伤了脚 等着咱们上山来接他 他人呢 在江氏惊恐的目光中 沈飞鸾指着热闹的中央 好像被八皇子抱在怀里 他大步走过去 扬声道 你们在找我吗 杨欣运哭得稀里哗啦地回头 见鬼一般跑过来抱住他 婉儿 你 你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 看看沈飞鸾 又看看已经被八皇子 打横抱了起来的女子身影 怎么回事啊 八皇子怀里 不是沈飞鸾 那是谁 人群不自觉让出一条路来 沈飞鸾和他周围的命妇们 举目望去 都被吓得不清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 八皇子双目赤红 表情沉痛 怀里抱着一个衣衫不整 光着一双银白小脚的少女 那少女的脸 被藏在照衣中 看不清面容 但满地碎裂的一群布料 已经说明了 刚才这里发生了 怎样惨烈的事情 慕容宅脸上痛苦的表情 还没来得及收回 就看到沈飞鸾 拼拼拼拼的立在人群最前面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震惊 扭曲 不可置信 沈飞鸾上辈子 跟这个男人过了一辈子 也没在他脸上 见过这么多丰富的表情 真是 太好笑了 飞 飞鸾 你怎么 怎么没乖乖躺在地上 任人凌辱 怎么没等着你来做救世主 怎么没被你 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情 快步冲过去 因慌乱 还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下 朝慕容宅扑过去 怀中女子还不知是哪位 让她的计划功亏一篑 慕容宅恼怒之下 毫不犹豫松开柳翩然 伸手接触沈飞鸾 鸾儿 小心 包裹着少女的赵衣没了束缚 物地散开 露出里面柳翩然伤痕累累的身体 原本装晕 这下是真的被摔晕了过去 那张没了遮盖的脸 袒露人前 在阳光照耀下 依旧美得不识人间烟火 啊 沈飞鸾受惊吓 一般从慕容宅怀里跳出来 桑宇 春眠 快过来 是柳表姐 她这是怎么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 她还好好的 说等 我们回来接她的 贵女们都知道的 柳翩然扭伤了脚 让沈飞鸾下山去求救 很正常 全是贵族小姐们出行 随身跟着的都是丫鬟 侍卫们都没跟着 谁能想到已经封山 并且有重兵把守的圣安寺 居然还有此等 穷凶极恶的贼人混进来 实在是太可怕了 听说这个柳翩然是 荣国公府的远房亲戚 刚过了三年孝期 因此耽误了说清 都十六岁了还没定下来 此番来夜兜 就是为了寻一门好亲事 如今到好了 遭此大难 夜兜所有的好狼军们 谁还会相看她 翩然 将是尖叫一声 冲过去抱住她 将散开的赵一 又盖回柳翩然身上 她咬了咬牙 看向慕容宅 八皇子殿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我女儿会 会这副模样 被你抱在怀里 又亲又摸 刚才八皇子抱着柳翩然的时候 的确亲吻了她的额头和发顶 手也一直摸着她的手臂和后背 清静地安慰她 虽说是她认错人 这种事情 亲也亲了 摸也摸了 难道一句认错人就能带过吗 慕容宅心中大惊 江夫人何意 第二十章 捅破窗户指 何意 当然是要你 坐着接手的冤大头了 江氏很聪明 她原先是想利用柳翩然的年轻貌美 一边调着几位皇子 一边看谁最有机会登上皇位 可今日出了这档子时 骑驢找马这条路子 是行不通了 那就只能死咬住八皇子不放 名妇 名妇 到底是身份尊贵的皇子 与一个只会后宅因斯的妇人对质 浑身的威压 就能让她舌头打结 两股颤颤 沈飞链拉住江氏的手 让她借助自己的手站稳 为她撑腰道 江姨母的意思是 八皇子你对柳表姐摸也摸了 抱也抱了 亲也亲了 该做的 不该做的都做了 是不是该给她一个名分 这话从沈飞链的嘴里出来 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 我心中只有你 慕容宅急切地想去拉她的手 被她避过 冷着一张脸道 在场这么多姑娘家 八皇子该知道 但凡你向他们求助一句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伸出援手 为柳表姐披上外衣 他们会救她 扶她 甚至带她下山 可你没让他们帮忙 大庭广众之下 与柳表姐有了继父之亲 思以为 八皇子你 已经做好了取她的打算 不然 你这番动作 难道也是为了毁她名节吗 若是坦荡无所图 不管是在人前人后 都保持住君子之风 哪怕刚才躺在那里的 真是沈飞链 她慕容宅 也该让在场的姑娘家来帮助她 而不是她一个大男人 冲上去对受害者又轻又抱 都是人精 捅破窗户之后 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八皇子也想浑水摸鱼 借机逼婚地戎国功夫吧 只不过现在看来 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就是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 毒辣的阳光照射下来 慕容宅只觉得愤怒的火焰越烧越旺 平 谭目的花瓶砸在门板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慕容宅抓住夏侍卫的衣领 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 这就是你的安排好了 本殿要你何用 夏侍卫双膝跪地 殿下 最近二小姐很不对劲 属下怀疑那几位私底下和二小姐有了接触 不对劲 的确很不对劲 她花了三年时间 让沈飞鸾对自己死心塌地 说一不二 从前不管发生什么 她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哪怕有时候不开心了 她嘴上红两句 立马就能高兴起来 是从什么时候变得不一样的呢 细想想 就是国子剑马球比赛那天 沈飞鸾第一次压了六皇子银开始 还有那天赢了比赛的那个神秘人 事后她怎么找都找不到 仿佛人间消失了一般 到底是谁在暗处使手段对付她 秘密监控沈飞鸾 从今天开始 我要知道 她每天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吃了什么东西 说了什么话 下侍卫想 听她说话可能有点难 毕竟容国公的爱女 身边的护卫和暗卫都不会少 至于其他要求 那都好说 竹林蝉房 沙沙作响的竹叶 再也没了清雅的调子 房中传出柳翩燃 撕心裂肺的哭声 枕头被子砸了满地 她试图去抓沈飞鸾 都失败了 跌坐在地上大哭道 沈飞鸾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里惹到你了 你要这么恶毒 啪 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 沈飞鸾 我一定会杀 啪 又是一巴掌 沈飞鸾将她从地上抓起来 抵在门上后 您没问 清醒了吗 僵尸追过去 翩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闹成这样 柳翩燃若不经风 无力地垂下手 要不是沈飞鸾非要我上山 我会发生这种事吗 发生这样的事 荣国公和老太君 都过来了此间禅房 护女心切的荣国公 怒目言争 她让你去你就去 除了是你怪她 那你自己没长嘴 不会拒绝吗 柳翩燃还要据理力争 沈飞鸾从鼻子里哼笑了一声 蠢货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出事的时候 穿着我的衣裳 那些人到底是想回你清白 还是回我清白 对啊 她低头看着地上那堆破布 的确是沈飞鸾的裙子 那些人本来的目标是沈飞鸾 可是为什么 在大叶朝 谁会这么不要命 用这么阴毒的法子 对付荣国公的爱女 她漏掉了什么 脑子里有一些画面一闪而过 她记得那些乞丐说 有人交代了 只许做出她被侮辱的假象 不许真的毁她清白 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 今天到底是谁想毁了谁的清白 你只是 待我受过罢了 僵尸颤抖着唇 不堪受辱道 是 是八皇子想算计毁了卵儿清白 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 搂搂抱抱 就是为了 为了逼婚 人是八皇子救下的 也是八皇子亲的 抱的 摸的 整个夜兜的命妇小姐们 都是见证 是八皇子想 毁了沈飞鸾的清白 那她岂不是成了破坏 八皇子计划的人 八皇子能不迁怒于她吗 眼见着她脸色俱变 沈飞鸾才略带诱惑的语气道 柳表姐 我知道你和姜姨姆来夜兜 是想寻一门显贵的亲事 可依着柳家的门第 哪怕有荣国公府这个亲戚 你们也很难 应该说 根本不可能与皇家搭上线 几位成亲了的皇子 府中位分最低的侍妾 家中都是六品官员 就算柳表姐得了哪位皇子亲眼 甘愿只做一个妾室吗 她直接把母女二人谋划之事说了出来 令他们慌了神 你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留 将姨姆和柳表姐 志向远大 为之谋算无可厚非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沈飞鸾挑唇 我还要多谢柳表姐呢 我的确不想嫁给八皇子 所以当柳表姐 预计着 从我这抢走她的时候 就将即救济成全你们了 柳翩然瞪大了眼睛 这么说 换衣服的事 她是故意的 在她算计着 要夺走沈飞鸾的一切的时候 她就已经看穿了他们 并且先下手为强了 第21章 唱戏 沈飞鸾 她太可怕了 被拆穿的柳翩然也不装了 索性问道 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八皇子 皇后所出的三皇子 虽然最有望被立为太子 但几位皇子之间的年纪跨度很大 八皇子已经是最小的皇子了 年逢时期 正是好说清的时候 而三皇子 以故而立之年 别说皇子妃了 她的孩子都有四个了 长子比沈飞鸾小不了几岁 除了八皇子 六皇子和二皇子 其余的皇子 都已经有了皇子妃 沈飞鸾是不可能给人做妾的 她的骄傲自尊不允许 她的显赫家世更不允许 至于还未成婚的二皇子和六皇子 他们生母位分低 六皇子的生母 原是二皇子生母的贴身丫鬟 后被送上龙床 在后宫之中浮沉三十载 还是没拥有自己的姓名 要不是她膝下有个皇子 早就不知道被扔进哪个冷宫了 沈飞鸾若要澄清 整个大叶朝 也只有八皇子的身份能匹配得上 所以 她为什么不愿意嫁给八皇子 以荣国功夫的势力 只要沈飞鸾嫁给八皇子 三皇子甚至她身后的邻家 都不足为惧 我姓沈 沈飞鸾底气十足道 我的曾祖父 祖父和我的父亲 用他们的性命换得我可以自以妄为 可以不受束缚 可以不开门地 不计较钱财 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沈家女可嫁贩夫走卒 可嫁低贱商户 就是不嫁德性有亏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暴力自碎的蛇鼠之辈 你们来夜兜 是为了抢男男的夫婿 老太君一双犀利的眼睛 狠狠瞪着僵尸 难怪 难怪我之前脱疆男的老姐妹 给你们说清 你们总是推三阻四 找遍了借口要来夜兜 我原想着 是小姑娘颜色好 心气也高 想找个天子脚下的权贵人家 却不想 你们所图甚大 竟是想童男男抢人 我荣国公府 岂能容得下你二人 荣国公虽然没有说话 可他一脸怒气的样子 已经说明了此刻的心情 再想隐瞒 你是不能了 但沈飞鸾这时候说这些 应该不是要和他们撕破脸 将是委委屈屈落泪 老太君待我和偏然好 我都是知道的 但是老太君 若是偏然嫁在江南 挨着柳家 就永远没办法逃离家族的束缚了 柳家会巴着 他戏一辈子写的 我知道我谋算轮儿的婚事不妥 可我没办法呀 我但凡有一点其他的选择 我都不会做这媚者良心的事 柳家人来信了 让偏然回江南 他们要把偏然嫁给死了三方夫人 已经年过六十的两湖总督做天方 说着 他还从袖子里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信 沈飞鸾撇唇一笑 前世柳偏然就是拿出了这封信 博得他的同情 他才同意让他入宫为妃 意在躲避柳家 可等到柳偏然 成了心地最宠爱的柳贵妃 江南柳家举足入京都 成为夜都心贵 他才幡然醒悟 这一切 都是他们唱的 一场大戏啊 从来都没有什么 柳家容不下江氏母女俩 而是江南柳家 编排出这场欺负孤儿寡母的戏 目的就是冲着荣国功夫来的 江氏生情并茂地描述着 他们母女在柳家遭受的虐待 着实觉得他 就像一个跳梁小丑 仔细想想 若柳家如此苛待他们母女 那他们 是怎么平安 来到夜都的 初见之时 他们身边的仆人护卫成群 在观他们自己 福若宁之 华福美誉加深 又哪里像他们说的那般凄惨 只不过 这一切沈飞鸾心之肚鸣变好 并不打算现在就揭穿 不先将人送上云端 他们怎么会享受到跌入深渊的痛苦与绝望呢 沈飞鸾露出几分同情来 咬了咬唇 似乎很艰难地下了决定 转身对荣国功道 爹爹 我原来很不喜欢柳表姐 觉得她野心都写在脸上了 还装出一副脱尘绝俗的模样来 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 爹爹 我们成全柳表姐吧 好不好 她说这话时 露出悲天悯人的神色来 就连柳翩然那边的几个奴婢 看她的眼神都柔和了几分 难道说 他们之前都误会沈二小姐了 其实他人还挺不错的 荣国功沉着一张脸 但女儿可以不用嫁八皇子了 可以多留几年 她又高兴起来 对江氏和柳翩然道 我会向皇上请旨 封柳翩然为八皇子侧妃 多的就不要想了 正妃之位 就算不是男男的 也不会是你们的 江氏哪敢说半个不字 带着柳翩然连连磕头 谢谢姐夫 沈飞鸾盯着柳翩然 见她脸上露出愤恨的神情来 嘴边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白眼狼就是白眼狼 怎么帮她都不会感恩 只怕心里还在咒骂爹爹 怪她看清他们母女 也不想想自己一介平民 若不是有荣国功辅这门亲切 她连皇子们的边都站不到 晴朗的天空又暴露出她的残忍来 炙热的火球照耀着夜多的每一个角落 但 拥有阴暗处是阳光普照不到的 紫竹殿偏僻的小巷里 啊啊 太监的尸体还未倒地 就已经有手脚麻利的工人上前 将她的尸体拖了下去 地上的血迹也很快被擦去 而已经被抹了脖子 死得不能死的太监 从偏僻的墙后走出来 挣了正一惊 对着手持匕首的男子行李道 主子 属下陪龙为消吃 愿为主子赴汤蹈火 男子动作缓慢 金贵优雅地用白布将匕首擦干净 从今日起 你不是消吃了 你是赵贵妃宫里的大太监王川公公 川 愿为主子笑吏 若不是空气里飘荡着一丝血腥气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刚才在这里发生了命案 崔兰三下五除二地 将身上的绳子解开扔掉 面色赤红下跪 多谢主子相救之恩 陪霍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在看到 她脖子处的衣料缺了一大块石 将自己肩上的披风扯下来 扔在她怀里 盖住她强威色的肚兜 解释一下 为什么 能跟在她身边的 都是陪龙为数一数二的高手 崔兰更是从陪龙为三千女卫中 按照道理来说 她不可能被手无腹机之力的王川给制服的 是属下大意了 她气不过永固公主 让太监羞辱自家主子 便趁夜色想给她一些教训 结果她夜叹景人宫 发现贵妃娘娘的寝殿 有一长动静 好奇心驱使之下 她趴上了贵妃娘娘的屋顶 这一看 她差点没从屋顶上滚下去 第二十二章 监视 寝殿内云顶檀木做梁 水晶玉碧为灯 珍珠为木帘 金柱为支撑 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 悬着娇嚣保罗杖 满袖着金线梨花 风起霄洞下 帝王寸履围着 跪坐床边 一脸享受 关键是 她仰面发出叹息声 胸膛上满布着新旧交错的边痕 看着触目惊心 雍容华贵的贵妃娘娘 满面寒春 手握皮鞭 疯狂地抽打着皇帝 一边打骸 一边用赤足 去踩男人的下身 你知错了吗 皇帝面色更疯狂了 眼底露出痴迷之色 一把夺过赵贵妃的鞭子 扔在地上 而后将她扑倒在床上 一轮星月 划过精致的角楼 给锦人公洒下一片 昏黄朦胧的光 如坠云山浣海的帐中 传出动人的吟唱 主子 那狗皇帝 杀了空爵大师 当今天子 竟然是父 传出去 必定让皇家受损 各地又会爆发出百姓们的起义 夜朝后 会乱成一锅粥 她太过激动 以至于忘了收敛自己的气息 立马就被守在院子里的 大内高手捕捉到了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锦人公的大太监 是皇帝暗中安插在 赵贵妃身边的 不仅武艺超群 伪装技术也是一流 大内高手不是崔岚的对手 大太监王川正好经过 崔岚不予与其纠缠 免得惊动了皇帝 自己就真的走不了了 所以 她挟持了王川 要求大内高手放自己走 崔岚蒙真面 看不清真容 王川对围上来的侍卫挥手 咱家没事 你们快去保护皇上和贵妃娘娘 不要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侍卫们离开后 崔岚松了一口气 就在她松懈的那一瞬间 王川突然抱起 反手将她按在地上 接下她的面巾露出宁笑 陪霍身边的崔岚姑姑 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王川好色 欲行不轨 她还只来得及撕开崔岚胸口处的外衣 就被陪霍一刀封喉 肖赤再次摸了摸脸上的人品面具 主子 王川是皇帝暗中安插在锦仁宫 监视赵贵妃的暗卫 看来狗皇帝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相信 所谓的宠爱 八成都是假的 陪霍冷冷一笑 连侍妇之事都与赵贵妃说 说明她在赵贵妃面前 已经放飞自我 露出了最真实的一面 老虎将肚皮暴露给人类 当然要防着人类 给自己致命一击 她把玩着手中一朵粉色的珠花 思绪不禁想到了沈飞鸾 现在她应该准备从圣安寺归家了吧 听闻八皇子和永固公主要算计她 她并未出手相助 如果连这点阴谋诡计都看不破 就她无意 总有一天 她还是会被算计的 她陪霍又不是沈飞鸾的侍卫 总关注她的安危也不可能 她自己还有大事未成 她一点都不关心 那个眼光不好的笨女人 嗨嗨 陪霍咳嗽了两声 萧静 你那天是不是说八皇子要做什么 萧静愣了一刻 才想起来 主子问了什么事 立刻将八皇子和永固公主的合谋说了出来 不过她语气带着嘲笑 属下以为 定是沈二小姐火眼金金 看穿了她二人奸计 所以反给八皇子下套了 不用想都知道 八皇子的脸色会有多难看 陪霍轻笑一声 随即转身消失在小巷 萧静和崔岚对视一眼 主子刚才是不是笑了 崔岚摸着下巴 咱们是不是快要有皇孙飞了 鸡同鸭讲 但殊途同归 好热啊 下山的路比上山更快 无数马车及时在山路上 赶着午膳前到家 在圣安寺的两天 可太值了 记住在荣国公府的表小姐 抢了国公爷小女儿的未来夫婿 还不得不为表小姐讨说法 现在那些贵小姐 人人都在背地里 取笑沈飞鸾是冤大头 为他人做了嫁衣 江氏和柳翩然 在听沈飞鸾说要成全他们的时候 就安分了下来 他们可不想 在关键时刻 又得罪了沈飞鸾 令他改变主意 沈飞鸾甚至觉得 从今早开始 柳翩然对他的笑容 都格外地真诚了几分 让二小姐出来见我们 不然我们今天就撞死在 国公府的大门口 就是 二小姐最喜欢我们家桑雪了 怎么可能送她去见官 定是你们这些眼皮子浅的 嫉妒我家桑雪 从中作梗 害得二小姐误会了我女儿 天哪 没天理了 他们诬陷我的女儿偷东西 把她送进了顺天府 言行逼供啊 我女儿才十四岁 她怎么受得了啊 天哪 桑敬天良的狗东西 不得好死啊你们 满身疲惫地回到国公府 远远瞧着桑雪一家 在大门口撒泼打滚 围观的百姓 都在看他们的笑话 容国公是什么人啊 人家是杀敌护国的举世大英豪 为保夜朝太平 三代容国公 皆战死沙场 并不是什么萧小之徒 都能污蔑的 沈飞鸾吩咐车夫道 不走正门 从侧门入吧 想走正门 就一定会被纠缠 祖母年岁大了 圣安寺两日抽干了他的精气神 这会儿在马车上都睡着了 跟祖母的舒适睡眠比起来 与桑雪一家互私 也没那么重要 不过他也不愿意 那家人总堵着自家大门口 容国公还有紧急军务在身 并没有送老太君和沈飞鸾回家 所以 沈飞鸾将老太君送回寿喜堂后 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鸾秀院 王成 王家两父子 在院子里猴着 等下一步的安排 起先桑雪一家人 是在国公府里闹 被王成父子赶了出去 可那家人手里 还有二小姐的田庄铺子 没有二小姐的手肯 他们不好动手鸣抢 沈飞鸾后回了房 直接让王成去牙行 把牙郎找来 再让王家把桑雪的爹娘 凶嫂都带进鸾秀院来 桑雪的父亲姓孙 肥头大耳 满身富贵气 不说他是国公府的奴才 寻常吃以为是哪里来的地主老爷 老孙的妻子 更是穿红带绿 朱翠满头 活脱脱一个行走的金库 他的儿子和儿媳倒是低调不少 但越低调 身上的物件就越贵 这不 沈飞鸾打眼一瞧 孙小翔的腰间挂着的那枚玉佩 价值已经超过了 他娘满身朱翠的价格 他的心一抽一抽的疼 到底 他这些年花了多少钱 养着这一大家子蛀虫啊 第二十三章 发卖 拿着这些钱 去接济北城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 也逼给这家人强啊 孙家人前脚刚进来 牙行的人后脚就到了 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下摆着一张梨花木太师椅 沈飞鸾端坐正中 身边除了桑宇 还有春眠 春晓 春花 和春洛四个二等婢女伺候着 气氛压抑又严肃 沈飞鸾目光轻蔑扫了过去 将箱子里的契约书拿了出来 交给鸦郎道 我这里有几个欺上瞒下 贪污受贿的奴才要发卖 你且看看 嘖嘖嘖 鸦郎一边看卖生气 一边嘖嘖称奇 这国公府的小姐可真是有钱 看那些仆人一个两个 穿金带银的 比他们牙型的老板都富贵许多 你凭什么卖我吗 孙小祥的婆娘 是她在老家乡下娶的 不懂大户人家的规矩 站起来指着沈飞鸾鼻子骂 小娘养得贱皮子 你才几岁就这么恶毒 我公婆和相公为你打理家业 你转头就要把他们卖了 你良心让狗吃了吗 我比你年长几岁 今天非要替你爹娘 好好教训教训你 她冲上前 直接被粗壮婆子一脚踹在胸口 重重倒地 沈飞鸾上前 踩住张氏 刚才指着自己的那两根手指 在地上用力碾压 张氏杀猪般的叫声响起 咔啦 骨头碎裂的声音 让人为之一震 沈飞鸾松开脚 张氏才得以抽出 自己两根扭曲变形的手指 呜呜哭泣着 孙小祥气他年幼 站起来就要吓唬他 沈飞鸾举起身后的太师椅 劈头盖脸地砸了下去 碰 一声巨响 太师以应声而碎 孙小祥额头破了一个大洞 鲜血直流 硬挺挺地倒了下去 沈飞鸾拍了拍手上的碎渣 忘了告诉你们了 桑雪死了 不过你们应该没机会为他收尸 金赵颖的人会给他寻个好去处的 他所谓的好去处 就是一卷破席 扔去乱葬岗了事 老孙夫妻和张氏 在看着沈飞鸾时 只觉得他的脸 和他头上那只金簪一样 泛着幽冷的光 让人遍体深寒 沈飞鸾扭头看向牙狼 如此凶恶的奴才 我一个小姑娘看一眼都觉害怕 希望你们 把他们迈出京城 最好离我远远的 我不想再在夜都看见他们 牙狼很想说 他可没看出来 你这个小姑娘 有半点害怕的意思 牙狼打了个斗 背脊发凉 笑着招呼着 牙型的打手上前 快些把货搬上车 西凉边境有几户大户人家 不是说缺下人吗 今日就出发 把奴隶给他们送过去 迈去西凉边境 还是去做奴隶 活不活得过一个月都难说 更别说回夜都了 奴隶是没有人权的 没有主人的允许 连府门都出不去 是边境最最最低贱的 可如牛羊一样买卖的牲口 不 二小姐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我们帮您打理嫁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您这样做会 对啊 你们提醒我了 沈飞鸾对着王成和王甲父子道 去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首饰 都扒下来卖掉 明日咱们去北城诗州 就用他们贪污的钱财 沈飞鸾一声令下 院子里的下人一起动手 如恶狼扑石 将四人扒了个干干净净 离开的时候 还是牙狼看不过去 找了几件破烂衣衫 给几人穿上 王成俨然已经成了 鸾绣院的领头护卫 外院那些护卫都听他安排 王甲的商队 已经出见模型 在整合两日便可上路 去西域采买棉花 一来一去 正好半年的时间 待那场让大业 朝元气大伤的天灾降临 这些棉花 定可以帮助大业的军队和百姓渡过难关 前世慕容宅从三皇子手里 抢走赈灾的担子 结果中宝私囊 国库和募捐而来的大量金银珠宝 都用在了他养的私兵身上 离寿方郡五百里之外的偏僻山谷中 有赵家为慕容宅圈养的三万大军 平日离伪装成村民耕种 无人时训练兵马与阵法 只等夜都生乱 可直接将皇位拿下 慕容宅根本不关心大业百姓的生死 中原地区地大物博 人口远超所有敌国数倍之多 死掉一大半也还是天下霸主 人口最多的天朝 他的举动 造成夜朝成千上万个家族的覆灭 数以万计的百姓 被活活冻死 饿死 得了十亿 被折磨致死 最后也只是赵家 推出来两个替罪羔羊 以死谢罪 慕容宅干干净净一身白 娶他过门后 被立为太子 三皇子站出来为民请命 求皇帝还天下黎明一个公道 却被赵贵妃设计害死 导致谢皇后气急攻心 坏了身子 从此幽居昆宁宫不问世事 最后死在慕容宅登基后的第三天夜里 鸡鸣犬肺之声 打破清晨的宁静 鸾秀院里少了桑雪的遗址气势 几个丫鬟之间的相处 清静活泼了不少 轻松之余 他们对沈飞鸾的恭敬 又上了一层楼 小姐眼里容不得沙子 从前那么喜欢桑雪 纵容桑雪在鸾秀院称王称霸 结果因为桑雪偷了她的东西 小姐二话不说 找了牙刑的人 来把他们卖去了西凉边关做奴隶 连一句废话都不多说 也不听他们的解释 春眠说得对 得罪小姐的人 都会被嘎嘎一顿乱杀 以后一定要一心一意忠于小姐 别做让小姐不高兴的事比较好 夜都的北城 聚集着整个京城的乞丐 和无家可归的流民 东 西 南三城的热闹繁华 纸醉金迷 欲发险的北城好似一座死城 北城极少有人可以进入三城乞讨 他们只能在路边祈求过路人伤 他们几个铜板活命 一旦有乞丐流民 敢踏入三城地界 立马就会有巡逻的士兵 将他们打回北城 生死不论 还记得前世 北城爆发出动乱 一个士兵打死了北城 一对年仅七岁的双胞胎兄妹 他们的哥哥发动起义 流民情绪高涨 冲进三城 伤了很多人 其中 承恩侯府损失惨重 事发时 承恩侯与夫人不在家 侯府大门被撞破 杨兴运被杀害在自己院子里 他的哥哥 承恩侯世子右手被打残废 再也提不起长枪了 这一事 他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重面 第24章 诗周 不管是那对命苦的兄妹 还是承恩侯府 他都要救下 况且 他要用人的地方还很多 光靠桑宇的爹爹和兄长 在外行走 是远远不够的 他要为自己 多物色一些可靠的帮手 北城这些人 正是他的目标 今日跟着他出来的 是戎国公安排的护卫 知道北城乱 还多安排了七八个 王甲 在忙着去西域的事 这几天就要出发了 王城虽然身强体壮 但他到底没有正统训练过 沈飞鸾暂时将嫁妆 交给他们夫妻打理 也是没时间陪他来的 所以 玩 在桑宇的搀扶下了落地的沈飞鸾回头 就见杨兴运从马背上跳下来 你昨日说 要来北城诗周 我爹娘马上安排人在此处搭了帐篷 免得你被晒晕了去 他笑嘻嘻地将装着冰填水的石盒拿出来 几眉弄眼道 我哥哥去军营的时候 让我带给你的 他说 里面放了你最爱吃的海棠花蜜 哎 连我这个亲妹妹都没这待遇 沈飞鸾将石盒推回去 那给你吃了吧 别别别 杨兴运怂 让我哥知道他亲手 可嗨嗨 他给你的海棠冰饮被我喝了 他非把我嘴缝起来不渴 在他嘴里 他的哥哥很是凶残 就是这个凶残的哥哥 前是为了保护妹妹不肯让开 沈飞鸾偏开身子 让身后的人站出来 柳翩然仍是那弱不禁风的样子 清丽的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 见过杨姑娘 杨兴运一时没有接话 而是将沈飞鸾拉到旁边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大家都说他 抢了你的心上人 说他心机深沉呢 我都还没来得及问你 怎么国公爷向皇上请旨 让八皇子迎他进门啊 你真这么大度 自己都还没进门 就让八皇子纳妾 我不会嫁给八皇子的 沈飞鸾露出厌恶神色 他都那样抱着别的女人亲了 我还要他做什么 我沈飞鸾嫁不出去了吗 那倒没有 整个大业想娶他的人不计其数 只是从前 他对八皇子表现出来的痴迷 让所有的追求者望而却步 杨兴运瞧着很高兴的样子 大概是觉得八皇子没戏 自家哥哥就有机会了 沈飞鸾实在不忍打击他 他真的只把杨婷玉 当成很好的朋友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他对杨婷玉都没有那种想法 比起去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他更想看柳翩然终其一生 都得不到想要的 被他们当面讨论的柳翩然 脸色很难看 只因身份悬殊 他才隐忍不发 但他的脸色被杨欣运看到 本就看他不顺眼的 承恩侯府三小姐 巨傲抬着下巴 看什么看 我有哪句说错了 你不服气 你 沈飞鸾拍了拍柳翩然的手臂 言语之间 并没有太多厌恶的情绪 我爹爹已经向皇上请指 让八皇子去柳表姐为侧妃了 虽说战的侧字 但也与世界不同 是要上皇家御蝶的 欣运以后 可不能这么跟柳表姐说话了 柳翩然弱下去的气势 又被沈飞鸾提升了几分 语气中不免带了傲气 杨三小姐对我说话 请放尊重些 我不是你口中的那种无耻小人 他做的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 值得人尊重吗 但沈飞鸾不会与他做口舌之争 拉着杨欣运又走远了些 确定他听不到了才到 气什么 我还感谢他帮我收走垃圾呢 我现在就求着他和八皇子百年好合 别再来祸害我 杨欣运一听也是 笑嘻嘻地挽住他的手臂 没错 让他们俩所死 我们家卵儿选择多的是 比如他哥哥 啊 不要打我 求求官爷不要打我 呜呜好疼啊 不许打我妹妹 你不许打我妹妹 哭喊声 怒喝声 劝驾声 在不远处响起 沈飞鸾精神一阵 还以为要来好几趟才能碰上 到第一天就遇到了 柳飘姐 你在这里试周 我和星运去那边看看 柳翩然点头 你们小心些 在慕容宅心中 刷好感的活 就留给柳翩然吧 不管一个男人 内心有多阴暗 多狠毒 他都希望自己的枕边人 温柔善良 富有爱心 根据沈飞鸾对慕容宅的了解 柳翩然演出来的样子 就是慕容宅真心喜欢的样子 死乞丐 你知道爷爷 我这身官服多值钱吗 你们赔得起吗 可是 是你吃醉了酒 撞到我妹妹身上的 她的手都出血了 啪 你个小王八蛋 还敢跟爷爷我顶嘴 看爷爷 我不抽死你 啪 啪 几巴掌下去 小男孩脏兮兮的脸迅速肿胀 大大的巴掌印 把他半张脸都沾满了 他摔倒在地 紧紧护着身下更瘦弱的妹妹 一双仇恨的眼睛 狼崽子似的 瞪着动手的巡逻侍卫 嘿 你这王八糕子 还不服气是吧 老子今天就打到你小子服 人群中 裴霍咬牙 手中的小石子 正要弹射出去 便听一道少女清脆的怒喝声道 当街对两个志同动手 官爷真是好大的威风 裴霍目光望去 便见沈飞鸾 已经大步走过去 一巴掌毫不犹豫地 打在那侍卫脸上 今日本小姐也打到你服为止 两个看起来就很不好惹的护卫 按住打人侍卫的肩膀 迫使他矮下身来 沈飞鸾从一旁傻眼的流明手里 抢过他准备烧火做饭的木板 噼里啪啦地连续扇了二十几个巴掌 没打一下就问一句 服不服 好 打得好 流明之中爆发出震天的喝彩声 与鼓掌声 太爽了 好些年了 他们一直被这些狐假虎卫的侍卫随意打骂 打死人都是常有的事 可都被压了下来 他们是夜都最低贱的百姓 不被城里的人接纳 忍气吞声惯了 换来的是那些人变本加厉的打骂和欺辱 可他们没办法报仇 一旦他们犯事 整个北城的平民都死路一条 唯有忍耐 方能生存 可沈飞鸾为他们出其报仇了 那小姐身着淡蓝色窄绣长裙 简单肃静 却高贵无比 瞎子都能看出来她身份尊贵 这世上 竟还有人愿意为他们鸣不平吗 第二十五章 打人 别 别打了 我 我服 我服 侍卫被抽的牙齿都脱落了 混合着血水被吐在地上 虚弱地眯着眼睛 我是洛霞郡主的儿子袁仁坤 你 你是谁 敢不敢抱上家门 陪获身边的随从硝烟皱眉 主子 是大长公主的外孙 大长公主的女儿洛霞郡主家的 就是鲁国公原家的世子 这袁仁坤是原世子的儿子 前段时间被送进顺天府渡经的 等他在顺天府混上两年 鲁国公大概会安排他进攻为 大内侍卫统领类似的官职 大业众武亲吻 鲁国公是想让他今后上战场立功 靠着裙带关系 拥有姓名的鲁国公府 虽然没有荣国公府显赫 但因为 娶了大长公主的掌上明珠 在朝中 也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提起大长公主 萧妍警惕道 主子 由沈二小姐护着 妍妍和阿宝不会有事的 咱们不便插手 大长公主的势力不容小觑 陪获看了沈飞鸾一眼 又看了看地上满脸 不知所措的双胞胎一眼道 陈静愁回来以后 让他想办法跟着沈飞鸾 将来大长公主 若是因此是谋他性命 虚忽他周全 他行善心做善事 虽不是有意帮他 终究是护住了两个孩子 陈家是忠臣之后 当年慕容是谋反 是陈家的祖父和淑败们 拼死护下了陪侍皇族血脉 他不想陈静愁跟着他之后 丧父丧母 又失去这世上仅有的两个亲人 亦不能害好人 因此丧命 说起来 上次在国子见 要不是他替自己引开了那些侍卫 他也有暴露的风险 短短两次相遇 他欠下他两个人情 沈飞鸾停下手 一脚踹在那口齿不清的袁仁坤胸口 记住了 本小姐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容国功夫沈飞鸾 想报仇的 尽管来找我 别像的孬种一样 只会欺凌弱小 好 沈儿小姐好样的 周围的刘明和乞丐 可能没有机会见过沈飞鸾 却是有不少 听过他的大名的 沈儿小姐模样长得美 是全夜都男儿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性格天真烂漫 是被整个容国功夫 捧在手心里的明珠 第一美人的名头 虽然有一大半 是因为家中权势家成 但不能否认 他浓艳名利 娇媚可人 极恶如仇的性子 更让人觉得 他的美貌 又上升了几个高度 袁仁坤美讨着好 趁着沈飞鸾去扶地上那对双胞胎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推开护尾 亮亮腔腔地跑走了 沈飞鸾是吧 他记住了 这个仇不报 他就是王八归孙 时间上早 烈日温柔地躲在云层里 露出明亮的边角 还算凉爽 柳翩然一袭白衣 飘然若仙 面上是悲天悯人的人词 更让他看起来观音似的 超然脱俗 他微微笑着 亲自给刘明和乞丐们失周 看到老人和孩子 还会多打一些 只不过 他脸色很苍白 是一种不正常的 病态的白 慕容宅看了他良久 忽地想起 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花香 前日他才遭受了那样的事情 今日竟还来此处 救济这些平民 要不是他知道区区一个柳家 没有窥探他行踪的本事 他都要怀疑 柳翩然是故意在这里 与他偶遇了 但 既然他 没有能力设计他 那便是他们的缘分了 小姐 瘦弱少女身姿窈窈 摇摇欲坠地晃了晃 身边婢女赶忙扶住他 摇着气 摇了摇头 没事 扶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他将四周的活交给下面的人 自己被婢女扶着 往墙边走 背对着慕容宅 坐在一旁的石阶上 婢女气呼呼道 小姐 您就是太好馅儿了 神二小姐才会这样欺负你 前日在喜圣池 分明是他故意跳进池子里 弄施了衣衫 还逼着你跟他换的 我看他 就是早就知道 有歹人盯上了他 所以故意借刀杀人来害你的 你再乱说 下次不要跟我一起出来了 柳翩然红着眼 声音哽咽 表妹他 只是被宠坏了 有些任性而已 绝不是心肠歹毒之人 你这番话 要是被别人听到了 别人会怎么想他 本来就是吗 小婢女心疼落泪 今日也是他说要来施州的 明知小姐 您身子不好 又遭逢大难 非要拉着您出来 他道好 一句话都没留下 就和承恩侯府的三小姐 跑出去疯完了 脏活累活都交给您 我不觉得 这是脏活累活啊 柳翩然敏唇笑了笑 表妹也是担心 我一个人在家会胡思乱想 你别胡乱揣测别人了 背后道人是非 非君子所为 嗨嗨可 他们的话 慕容宅全都听到了 说实话 早朝时 荣国公提出要他那柳翩然进门时 他恼怒极了 也觉得自己是不是被算计了 可他来北城巡审飞鸾 又碰到倔强坚强 心地善良的柳翩然 心里的火气就消了大半 他一直在想 为什么自己万无一失的计划会失败 听了柳翩然的话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沈飞鸾早就知道了 他安排的这场英雄救美的大戏 是冲着逼婚去的 所以 他为了羞辱柳翩然 干脆将计就计了 那他把她当成了什么 戏耍柳翩然的工具 用完就丢的棋子 一阵咳嗽声 打断主仆二人的对话 柳翩然吓了一跳 捂着心口猛地回头 八 名女见过八皇子殿下 她甚至不敢抬头 垂着眸 掩饰自己的羞愤与惊慌 可红透的脖梗和耳垂 处处都透露出 惹人恋爱的气息 则则则 杨新韵和沈飞鸾马车 经过湿州棚前 亲眼看着慕容宅 将柳翩然扶起来 久久没有撒开手 真是狼有情 妾有义 他对着沈飞鸾撇嘴 鸾儿 你不嫁给他是对的 我看他三心二意的狠 沈飞鸾哼笑一声 带他来湿州 不就是为了给柳翩然 和慕容宅制造机会 解除误会吗 他的目的达到了 姐姐 我们家在那边 马上到了 陈大宝眨巴着一双 圆溜溜的眼睛 抱着妹妹警惕道 谢谢姐姐救了我和妹妹 可以放我们下去吗 破庙里 还有好多叔伯婶婶 他害怕 第26章 告状 怕沈飞鸾和之前 戏耍他们的侍卫一样 装着救他和妹妹的样子 却打着送他们回家的幌子 带走了破庙里 最漂亮的菲儿姐姐 还回来的时候 菲儿姐姐已经面目全非 菲儿姐姐的爹娘去讨说法 还没进城去 就被打得半死丢去了乱葬岗 还是哥哥 带人把他们救回来 并且承诺他们 会给菲儿姐姐报仇 他们才冷静下来 哥哥说 那群人是畜生 以后看到妖娇道走 这个姐姐也救了他们 就是不知道 他有什么目的 小家伙戒心还挺强 沈飞鸾也没有勉强 从马车的隔层里 拿出几瓶制摔大伤的伤药 给陈大宝 然后摸了摸他的头 大宝有防备心事对的 这要你拿回去智商 明日姐姐 还会来这里试周 你和妹妹要是肚子饿了就过来 姐姐给你们带大烧鸡吃好不好 六岁的陈明言 在听大烧鸡的时候 咽了咽口水 不受控制地点头 陈大宝将小明言往身后藏 妹妹不争气 她也没办法 方才还凉爽的空气里 多了几分灼热的炙烤感 日头高悬 两个小屁孩 拖着受伤的身子 哼哧哼哧地跑回破庙 小姐 桑宇忧心忡忡 鲁国公府是洛霞郡主的婆嫁 刚才那位 怕是洛霞郡主的儿子 大长公主的外孙 得罪了他 怕是 不能善了 怕什么 沈飞鸾冷下脸来 他在天子脚下欺压百姓 草菅人命 我难道要见死不救吗 就算不是为了招揽可用之人 袁仁坤如此不把人命当回事 他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话虽这么说 但是桑宇对自家小姐 如此不给脸面地 把鲁国公的孙子给打了 还是有些担忧 大长公主近年来行事霸道不讲理 又早年丧夫 西夏只有一个洛霞郡主 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 袁仁坤可是他的亲外孙呀 自家小姐把袁仁坤胖揍了一顿 还不知道 回家要怎么告黑状呢 夕阳西夏 橘色的光韵 将整个夜都黄成笼罩其中 一道凄惨的哭声 炸开了鲁国公府的大门 娘 祖父 你们要帮宽报仇啊 开口就是指点这个家 当家做主的两个人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用得十分顺手 洛霞郡主戏长的美貌 绷得直直的 愤慨不已道 这沈飞轮 未免太嚣张了一些 同是一品国公 他就尊贵到哪里去了 宽只是伤了两个贱名 他竟敢把我宽打成这样 他是要向我们鲁国公府宣战吗 鲁国公也气 但他生气之余 头脑还是很清醒 夜都是天子脚下 皇城中心 路边随意掉下来一块招牌 砸到的都有可能是达官显贵 皇亲国妻 而这些招牌可能砸到洛霞郡主 也有可能砸到鲁国公府 却绝不可能砸到荣国公府 要知道 这整个大叶朝的太平昌盛 是沈家牺牲了四位荣国公换来的 沈飞兰的太祖父 曾曾祖父 曾祖父 祖父 都为大叶朝立下难以磨灭的功勋 最后也都战死在沙场上 马格果师 突厥 西凉 窝国 枪无族人 上至一国之君 下至无耻微瞳 听到大叶荣国公的名字 无不闻风丧胆 咬牙切齿 荣国公首长百万大军 便是这么来的 袁人坤脸上亲子交错 哭得撕心裂肺 祖父 那沈飞兰目中无人 狂妄至极 我都自报家门了 他还说鲁国公府算个屁 就是您老人家跪地求饶 他也照大不误 祖父 难道这大叶朝 是他们荣国公府说了算 连皇亲国妻 也要为他家让路吗 平 放肆 洛霞郡主身边的小桌 被拍得震天响 他的愤怒溢于言表 爹 我现在就去公主府找我娘 我就不信了 他荣国公能在我娘的面前 护住沈飞兰 鲁国公知道 自家孙子是个什么德行 对他的话始终半信半疑 但情感的天平 已经倾向自己家人 便由得洛霞郡主 带着袁人坤去了 反正闹起来 也是大掌公主和荣国公之间的矛盾 赢了他孙子出口气 输了跟他没关系 暮色降临 整个天空都黑了下来 因着空爵大师的原计 举过哀悼 平日里歌舞生平的大掌公主府 也寂静了下来 十几个光头和尚敲着沐鱼 烟雾缭绕的供桌上 摆着空爵大师的牌位 用的是他在尘世时的真名 慕容灵 当今天子慕容战 和大掌公主慕容卿 都是空爵大师的孩子 苏兄半路的美貌少妇 款款来 和尚们额头上 冒出细密的汗珠 沐鱼声更甚 灰白的僧人符被褪去 露出衣料包裹的精壮身体 欺人血的妖精 美得惊心动魄 小和尚 别躲旁人了 来躲吧 沐鱼声呼地乱了 和尚们抬头 露出或邪魅 或清俊 或漂亮的容貌来 你们这群贱臂 我见我娘何时需要通报 给本郡主让开 小佛堂的门 被洛霞郡主粗暴推开 大掌公主正贵蒲团之上 神情庄重而沉痛 纵使听到动静 也不紧不慢地磕了三个响头 将点燃的香插入香炉中 她动作优雅起身 缓缓走到门口 一双凌厉的凤眼 看向洛霞郡主 在她的目光审视之下 洛霞郡主低下头去 说话都开始结巴 娘 娘 快她 她被人打了 夜沉如水 明月高挂 荣国公府的北乡房院中 落下一个穿着夜行衣的身影 脚步轻敲地靠近乡房 少女曼妙地身姿 躺在那凉的竹床上 可剩下的燥热 并非小小竹床能抵抗的 那身姿窈窍的少女 呼吸急促 汗水打湿她的病发 湿答答地粘在她粉嫩的脸颊上 单薄的寝衣 将她的身体映衬得玲珑有致 若隐若现 带着极致的吸引力 有微风扇动 少女的衣领一开一盒 反复挑战着黑衣人的耐心 忽然 少女睁开了那双寒情的眼睛 第27章 夜叹相归 娘 您休息一会儿吧 别扇了 原来少女的床榻前 还坐了一个戳约妇人 她正给女儿打着扇 娘不累 明日娘再让人去外头买些冰来 让你睡个舒服觉 柳偏然含泪咬唇 我不用 姜氏急道 偏然 你别担心 娘还有些踢起银子 娘吃些苦不打紧 娘不想苦了你 有丫鬟的声音传来 夫人 咱们 咱们还是回江南去吧 这国公府 上下上至老太君 下至丫鬟仆人 没有一个看得起咱们的 神二小姐更是刻薄 这样大热的天 还不许咱们用冰 小姐乃是怕您花钱 她是怕您将兵买回来 又被沈二小姐指使人抢走 谢儿 柳偏然皱眉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许在夫人面前胡说 你怎么说不听 谢儿委屈极了 滴滴哭出声来 可是 可是小姐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僵是气急 起身道 我明月就去找老太君问清楚 分明是他沈飞鸾不想嫁给八皇子 才算计你的 怎么如今把气都撒在你身上 难道我女儿就那么贱 不想干干净净地做人正妻 尚改着去做妾吗 国公府要个好名声 向皇家要一个 你和八皇子的赐婚 骂名全让你一个人担了 她还不满意吗 别去 柳偏然拉住僵尸的手 脸上是看遍人性的通透 娘 您去了 又能改变什么 不思破脸 留在这里 起码我还能做八皇子的侧妃 回江南去 祖母会把我嫁给 六十岁的老头做田房 除了委屈求全的讨好表妹 我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僵尸泄了气一般 哭着抱住柳偏然 那你呢 你喜欢八皇子吗 娘只想你嫁给真心喜欢的人 携手白头一辈子 少女泪珠如珍珠 可可滚落 迟早 会喜欢的吧 娘 我不想您再看人脸色过活了 八皇子 八皇子是伟岸大丈夫 至少不会欺负女儿的 原来她不喜欢八皇子啊 沈飞鸾当初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非她不嫁 要不是后来在圣安寺走了一只臭旗 荣国公府的璀璨明珠 已经是她的八皇子妃了 柳偏然 她竟然不喜欢她 她只是她没有其他选择 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已 黑衣人心中 生出一股征服的欲望来 就在她转身欲走之时 外头走进来两个丫鬟 黑衣人只能闪身躲进墙后 都说荣国公府的沈二小姐 慧智兰心 天真善良 我看未必 不然为什么连我们家小姐的冰盆都要苛刻 传言能有几分真 这些日子 咱们可都是瞧着的 她动不动就欺负表小姐 我好几回 都看到表小姐在后花园偷偷地哭 可我是国公府的丫鬟 不敢安慰表小姐 若是被旁人告到我们二小姐这里 我也没好果子吃 唉 你也是好心 我不会到处去说的 就是苦了我家小姐 今晚恐怕又没得睡了 中秋将至 黑沉沉的天幕上空 挂着一轮明亮的白玉圆盘 桑宇将窗子关上 又爱叶草熏了熏房间 小姐 入夜就要关窗了 今年夏天的蚊虫 比往年多了不少 沈飞兰翻看着王城送来的账本 头都没抬到 可能是因为 今年府里多了几只剧毒的蝎子 又偷跑进来了臭老鼠吧 桑宇想了半天 也没听出来什么意思 皱着鼻子将爱草熄灭 小姐若是没有别的吩咐 奴婢去厨房看看 血烟炖好了没 扶在岸上 涂涂画画的沈飞兰点头 别一个人去 让春晓和春眠陪你 蛇虫鼠以这么多 咬着你就不好了 让他们给你掌灯 她今天说话 总是话中有话 桑宇听不懂 但不妨碍她照着做 沈飞兰将账本上作假 树木与物品对不上 或者账面太过干净 和凌乱的地方 全都劝了出来 王成以前在庄子上 就是做账房的 他只要稍加提点 王成自己就能把 铺子里那些蛀虫都揪出来 大规模的辞退掌柜 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水质轻则无语语的道理 沈飞兰都懂 他也不会去翻旧账 只要那些掌柜及时醒悟 从今往后 尽心为他办事 他会让他们 就算不贪污 也能分到足够多的银钱 有桑雪一家的前车之鉴 相信那些掌柜 也会时时务者为俊杰 实在有不长眼的 还想七他年幼蒙骗他 他也不介意 再杀鸡紧猴一次 将所有的账本看完之后 沈飞兰揉了揉酸痛的眼睛 心中百味杂陈 到了深夜 人就容易想多 他得上天垂帘 有了重来一世的机缘 就绝不要做心慈手软之人 无能的善良 害人害己 钱是他掏心掏肺地 对柳翩然好 可只要柳翩然出点什么事 慕容宅就不由分说的 全都怪罪在他头上 那些年他吃的苦 真的比他未出价钱 在国公府想的福 还要多得多 现在 他把柳翩然 曾经扣在他头上的罪名 全都落实一遍 才对得起 前世受苦受难的自己不是吗 他已经厌倦了慕容宅 对自己的纠缠 厌倦了 对他摆出痴迷假象 他就是要把柳翩然 和慕容宅凑在一起 让他们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单独对付一个也是对付 凑成一双 总要方便许多 天蒙蒙亮 北院就浇了两道洗澡水 柳翩然整个身子 竟在装满牛奶的浴桶中 馅儿在衣橱里 爆出一个大木箱 放在架子上 僵尸近了手 从木箱里捧出鲜红的花瓣 撒在浴桶里 那些红色的花 看不出是玫瑰 还是牡丹或者其他 但花瓣落水 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就连馅儿都露出沉醉的深色 僵尸若无其事地 咬着牛奶 给柳翩然疏顺长发 那霜消散了奶渍的双手 柔嫩似蜜桃 白中透粉 柳翩然漫不经心地 摸着自己的发丝 娘 你昨天为什么不让我干脆 她红着脸有些害羞 干脆和八皇子成了好事算了 这样 她不就必须娶我了吗 傻瓜 僵尸一寸寸 给她的肌肤 浇上温热的牛奶 眼神慈爱 天下男人皆薄情 容易得手的 总不珍惜 你若给的太多 她会吓跑 你若给的太少 她会生气 只有若急若离 忽冷忽热 方能让她对你上心 勾着她 吊着她 让她爱你恨你 又想得到你 想征服你 你还怕她不娶你吗 那八皇子听到我不爱她 一气之下不肯娶我怎么办 第28章 乱鸣 哗啦啦的水声悦耳 香气越发扑鼻 将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有些憔悴的脸色 忽然变得艳光四射起来 她微眯着的眼睛睁开 所以 今日你要牺牲一下色相 去安抚她了 盛夏里的清晨 已经带了点燥热 但沈飞鸣的房中放了冰盆 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小姐 丞相府诗会的帖子送来了 桑宇将脏花小贴递给沈飞鸣 不解道 不是说空爵大师元祭 夜都上下要进年七七四十九日吗 这才过了十多天 怎么就能举办诗会了 丞相府的诗会 又不是什么玩乐之所 沈飞鸣解释道 从前是严丞相 为了给自己选择用的人在手底下办事 后来出了几个得力的官员 名声越来越大 不走仕途的青年才子都 以此为途径 为朝廷效力 是得到过皇上默许的 只不过近年来 各家夫人喜欢在诗会上 物色好狼 为自家儿女相看 女子们才得以走进丞相府的园中诗 所谓园中诗 就是丞相府举办诗会的一处园子 为符合诗会之名 请当代大如提笔 给园子取名园中诗 即是诗中园 顺着念道着念 都很有诗意 而且 这次严三郎成了残疾 严丞相只怕生气得很 暂时没找八皇子的麻烦 总要拿他这个众人认定的八皇子妃撒气 再有就是鲁国公府和大掌公主 沈飞鸾把袁仁坤打成了猪头 鲁国公和大掌公主 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这次的诗会是鸿门宴 他不去也得去 不过没关系 因为帖子里还提到了柳翩然 大概是听信了外界的传言 觉得他们为了抢慕容宅反慕成仇 存了看鲁国公府笑话的意思 谁让沈飞鸾站得太高了呢 人性总是这样 喜欢看高高在上的神女跌下神坛 成为人人都可以践踏的脚底烂泥 这借刀杀人的刀 都被敌人递到手里来了 他没有退去的道理 去北院告诉表小姐一声 就说我要带他去丞相府参加诗会 他会有这么好心 这是柳翩然听到希尔回报的消息后 说的第一句话 不管他有没有好心 你都要去 僵尸拍着他的肩膀 八皇子肯定会去的 柳翩然那双深沉的眼睛一转变道 他若是对我不怀好意 我刚好可以向八皇子求救 让八皇子看清他的真面目 僵尸满意的点点头 立马翻箱倒柜的 给他梳妆打扮起来 沈飞鸾没有把诗会当成自己 施展才华魅力的地方 但确实被他当成了复仇的平台 他穿了件银灰色的烟龙裙 层层叠叠的青纱外罩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藏在衣服里 莫名感觉他瘦成了骨头架子 脸上肃静 卫尸粉带又欲盖弥彰的 用胭脂点在眼角四周 做出一副有点红润 但一看就不正常且脆弱样子 满头滑贵的朱翠 点缀着一句木偶式的躯翘 眼中光亮微米 并奄奄的似乎一戳就会破 北城 你们确定这诗周棚 是荣国公府的二小姐搭的吗 丑哥 错不了的 哥几个都打听好了 真的是国公府的沈二小姐 和承恩侯府的三小姐搭的 他们说了 接下来的三天都会来这里试周 那怎么还不来 这种高门大族的小姐说的话 怎么能信 他们今天觉得有趣便来 明日就觉得 咱们这种贱名不配就不来了 不是常有的是吗 马六 不许胡说 沈二小姐救了妍妍和大宝 是他沉尽仇的救命恩人 而且主子也说了 让他以后就跟着沈二小姐 把沈二小姐当成他唯一的主子 那他就要守护二小姐的名誉 从此刻开始 他们几人排在流明的队伍中 翘首期盼 终于在准备开始派周时 看到了荣国公府的马车 那就是沈二小姐 不怪马六大吃一惊 实在是沈飞鸾的样子 跟他传言中听到的不大一样 不 是大不一样 不是说他是人间富贵花 生得浓艳俏丽 是夜兜少年们争抢的绝世大美人吗 怎么他瞧着 寡淡得很啊 你再这么口出狂言 就不要跟着我了 陈静愁却深深地看着沈飞鸾 心头危震 沈二小姐肯定是因为救了妍妍和大宝 所以被荣国公家法伺候了 不然昨日还生龙火虎的人 怎么今天就变得这么弱不禁风了 马六被教训 善善闭上嘴 不再言语 啪 怎么每天都是这种 梅姿梅味的清汤寡水啊 就不能给我们弄点烧鸡烧鹅 来改善一下伙食吗 就是 荣国公府家大业大的 不可能连一点荤腥都吃不起吧 从牙缝里露一点出来 都够我们吃个痛快了 侍卫们反应迅速 在动乱起来之时 就将沈飞鸾护在了醉里面 那些人不知是什么人安排来的 到处煽动流民和乞丐的情绪 挑起矛盾 想浑水摸鱼 桑宇姑娘 快带二小姐走 他们人太多了 兄弟们撑不了太久 被保护的沈飞鸾 眼神摇摇 不知望着何处 他嘴角含笑拒绝 不用 我就在这里 等我要等的人杀到我面前来 朝着侍卫们这边逼近的 除了暴动的人群 还有一支小队 如冲锋的利刃 杀出一道口子 侍卫们都很纳闷 从哪里冲出来一支这么英勇的队伍 杀得发难的那些乱民 毫无反击之力 都给我住手 陈静愁飞身月上八仙桌 目光四郎凶狠 环顾四周 谁敢在北城闹事地试试看 我陈静愁让他有来无回 北城所有的平民他都认识 大家也几乎都听他号令 可刚才搞煽动的那群人 他一个都不认识 有人想借着北城平民的手 杀了沈飞鸾 昨日才出了那样的事 今日杀身之祸便找上门 说和大掌公主没有关系 陈静愁都不信 还是主子有仙剑之名 让他来保护沈二小姐 否则他今日怕是 无法全须全已地退出来了 平 闷响声像是战斗的讯号 第29章 收服 我们要吃肉 抓住沈飞鸾去画 一柄飞刀旋转着 划过那人的脖子 鲜血喷涌 旋转着的飞刀 又飞回他的主人手里 飞刀上连一滴血都没有 还是散发着森寒的冷光 蹦 飞刀插进陈静愁脚下的八仙桌上 尾巴颤动着 如斩翅玉飞的蝴蝶 这蝴蝶可不兴飞啊 啊 死人了 总要见点血 那些人才能安静下来 陈静愁高大的身躯 如大山难以翻越 他指着倒地的男人道 这人根本不是咱们北城的人 他是故意挑起 咱们和荣国功夫的矛盾 想断了咱们北城过好日子的机会 这么恶毒的人 该杀之 冷静下来的北城人 这才低头仔细看 果然见是个生面孔都窃窃私语起来 有人想借他们的手 暗害沈二小姐 为什么 众人全都无一例外地 想到了袁仁昆 毕竟国功府的小姐 为了帮平民出气 狠狠揍了大长公主的外孙这件事 本身就足够让他们震惊好几年了 口口相传之下 沈飞兰的名字已经在北城打响 这样一个帮助过他们 不把他们当牲口的好人 怎么能死在这种阴谋诡计之下 当下 便有一大半的北城人自动围成圈 将沈飞兰一行人 包括侍卫在内 围得密不透风 别说是想杀沈飞兰的人了 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桑宇被这震撼的场面感动到 鼻头发红 带着哭腔道 小姐 您说的对 真心果然能换来真心的 这是从前尚且天真的沈飞兰 对桑宇说过的话 现在的她 认清了真实的人性 再也不信什么 真心换真心了 不过 桑宇她什么都不知道 就让她这样一直保持对这个世间的美好幻想 又有何不可 反正前世那些肮脏算计 那些委屈求全 屈辱陷害 从今以后不复存在了 桑宇以后的每一天 都是幸福的 巡逻的侍卫 很快带走了尸体 看向沈飞兰的目光 绝算不上友善 沈静愁上前 阻断那些侍卫上下打亮的眼神 瞪着一双同龄式的眼睛 严肃于他们对峙 沈飞兰知道 幕后主使无论如何是查不出来了 也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 由着他们把尸体带走 沈静愁都能想到 是大掌公主府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 休整片刻 诗周开始有序进行 小巷中 沈飞兰装作不知沈静愁的身份 一脸感激地向他道谢 多谢这位壮士仗义相救 我看壮士与你的朋友皆伸手不凡 怎么没找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呢 他表现得太像一个涉事未深 不是人间疾苦的富家千金了 马六冷笑一声 小姐说笑了 咱们北城人连北城都出不去 去哪里找好差事 北城是难民聚集地 除了难民还是难民 顶多有几个难民有些门路 开三三两两的小铺子 也绝对没有赋予到要雇人的地步 沈飞兰脸一红 知道自己说错话 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沈 静愁又瞪了马六一眼 才道 小姐不必沿线 昨日小姐救下的那对孩童 是小人的弟妹 今日小人救小姐 是小姐您众善应得善果 听她说话 也绝不是平凡出声 沈飞兰暗耐住好奇心 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 我给那两个小家伙留了伤药 他们好点没有 想到自己的弟妹 沈静愁脸上露出笑来 将那有些凶神恶杀的脸 称得善良了几分 多谢小姐挂怀 他们无事 无事便好 无事便好 龙凤胎没事的话 前世导致杨新韵惨死 杨婷玉断壁的惨事 就不会再发生了 那个 沈飞兰还在想着怎么开口 才能显得 自己不是刻意比较好 沈静愁抢先道 小姐 您刚才也看到了 小人和小人的兄弟 有一把好力气 小姐若是不嫌弃的话 不如以后我们兄弟几个 就为小姐办事 您只需给我们一口饭吃就成 说完之后 他也觉得自己很冒昧 一张黑曲曲的脸 竟然占红了起来 大户人家的小姐 挑户卫下人 都是通过牙刑 或者家中长辈安排 需经过重重考验 方能成功得到 保护公子小姐的机会 他居然要求荣国功夫 千交百宠着长大的二小姐 收他们这群来历不明 且看起来并不像好人的难民们 做伺候的下人 他怎么敢的 他吞了口口水 眼下也只能安慰自己 他的底气是他的前主子 前朝太子遗孤 大叶正统皇帝 唯一的皇孙给的 况且 他还不是真正的难民 本就是江城之后 保护皇孙都使得 保护一个小姑娘 有什么不合适 沈飞鸾不知道他心里 经过了怎样的天人交战 眼见着陈静愁的背脊 越挺越直 也玩耳一笑 这么快就收复了陈静愁等人 有些出乎他意料 但既然到了这一步 他没有把人往外推的道理 直接带你们回府不现时 这样吧 明日我 他将计划说给陈静愁听 就连一向挑三拣四的马六 都挑不出毛病来 愁哥 沈飞鸾离开后 马六不确定问道 咱们真的要跟着那小娘 一道犀利的眼神扫过 马六忙改口 咱们以后真的要跟着沈二小姐吗 他一个小姑娘 有什么用得着咱们的地方 都是刀口舔血的凶恶之徒 小姑娘整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还能让他们 做什么杀人的勾当不成 不是说他们非要杀人 而是他们从前做的事 都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 这突然一闲下来 肯定不习惯 你想背弃主子 出去担担 丑哥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对主子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主子让我去死 我绝不苟活 你怎么说这么伤人的话呢 那主子现在的命令 就是让我们保护沈二小姐 听她的调解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马六砸了砸嘴 小声嘀咕 主子该不会是喜欢沈家那小丫头吧 他向前走了好几步 才发现陈静愁和兄弟们都没跟上来 回头去看时 却见兄弟们一个个如梦惊醒的样子 你们怎 第三十章 哭了 六子 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对啊 如果这都不是爱 那什么事 陈静愁认真的点点头 以后不能把二小姐当成主子了 我们得把她当成黄孙飞 马六 不是 我随口一说 大家好像都当真了 丞相府的师会 在晚宴开始前 是以沈飞鸾从北城出来之后 直奔挨着丞相府的陈恩侯府 目的就是为了不跟柳翩然碰面 僵尸不傻 若是被他看到他这副打扮 肯定又要生出八百个新眼子 开对付他 说不定还会让柳翩然藏桌 不许他露出锋芒 那怎么行呢 他今日愿意带着柳翩然过来 就是为了用柳翩然的光彩夺目 来衬托自己的憔悴诗意啊 世子 小 我不是说了吗 没事不要烦我 我不出去 承恩侯府的世子杨婷玉 生得枝兰玉树 潘安之茂 也都多少女儿家 芳心暗许 是宾人们眼中的香波波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愁取的世子 成了承恩侯府的老大男 都十七岁了 拖着不肯说清 这几日 承恩侯夫人 拿了十几幅女子画像来 让她无论如何 都要挑一幅 逼得她成日在书房 都不敢出门 就怕自家娘亲 不知道又从哪里跳出来 要她选个媳妇 不是 世子 是 你一会儿不是一会儿似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不出来 就给本世子滚出去 看到你们就烦 没一个长得像玩的 让她这一腔相思之苦 连个寄托都没有 容国公府的二小姐来了 和咱们小姐 正在后花园那两呢 世子您快 啪 啪啪 书房的椅子 被掀翻在地 所有阻碍杨婷玉前进的东西 都被她踢飞出去 摔得稀巴烂 随从的话还没说完 就只剩书房满地狼藉 她家世子早已不见踪影 大开的房门告诉她 世子已经以平生最快的速度 去了后花园 鸾 鸾 鸾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飞快从圆形的拱门里冲出来 沈飞鸾被那道身影 带起的旁风吹起了衣衫 在杨婷玉的眼睛里 少女异媚翩翩 整个人如同剩下酷热里的一抹清凉 那张明念的小脸清减了不少 整个人也如同一阵风就能刮跑似的 脆弱又病态 卵儿 你怎么回事 都没有好好吃饭吗 怎么才数月不见 你就瘦了这么多 承恩侯府 有几个暑地来的厨子 做的麻辣兔头特别好吃 要不要我把那两个厨子 送去荣国公府 杨欣运翻了个白眼 碎碎念叨 你哪里是想容厨子 我看你是想把自己打包送过去吧 再次见到杨婷玉 仿若隔世 前世他进宫之后 已经六七年没见过 这张杨四义的少年 小时候一起招猫斗狗 人增狗贤的日子 还历历在目 最后一次见他 他却已成了一具 被砍掉四肢 挖掉眼珠的人质 被装在瓮中 全身洒满了蜂蜜 成千上万的蚂蚁 在伤口上蠕动着 他却发不出一点生命 因为 他的舌头也被拔了 只那张俊秀的脸轻肿不堪 颤抖的嘴唇 再无声地表达他的痛苦 沈飞鸾只看一眼 心神便被中击 活生生吐出一口血来 慕容宅就好像终于抓到了 他什么把柄 抓着他的头发 将他打得奄奄一息 最后 让他亲眼看着 太监将杨婷玉的心脏 挖出来喂饱 死得那样凄惨的人 又意气风发地站在了自己面前 活生生的 哎 卵尔尼 你怎么哭了 杨婷玉手忙脚乱的 想用手去擦拭他的眼泪 又怕自己唐突了家人 那双手隔着半寸的距离 在他的面容上方 碰他也不是 收回去也不是 慌得不得了 扑吃 沈飞鸾忍不住笑出声来 庆幸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重生的意义 不就是让自己活下来 保护好身边的人吗 现在心运也还活着 婷玉哥的手也没断 更没有被诬陷 与他油染 被虐杀致死 他的落泪 让杨心运和杨婷玉 同时想到了 最近发生的事 八皇子这个背信弃义的混蛋 当初说 会把卵儿放在手心里疼爱 如今却让他沦为 整个夜都的笑柄 敢害他这么伤心 定饶不了他 卵儿不愿说 便不逼他 免得提起他的伤心事 两兄妹插科打混 总算让沈飞鸾心情好了起来 几人一起乘马车 去了丞相府 柳翩然虽然收到了 沈飞鸾给自己的帖子 但这种场合 他能来以示 沾了戎谷功夫的光 是万不可能让江士爷一同来的 他一个寡妇 又无品级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盛会 江士自己也知道 所以才一心想攀附荣国公 提高自己的身份 柳翩然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门口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少女实在貌美到了极点 一袭轻薄的飞色 秀白潭水雾裙 腰身盈盈一卧 被一条细腰带束住 行动间若柳浮风 飘然若鲜 容貌是前所未见的轻力脱俗 一双美目玉宇还修 似有千万种风情流转 可那风情并不影响他的清纯娇憨 反而有种奇异的 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成熟的美丽 只能想到四个字 人间有物 这位小姐是何人 从前怎么没在诗会上见过 美人当如斯 美人当如斯啊 从今天开始 这位小姐就是我的梦中仙女了 我现在就去打听一下 她是哪家的 好让我爹上门去提亲 你们别想了 她就是从沈飞鸾手里 抢走八皇子的柳翩然 人家心气高着呢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哪里能入她的眼 啊 她就是柳翩然 她不是背 那个了吗 怎么还好意思出来抛头露面啊 脸皮厚不要脸就行了呗 她要是个要脸的 住在荣国公府 怎么好意思强审飞鸾的心上人呢 议论诋毁的话 如流水涌入柳翩然的耳朵里 她身子微晃 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 眼中有泪花在闪动 第三十一章 相辅诗会 当着人面嚼舌根子 这就是你们的教养 慕容宅动作利索的下马 以强势的姿态 将柳翩然护在自己身后 她没看到 在她护着别的女人的时候 沈飞鸾的马车 也停在了丞相府的大门前 柳翩然眼角余光 看到沈飞鸾下了马车 故意双手 搭着慕容宅的臂膀 柔弱无骨地 躲在她高大的身影后 姿态亲密 宛若碧人 那些被慕容宅训斥的贵女们 有些不服气 有些连忙必让开 不与之争锋 那些不服气的 也不怕慕容宅 毕竟他们家族的势力也很大 慕容宅到底 还只是个皇子 大夜朝还不是她的一言堂 辅国公府的二小姐 安静岳就是其中之一 她冷哼一声 八皇子倒是个怜香惜玉的 让臣女不禁想到去年失会 那时八皇子身边 好像还是容国公府的二小姐 这可真是年年岁岁花不同 行人换就人啊 慕容宅那双阴冷的眼睛 扫过安静岳 好女不二嫁 安小姐也彼此彼此 安静岳之前 和国子健兼成的长子定了亲 但后来那人和青楼女子纠缠 闹得人尽皆知 辅国公府便和对方撕破了脸 毁了婚约 前不久 安静岳又和虎卫大将军家的嫡子在说清 惹了些风言风语上身 可慕容宅这话有时偏颇 安静岳看她的眼神更冷了 郎若无情我便休 莫说我还未嫁 我就是出嫁了也能合理 这世上就是因为多了些无情无义的男子 才会逼得我们女子 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事来 八皇子您说是吗 你 殿下 柳偏然隐忍着 泪水要落不落 拉着她的手摇了摇头 安姑娘说的是 原是我卑贱 不该出现在这里 徒惹了姑娘不快 但我也是受邀而来 还请安姑娘不要为难我了 她这般委屈求全 当即就有少年人 要为她鸣不平 抨击安静岳的霸道无礼 是沈二小姐 沈飞鸾不想安静岳成为众矢之地 和杨欣运一同走过去 圆该光芒四射 美艳逼人 成为全场焦点的少女 如一朵鱼打的娇花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好像被瞬间抽空 水灵灵的一朵牡丹花 枯萎凋零了下去 和柳偏然的光鲜亮丽比起来 沈飞鸾的状态 实在是太惨了 鸾 慕容宅想去抓沈飞鸾的手 却被她轻飘飘的一扬手躲过 柔软的一幅布料 从她手心划过 就好像她要失去 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月姐姐安好 沈飞鸾和杨欣运 一左一右挽住 那冷面美人的手 月姐姐不要为 不值当的人生气了 听说今日诗会 薛小将军也来了 你们还没见过面吧 快些去站到好位置 让我们一睹小将军的风采 再一次与沈飞鸾 错失了交谈的机会 而且让她看到自己 护着柳偏然 慕容宅的心情非常不好 柳偏然一副忐忑的样子 殿下 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再管我了 我不想表妹 一次次误会我们的关系 而且我也知道 殿下喜欢的人是表妹 你找个机会 跟表妹好好解释清楚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她说这话时 极为小心 怕她生气 连目光都不敢与之对视 很像慕容宅之前 列的一只小鹿 因为后腿中间 看着她的目光 同样可怜兮兮 她怒气不争道 我不管你 你准备怎么反接 任由别人就这么误解你 柳偏然咬着唇 不知该如何回答 慕容宅叹了口气 进去吧 你出来乍到 诗会正是你结识 真正朋友的机会 柳偏然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脸 点了点头 表达自己很期待 这次诗会的意愿 安静岳被沈飞鸾和杨星韵架着 强行进了园中师 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看着沈飞鸾 你好歹也是容国功夫的嫡女 竟被一个装模作样的心机女 弄成这副鬼样子 你还好意思笑 平日里 与我逞兄的混账样 都去哪了 惯会窝里横是不是 不就是个男人 他三心二意 敢明儿我给你找十个八个兔眼 保证个个都比八皇子模样好 前世安静岳 嫁给了虎卫大将军的嫡子薛君泽 夫妻二人恩恩爱爱 和睦了半辈子 最后却为了他顶撞了慕容宅 而被莫须有的罪名抄家流放 他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 安静岳夫妻二人 到底还活着没有 看着他怒气冲天的模样 沈飞鸾伸手抱住他 拍着他的背道 岳姐姐 鲁国公柿子为了个青楼女子闹翻天的时候 你想挽回柿子吗 安静岳皱眉 我疯了吗 这种不守难得 金虫上脑的蠢货也配跟我 他双手抓住沈飞鸾的手臂 将他推开 认真地看着他的脸 你的意思是 你不嫁了 游记得当初他说 八皇子是自己心上人时 那身陷勤妄 无法自拔地蠢样 他怎么劝都不听 还因此与他身份 他们已经许久不曾碰面了 沈飞鸾点头 岳姐姐说得对 慕容宅就是一个薄情寡义 贪恋美色的无耻之徒 是我瞎了眼 错把云木当珍珠 还因此伤了岳姐姐的心 他有些不好意思道 对不起岳姐姐 鸾儿年纪小 你不要和鸾儿一般见识好不好 他眼中满是期待 安静岳反而笑道 看来这柳翩然的到来 也不算坏事啊 帮沈飞鸾这笨蛋 看清了渣男的真面目 那你打算怎么办 安静岳问道 别跟我说你就这么算了 我可不信 沈飞鸾啊 他从来都是有仇必报的 所以当年他们 才会不打不相识 岳姐姐看着便好 不要和慕容宅做无畏的争论 他敢利用我 就要承担被我发现之后的后果 一阵风吹来 沈飞鸾眼底 泛起阵阵液 他柳翩然要扬名立万 他就让他裁名远扬 得意之时再拉他下地狱 岂不快哉 好像开始了 我们过去吧 灯火通明的人工胡编 斗狮已然开始 人群聚集在一处 都看着被丞相嫡女 岩珊珊为难的柳翩然 大小姐说话算话 若我能做出诗句 你要向我道歉 岩珊珊不屑哼笑 好啊 第32章 施惠魁首 沈飞鸾走得近了才知道 是岩珊珊嫌柳翩然上不得台面 小家子做派将他推倒在地 言语之间很是看不起柳翩然 丞相府虽然和荣国公府不对付 但因这八皇子 将沈飞鸾视为囊中之物 两家之间一向维持着表面的平和 岩珊珊受家中长辈影响 不见得有多喜欢沈飞鸾 但更看不上抢自己表妹心上人的柳翩然 夜多贵女之间的名争暗斗 向来是拼家族势力 人品才华 没有人会使些肮脏手段 这柳翩然在男人之中是干干净净 温柔纯善的小白兔 可在夜多贵女们的眼中 妥妥的一朵伪善白莲花 真不想和八皇子有什么牵扯 真要是这般纯洁无瑕 当初在圣安寺 被那群乞丐羞辱的时候 就该 一头碰死 事情才过去半个月 他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如此招摇过世 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大 话而言之 脸皮比城墙还厚 也不知父亲是什么意思 非要自己给他写帖子 桑月 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这斗士的结果不看也罢 左右不过柳翩然文采惊人 以诗会有 成为今晚最出人意料 惊艳众人的魁首 也是慕容宅 真正对柳翩然动情的一刻 丞相府的这处园子建的极大 假山流水 亭台楼械 处处都是好风景 今晚月色极好 没有了碍眼的人 连空气都清甜了几分 等等 这味道 噗通 身后桑月突然倒地 昏迷不醒 沈飞鸾正要呼救 却被突然冲出来的几个婆子 用帕子捂住了嘴 那股香甜钻入鼻腔 很快让他失去意识 腰间的玉佩已经被他解下 在几个婆子扛着他走的时候 玉佩掉在了草地中 鸾儿去哪了 去那边散心去了吧 杨兴运对着高唐阔论的柳翩然 翻了个白眼 眯着眼睛道 月姐姐 我们要帮我儿好好盯着 看看这女人和八皇子 到底在搞什么鬼 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因为刚才他听到 严姗姗跟自己的朋友说 是严丞相让他 给柳翩然写帖子的 一国丞相 怎么可能会关注 柳翩然这种小人物 可若是八皇子特意交代的 就不一定了 严丞相不就是八皇子的人吗 安静月觉得 他言之有理 也站在人群最前面 眼睛一眨不眨地 在八皇子和柳翩然之间 来回打量 而此刻 柳翩然秀气的眉头青醋 提笔在纸上 写下一首以乐为题的诗句 更深月色扮人家 北斗篮杆南斗鞋 今夜偏执春气暖 重生新透绿窗沙 好好好 真好啊 二时有八字无可用者 其透一字妙甚 诗善者当此绝句 立刻有擅长做诗的才子 上前评价 小姐此诗玄语精妙 境界超远 用凝炼简洁的笔触 表达出清济幽碎的意境 果真妙极 不少一开始 用异样的眼神打亮她 用最坏的心思来揣测她的人 都对她有所改观 能做出这种意境的诗句来的人 能坏到哪里去呢 既然是柳姑娘赢了 那颜大小姐是不是该道歉了 怎么就是她赢了 颜珊珊把旁边自己的小姐妹推出去 让她和秀秀比 秀秀才是我们上一届诗会的魁首 女子与男子的比赛并不在一处 女子之间玩闹更多 做的都是些春花秋月的 词早美丽的诗 男子们的斗诗在另一边 比这边激烈得多 今日诗会也不全是来斗诗的 还有许多人是来相看的 女子这边的人自然比较多 叫秀秀的小姑娘被推出来后 有些害羞道 柳姑娘 那咱们以春江与花月为辞吧 柳骗然点点头 只思索片刻便写下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人群有片刻寂静 随后爆发激烈的掌声 柳姑娘当真是这夜都低财女 做得诗句起回曲折 转入归司 言语委婉轻妙 急得曲折 实乃大家 柳姑娘这魁首 当之无愧 言姗姗气劫 秀秀 你快点啊 那秀起了小姑娘咬着唇 脸红红的 但还是很艰难地说了一句 我输了 我做不出比她更精妙的诗来 言大小见 柳骗然颇有些傲骨的抬头 你说了 请你为刚才的鲁莽向我道歉 不卑不亢 看着更有文人风骨了 话是自己说出口的 言姗姗气呼呼地符合贴身丫鬟道 没听到柳姑娘让你道歉吗 丫鬟懦弄上前 柳姑娘 对不住 方才是奴婢没看轻路 撞了您 望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奴婢计较 你 柳骗然红了眼 似乎受到了天大的羞辱 言姗姗抱闭冷眼瞧着她 差不多得了 别在这里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说 我推了你 有人看见吗 她环视四周 撞上的眼神 全都敢怒不敢言 相国千金 他们哪里开罪得起 既然没人看见 那就是没有 我都让丫鬟给你道歉了 你别无理取闹 人群的目光 都被这边的热闹吸引 一张普通的让人记不住的脸 从中退出 往僻静处去 耳畔是水声波荡 一股浓烈的铜油味刺鼻 沈飞鸾缓慢地睁开眼睛 全身都没有力气 下巴上传来被人手指钳住的酸痛感 她垂眸 看到一张嚣张可笑的脸 沈飞鸾 你不是很神气吗 怎么落到我手里了 由于脸上还有沈飞鸾打出来的伤 轻轻自自的 稍微做夸张一些的表情 就疼得她直抽气 见沈飞鸾不说话 抽出腰间的匕首 抵在她脸上 嘖嘖嘖 真是一张如花似玉的脸 你说我要是把你的脸刮花 你还能勾引男人吗 我长得好看我知道 你长得丑你知道吗 死到临头还嘴硬 袁仁坤举起匕首 向她的右脸刺去 那角度和力度 不像要毁她的容 而是想要她的命 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脸上的肌肉都紧绷起来 第三十三章 偷听 沈飞鸾舌尖发麻 千钧一发之际 她终于挣脱手上的绳索 一个反扑 将袁仁坤扑倒在地 匕首也跌落一旁 期间还撞倒了花瓶高架 青花瓷的花瓶落在地上 咕噜噜地滚了几圈 到了沈飞鸾的脚边 你 在袁仁坤惊恐的眼神中 少女坐在她身上 抱起掉落在甲板上的花瓶 动作迅猛地抱扣在她头上 袁仁坤只觉得额头一阵剧痛 紧接着闻到血腥味 便抵抗不住晕了过去 沈飞鸾一甩长发 大口喘着气 看着地上昏死过去的人道 没听说过 反派死于话多吗 幸而袁仁坤自负轻敌 以为自己万无一失 此间只他一人 否则沈飞鸾也不敢轻举妄动 跟他对骂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他把绳子解开 那些年 他被捆起来几百上千次 早就练出来一手解绳所保命的绝技 他出身疆门 哪怕不会什么高深的武功 也还是耳濡目染 手脚比一般女子都灵活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衫 悄悄往外走 入目是空荡荡的传板 小二层的采访上 除了他和袁仁坤 居然再无第三人 这不可能 鲁国公的孙子 大掌公主的外孙 他的命没有这么不值钱 一定还有后手 快 把这些铜油泼在甲板上 门窗上也泼 小主子交代了 要烧得一干二净 什么把柄都别留 先折磨他 毁他的容 让他极致疼痛过后 还要毁尸灭迹 把他烧成灰 让鲁国公府 找不到一丁点线索 沈飞鸾的戾气 怎么都压制不住了 怎么前世今生 他们都想把他烧死呢 他跟火有仇吗 还是 他和袁仁坤有这么大的仇恨 恨不得对方把他烧成灰吗 夜色下 一双冷冽又狠毒的毛子 散发奇异的光 他掌握好那些下人打扮的侍卫 跑上二层的时间 顺着船杆滑向一层 在他们卖力地往船上倒铜油时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采访拴在岸上的绳子解开 晚风一吹 采访缓慢地 无知无觉地向湖中心推远 那些下人向二层泼了铜油 又跑回一层 点燃火把 直接扔了上去 火蛇瞬间冲破天际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 顷刻间就将整个二层吞噬 并且大火烧到了一层 那些人想要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采访不知何时 飘到了湖中央 也不是人人都会浮水 所以当大火烧到眼前的时候 有人哭喊着被点燃 有人惊慌之下跳湖 在水中挣扎 很快有丞相府的家丁 发现不对劲 找来几十个护卫家丁 和丫鬟灭火 沈飞鸾趁乱把腿就跑 混在一群奔跑的丫鬟里 倒也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关注 大家的心神都在采访之上 他又刻意闭着 总算有惊无险 但大掌公主的势力的确不容小觑 在与杨兴运和安静岳会合之前 他不敢露出自己的身形 谁知道他碰到的下一个丞相府下人 是不是大掌公主的人 几声缠鸣在一片陆林中响起 沈飞鸾的小腿在船上受了伤 划了一道细长的口子 正往外渗血 他背靠着大树 撕下内衬的裙边 将伤口包扎好 正欲往斗尸的园子里去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道 就在此处说吧 沈飞鸾动作一僵 不敢动弹 连呼吸都轻了几分 主子 这是从严丞相的书房里找到的 里面有他勾结官员 结党隐私的证据 纸张翻动片刻后 那冷冷的声音道 这是假的 什么 这是微臣方才亲自潜入书房偷来的 怎么会是假的 看来 咱们这位丞相大人 狡兔三窟 真正重要的东西 并没有放在书房里 主子您的意思是 把名单送回去 还有 多放一份这个名单进去 让我们的人盯紧一些 看看这老狐狸 出了书房会去哪 好 微臣知道了 咔吱 一截断掉的木枝 在脚下响起 沈飞鸾刚在树后躲好 一柄嗜血的寒铁长剑 就横在了他的脖子上 主子 这人偷听咱们说话 微臣这就杀了他灭口 沈飞鸾大惊 一掌鸡向那白面书生 他那一掌 根本就没有杀伤力 但挟持他的人不知道 还以为他是个高手 盲向后退去 就是现在 少女如一道闪电 冲到戴着人皮面具的男子身后 扯着他的衣袖 裴霍 我知道是你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别杀我好不好 白面书生意识到自己上当 提见又此来 裴霍食指轻弹 都不见他怎么用力 白面书生竟生生被弹开两步 错愕地停了下来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黑暗中 人皮面具被接下 露出一张使明月 都要羞愧的容颜来 裴霍对自己手底下人的记忆 很有信心 人皮面具不可能露出破绽 那沈飞鸾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 我认得你的声音 上次在果子健 你也认出我了 什么果子健 沈飞鸾装傻冲愣道 我最近没有去过果子健 我就是 刚才听见你说话听出来的 你撒谎 脖子被一只大手猛然掐住 但并未使大力气 裴霍那张裕面修罗的脸上 闪着寒芒 不说实话 我就杀了你 说实话 就能活下来吗 沈飞鸾一咬牙 一闭眼 双手抱住他的手臂 我小的时候喜欢过你 你的声音再怎么伪装 我都听得出来 死一样的寂静 但沈飞鸾感觉到裴霍的手 一瞬间发烫 飞快地离开了他的脖子 裴霍还是皇太孙的时候 对沈飞鸾并没有太大的印象 应该说 他对所有大臣的女儿都不关心 也没兴趣认识 唯一一次和沈飞鸾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在他八岁 他六岁那年 中秋佳节 他吃醉了酒 在御花园耍剑 他和几个相好的大臣之女 爬上假山偷看他 结果从假山上摔下来 正好掉进他怀里 沈飞鸾正忐忑着 也不知道裴霍像不相信他说的话 却听他问 什么时候的事 是问他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第三十四章 忠告 果然是陪侍皇朝 曾经精彩绝艳的皇太孙 根本不可能那么轻易相信自己 沈飞鸾脑子转得飞快 努力回忆自己小时候 出入宫廷的年岁 他一副羞涩难言的模样 弱弱到 六 六岁 应该是不确定的语气 却让裴霍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想 他面色更冷 你以为你这样说 我会留你性命 沈飞鸾猛地摇头 我知道你的敌人是谁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联手 我在明 你在案 不是对你更有利吗 的确 正如今晚这种场合 若是沈飞鸾去偷名单 风险要小得多 我凭什么相信你 沈飞鸾救了陈静筹的弟妹不错 他已经让陈静筹跟着他 暴打他 但他若威胁 到了自己的大忌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沈飞鸾脱口而出的话 让陈霍愣了愣 什么四个月 半年后 大夜朝举国上下 会迎来一场血灾 受灾的百姓 遍布整个夜朝 包括边关的将士 陈爷若信我 我们一起联手 我可以让你把慕容皇室的国库搬空 若是不信 你也可以 现在就杀了我 有一半的机会 为什么不搏一搏 再说 因着上次北城的事情 陈霍对沈飞鸾 有天然的好感 白面书生觉得 沈飞鸾在蛊惑自家皇太孙 坚持要杀了他灭口 但被陈霍拦下 我暂且相信他 至于沈飞鸾是怎么知道 半年后 大夜朝会有这一场天灾 他不想去逼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沈飞鸾作为荣古功夫的嫡女 身边有些能掐会算的奇人意识 也不奇怪 只要能真的帮到他就好 可 搬空慕容室国库 沈飞鸾又想从中得到什么 我要和你平分 沈飞鸾大胆开口 这件事 我已经着手在安排 没有陈爷的帮忙 我也可以做到 现在愿意与陪爷奋一杯羹 一是买我自己的命 二是 我也想有陪爷这么一位强大的盟友 毕竟 想推翻慕容室 仅凭我一人是做不到的 你想推翻慕容皇室 为何 据我所知 你与慕容宅 别提他的名字 沈飞鸾面上染上怒气 陪爷没听说 在圣安寺上发生的事吗 在喜圣泉下 听是听说了 但听说被毁了清狱的人 是寄居在荣古功夫的表小姐 并非沈飞鸾 还是说 那件事 原本是冲着沈飞鸾去的 只是被他识破之后 有人替他受罪了 从他如此痛恨慕容宅的情况来看 这肮脏事 八九不离时 是他坐下的 就连紧张的气氛 都为之一致 白面书生面红脖子 粗地抱了一句粗话 这八皇子 也推不是个东西了 居然用这么恶毒的方法 对付一个小姑娘 十二小姐你放心 带我家主子成事 我一定 把那个狗东西 交给你处置 他好像忘记了 刚才拿着剑 凶狠地要杀了 他这个小姑娘的人 就是他自己 当然了 就算沈飞鸾把心里话说出来 他也会说 死一时比一时吗 现在沈飞鸾是 他家主子的盟友了 他作为皇太孙最忠实的下沉 有义务搞好双方的关系 不要脸这种活计 都是一回生二回熟的 采访的火光冲天 陪货这边都隐约可见 他重新戴好人皮面具 提醒到 都已经是盟友了 我免费卖个消息给你 袁仁坤没死 被他的侍卫就走了 但是很严重 不仅头部受到重击 缺了的大口子 身体也烧伤严重 大掌公主和鲁国公 这一次 真的要跟沈飞鸾不死不休了 沈飞鸾还不想在陪货面前 暴露自己的本性 他红着双眼 浑身颤抖道 他想回我的容 还想放火烧死我 我太害怕了才 我执你良善 在他为了两个流明 而得罪猿人昆时 就看出来了 陪货沉下生 但沈飞鸾 你记住 日方中方逆 物方生方死 善良虚张弛有度 使不得雷霆手段 就别用那菩萨心肠 是怪他没把事情做到极致 他应该亲手杀死袁仁昆 并亲自确认他死亡了 再逃出来的 他说他心慈手软 没有雷霆手段 却有菩萨心肠 迟早害死自己 是对他的忠告 可真稀奇啊 前世他没做过一件恶事 处处与人为善 却被所有人责骂 说他蛇蝎心肠 说他歹毒至极 说他不得好死 永世不得超生 这一世 他以恶制恶 算计人心 虚与伪仪 却有人说 他是菩萨心肠 师会因为采访着火 而匆匆散去 不过好在男女魁首都已经绝出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 桑宇被人迷晕后 直接丢在了假山后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自家小姐 他醒来的时间 与沈飞鸾过来寻他的时间 正好碰上 主仆二人重逢 都不敢表露出 异常 桑宇替沈飞鸾整理好怡容 才款不向人群 在他们身后 有人捡起掉在草地上的玉佩 唇角勾起一抹邪笑 将刻着一只飞鸾的玉佩收了起来 鲁国公府深处 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洛霞郡主在床边走来走去 哭得一点贵夫人的仪态都没有了 他按住剧烈挣扎的袁人坤 坤 坤你再忍忍 这是你外祖母从宫里带出来的 最擅长烧伤的太医 你别哭 别怕 娘在这呢 娘在这呢呀 床上被绑住了手脚的 面部被严重烧伤的恐怖男子 眼神空洞 直不停地惨叫着 屋子里跪了一地的下人 个个瑟瑟发抖 就是他们点火 把袁人坤烧成这样的 啪 混账 鲁国公一巴掌 扇在其中一个下人脸上 暴怒道 拖下去 全部拖下去 剁碎了胃狗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把他的乖孙烧成这样 把他们全杀了 也难以泄分 罪魁祸首 还是沈飞鸾 为什么被烧成这样的 不是沈飞鸾 明明他们的计划里 是那个该死的女人 被烧死啊 一滴仇恨的泪 从落霞郡主的眼中滑落 他胸口剧烈起伏 咬牙切齿尖叫道 沈飞鸾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第三十五章 圣人不仁 阿娇 坐在房间里 被桑宇强行喂了一碗姜汤 压惊的沈飞鸾 打了个喷嚏 桑宇立刻将床下的冰盆挪远了些 小姐 咱们下次出行 暗卫一定要带着 今晚也太凶险了 奴婢都不知道小姐 您怎么逃出来的 腿上的伤若是流疤了 可怎么是好 按照桑宇的意思 他是要请府中的老大夫 来给小姐看看的 可小姐不肯 怕惊动了国公爷和老太君 只让他们押换几个 找了外伤药来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沈飞鸾笑了笑 不会流疤的 你们再晚一点包扎 我这伤口就愈合了 还有心思和桑宇说笑 春眠和春笑 端着进了血布的铜盆出去 桑宇才哭了出来 小姐惯会玩笑 可知奴婢被迷晕之时 心中有多惶恐 醒来之时 又有多恐惧 您遭遇不测 当着丫鬟们的面 她不想逾越了身份 但私底下 她又实在气恼小姐 这不放在心上的态度 与其多有埋怨 小姐不放在心上 万一以后再发生 这样的情况 还能这么幸运脱身吗 她一个命见丫鬟 死了也就死了 可她家小姐不可以 我保证 下次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沈飞鸾拍着她的肩膀 好丧羽快别哭了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下次我出门 带十个八个暗卫 再带几个贴身护卫 行吗 她不想带暗卫 是因为她的暗卫 都是爹爹安排的人 侍卫就更不用说了 都出自军营 是爹爹亲自操练出来的 她要做的事 现在还不能让爹爹和祖母知晓 他们会担心的 但明日 陈静筹带着她的兄弟过来之后 就不一样了 她可以把鸾修院里里外外 明里暗里的护卫 都换成他们的人 她不担心他们的忠诚 前世陈静筹 率领北城所有的青壮年 攻打皇城 禁卫军 宇林军 大内侍卫 以及各府侍卫 全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被皇城中人 视为乌合之众的他们 以无人可挡的气势 一路杀到了皇宫的城墙脚下 杀死她一双 弟妹的袁仁坤 被陈静筹砍断了双手 吊死在城墙上 就连大长公主等人 都被逼得进了皇宫避难 最后 这场叛军之乱 是爹爹匆匆赶回 带着军队剿灭的 而他们那支军队 原是去支援朔方郡的 朔方记录塞 有十万匈奴军来犯 荣国公领命带援军支援 半路却接到叶都急报 有叛军攻打皇城 命令他们即刻回叶都增援 陈静筹和他那班兄弟 有机会逃跑的 爹爹故意留了条生路给他们 只是他们看着被围剿惨死的难民们 引咎自杀了 死前大骂慕容皇室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纵容皇城中人 以虐杀平民为乐 官官相护 百姓投诉无门 这就是你们慕容室 推翻培饰江山后 歌颂的盛世太平 可笑 真是可笑至极 沈飞鸾相信 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人 不是草莽 而是真英雄 他敬重 也信任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 这乡 沈飞鸾怀着激荡的心情入睡 北院也并不平静 江氏将柳翩然的头发搅干净道 你是说 八皇子约你明天去游湖 柳翩然脸上还残留着 诗会结束时兴奋的红韵 田笑道 嗯 他还夸我 今日诗做得很好 沈飞鸾不学无术 从未在斗诗会上拿到过名次 我第一次参加 就得了魁首 娘亲 他夸我厉害 你这丫头 别给我一头扎进男人的甜言蜜语里 记住我说过的话 男人都不可信 我知道的 柳翩然平复了一下心情道 女儿也不是因为八皇子夸我才这么高兴 女儿是因为赢了沈飞鸾 今天还只是个开始 从现在起 他会让沈飞鸾一次次的 输得彻底 你也不要得意忘形 僵尸不得不泼他冷水 这几次交手下来 咱们没有讨到半点好处 反而让国公爷和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讨厌上了 你赢这一场 是因为他是荣国功夫敌女 他不需要这些荣耀加身 就已经站在咱们触及不到的顶端 翩然 咱们要万分小心 嗯 柳翩然心不在焉地点头 那明日的游湖 女儿去不去 不去 将是眸子微闪 你生病了 要好好休息 才拿下斗士会魁首 想要结识柳翩然的青年才俊 高门小姐肯定不在少数 是个正常人 都会借着这个机会 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更何况 柳翩然是外来人 自己的表妹和自己关系很恶恋 他更应该急着想认识更多的人 可是 这个时候 他却对外宣称生病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沈飞鸾极度柳翩然的才华 暗地里又欺负打压人家 不许人家外出交际 控制了柳翩然的自由 外人进不来 进来了也不敢找沈飞鸾的麻烦 但八皇子能啊 皇子拜访 无论多大的官 多大的势力 都是必须要接见的 第二日 又是一个艳阳天 沈飞鸾起得早 去寿喜堂陪着老太君 用了早膳采回 他早膳过后 有消食的习惯 趁着沉浸愁 他们还没来 让春眠把他的软鞭 带来了后花园 他在空地上捂起了鞭子 啪 啪 啪 鞭子一甩一收尖 发出脆响 空气中 好像有白色的粉末在纷飞 春眠吓得拉着春雨倒退了几步 我怎么觉得 小姐这鞭子 捂得越来越 越来越 他想了半天 没有想起来形容词 春雨咪咪笑 越来越杀气重了是不是 对对对 春眠疯狂点头 以前小姐捂鞭子 我只觉得赏心悦目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今天看着 好像一鞭子 能把我的头给拧下来 那咱们可要好好当差 免得小姐赏咱们一鞭子 春眠都被吓得面无人色了 又疯狂点头 沈飞鸾 男子的怒吓 让沈飞鸾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 消失殆尽 他停下动作 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 第36章 鞭打 在桑雨地上帕子给他擦汗时 慕容宅拉着一脸惊恐的柳偏然 冲到了他面前 沈飞鸾 你到底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恶毒暴虐 柳姑娘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他 你也是个女子 就不能温柔良善一些吗 你如此行径 还想做我的皇子妃吗 你一大早的嘴里到夜香了吗 怎么满嘴喷愤 沈飞鸾可不惯着他 直接对道 真没看出来 曾经温文尔雅的八皇子 居然也会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为你们的爱情感动 但别来我面前撒野 小心我剁了你们月线的爪子 你 你怎么这个态度跟我说话 你疯了吗 慕容宅惊讶地张着嘴 多少年了 沈飞鸾在他面前 都是一副娇俏可爱 天真烂漫的样子 看着他时 眼睛里的爱意 都会忍不住一出来 这是第一次 他从沈飞鸾的眼睛里 看到冷漠 厌恶 痛恨 负面的情绪排山倒海而来 令他的脚步都退去了 哼 沈飞鸾冷着眸 八皇子带着别的女人 来找我讨公道 张口闭口 我是恶毒暴虐之人 还想我用什么态度对你 还是我以前对你太好了 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谁给你的脸 让你对我大呼小叫 贵妃娘娘的儿子 又怎么样 他母妃是个妾 他也终究只是个数字罢了 就连东宫所处的三皇子 每次见他都客客气气的 他这数字 倒认不清身份了 还有 你问我 还想做你的皇子妃吗 少女满是戾气的眼睛 让人如坠冰窖 开口更是冷酷无情 我什么时候想做你的皇子妃了 不是你一天到晚跪舔我 求着我 哄着我嫁给你吗 如今另有新欢 竟用这个来 威胁我来了 慕容宅 你好大的一张脸啊 表妹 你别说这样的气话 柳片然的眼泪说来就来 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 殿下 你不是答应我好好谈的吗 怎么又吵起来了 语气之中的亲密 可见不一般 在柳片然那里 答应好好谈 到了沈飞鸾这里就大声吼 谁在他心里的地位更重要 还不明显吗 我也想好好谈 可你看他 慕容宅忍了忍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鸾儿 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水火不容吗 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今日若不是我说来求见柳姑娘的 我连你的面都碰不到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 我都不见你了 你还死皮了脸的缠上来 你是狗吗 你 他越骂越过分 越骂越顺口 不 说你是狗 也太抬举你了 你连狗都不如 狗主人给一根肉骨头 他都知道姚维起怜 感谢自己的主人 慕容宅靠着荣国公府打下江山 坐稳皇位 却把荣国公府 以及所有和国公府交好的世家大族 全都屠杀殆尽 畜生也不如 你别太过分了 慕容宅终于怒了 一手掐住沈飞鸾的脖子 五指用力 放开我家小姐 侍卫和暗卫们都吓傻了 这是皇帝的儿子 是皇子 他们到底该不该动手啊 二小姐只是在和八皇子闹脾气 八皇子不可能真的掐死二小姐的 只有桑宇 春眠和春宇 冲上去锤打八皇子 这一刻 他们忘了尊卑贵贱 只知道八皇子危害到了小姐的性命 那就是他们的仇人 殿下 柳翩然也大惊 摇晃她的手臂 站在她的面前 让她看清自己脸上的泪痕 不要 你不要这样 求求你 你快放开卵儿表妹 从失去理智中回过神 慕容宅猛地松开手 嗨嗨嗨嗨 在几个丫鬟的搀扶下 沈飞鸾才不至于贪婪在地 喉咙里传来一股心甜的铁锈味 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眼睛看到的 全是因缺氧而冒出来的小白点 鸾 别过来 沈飞鸾制止住慕容宅 走向自己的脚步 我想知道 是什么 让你一大早来向我行尸问罪 甚至想杀了我 她不承认 是因为她嘴巴太毒 激怒了慕容宅 她非要把这个导火索安在柳翩然头上 让外头的人去传送他们二人之间坚真的感情 慕容宅像是找到了一个台阶下 抓过柳翩然纤细的浩腕 将她宽大的袖子撩起来 赫然出现了好几条甚至血珠的鞭痕 匆匆一瞥 柳翩然飞快地盖住 一直摇头 不 不是的 殿下 真的不是罗儿表妹打的 我们走 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她在抖 她很害怕 不是她 还能是谁 慕容宅愤怒地瞪着沈飞鸾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有 沈飞鸾一甩长鞭 你瞎 她一回旋踢 将慕容宅踢地倒在一边 在她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扬边抽象柳翩然 啊 胸口和脖子上被抽了几鞭子 立刻就红肿起来 痛得柳翩然抱头鼠窜 这时候 也顾不得什么优雅端庄了 跑得快才能不被打 沈飞鸾追着她满场跑 边边都不落空 打得柳翩然呲哗乱叫 直到慕容宅反应过来 才将两人拉开 沈飞鸾嘴里还不停输出 既然八皇子说你的伤是我打的 那我不在你身上留下点痕迹 怎么对得起这扣下来的屎盆子 可不是我要打你 是八皇子非要我打的 你要怪就怪他冤枉我 他都敢当着八皇子的面前打人 何必在背地里打了不承认 慕容宅心疼地抱着身上 开花的柳翩然 真 真不是他打的 柳翩然怕了 带着哭腔道 我说了很多遍 不是他 是殿下非要来 我以为你是害怕被爆 迎着沈飞鸾似笑非笑的眼睛 慕容宅说不下去了 都说完了是吗 说完了就滚 别逼我大嘴巴删你们 上一个被他删耳光的是袁仁昆 从鲁国公府传来的消息 袁仁昆已经躺在床上 变成了一个痴呆傻子 慕容宅浑浑噩噩地离开荣国公府 立马就有内宅消息 长了翅膀样的 飞向千家万户 第37章 自选侍卫 小姐 桑宇有些担心 您这么不留情面地骂八皇子 他会不会报复您啊 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子 想讨好他的人多的是 宫里的贵妃娘娘 也不是省油的灯 沈飞鸾黑沉沉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不屑 他不敢 只要他还想越过三皇子成为太子 他就不敢真的对他怎么样 小姐 衙行的人来了 春花一早上就等在门房 只等衙行的人 带着小姐想要的人来了 就带他们进来 等等 沈飞鸾摸着脖子上 暗红色的掐痕 让他们先回去 我先去见祖母 慕容宅都把换人的理由 送到他手里来了 他怎么能不好好利用 受洗糖 几个小丫鬟 一边弹琵琶 一边唱着小曲 老太君就半躺在软塌上 闭着眼睛 手指跟着琵琶声而律动 老太君 老太君 您快去看看二小姐吧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让婢子们进去 奴婢瞧着小姐 情绪很激动 怕他想不开 春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天都塌了似的 还没进门 就急急开口 老太君瞬间睁开眼睛 屋子里的乐声和歌声 都戛然而止 是男男出事了 向来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的老太君 立马起身 不等丫鬟通报 已经快步走出 抓住春小的手 边走边说 男男怎么了 春小用力擦了把泪 将八皇子一大早 带着柳翩然 去找沈飞鸾麻烦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着重讲了 八皇子为了柳翩然 差点把他家小姐掐死 但是那些暗卫和侍卫 一个个都跟死人似的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保护小姐 老太君听得一阵阵火气上升 连国公爷都骂上了 他爹是干什么吃的 不是说男男身边高手如云吗 这就是他说的 万无一失 来人去军营 把国公爷叫回来 把那群饭桶都给我领回去 沈飞鸾身边的侍卫待遇都极好 为了让他们安心尽力地 保护好自己的主子 容国公还把他们的家人 都借来了夜兜 把他们都安排进 国公府的产业里做工 军营中的士兵 也不是个个都想上战场 建功立业 刀口填血的 还有大多数是因为家境贫寒 实在没办法了才进的军营 每月领些军饷寄回家中 以此来保住妻儿父母的温饱 战死之后 还会有很大一笔抚恤金 给至家中 可 有更安稳 不用卖命 就可以拿到赢钱的事情做 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 鸾绣院的侍卫们 听着小姐房中 传出来的瓷器碎裂声 一个个都静若寒蝉 不敢言语 他们是真不知道 八皇子会下这么狠的手 还以为只是小情人之间的 嬉笑打闹 谁知道 八皇子今日抽的什么疯 居然把小姐的脖子都掐走了 这会儿 小姐因为他们的不作为 正在大发雷霆 桑宇砸第八个价值不菲的摆剑时 老太君已经敲响了房门 南南 你别犯傻 别伤害自己 八皇子他敢欺负你 祖母这就让你爹给你报仇 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 屋子里静了静 再没有打杂的声音 随后桑宇的声音传了出来 小姐 奴才们犯错 您惩罚奴才就行了 何必用他们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呢 老太君年事已高 您忍心 让他为您担惊受怕吗 在门外的老太君灵机一动 摸着自己的脖子往后倒去 哎呦 哎呦 我的头好痛 老太君 屋子外的丫鬟婆子吓了一跳 声音尖烈 快来人 快来人 老太君晕倒了 房门嘎吱一声被拉开 老太君脸不红心不跳地站直身体 打亮着孙女那张苍白的小脸 眼底还有泪花在闪动 雪白细嫩的脖子上 深紫色的掐痕触目惊心 可见当时八皇子真的动了杀心 老太君一瞬间泪崩 抱着沈飞鸾不停抹泪 心疼道 我的男男受苦了 八皇子 这个畜生 我老婆子跟他没完 沈飞鸾乌咽着 目光坚定道 祖母 我要把院子里的侍卫和暗卫 全都换掉 经此一事 老太君本也不愿意让那些拎不清的人 再保护自己的宝贝孙女了 他连连点头 换 通通都换掉 一会儿你爹回来了 让他给你重新挑人 我不要爹爹挑的 沈飞鸾反应有些激烈 这次我要自己挑 我要把那些人的卖身器都捏在自己手里 祖母 男男自己的性命 也想掌控在自己手里 他要身边的侍卫 都只听他的话 以他的安危为主 不管什么人 只要危及到他的性命 就要毫不犹豫地出手 老太君正心疼 自然是什么都依着他 吩咐沉默默道 阿辰 你去找牙型的人来 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沈飞鸾出声阻拦 不麻烦沉默默了 我已经让人在牙型挑了十几个人来 祖母帮男男长长眼行吗 他要在爹爹回来之前 把这事敲定 不然爹爹可不是那么好敷衍的 荣国公府外头 马六吊锒铛地踢着牙 给陈敬筹泼冷水 你们就跟着他胡闹吧 荣国公府二小姐的侍卫 是这么容易就能当的吗 他一个小姑娘 哪里做得了这个主 荣国公会同意吗 他们这落魄标局的假身份 还是沈飞鸾给的 也不知道惊不惊地助荣国公来查 万一查出来他们骗人 恐怕还有牢狱之灾 陈敬筹双手暴毕 像尊门神笔直地等在门口 黄孙飞 小姐若是没办法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哪里能让小姐替我们操心 马六真的服了 他们大哥 好像真的把沈飞鸾 当成了黄孙飞一样的尊敬 至于吗 你们嘀嘀咕咕些什么呢 还不快跟上 小侧门有个身量瘦小的丫鬟 正在跟牙狼交谈 说了没几句 就领着人亡李靖 陈敬筹和马六走在最后没注意 落后了一些 被训斥后赶紧弯腰跟上 马六没想到 沈二小姐这个小姑娘 还真能做自己的主 他们十几个成年男子 一进鸾绣院的外院 就有提着木棍迎头撞来 第38章 考验 我去 马六一个闪退 抓住木棍往身前一拉 沈飞鸾原先的护卫 就被他抓住一斤扔了出去 十几个人对上沈飞鸾这边的二三十人 仍不落下风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 曾经那些经过层层选拔的侍卫 全都躺倒在地 沈飞鸾对着沈静仇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对老太君演戏 沈静仇领悟其意 正义凛然道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是招护卫 还是嫌弃 我们兄弟几个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不招人 我们兄弟几个 继续接散火跑镖去了 他怒气冲冲的样子 配合着粗狂的外表 还真有些唬人 牙狼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他偷偷去看沈飞鸾 见他面不改色 心中有了猜想 这些身材强悍的武功高手 就是沈二小姐安排去牙刑的 不然昨夜这些人 阿诚卖身给牙刑 荣国公府今日一早便来了人 不多不少的 把昨夜卖身的几个 全选过来了 其实大掌公主府的下人 今早也来挑人了 巧的是 他们也挑中了 这十几个好手中的几个 可荣国公府 一个都不愿意分出来 全部都要 而且 这十几个人 本就是一个标局出来的 当初卖身的唯一条件 就是 要被卖给同一个主子 也都表示 要跟着大哥来荣国公府 要不是看在为首的那个 武力实在强悍 牙刑都不会同意 这么无理的要求 什么样的家世条件 要买这么多外面的护卫啊 大户人家 有自己从小培养的侍卫 小户人家也买不起啊 沈飞鸾在老太君耳边 低语了几句 老太君忙 将人留下 各位来应招的是 老生孙女的贴身护卫 老生谨慎了一些 小小考验 还希望你们能理解 老太君身份高贵 说话却很和善 没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老太君发话 牙狼立刻递上几人卖身器 老太君都查过的 的确是标局里的标师 但他们的标局经营不善 已经倒闭了 他们兄弟十几人倒是齐心 因着不愿分开 所以迟迟没有牙刑肯收他们 说来也是荣国公府与他们有缘 咱们牙刑才签下他们 您就来选人了 天底下这要巧合的是 若不是人为安排 便是缘分了 牙狼当然也不会当着老太君的面 拆穿沈飞鸾 做他们这一行的 最会装傻 老太君对牙狼的恭维不置可否 翻看了一下卖身器 再仔细打量了一下几人 楠楠 你确定就要他们吗 沈飞鸾点头 祖母 就要他们 行 老太君将卖身器给沈飞鸾 又让陈嬷嬷领着牙狼去账房那儿取银子 荣国公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结束了 老太君为着这事 对他好一通脾气 不仅老太君不理他了 女儿也将他拒之门外 他新招的那些护卫身手了得 连他的面子都不给 说揍人就揍人啊 不过荣国公倒也不生气 这些护卫都签了死器给沈飞鸾 生死都是他女儿说了算 总比军营里挑出来的那些个小子强 居然任由慕容宅出手 伤了自己的主子 回头就把他们丢到军营最底层去 狠狠操练 舒服日子过得久了 这些人看来是都忘本了 隔着房门和沈飞鸾说了几句话后 他转头就进宫去了 当天晚上 宫里就有消息传出来 八皇子被打了五十大板 躺在床上下不了地了 寅人宫 进进出出的宫女 大气都不敢出 端着一盆盆血水往外走 赵贵妃冷着脸 看着趴在床上 神色痛苦的慕容宅 语气森然 我让你拿捏住荣国公府那个小丫头 你都在外面做什么混账事了 你和那江南来投奔 荣国公的孤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都传到宫里头来了 如此 外头恐怕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你可真行啊 赵贵妃冷笑一声 为了个卑贱之女 竟敢对沈飞鸾出手 气得荣国公连夜进攻来为女儿讨说法 你这是活腻了 把沈飞鸾往皇后那边推是吗 你这个蠢货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 都被你给毁了 当初沈飞鸾与辅国公府的大小姐安静岳交好 而安静岳原本和国子剑兼成家定了亲 那是他们自己人 沈飞鸾与他交好 他们乐见其成 可后来 安静岳与兼成家退亲 双方撕破了脸后 辅国公府与虎卫大将军府定亲 要知道 虎卫大将军是三皇子的姑父 安静岳未来的婆母 是皇后的亲姐姐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用了不少人脉 才挑拨了二人的关系 使他们不再往来 可他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带着柳偏然去施会 还替他说话 逼得安静岳站出来 为沈飞鸾鸣不平 导致二人兵士前嫌 又和好了 你最近蠢事平出 都不用东宫那位出手 就把沈飞鸾推得远远的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慕容宅被自己的母妃 一字一句诛心 他宁没道 母妃 而沈与柳姑娘 真的什么都没有 儿臣只是联系她 孤苦无依 卵儿她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从小就被宠坏了 连儿臣这个皇子 都得让她欺奋 要不是 她口出狂言惹怒儿臣 儿臣也不至于 说着 她用力捶了一拳床铺 堂堂皇子像条狗一样 对着她摇尾起怜 母妃 儿臣真的受够了 等你成了太子 赵贵妃眼神更冷了 已经忍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在摘取果实的时候 功亏一篑 中秋功宴在即 本宫会帮你把沈飞鸾带来 本宫不管你来软的还是硬的 无论如何 你都要把她拿下 走到门口 赵贵妃又回头道 想成为人上人 谁不是从当一条狗开始的呢 只要你放得下尊严和身段 这天下迟早都是你的 你别忘了 你父皇在做皇帝之前 也是裴家的一条狗 可是你看 风水轮流转 如今裴家的皇太孙 在宫中受尽屈辱 慕容氏已经翻身 做了这天下之主 彼得 不就是谁更能忍吗 他能忍 所以他成了皇帝最爱的贵妃 将来他还要做皇后 太后 因为 他最能忍 第39章 一片苦心 这八皇子 最近是不是魔争了 怎么和容国公府 闹得这么僵 这天下间的男子 没几个可信的 曾经的海誓山盟 在他遇到 更令他心动的女子后 全都可以抛出脑后 八皇子没戏了 那是不是代表 夜兜的那些公子们 又有机会了 你们还真别说 沈二小姐还敲秘秘 给北城那些难民试周呢 真是人美心善 我也瞧见过几次 确实很低调 那次他 为了救两个难民孩童 把鲁国公的孙子 给打了 估计还得罪了大长公主 提起袁仁昆 他们又火热起来 说来也真稀奇了 丞相府举办师会那天 后院有一艘采访被烧了 第二天 鲁国公府就传出 袁大公子被烧成重伤的消息 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啊 丞相府和鲁国公府都封锁了消息 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肯定有关联啊 我有靠谱的消息 听说袁大公子有龙阳之好 找了兔儿爷在那里玩 结果滴落的时候 引发了大火 嘖嘖嘖 那兔儿爷都被烧成灰了 不是吧 这么劲爆 难怪他们要封锁消息 袁仁昆被烧成重伤的原因 在龙阳之好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又多了 好些个看似离谱 但仔细想想 又很有道理的版本 总之 沈飞鸾的名字 除了仗义救人那一回 和袁仁昆同时出现了一次 往后再没有被提起 未必封头 沈飞鸾最近都没出门 王甲出发去西域大半个月之后 写了信回来 马六带着七八个护卫追上了他们 护送他们去西域 王甲写信来问 这些人能不能信任 沈飞鸾自打和陪货达成统一战线 两人还没走过来往 他打算等中秋宴时 再找他要些人和钱 再让他的人把信和钱 一起送到王甲手里 至于马六等人 在那里突然见到 自家皇太孙的人 和王甲接触有多震惊 那都是后话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 终于梦下床走动的慕容宅 听着探子的来报 脸色阴郁道 你们监视了这么久 就没见沈飞鸾 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 探子摇头 沈二小姐并不怎么出门 荣国公府守卫森严 属下等人 只能在外面打探 二小姐接触的最多的 就是承恩后府和府国公府 承恩后世子似乎在追求沈二小姐 属下等人有好几次看到 承恩后世子与沈二小姐 一同出门游湖 虽然杨三小姐和安大小姐也在 但属下以为 沈二小姐变心 或许与世子有关 不然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突然对自家殿下这么无情 杨婷玉 慕容宅将手里的白玉酒杯捏碎 有种自己的东西 被觊觎的暴怒之感 天气越发热了 最近杨婷玉约沈飞鸾去游湖 都叫不动人 不过他想约 多的是沈飞鸾无法拒绝的理由 杨幸运十四岁生辰 杨婷玉一手包办 租下了东湖最大的游船 请了许多好友一同听取吟诗 沈飞鸾虽然没有带柳翩然一起去得意思 但这些十日 他靠着第一才女的名声 已经交到了不少的好友 所以 在画坊上看到众心捧月的柳翩然时 沈飞鸾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 反而是柳翩然 自那日被鞭打得遍体鳞伤 好久都没敢往他眼前凑了 柳翩然周围的男男女女 看沈飞鸾的目光都透露着鄙夷 好像他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 大概是柳翩然又在他们面前编故事了 故事里 他一定是最大的恶毒反派 没关系 很快 柳翩然就要身败名裂了 到时候 那些捧着他 近着他的酸腐诗人 会用更恶毒的眼神去谴责他 东湖宛如一面翡翠镶嵌着的宝镜 映着天 映着云 映着鸟 映着桥 映着山 湖水田径的没有一丝涟漪 烟波荡漾 像蒙着一层青沙 又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阎珊珊刚坐下 就发现桌面上放着一本诗集 还以为是谁落下的 左右看了看 发现大家都在各自扎堆交谈 他好奇地翻开 第一首映入眼帘的 就是柳翩然在诗会上做的那首 更深月色扮人家 北斗蓝杆斗鞋 今夜偏执春气暖 重生新透绿创沙 第二首还是柳翩然的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他还以为是柳翩然的诗集 正准备扔掉 却瞥见下方两首诗的署名 分别是刘芳平和张若须 甚至后头张若须这首 春江花月夜 柳翩然只背了上四句 这首诗原版是七言长篇歌行 全篇一共三十六句 被一群最新诗歌的少年少女 围住的柳翩然嘴中 佳作不断 每一首都和阎山山手里的诗集对上了 但下面的署名却都非同一人 他越翻越震惊 因为后面还有好多柳翩然 还没念出来的 可称为传世之作的诗句 他的心砰砰直跳 将诗集收入怀中 找了个借口跑下船 赶紧回城巷府去了 八皇子害他三哥断了一条腿 朱姨娘整天以泪洗面 在娘亲面前哭诉 让娘亲为三哥报仇 父亲也头疼得很 八皇子却连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 父亲对此颇有微词 现如今 外头不是盛传柳翩然是 八皇子的心上人吗 为了柳翩然 他连沈飞鸾都敢打 那便 用柳翩然来评一评 朱姨娘的怨恨吧 沈飞鸾看着空荡荡的桌面 露出一抹笑容来 那本诗集 他做了很久呢 要回忆前是柳翩然做的所有诗句 还要胡编乱造一些 自己有点印象 但是很冷门 不知道在哪里见过的诗人姓名 不仅如此 他还让陈静筹 找了个手艺极好的街头手艺人 将诗集作旧 就到看起来 就像是珍藏了几十上百年的珍品孤本 柳翩然那早死的爹是秀才 一辈子都在为考取公民而奋斗 他家财万贯 有几本百年珍品实属平常 谁都会想当然地觉得 这孤品出自柳家 那就翩然靠诗集作弊 不就更容易理解了吗 严珊珊上次在柳翩然手里吃了大亏 正存着一股子的气象报仇 沈飞鸾就给他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希望那本诗集 会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 这样才不浪费他的一片苦心 第四十章 小偷 自柳翩然养好伤后 又有许多拜帖和宴请的花铁 像雪花一样涌入荣国公府 其实上次八皇子为了柳翩然 对沈飞鸾动手之后 荣国公和老太君 就想把僵士母女撵出去 但是沈飞鸾不让 先不说 外头如今都在传柳翩然 是夜都第一才女 她的诗作一夜之间流传甚广 就连国子剑祭酒听过之后 都因为知己 呦呦 此美貌 好事者将她和柳翩然拿来做比较 有一半的人投票 让柳翩然与沈飞鸾 并列第一美人的称号 要不是沈飞鸾有加势加持 恐怕这第一美人的座位 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种虚名 沈飞鸾自己可以不要 但绝不会让柳翩然 踩着她的肩膀往上爬 杨兴运将手下的黑色棋子 往前推了一步 忽闪着大眼睛问道 鸾儿 你确定严珊珊会把诗集送到那去吗 手下的头子置出六点 沈飞鸾直起向前六步 棋盘上已经只有两颗白棋 等这两颗白棋也消失了 她就赢了 就算严珊珊不送 不是还有八皇子吗 沈飞鸾笑了笑 第一财女的名头花落柳家 应当有人比我更急才对 从她嘴里听到八皇子三个字 杨婷欲警觉起身 身后的藤蚁剧烈摇晃 她眯了眯眼睛 对身后的长隋道 传消息出去 就说成恩后世子 仰慕第一财女的才华 欲求取之 长隋愣了愣 看向沈飞鸾 可是世子 噓 杨婷欲双耳冲雪 冲她摇头 按我说的去做 别问这么多不该问的 她要是有勇气 表明自己的真心 上辈子沈飞鸾 也不至于到她死 才从慕容宅口中得知 这位青梅竹马的成恩后世子 默默守护了她一辈子 果此剑 严珊珊面色严肃 坐在英明园对面 矮记上赫然摆着那本 百年孤品的诗集 表姐 我找人比对过了 这确实是一本孤品诗集 里面有些诗人 距今已逝去百年 柳骗然拿着前任之作 把我们整个夜都的贵女 都当傻子戏弄 如此孤名钓鱼之辈 我等岂能容她 英明园提着小水壶 给她倒了杯冰镇过的果茶 不紧不慢道 多行不易必自闭 她没有真材实料 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届时人人都会知道她的为人 咱们又何苦去做这坏人 没得惹人记恨 严珊珊见她这温温吞吞的模样 哪里喝得下果茶 抓住她倒水的手道 表姐还不知道吗 承恩后世子 有意求取柳翩然 大 精致的铜色小水壶 在小巧的茶罐上撞了一下 英明园抬眸 你从哪厅来的 秀秀她跌在承恩后手底下做事 总能听到几分内宅消息 前两日 承恩后夫人和江氏 都在离院听戏 应当就是在相看 室内瓜果飘香 严珊珊却觉得 表姐的眼神仿佛在飞射兵箭 容姑公不是向圣上请指 将柳翩然赐给八皇子了吗 承恩后府疯了 而且还是和皇上最疼爱的皇子抢人 就不怕天界忌惮吗 圣上不是没答应吗 阎山山下猛要道 虽说没有明着拒绝 但圣上的意思 是让八皇子与柳翩然多接触 待中秋宫宴过后 若是双方都有意 再行赐婚 聪明人都能看出来 皇帝不喜欢柳翩然 或者说 他觉得柳翩然的身世遭遇 没有哪样配得上自己的八皇子 只是不想让容姑公失了面子 才说出这种拖延时间的话来 不止皇帝 宫中的贵妃早就认准 又怎么可能会让柳翩然这个绊脚石 阻碍自己与容姑公府结清 现如今 承恩后府跳了出来 表现出想取柳翩然为世子妃的意思 只怕皇帝和贵妃娘娘 不止不会觉得被冒犯 反而会认为 承恩后果真实君之路 单君之忧 感谢还来不及 怎么会忌惮 每身想一分 英明元的脸色就更冷一分 阎山山将诗集往他那边又推进几分 表姐 你自己可以让人出去打听 我可没框你 是杨婷玉太仰慕第一才女的才华 央求着让承恩后夫人去相看的 英明元的手心都快掐出血来 阴沉着脸看向诗集 第一才女 哼 也都第一才女 一直都是我 她的父亲是国子健记久 她从小就在国子健长大 三岁就能记孔梦 六岁出口成诗 人人夸她有奶腹之风 先前父亲对柳翩然的诗赞不绝口 还要她多多学习 她也尽心拜读过 很是赞成父亲的看法 只是心底稍有些不服气 柳翩然的那些诗 或磅礴大气 或婉约秀丽 或幽怨低沉 或淡薄明智 风格多变 差距极大 她内心觉得 柳翩然与许多规格小姐一样 是自己写首诗 在让家里人找了个中好手 给她的诗润色了 如今瞧着表妹的意思 甚至柳翩然整首整首的诗 都是抄袭的前人之作 这与小偷有何区别 偷了沈飞兰的心上人 又来偷她的 是要整个夜都最优秀的儿郎 都败倒在她的石榴群底下是吧 英明源定了定心神 将诗集收了起来 此事甚大 我爹他也很喜欢柳翩然的作诗 我会让我爹查清楚 若真是这样 他自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抢男人抢到他头上来了 用这肮脏手段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不仅英明源知道了 成恩后世子 准备求取柳翩然 夜都所有期待 嫁入成恩后府的世家小姐 都收到了消息 他们都对柳翩然 恨得牙痒痒 说柳翩然捅了马蜂窝也不为过 就像沈飞鸾 他美貌与家世都无人能敌 旁人会觉得 他做八皇子妃理所应当 谁也生不起相争的心思 但 柳翩然算个什么玩意儿 不过是江南柳家一介孤女 还不受宠 名声又不好 凭什么嫁给成恩后世子 八皇子是沈飞鸾的没错 但世子是大家的好吗 夜都贵女都为拔得头筹 哪里能便宜了外头来的平民女 风头正进的柳翩然 与八皇子打得火热 根本没注意那些夜都的贵女们 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第41章 风头正进 就算她看到了 也不会放在心上 她只会觉得 那些人都在嫉妒她 得到了八皇子的喜爱 至于什么成恩后府 根本没入她的法眼 听过就忘了 八月的桂花香满枝头 慕容宅摘了一只 带在柳翩然的头上 夸赞道 翩然 你真美 称呼都已经从柳姑娘 变成了翩然 看来二人关系进步神速 不亏沈飞鸾为了撮合她们 一次次放八皇子的鸽子 赵贵妃的确有几分本事 几句话就点醒了慕容宅 让她重新意识到了 荣国功夫的重要性 不是一个柳偏然可比的 所以她的伤好后 又恢复了以前的厚脸皮 天天约沈飞鸾 不是去游湖 就是去什么山上看什么话 说句实在的 这些地方 杨婷玉带着她都去腻歪了 每一次她都假意答应 然后又让春晓 他们几个 故意透露给外院的丫鬟听 那几个杂洒丫鬟 早就被姜氏收买 自然事无巨细向他们汇报 姜氏听了消息 便给柳偏然制造偶遇 一次两次三次的 每次沈飞鸾都没去 出现的都是柳偏然 一开始八皇子还有一臂嫌 可她又哪里是姜氏母女的对手 柳偏然已经加入了夜都师哥会 第一次偶遇在东湖游船 师哥会好几个男子都爱慕柳偏然 姜氏故意让柳偏然 与几人表现亲密 对慕容宅不屑一顾 成功让慕容宅吃醋 第二次偶遇 柳偏然与三两好友踏青 结果途中遇到那些贵女们的兄长 弟弟们不得已加入他们的队伍后 又释放魅力 引得男子们为她孔雀开平 碰巧又被慕容宅撞见动物 都说是不过三 第三次便是慕容宅最后一次 约沈飞鸾到香山 看桂花盛开 这次柳偏然没有成群结队 而是独自一人来的 美人已在树下 身姿婀娜 面容绝美 只是带着几分轻仇 她见四下无人 忍不住过去冷嘲热讽 却惹美人落泪 殿下明知我处境艰难 既不能娶我 又为何 看不惯我为自己寻一条出路 夜都人才挤挤挤 世家公子中 也有不计较我身世 愿意以礼代之之人 如此 殿下也能娶到 惺惺念念的鸾儿表妹 殿下难道不高兴吗 慕容宅 尾时高兴不起来 沈飞鸾 就如同皇后宫中养着的 那几盆玫瑰花 名贵 娇贵 金贵 美儿带刺 处处伤人 且高高在上 总让人滴入尘埃 却还不满意 她喜欢的姑娘 应当如柳翩然这般 像一朵散发着清香的茉莉 纯白 温柔 咸静 她该是柔弱的 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戏 沈飞鸾那种刁蛮任性的女子 又爱粘酸吃醋 娶她为妃 未来她的后宫将永无宁日 夏日花海林中 八皇子终于表明心计 愿纳柳翩然为侧妃 并且向她保证 就算日后沈飞鸾进门 站的也只有一个正妃的位置 她所有的偏爱 与该有的尊重 都只属于她柳翩然一人 一来二去的 慕容宅又将赵贵妃的告诫 望到了九霄云外 而她在宫中鞭长莫及 她倒是想让女儿慕容灵 帮着收拢一下儿子的心 可慕容灵一心扑在陪货身上 赵贵妃根本找不到她的人 一切都只能等中秋宫宴 沈飞鸾进宫之后再说了 紫竹殿 故公主慕容灵 二人带着十几个侍卫太监 形成楚河汉剑 寸步不让 都想带陪货走 慕容灵 你这洗脚毕生的剑种 也敢同本公主抢人 活腻了不成 慕容乔 洛飞娘娘说了 我们都是父皇的孩子 都同样的尊贵 我也不是剑种 你再这样骂我 我就去告诉父皇 你骂他老人家剑 骂他阿娘 就是骂父皇 谁让父皇睡了阿娘呢 这也是洛飞娘娘说的 不过洛飞娘娘还说了 这句话不能说出来 在心里想就行了 慕容灵被这个傻子 气得险些动手 但身边人都不准 公主 不行阿 若是您打伤了六皇子 他真的会去皇上面前 哭着告状的 整个大夜皇宫的人都知道 六皇子小时候 发了一场高烧 因为没有得到 及时的救治 智商停留在了十岁 别看他现在肥头大耳 憨傻蠢笨的样子 其实已经二十岁了 皇上不见得 会对六皇子为以重任 但他把六皇子 当成了个乐子是事实 宫中八位皇子 最小的八皇子也十七了 可谓都已经长大成人 面对皇帝的时候 都没了小时候的如目放肆 多了许多拘谨畏惧 只有六皇子 他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皇帝一拍手 他便如质子一般 投入皇帝的怀抱 在他怀里撒娇打滚 六皇子因蠢笨而得地心 别的皇子想效仿 奈何年纪太大 总是别别扭扭 凡有话虎不成反类犬的滑稽感 久而久之 六皇子就成了皇子之中 特别的存在 除了二皇子 大家都不跟他玩 但也不会主动招惹他 谁知道这个傻子 到时候会怎么去父皇面前乱说 慕容桥见慕容灵的人都不敢动 得意地插腰 抬着下巴 哼 三皇妹你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否则你以后去和亲了 你的丈夫打你骂你 我都不会让我二哥派兵去救你的 他口中的二哥 就是洛飞所生的二皇子 你说谁要去和亲 慕容灵瞪大了眼睛 怒不可遏地朝他奔去 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对着他的脸打下去 本公主是大业最尊贵的公主 你竟敢让本公主去和亲 你以为你是傻子 本公主就不敢打你 今天你有错人了 你个废物 就是你要去和亲 大皇妹去了突厥和亲 二皇妹去了西凉和亲 你也肯定要去和亲的 崔岚拉着自家主子 退出混乱的包围圈 主子 这六皇子虽然傻是傻了点 但是平时几乎不和永固公主正面冲突的 今儿这是怎么了 裴霍随意坐在台阶子上 拨弄着腰间的装饰 因为我跟他说 今天谁打赢了 我就跟谁走 第四十二章 不长脑子 这话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他家主子又不是他们的心上人 什么叫谁打赢了 就跟谁走啊 不过转念又想 永固公主近来的确太过分了 三天两头不间断地来骚扰自家主子 要不是赵贵妃宫里有他们的人 总是借口来寻永固公主 主子这边都难以脱身 今天趁着六皇子来找主子 正好借他的手 教训教训慕容龄这难缠的小鬼 紫竹店里鸡飞狗跳 六皇子和永固公主打得不可开交 双方脸上都挂了彩 宫女太监和两方侍卫 不敢对对方的主子动手 便都扭打了起来 最终慕容龄还是吃亏在性别和体型上 被六皇子一个过肩摔摔晕过去 他的随从们赶紧抬着人先回去告状了 要是被六皇子抢了先 情况对他们可不妙 擦了一把鼻血的六皇子 瘫坐在陪货身边 喘了好大一会儿的粗气 才憨憨一笑道 怎么样 我厉害吧 陪货点头 真厉害 下次公主还敢欺负你 你就这么揍她 她就不敢再招惹你了 六皇子点头 向才想起来什么事是的 狠狠扑过来 坐在她身上 抓住她的衣精道 我二哥 想取容国功夫的二小姐 你不是很聪明吗 快点给我二哥想个办法 陪货及时运气护体 才没被这肥猪做的吐血 他假笑着的脸上 闪过一丝愤怒 你说 什么 二皇子想取沈飞鸾 他可真是会一想天开啊 以她二十四岁的高龄 至今还未成婚 是因为她曾有过三个未婚妻 但这三人最后都在临近婚妻时 暴毙而亡了 以至于夜都盛传二皇子客妻 所以 就算骆飞母家强盛 二皇子是除大皇子之外 面积最大的皇子 朝廷百官都少有人支持他做太子 要知道 联盟最让人放心的就是联姻 可若是送去联姻的女儿都活不长 谁又愿意呢 沈飞鸾今年才十四岁吧 二皇子比他大了整整十岁 居然还不死心 想老牛吃嫩草 你为什么不说话 六皇子目露凶光 掐住陪霍的脖子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帮我想办法 我就把你上次促局比赛时 帮我的事说出去 老八定饶不了你 陪霍被掐得青筋突起 狭长的眼睛微眯 一个翻身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就把六皇子反压在身下 手臂抵在六皇子下巴 与胸口之间的缝隙 死死卡住他的咽喉 六皇子 不许动 六皇子战红着一张脸 以为陪霍在跟自己玩游戏 抓住他的肩膀 将人甩飞出去 好啊好啊 再来再来 六皇子像一头蛮牛 对着刚刚落地的陪霍 又撞了过去 陪霍也加速 在接近六皇子的身体时 一个后空翻 双腿成剪刀状 锁住他的脖子 一个空中扭伸 六皇子又飞起落地 众人只觉得 整个大殿都抖了抖 嗨嗨可 六皇子拍着地板 我认输 我认输了 可嗨嗨 陪霍这才放开他 二人再次坐在一起 陪霍忽悠他道 六皇子 你二哥年纪 都快做人家的爹了 人家肯定不愿意嫁 不如你自己 向容姑公提亲 说不定沈二小姐觉得 你人好就同意了呢 六皇子皱着眉 有点转不过弯来 陪霍又道 你二哥娶沈二小姐 是为了让沈二小姐帮他 你娶沈二小姐 也可以帮到你二哥 而且 如果你娶了沈二小姐 以后在这宫里 就没人敢欺负你 和你母妃了 眼睛亮亮的六皇子想了想 洛飞娘娘和二哥 成天到晚 担心老八会娶沈飞鸾 他从前问过 洛飞娘娘说 如果老八娶了沈飞鸾 容姑公就会帮着老八欺负他们 只有厉害的人才能欺负别人 那他来娶这个厉害的人的女儿 以后和洛飞娘娘他们 一起去欺负老八 不就行了吗 找到了解决办法的老六站起身 拍了拍屁股道 陪霍 你真是个最好的奴才 只要你一直这么听我的话 我保证以后不打你了 司机往事 陪霍脸上的笑变得嗜血又残忍 他咬了咬后槽牙 那就多谢六皇子放我一马了 十岁那年 老容国公率三十万大军 与突厥交战 遭奸人出卖 几十万大军 与老容国公买骨沙场 那奸人与慕容氏勾结 趁着内忧外患 发动政变 将忠臣斩杀大半 将他的皇 爷毒杀于御书房 后又杀入东宫 虐杀他的父母 将年幼的他囚禁起来 强倒众人推 那段时间 就是路过的野狗 都能朝他犬费几声 待他再被放出来后 整个皇朝已经勿视人非 天下一主 他从光风亮月的皇太孙 跌下神坛 成了前朝余孽陪祸 人人可欺 六皇子那时候 经常受到别的皇子指使 把他打得血肉模糊 遍体鳞伤 那时他若 就算还手 也会被一拥而上的侍卫 打得更惨 如今他强 那些人已经再也伤害不了他 但他已经不用自己还手了 六皇子光长个子 不长脑子 应该说 整个慕容皇室的人 都是只长个子 不长脑子 就连当初赶谋朝篡位的慕容战 复归日子过久了 也失了警惕之心 拥有了无上的权利之后 又想追求长生的寿命 慕容战将自己的软肋展现了出来 裴霍立马修到可乘之机 已经做了安排 人啊 就是太贪心了 所以最后才会什么都得不到 沈飞鸾说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其实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搬空慕容室的国库不需要陪货 陪货推翻慕容室皇朝 也不需要他的帮忙 想到沈飞鸾 他嘴角上扬 胸口出那朵珠花青颤 好像在他心脏的位置扎根发芽了 有细微的 奇异的感觉在涌动 就当是 在这条枯燥乏味 毫无新意的复仇路上 给自己养了一只性格乖张 又善良的小猫咪吧 中秋宫宴传信给沈飞鸾 让他小心洛飞和赵贵飞 这二人都想算计 沈飞鸾嫁给自己的儿子 多少有点怕他防不胜防 不知道六皇子会不会给他带来惊喜 就拭目以待吧 第43章 中秋节 碰 当容国公府的大厨房 发出第八声爆破时 一股浓浓的黑烟冒了出来 桑鱼苦着一张脸 脸上全是黑色的锅灰 呛人的黑烟熏得他眼泪直流 小姐 实在没有这个天分的话 要不咱 还是算了吧 国公府再加大业大 这厨房也经不起他家小姐这样眨啊 锅灶前 沈飞鸾的脸比桑鱼更黑 嘴巴边上一圈圆圆的黑灰 是他生火时给自己盖的印章 他一双黑白分明的桃花眼 已经纱红了 瞪着大锅里 已经成了一团焦炭的 看不出形状的东西 恨得牙痒痒 为什么星韵和月姐姐 一次就做出来了 我做了七八次还失败 她是个连死了都还能重生回来的女子 怎会被区区几块月饼难倒 桑鱼用帕子沾了水 帮她擦拭着黑脸 小姐 中秋做月饼 只是个习俗 不一定什么都要小姐您亲自动手的 安大小姐和杨三小姐说的做月饼 只是在旁边看着厨娘们做 就算是她们做的了 皇后娘娘又不会当场考察 你们是不是真的会做月饼 您做个样子就得了 她怕再炸下去 那些厨娘今晚都做不成饭了 沈飞鸾叹口气 摇了摇头 只能放弃 桑鱼不解 小姐 您为什么非要自己做月饼啊 还不是因为 她欲言又止 最后挥了挥手 赶紧打热水丢我洗澡 不然晚上的公宴 我要迟了 接二个她可是好几轮阴谋中的主角 她不早点出场 那些人的戏可唱不起来 桑鱼就是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 她家小姐执着要自己做月饼的原因 只是因为 她今早一家团聚在寿喜堂 其乐融融地吃团圆饭时 突然想起了 孤零零在冷宫关着的陪货 不知道她一个人孤不孤单 在今天这种节日 想不想自己的家人 有没有人欺负她 有没有哪一刻 会很想哭 陪货她家破人亡之时 还只是个孩子 她承受的痛苦 应当与自己死的时候 是一样的吧 简单来说 沈飞鸾对陪货的遭遇 感同身受了 前世她记得宫中有过传言 说皇太孙爱吃五人月饼 虽然她觉得陪货的口味有些奇特 但也尊重她的独特 所以 她才想亲手做月饼送给她的 她想 至少在这样的节日里 还有一个记得她 对她而言 也是一种安慰 安不安慰的 沈飞鸾不去想了 八次的失败 让她必须承认 这世上确实有比复仇还要难的事 那就是让她下厨 锅造爆炸的巨像 到底是影响了柳翩然的发挥 不小心又将雕花 缺了一道口子的她皱眉道 沈飞鸾在搞什么鬼 僵尸打下她的手 将一朵栩栩如生的水果雕花 放在柳翩然做好的月饼旁 你管她做什么 今晚可是你名声大造的好时机 娘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柳翩然深呼吸一口气 甩了甩因为 做月饼而酸痛的手臂道 娘 我们等今天等了太久了 女儿绝不会失误的 僵尸用力点头 今晚沈飞鸾和那个老东西都不在家 容国公练兵时扭伤了脚 今日修复在家不去宫宴 正是娘亲得好时机 咱们娘俩齐心协力 一定能过人上人的日子 到时候再把你哥哥接过来 接管整个容国公府 现今他们的能力还太弱了 动不到容国公世子沈兰婷的身上去 一旦僵尸成功上位 拿下容国公 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把沈飞鸾嫁出去 第二件事 就是要制造意外 弄死沈兰婷 日后 这诺大的国公府 都是他儿子的 成败 就在今晚一举 沈飞鸾还在扮演着 违情所上的失忆人 放弃了能衬出 他风华绝代的浓烈色彩 只剪了一件粉色的乳裙 让桑宇输了一对双压剂 在两边锤剂上 系上了同色系的珍珠发带 风一吹 衣裙飘飘 发带也跟着荡漾 不失活泼明媚与甜媚 只是这种打扮 将他的浓烟名利 压下去了七分 看着像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似的 只让人觉得 可爱得像自家妹妹 却生不出什么 男女之情的心思来 对了 在同镜里照来照去 不想露出半点 妩媚姿态的沈飞鸾 认真问道 爹爹那边安排好了没有 春晓将散发甜香的头油 抹在他的发丝上 回答道 小姐您放心 国公爷用过午膳 就去了军营处理公务 和门房交代 要守好家中安全 他一整夜都不回来 陈大哥安排了咱们 自己人在国公爷的书房里 只要将姨母 那他就死定了 到时候 发现自己睡错了人 又被国公爷亲眼见着 就是脸皮 有城墙那么厚 也该知道 他彻底与容国公夫人的位置无缘了 沈飞鸾满意地点点头 可以了 出发吧 柳翩然本来不在进宫的条件内 但是没办法 人家有八皇子保驾护航 也不必蹭沈飞鸾的马车了 他梳妆打扮好后 有一辆华柜的 出自赵家的马车 将他带了进去 而赵家得马车里 坐着的正是赵贵妃得娘家人 八皇子的旧母和表妹 赵九上下打量了柳翩然一眼 才建立起来的自信 就泄了一大半 他瞟了自己母亲一眼 发现母亲眼中的经验 比自己更甚 那另一半的自信 也泄了个干净 侧妃之位 本是贵妃姑母留给他的 现在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 抢了去 倒是不怎么伤心 就是爹娘气得够呛 来之前千叮咛万嘱咐 让他一定要把柳翩然 打压下去 打压什么啊 人家柳姑娘就静静地 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说 就已经赢了好吗 若只单看外貌 这样貌美的女子 配表哥绰绰有余了 难怪表哥这段时间 频频惹贵妃姑母不快 若是为着 这位天仙般的美人 倒是能理解了 嗨嗨 他看得太入迷了 孙氏出声提醒 柳姑娘生得一副好荣梦 就是可惜了 没能投个好胎 若是有沈飞鸾那么好命 别替八皇子侧妃了 就是正妃也使得 提醒自家女儿柳翩然命贱的同时 还不忘给沈飞鸾拉仇恨 第44章 猪门酒肉臭 赵九儿对母亲的做法 不敢苟同道 母亲此言诧异 若是这么比起来 那我还说 永固公主命好呢 本来只是个草莽将军的女儿 结果 因为自己的父亲 谋反成功了 摇身一变 就成了大业最尊贵的公主 沈飞鸾 还只是荣国公之女吗 全是在圣 见到慕容皇室的人 还不是得下跪行李吗 你给我闭嘴 孙氏瞪了他一眼 心情很躁愈地坐在一旁生闷气 柳翩然却不在乎地笑了笑 九儿妹妹真可爱 我之前常听殿下说起你 今日一见 果然比他说的 还要率真随性 赵九儿被夸得晕晕乎乎 从柳翩然身上 传出一阵阵淡淡的清香 十分好闻 他闻着闻着就睡着了 孙氏只看了一眼 也没在意 毕竟他这个女儿从小就也惯了 他也习惯了女儿的不着调 夫人为什么不支持我当八皇子妃呢 柳翩然语出惊人道 我爱慕殿下 想做殿下的皇子妃 也只是想成为与他并肩的妻子 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 夫人觉得 以沈飞鸾霸道的性格 如果是他做了八皇子妃 九儿妹妹还有机会成为侧妃吗 他有那样强盛的家世 就算九儿妹妹做了侧妃 又有出头的机会吗 他这般天真可爱 毫无心机 根本就不是沈飞鸾的对手 那你就能容得下九儿吗 不是我容不容得下 而是我不得不容下 柳翩然苦笑一声 我如今在这儿 凭借的只有殿下对我的喜爱 除了他 我一无所有 我知道 殿下要做的是需要助力 我帮不上忙 也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将来九儿妹妹进门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身后没有母家 愿将夫人视为亲母 夫人以为如何 孙氏听出来了 她会帮助九儿 让九儿在八皇子的后院扎下根 但条件是要赵家的势力 为他所用 赵家若愿一辈子做他的后盾 他可保九儿一世平安 孙氏重新审视其柳片然来 的确如他所说 若是依了赵贵妃的意思 促进荣国功夫 与八皇子的婚事 八皇子的确可以一步登天 所有的皇子加起来 都将不再是他的威胁 但是 这只对赵贵妃和八皇子 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而已 于他们赵家而言 对八皇子的登顶之路 没有太大的帮助 到时候分道的好处自然就少 而且沈飞鸾如此善度 当初八皇子 只是与柳片然说了几句话 他就闹得满城风雨 虐打柳片然不说 还与八皇子断绝关系 日后要是九儿要进门 他还不把九儿欺负得死去活来 到时荣国功夫全是滔天 就连八皇子都要退避三社 他们有能将沈飞鸾如何 柳片然的话 就很好拿捏了 孙氏露出一个笑脸来 能有偏然这么聪慧的女儿 真是柳家的好福气 寒夜之中 隐约听见远处传来中古之声 老太君身份高 不须排队 便带着沈飞鸾走进宴会大殿 这是沈飞鸾重生之后 第一次进宫 威俄壮丽的夜皇宫 如夜间凶兽折服而下 福灯千里 皇门太监宫女持灯于道 为前来参加中秋宫宴的百官 及家眷引路 金玉连驳 明月朱碧 水光灯影照耀着整座宫殿 为杖错落纷飞间 王侯将相们 或与美人 或与同僚碑斩相交 醉一生梦死 沈飞鸾一路走来都在想 若是皇帝知道不久之后 夜朝会迎来一场大灾难 还会这么大肆铺张地举功宴吗 这珠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皇朝 他真是厌恶透了 慕容宅也曾在他面前 描述自己的理想抱负 也曾想做一个 令百姓称赞的君王 可真的做了皇帝之后 体会了那最高处的 辟邻众生之后 百姓在他眼中也如蝼蚁 他的理想抱负 都成空谈 冤杀忠良 重用禅臣 广选美人 劳命伤财的建造摘星塔 将搜罗到的美人与珍宝 都藏于楼中 夜夜升歌 沈飞伦都不用想 自己死后 慕容宅的皇位 也绝对坐不久了 临死前他 曾听太监们说过 陪货的军队 马上就要攻进城了 那时没了容国公以命相搏 没了陪货的退兵实力 请百姓避难 慕容宅拿什么去赌陪货的大军 原来早在这个时候 慕容室的江山岂岂可危 已出现端倪 只是那时的自己 被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 迷惑了双眼 被慕容宅的甜言蜜语 蒙蔽了心智 竟一点也没察觉出来 他摇了摇头 将思绪清空 眼睛一件件扫过 那些价值连城的金玉之气 毕竟 不久之后 这些东西都会是他的 哦不对 都会是他和陪货的 哐荡 桌上的果盘 被一个太监撞倒 桑宇盲蹲下 口中训斥道 小心一些 别一趟着我家小姐 太监往沈飞鸾手里 塞了张纸条 诚惶诚恐地下跪道歉 桑宇不遇 引起关注 赶紧让他退下 自己收拾着杂乱的果盘 柳翩然想看清楚 沈飞鸾那里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离得太远 中间又有那么多人 走来走去 根本就看不清 等他越过人影再去看时 沈飞鸾的座位上 已经空无一人 他立马在孙夫人耳边 雨了几句 孙夫人就对身后的宫女 说了什么 那宫女了急匆匆地离开 沈飞鸾出了大殿 就拐进一条偏僻的小道 桑宇忍不住问 小姐 你让奴婢提着月饼去哪里啊 沈飞鸾嘘了一声 去见一个人 一个你见到 也会忍不住惊讶尖叫的人 七弯八拐之后 沈飞鸾停在了家道下的凉亭之中 就算有人经过 都很难发现 这家道之下 还有一个凉亭 要不是陪货送来的纸条上 有简易的路线图 沈飞鸾都找不到这里 他一个做了那么多年 皇后的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可见有多难发现 月亮的余灰洒在水面上 淡淡的光韵 投射在男子的脸上和身上 波光凌凌的 煞是好看 沈飞鸾提着裙子小跑过去 越发表现得 像个不安适适的天真少女 天真少女咧嘴一笑 如桃花灼灼 陪爷 中秋快乐 你吃月饼吗 第四十五章 赵贵妃香妖 陪货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不吃 一只玉白的小手 就举着小小的月饼 伸到了她的嘴边 透过月饼之后 就是一双亮晶晶 隐含期待的毛子 拒绝地画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鬼使神拆的 她微微张嘴 咬了一口 五人月饼 沈飞鸾羞涩地点了点头 我听说你喜欢吃五人月饼 就亲手做了一些 桑宇说的 亲自盯着厨娘做的 也算自己做的 这里头的杏仁 还是她亲手包的 也算她亲自参与了吧 陪货的眉头 深深地皱了起来 深刻体会到 传言骇人 她最讨厌吃五人月饼 但小姑娘辛苦一场 又不辞辛劳地 带来这儿给她吃 她多少 要给点面子 嗯 很好吃 谢谢 也祝你中秋快乐 黄爷爷从小就教导她 不能辜负了别人 对自己的好意 沈飞鸾还不是别人 是她的 宠物小猫咪 小猫咪笑着耸了耸肩 陪爷 你叫我来 有什么事吗 提醒一下她就可以的 以她的聪慧 不难化解这场危机 但当陪货看着天上 那轮圆月时 不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就想见见她 见见她 说什么都好 冷漠无情的深宫里 她是第一个 为她做月饼 对她说 祝她快乐的人 陪货 你叫我陪货就好 叫陪爷总觉得怪 怪老的 本来两人就只差两岁 硬生生 被她叫出 拆了十二岁的感觉 好的 陪货 沈飞鸾也从善如流 用爷来称呼她 只是表示尊敬 不想让她 误会自己冒犯她 上次那个白面书生 对她喊打喊杀的 她一直心有余悸 后来她打听过了 那白面书生 是当今大理四卿 铁面无私的活颜王 怪不得力气那么重 连她这死过一次的人 在面对她的剑的时候 都有点发抖 小心一点洛飞 二皇子对你图谋不轨 啊 前世二皇子 好像一直到慕容宅 登上太子之位都没澄清 后来被慕容宅借口处决了 不止二皇子 所有争夺太子之位的皇子 一个个全都死于非命 啊什么啊 你怎么傻傻的 陪货皱眉 打起精神 来 有什么事找赵贵妃宫里的 王川公公 他会帮你的 沈飞鸾点头 你要走了吗 陪货汉手 慕容宁会去紫竹店 以打虐我为乐 我不能离开太久 沈飞鸾愣了愣 咬住唇 很不好意思的 将自己需要钱的事说了出来 我不白要你的钱 主要是我能动用的钱不多 我的人要大量的棉花和动物羽毛 等于含衣物和棉被做出了 我地狱市场价三倍卖给你 他们合作联手掏空慕容皇室的国库 可没说沈飞鸾不能再顺带着赚一点陪货的 虽然他没说 但沈飞鸾知道 陪货早就在暗处养了一只以一敌百的精兵 那些精兵损伤一个 损失都巨大 若他说的暴雪灾害是真的 欲寒之物 陪货非常需要 沈飞鸾的架装铺子里面 已经养了数百个绣娘 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招 沈飞鸾的目标是在灾难来临之前 罩满上千个绣娘 对外就说 铺子的东家打算把绸缎庄和成衣铺子 开到西域和突厥 西梁等地 所以需要大量的绣娘 这些地方送命也是常有的 所以工钱给的糕点也很正常 不会引起大人物的注意 王甲夫妻虽然也很不理解主子的做法 但他们没有桑雪那家人的坏心 主子怎么吩咐 他们就怎么做 沈飞鸾可以把买回来的棉花分培或一半 但这些人力资源他可不打算共享 之后他要怎么做 他不管 他料定陪货没有屯秀娘 才敢这样说 陪货的人不是杀手护卫 就是军队臣子 哪里有董航商的 他这辈子只学过为君之道 可没学过从商之道 好 可以 陪货从腰间掏出一枚班纸 拿着这个去天下钱庄 要多少 你自己取 一口月饼换来陪货的无限制取盈 太划得来了 再扎八次厨房又如何 沈飞鸾笑眯眯的接过 谢 什么人在那里 不远处 有几个灯笼飘了过来 但因为太黑 没看清是谁 沈飞鸾赶紧抓住陪货的手 将她藏在凉亭后 对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带着已经傻眼的桑宇 快步走出去 沈二小姐 几个宫女故作惊喜 原来是您在这儿啊 您一个人吗 沈飞鸾一看 还是几个老熟人 也惊喜地抓住其中一个大宫女的手 荣儿姐姐 太好了 终于看到个人了 刚才有个宫女带我出来 说洛飞娘娘要见我 结果她把我带来这儿就不见了 我找不到回去的路 正着急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真是太好了 你快带我出去吧 一会儿 我祖母该找我了 荣儿是赵贵妃宫里的管事宫女 刚才沈飞鸾一不见 她就去寻了赵贵妃 是赵贵妃让他们一定要把沈飞鸾找出来 带去景阳宫的 看来洛飞那边 也已经按耐不住要动手了 荣儿皮笑若不笑地 牵住沈飞鸾的手 二小姐不急 我们娘娘听说您来了 高兴得不得了 让奴婢带您去景阳宫 她说您眼光好 让您帮她挑一下晚宴的衣裙呢 对面三个丫鬟 两个婆子 看起来都很恐无有力的样子 拒绝的话 怕是会被打晕带走 在宫中 暗卫又不宜暴露 沈飞鸾笑笑 行 我也好久没见到贵妃娘娘了 荣儿姐姐带路吧 她把迷路少女的形象贯彻到底 景阳宫 赵贵妃将慕容宅的衣经整理好 笑意不达眼底道 一会儿沈飞鸾过来 别再做蠢事 否则别怪本宫不念母子之情 任何人阻碍她往上爬 她都不会放过 哪怕是亲儿子也不行 慕容宅有些畏惧自己的母妃 低着头硬 是 孩儿知道了 赵贵妃出去之前 对大太监王川使了个眼色 王川点点头 转身去了内殿 赵贵妃果然心狠 对自己的儿子也丝毫没有手软 竟要下那么猛的药 第四十六章 偿还 景阳宫里静悄悄的 气氛看着不同寻常 大宫女荣儿 将沈飞鸾带到赵贵妃的寝殿外 便停下了 二小姐 娘娘在里头等您呢 您自己进去吧 前世她与慕容宅感情好时 经常出入景阳宫 赵贵妃也常支开婢女和太监 与她单独说话 那时的沈飞鸾觉得自己 应该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自己喜欢的人喜欢自己 喜欢的人的娘亲也喜欢自己 她的爱情顺利的 就像一场美的冒泡的美梦 她对慕容宅的死心塌地 也多亏了赵贵妃那张能说会到的嘴 她觉得自己就像被吓了骨似的 对赵贵妃深信不疑 就算到了最后那几年 慕容宅冷落她 宠幸柳翩然 贵为太后的赵贵妃都时常训斥柳翩然 派人去让慕容宅到皇后宫中歇息 沈飞鸾对她一直是感激的 直到赵太后下旨 让玉林军抄了龙国功夫 她去求情时才偷偷躲起来 听到了她和慕容宅的对话 原来从始至终 赵华俊就没把沈飞鸾 当成自己的儿媳 在她眼里 沈飞鸾不过是助她儿子登基为帝的工具 她表现出来的喜欢 疼爱 仁慈 都是假的 是为了麻痹沈飞鸾 做给天下臣民看的 这样 纵使慕容宅做得过分了 别人也会说 太后不是站在皇后那边吗 她能委屈到哪里去 至于训斥柳翩然 也不是为了帮沈飞鸾 她只是想把整个前朝后宫都捏在手里 只是想打压柳翩然 让她认清自己的地位 不要恃宠而骄 赵贵妃最爱的 只有她自己 锦阳宫内外 都是赵贵妃的人 既然用了请君入蚌这一招 就必定做好了万全的安排 沈飞鸾笑了笑 抓住荣儿的手 荣儿姐姐与我 一同进去吧 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荣儿大惊 试图正开 二小姐 娘娘只让您一个人进去 奴婢不敢忤逆娘娘的意思 荣儿姐姐这话严重了 沈飞鸾紧紧牵住她的手腕 语气轻松 但眼神十足地强硬 我不过让荣儿姐姐打得下手 娘娘疼爱我 不会怪罪的 她的手劲极大 荣儿根本挣扎不开 只能对着房中大喊 王公公 沈二小姐来了 她的想法很简单 贵妃娘娘吩咐了 不拘阴谋阳谋 只要让沈二小姐 成为八皇子的女人就行了 王川那太监虽然不讨喜 但她身手不错 很得娘娘看重 大不了打晕了沈飞鸾 让她家殿下霸王 硬上弓就成了 心中拿定主意 荣儿紧绷的肌肉就放松下来 同沈飞鸾一道进去 桑宇正打算跟随 却被几个宫女拦住 这位姐姐 跟我们去吃些东西吧 带我家娘娘收拾妥当 自然会与你家小姐一起出来的 她被嫁着 根本没给她反抗的机会 就被那些宫女带出了大殿 赵贵妃的请殿 如同前世一样奢华 只不过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气 与她平日里用的熏香大有不同 沈飞鸾甩了甩手帕 捂住口鼻 悄悄地往嘴里塞了一颗药 故作嫌弃道 这什么味儿 娘娘以前不是喜欢用甘松香吗 这香味怎么这么浓 甘松香香气特异 胃苦而腥 后调微微酸涩 是很难得的独特熏香 产自楼兰 稀有而珍贵 整个后宫 也就皇后宫中 与锦阳宫友了 赵贵妃最爱用甘松香 来显示自己的无上宠爱 沈飞鸾早就料到了 中秋宫宴有此一遭 特意备好了解 烈性弥香的解药 而没有任何准备 一进门就猛吸了一口香气的荣儿 身子晃了晃 眼前出现一个沈飞鸾 两个沈飞鸾 三个沈飞鸾 无数个沈飞鸾 荣儿姐姐 你没事吧 荣儿姐姐 扑通 不消片刻 荣儿身子已经软倒在地 她抱着木凳 贪婪地 吸取着木凳表面的清凉 撕扯着自己的衣物 沈飞鸾正准备把人拖到床上去 帘子后 突然走出来一个 穿着深蓝色太监服的阴柔男子 二小姐 交给奴才 奴才会安排好的 你是王川 正是小人 扮演太监太久了 萧敬连说话的方式和口吻 都隐约有了太监的味道 沈飞鸾不宜有她 拍了拍手 将人扔给她 问道 慕容宅呢 王川费力扒开荣儿的手 将她打晕扛在肩上 二小姐随奴才来 更衣准备的 王川打开耳房的帘子时 还提醒沈飞鸾 二小姐 奴才把八皇子的衣服都脱了 您若是觉得碍眼 可被过身去 不用 我有点东西 想留在她身上 前世慕容宅的身体 都被她看光了 还有什么好机会的 几千个日日夜夜的折磨 她身上好了又添 添了又好的三千道边痕 她要慕容宅一一偿还 王川目光中的震惊 被她垂下的眼皮遮挡 她在宫中都听说了 沈二小姐是自家主子的心上人 好在刚才 她只脱光了八皇子的上衣 若是连裤头都 回头可没法和皇太孙交代 烛光摇曳之中 男子袒露着胸膛 神色迷离 渴望地 看着有人影晃动的这边 沈飞乱冷哼一声 王川只觉得像变戏法似的 她都没看清 沈二小姐从哪里 变出来一条鞭子 狠狠地对着床上的男子抽去 啪 朴实无华的长鞭 如燃烧的巨蛇 飞舞着抽打着慕容宅全身 她中了猎香 精神十分亢奋 被打之后 竟还冲着沈飞鸾他们冲过来 但那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抽得她抱着身子 又兴奋又吃痛地躲避 破空的鞭声 听得王川一阵阵肉疼 这八皇子 到底怎么得罪沈二小姐了 让她下这么狠的手 赵贵妃故意领着那名妇们 往锦阳宫来的时候 绝对没想到 沈飞鸾不仅没与她儿子颠鸾捣捣缝 反而把她儿子打得半死不活 打完之后 还在王川的掩护下 大摇大摆地出了锦阳宫 听着耳房里传来的叫声 几个逼着桑宇 游在偏殿品尝糕点的嬷嬷和宫女 全都面红耳赤起来 第47章 不死不休 八皇子玩得也太花了 听着声音又像兴奋又像惨叫 他们再好奇也不敢出去 因为这种声音 在皇上宠爱贵妃娘娘时 他们也经常听到 还得看着沈飞鸾的丫鬟 以防她坏八皇子的好事呢 诸位 本宫那盆娇蓝金贵得很 外头气温不合适 是怎么也不肯开花的 随本宫去里头一关吧 老太君被陈嬷嬷扶着 见赵贵妃眼神 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自己这边 眼底的得意和惊傲 让人非常不舒服 她内心不安地 附在陈嬷嬷耳边 还没找到南南吗 陈嬷嬷忧忡忡地摇了摇头 有人看到她和赵贵妃的贴身宫女说话了 奴婢猜 是不是 老人家慈眉善目的脸 一下子就冷硬了下来 颇有几分威严 赵云威感动我家南南一根头发 我容过功夫与赵氏满门不死不休 啊呀 什么声音 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叫 柳翩然听到那声音 神色一僵 翩翩她身边的赵九 还天真的看向孙氏 娘 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 这声音 听着好奇怪啊 是 别说了 孙氏赤红着一张脸 忙去看赵贵妃的脸色 见她平常中 似乎还带了点雀跃 应当不是宫中奴婢语人私通 她拉住女儿 不让她走得太近 免得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环顾四周 沈飞鸾不在 柳翩然眼中 蓄起泪水 赵贵妃 她果然还是没死心 想和容国公府结亲 里面的人 一定就是沈飞鸾 锦阳宫的偏殿里 养了许多名贵的兰花 赵贵妃心思不在赏花上 只一心惦记耳房中 姓沈的那盆娇兰 那误会之声渐渐歇了 空气里残留的浓烈香气 几乎消散 已经闻不到什么 赵贵妃琢磨着时候差不多了 跟才听见声音似的 愤怒地打开联门 什么人在里面 给本宫出来 淡紫色的青纱杖里 两道人影慌乱地披好衣裳 高大身躯的男子 动作缓慢声色了许多 似乎受了伤 孙氏悄悄去看柳翩然的神色 见她面无人色 拉着女儿站远了一些 她还挺怕柳翩然突然发疯的 赵贵妃身后跟了一大群人 看到这香艳场面 都倒吸一口冷气 不明所以的围观者不禁感慨 这贵妃娘娘宫中的宫女可真大胆 竟然敢在锦阳宫与男子偷欢 是笃定贵妃娘娘去参加宫宴了 不会回来吗 而知情者 好事的眼神 都落在了老太君和柳翩然的身上 真是 老太君隔着垂帘 看不清女子的面容 但八九不离时 就是她家喃喃 她身子轻晃 差点瘫软在地上 心中无数次懊悔 应该把楠楠留在家里 不该带她来给别人算计的 老太君 陈嬷嬷的声音有些发抖 莫及 不一定就是咱们二小姐 赵贵妃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来人 给本宫把那件梯子抓出来 本宫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在本宫的锦阳宫撒野 有嬷嬷和宫女冲过去 老太君的手搭在陈嬷嬷的手臂上 她脸色一白 五指收紧 陈嬷嬷吃痛 女子穿着粉和肚兜被扔在地上 她身上的宫女服没有扣好 半露半遮地套在身上 露出里面青青子子 暧昧的痕迹 啊 有人惊呼出声 真是贵妃娘娘的宫女 这不是荣儿姑娘吗 赵贵妃傻眼之际 荣儿已经身如筛糠 抱着她的大腿拼命求饶 娘娘 请娘娘宽恕奴婢 奴婢不是故意的 奴婢是 是 她看向人群 想指认沈飞鸾 但眼睛环顾一周 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失去意识之前 明明抓住了沈飞鸾的手 为什么中招的是自己 宅儿 青纱杖突然被人扯下 慕容宅的眼神慢慢变得清明 青纱裹着她的身体 还有血水从杖子里渗出来 赵贵妃抱着慕容宅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啊 容儿突然又叫了一声 一条长鞭从她手中脱落 上面还沾着斑驳的血迹 众人瞪大了眼睛 看了看脸上带着鞭痕的八皇子 又看了看惊慌失措的容 八皇子她 有受虐倾向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说 但是赵贵妃觉得 他们什么都说完了 并且骂得很脏 慕容宅只觉得浑身都火辣辣的疼 疼得她都直不起腰来了 但那些内民妇的眼神 更让她脸皮发烫 无法接受 她咳嗽两声 将喉咙里的血腥味强压下去 目光悠悠道 母妃 不关她的事 有人 有人给儿子下药了 她也是被儿子连累的 还请母妃 不要因此责罚她 此话一出 那些夫人和小姐们 看她的眼神友善了许多 虽然不雅 但八皇子是被奸人所害 还记得保护无辜被牵累的宫女 实在是个温柔又善良的好男人 赵贵妃面色不渝 慕容宅又道 母妃 容儿毕竟是母妃宫里的人 儿子 儿子愿意 绝美的贵妃娘娘脸上得色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隐忍的韵母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 吝声道 王川 带容儿下去休息 择日将她送去八皇子府 柳翩然眼中的泪 在慕容宅看过去时 无声地滚落 又怕人瞧见似的 飞快逝去 那柔弱却倔强的模样 让慕容宅心疼坏了 娘娘 演习开始了 皇后娘娘派人来问 咱们这儿好了没有 宫女眼神窃窃 走近道 娘娘 神二小姐在皇后娘娘身边 怎么会 赵贵妃皱眉 我亲眼 后面的话 她警觉地收了回去 只是盯着容儿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死人 沈飞鸾算好了时间 在赵贵妃领着众人回来时 田笑着飞奔过去 见过贵妃娘娘 赵贵妃被她的笑容气得快吐血 咬牙切齿道 鸾儿方才去哪了 本宫怎么没见到你 我在锦阳宫啊 沈飞鸾歪了歪头 是娘娘 您不在呢 第四十八章 挑拨是非 她仿佛在说 你的宫女明明说 你在锦阳宫等我 为什么你不在呢 没想到会被反问的赵贵妃 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 但是很快反应过来 方才本宫让容儿去找你 你不在席上 本宫实在等不了 所以便先来了 中途丞相夫人说 想看看本宫宫中的兰花 本宫就带他们去了 还以为你应该在的 和八皇子 贝贝抓奸在床的 应该是沈飞鸾 话茬子刚落在丞相夫人身上 她立马帮赵贵妃圆谎道 沈二小姐也真是的 已经过来了 怎么也没派人通知贵妃娘娘一声 娘娘还以为你在锦阳宫贪睡 特意交代我去找着你呢 沈飞鸾笑容不变 丞相夫人不知道吗 我的贴身丫鬟在锦阳宫里 怎么 你们没看到她 意思是 她走的时候 留下了自己的丫鬟 就是为了向赵贵妃说明情况的 沈氏的眼神 如阴暗出的智虫 附在沈飞鸾的骨头上 要将她的骨血都吸出来似的 而被赵贵妃如此威压的眼神逼迫的少女 丝毫没有拒异 反而冲着她挑了挑眉 嘴角勾起一抹深沉的笑意 仿佛在嘲笑算计她的人无能 临皇后在他们气氛变得更奇怪之前走了出来 众人行礼后 她才端庄道 都来了就落座吧 洛飞身子不爽力 皇上一会儿和她一同过来 提起宫中后妃 赵贵妃又找回状态来 起先她之所以然后贴身宫女去找沈飞鸾 就是因为孙氏让荣儿回锦阳宫禀报 好像是洛飞宫中的人打翻了沈飞鸾的酒盏 然后沈飞鸾就不见了 荣儿找到沈飞鸾 得知她走出大殿的原因后 马上让小宫女告诉了她 听闻正是洛飞私底下找了沈飞鸾去了偏僻处 结果到了之后 沈飞鸾还没有见到洛飞的人 就被荣儿先叫来了锦阳宫 难道 宫中盛传 洛飞想为二皇子求取沈飞鸾为妃的传言是真 还要不要脸了 宫中之人 沈飞鸾扶着祖母坐下 眼角的余光却一直在观察赵贵妃 她眼神凌厉地看向大殿门口 沈飞鸾便知自己说的话发挥了效果 既然赵贵妃和洛飞敢把主意打到她头上来 那就让他们狗咬狗 谁都败谁都算她沈飞鸾赢 而洛飞能在皇后与赵贵妃的手下夺走几分恩宠 也绝非泛泛之辈 未来一段时间 皇帝的后宫可有好戏看了 这也算为陪霍出了一份力吧 后宫越乱 她才越好浑水摸鱼 皇上驾到 随着皇门传唱 身量高大的皇帝与娇小玲珑的洛飞携手而来 又引得宫中后飞们一阵白眼极恨 夜幕降临 司竹悠扬 君臣同欢 歌舞升平 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沈飞鸾的一举一动 她却恍若未知地给老太君布菜 柳片然不知什么时候出了大殿 沈飞鸾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她肯定去找慕容宅去了 前不久 她才用鞭子抽了柳片然 这次慕容宅又被仇家鞭打 柳片然想让慕容宅仇恨她 就一定会去慕容宅面前挑拨是非 哼 尽情去吧 她敢打 就敢接受赵贵妃和慕容宅的恨意与报复 他们动手才好呢 她就可以尽快地对他们出手 让他们感受挫败 惊恐 绝望的滋味 锦阳宫 宫女们替八皇子擦拭完伤药后 就退了出去 让她好好休息 柳片然在下侍卫的带领下进了大殿 柳主子 你有什么话 就快些与殿下说 贵妃娘娘回来之前 属下要送您出去 少女姿态柔美 谋中寒情 多谢柳大哥 我会尽快的 下侍卫咳嗽一声 将八皇子偏店的房门推开 殿下 柳姑娘来了 只削片刻 里面就传来了少女小猫一样的细弱哭声 与男子的低哄声 下侍卫抱着剑站远了些 直到听不到里头人说话才站定 殿下难道没有怀疑过伦儿表妹吗 怎么会这要巧 她和害殿下的人都喜欢用鞭子打人 慕容宅躺在床上 浑身的刺痛让她脑子越发清醒 我中药之时 好像的确看到了她 但她一开始以为 自己是产生了幻觉 把锦阳宫那个宫女 当成了沈飞鸾 现在静下心来想想 或许那不是幻觉 真的是她呢 她趁她中药不清醒时 不仅低贱的宫女扔在她床上 还如此狠心地将她打成重伤 难道就是因为她和柳偏然在一起了吗 她这醋意未免也太大了 真当这天下性神 没有人能治得了她了吗 要不是 慕容宅一拳捶在床铺上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要不是需要荣国公府的势力 她会亲自要了沈飞鸾的命 待她坐上那个位置 一定会用整个荣国公府的命 来抵她今日之耻 殿下 真的要拿那个宫女为妾吗 八皇子这些年 为了向沈飞鸾表忠心 府中并未娶侧妾妃妾 就连一个暖床的丫头都不曾有 柳偏然不管她暗地里有没有女人 至少明面上没有 沈飞鸾都可以享受的待遇 她不希望在她进门之前 破坏这种待遇 她和沈飞鸾 她比沈飞鸾更好 为什么不值得八皇子 为自己守身如玉 她委委屈屈地询问 被慕容宅当成了伤心吃醋 她甚至觉得 这才是一个端庄优雅的淑女 吃醋时应有的反应 哪里有贵女似沈飞鸾那般 吃醋就要人命的 哪个男人吃得消 放心 本店答应过你 在你进门之前 不会有别的女子越过你 本店说到做到 她对柳翩然承诺着 本店的星河人都是你的 你怕什么 第49章 试探底线 她在房顶上的催蓝 快被两人的虚伪恶心透了 明明才刚从别的女子身上爬起来 八皇子是怎么好意思舔着个狗脸 跟人家说星河人都是人家的 难道他们慕容家的人 都这么不要脸吗 还有那个柳翩然 眼里的野心都快遮不住了 还非要装得一副 情深似海的模样 怪不得沈二小姐说 这两人绝配 真真是一点都没看走眼 不,是给肖静传消息的 却被迫看了一场狼情惬意的大戏 她赶紧躲过下侍卫的视线 飞向殿后 因此 错过了慕容宅交代柳翩然 三天后是皇祖父的生辰 可皇祖父已经原济 父皇不会出宫 此事会由我皇姑母主持 沈飞鸾和我皇姑母的外孙袁仁昆有仇 如今袁仁昆毁容痴呆 成了废人 以皇姑母牙字必报的性子 定会将恨意转移到袁仁昆的仇人身上 你拿着我的信物 据大掌公主府 就说 柳翩然将脸贴在她的胸膛 揉揉道 殿下 翩然从未做过伤人之事 我怕我做不好 万一乱儿表妹知道了 我定会被她打死的 她敢 慕容宅单手搂住她 代宫宴结束 本殿会向父皇表明心计 让她给你我赐婚 到时候 你有八皇子侧妃的身份 无需怕她 本殿也会在你身边 安排一些身手很好的婢女和安慰 你且安心 有本殿在 谁也不能伤害你 柳翩然微微一笑 从来没有人对我四殿下这般对我好 只要是殿下想要我去做的 我会尽全力帮殿下的 她在暗示慕容宅 给她洗脑 让她觉得 她本来是个很善良的人 她做的所有的坏事 都是她让她做的 而她对她的爱 让她盲目且坚定 不管以后她做什么恶毒的事 都是为了慕容宅 是她把她变成那样的 把责任推给慕容宅后 柳翩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她伪装小白花太久了 已经腻了卷了 八皇子终于开口让她去设计沈飞鸾 从今往后她就要放开手脚了 中秋宫宴结束 回到国公府 已是深夜 桑宇伺候着自家小姐沐浴 嘴巴动来动去 欲言又止 沈飞鸾好笑地看着她 想问什么就问吧 再憋下去 我怕你今晚会睡不着了 她这才一股脑问道 小姐您什么时候和那 那位认识的 怎么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您为什么做月饼送给那位啊 她为什么提醒您 洛飞想让二皇子娶您 您和那位是什么关系啊 桑宇自六岁时 就跟着阮秀院的嬷嬷们学规矩 被安排在二小姐身边做她的玩伴 虽不说多得二小姐欢心 但自小跟着寸步不离 她家小姐认识的人 她也都熟悉 但那位 她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并且 皇家对那位的态度满朝皆知 所谓天界仁慈 也不过糊弄糊弄无知百姓 小姐却与那位走得这么近 将来若是 若是东窗事发 她都不敢想象 自家小姐要面临的是什么严峻的场面 沈飞兰知道 她并非好奇兴盛 而是真的关心自己 她趴在御统边缘一一回答 我和她是在丞相府的诗会上搭上话的 至于为什么应该在冷宫被关押的她 会出现在丞相府 这个你不必知道 我答应过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只要知道 她不会害你家小姐我 我和她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她算是我的盟友 所以才会提醒我 洛飞想算计我 还有我送月饼给她 沈飞狡黠一笑 媚态横生 我呀是在试探 她对我容忍的底线在哪里 看看她会不会动目 看看将来 我可以冒犯她到哪一步 目前看来 陪霍对她的忍耐度极高 而且有求必应 还有谁会比她更适合做盟友呢 她一边说 桑宇就一边点头 听得极为认真 最后还用古怪的眼神 去看她家小姐 小姐 您的意思是说 那位不爱吃五人月饼 不然小姐为什么要说 是在试探那位的底线 沈飞懒想到 陪霍吃月饼时纠结的表情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那样尊贵的身份 什么喜恶都是皇家秘文 若是那么容易被外人知晓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还能活到现在 从前的确有传言说 皇太孙喜食五人月饼 但沈飞懒知道 那是前朝太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放出来的假消息 实际上 陪霍最讨厌五人口味的月饼 甚至到了文之吉兔的地步 这些年的囚禁生活 让她学会了隐藏 在见五人月饼时 也能尝上一口了 桑宇连连点头 即是盟友 那小姐和那位 应当有特殊的联系方式 要是以后您再遇到危险 奴婢可以去找她吗 那位是前朝的皇太孙 人家都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都能从冷宫里神不知 鬼不觉地跑出来 再完好无损地回去 一定在宫中有自己的势力 并且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若是再出现在诗会上那种 小姐被人掳走的事情 他希望有人可以救小姐 沈飞懒伸手捏捏她的脸 不是还有陈进仇他们吗 你家小姐用不着其他人 你要实在不放心 明日与我一道去天下钱庄 我觉得 陪货应该与钱庄的主人有些关系 不然他那么大笔的钱 怎么可能都存在天下钱庄 若是他背负血海深仇 一定谨慎行事 鸡蛋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免得出事后一无所有 得知自家小姐和那位不是那种关系 桑宇提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原处 可不能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啊 北院那边今天如何 沈飞懒进宫前做足了安排 他就不信将是安娜的助不出手 春花捧着衣裳进来 回答道 春落盯着呢 应该马上就有消息来了 他话音刚落 春落有些激动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小姐小姐 抓住了 将姨母爬国公爷的床 结果睡错了人 把管家给睡了 又被管家的媳妇贵婶子 抓个正正 现在国公爷的书房那边 正乱着呢 第五十章 怒骂 还要不要脸了 你自己死了丈夫 你就惦记别人的丈夫 我们当家的都五十了 孙儿 都有你女儿这么大了 你怎么下得去嘴的呀 你们这两个天杀的 你们不得好死啊 我们国公府好心好意 接近一个寡妇 你就是这么自甘下见 回报国公爷的吗 居然在他的书房里 和他的下人乱狗 你要死啊 你个臭不要脸的骚狐狸 装得一端装样 怎么就这么骚啊 你个骚烂货 老娘打死你 国公爷的书房院子里 一个身材矮小 却惊悍的妇人 朝着羞愤欲死的僵势扑过去 够了 管家挡在僵尸身前 一把将贵婶子推倒在地 还嫌不过丢人是吗 这一推可不得了 更加让贵婶子觉得 自家男人早就和姜姨母 这个骚狐狸勾搭上了 为了他 他竟然还要打自己 贵婶子嚎哭得更大声了 啊 我不活了 我死了算了 这个男人 他没有心啊 他为了个狐狸精 竟然对自己的发气动手 你们给我等着 我要找国公爷 为我主持公道 你们让我不好过 那大家都别过了 大不了我 这是怎么回事 僵尸都还来不及解释 刚把衣服套好 就听到了容国公的 中气十足的声音 闹什么 当我这是菜市场吗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吵闹声了 练兵的时候 无缘无故踩到石头扭伤脚 已经够烦了 回来休息 还听到下人吵吵闹闹的 烦了 这个家什么时候变得乌烟瘴气了 贵婶子一把将管家推开 手脚并用地爬过去 痛哭流涕告状道 国公爷要为老奴做主啊 姜姨姨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看上了手财 竟趁着您不在 自己跑来您的书房 与她苟合 若是他们两情相悦 与我这座正妻的名说 以姜姨姨的身份 给手财作妾 也是高看我家手财了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跑来这里脱衣引诱她 姜姨姨如此美貌 大户人家的正头娘子也做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她特意点明姜姨姨美貌 又说她脱衣勾引 是的男人都忍不住 心中对自家男人怨对 但她也不想毁了自己的男人 那就只能毁姜姨姨了 况且 她说得也八九不离时 并没有冤枉僵士 国公爷的书房 一直都是她家当家的在整理 书房种地 外人是不许随意出入的 僵士也不知使了什么法子 居然偷偷溜了进来 她男人寻常在那个时间 已经在国公爷小气的 寝屋小榻上睡了 等国公爷回府处理 从军营带回来的公文时 她还要起来伺候笔墨 今日她暗立 来给当家的宋宵夜补充体力 却听到寝屋中有奇怪的声音 一开始她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是国公爷在宠幸哪个婢女 但她又马上反应过来 自家男人说 国公爷今日去了军营 还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这么说起来 里面的男人就是她男人了 贵婶子的泼辣性子 在整个荣国公府 都是出了名的 她直接踹门而入 将书房内外经过的婢女 下人全都吸引了过来 大骂着 将僵士和管家 从屋子里拖了出来 沉浸在情势中的两人 一时没反应过来 还真被她光着身子扔了出来 僵士的衣服 是管家反应过来之后 匆匆跑回里面抱出来的 鸾绣院与荣国公的住处 和书房都离得近 沈飞鸾沐浴过后 穿着简单的衣物 听着那头的哭闹怒骂声 险些大笑起来 僵士上辈子就成功算计了跌点 在她的助攻下 成了人人艳羡称赞的一品 告命夫人 那时候她也以为 从小没有体会过母爱的自己 也终于有了娘亲的疼爱 可僵士对外展现 与自己的亲密和关爱后 回到国公府又对她冷言冷语 她一度以为自己做错了事 才让向来疼爱自己的姨母 变了一个人一样 实则从一开始 僵士对她久无真心 唯有利用 目的达到之后 自然不需要再伪装自己 这一事 她彻底断了 僵士抱上爹爹大腿的可能 她要成全将姨母与管家之间 惊天动地的爱情呢 上辈子只有僵士和慕容宅 当然不可能打败她的爹爹 是管家爱慕僵士 在僵士的蛊惑下 她将诬陷爹爹谋反的证据 放进了爹爹的公文中 桂婶子虽泼辣 却是个最热心肠的人 在她被僵士欺负时 还曾当众骂过僵士小人得志 可后来 僵士却让管家给桂婶子下毒 把她毒死之后 扔去了乱葬岗 还骗婶飞轮 说桂婶子得疾病死了 管家把她送回乡下老家安葬去了 派人去北院封锁消息 明天天亮之前 不许柳偏然出来 就是要趁着僵士心神大乱 把事情定下来 不能让柳偏然过去坏事 不然她一句 她娘是江南柳家人 不归国公府馆 她爹爹就会把人赶回江南去 江南那么远 柳偏然又已经攀上慕容宅 若是离了叶兜 沈飞轮能做的就很少了 她不想让这对母女 过一天安生日子 就必须把人留在叶兜 留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咱们也过去看看 爹爹她一个大男人 难免粗心 不知该如何处理 容国公也的确有些猛了 她不是少不更事的少年了 江氏对她频频示好 各种体贴温柔 她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直没接查 是因为她觉得 她要再续弦的话 自己的喜悟不重要 只要南南喜欢 对方对南南好 可以照顾南南就行了 显而易见 南南一点都不喜欢江氏母女 柳偏然明知八皇子时 南南的心上人 还要跟南南争抢 日后也不可能与南南和平共处 一个是亲生女儿 一个是妓女 江氏不可能一碗水端平 所以她不会去江氏 就拦理她的一些小动作 想着等柳偏燃入了八皇子府 就让江氏一同过去 她也算仁至义尽 百年之后纯娘 也不会怪她 对自己的妹妹不好 可 她万万没想到 江氏没能跟她 就找了她身边的长随 这算个什么事啊 第五十一章 准许和离 退而求其次 也不是这么退的吧 这也太刺了 刺到容国公 都觉得自己被侮辱了的感觉 爹爹 好吵啊 怎么了 沈飞鸾穿着雪白的请衣 外头披了件铜色沙衣 领口处的盘扣 扣得严严实实的 并不让人觉得轻浮 她揉着眼睛 一副困得不行的样子走过去 然后瞪大了眼睛 看着江氏 江一母 你怎么在这儿 那女人躲在管家身后装安唇 沈飞鸾却非要 把她揪出来 你怎么了 衣服也不好好穿 大半夜的 跑来我爹爹的书房做什么 一直没说过话 也没抬过头的江氏 忽然看向沈飞鸾 那双通红的眼睛 仇视着她 胸口剧烈的起伏 嘴唇颤抖 却没发出声音来 贱人 沈飞鸾这个贱人 是她 是她让自己的丫鬟 故意在厨房煮汤 又特意说是 炖给国公爷喝的 让偷听的她 以为容国公在书房办公 她被误到 才强硬地把炖汤 从丫鬟手里抢过来 借着送汤的名义 进了书房 她就说 她就说 容国公的书房 怎么会那么好进 只是当时太兴奋了 没有细想 现在想来 应该是沈飞鸾交代过 不要阻拦她 护卫们才会这么痛快放行 她早就知道 书房里的人是管家了 那她怎么知道 自己今晚要做什么的 将是百思不得其解 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江湖 昏头转向的 快要晕过去了 楠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快回去休息 容国公挡住沈飞鸾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别管 爹爹会处理好的 爹爹打算怎么处理 沈飞鸾目光冷立 自打姜姨母来了 咱们家发生多少事了 我瞧着她 怕是与咱们八字不合 她既然喜欢管家 喜欢到不惜和管家偷偷往来 不如爹爹就成全了他们 让姜姨母给管家做平妻吧 二小姐 姜氏都环美反驳 贵婶子先出生了 她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睛 言辞激烈道 二小姐 姜氏她不守父道 与人无眉苟合 视为下贱 她只配做个不入族谱的外事 不能做平妻 外事为奴婢 贵婶子想打杀了她 大业的律法都管不到她身上去 管家哪里能容忍 自己放在心间肩上的婶女 被个乡野村妇这样羞辱 有了沈飞鸾给她撑腰 她腰板子也直了 国公爷 守财伺候您一辈子了 从未求过您什么事 如今奴才求您 准许奴才修了这个泼妇 娶必然为妻 若不是互通了情愫 以管家奴才的身份 怎么可能知道 将姨母的闺名为必然 贵婶子如遭雷击 但长痛不如短痛 沈飞鸾怂恿荣国公道 爹爹 您看姜姨母如此情难自控 想必是极为喜爱管家的 我看管家对贵婶子 已经没有一点感情了 勉强栽在一起 只会是一对冤偶互相折磨 不如就以管家所言吧 多谢二小姐 多谢二小姐 管家欣喜若狂 拉着呆愣的 姜氏就要磕头 但沈飞鸾又道 成全你们是我见不得有情人分离 并不代表你们行事就没错 管家要是想与贵婶子合离 那就带着姜姨母 离开国公府 从此以后 你和国公府再无关系 这 管家面露难色 沈飞鸾冷道 怎么 管家又想抱得美人归 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 那你让贵婶子 以后如何自处 明明是你们做错了事 凭什么后果都要她一人承担 还是说 其实姜姨母 也比不上你的前途重要 贵婶子听完一喜 以为二小姐是故意先说成全她们 后又拿离开国公府威胁守财 让她知难而退的同时 也让姜氏看清楚 这个男人并不爱她 以后不要再缠着她了 奴才愿意 谁知管家一听到沈飞鸾说 姜氏比不得她的前途 立马就急切表态 国公爷 二小姐 奴才愿意离开国公府 从此与国公府再无关系 她的深情只感动了自己 姜氏慢慢回神 看着她的眼睛里 只有冰冷和怨恨 贵婶子寒了心 没想到二小姐都这样说了 离手才还是铁了心 要与她合离 那就合离吧 贵婶子说完这句话 就哭着跑走了 荣国公深深地看了女儿一眼 转向姜氏 事已至此 姜氏 王守才 你们好自为之 一会儿 我就让人把卖身器给你送过去 去写和离书吧 不 姜氏终于开口 但却气不成声 她抓着荣国公的衣摆 我以为 我以为是 我才 以为是什么 以为寝房里的 是她才投怀送报 脱衣幼之吗 荣国公对姜氏的感官更不好了 哪个好人家的女人会做这种事啊 家教规矩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她刚才还觉得 南南是借题发挥 想把姜氏赶出去 现在看来 她家南南看人很准 知道姜氏是个不安分的 所以才要把人尽快赶出去 还留着她 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她可不想将来被人算计 背上强强人气的骂名 来人 姜氏的话断断续续 没能说完 荣国公已经打断她 带姜氏下去休息一晚 明日送他们出府 柳表姐已经歇下了 姜姨母还是不要去打扰她 就再管 就在守财书房里对付一晚吧 如果不出沈飞鸾所料 慕容宅已经跟皇帝请旨 要将柳偏然赐给她做侧妃了 快的话 明日下午圣旨 就能到国公府 王守财和姜氏 明天上午就要赶出去 不然到时候 柳偏然用侧妃身份押人 王守财也不敢于之抗衡 她在荣国公府 做了几十年的管家了 累积的财富 也可做一村园外 在京郊有自己的宅子 是将是自己爬床 国公府肯为她争取正气的位置 不算亏待她 只是 王守财身份太低了 低到根本不够看 更不够资格为柳偏然加持 沈飞鸾想 很快 很快将是就要犯下更大的罪名了 除掉她 剩下的柳偏然更容易对付 第52章 送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 沈飞鸾已经穿戴整齐 拿着王守财的卖身器 去了下人房 昨夜 将是想逃回北院 但王守财好不容易得到她 将她看得很紧 缠了她一夜 也强迫了她一夜 后半夜 王守财的子女又打上了门 又把将是揍得鼻青脸肿 下人房里的人都很同情贵婶子 谁都没上去帮忙拉架 将是现在 正被绑在原柱之上 王守财的二儿子 拿了把刀 比在她的脸上 要画画她的脸 而王守财被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儿媳 按在地上 动都动不了 清晶毕露道 你们两个逆子 她是你们的后娘 你们要是敢伤害她 老子去报官 把你们都抓起来 那爹 你可真是六亲不认了 王家大儿子冷笑着 手上又加了把力气 为了个狐妹子 你抛弃弃子 还敢在我们面前 用父亲的身份来压我们 看来要连你一起打才行了 大儿媳直接挥手 小叔 别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 给我划划她的脸 不要不要 美貌是将是最锋利的武器 只要美貌在 她的江山就在 住手 沈飞鸾快步走过去 一把推开王老二 你们也太放肆了 竟敢在国公府动用私刑 给我滚下去 王老大和王老二 以及王老大媳妇 被气势汹汹的二小姐 吓了一大跳 连匕首都掉在了地上 屁滚尿流地跑走了 但是将是看到了王老大 那双阴痕的眼睛 觉得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 继续留在荣国公府 她可能会死 现在唯一可以救她的 就只有偏然了 可不知道沈飞鸾在耍什么花样 她一夜未归 偏然都没找过来 她当然不知道 是沈飞鸾用了迷烟 柳偏然起码要睡到用午膳的时辰 王家的两个儿子 更是沈飞鸾放进来的 僵尸被折磨了一整晚 人都是恍惚的 自然是沈飞鸾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给了王守才一笔钱 让她今日就带僵尸回家 对外公布 已经与原配妻子合离 马上要迎娶僵尸 请父老乡亲都去家中吃喜酒 王守才在京郊的家中 已经挂起了红灯笼 天还没亮 沈飞鸾就派了人 买齐了拜堂要用的嫁衣 红竹 红筹 花轿 目送着大红的喜叫 从后门被抬出容骨功夫 沈飞鸾才露出一抹快意的笑来 沈飞鸾 一道瘦长的身影飞奔过来 披散着头发 壮弱丰富 你对我娘做了什么 你把她送到哪里去了 沈飞鸾 你对我不满 你冲我来 你放我娘 柳偏然又长又尖的指甲 马上就要刺到沈飞鸾脸上 沈飞鸾抓住她的手 一巴掌挥过去 没有半点犹豫 江人山倒在地 她甩了甩发麻的 居高临下的 看着怒视着自己的柳偏然 语气轻快 别急呀 解决了你娘 不就轮到你了吗 她眼中的恶意太过明显 柳偏然捂着脸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娘是江南柳家的人 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逼着她改嫁 什么江南柳家 你娘不是姓姜吗 沈飞鸾淡笑着说着诛心之言 你这个做女儿的 也太不关心江姨姨了 昨晚她不顾廉耻 爬了管家的床 与管家做出伤风败俗之事 可见她深爱之情 已无法掩饰 我作为江家的外孙女 不仅帮江姨姨 修了管家的娘子 还许了金莹 让她娶江姨姨为妻 你们母女二人 应当感谢我才是 是我成全了她的相思之苦 她是在讽刺江市 总是往荣国宫的书房跑 不 不可能 对上沈飞鸾那双细血的眼睛 她如遭雷击 这一切 都是你 都是你设计的是不是 是又如何 她抬手 掐住柳 偏然的脖子 谋中杀意乍现 没道理你和你娘 一天到晚算计我 算计我爹 却不允许我回敬你们 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慢慢享受 我送你的锦绣前程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等你和慕容宅成婚后 慢慢就会懂了 赵贵非得不满 慕容宅的自私 赵家人的贪婪 柳偏然都得受着 圣旨道 奉天承运 皇帝招曰 柳家 由女柳偏然 静容宛柔 励志清零 风华幽静 殊胜性成 柳家为责 堪为良配 今次会与柳偏然 为八皇子侧妃 于九月十五即日进门 亲此 内侍太监将圣旨双手 承给老太君 咱家恭喜老太君了 贵府表小姐 也是有大造化的人 沈飞鸾瞥了一眼 跃跃欲试的柳偏然 不紧不慢地扶着老太君起身 待二人寒暄完 才让陈嬷嬷将人送出去 柳偏然浑身冷汗 跌倒在地 嘴里才能发出声音来 沈飞鸾 你对我做了什么 将圣旨粗暴地扔在她怀里 沈飞鸾扯了扯嘴角 即日起 表小姐就在北院 秀自己的嫁衣 八皇子府来迎亲之前 不许表小姐踏出房门半步 最主要是防止她去找僵尸 打乱自己的计划 沈飞鸾 你最好祈祷我娘没事 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沈飞鸾 你听到没有 八皇子也不会放过你的 柳偏然被强行带了下去 她气急败坏地叫骂声 令老太君怒火中烧 果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记住在国公府 就要讲国公府的规矩 将是做出此等丑事 没叫人拉去陈塘 已是顾忌他们的脸面 居然还敢对着喃喃叫嚣 赶紧把这对母女脱手是对的 不然日后定要惹出天大的祸事来 祖母默契 沈飞鸾替她拍着后背顺起 将是已是王家富 柳偏然下个月就是八皇子侧妃了 日后他们母女二人 同咱们家没有关系 咱们关起门来过咱们的日子 他们日后如何 都是他们自己的造化 前世种下了恶的因 今生就要得到恶的果 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 柳偏然以为她成了八皇子侧妃 就能扬眉吐气 那沈飞鸾只能说 她太天真了 宅五十三章 吃了的都吐出来 她是荣国公的女儿 是只要她抛出橄榄枝 东宫皇后 世家大族都会前赴后继 为她所用的 百万兵马大将军的嫡女 十个八皇子侧妃 也只是她一句话 就能废了的人而已 老太君拍拍沈飞鸾的手 点点头道 三天后 又要去一趟圣安寺 祭拜空爵大师的圣诞祭 你爹和哥哥练兵去了 祖母将这事交给你安排 可以吗 沈飞鸾点头 祖母尽管放心 南南定不会辜负祖母的信任的 他心里明白 这是祖母在锻炼自己 翻过年他就要急机 过十五岁生辰了 到时候上门说亲的人 只会比现在更多 就算祖母还想多留他两年再成亲 可人家是要定下来的 否则到了十五还不说亲 旁人又要议论纷纷 皇帝也不放心 原先皇帝不插手 是因为八皇子是他的儿子 他不必担心沈飞鸾成婚后 容国公的兵权 会与外人勾结 皇子相争 逗来逗去这江山都不会易主 若让外人得到了容国公的虎福 那对慕容皇室 就是灭顶之灾 他更明白 祖母对自己的担忧 是怕皇帝插手之后 他的婚事 容国公府做不得住 所以想让他快些立起来 能独当一面 只有自身立起来了 将来他不管嫁去哪里 都不会被人欺负 他的祖母还不知道啊 南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也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 你的南南掌管后宫多年 早就有了一副冷硬心肠 勾心斗 尔虞我诈 都是家常便饭 没有人会比从地狱 爬出来的恶鬼更坏的了 祖母 你的南南比谁都坏 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得了他了 回了鸾秀院 沈飞鸾就忙了起来 要对陈静筹说明情况 还要安排马六等人 去西域与王甲会合 收购棉花和动作羽毛的事情 并不那么顺利 这早在沈飞鸾的意料之中 西域对比中原 属于半开化的蛮荒之地 当地土著居民 大多粗鲁野蛮 对王甲那只商队 并不算友好 好些当地种棉花的土著民 见王甲好似是个富户 趁着他们在客栈休息 还偷偷前进他们的院子里 偷盗财物 甚至明抢的都有 报官之后 当地官员却说 没有人员伤亡的话 他们不管这事 王甲只能向沈飞鸾求救 马六此人性格桀骜 不着四六 脑瓜子极为灵光 反应很快 正合适跑伤队 才将事情安排妥当 准备带着马六 去天下钱庄取钱 就听外头一阵喧闹 你们让开 让我去见二小姐 这不是胡闹吗 二小姐管过家吗 知道柴米油盐贵吗 我们都是铺子里的老人了 说我们中宝私囊 有证据吗 肯定是王成这丝 瞒着二小姐 铲除一己呢 我们接个 非要二小姐 给咱们主持公道 对 就是 她这是新官上 认三把火 拿着咱们开刀立威来了 咱们找二小姐讨个说法 啪 啪 平 闯进外院的几个中年男子 还没能靠近 兰修院的大门 就被几巴掌打猛了 而且挨了巴掌之后 还被人从后背 一脚踹在了地上 沈飞鸾只一个眼神 陈静筹就带着弟兄们 又引到了暗处 几个掌柜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揍了一顿 跪在地上 哀悠哀悠地叫唤 春晓和春落几个 小跑到沈飞鸾身边 小姐 他们几个骗门房 说是来给您递账本的 奴婢几个没拦住 先前几个掌柜 也常来兰修院这边 给沈飞鸾送一些 铺子里实行的玩意儿 不匹之类的 这次让王成下到 各个铺子实地了解 忙起来忘了通知门房了 才让他们闯了进来 沈飞鸾抬手 示意丫鬟退下 冷着一张小脸俯瞰众人 擅闯我的闺房 你们选个死法吧 掌柜们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从地上爬起来 就开始戏数王成的罪状 七嘴八舌 锅躁至极 在他们身后 王成和潘九娘 脸上带着惶恐的表情 一路奔走过来 小姐 小得无能 让他们惊扰了小姐 请小姐责罚 我说 沈飞鸾扭了扭自己的脖子 不耐烦道 王成给你们机会 不计较你们之前 卖下的银子 让你们闭嘴滚蛋 你们既然还敢来 擅闯我的闺房 那就全部送关 你们吃了我多少 全给我吐出来 他话音刚落 守在外院的护卫们 就一拥而上 把那几个傻眼的掌柜 扭着胳膊压了下去 就连王成和潘九娘 都震惊于他的魄力 小姐 小的是 按着您的意思 处理那些人的 那几个掌柜之前 这些一次充好的货物 小的已经说过好几回了 他们还说我行我素 小的才 不必向我解释 王成的心咯噔一声 以为沈飞鸾弦他 做得不好 却听他道 我既然把我的嫁妆 交给你和九娘打理 就充分地相信你们 不论旁人说什么 我只信你们 你们只要放心去做 一切后果我自承担 我就是你们的靠山 有了这句话 王成提着的心落到了原处 感激之情一于言表 小的 小的一定会好好 经营小姐的嫁妆 保管小姐出嫁的时候 十里红妆 风风光光的 沈飞鸾夫妻夫妻二人 我还要出门去 你们忙你们的 西域那边乃大事 拖延不得 不过在出府之前 沈飞鸾还不忘交代家里 盯着柳翩然 包括他身边的丫鬟下人 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等我回来再告诉我 春花和春落盲点头 是 小姐 天下钱庄 是夜巢数一数二的大钱庄 分店遍布各地 幕后老板的身份成迷 但谁都知道 轻易惹不得 多少打钱庄主意的人 最后都下场凄凉 沈飞鸾下了马车 将玉班纸戴在大拇指上 在桑玉和春眠的簇拥下 走到了柜台 将手放在台面上 我取钱 里头眼底冒金光的胖掌柜 看了一眼他的大拇指 垂下眼道 小姐 请随我来贵宾室 这时的沈飞鸾还不知道 拥有这枚班纸 天下钱庄的银钱 他可以随意取之用之 第54章 天下钱庄 为遮掩行踪 沈飞鸾用的是 没有荣国功夫标识的马车 带来的人也都分散各处 警惕地盯着外头的动静 他跟着胖掌柜进了后院 又有美丽的女郎上前烹茶 贵人想取多少金呢 沈飞鸾内心惊讶 面上不动声色 是他太久 没有接触过钱庄了吗 现在都不是问取多少银子 而是已经为单位了吗 还是说 他摸着大拇指上 散发淡淡寒意的御班纸 心中有了计较 黄金之物不好找开 给我取三万两银票吧 美貌女郎看了他一眼 微微笑了笑 贵人稍等 您要的银票 一会儿便有人轻点送来 雨霸 他扭着腰肢走向后方 沈飞鸾揉了揉鼻子 鼻尖下那股和罗香的香气 再淡淡地飘散 在丞相府与陪货打照面的那次 他并没有说谎 他是真的能认出来的 只是 他也没有完全说实话 认出陪货 是因为他身上的味道 江氏就是个调香高手 前氏就靠着这过人的手艺 他与慕容宅成婚近十年 临死了才怀上一个孩子 却被柳翩然从腹中生生剖出来 他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人世 就被那群恶魔害死了 可江氏曾到一昆宫刺激他 说这都是他的功劳 是他治了不孕的熏香 让他闻了十几年 要不是他女儿说 要给他希望再让他绝望 江氏都不会让沈飞鸾怀孕 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沈飞鸾开始学变香 他的鼻子能闻出世间上千种香 裴霍身上用的就是河罗香 河罗香燃之气味清幽并持久 但不仔细闻的话 几乎闻不到这淡淡香气 裴霍 他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并且 他要么就是天下钱庄的幕后主子 要么这钱庄的主人 和他是一伙的 总之 钱庄与裴霍关系匪浅 主子看人的眼光的确很准 沈二小姐不是贪婪之辈 东西放在他身上 足够安全 胖掌柜摸着胡须 对着沈飞鸾满意的点头 裴霍眯着狭长的丹凤眼 透过帘子的缝隙 去看沈飞鸾 越发看不清他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了 若是 他还有长辈在 那么一定会有人告诉他 爱情就是由对一个女子的好奇而开始的 主子 茶还只喝了一半 沉浸愁从房梁上落下来 语速极快到 八皇子冲进来了 原是沈飞鸾下 马车的时候 被在对面楼上买首饰的慕容宅看到 追着过来了 贵人随我这边来 美貌女郎撩开一扇黑色的门帘 从后门走 不便 沈飞鸾姿态悠闲 吹了吹茶盏中的福叶 老神栽栽道 我就是来钱庄取个银票 躲着他才叫奇怪 青色的门帘晃动了一下 和罗湘远去 但道 已经完全闻不到了 慕容宅才推开小厮 进了沈飞鸾的贵宾室 八皇子的礼教规矩 是不是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沈飞鸾怒然起身 这是你第几次不经通传六强传我的地盘了 慕容宅没有回答他 眼神绕场一圈 你来这里做什么 沈飞鸾用看傻子的眼神 将他扫尸一番 我来钱庄 难道是来吃饭的 来钱庄 当然是来取钱的 贵人 您要的银票都在这里 要点一下吗 美貌女郎捧着银票交给沈飞鸾 沈飞鸾摇摇头 你们天下钱庄的护卫太弱了 外人都闯进我的房里来了 要我当着他的面署钱吗 从楼下涌进来一批护卫 各个持剑对着慕容宅 八皇子殿下 没坏了我们天下钱庄的规矩 还请出去 惊扰了我们的贵客 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曾经也有名门望族 想吞下天下钱庄 但最后一整个家族覆灭 钱庄的主人爷放过话 这便是破坏规矩的人的下场 沈飞鸾栏里他们的对峙 趁着慕容宅被包围 直接越过他离去 等慕容宅脱身之后 他早就回了荣国公府 将三万两银票 全部交给马六 沈飞鸾铺开纸张写信 你去西域那边 除了负责王甲商队的安全 再去采买一些 只有西域才有的物品 不拘是什么 只要你觉得 好的都买下来 回了夜兜 咱们翻三倍卖出去 马六得令 当天晚上 就带着几个身手好的弟兄们出发 小姐 春晓端了一盆 浸满了鲜花的热水 给沈飞鸾泡脚的时候到 北约那边有动静了 表小姐的丫鬟信 今日从后门偷溜出去 咱们得一路跟着 发现她去了大掌公主府 大掌公主府 桑宇瞪大了眼睛 三日后空爵大师的生诞季 应该就是大掌公主主持 表小姐该不会要联合 大掌公主府害小姐吧 沈飞鸾惬意地叹了一口气 我害她娘嫁给他们 最看不起的下人 她不动手才怪了 就是不知道这主意时 慕容宅给她出的 还是她自己的想法 不过没关系 她们来来去去 就是那几招 自己多加小心就是了 说到这儿 沈飞鸾叫来春眠 明天你去找贵婶子 让他们一家人 去帮我管外头的挤出庄子 帮我把粮食都囤起来 不许往外卖了 年底那场雪灾来临后 叶多的粮食比黄金还贵 那些米商大发国难财 别说是难民了 就是叶多那穷苦的百姓 也不知道饿死了多少 陈静愁在北城声望很高 这段日子 也一直在为她招兵买马 她急切要赚钱的原因 都是为了年底那场硬仗 灾难来临时 考验的并不仅仅是大家 应对灾难的方法 还有人性 庄子上何处 现在都要开始建堡垒 每个庄子安排二十多个身强力壮 功夫不错的护卫巡逻 等他们都习惯了 一旦有人入侵来抢粮 他们就能及时把人打出去 贵婶子一家泼辣性子 正合适放到庄子上去 震慑那些租田地的农民 也给她找个试做 让她忙起来 没空去想往守才那个负心汉 窗外的蝉鸣都停了声音 桑宇看了看时辰 催促着沈飞 睡觉 谁家小姐从早忙到晚的 也只有她家小姐这么能干了 第55章 危险 三天时间一会儿过 到了去圣安寺这天 沈飞鸣早早就被叫起了身 收拾妥当 用过早膳之后 沈飞鸣便去受洗堂 接了老太君一道 柳翩然被关了几日 开始不安分了 沈飞鸣不许她出门 她就胖丫鬟取找了慕容宅 让八皇子府的马车来接她 有几分向沈飞鸣施压的意思 春眠看不过眼 瞪着门口那华丽的马车 真当咱们怕了她似的 在这里狐假虎威 也不看看 当初如果没有咱们国公爷为她做主 凭着她这身份 能做八皇子侧妃吗 行了 老太君虽然不惜柳翩然 但也不希望孙女身边的丫鬟 口无遮拦 给她家喃喃拉仇恨 她能成皇子侧妃 是她自己的福气 你们好好伺候小姐就成 不要在人背后嚼舌根子 祖母出自世家大族 是受贵族教养出身的尊贵嫡女 她收到的教养 不允许她在背后一轮别人 沈飞鸾扶着她上马车 春眠就是个嘴上没门的 性子耿直得很 但她对我很忠心 祖母可莫要罚她了 你这小没良心的 我又几时说要罚她了 老太君伸出食指 戳了戳她的额头 感情好人都让你这小没良心的做了 我老婆子成坏人了 沈飞鸾黑黑一笑 抱着她的手臂撒娇道 怎么会呢 祖母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最好的祖母了 丫鬟几个 也跟着夸老太君心善 哄得她连连发笑 陈嬷嬷搭了把手 从沈飞鸾手中接过老太君的手 扶着她上马车 啪 突然 耳边传来一声细微的碎裂声 紧接着 整个马车向后倒去 啊 啊老太君 祖母 马车的后轮碎落一地 老太君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车 身子就跟着滚落下来 沈飞鸾立刻抓住老太君的手臂 往自己这边扯 混乱中抱住老太君 往地下一摔 沈嬷嬷搭拉扯着 我跟着摔倒在地 两个人都想护着老太君 双双给他老人家 当了人肉坐垫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丫鬟和护卫们反应过来时 沈飞鸾的手肘 已经在地上磕破皮出血了 祖母 您有没有受伤 他顾不得自己受伤的疼痛 缓了缓才将老太君带起身 老太君拍着自己的胸口 心有余悸道 我没事 多亏你和阿诚抱住我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桑宇手里拿着断掉的木头 跑过来递给沈飞鸾 小姐 您看 若是木头老化 承受不住重量而碎裂 那断口的痕迹 应该是参差不平的 可他手里的几节木头 断裂的接口都十分平整 虽然边缘处有一些碎渣 但沈飞鸾一眼就看出来 那些碎渣也是人为做出来的 再说了 荣国功夫的马车 全都是用上好的金丝南木 与沉香木做的 就算用上百年 都不可能碎开断裂 他猛地抬头 去看柳翩然坐的那辆马车 被他抓到那主仆二人 站在马车下 看着他们这边 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 见沈飞鸾冰冷的眼神看来 又立马收敛了表情 赶紧爬上马车开溜 荣国功夫守卫森严 不可能有人潜入进去 破坏了马车 还全身而退 只能是国功府里的人 趁着马夫们都睡了 拒断车轮 再悄悄溜回自己的住处 柳翩然 为什么拒断他们的马车 沈飞鸾垂下眸子 柳翩然 你敢对我祖母动手 犯了我的忌讳了知道吗 很快的 训练有速的车夫们 就换了一辆新的马车来 沈飞鸾却嫌弃新的马车 不如原先那辆宽敞 让下人们又拉出来一辆 把老太君和受洗糖的丫鬟婆子们 都安排上另外一辆马车 祖母先去吧 南南手受伤了 想先处理一下 你们先去 我随后便赶上 老太君不宜有他 南南处理伤口 可比暗时感到圣安寺重要多了 车头上的两个车夫 头上戴着斗笠 遮住了整张脸 身材瘦弱 步履轻盈 沈飞鸾上马车时 对着暗处的陈静筹 伸出两根手指 在车缘上敲了三声 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代表有危险 让陈静筹随时准备救他 上了马车 桑宇和春眠 就拿出隔层里的药箱 给沈飞鸾 清理手肘上的伤口 桑宇皱着眉 看着摇晃的车身 小姐 咱们国公府的车夫 什么时候技术这么差了 从前就是跑山路 也如履平地 如今怎的丫鬟平地上 也像在翻山越岭似的 当然了 杀手怎么可能 干得好车夫的活 沈飞鸾放下衣袖 从现在开始 我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否则 会有姓名危险知道吗 春眠瞪大了眼睛 沈 什么 外面那两个 不是国公府的车夫 若是我猜得不错 是大长公主 派来要我命的杀手 啊 桑宇嘀呼了一声 那您怎么还 我不能拿祖母的安危冒险 沈飞鸾解释道 他们的目标 是我 不知开祖母 我怕打起来 万一他们挟持祖母 开威胁我 我更束手无策 桑宇和春眠对视了一眼 咬紧了牙 小姐 奴婢们绝不会拖您后腿的 驾 驾 驾 马车越来越快 连基本的平稳都维持不住了 马车里的主仆三人 东倒西歪 他们抓住马车的边缘 学着沈飞鸾的样子 指甲死死地扣住缝隙 以防止自己被甩出去 这不是去圣安寺的路 摇晃半晌 沈飞鸾直接撩开车帘 单手扣住其中一个车夫的喉咙 阁下想带我去哪里 另外一个车夫剑装 立刻打下头上的斗笠 拔尖就变沈飞鸾刺来 一点都内顾及自己的同伴 他反应迅速 将手下车夫推过去 那一剑刺穿了车夫的胸口 车夫摔下马去 这仿佛是一个讯号 偏僻的临终小道 四面八方涌出来许多黑衣人 都提着刀剑冲出来 那车夫还想顾忌重施 对着沈飞鸾砍来 却突然动作一顿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从马车上滚了下去 他的背后 一把飞刀没入 只剩刀柄在外 第五十六章 刺杀 厮杀声四起 沈飞鸾抓住缰绳 将发了疯似的 往前跑的两匹马勒勒回来 而前方就是悬崖峭壁 这是打的 就算杀不死他 也要让他跌下悬崖 粉身碎骨的主意 周遭出了国公府 名面上的三五十个护卫 还有暗处沈进仇的 十几个兄弟 知道今日不会太平 沈飞鸾设想了 无数种危险的可能 所以 其实当那些杀手 看到国公府这么多护卫时 也吓了一大跳 区区一个国公府的小姐 竟然有五十多个护卫 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那些神出鬼没的暗卫呢 这哪是普通的贵女出行啊 这都快赶上皇上 微服出巡食的护卫人数了 沈飞鸾身边有陈进仇陪着 便带着桑宇和春眠 从马车上跳下来 在那两个车夫身上摸索 还真让他摸到了两块令牌 悬色的铁牌稍有些重量 上面刻着一个圆字 他突然失笑 原来 大掌公主也是赵贵妃的人啊 怪不得慕容宅指使地动他 陈进仇也看到了令牌 主子 这 沈飞鸾将两块令牌都收了起来 带到了圣安寺 咱们约三皇子妃出来一件 毕竟三皇子慕容园的令牌 出现在大掌公主派来的杀手身上 要不就是这些杀手是三皇子的人 要么 就是三皇子府出了内鬼 偷了令牌给大掌公主 想要杀了他之后 嫁祸给三皇子 可想而知 如果他真的被杀了 爹爹在现场捡到这两块令牌 痛苦到失去理智的爹爹 一定会冲进三皇子府 杀了三皇子为他报仇 慕容宅这招 又狠又毒 他想一箭三雕的 除去沈飞鸾 荣国公和三皇子 占了数量和武力上的优势 那些杀手被沈飞鸾的人尽数反杀 他也不需要留什么活口 反正自己知道是谁 那些死尸的嘴太难撬开了 他懒得浪费时间 在山蓝深浓的山顶上 气魄辉红的妙宇 盖得古色古香 庄严肃木 高高的灵梢葱葱郁郁 掩盖着半山腰上雄伟的佛殿 圣安寺沐浴着朝阳的金光 显得神圣不可侵犯 蜿蜒的小鹿 渐渐通向幽辟处 呼见花木繁茂 蝉房就在花中央 此刻大家齐聚在大雄宝殿 听主持大师讲佛经 沈飞鸾怎么没来啊 是啊 他怎么还没来 不会是因为柳翩然成了八皇子侧妃 他觉得丢人不肯来了吧 是我我也不来 你看看柳翩然那个狐狸精 从近来眼睛就粘在了八皇子身上 两个人没来眼去的 也太没规矩了 八皇子眼瞎了吧 放着名门闺秀不要 非要娶一个台面的平民女 贵妃娘娘也同意吗 不同意有什么用 听说圣旨 还是八皇子自己亲自去求的 议论声中 大掌公主笑意艳艳 老太君 神二小姐 何故迟到呢 老太君坐于蒲团之上 双手合十 闻眼连眼睛都没睁开 来时出了点意外 我家卵儿受了伤 半路又折返回去了 等斋饭上来时 他估计就到了 是吗 大掌公主又无声冷笑 恐怕你老太君等来的 是一具尸体啊 今日讲经结束 各位施主去用些斋饭吧 主持刚散了众人 沈飞鸾就提着裙摆跑过来 祖母 大掌公主诧异地回头 正好对上沈飞鸾 那双清明的眼睛 她对着燕光四射的女子扶身 见过大掌公主 你 你 大掌公主属实惊讶 她派出去的杀手 都是自己圈养的护卫里 刺杀技艺最高超的 绝不是戎国公府 那些普通侍卫可以比的 为什么 为什么沈飞鸾 可以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她眼前 大掌公主 您怎么了 沈飞鸾见她很受打击的样子 快步走过去扶住她 趁机将一个香囊 塞进了她的后背衣服里 你算计我一次 我算计你一次 很公平 你滚开 大掌公主用力一推 沈飞鸾趁势跌倒 眼睛里蓄起委屈的泪水 大掌公主如此厌恶陈女 可是陈女做错了什么 她能做错什么 不就是袁人坤仗势欺人的时候 被沈飞鸾打了一次吗 真没想到 大掌公主是这么不明是非 小肚鸡肠之人 不 大掌公主咬唇 我是突然有些不舒服 并非故意推你 你们下去用斋饭吧 这圣安寺的斋饭一绝 去晚了可没有了 沈飞鸾这才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本就没有的灰尘 扶着老太君 朝着大掌公主傻笑 多谢大掌公主提醒 那陈女先退下了 陈恩侯府的夫人 和府国公府的夫人都来了 这两家与容国公府交好 自行便坐在了一处 杨兴运提着沈飞鸾的手臂 左看右看 刚才老太君 说你受伤 我都担心死了 怎么回事啊 安静岳给他加了一块豆腐 做的螃蟹肉 还贴心地 给他淋上一勺酱汁 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身怀宝藏 总会遇到恶狼 不过没关系 我呀 是专杀恶狼的猎手 两人都不笨 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目光不自觉 转向在赵家人那边的柳偏然 他怎么回事 不是住在荣国公府吗 怎么总和赵家人在一起 看着和赵夫人关系不错的样子 估计是结成同盟了 赵九不是赵家为八皇子 准备的侧妃吗 每个皇子都可以娶一个正妃 那两个侧妃 安静岳不屑一笑 口口声声说 自己爱八皇子 真的爱一个人 怎么可能受得了 他身边有那么多阴阴厌厌 说到底 不过是以爱之名行 爱慕虚荣之事 柳偏然还能与赵九相处得 这么和谐愉快 只能说明他足够虚伪 会演戏 可笑男人总爱听虚情假意的话 将真正的真心 气如碧履 管他做什么 沈飞鸾想用着美味的摘菜 他不在我饭都能多吃两口 可别过来 影响我食欲 几个小姑娘边吃边聊 气氛融洽 老太君这边 陈恩侯夫人无事 与辅国公夫人 正是去火药味十足 无他 这二人都想让沈飞鸾 做他们的儿媳妇 第五十七章 姻缘 老太君 过了年后 鸾儿就快急急了 我听我家幸运说 鸾儿已经不喜欢八皇子了 那老太君打算 物色一下新的孙女许人选吗 那谄媚的态度 就差没在脸上 写选我儿子四个大字了 郑氏虽然不知道儿子的心思 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也很喜欢沈飞鸾 绝不会相让 唉 还是五姐姐命好 你家大郎志向远大 一心想上战场杀敌立功 不像我家二郎 惜命得很 一点点危险的事情 都不敢去做 都指望不上他光宗耀祖 谁不知道 辅国公家的大郎文武双全 颇得皇帝看重 如今担着大内侍卫统领之职 真可谓是前途无量 阿尔郎就是一辈子吃喝玩乐 辅国公府也可以照他一辈子 不需要他去拼命立功 担起重任 无事黑下脸来 少年当驰骋沙场 纵横四海 大丈夫当患功名不利 有何拒之 于国 吴姐姐此言不错 但于家 我只希望 我家静月安安稳稳 和和美美地过完一生 那你还和虎为将军府结亲 不是自相矛盾吗 老太君笑着打圆场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我家男男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的婚事 须得他自己愿意 否则我老婆子 是不会逼迫他的 老太君都这么说了 两人也不争了 只待回家以后 跟儿子提一提 一定要多去沈飞鸾面前 多刷好感 被争抢的沈飞鸾 不知自己这么抢手 还和杨新韵和安静月 一起去了寺庙里的樱园树前 安静月马上就要与 虎为大将军的嫡子薛君 则成亲了 杨新韵非要他们 一起来樱园树求 很奇特 是两株同种树 树主干各立小河一边 溪水从两树间流过 两干在小河上空倾斜 融为一体 而后两树又分离 各自生长 枝叶密貌 像一柄绿色的滑钙 凌空照在小河上 远远望去 一株同干连里之 如同恋人交紧拥抱 情意缠绵 静看树影倒映 似鸳鸯细水 鸾缝穿花 如同人们最向往的 坚真不渝的爱情 因此 大叶朝的百姓都坚信 要把写有两人名字的红绸 挂上高处 就能相守白头 恩爱两不疑 因缘树有百年历史 树上的红绸 多得压弯了树枝 风一吹 红绸飘飘荡荡的 煞是好看 杨幸运在庙中 买来三条红绸 分给沈飞鸾和安静月 月姐姐 你先写 三人中 只有她要嫁人了 安静月虽然害羞 但也不是扭捏之辈 面对两个好姐妹的热情 而后在红绸下绑了颗小石头 朝树上扔去 红绸落入树之间 淹没在大片的火红里 沈飞鸾看着跳起来 拍手的杨幸运 和低头浅笑的安静月 只觉得岁月静好 她的姐妹们 都鲜活地活着 真好啊 卵儿 你呢 有喜欢的人吗 正当她正愣 杨幸运又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好奇地盯着她手里的红绸 卵儿 你把你喜欢的人也写上去 祈求姻元树 可不能再遇到八皇子那种 见义思迁的渣男了 喜欢的人 吗 不知怎变 沈飞鸾的脑海里 竟浮现出一张 妖孽俊美的脸来 她吓得闭了闭眼 腹又睁开 试图驱赶脑子里的影像 可那妖孽的男子 递出玉班纸 面无表情 却好看到人神共愤 用那低沉且清冷的声音道 拿去 随便取 心脏莫名其妙狂跳 不只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她说 随便取这句话是太霸道了 还是给玉班纸的动作太爽快 玩 玩 杨新韵的声音游远至近 你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沈飞鸾摇了摇头 果断道 我没有喜欢的人 新韵古灵精怪的 大概是想从她嘴里 套出她哥哥杨婷玉的名字 没有听到 她还有些许失落的样子 沈飞鸾笑了笑 在红筹上写下他们三人的名字 然后抛上姻缘树 又不是只有爱情可以白头偕老 长长久久 我们姐妹也可以啊 我就求姻缘树 让我们三个永远都不分开 杨新韵有高兴起来 也在红筹上写了三个人的名字 姻缘树啊姻缘树 多我这根红筹 就要让我们加倍长久的在一起哦 风吹树洞的声音 似乎是在回应她的话 切 树的另一边传来吃笑声 沈飞鸾一动两步 见慕容宅带着柳翩然 也在寄红筹 发出耻笑声的 是柳翩然的丫鬟信 沈飞鸾冷下脸来 你笑什么 谢儿无辜地瞪着眼睛 奴婢笑了吗 二小姐 您听错了吧 沈飞鸾长腿一脉 三两步走到希儿面前 用力地甩下一巴掌 神情巨傲地看着她 你 你凭什么打我 我打你了吗 你产生幻觉了吧 让希儿还手 那是绝对没那个胆子的 她捂着脸 哭唧唧地 跑到柳翩然身后 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卵儿表妹 沈飞鸾不赞同地护着希儿 你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打人 再废话我连你一起打 沈飞鸾翻了个白眼 八皇子侧妃呢 就想跟我摆谱 你什么身份 自己心里没数吗 柳翩然咬着唇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她是怕自己娘亲 被赐给下人的事情暴露 自己的侧妃之位不宝吧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柳翩然抢走了她的心上人 她和八皇子已经决裂了 她可不装什么 端庄优雅的贵小姐了 渣男贱女 贱一次骂一次 贱两次打一次 绝不委屈自己 你太放肆了 慕容宅皱没看向她 我还在这 你就敢这么对她 我要是不在了 你是不是非要把她欺负死 你不在了 你死了吗 沈飞鸾吊儿郎当的 学着马六的样子 微微抬着下巴 上下打量慕容宅 你有影集啊 会死得那么早吗 到时候 别忘了通知我一声 我最喜欢吃鞋了 她 她竟敢 竟敢咒皇子去死 慕容宅都快被气疯了 第五十八章 救人 你 你 慕容宅食指指着沈飞鸾 手指发抖 气得面红脖子粗的 表情很是猙獰 嘖嘖嘖 沈飞鸾一脸屁腻 又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 我要是你们 就一头撞死算了 免得在这里丢人现眼 周围还有一些小姑娘 来求姻缘的 沈飞鸾的话 让慕容宅十二万个没面子 她就起故意的 如果说 在今天之前 慕容宅还对她抱有一丝幻想 觉得她不过是在闹脾气 那么此刻之后 沈飞鸾相信 她将彻底地认清 从前那个对她言听计从 百一百顺的沈飞鸾 已经不在了 被她亲手杀死了 而惊得她 真的只想要她生不如死 沈二小姐 未免太多都逼人了一些 一道柔和的女生传来 相携着走来的 是国子健祭酒的女儿 殷明院 与严珊珊 殷家在业 都是鼎鼎大名的书香之家 比柳家不知强了多少倍 应该说 二者没有可比性 可就是这样 不堪与之相比的柳偏然 夺走了殷明园的 第一才女之名 沈飞鸾的目光 在殷明园与严珊珊之间 来回打转 而后挑了挑眉 因大小姐好气度 飞鸾甘拜下风 她故意给殷明园抬轿 众人稍加思索就反应过来 沈飞鸾的意思是 柳偏然抢走了 人家业多第一才女的头衔 她却帮自己的对手说话 证明她心胸磊落 不是耍阴招之辈 殷明园成情 对着沈飞鸾微微点头 沈飞鸾扯着嘴角 露出一抹别样的笑 月姐姐 幸运 我觉得这里空气都被污染了 咱们换个地方如何 我也正有此意 安静月狠狠瞪了慕容宅一眼 拉着沈飞鸾就走 空爵大师的圣诞计 不如圆祭时盛大 下午再参拜一番 便可各自归家 用过午膳之后 逛累了的众人 都回禅房午睡 沈飞鸾也回了安排 给自己的禅房 打算睡一觉 就和祖母一起回去 大掌公主上午折进去 不少侍卫 总不可能 晚上还有一波杀手等着 而且下山的路要排队 荣国公府的马车 混在一众马车里 并不显眼 就是还想刺杀 也不实际 那么多的世家大族 可不是吃素的 就是大掌公主 也不敢同时得罪那么多家 高高的柳树上 知了已经开始叫了 夏日的南风 带来阵阵热气 翠绿的沙窗下 有沉水香 香烟鸟鸟 沈飞鸾 突然被一阵啼哭声吵醒 他刚从床上坐起来 穿好鞋 就见杨兴运身边的贴身丫鬟眼 扑倒在他脚边 沈二小姐 沈二小姐我求您 您救救我家小姐 别哭 好好说 沈飞鸾平静的模样 和沉静的话语 稍稍安抚了眼 他大口喘着气 从袖子里掏出一张信纸来 我们小姐和您分开之后 就回馋房睡觉了 期间小姐说 院子里馋鸣声扰人 让奴婢和护卫们出去抓馋 等奴婢抓完馋回来 我们小姐就不见了 床上只留了这封信 信上说 想救杨兴运 就必须用沈飞鸾去换 如果眼儿敢告诉出 沈飞鸾以外的人这件事 他家小姐的小命就不保了 并且信上还要求 沈飞鸾必须自己一个人去 否则他见到的 就会是一具尸体 他紧抿着唇 大掌公主 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吗 知道他身边铁桶一般不好下手 就用他在乎的人来 威胁他来了 别哭了 我去 沈飞鸾将信者好 递给桑宇 一炷香的时间内 如果我没回来 你就把信送给 承恩侯夫人和祖母 桑宇拉住他的衣袖 小姐 起码 起码带着陈大哥吧 不行 他摇了摇头 大掌公主必是猜到 我身边有暗卫 知道没办法对我下手 才抓走幸运的 这于他本就是无妄之灾 我不能让他有任何危险 可是 没有可是 沈飞鸾目光坚定道 他们让我去的地方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会坚持到那个时候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怎么样躲过大掌公主的耳目 带着人去把他和星运救出来 需要桑宇见机行事 单独行驶在圣安寺 寂静的山林 不时传来几声鸟叫 空旷地令人感觉到几分恐惧 沈飞鸾一步一行都十分谨慎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地注意着周身的动静 也亏得他激紧 草丛一动 从里面冲出来几个伸手脚尖的婆子 拿着麻袋 就要往他头上套 那些人还没进得他的身 他拔腿就跑 就知道 大掌公主不会这么傻 在信上留下真实的地址 给他们准备后手的机会 幸好沈飞鸾 也没有大掌公主以为的那样天真 他边跑边回头 不经意撞到一堵人墙 那人墙拍着手嘻嘻笑 你就是我外祖母 给我找的新娘子吗 哈哈哈哈 我喜欢我喜欢 我喜欢漂亮的新娘子 快点快点 我要洞房去 外祖母说了 洞房以后 漂亮的新娘子 就可以永远陪着我完了 圆人坤 之前见者 虽然身形过胖 但五官还算精致 胖得有几分憨态可居 这会儿那张脸 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 脸上的皮肉 像是融化了一样 搭拉在脸上 五官已经看不出 什么好不好看了 一个个的黑洞似的 像只丑陋的怪物 人又傻了 更显出几分诡异来 一般女子见者 定要惊恐尖叫了 可沈飞鸾一点都害怕 也不同情圆人坤的遭遇 上辈子 他就是抱着自己的孩子 活活被烧死的 他死后的模样 应当比圆人坤更加可怖 而这辈子 若不是他心狠手辣 当机立断地砸晕原人坤 那么现在变成毁容怪物的 就是他自己了 平 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下 沈飞鸾眼前一黑 便晕了过去 林中轻风浮动 树冠也跟着摇晃了几下 绿衣暗卫与树叶融为一体 就算睁大眼睛去瞧 也只能看到一片聪裕的树林 那些婆子抬着沈飞鸾 穿过一片竹林 竟是来到了当初八皇子 安置柳翩然的那处偏僻缠房 里面传来女子小猫一样 微弱的呜呜声 第五十九章 歹毒心肠 禅房外守着两个侍卫 沈飞鸾被扔进去的时候 就睁开了眼睛 把她当养尊处优的娇小姐呢 那么点力道 还不至于让她晕过去 她只是想知道这些人 要带她来哪里 中途会不会遇到什么人 你倒是醒得快 大掌公主手里 把玩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香包 正是沈飞鸾刚开始 塞进她背后的那个 她冷笑着 想算计本宫 区区一个香包可不够看的 你说是不是 沈二小姐 杨幸运嘴巴被封住 手脚都被捆了起来 坐在地上 保持着惊恐的眼神 不时又去看看沈飞鸾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飞鸾脸色难看 臣女听不懂长公主在说什么 不知长公主请 我们姐妹二人来 是想做什么 若是有事相伤 臣女莫敢不从 何须如此粗鲁 大掌公主但笑不语 挥了挥手 本宫是守信之人 说了你单独前来 本宫就会放了你的好姐妹 来人 带承恩侯三小姐出去 杨幸运呜呜叫着 不肯离去 被几个婆子拖拽着 用力扯了出去 沈飞鸾不幸大掌公主 有慈悲心肠 幸运看到了她的脸 知晓 是她绑架了自己 她一定不会放过幸运的 从一开始 这个女人就没打算 让幸运活着离开 论其歹毒心肠来 果然是慕容家的人认第二 天下无人敢领第一 带公子过来 大掌公主毫不怜惜地 掰开沈飞鸾的嘴巴 将一瓶猎心药灌入她的口中 灌得沈飞鸾咳嗽连连 眼睛里都浮现出了红血丝 昆 把这个喝了 袁仁昆拿着一个红色瓷瓶 这是什么 我不喝 我要找我的新娘子玩 大掌公主哄着她 你的新娘子也喝了这个 喝了她 你就可以跟你的新娘子玩了 乖 快喝下去 喝下去 你这个漂亮的新娘子 就能永远陪着你了 好爷好爷 袁仁昆一口气喝下 冲着沈飞鸾跑来 伸手就要去抱她 沈飞鸾额头冒出一层细密的汗 摇晃的身子撑在桌上 眼睛都有了三分迷蒙 她紧紧咬着唇 躲避着袁仁昆的靠近 别 你别过来 大掌公主健壮 笑得一脸花枝乱颤 行了 都去外边守着吧 本宫那边还有事 你们几个堪言这些 不需有任何差池 啊 萍 你不要过来 走开 里面一声扑倒声过后 就是少女滴滴的抽气声 守门的婆子们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意 荣国公府敌出的二小姐 又怎么样 长公主说了 等小公子得手 就让荣国公府 把沈飞鸾送进鲁国公府做妾 他们要是不同意 小公子就拖着他不娶 看看这世上 还有哪个男子 愿意娶别人穿过的破鞋 同意了更好 进了鲁国公府的大门 沈飞鸾这种高门大户的娇小姐 就让他们搓圆捏扁了 保管他脱一层皮 而房间里的沈飞鸾 哪里还有半点迷离神色 被打晕过去的袁仁坤 因猎性要效发作 在床上闷哼打滚 屋顶上又传来喜鹊提叫声 是陈静愁 已经救下杨欣运的信号 大掌公主以为他 不敢拿姐妹姓名冒险 一定会孤身前来 可惜沈飞鸾了解 大掌公主的狠毒 根本没有相信 他会放了杨欣运的这种鬼话 他只信自己 所以 大掌公主的人 确认他是一个人的时候 陈静愁的确离开了片刻去换衣服 等换好了衣服 又寻着追踪箱 找到沈飞鸾 平 一声巨响 禅房的门 被人从里面踹开 沉静愁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外面看守的侍卫 抓着两个婆子的衣领 将他们扔在了袁仁坤的身上 未开支的畜生 尚且有欲望的本能 更别提智商 还有八九岁打的人了 袁仁坤抓住那两个婆子 便不肯松手了 上演了一出嫩草吃老牛 大掌公主正带了人来抓奸 就听到沈飞鸾一声高亢的尖叫 得意之色 更鲜 众人听到尖叫声 都赶忙跑去查看 迎面就撞见了 惊慌失措跑来的沈飞鸾 沈二小姐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死 死人了 她哆嗦着手指 指着后面的禅房 好吓人 吓死我了 看向大掌公主时 脸上却露出一个怪蛋的笑 眨眼之间又消失不见 好像只是大掌公主 一瞬间的错觉 待众人赶到禅房 见那污秽场景 纷纷背过身去 这 堂堂鲁国公的孙子 大掌公主的外孙 自从毁容 失智之后 还真是 不堪入目了 卵儿表妹 刚才慌慌张张地 从这里跑出去 可是被原大公主轻薄了 僵硬的气氛中 柳翩然突然出声 若真是如此 卵儿表妹切莫遮掩 以赴她贵为荣国公 手握大权 定能为你讨一个公道的 这是非要把屎盆子 往她头上扣了 沈飞鸾仍一副 心有余悸的样子 我从未见过 这等可怕的场景 自然害怕 柳表姐见多识广 觉得死人不害怕吗 这就是说 柳翩然见过的死人多了 或者死在她手里的人多了 当然就不害怕 长公主 这是什么 有丫鬟冲上去 将人分开 却在袁仁坤的身下 翻出一枚玉镜布来 沈飞鸾看到玉镜布的一瞬间 鸡腿预感到了不妙 那通透的玉佩 被紫色的落子上下穿过 结成一个繁复华丽的结 落碎下方 坠着几颗罕见的夜明珠 若是挂于腰间 行走起来 定是美不胜收 啊 柳翩然眼唇惊呼 同情地 看向沈飞鸾 那不是卵儿表妹 你的玉佩吗 柳翩然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的腰间 就挂着这枚玉佩镜布 也都好多人 都见沈飞鸾带过的 可是 这玉镜布在上次丞相府 她被袁仁坤的人 掳走的时候 她为了留下线索 故意丢在地上了 谁知道会被大掌公主 不 不是大掌公主 沈飞鸾冷冷的目光 停在了柳翩然身上 是她 只有她记得 这竟不是她的 所以 上次她被掳走 柳翩然根本就看到了 但她没有救她 反而捡走了她 故意扔下的玉佩 就等着有朝一日 利用此物 置她于死地 第六十章 清白 一块玉佩 能说明什么 沈飞鸾笑了笑 这种玉佩我多了去了 今日带这块 明日带那块 哪天丢了一块也不觉得 我都忘了 我还有这么快进步 柳表姐倒是比我 还在有的穿戴 竟还记着 就差没明说 不会是你偷了我的玉佩 陷害我吧 柳翩然不置可否 哪有规格小姐 这种贴身之物 不收好的 纵使表妹记不得了 身边丫鬟 难道能不提醒 鸾儿表妹这说辞 就有些牵强了 大掌公主也转怒为喜 沈二小姐 若真是昆儿 与你有了夫妻之时 你尽管说来 我们定会负责的 小姐恕罪 桑宇突然跪在地上磕头 额头都快磕出血来了 哭着道 这块玉佩 因着不是珍贵之物 所以早先奴婢发现 不见了也没在意 奴婢不知 今会出这种事来 都是奴婢没有提醒小姐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春眠不明所以 但件事情的发展 似乎对小姐不利 也跟着诚惶诚恐的磕头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倒成了一桩 决断不了的难事了 既然沈二小姐不承认 那不如验身好了 赵家夫人 孙氏此话一出 围观众人 纷纷吐出一口凉气 她可真敢啊 且不说高门贵女身份尊贵 身体容不得那群 不懂怜香惜玉的老嬷嬉毒 就单只说 沈飞鸾此人性情高傲 怎会容许有人如此羞辱自己 娘 就连孙九都觉得 自家娘亲太过分了 拉扯着她的衣袖 沈二小姐莫见怪 我娘她刚才多吃了几杯酒 说胡话呢 她快难堪死了 娘亲怎么能让宫中老嬷嬷 去摸沈二小姐的身呢 这也太冒昧 太冒犯了 就算是为了讨好贵妃姑母 也不至于此啊 虽说是胡话 但也有几分道理 大长公主咄咄逼人道 既然沈二小姐说自己是清白的 那不如 让宫中的嬷嬷 来给你验个身 若真是我们冤枉了你 你也可以证明清白不是吗 当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无知少女哄骗呢 怎么说 她也做了六七年的东宫皇后 后宫里那群验身的老嬷嬷 都是心狠手辣的 收人钱财后 就算你是冰清玉洁的玉女 他们也能用些手段 破了你的身子 让你变成人尽可夫的玉女 原是在这处等着她呢 就在众人以为沈飞鸾被逼至绝处 要么就让嬷嬷嬷身 要么只能嫁给袁仁坤的时候 沈飞鸾突然挑唇笑了笑 何必如此麻烦 她撩开自己左手手臂的衣袖 露出半截光滑白皙的手臂 将手臂内侧露出 让众人瞧见那点鲜艳血红的小制道 手宫纱上在 我的清白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 这可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也打了大掌公主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自前朝覆灭 陪侍皇朝崩塌 本朝皇帝不省女子点手宫纱 大叶朝的贵族女子 已经很少有手宫纱了 要不是今日见了沈飞鸾的 好些个年轻的少女 都快不记得 还有手宫纱这个东西了 可见 其实有时候墨守成规 守着就规矩 关键时刻 还能就自己一命吗 要是沈飞鸾 今日没有这东西自证清白 就真的要受一番非人的侮辱了 大掌公主脸色一度非常难看 心情不渝地挥退众人 此乃本宫家丑之事 希望诸位能替本宫保守秘密 如若不然 本宫定不轻饶 是 一阵风吹过 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 听着个人有个人的心思 柳偏然追上缓步而行的沈飞鸾 你早就知道 大掌公主要用你的清白算计你 所以故意将计就计 你想多了 沈飞鸾脸上笑意不变 只是多行不易必自毙 就连老天爷都在帮善良的我罢了 所以我也劝柳表姐多行善事 免得有朝一日被雷劈呢 依旧是伶牙俐齿 惹人厌烦 这件事闹到这种地步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是大掌公主算计不成 反被沈飞鸾将了一军 只有那愚蠢的人才会以为 一切都只是误会 可在场之人 哪个又不是人精呢 是 大掌公主可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袁人昆身上 又多了个喜欢骑老牛的污点 沈飞鸾摸着自己手册的手工纱 这还要多谢陪货的提醒呢 来圣安寺之前 陪货托人将信送到他手上 信里就说的是一个选秀秀女 被人陷害与人私通 结果靠的就是手工纱救他一命 随着来信 还有已经制成的手工纱 只要点在手臂上即可 想来是陪货已经知道 他有把柄落在了大掌公主手里 以防万一 才帮他想出了这个法子 还说以后 有事要联系他 就把信交给荣国公府外院 砸洒的下人端伯 沈飞鸾查过 外院的端伯虽不得重用 但是在荣国公府 已经做了几十年 是资历很老的老人了 若不是陪货主动将端伯 这条线暴露出来 就算是沈飞鸾 也绝不会怀疑 端伯是他人安排的探子 这是陪货在为他们的联盟表达诚意 傍晚时分 夕阳悄悄落下余晖 金黄色的暖光 笼罩着整座山头 仿佛能照耀着所有的阴谋 无所遁形 沈飞鸾他们下山之时 还听说了一桩趣事 大掌公主被人发现在 供奉空爵大师的大殿中 与几个长相俊美的 假和尚私混 这影响 可比袁仁昆禅房 其老牛坏多了 圣安寺的主持器的立马 将此事上奏天听 要求大掌公主 从此以后 不能踏入圣安寺半部 免得污了满天神佛的眼 这属于是皇家丑闻 沈飞鸾也只能谈听到个大概 更多的 祖母和爹爹都不让听了 总归是觉得不堪入耳 不想让她一个小姑娘 知道的太多 可是 大掌公主落的这种下场 恰巧就是这个小姑娘设计的呢 那香包里的药丸不值钱 青楼里的妓女用来助兴的 一两银子能买三颗 大掌公主为其中好手 一文辩知是什么 重点是 她把玩的那个香包 那才是沈飞鸾赤巨充一个波斯商人 手里买下来的 只要闻上半个时辰 大罗金仙也抵抗不住 偏那香包无色无味 大掌公主以为将药丸丢出去 就万事大吉了 还故意留着香包 嘲笑沈飞鸾 现在方知 是谁被狠狠打脸了 只不过大掌公主 明白得太晚了 第61章 侧飞进门 一场危机 被沈飞鸾翘无声息地瓦解 也让众人再一次意识到 柳翩然与沈飞鸾的关系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不然为什么在沈飞鸾被误解时 身为表姐的柳翩然 还要对沈飞鸾落井下石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可能是与八皇子的婚期在即 柳翩然不想节外生枝 便很少来招惹沈飞鸾 只不过沈飞鸾忙着 庄子上粮食丰收的事情时 还总是听到 民间在传柳翩然的才女之名 第二个去登高望远 她做诗一览众山小 女儿个去赏花 她做诗名花倾果两相欢 还有传言说 国子建季九家的大小姐 原先的夜都第一才女英明园 现在也拜倒在她的才华之下 与她姐妹相称 与她的名声大造相比 沈飞鸾就沉寂了许多 名门宴会上都不见了她的踪迹 人们都说 是因为八皇子要去柳翩然了 沈二小姐躲起来 黯然伤神了 黯然伤神的沈二小姐 此时穿着粗布麻衣 在贵沈子的带领下 在各个庄子里巡视查看 离开了渣男管家的贵沈子 整日农忙 早就把那点伤痛 望到九霄云外了 沈飞鸾听着贵沈子 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农户们耕种的情况 心情也好了起来 要不怎么说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呢 有了事业 自己在社会中取得了地位 人生有了价值 男人就算个屁 这一点 她也是死过一次才算明白 二小姐 咱们这几个庄子 今年可是会大丰收呢 大丰收 沈飞鸾默念了一声 回头问王成 我的价装铺子里有没有酒庄 王成想了想 小姐 咱们有五家酒庄 因着咱们酒庄 由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生意都不错 夜读好几个大的酒楼饭馆 用的都是咱们提供的酒水 之前那几个掌柜 靠着酒水这一个镜像 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二小姐把人送关之后 从他们的家里 找出了不少钱才来 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二小姐给了陈进筹 他们这些北城出身的暗卫一半 让他们去招兵买马 寻找可用之人 现今他们几个庄子 已经陆陆续续有了护卫巡逻 堡垒也再见了 以前经常还有一些萧小之辈 或者周边庄子 没有那么繁荣的人家 跑来偷东西 最近可是没有了 二小姐把这垒了一道城墙似的 还有么么多伸手过人的护院 他们疯了 才回来偷东西了 那些酒庄加起来 存了多少酒 王成不知二小姐何故如此疑问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 到了冬季就不好酿酒了 所以 每个酒庄在九月之前 会存够二十万斤白酒 以供下半年得用量 咱们五家酒庄 应当有一百多万斤的存量 沈飞鸾点点头 传令下去 让那几个酒庄的掌柜 把地窖里的存酒 全部原价抛售出去 啊 王成这就有些犹豫了 二小姐 为什么 他没说原因 只说 照我说的去做 粮食丰收 就代表着白酒价格会暴跌 他的酒庄里存那么多酒 最后会亏得血本无归 只是这话 他不想当众说出来 若是传出去 他的利益会被动摇 生意人谈的是钱财名利 没有什么自私不自私的 就看每个人 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够不够 反应快了 王成不敢质疑二小姐的决定 他是最直观 面对二小姐决策的人 而每一次 按照二小姐的吩咐做 绝对稳赚不赔 代沈飞鸾讲几个庄子看完 王成已经把命令传达下去 各个酒庄的掌柜 也如王成一样疑惑 但这是东家的命令 他们就算再有质疑 也只能照做 就是 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新酿的酒怕是 来不及赶上下半年的用量了 小姑娘当家 果然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到时候赔钱起来 有的她哭了 九月十五 即日 一嫁娶 青天间算好的日子 柳翩然坐着四人台的石流红小轿 从容国公府的侧门 一门吹吹打打 到了八皇子府 郑飞还未进门 按着规矩 侧飞的轿子 是不能从正门进的 沈飞鸾作为柳翩然的表妹 也在受邀参加喜宴的名单之上 只不过一个侧飞 老太君和容国公都使不回来的 也不知道 八皇子是为了给柳翩然做脸 还是故意做给沈飞鸾看的 那顶小轿停留片刻后 终是被八皇子从正门迎了进去 她只觉得好笑 慕容宅看她一眼 是什么意思 她又不可能是八皇子飞 管你侧飞从正门入 还是侧门入 跟她有何关系 这促轮不到她来吃啊 进了八皇子府 令沈飞鸾感到诧异的是 已经很久没有消息的僵士 也容光焕发地出现了 只是她身边没有王守才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卧病在床了 送上不打眼的贺礼 吃了喜酒 沈飞鸾就从八皇子府出来了 她可没有去闹自己前夫洞房的爱好 希望三朝回门时 柳翩然放聪明一点 不要来容国功夫 否则沈飞鸾一定会给她一个很大的难看眉脸 馄饨馄 好吃的咽皮馄饨 糖葫芦 三文钱一串 五文钱两串的糖葫芦 公子小姐 捏个糖人吗 要什么样的 我都能捏 街道两旁 垫似凌厉 宽阔的道路上 叫卖声不断 你个小娘皮跑什么跑 跟我回去 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跟这个病老鬼 有什么好的 你放开我 夫君 不要再打了 我求求你 不要再打了 女子的哭嚎声 与街道上 摊贩翻倒在地的声音 在这和谐的叫卖声中 格外刺耳 一穿着灰色麻衣的男子 摔倒在沈飞鸾的车架前 因为太过激动 剧烈地咳嗽起来 嘴里甚至还吐出了血 车夫吓得马上勒住缰绳 怕马蹄踩着那青年 怎么的 哪来的不要命的 敢管你爷爷我的闲事 小心爷爷 我砸了你的马车 啪 从马车里 飞闪出一条火红色的长边 直接甩在嚣张男子的胸口 打得他倒飞出去 被自家下人 扶住才站稳 是谁 谁敢打我 给你爷爷滚出来 第六十二章 不要 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撑爷爷 是怕断子绝孙吗 贱人就想当爷爷 沈飞鸾长腿一脉 就从马车上跳了下去 那颇有几分 姿色的农家妇人 正脱开下人的禁锢 冲到自己夫君身边 将他扶起 相公 你没事吧 男子捂着胸口摇摇头 对沈飞鸾道 小姐 那恶霸是 贵妃的弟弟 你还是莫要与他 对上的好 此人极为好色 怕是 一个人有了权力 财富和地位 什么都不缺的时候 他就会遵循于本身的欲望 而大多数男人的欲望 都是美色 赵永武胸口挨了一下 还不忘上下打量沈飞鸾 只觉得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但是 美人吗 都长得差不多 他眼熟也正常 那一脸猥琐的表情 让沈飞鸾都忍不住想揍扁他 赵永武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姑奶奶是谁 再不闭上你那对狗眼 小心姑奶奶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这时 有下人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赵永武脸色大变 瞪着沈飞鸾 你就是那个害的大长公主 被禁足公主府的沈飞鸾 何止啊 我还是那个不愿意嫁给你外甥 故意撮合 他与无权无事的孤女柳翩然澄清的沈飞鸾呢 他也不说话 就那么冷冷地看着赵永武 他自己 便先撑不住了 丢下一句 你给我等着 便匆忙跑走了 那对夫妻吃惊地看着沈飞鸾 龙夫跪在地上求道 小姐心善 求小姐救救我与相公吧 原来这青年曾是赵家筹断装的掌柜 只因娶了个美貌的妻子 被赵永武发现了 便诬陷青年偷到钱财 将他下了大狱 他的妻子为了救他 便卖了家中田产 青年却在狱中感染了肺牢 还被赵永武日夜驱赶殴打 身体越发不行了 王成告诉沈飞鸾道 此人奴才知道 以前在东市那片是出了名的算账好手 所有的账目 只要经他之手 错不了一丝一猴 小姐不如救了他 让他们夫妻 在咱们的铺子里做工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 沈飞鸾也是乐意做的 他让王成把人安排下去 给他们夫妻提供住的地方 还预支了工钱 给他们买药看病 夫妻二人感激涕鸣 当下便表示 誓死效忠沈飞鸾 回了荣国公府 他立刻让陈静筹 派人去了京郊 打探王守财家的情况 果不其然 发现王守财已经病入膏肓 小姐 这将是可真够狠毒的 居然要毒死管 王守财 春眠替他捏着肩 王守财为了他 荣国公府的管家都不当了 他今日还风风光光地 出现在八皇子府 沈飞鸾单手摇着团扇 慵懒的唇边擒着一抹笑 怎么说他 也在荣国公府 心情操劳了大半辈子 可不能让他死前膝下无人 王家两个儿子 可不能不知道 自己的爹病入膏肓了 春眠立刻就懂了他的意思 将消息传到了庄子上 待春眠下去 沈飞鸾交给陈静筹一瓶毒药 我这个姻母 最会使些阴毒的手段 他用在王守财身上的药 定叫人查不出端倪 你想办法为王守财喝下这瓶药 再把药瓶埋在院子里的树下 剩下的 王家人会知道怎么办 就算不知道 他也会让人提醒他们的 王守财抛弃弃子 与僵尸成婚之后 甚至不胖王家两兄弟再回家去 京郊外王家附近的人都知道 王守财的新婚夫人 是个貌美新冷的 贵婶子和王家兄弟 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呢 还不知道自己的毒气 已经暴露的姜氏擦着欣喜的眼泪 他身边一个锦衣华服的中年男子 揽住他的肩 莫哭了 偏然已经是八皇子侧妃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了 姜氏柔弱的 依在男人怀里 多谢王爷 要不是您帮着妾身 妾身这辈子怕事 他哽咽着 连话都说不完整 荣国功夫是大 妾身实在是怕了 有本王在 日后也无人敢再欺辱你 姜氏居然攀附上了 父皇唯一的堂兄弟郑北王 此人封地远在乾州 手下也有数万兵马 掌管乾州大省 在朝中颇有威望 这次回来 是为了下个月父皇的千秋圣诞 届时 还有大业德附属国 以及镇守边关的将士们 都会回京为父皇贺寿 荣国功夫也收到了信 驻守朔州基禄塞的里长岗 要带着沈飞鸾的姨母和表姐 回夜都来了 因着他们家在业都没有住宅 所以希望 来荣国功夫叨扰几日 带给皇帝贺完寿 他们一家会再返回朔州 前世沈飞鸾 虽然也只见过姨母一家几次 但与李家表姐李军兰 一见如故 关系极好 事宜老太君将信给他 让他来给姨母一家 安排住处的时候 很是高兴 说是这两日便到了 南南若是缺人手 尽管来寿喜堂和祖母说 让陈嬷嬷帮衬着先 沈飞鸾搂着老太君撒娇 明堂院那边 都是南南从前布置过的 只稍稍调整一番 便可以助人 祖母 南南能安排好姨母和表姐他们的 是只字不提李家姨父 眼里只有姨母和表姐了 南南要把从前未将士 和柳翩然准备的院子 给李家人住 看来这次日后真心喜欢了 老太君摸着她的头发 慈爱道 知道我家南南能干 祖母就不留你用晚膳了 忙去吧 明堂院先前是按着 江南水乡的秀眉景色而布置的 院子里假山流水 花团景簇 处处体现出江南风情 沈飞鸾大手一挥 将院子里多余的景致全部撤下 命人在院子的大空地上 搭建了一个很大的练武场 一副是武将出身的太守 君兰表姐更是英姿飒爽的武将之后 曾经跟着一副上阵杀敌 勇猛不输男子 比起那些花花草草 他们应该更喜欢这个练武场 还有君兰表姐的房间 粉紫色的维漫全部撤下 换上古朴的竹帘 整个色调都以暗红色与褐色为主 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 如此用心 应该能让表姐他们 感受到自己欢迎他们的诚意 的 第六十三章 走错门了 哒 哒 哒 几辆马车接踵进入夜兜 路上百姓纷纷让行 皇帝千秋 这夜兜才真的是五步一公侯 十步一皇族 这皇族还有可能是西凉皇族 扶桑皇族 高丽皇族 事已 这几日的夜兜守卫森严 就连晚上的宵禁都取消了 百姓们可以通宵达旦地玩乐闲逛 马车中的少女 穿着一袭黑色净装 一头乌黑的长发 没有盘复杂的发际 而是全都用银棺竖成一个高马尾 短短是萨爽帅气 她的皮肤也不如夜兜贵女们白皙 是罕见的小麦色 但这肤色配着她爽力的气质打扮 却显出几分罕见 独特的野性美来 她坐在马车里 双膝大开 被一娇美妇人一脚踹去 她又赶紧将双腿合拢做好 江建平瞪了自家女儿一眼 一会儿见了荣国功夫的老太君 你给我规矩些 夜兜不比寿方倦 你若不收敛些 是会闹笑话的 林军兰无趣地撇撇嘴 知道了娘 这一路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女儿耳朵都起茧子了 说了八百遍我看你 也没听进去 江建平恨铁不成钢地 戳了戳他的脑袋 咬着牙道 当初就不该听你爹的 把你带去记录塞 现在好了 跟着军营里那帮臭小子 都变成什么样了 我看你这样 怎么嫁得出去 嫁不出去正好 我还想多陪爹两几年呢 江建平咬着牙齿 就差没上手去打了 注意要端庄优雅 大放得体 窗口的帘子被打了起来 伺候的婆子笑眯眯道 老爷 夫人 小姐 荣国公府到了 气派的门头 两旁坐落着威严的石狮子 下人们站成了两排家道欢迎 荣国公府的老太君 国公爷 小公爷和沈飞鸾 全都在石阶下站着 等着他们的马车过来 临场港正想让马车快些 忽然一辆更大的马车急迟而来 惊得他们的马车偏向了一旁 那一看 就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了荣国公府的门口 马车里走出来一个俊美男子后 又走出来一个秀美的女子 两人都穿着样式华丽的衣服 琳琅满目的配饰 远远瞧着便贵不可言 临场港从马车里下来的动作顿了顿 又扭头去看江建平 夫人 好像不是欢迎咱们的 我这样过去 是不是太尴尬了 沈飞鸾垫着脚尖 向人头攒动的不远处看去 明明好像看到表姐他们的马车了 怎么一转眼又不见了 老太君 国公爷 今日 你们来做什么 柳翩然正得意自己 三朝回门得荣国公府全体迎接 想摆摆架子 等着众人参拜 却听沈飞鸾毫不客气的声音道 八皇子和柳侧妃走错地方了吧 什么 最近夜都的城门楼与码头都十分热闹 人流量比平日多出几倍之数 荣国公府的门口 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 见有热闹可看 都停下了脚步 沈飞鸾站在台阶上 比身份尊贵的八皇子和柳侧妃 看着更有气势 他低头看着二人 这里是荣国公府 姓沈 你一个姓柳的 三朝回门 不去你那金娇的继父家 来我荣国公府做什么 真把我爹当你爹了 金娇的继父 金娇都出皇城了 住的都是平头老百姓 柳侧妃的娘 二嫁嫁了个普通人 沈飞鸾 慕容宅出场了柳偏然的美妙滋味 正是秘里调游的时候 沈飞鸾如此当众羞辱 让他冲官一幕 本殿下忍你很久了 你是否真觉得本殿下怕了你 臣 寿方郡太守李长岗 见过八皇子殿下 慕容宅的火气还没发出来 就被人打断了 老太郡直接忽略八皇子等人 忙让丫鬟婆子 如接李家的马车行李 这就是我们喃喃的姨母和表姐了吧 嘖嘖嘖 看看这小姑娘长得 真郡啊 李君兰爽朗一笑 君兰见过老太郡 见过国公大人 荣国公笑着挥了挥手 自家人不必叫得这么见外 叫我姨父就好了 李君兰也不扭捏 朗声叫了句 姨父 沈飞鸾见状 也攻身行李 见过姨父 姨母 表姐舟车劳顿一定累了 先回府休整片刻 咱们再续救吧 两家人齐了荣荣的 跟一家人似的 荣国公府的下人们 将行李都搬进去 马车也迁进府内后 直接关闭了大门 无视了八皇子一行人的存在 明明是九月里 正燥热的时候 柳偏然却觉得浑身冰凉 他扭头回了马车 姿态柔弱地默默流泪 慕容宅安慰着 别哭了 本殿已经让人去江南 把你的家人都接过来了 郑北王的发妻 缠绵病塌几十年了 他这次回来 就是要报丧的 届时我们就出你母亲 让他嫁给郑北王做填房 沈飞鸾也不敢再轻易欺负你 柳偏然扑在他怀中 殿下的心意臣妾知晓 臣妾只是在生气他 竟然如此当众不给您脸面 未免太猖狂了些 慕容宅眼底闪过一抹阴冷的光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总有他匍匐在本殿脚下的那一天 马车载着他二人往京郊而去 殊不知 此时的王家 也正在上演一出 惨绝人寰的大戏呢 沈飞鸾想到柳偏然回门之日 先是被他拒之门外 颜面尽失 再是自己母亲 摊上人命官司 焦头烂额 他就 高兴地能多吃下半碗米饭 明堂院里一切的布置装饰 都是沈飞鸾亲力亲为 很夸他心细如尘 直言他的房间与在朔方郡时 完全就是一个风格 院子里的演舞场 也很得李家妇女的心意 恨不能马上就上去比划一番 还是沈飞鸾制止了 让他们先洗个澡睡一觉 等到了晚膳时候 他再派人来请他们过去 对于他的安排 江建平再满意不过了 人都走出了很远 他还在望着 瞧瞧人家飞鸾这通声的气度 做事情调理清晰 安排得又妥当又贴心 再看看自家女儿 就只剩嫌弃了 第64章 仙人跳 李君兰已经习惯 自家娘亲的吐槽 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转头就扑向沈飞鸾 给他准备的柔软的大床 容国功夫上上下下 因着李长岗一家的到来 热闹又忙碌起来 厨子们想招法地 做朔方郡的美食 只为了让主子们 兵质如归 沈兰婷看着妹妹 忙上忙下的指挥 有些吃味道 你哥哥也难得归家一趟 怎地不见 你如此殷勤备质 沈飞鸾将他挥向一边 你的音音姑娘 春柳姑娘 小桃李姑娘 没把你照顾好吗 到我这儿讨巧来了 被自家妹妹念出 那些红颜知己的名字 沈兰婷有些汗颜地 将身体退开他几步 碎碎念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他明明隐藏得很好 想到上辈子哥哥出事后 那些红颜知己 退避三射 落井下石的嘴脸 沈飞鸾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插腰看着沈兰婷 哥 你已经十八岁了 不是小孩子了 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 别再让祖母和爹爹 为你操心了 将来我出嫁了 戎国功夫的门庭 还是得你来扛 你 停停停停停 沈兰婷又往后退了三步 好妹妹 你别说了 父亲昨日才骂过我 这些话听得我耳朵 都气茧了 还说什么 将来妹妹嫁了人 若是被欺负 她又扛不起 戎国功夫的重担 那妹妹就会受苦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戎国功夫 又不是辱国功夫那种 靠着和大长公主的 裙带关系起来的爆发户 他们可是百年世家 手握十全的百年世家 皇家都不敢轻易得罪的存在 谁敢欺负他妹妹 不要命了吗 沈飞鸾看他一脸不知错的模样 又叹了一口气 诚然 比起叶都那些不务正业 欺压百姓的二世祖 哥哥的确算不得什么坏人 说的好听点是纯善正直 说难听点 就是蠢笨没脑子 只会被别人算计 可沈飞鸾总担心 他会重蹈上辈子的覆辙 他脸上的失望太过明显 眼睛里全是痛心与悲伤 沈蓝停慌了神 忙走过去 半蹲着腿脚 聚静看他的脸色 哎 妹妹你别哭啊 你可别哭啊 我 我听你的 我都听你的 还不行吗 外头 外头来了位姑娘 说是要找小公爷的 才说完听沈飞鸾的 红颜知己就找上门来了 沈蓝停挠了挠头 那个 我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啊 哥 沈飞鸾闭了闭眼 晚上要跟姨母他们一块吃饭 你别忘了 知道了 边跑边挥手的沈蓝停 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天色渐暗 老太君和容姑公 已经在亭子里 与李长岗寒暄说笑 沈蓝停却还是 没有出现 容姑公明显已经脸色不渝了 沈飞鸾起身道 祖母 爹爹 姨父 姨母 我去看看 李长岗安抚道 无妨 你看看李军兰表姐 下午带着丫鬟说出去逛逛 也是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做大人的 不必干涉那么多 江建平瞪了他一眼 就是因为你不干涉 女儿都成野小子了 夜多的街道上 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 街上 还有穿着一族服饰的男男女女 在到处游玩 兴趣地买着一些小玩意儿 两旁的摊贩 都被归纳在了一处 形成了一条庞大 而又繁华的商业街 热闹极了 血破嘴里吃着糖葫芦 手上还提了好多的小吃糕点 一边吃 一边跟在李军兰身后跑 居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你他娘的 老子揍死你 啊 闷哼声 引起了李军兰的注意 他让丫鬟停在原地别动 自己飞快地朝小巷子而去 他觉得 那些人刚才绑走的男子 好像很眼熟 有点像荣国功夫的小公演 他那仅有一面之缘的兰婷表哥 沈兰婷被灌了一些酒 手脚发软 根本站不起来 不然也不会被这些人 按在地上打 国功夫的小公演 我已经给音音赎了身 那他就是我的人了 你既然跑来我家里 与他私会 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你既赎了他 就要对他好 为何还要打他 我打我婆娘 关你什么事 你偷人偷到老子头上来 老子就要 让你知道厉害 你给他赎身花了多少 我双倍给你 你放他自由 哟 真没看出来 咱们小公演 还是个痴情种啊 你想要音音 也可以 五千万两银票 否则免谈 我没有这么多 最多给你一千两 那凶神恶杀的男子 一脚踩在沈兰婷的胸口 碾了碾 知道音音 当然只值一千两 但是小公演 你可别蒙我 音音的肚子里 还怀着你们 容国功夫的嫡长孙呢 怎么 你的儿子 不止五千两 那我明日就带那个 建货去容国功夫 看看容国功 认不认自己的孙子 别 沈兰婷轻肿着一张脸 我的确 与音音是知己好友 但我绝对没有与她有过 有过肌肤之亲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 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那恶霸说什么 沈兰婷都认 但唯独这个 她死咬着不松口 切 李军兰听了半天 终于是听明白了 这位兰婷表哥 是被人给仙人跳了 谁 谁在那里 平 哗啦 啪 听完前因后果的李军兰 冲上去 对着那群恶霸 就是一顿胖揍 她的功夫 都是军营里最厉害的将军教的 又喜欢打仗 无论是伸手 还是那骨子匪气 这些夜兜恶霸 都不是对手 你 你到底是谁 此人与我婆娘私通 还让我婆娘怀了她的孩子 不是个好人 我没有 李军兰提着沈兰婷的后警 直接将她从地上提了起来 拍了拍她身上的灰尘 又递给她一张帕子擦鼻子下流出来的血 将人完全护在身后 她冷力回眸 仙人跳到你姑奶奶我的头上来了 找死 恶霸心中一跳 这小娘皮 怎么知道他们行内的混话 这是夜路走多了 碰到行家了 第65章 她有错 随后 李军兰又逼着恶霸等人 带着沈兰婷 去了他们的家 房屋门被一脚踹开 里头的男女被吓得赶紧 往身上套衣服 啊 女子尖叫声响起 沈兰婷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床上的男子 竟是与自己称兄道弟的墨家公子墨武郎 李军兰直接将两人都抓了起来 女的跪在一边哭 男的被暴打以后 才终于说出实情 是赵贵妃的弟弟赵永武 出钱给音音赎了身子 又威逼利用墨武郎设计沈兰婷 趁着沈兰婷喝醉了酒 让音音脱了衣服 和她躺在一张床上 可酒醒后的沈兰婷 很坚定地告诉音音 说自己喝醉了酒会睡死过去 根本不可能跟她发生什么事 音音没办法 与木武郎成了事 怀上孩子再嫁祸给沈兰婷 这次音音找了她出来 也是因为赵永武想从沈兰婷身上 弄点银子花花 所以恶霸才会敲诈她五千两 如果这次不是李军兰粉碎他们的阴谋 沈兰婷就会一辈子成为赵永武的钱袋子 她会让荣国功夫身败名裂 会榨干沈兰婷 长此以往 说不定沈兰婷扛不住压力 会选择做傻事 能逼死她更好 荣国功就只有她一个儿子 她死了 荣国功府就后继无人了 那百万兵权 迟早会落在他们赵家人手里 真是好一条毒计 带着粘头打脑的沈兰婷 回到荣国功府的时候 已经是害时候了 老太君都已经入睡 只有荣国功和沈飞兰 面色发沉地坐在正厅里 李长岗和江建平担心女儿 也担心荣国功回对沈兰婷动手 都陪坐在厅中 国公爷 小公爷和表小姐回来了 让那混掌给我滚过来 当沈兰婷真的滚过来的时候 荣国功坐不住了 他获得一声从椅子里站起来 抬着沈兰婷的下巴 一双眼睛睁得跟同龄一样圆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伤了 哪个狗胆包天的敢打你 沈兰婷低着头 也不吭声 就连眼睛里的光都消失了 整个人颓得不行 李俊兰知道他这事还没从被红颜知己 和好兄弟的双双背叛中走出来 出声为他解为道 姨父 表兄是为了救我才与人起了冲突 您可千万别怪他 那些人已经被我打趴下了 便不用计较了 不过是成了一些恶霸 欺负我是外地来的 荣国公的脸色也没好几分 圣上千秋圣诞在即 夜都之内王公贵胄 他国来史众多 怎能任由恶霸流窜 明日我会与金兆颖和顺天府的人说 加强一些兵力巡逻 君兰今日受惊了 快回去休息 沈飞轮却是看出哥哥的情绪不对 不想有事情在他心里郁节 便道 今日下午叫你出去的那个女子 是不是茵茵 当初哥哥出事 茵茵就是第一个倒戈 往哥哥心上扎刀子的那青楼女子 听到茵茵的名字 沈兰婷面色一红 为自己的事认不清而感到羞愧 妹妹和君兰表妹还是女子 却能轻松看破旁人的诡计 她堂堂八尺男儿 却被自己的好兄弟 好知己骗得团团转 今晚若不是君兰表妹 她还会傻蹬蹬地入赵永武的套 任她于取于求 最终害了荣国公府 她有错 沈兰婷沉着脸 双膝跪地 向着荣国公磕了一个响头 父亲 儿子有错 请父亲罚儿子去跪祠堂 虽然不知道她见义勇为有什么错 但这儿子确实不着调 往日里有老太君护着 她自己又油腔滑掉即会撒娇 荣国公想罚她都罚不到 既然你要求 那就入祠堂跪一晚 好好向列祖列宗 忏悔你的混账事迹 老大不小了 还不肯说清 跟陈恩侯府的杨婷玉一个样 怪不得两个臭小子能玩到一处去 陈恩侯每次说起来 也是愁眉苦脸的不行 深夜 沈飞鸾提着石河 找到了贵的鼻挺的沈兰婷 坐在一旁的蒲团上 晚上没用膳吧 吃点东西垫垫肚子 再忏悔行不行 面对妹妹的关心 沈兰婷才觉得 一股温暖缓缓缓流向全身 她红着眼 喃喃 以前是哥哥太混账了 总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 及时行乐 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我忘了 我享受着国公府为我带来的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 也要扛起责任 我从未设想过以后 若是祖母和父亲都不在了 你会不会被人欺负 她哽咽了一下 我没脑子 我那么笨 以后只会给你拖后腿 我迟早会害死我自己 沈飞鸾却没有像从前一样训斥她 反而笑道 可我今日却想感谢那位算计你的音音姑娘和莫武郎 是他们让你意识到了这些 我的哥哥善良赤诚 只要改过自新 一定会撑起荣国公府的门眉 将来成为我的底气和后盾 前世若是哥哥梦立起来 荣国公府也不至于被慕容宅利用完就抛弃 你知道了 沈兰婷以为是林军兰告诉妹妹的 沈飞鸾不知她的想法 点点头道 我给了音音一笔钱 让她离开夜兜了 至于莫武郎 我将她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莫家人 想来以后 你也再不会见到她 至于赵永武 她敢这样设计你 我绝不会轻易放过她 缘有头 债有主 茵茵只是一个青楼女子 自己的命运如何 全凭让人做主 她愚昧无知 将她赶离她赖以生存的夜兜 对她而言 就是最大的惩罚 莫家 得罪了荣国公府的小公爷 也不敢再在皇城逗留 就算不举家搬迁 莫武郎也绝技是要送回老家去的 沈兰婷再次自嘲一笑 你看 你才十四岁 就已经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得明明白白 而我的内心 却还在备受煎熬 不知如何是好 妹妹 我这个哥哥 是不是做得很失败 做哥哥 你一点都不失败 沈飞鸾递给她一个大鸡腿 从小到大 哥哥对我的好 我全都记着 哥哥愧对的 只是你自己 人生若是浑浑噩噩没有目标 那这人间便白来了一趟 第66章 订婚 多少寒门学子 文才斐然 胸怀抱负 可就是因为家中贫困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抱负 过着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日子 哥哥拥有旁人一辈子 都无法企及的富贵生活 却不思进去 整日与狐烹狗 有饮酒作乐 借以诗词抨击那些 鱼肉箱里的腐败官场 可是 哥哥 你的所作所为 与那些不作为的官员 有什么区别 你做棘手师 骂他们几句 你就比他们高尚了吗 你不做一个好官 你不帮他们 你就是有罪的旁观者 这一番话 震耳欲聋 他若是不帮助那些百姓 他就是那些狗官的帮凶 他有什么资格写诗暗讽 他想起自己的诗 在豪门学子中备受推崇 一时间不禁有些愧疚与自责 沈飞鸾观他的面色 就知道 这洗脑是成功了 他柔声道 哥哥 明年的秋围 你也去参加 咱们考个状元回来 你也去做一个万民敬仰的好官 也会百姓们做些实事 这样你的诗 才能名副其实 流传千古 一番话 说得沈兰婷热血激昂 恨不得现在就投悬梁 追刺鼓地去看书学习 咕咕咕 这么慷慨激昂的时刻 沈兰婷的肚子却叫了起来 他红着脸 将鸡腿咬进嘴里 真实化悲愤为食量 嘴里含糊不清地许诺 妹妹 我一定会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 我会担起国公府的责任 成为让你骄傲的哥哥 沈飞鸾满意地点点头 带着微笑从祠堂离开 他走后 新管家从拐角处走出来 国公爷 咱们还去给小公爷送吃食吗 容国公慈祥的眼神 看着自家闺女远去 不送了 这臭小子 吃他妹妹做的心灵鸡汤都吃饱了 但愿兰婷经此一事 是真的长大了 两兄妹还以为 他这个做父亲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怎么可能呢 之前他不管 是他相信 女儿有能力搞定这一切 可现在他儿子被打了 还伤了自尊心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赵家 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不然他们还以为 容国公府的孩子 是好欺负的 第二日 府国公府下了帖子 邀请沈飞鸾 去参加安静月的定亲宴 虎威大将军府 正式给安静月下了聘礼 两家订好了婚期了 按着规矩 正式下聘之后 女方这边要摆几桌酒 宴请一些关系好的宾客来庆贺 以宣告自家姑娘已经订婚了 不日就可以喝喜酒 安静月邀请的 都是和自己关系 比较好的一些闺中密友 因为没有碍眼找茬的人会出现 沈飞鸾把李军兰 也一并带上了 夜都贵女 从未见过李军兰 这种性格的少女 琴棋书画一概不通 五刀弄剑 倒是手到擎来 往年的头虎比赛 沈飞鸾都是第一名 今年他 还是第一名 但今年这个第一名 谁都看得出来 是李军兰让给他的 军兰你也太厉害了 刚才那个长枪 你耍得太快了 我都没看清 下次你交代我行不行 我听说朔方郡在山西 山西东有 微微太行山座天然屏障 西 难以滔滔黄河为嵌 北底绵绵长城脚下 因外河而内山 固有表里山河的美称 是不是真的与叶兜景致完全不同 美不美啊 我还没出过叶兜呢 真羡慕军兰你可以策马奔腾 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听我娘说 你还跟你爹一起上战场 真真是了不得 众人对李军兰好奇心旺盛 缠着他说一些朔方郡的风土人情 这些娇贵的叶兜贵女 都听得很认真 仿佛听他说过 就是去过了一样 李军兰自己都很意外 他还以为来叶兜一趟 除了沈飞鸾 自己一个朋友都交不到的 他粗鲁惯了 他心思九屈十八弯 没点脑子和他们相处都会吃亏 说的他一度很害怕接触那些女子 可今日他却觉得 卵儿表妹的这些朋友都十分友好 性格开朗 并不嫌弃他的不拘小节 反而夸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安静岳知道 沈飞鸾有意引见李军兰 给那些可爱的朋友 便将主场让给李军兰 携着他走到人少的梁亭里 梁亭中 辅国公世子正在作画 他一袭白衣 飘然若仙 容貌精致 仿若雪中精灵对着安静岳和沈飞鸾微微一笑 妹妹 沈儿妹妹也来了 沈飞鸾见李过后 也对他微笑点头 玩儿 突然 从安世子身后窜出来一个人影 摆出夸张作作的帅气姿势 挡住安世子道 好久不见 想不想我 沈飞鸾尴尬得快昏厥过去 翻了个缓慢的白眼 转身就走 杨婷玉赶紧追上去 哎 开个玩笑吗 你别生气啊 我妹妹最近要说清了 我娘不让她出门 刚才那句话是她要我转达给你的 真的 安静岳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忍不住笑出了声 哥哥 你看他们俩是不是很般配 鸾儿要是嫁给婷玉 肯定会很幸福的 因为杨婷玉满眼都是沈飞鸾 凡是沈飞鸾所到之处 都是她的目 光追随之地 根本就瞧不见旁人 安世子一折扇散敲在妹妹头上 在这等着我呢 以为我会去拆散 这对金童玉女是不是 安静岳摸着额头 你若是无意 最好去和母亲说清楚 我昨日听母亲和父亲说 想去荣国公府 给你和鸾儿提亲了 真的 安世子吓了一跳 我从小看着婷玉和婶儿妹妹长大 真的只把她当妹妹 母亲怎么乱点鸳鸯谱 那也只怪你都二十了 还不给我带个嫂子回来 做妹妹的都定亲了 做哥哥的终身大事还没引 她要是父亲母亲 也会着急的 我 我心里有人了 安世子红着脸 这是我会和母亲提的 你放心 肯定不会 缠和到婶儿妹妹和婷玉之间的 无论安静岳怎么追问 安世子只字不提 自己的心上人是谁 只因 那是个永远不可能 被自己拥有的女子 第67章 花魁 百花楼 夜都最大的萧金窟 雕炎映日 话洞飞云 碧蓝干低街宣窗 翠莲目高悬护友 欢声笑语中 歌舞声亦不绝于耳 青楼这种三教酒流奇聚之地 往往消息是最流通的 今夜文人骚客 富贵王侯 范夫走卒 都买了昂贵的门票 只因今日是百花楼阿妩姑娘 三个月一次的表演时间 百花楼坐无虚席 甚至那些进不来的人 就守在百花楼外 将整条花街为了个水泄不通 从府国公府回荣国公府 正好就要经过花街 李军兰眼力好 远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不是府国公府的安世子吗 他速度好快 刚才还在国公府呢 这会儿都到了百花楼了 等于是他们一走 安世子也动身了 沈飞鸾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 却看到了另外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好马车被堵在花街动不了了 李军兰伸出头 一副被百花楼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便对车夫道 你绕道 把马车停在前边酒庄门口等我们 转头又对李军兰道 咱们也进去看个热闹 外头已经是人山人海 百花楼中更是盛况空前 只不过能宁来的 都是花仲金买了门票的 虽然到处可见走动的人群 但也井然有序 并没生出什么乱子来 可见这百花楼的管事 也颇有几分本事在身上 沈飞鸾和李军兰本也进不来的 可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容骨功夫的面子 百花楼还是要给的 事已予以重金之后 他们也得到了二楼雅座的一个好位置 若是平日里 寻常女子是不能进百花楼的 可每三个月一次 阿五姑娘登台的日子 时不拘男女都能进的 阿五姑娘人脉之广 可不仅限于男子 夜多还有很多高官的夫人 都是她的至交好友 从进了百花楼 沈飞鸾就明显的心不在焉了 李军兰虽察觉得出 却不知适合缘由 表妹不与她说 她也不好 去窥探别人的隐私 迎表妹不快就不好了 不过她在朔方郡时 那里的寻欢作乐之地 可比不得百花楼 只一客栈酒馆 里头几张长桌 无论富家公子 还是平民百姓 都可在一张桌上喝酒 客栈里的美娇娘 可能是西凉人 也可能是突厥人 更可能是草原游牧族人 她们通常穿着布料 很少的衣裳 露出纤细的腰肢和手臂 两条长腿 也做出勾人姿势 光着脚 带着脚铃 在长桌上翩翩起舞 谁说的价钱高 她们便跳向谁的怀里 鱼之轻热 也信 赤裸且大胆 而百花楼的姑娘们 极少有穿着不得体的 那一个个青楼女子 看着近视与夜多的贵小姐们 也不遑多让 琴棋书画 吹拉弹唱 无疑不惊 与那些才子一处 也有聊不完的话题 叫人如沐春风 她只觉得新奇 一双眼睛 怎么都看不够似的 沈兰婷飞快地展开 折扇挡住脸 心中又是一阵害怕 这个李军兰 先是告诉妹妹 她被音音设计的丑事 现在又带着她 乖巧懂事的妹妹 来逛青楼 再这样下去 妹妹都要被带坏了 她今日来 也不是为了看表演 是来和她的那些 红颜知己道别的 从今往后 她要苦读圣贤书 百花楼就不来了 她身旁那些狐朋狗友 见她果真和春柳 小桃李 几个告别之后 就匆匆走了 一时间都有些感慨 小宫也可真是痴情之人 阴阴被赎身 下落不明之后 她连百花楼 都不肯再来了 就是可怜了春柳姑娘 对她一片痴心了 那叫春柳地斜了她一眼 风情万种地倒在她怀里 那郑公子 可莫要再负了妾身 不然妾身真要伤心死了 都是逢场作戏 哪来的几分真情 怎么不见了 明明 沈飞鸾嘟囔之间 百花楼灯光一暗 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 大红色的舞台正中央 打下一束强光 沈飞鸾甚至都没找到 何处有烛火 想来是这楼中本事 那强光下有一美人 身着绿色披纱 里头的乳裙 绣着大朵大朵的月季花 颜色鲜艳浓厉 美艳不可方物 她面上戴着面纱 一双美目四腰四仙 手指如玉 拨弄着手下的琵琶琴弦 悦尔的琴声 更让她的气质突出几分 那么一个角色美人 却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沈飞鸾便知 还未出场的阿妩姑娘 是何等的美貌倾城了 呼得 琵琶声急促起来 黑暗中涌出来 十几个同样打扮的美人 拨弄琵琶香鹤 绚丽的执法 与华丽的舞步 看得人眼花缭乱 台下一片叫好 李军兰也看得津津有味 拍手叫绝 那些舞鸡转得飞快之时 舞台又暗了下去 一束强光中 白色的花瓣纷纷飘落 离得近地 纷纷伸手去接住那 香气扑鼻的花瓣 纷纷于云中 一朵造型独特的金色莲花 从天而降 随着莲降 莲花的花瓣也徐徐展开 一道曼妙恶娜的身姿 缓缓出现于人前 舞台亮起 所有的舞鸡 齐聚在硕大的金莲之上 优美旋律的歌声 从他们嘴中吟唱起来 金碧辉煌 恍若仙境 有的伸开双臂 迎接客人 有的轻抚琴弦 低音浅唱 有的迈开大步 目光坚定 有的目光惆怅 独自落泪 有的长发飘飘 奔向天边 有的轻落人间 独自舞蹈 云雾缭绕 花瓣纷飞中 他们一带飘扬 俯瞰众生万象 鲜月飘渺中 他们舞姿妖娆 倾国倾城 可就算是那么多的美人家在一起 也难敌正中央舞动的女子 在空中摆出敦煌飞天神女的各种绝美姿态 引得台下众人阵阵欢呼尖叫 浓艳的妆容 并不让她显得艳俗 反而越华美的衣裳和首饰 越显得她容貌盛世 艳丽不可逼世 真如神女一般 带着不可侵犯的威严与高贵 沈飞鸾都不得不感叹 是个从头到脚 都浇灭到了骨子里的女子 一曲弊 百花楼掌声雷动 声势浩大到 像是要掀翻了屋顶 第68章 气闷 就连守在外头的那些人 听到歌声也沸腾起来 好像自己亲眼看到了阿妩姑娘登台表演似的 一舞弊 神秘的阿妩姑娘连面纱都未摘下 朝回了后院 留下一众为她争风吃醋的男子 在前头大打出手 今夜阿妩姑娘要挂牌 往香归里迎一位有缘人 这有缘人吗 自然是按着规矩 驾高者得 这点倒是与硕方郡的规矩相同 都是为了钱财 高贵或粗野 都是殊途同归罢了 我出三千两 三千两也敢出来叫价 也不看看阿妩姑娘是何等家人 我出五千两 还以为多大的家底呢 我出八千两 请阿妩姑娘与我一续 区区八千两就敢在这里叫嚣 我出五万两 赵永武的叫声一落 四周接近 五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前年西北干旱 朝廷拨下去赈灾的银子 也不过把八万两 层层剥削之后 分到地方官员手中的不足万两 可就是那不足万两的银子 却救了整个西北百姓的性命 可见五万两 是说出来都会令人心惊的一个大数字了 沈飞鸾皱眉 赵家并没有什么做得十分出色的产业 可赵永武却如此豪至千金 恐怕用的都是赵家利用赵贵妃的名头 搜刮来的明知明高 他用的倒是一点不心疼 就在众人以为 这美人要落入赵永武的魔爪之时 一道冷力低沉的声音 从二楼哑坐船来 一万两 一万两 赵公子都出到五万两了 他怎么还叫一万两啊 有病吧 耍着人玩呢 赵永武也冷笑 谁在那装神弄鬼的 不敢用真面目示人 本大爷是当今赵贵妃的弟弟 今日阿妩美人 本大爷要定了 一万两 对面之人还是冰冷的语气 说出来的话 却叫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黄金 花 全场哗然 黄 黄金 我没听错吧 一万两黄金 等于十万两白银啊 沈飞鸾呆呆地坐着 心里 好像有什么情绪积压着 烦闷不已 他已经认出出嫁的人 就是方才在门口看到的赔货了 那张人皮面具 是上次施会时 他在丞相府用过的 则则则 我终于知道 夜都果真如父亲所说的那样 繁华富贵了 十万两 那都够我们基督赛的将士们 吃好长一段时间了 是啊 都够养好几万的军士了 他就那样轻描淡写地 买了那花魁一夜 这天下 难道在英明伟岸的男儿 也逃不过美人关吗 早知道他这么有钱 那日去天下钱庄 他就该取个几十万两 免得他还有这闲钱 来百花楼寻欢作乐 鸾儿 我怎么瞧着那个黄金公子 好像在看你 陪货拍得了阿妩姑娘一夜 正被百花楼的人 引着去阿妩姑娘的摘欢楼 却突然顿住了脚步 沈飞鸾 他怎么在这儿 少女眼神冷悠悠地 朝着对面看了一眼 而后不带一丝情绪地起身 表姐 咱们回去吧 晚了 祖母该担心了 李君兰赶紧跟着起身 不免又多看了 那万两黄金公子一眼 那人莫不是认识表妹 反正 他瞧着两个人的眼神 都算不得清白 主子 那是 陪货一抬手 制止了属下的话 跟着百花楼的婢女 一路前往摘欢楼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李君兰觉得 表妹从百花楼回来之后 心情似乎不大好 脸色严肃的 也是奇了 他朔方骏小霸王 天不怕地不怕 连爹娘都拿他没辙 怎么一见到 表妹生气就犯处呢 回到荣郭公府 已经夜深了 沈飞鸾与李君兰约好明日 在出去逛街后 便想着回去睡了 春落和春花 听了他的吩咐 一直盯着京郊王家的动静 正好今日有些热闹 就说与他听 小姐您是不知道 那将是 今日被王守才的两个儿子 告到顺天府去了 王守才中毒死了 王老大家的媳妇 在将是在院子里的树下 挖出了庄药的瓶子 交给顺天府的人查验去了 柳册妃也在现场 被顺天府的人一起抓去了 还是八皇子亲自去 把人救出来的 太丢人了 奴婢还听说 宫里头也知道了 柳册妃的娘 嫁给了一个下人 还闹出人命来了 贵妃娘娘傍晚 还派了嬷嬷去八皇子府 奴婢肯定是深吃柳册妃的 贵婶子一家本就泼辣 够将是吃一壶的 纵使有八皇子护着 顺天府要顾及皇家的脸面 可八皇子面子里子都丢尽了 哪有不迁怒柳册妃的 哼 当初好好的对她家小姐 一心一意的 哪会有这档子事 可见复兴人也是会遭报应的 我知道了 沈飞鸾却不是太感兴趣的样子 懒懒地应了一句 便卸了衣物 上床休息去了 春花和春落几个面面相去地 看了桑宇一眼 桑宇摇了摇头 领着他们走出门去 沈飞鸾躺在床上 心里头乱得很 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只觉得夏日炎热也烦 缠鸣声也烦 被脚翘了起来也烦 风声 水声 就连空气里的熏香 都很烦 很烦很烦 不就是赔货一至千金 买了每人一夜春宵吗 她疼得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在阴缘树下 被阳心韵问的那个问题 逐渐清洗起来 她有喜欢的人吗 为什么脑子里出现的 不再是慕容宅 而是赔货 她 喜欢赔货 不不不 她摇了摇头 不敢相信 天下男子都一样 如乌鸦去黑 没有例外 她重生一世 难道要从一个火坑 跳进另一个火坑吗 今日她也见了 赔货与慕容宅 他们是一样的人 沈飞鸣 她就只是你的合作伙伴而已 不要因为她对你好几分 就生出不必要的妄想来 恋爱脑是会害死人的 只是那颗心 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 扣扣扣 木质的窗台 传来几声响动 丫鬟们睡在外间没有反应 沈飞鸣警惕几分 谁 小姐 老奴端伯 有贵人在海棠园 让老奴来问一声 您愿不愿见 还算有几分考虑她的名声 没有直接来她的相规 第69章 解释 但 那又如何 沈飞鸣 沈飞鸣拉着被子盖住头 蒙在里面道 不见 刚从富贵温柔乡出来 又来见她 她是随便什么人说见就见的吗 贵人说 小姐方才去的地方 是她名下的产业 端伯不知道 皇掌孙为什么要她来跟二小姐说这个 只说让她传话 二小姐会明白的 她名下的产业 沈飞鸣又坐了起来 脑子里一会儿一个想法 她什么意思 是怕自己误会她 所以连夜来向她解释 她和那花魁没什么吗 可若是没什么 她为什么不赚赵永武的那五万两 她手底下的花魁如此能赚钱 她不是该高兴吗 为什么赵永武拍下花魁时 她的语气那么冰冷 还是说 她本就喜欢那花魁 是来要她不要对自己起心思的 沈飞鸣觉得自己是个果断的人 当初喜欢慕容宅 便一腔孤勇 飞蛾扑火地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如今 她却害怕了 害怕自己动心 害怕重蹈覆辙 她知道 她这一世 已经是上天恩赐 只要能报仇 不该再奢求其他 可是 人的心 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起初也只是想有个靠山 与自己里应外合 搞垮慕容室的江山 可赔祸 赔祸的确 她曾经渴望而不可及之人 又是对她 也和所有的夜多贵女一样 对她动过几分心的 只是那时候年纪太小 她不懂那是什么 后来裴氏又落了难 渐渐便不再想了 她到如今才明白 原来年少时的心动过的人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站在那里 就赢了这世间一切 半晌 她仍是睡不着 便掀开被子 劈了剑织颈外衣 穿上鞋子出了门 悄悄的 没有惊动任何人 海棠院的花束开得正艳 夜色下别有一番风景 香气浮动 气氛宁静儿美好 沈飞鸾清了清喉咙 平平欲力地站在海棠树下 贵人深夜前来 可是有事 一副冷冰冰 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还学着端薄的语气 叫她贵人 崔兰说得不错 沈二小姐应当是生气了 可她在气什么 裴霍抿了抿唇 有些不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 但本能的 她不想让沈飞鸾误会自己 又不知道如何解释 只能问到前些日子 你去天下钱庄 只取了三万两 不是说年底夜朝会受冰雪灾害 流民无数吗 三万两够用 当然是多多一善 沈飞鸾皮笑若不笑道 那时不知贵人 魏伯红颜一笑 都能一掷千金 若是早知道了 定要取上个二十万两的 裴霍嘴角微翘 也不觉得她这样令人讨厌 从袖子里 掏出十万两的银票递给她 商队之中有我的人 昨日来信说 西域棉花价格大涨 想来是那些人坐地起价 我既是你的合伙人 也该拿出点诚意来 这该不会是买那花魁一夜的 那一万两黄金吧 他没把钱给人家 那是不是说 裴霍只是不愿意摆花楼的花魁 伺候赵永武那个粗鄙的狗东西 不是真的对那花魁有什么心思 见他沉默 裴霍又道 你既知道我是前朝皇太孙 也知道我图谋甚大 就该知道 我手里可用之人皆是亲信 阿妩 也一样 也许是月光太过温柔 沈飞鸾觉得 裴霍那冷婴的面容都柔和了几分 阿妩是我最强大的情报网 但她的身份 她没打算现在就告诉沈飞鸾 知道的太多 对她没有好处 沈飞鸾深呼吸一口气 抬头看着她 是我这香了 以为 她笑笑 以后不会了 轻轻爱爱这种东西 放在他们俩身上 实在不太合适 国仇家恨 暂且比那些都重要 裴霍见她真的不生气了 也松了一口气 她不希望和沈飞鸾之间产生嫌隙 她是个很让人省心的合作伙伴 聪慧 沉着 冷静 而且 可爱 至于崔兰说的吃错 她觉得 应当是崔兰想错了 沈飞鸾她 家世显赫 有荣国公这个权倾朝野的爹 想嫁给任何人都是一句话的事 她 除了是前朝皇太孙 还有什么 好看的皮囊 这些沈飞鸾自己也有 不至于像永固公主那样 给予她的美色 她应该是其他乱花钱 都不愿意多给她一点 拿去购买棉花 艳阳高照 万里无云 沈飞鸾邀了杨兴运和安静月一同出来 美其明曰 为了后日 进宫给陛下贺寿做准备 还有一桩事 杨兴运和忠书令家的嫡次子定清了 忠书令位在丞相之上 手握石权 是皇帝的直系下属 乃宰臣之首 忠书令的嫡子 那可了不得了 皇帝给荣国公兵权 那是没有办法 而为之 荣国公公高镇主 所以 除了领兵打仗 操练兵马 皇帝不会给任何石权给他 他用荣国公 也忌惮荣国公 可忠书令不一样 能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不只是天子敬臣 还是天子宠臣 皇帝怎么突然会同意 承恩侯府的姑娘 嫁给自己的宠臣了 他不是一向不喜欢承恩侯府 府国公府 荣国公府三家的姑娘吗 要不然 当初也不会把他姐姐 荣国公府的嫡长女 嫁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还配了个那样的人 哎 被几人围住的阳心云面上不见喜色 甚至红了眼眶 可是我听说 忠书令的夫人不好相遇 二公子 二公子也是个魂不令的 沈飞鸾拍拍他的肩膀 神神秘秘道 所以我们今日特意约你出来的 欲哭不哭的杨心云 呆愣地看着他 啊 什么意思 你看看那是谁 安静月指着阁楼下 街道旁的几道男子身影 薛君泽薛小将军 那不是安姐姐的未婚夫婿吗 你再看看 薛小将军旁边的是谁 有一子一华服的少年 秀美俊逸 脸上戴着谴责之色 薛小将军 此子不过五六岁 便双手残疾 流落街头偷窃为生 他身后必有大人威逼 你若还给他赏赢 便是助长歪风 我们应当找到幕后之人 说不定还有许多 像他这样被害的孩子 第七十章 了解 薛君泽抬眉 装作不经意地 看了窗子里的安静月眼 有些无奈道 那我先派人送这小孩回家 咱们用了饭再去调查吧 少年立刻拉住薛君泽 那怎么行 薛小将军吃饭的功夫 那些恶徒该察觉了 您行行好 我们帮人帮到底 宋佛宋道西如何 那小孩衣衫蓝绿 满身是伤 眼睛还看不见 东京的商贩 都知道他是个八子 看到他便拳打脚踢的驱赶 可怜极了 若是个大些的 沈飞鸾倒也没那菩萨心肠了 可那只是个六岁的孩子 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盗窃 都挺令人心疼的 那就是中书令家的小公子 岳木七 沈飞鸾看着羞红了脸的杨星韵道 外人传言都当不得真 喜不喜欢的你自己接触了才知道 幸运 别用耳朵看人 用你自己的眼睛和心去看 中书令府上夫人善度 是整个大叶朝都知道的 不然贵为宰臣之首 府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表妹做通房 那通房 还是岳夫人蓝氏嫁进去之前就有的 都十几年了 中书令府上的小丫鬟 都熬成了长世大丫鬟 表妹却还是个通房 不是蓝氏 善度又是如何 可沈飞鸾却觉得 那个通房表妹未必纯良 否则怎么会传出蓝氏善度苛责妾事 中书令狄次子不称体统 难当大人的谣言来 所以 在得知杨星韵因为被指给岳母妻 情绪很低落后 才与安静岳合计 让与岳家有几分交情的薛君泽 约岳母妻出来 让二人好好接触了解一番 到时若是真的不成 再想法子就是了 要好的姐妹隆共也就这几个 沈飞鸾不希望他们嫁人之后 与夫君不睦 变成一个整日郁郁寡欢的怨妇 薛君泽好说歹说 总算把岳母妻这个认死里的少年 框进了沈飞鸾 他们所在的十位楼 还真的安排了几个将士 带着小男孩 说是调查去了 实际上 这个盘踞在夜多的人口贩子团伙 专门偷来外地的小孩 将他们打残或者弄虾 再丢到大街上乞讨偷窃 暗中都有人盯着这些孩子 只要他们求救或者逃跑 抓到了又是一顿毒打 打死了不论 薛君泽早在从边关赶回来定亲的时候 就碰见了 顺手就被捣破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团伙 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刚才那幕是薛君泽特意安排 来试探岳母妻人品的 他如此卖力演戏 也是为了安静岳 带进了十位楼 薛君泽就好像没跟他们约好似的 惊喜道 岳儿 杨三姑娘 你们也来吃饭吗 他特意指教了自己未婚妻 与承恩侯府的姑娘 免得岳母妻这小傻子听不清 安静岳柔柔一笑 二人之间弥漫着一股甜蜜的气息 想来已经互通了心意 是对情投意合的家旅 杨欣运之前只在家中 隔着屏风远远的 模模糊糊的 看了岳母妻一眼 看得不太真切 也没有说话的机会 这会儿见到真人了 害羞的都不敢用正眼瞧她 岳母妻在听到杨三姑娘时 也愣了愣 下意识就要逃 却被薛君泽一把拉住 真是巧了 竟然能在这里碰上岳儿的朋友们 今日我做冬 请你们吃饭 就当我这个做姐夫的讨好你们了 你们可要在院面前 多多替我美言 一直游离在外 看着几人相处的李君兰 突然盯着薛君泽 我认得你 他眸光微亮 三年前平成那场战役 你跟在虎威大将军身边 一刀斩断了敌方副将的头颅 他说起这样的场面 不但不害怕 反而异常兴奋的样子 薛君泽宁眉想了想 你是 李君兰咧嘴一笑 我爹是朔方郡太守李长岗 三年前平成大战 向基鲁塞借了五千兵马 里头有个异常勇猛的小兵 杀至敌军主杖 差一点就把对方的军师 一箭射死了 后来被人告知 那小兵是朔方郡太守的女儿 他还以为是儿子 就差没过去和人家套近乎 准备拜个霸子认小弟的 乃想是个女儿家 那就不合适了 这么说起来 就是满桌的熟人了 岳木七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但 终归是自己媒妁之言的蔚来夫人 上楼之时 他还是频频向杨欣运看去 其他几人本来就是 来给他们制造机会的 快步远远地走在前头 甚至对害羞的小情人 走在最后 岳木七忍了又忍 忍了又忍 最后忍无可忍 红着脸对杨欣运介绍自己 杨三姑娘 在下岳木七 今年十七岁 我平日里没什么爱好 就喜欢 喜欢美食 不知 不知你对我满不满意 不满意 难道还能退清不是 那他爹会打断他的腿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腿 杨欣运还是红着脸点点头 你的生辰八字 已经跟我交换了 我知道你多大 岳木七露出一个清澈的笑来 嗯 那我可以叫你幸运妹妹吗 毕竟她是男子 该主动一些的 杨欣运笑容甜美 又害羞微微点头 可以 或许 轮儿说的对 他不应该从留言里 了解中书令府 应当自己接触在下定论 用过了饭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又去了珍宝阁 说好了 要为后日的公宴这些头面 若是不买点东西回去 难免惹人生疑 这几家的小辈在一起 也足够引人注目的 不能落人口舌 杨婷玉从军营中归家 听到妹妹 已经和沈飞鸾他们出去了的时候 毁得肠子都轻了 他这会儿去 已经是来不及了 他后头跟了一辆马车 马车里坐着的 正是英明园与阎珊珊 好不容易在街上 碰到一回陈恩侯柿子 英明园当然不想放过 这个搭话的机会 可他刚一走近 就听见杨婷玉紧张道 柳册妃受伤了 可有大哀 这八皇子怎么搞的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早知如此 当初我救 他隐忍了几回 将那大逆不道的魏靖之言 吞回肚子里 算了 明日碰见轮儿了 让他帮我打探一下情况 英明元气地 捏断了自己的指甲 第七十一章 此乃西凉公主 也不说要过去打招呼了 踢着裙摆 转身又怒气冲冲地 回了马车上 阎珊珊且在马车上等着 见他如此气急败坏 不禁问道 怎么了 英明元也不说话 胸口一阵剧烈的起伏 眼中闪过森寒的光 上次你给我那本诗集 确定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让我爹都帮我查过了 还能有假 不过那册子上 都是百年前 郁郁不得知的诗人吧 不然也不可能 到了现在也不出名 都不知道柳翩然 他爹在哪里得到的这本孤品 英明元深呼吸一口气 那便好了 马车急急而去 杨婷玉才哼笑一声 哼着小曲儿 进了承恩侯府 英明元那个侠促鬼 气量还没真眼大 小时候就喜欢驱赶 他身边的小姑娘 长大也不收敛 形势让他极为不喜 哼 不是喜欢他吗 那就成为他手里的刀吧 见不到轮 给他出出气也成 柳翩然觉得自己 最近倒霉透了 想去圣安寺白白 去去没气 八皇子又勒令他 不许出门 现在成交那些百姓都知道 他娘为了改嫁镇北王 下毒毒死了王守财 虽然娘亲极力否认 但认证物证俱全 容不得他抵赖不认 原本这是 八皇子已经出面了 郑北王也给顺天府施压 官府都准备结案放人了 偏王守财的两个儿子 跑出来击鼓鸣鸣 王老大记得顺天府的鼓 王老二记得大理寺的鼓 对外说 因为将士是八皇子侧妃的母亲 他们担心顺天府包庇将士 才又去了大理寺 柳翩然以为 大理寺那地方 不可能管这种小案子 结果王家人又搬出 自己是戎谷公府下人这个消息 弄得大理寺不管都不行了 大理寺一管 兴致就变了 郑北王不好再插手 免得被人伸一个居心不良 将士也在王家人的 虎脚蛮缠之下 下了大理寺的诏遇 自己出身不好 本就帮不到八皇子什么 没想到娘亲又拖了后腿 他一想到明日 还要进宫给皇上贺寿 就一个头两个大 这几日 他总疑心着 不知道八皇子 是不是后悔娶他了 是不是觉得他麻烦死了 是不是觉得 娶他还不如当初 娶的是沈飞鸣 唉 慈飞娘娘 夜深了 快睡吧 八殿下今日宿在书房 不会过来了 明日还有宫宴 须得起精神来 赵贵妃那里 还要费心交代 敷衍不过去的 皇帝千秋圣诞 与民同乐 一大早开始 夜都的衙门和办公处 都开始休暮 在国子健上课的学子们 也全都放了假 夜都的大街上 更是人满为患 千秋宴设于晚间 李军兰第一次来皇城 沈飞鸣白日里 便带着他 和沈兰廷一道去游玩 期间偶见高丽 西凉等附属国皇室中人 都穿着他们的异域服饰 说着人听不懂的语言 走在一处 有几个红炉寺的官员 陪同着 那些贵宾想买东西时 由红炉寺的翻译官员 去沟通交涉 其中一名西凉美人 与沈飞鸣他们 进了同一家成衣铺子 挑了半天 一件衣裳也没看上 有些小脾气道 中原虽说地大物薄 有能人士辈出 但怎么这么不思进去 好多年前 我和王兄长来 进见前朝的陪皇帝时 民间新奇玩意儿 让我眼花缭乱 这次却太过无趣了 我的姑奶奶 她与她身边的老嬷嬷 说的居然都是 大叶朝的语言 虽然有点小口音 但自证腔员 沈飞鸾全都听得懂 陪皇帝那都是 你小时候的事了 可千万不要再提了 别忘了太子说的话 惹火上身 此地不是稀凉 就连太子都要注意几分 您可别乱说话 知道了 那少女一身红色的青纱 纱衣上有金箔刺绣 阳光一照 像是会发光一样 耀眼夺目 头发编成了 一束束细小的麻花辫 一个雕刻成莲花状的金罐 将辫子都竖了起来 头顶一块红色纱粒 从发顶一直垂下来 绕过胸前 右披向身后 行动间 还露出一节妖娆的细腰 她神情巨傲地 扫过沈飞鸾等人 撞开刺猴在侧的桑宇 就往外走 沈飞鸾皱眉 抓住她戴着华丽金拙的手腕 在西凉没人叫过你 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放肆 谁允许你这贱民触碰我们公 小姐的身体 来人 给我打 西凉公主身边的婢女 横眉倒数地斥责沈飞鸾 一声令下就要打起来 他们那边一把刀 沈飞鸾身边的护卫 也全都挡在主子们身前 护卫的人数 甚至还要多出 西凉公主的好几倍 那侍女健壮 又躲到公主身后去了 还是那老嬷嬷出来 对着沈飞鸾躬身道 此乃西凉公主锁琳郎 前来大夜朝 为皇帝陛下贺寿 劝诸位莫要引起 两国之间的矛盾 比那蛮横的婢女 也就客气两分而已 语气中 还是男眼高高在上的态度 西凉公主又如何 沈飞鸾也不惯着她 拨开护卫 惊骚地看着他们 既然是到了我们中原 就要守中原的规矩 我们夜朝向来是礼仪之邦 还请公主向我的侍女道歉 堂堂公主跟一个侍女道歉 简直荒唐 这时 红卢寺的官员 在那嬷嬷耳边说了几句 嬷嬷看沈飞鸾的眼神 便忌惮起来 深思之后 将腰弯得更低了 奴婢不知是荣国公府的二小姐 还请二小姐见谅 奴婢带 是阿武姑娘 阿武姑娘的花车巡游了 快快快 去晚了 就抢不到好位置了 啊 谁啊 别挤我 摔倒了 铺子里被推推嗓嗓地挤进来一大批人 老嬷嬷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人撞了个裂剑 沈兰婷和李军兰 赶紧护着沈飞鸾往后退 一直退到了楼梯处 桑宇搀扶着他 上了二楼 锁琳郎见状 也跟着他们一起上了二楼 还让侍卫们留下 挡住楼梯的入口 不许那些疯狂的百姓冲上来 二楼的窗户大开 从围栏处 可以俯瞰整条街道 巨大的刁兰教练 由十四个标形大汉抬着 稳稳当当地走在大街上 行人街仰起头来 去瞻仰百花楼花魁的金氏荣年 第七十二章 入宫贺寿 那花魁穿着一身鹅黄衫子 头上带着一朵大大的芙蓉花 随着教练上一个容貌精致的歌姬 弹着古琴唱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荣耀秋菊 华茂春松 仿佛熙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熙若流风之回雪 阿五姑娘动作轻缓流畅地跳起舞来 她纯弱屠珠 精如点漆 面似堆穷 岩鼠青鸡 粉汗生香 美得令人呼吸 都快停止了 西凉公主问一旁的红鹿寺官员 那是谁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回公主 那是百花楼的花魁阿五姑娘 是京都十二花魁之首 原来只是个妓女 排场倒挺大 她哼笑一声 见百姓们都朝着碾车上扔鲜花 她指尖夹着几根银针 直接朝阿五姑娘甩去 李军兰左耳微动 有细小的破空声 划过她的肩头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 她抓住手边的水杯 朝已经飞向阿五姑娘的银针志去 爹 清脆的响声落在碾车上 阿五借着舞蹈的动作 低头去看落在脚边 泛着寒光的银针 和有了裂痕的茶盏 她锐利的目光 望向西凉公主所在的位置 让索灵狼以为 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了 于是心虚地一开了目光 但 她转念又想 不过一个青楼女子而已 怎么可能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 不过凑巧罢了 沈飞鸾也看到了 李军兰与索灵狼的交手 起身挡住窗口 西凉的公主 我劝你在我们大业的国土上低调些 光天化日之下 你就赶上我大业子民 待明日我上告陛下 定将你们赶出中原 索灵狼还想说 就凭她 能不能见到皇帝 还不一定吗 还想把她堂堂公主 驱逐出中原 真是豪大的狗 公主 那老嬷嬷喝一声 口出狂言的索灵狼吓了一跳 殷嬷嬷 老嬷嬷露出一个很冰冷的笑 天不早了 该回宫了 陈王殿下该等急了 那位嚣张跋扈 是人命如草劫的西凉公主 被殷嬷嬷带着回宫了 可沈飞鸾瞧着她 回头看自己的眼神 阴郁的都快化为实质 将她戳出两个洞来 楼下阿五姑娘的巡游花车已经远去 沈飞鸾和哥哥以及李军兰才下了楼 经过西凉公主这么一闹 大家逛街的兴致已经不那么高了 回城的路上又碰上了薛君泽和岳母妻 带着安静岳与杨新玉准备去郊外骑马 心痒痒的李军兰一听可以骑马 迫不及待的就要跟着一道去 于是几人又来到了京郊 贵人们快马扬鞭 从几个牙差身边呼啸而过时 牙差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她娘的 今儿个圣上千秋圣诞 衙门里的狗都羞木了 咱们几个还要为了这个案子 东奔西走 真晦气 另一个胖牙差黑笑了两声 谁能有八皇子晦气啊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娶了那么个尚不得台面的侧妃 可不就世事不顺了 瘦的那个一和解 也笑了起来 被猪油蒙了心吧 当初和荣国公府的二小姐那么好 我还以为沈二小姐会是八皇子妃 心到八皇子这下 可是妥妥的太子了 居然为了这么个货色 搞成现在这样 夜兜的御史台也不是吃素的 八皇子侧妃失德 二皇子和三皇子 定会趁机下黑手 把事情捅到御史台 再借御史台言官们的嘴 上奏于陛下 也难怪这几日 八皇子朝大理寺和顺天府两边跑 急得嘴边都长聊炮了 大概也是知道 再不解决好 他就要在千秋宴上丢脸了 但 谁让柳侧妃的娘亲 毒杀的是荣国公府的前管家呢 荆基重地刑部 大理寺 顺天府的武将 大多数出自荣国公的军营 算有镇北王和八皇子同时施压 也没有官员敢训思包庇 夕阳西斜 一辆辆华丽的马车 都往皇宫的方向驶去 六皇子今日特意打扮 珠光宝气的像是 把所有的钱财 都带在身上的爆发户 洛飞皱了皱眉 略带嫌弃 对着身侧的二皇子道 他又发什么疯 这么重要的日子 穿成这样 要丢谁的脸 二皇子哼哼了两声 他哪天不发疯 大概是觉得父皇千秋 他觉得穿成这样够喜庆 能讨父皇欢心吧 他心不在焉地 看着门口的方向 眼神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人 但他穿了一袭蓝色 名利长裙的少女一出现 他的眼神便定住了 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沈飞鸾摘下披风 总觉得从哪里 有一道炙热的视线望着自己 不是纯粹的打量 而是被猛兽盯上的那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皇帝武士华诞 各国使臣 文臣武将 世家命妇纷纷出席 人数有上百之多 他举目望去 地后还未到场 太和殿中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官员命妇们 寒暄的场景 老太君也被自己的老姐妹 拉着去偏殿说话了 沈飞鸾同安静月 李军兰 杨兴运一道 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小姑娘们 在太和殿后 寻了出良亭坐下聊天 众人打趣安静月 与杨兴运同年成亲 不愧是归中好友 十月底的晚风一吹 亭子前边的花丛 被吹落了不少花瓣 亭子里众人 拢了拢身上的披风 因此静了静 没人说话 却听到花丛遮掩着的前方 传来永固公主 有些气节的声音 沈飞鸾也太过分了 那时候 父皇都已经下指封 你为八皇子侧飞了吧 他竟然还敢逼着你娘 嫁给国公府的下人 还有没有往返了 啊 背后说人是非 结果郑主就在亭子里坐着 众人都挺为永固公主 感到尴尬的 不过见沈飞鸾 自己都没说话 而是坐在那里 面带凉薄地笑 静静听着 于是亭子里的人 都没再说话 而是宁心静气 想听听 是谁在永固公主面前 嚼舌根子 谁叫我命苦 柔弱哽咽的声音随风传来 他说的对 我这样低贱的身份 哪里够得上 他荣国公府的门地 偏还念着姐妹之情 没得被羞辱一番 还连累了娘亲 为了求她不要伤害我 我娘 才被她威逼着 嫁给了王管家 可这成婚才不过越鱼 又离其死亡了 装装渐渐指指我娘 这让我不得不疑心 是不是沈飞鸾从中作梗 原来是荣国公府 那位夺人所爱的表情 第73章 百兽之王 这还用想 肯定是她 她还记恨着你 嫁给我皇兄的事呢 有一陌生的女子声音道 你们一个是尊贵的公主 一个是皇帝陛下 最宠爱的皇子侧妃 那沈飞鸾敢对你们不敬 直接杀了便是 何须如此苦恼 琳琅公主你不知 荣国公英长天下兵马 就连我父皇都要忌惮三分 沈飞鸾仗着他爹 嚣张跋扈 狂妄至极 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哼 这样的人 迟早自取灭亡 父皇早就对荣国公府不满 早晚会发落了沈家 到时候 我看沈飞鸾 还怎么嚣张得起来 凉亭里的人 都不禁道息 一口冷气 偷偷去打量沈飞鸾的脸色 涉及皇帝与臣子之间的阴丝 他们听着都觉得心惊胆战 被永固公主 如此不留情面的戳破 沈飞鸾又该是什么心情 然而沈飞鸾脸上 始终带着那抹淡笑 叫人摸不清他心头的想法 此时大殿内 传来地后道场的传唱声 凉亭里的众人 才纷纷起身 往大殿赶去 花丛后的永固公主和柳册飞 也听到动静 从后头走了出来 双方人马 直接来了个面对面对峙 永固公主和柳册飞 明显吓了一跳 眼珠子 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 沈飞鸾看着惊恶的两人 连表面功夫都不装了 眼神冷漠地扫过二人 发出一声冷笑 便率先往大殿去 柳册飞紧张地抓住永固公主的手 他是不是都听到了 永固公主强装镇定 听到了又如何 难道他还敢把我们怎么样不是 他可是大夜朝的三公主 锁琳琅也望着沈飞鸾的背影 若有所思 片刻后 他在婢女耳边说了句什么 婢女惊讶地看了永固公主一眼 随后脚步匆匆地先一步赶往大殿 太和殿内已经开始奏乐 帝后携手 同行而来 众人跪地 高呼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亲平身 老皇帝近年来沉迷于修仙炼丹的长生之术 原本健壮高大的身躯 在丹药的青石下 面色发黄 身形消瘦 偏他自己却觉得 他越来越健康 有了仙人之姿 大臣们不是没有规劝过 但劝得最狠的 那个玉使台大夫 已经被砍头了 从此无人敢再反对皇帝修仙 这场盛宴的主角都已到场 皇帝听了歌舞 让侍卫们推着一个巨大的铁笼进来 黑布盖着的铁笼之中 还能听见 似乎有猛瘦的嘶吼声 老皇帝眯着眼睛 去看高丽 西凉 扶桑等国使臣的表情 笑着道 每年镇的生辰 都是欣赏歌舞 想来各位使臣都看腻了 今年镇给各位看点不一样的 说着 他拍了拍手 侍卫收到指令 一把扯下巨大兽笼上盖着的黑布 哗 待看青龙中之物 众人皆惊 皇上 这 皇上 万万不可 这老虎乃百兽之王 怎可用活人 哎 仲卿不必害怕 这可是此人自己要为朕贺兽 而提出来的表演 仲卿看着便是 莫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 兽笼的全貌露出来 沈飞兰的脸色巨变 双手撑着桌炎用力 极力克制 才为师太 他呼吸急促 低下头去 犀利的眼神 却在周遭看了一圈 见外围多了许多 穿着大内侍卫官服的侍卫 似乎在观察官员们的反应 还有几个手里拿着纸笔 在记录着什么 他的眼神 飞快看向昔日 在丞相府施会时 黑着脸 要杀他的白面书生那处 大叶朝的力部上书萧忠云 正好 萧忠云此时也在焦急地 看着沈飞兰 似乎是想让沈飞兰 救救兽笼里的陪货 沈飞兰伸手去撩自己垂落的发丝 手指却指着轻易被人忽略过去的 那几个大内侍卫 意在告诉他 皇帝起疑了 在用此事试探文武百官的反应 若是有人表情异常 都会上皇帝的诛杀名单 这江山是老皇帝偷来的 他最怕的 就是朝中重臣还念着裴家的好 私底下投靠了裴货 想谋夺他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设计 他想成仙 就是想长长久久地 永生永世 做这天下的主人 享受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 站在权力的顶端 看他人俯首称臣 裴货 他已经不想留了 只有死人 才能让他彻底安心 沈飞兰不知道裴货做了什么 露出破绽 让皇帝动了杀心 但他知道 一定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道皇帝 宁愿冒天下之大不惠 也要除去裴货 那说明什么 说明裴货动了老皇帝的根本 可现在不是好奇这些的时候 萧中云在看到他的提示后 才惊觉太和殿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那么多大内侍卫 他立刻收敛了情绪 装作若无其事 漠不关心的样子 脸上适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却将担心隐藏于眼底深处 好些官员在看到他的表情后 也有样学样 紧张的情绪隐藏 露出看戏的惊奇神色来 但 成恩侯与府国公没那么多顾忌 方才劝阻皇帝 不要用活人献祭的 就是府国公 他二人的脸色难看 显然是觉得皇帝此举太过残忍 至于他爹容国公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还有心情悠哉悠哉地喝着酒 但沈飞鸾了解他爹 面上越是波澜不惊 那里越是翻江倒海 没看到他捏着酒杯的手指 都发白了吗 当年慕容老皇帝夺陪式江山 就是趁着突厥来犯 爹爹领兵出征 等爹爹打了两年的仗得胜归来 陪获的皇祖父与太子爹的尸体 都变成枯骨长埋弟弟一年半了 也都所有反对慕容老皇帝的臣子 被杀了的金光 为几大世家豪门守望相助 牵扯甚大 才得以保存 沈飞鸾记得爹爹回朝那日 慕容皇帝设宴 他却把自己关在书房整整三日 称病不出 也许 那时候他 就在表达对慕容氏的不满吧 只是后来朝堂安定 百姓安定 爹爹又不可能发动战争 致黎明百姓于水火 才与慕容老皇帝和解了 吼 猛虎嘶吼 扑面来 陪获浑身的肌肉紧绷 第74章 索命修罗 哪怕沈飞鸾阁的这样远 他都似乎闻到了 老虎口中那股腥臭气 胆小的官员和女眷 已经遮住了眼睛 生怕见到陪获写见 当场的恐怖画面 然而那老虎的四肢 被铁链锁住 想要冲过去 撕碎自己的猎物 还差得远 去将锁链解开 也让朕和诸位爱卿见识一下 前朝皇太孙的本事 除了皇帝 也没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 点名陪获的身份 本是天之骄子 尊贵无比 却沦为囚徒 任人宰割 想来悲凉 皇帝一声令下 侍卫们又从笼子外解开锁链 飞快地退开 那猛虎一重获自由 便朝陪获飞扑而去 啊 杨兴运尖叫一声 被岳母欺揽入怀中 所幸 现场尖叫声此起彼伏 也不显得他突兀 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吼 猛虎飞扑时 陪获寻了空隙 飞身而起 从他腹部贴身划过 手中匕首在猛虎腹下 留下一道长置腹钩的划痕 红色的血液胶 乐陪获满身 显得他愈发像是 从地狱而来索命的修罗 那猛虎受伤 肉眼可见地狂躁起来 虎爪破空朝陪获拍去 那一掌若是落在人身上 不死也惨 然 陪获也并非善累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他不但没躲 反而一手格挡在内 一手拿着匕首 对准老虎的爪子 以内臂为托 辅助自己 足下做出抵死不退的防御姿势 因着虎爪而上 将匕首狠狠地插入虎爪中 平 他自己虽全力抵抗 但猛虎发力 堪比千军 匕首插入虎爪 一时之间竟是拔不出来 狂暴的猛虎吃痛 发狂式地甩动虎爪 将陪获反复锤打在铁笼之上 他口中已经吐血 仍不肯松开匕首 他心中很清楚地知道 一旦没有了武器 他必死无疑 索琳琅在看清陪获的脸后 眉头皱了起来 王兄 是他 西凉尘王对他摇头 不可 不要做让王上为难的事 可是 索琳琅担忧地望向在龙中 与猛虎浴血奋战的陪获 就是为了他才来的 他咬了咬牙 指尖轻拧 三根银针赫然出现 但那猛虎跳跃转动 他想射下老虎的眼睛 很是困难 若是射偏到陪获身上 顷刻间 他一身的冷汗都出来了 沈飞鸾一直在想办法 想怎么样才能就陪获 察觉到沈飞鸾担心的眼神 被猛虎追击的狼狈躲闪的陪获 仍是朝着他的方向 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 却见沈飞鸾束手轻轻一推 就将桌子上的酒杯 推翻在桌面上 他身旁的宫女赶紧扶起来 将酒水擦拭干净 他仰头对着宫女道 斗兽表演太精彩了 我一时看得兴起 没注意 宫女只觉得 沈二小姐亲切又和善 还跟他这小宫女解释缘由 猛虎伤痕累累 比之陪货也没好到哪里去 甚至因为失血过多 脚掌被刺 已经摇摇欲坠站不稳了 当 当 当 他在做什么 他不要命了吗 他在挑衅那凶兽 没看到猛虎听到声音 又暴躁起来了吗 而沈飞鸾见他懂了自己的意思 紧张的情绪松懈下来 唇边溢出笑意 老皇帝目光也在审视众人 落在女眷这边时 从疑众或惊恐或愤怒 或同情的表情中 一眼就看到了闲散肆意 甚至笑起来的沈飞鸾 老皇帝顿觉荣国公这个小女儿 都顺眼起来 看看 还是有人很满意他的安排 觉得弄死陪货很有趣的 碰 震耳欲聋的响声过后 巨型的兽龙倒塌 陪货身量虽高大 但也只是正常成年男子 略高一点的身材 兽龙倒下来也有三米的高度 还有很多行动的空间 可老虎就惨了 兽龙倒塌的瞬间 三根银针飞射进他的眼睛 庞然大雾被翻倒的兽龙带倒 由于狭小的空间 他怎么也爬不起来了 陪货漫步至老虎的脖梗之处 伸手抚摸他最柔软的部分 老虎感觉到危险 却无能为力 发出嘀嘀的绝望的嘶鸣声 这下众人可怜的 该是这头猛虎了 扑吃 匕首入肉 鲜血喷洒 陪货擦干净匕首上的胡血 带着满身的利气与血色 高声道 陈陪货 祝陛下长生不老 兽与天旗 因为大叶朝这天 马上就要塌了 祝他兽与天旗又如何 长生不老 这世上 哪来的什么长生不老 自己骗自己罢了 好 西凉公主锁琳郎站起来鼓掌 没心没肺的样子 对老皇帝道 尊敬的天朝皇帝陛下 这个奴隶可以送给我吗 我们西凉独障多 猛兽也多 我瞧他挺有意思的 不如送给我回去 当训兽的奴隶吧 老皇帝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 陪货会借西凉的兵 来攻打大叶 虽说西凉已经是 大叶的附属国 可非我族类 齐心避意 他并不放心 陪货脱离自己的掌控与视线 可 若是借着西凉公主的手 杀了陪货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巧了 启禀皇上 臣女也想要这个奴隶陪着玩呢 皇帝已经怀疑满朝文武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把这锅浑水 搅得越乱越好 把几大施家全都脱下水 让老皇帝束手束脚 举步维艰 如此 应当会为陪货正在做的事 提供一点喘息的机会 什么 坐在皇帝下手的赵贵妃 惊呼出声 大胆 你明知道他是谁 还敢口出狂言 沈飞鸾你按了什么心 沈飞鸾却直接走出来 走到寿龙旁边 用指尖挑起陪货燃血的下巴 目露轻蔑之色 真正地口出狂言道 大胆的是 贵妃娘娘您吧 他什么身份 不过是陛下的手下败将 丧家知犬而已 陛下仁慈 才才留他一条狗命 说他是奴隶都抬举他了 如此不利于江山稳固之人 就该杀之 臣女看中他 也是他的福气 贵妃娘娘您说对不对 赵贵妃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他能说不对吗 还是说 在贵妃娘娘心里 此子还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太孙 所以是臣女口出狂言 臣女不配 老皇帝那双不悦的眼睛 已经看向赵贵妃 第75章 选西凉公主 皇上 臣妾不是这个意思 赵贵妃有苦难言 他只是弃沈飞鸾设计柳偏然 连累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想挫挫他的锐气 贵妃喝醉了 李德海 送贵妃回宫 老皇帝不是听不出 沈飞鸾的挑拨之意 但他更不高兴的是 沈飞鸾称陪货为奴隶时 赵贵妃竟觉得他口出狂言 容国公敌女 难道不能 要个奴隶玩玩 而且 刚才那么多大臣和命夫 都觉得他太冷漠残忍 只有沈飞鸾觉得 折磨陪货很有趣 说不定是个心狠手辣的 陪货到他手里 肯定没好日子过 比起千里之外 无法掌控的西凉 竟在眼皮子底下的容国公府 显然更能让老皇帝放心 但 他心有一虑 便吩咐身边的侍卫统领 去查查看 沈飞鸾和西凉公主 有何过节 他为什么要和他抢人 传闻西凉公主好美色 他看上陪货不稀奇 毕竟陪货那张脸 可是让他的三公主 也寄予良久的 父皇 不 西凉公主和朕的容国公爱女 都想要这奴隶 朕倒想问问他自己的心意 老皇帝眸子里金光闪烁 今日你这斗兽很是精彩 朕就让你自己决定你的去处吧 永固公主急得不得了 他还没得手吗 父皇怎么能把陪货送给旁人 陪货的下巴还在沈飞鸾手中 他朝着他眨了眨眼睛 用下巴蹭了蹭他的手指 下巴上冒出来的胡茶妈撒带来的养溺 让他忍俊不惊 奴 选西凉公主 既然老皇帝想羞辱他 给他冠以奴隶之名 他也不介意再次示弱 哼 沈飞鸾甩开他的脸 脸上带着狠毒之色 浮现于眼中 对他顿失兴趣般 晦气 老皇帝金光忽闪的眼睛 看着激动不已的西凉公主 如此喜行余色 还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分明早就狼狈为奸了 真当他这皇帝是傻的吗 先下去处理一下伤 宣歌舞上殿 沈飞鸾与陪货的眼神 又有一瞬间的交错 也都以为 沈飞鸾是因为和西凉公主有过节 才故意同他抢人的 只有知情的桑宇 一身绿色的挂子 都快湿透了 被吓得 他家小姐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与前朝皇太孙眉来眼去 别人不清楚 他可是看得真真的 那位皇太孙朝小姐笑呢 就这么会儿的功夫 负责前去调查的大内侍卫已经回来 在皇帝耳边说了好一会儿话 老皇帝面色骤变 看了看沈飞鸾 又看了看永孤公主和柳翩然一脸的杀意 蠢货 这两个蠢货 他是对容国公欲除之而后快 但这话能当着人家女儿的面说吗 这不等于只身跑到人家家里去 说我要杀了你吗 容国公知道了 还不用兵造反 可听说 容国公是个宠女狂魔 老皇帝看着沈飞鸾 陷入了沉思 歌舞过后 暗力是各大臣的子女现役喝寿 多半就是诗词歌舞 吹拉弹唱 老皇帝喜富庸风雅 遂众诗词歌赋 有英明媛和柳翩然在 也是没有哪家千金会上殿前献丑了 英明媛以千秋为题 做了一首精妙绝伦的七言诗 得到老皇帝的高度赞赏与赏赐之后 提议让柳翩然也做一首 毕竟 柳侧妃可是夜都心境的第一才女 自己儿子的侧妃如此有才 大大的长了老皇帝的面子 自然是心然英语 柳翩然也谋足了敬 要在盛宴之上惊艳众人 如此 才能获得老皇帝喜爱 可以让将士士夫一案轻易接过去 试想 若是皇帝都发话了 大理寺和顺天府 还敢扣着人不放吗 圣主千年乐未央 玉沟 金翠满垂扬 年年之座生平字 高映南山献受伤 老皇帝越听 神色越不对 英明媛也露出终于如此的表情来 英继久神情吃惊 看向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她说的都是真的 几轮眼神交锋 柳翩然全然不知情 周围那些师会的成员 都高兴得鼓掌叫好 称赞她 不愧为夜都第一才女 气氛十分高涨 禀陛下 柳翠满偷到前人诗作 简直是文坛耻辱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请圣上责罚 我们汉林院前日得了一本诗集 经查验 乃是百十年前有人整理的合集 柳翠满在丞相府诗会上 做第一首诗经验 众人开始 后来的每一首诗 诗集上皆有记载 昨日我等菜重新摘录 以送至皇宫成于陛下 不知陛下可看过了 看过了 当然看过了 老皇帝当时还觉得 前几首诗听耳熟的 就是死活没想起来 在哪里听到过 如今都明了了 可不就是耳熟吗 当初赵贵妃 还特意在她面前念过 还夸柳侧妃 不愧出生于书香门第 果然是博览群书 学父武车 没想到 竟然是骗人的 不 皇上 陈席没有 那都是 都是陈席自己做的 柳翰然不知道 为什么殷纪九和汉林院的学士们 都要冤枉自己 那些诗作 真的都是她 自己做出来的 你还敢狡辩 突然 坐在皇帝身边的皇后娘娘 甩下一本诗集在大殿中 本宫也对你的诗颇为推崇 还叫人汉林院的大学士 抄录了一份给本宫 没想到 这都是你抄袭的 皇后娘娘的案头上 也有一本汉林院抄录的诗集 和皇帝那头一摸一样的 完整的诗集 立刻有太监将诗集捡起来 双手捧给柳翩然 他越翻越心惊 不禁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 怎么会 这样 这时 又有御史台的官员起身 将柳翩飞母亲改嫁 容国功夫前奴仆 又毒杀了新婚丈夫的事情提了出来 就连郑北王和八皇子 都被牵连其中 被参议权欺人 试图颠倒黑白 就侧飞母亲出狱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柳翩然的身上 僵尸是不是和郑北王有一腿呀 不然郑北王为什么要帮他们 你还真别说 我看到过郑北王 和一个妇人打扮的女子优惠 那人或许就是僵尸 第76章 风起云涌 郑北王妃缠绵病塌十数年了 郑北王肯定早就在外头有人了 就是竟不知他喜欢人妻这个类型的呀 那僵尸要是再嫁 一切就是三嫁了 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 柳翩飞有个这样的娘言传身教 怪不得会到别人的诗呢 周围人无端地揣测 让柳翩然觉得天玄地转 他捂着胸口 一副病若惜子的柔弱姿态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皇上 陈媳 陈媳真的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媳的娘亲也是被冤枉的 皇上 陈媳真的不知 除了不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沈飞鸾勾纯 欣赏着他的绝望与无助 他当然不会知道 这里有一个灵魂 前世被他算计陷害 利用到底 死得凄惨又憋屈 为了复仇 这个灵魂从重生的第一天起 就在为了折磨他而布局 不 是为了折磨他和江氏 以及八皇子和赵贵妃 再一点点 一点点地下好每一例妻子 才终于有了今天的画面 一句不知便想脱身吗 三皇子妃择了一声道 这天底下 倒没有比柳侧妃更无辜的人了 什么都是旁人的错 就连抢了妹妹的心上人 也都是妹妹不对 妹妹活该了 但凡妹妹表现出一点不喜欢你 便是嫉妒你 想报复你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姐姐 打死了了事 还让你蹦到如今 你这妹妹也太仁慈了些 三皇子妃为指名道姓 但刚才很多人在梁亭那边 都听到了永孤公主和她的对话 看柳翩然的眼神都带了嫌恶与排斥 以沈飞鸾的身份地位 真要是嫉妒她 想害她 直接杀了她 都是一如反掌的事 可她不但没有为难柳翩然 反而让荣国公替柳翩然 向皇上请旨赐婚 自己更是和八皇子划清界限 断绝了往来 只是对于抢了自己心上人的柳翩然 喜欢不起来而已 就要被冠以独妇之名 这给谁谁不弃呢 看来刚才沈飞鸾他们在梁亭里听到的对话 已经传的人静皆知了 皇帝本就厌烦永固公主和柳翩然在一块 口无遮拦地揣测她的心意 还被沈飞鸾给听到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她怒道 传阵旨意 八皇子侧妃撒谎成性 难为大任 贬为恕妃 其母为身不正 毒杀亲夫 遂于秋后问斩 八皇子是妃不分 包庇恕妃 即日起解除上书房批阅奏章之权 则三日后赶往延州 彻查当地官员贪污一案 无果不得回京 一场千秋咽下来 皇帝可谓颜面尽失 而让他丢尽脸面的 全是他慕容家自己的人 说是千秋圣诞 倒更像是八皇子的处刑现场了 此一役 林皇后与三皇子大获全胜 没错 在外人看来 这都是林皇后与赵贵妃 三皇子与八皇子之间的激烈博弈 而真正操控这一切的沈飞鸾 完美地隐身了 甚至 在千秋宴结束之后 为了证明永固公主说 她忌惮容国公 欲对容国公除之而后快的话 是无稽之谈 还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过这是后话了 六皇子看着圣怒的皇帝 眼里全是迟疑不定与矛盾 她的反常表现 引起了洛飞的注意 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 自己的慈母之心 洛飞微笑问道 六皇子是不是想给父皇祝寿啊 别怕 你父皇没有生你的妾 六皇子怯怯地看着皇帝 搅着手指头有向前 真诚道 而尘儿沉住父皇浮如东海 寿笔南山 万事如意 天天开心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语术 反倒显出她的诚实可爱来 皇帝阴沉的脸色才好一点 正准备夸赞她 只见六皇子双膝跪地 父皇 而尘还想向容国公府的二小姐求亲 父皇 您可不可以下旨 让沈二小姐做二尘的正妃啊 什么 这个孽障在说什么 她一个智商只有八岁的傻子皇子 出身卑微的奴婢之子 竟然想求取大叶朝最有权势的容国公嫡女 她怎么敢的 谁给她的胆子 老皇帝几乎是一瞬间就看向洛飞 二皇子想求取沈飞鸾的事 皇帝是知情的 可以说 在这个皇宫里 能瞒得过皇帝的事情极少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为什么最后出来 求取沈飞鸾的 是这个傻老六 难道是洛飞知道二皇子年纪大 考虑过后觉得不可能 就想用老六绑住沈飞鸾 以此来要求容国公支持二皇子 荒谬 太荒谬了 容国公也觉得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一张古铜色的脸都气黑了 正在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那霜充满了煞气的眼睛里 有愤怒在燃烧 老皇帝赶紧平息她的怒火 笑着道 六皇子大概也是饮酒过度醉了 洛飞 让你宫里的人送老六回去休息 洛飞都吓死了 就怕皇上说他也 喝醉了 像赵贵妃一样 那么丢脸地被嫁回去 这六皇子怎么回事 冷不丁给他来这出 容国公该防备他了 就连沈飞鸾自己都吃了一惊 他防着二皇子呢 结果六皇子倒先跳出来了 不过也好 皇帝绝不可能把他赐婚给六皇子的 除非他想逼爹爹造反 六皇子提了这个 二皇子短时间内可是不能提了 不然皇帝会觉得 二皇子是在逼婚 是在妄想他屁股底下的龙椅 六皇子之后 宴会才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歌舞升平之下 好像一切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 君臣之间其乐融融 平静的表象下 风起云涌 由于皇帝情绪不高 这场公宴很快便结束了 沈飞鸾和老太君 以及李君兰坐在同一辆马车中 才驶出皇宫 就被人追尾了 车夫下去交涉之后回到 老太君 二小姐 是八皇子府上的柳树飞 柳翩然已经跳下马车 走到沈飞鸾的马车下 声音隐忍 鸾儿表妹可否借一步说话 沈飞鸾撩开车帘 笑容明媚 好啊 如今丧家之犬是你 她又何惧谈谈 第77章 锋芒毕露 僻静简陋的茶棚里 迎来了两位身着华服的贵人 蓝衣那位灼灼其华 美艳绝伦 粉衣那位娇若轻力 并若惜子 但不能否认的是 二人美得各有千秋 只不过 粉衣那位的表情实在算不得好 看着蓝衣那位的眼神 就像在看沙姆仇人 茶棚主人给他们送了一壶茶后 便缩在角落里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主要是两位贵人都带了护卫 那些护卫对峙者 看着就刀光剑影 可怕至极 她不敢偷听 路过的人更不敢靠近 气氛越来越凝重 谁也不肯先开口说话 最终还是柳偏然忍不住了 她双掌撑在桌面 身体前倾 眼神偏执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从我和我娘来夜多的第一天开始 你就针对我们 现在还要害我娘的性命 到底 到底为什么 呵呵 沈飞鸾便觉得好笑极了 笑得眼泪都快溢出眼眶 才用指尖轻轻擦了擦眼 搅得泪花道 柳树飞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将是如今命不久矣 全赖她为了勾搭镇北王 而给自己的夫君下药 如此恶毒的妇人死不足惜 陛下英明神武判她斩首 你怎么倒怪到我身上来了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就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就该任由你们搓圆捏扁 就该对你们言听计从 只要我没按照你们的心意行事 就是我恶毒 我看不惯你们 我针对你们 是不是你们出点什么事 你们都要把罪名安在我身上 她一脸的你有病道 你别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我不喜欢你 是因为你自私恶毒 偏装出一副柔弱模样 你满腹算计 却把别人都当傻子 我不喜欢你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从不背后算计你 可你呢 你自己扪心自问 从到夜多的第一天开始 你娘是不是就算计 着想嫁给我爹 做荣国功夫的女主人 你是不是就想取代我 抢走属于我的一切 这样 你还想我对你推心致富 是若清减吗 茶滩后的帘子动了动 露出一角明黄的颜色来 随后草帘被揭开 老皇帝一脸的怒容 朝着慕容宅道 这就是你们赌咒发誓 要朕出宫 对你们来听的真相 父皇 简直胡闹 老皇帝咬着牙 怒视着慕容宅 老八 你太让朕失望了 沈飞鸾都来不及起身行礼 皇帝就甩袖离去 慕容宅还想去追 却被大内侍卫拦住去路 冷声道 八皇子 宫门马上就要闭了 请您回府 皇帝不想见他 沈飞鸾又笑了 笑得前腹后仰 花枝乱颤 他就知道 柳翩然拦下他准没好事 所以时刻提防着 他给自己下套 没想到还真被他猜中了 柳翩然和慕容宅 居然到了皇帝面前控诉 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沈飞鸾 慕容宅像一头发怒的老虎 就特别像裴霍斗的那头猛虎 眼神像要吃人 可在勇猛的凶兽 不也死在人类的刀笔之下吗 他收了笑容 勾着嘲讽的嘴角道 慕容宅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在圣安寺时 你对我的百般算计吗 你当真以为 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 不过瞧你有几分好颜色 陪你玩玩也 你尾巴就敲到天上去了 居然想利用我陷害我爹 想作用诱报 想欺人之福 你以为你是金鸽的 人人都喜欢吗 你不过是我养的一只猫一只狗 对着别的女人摇尾起怜就脏了 我沈飞鸾可不要脏的猫狗 柳翩然能嫁给你 是我算计的又如何 在锦阳宫 让你和那宫女行苟且之事的 我又如何 僵尸嫁给王守才 是我将计就计的又如何 你以为你夜探容国功夫 是谁放你进去的 当真以为我沈家的墙 是那么好爬的吗 他越说 慕容宅和柳翩然就越觉心惊 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一切 竟都是柳翩然算计好的 不 应该说 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慕容宅指着他 你 你竟然都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配合 你们演戏 沈飞鸾又笑了 你不觉得 看着你们像跳梁小丑一样蹦打 每天绞尽脑汁的想害我 害容国功夫 害我爹的样子 特别 滑稽吗 他凑近慕容宅 嚣张挑眉 多谢八皇子殿下 为我平平无奇的生活 带来这么多有趣的游戏 我呀 最喜欢看人从神坛跌入淤泥 看人希望破灭 看你被皇上咽弃 这辈子与皇位无缘 永远都在悔恨 当初选择的 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要让辜负我的人 生 不 如 死 他的冷硬狠毒 远远超出了慕容宅的想象 面对这样锋芒毕露 毫不掩饰恶意的沈飞鸾 柳翩然连藏在袖子里的手 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对了 他这副样子 才应该是高高在上 被容国功如西式珍宝一般 娇宠着长大的夜都贵女 他本来就该是如此的 是他从前装得太好了 骗过了所有人 以为他天真纯良 是个好欺负的 却不想只是扮猪吃老虎 看着他们上蹿下跳 把他们当猴耍 当他们万般筹谋算计 得意自己的本事时 与沈飞鸾 不过看了一场猴戏 行了 天色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沈飞鸾拍平了裙子上的褶皱 诗诗然道 柳树飞也珍惜一下 和将是最后的相处时光吧 毕竟 离秋后可没几日了 说完 他在护卫的簇拥下 众心拱跃地离去 殿下 柳偏然声音颤颤 去拉慕容宅的袖子 圣怒中的八皇子甩袖 让他抓了的空 还瞪着他道 圣安寺 你也知道我设计的是 沈飞鸾是不是 可你还是要嫁给我 图的就是皇子飞的位置 是不是 我夜叹容国功夫 你也知道 故意和你娘做戏 勾起我的圣赋欲 是也不是 他自以为聪明 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设计这个 设计那个 可 原来 他是最蠢笨的那个 被所有人耍得团团转 第七十八章 坦白 沈飞鸾可不管慕容宅的世界 会不会崩塌 更不会管他与柳偏然之间 会发生什么矛盾 但凡他还有点脑子 就能琢磨出来 柳偏然为了嫁给他 都使了些什么下作手段 将是 必死无疑了 二小姐 国公爷说 让你回来以后 去书房找他 深夜寂静 荣国功夫的书房里 却灯火通明 沈飞鸾敲了两下门 里面传来爹爹低沉而严肃的声音 进来 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 是挂在堂中一幅巨大的佛像 画中佛祖却不是慈眉善目之像 反而凶恶非常 双手持着佛家兵器 做出驱赶的姿势 爹爹就立于那佛像之后 神情凝重 眼神灼灼 似要看清楚 眼前的是个什么东西 沈飞鸾不在意地跨步入内 将房门关好 方才转身对他道 爹爹从不信鬼神之说 书房里何时开始供奉佛祖了 荣国公眯了眯眼睛 亦有所指道 地藏王菩萨是幽名教主 大鬼王 能超度阴死鬼魂 消除业障 亦可以驱鬼避邪 我是不信神佛鬼怪 可为了我心爱的女儿 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怀疑他被鬼上身 还是怀疑 他被旁人的魂魄占了身子 也是 爹爹长天下兵马 是何等敏锐之人 怎么可能察觉不到他的变化 今夜他表现得太异常了 别人看不出 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爹爹 绝不可能看不出的 你 到底是谁 荣国公颤着嗓子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哪里 他不能在纯娘死后 连他们的女儿都护不住啊 爹爹 他皱红的眼睛 让沈飞鸾忍不住扑进他的怀里 如乳燕头铃一般 叫人不忍推开 沈飞鸾 已死 那熟悉的软软甜甜的声音 说出的话 却叫荣国公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你 你说什么 他被八皇子 赵贵妃 江氏和柳翩燃害死了 不只是他 祖母 哥哥和爹爹你 都被他们害死了 荣国公府上上下下三百条人命 无疑幸免 就连爹爹的萧永军 也被登基为帝的八皇子打散 编入各地军营 从此天下再无萧永军 爹爹 我恨 我真的好恨 你 荣国公推开沈飞鸾 却被他满脸的泪痕堵得喉肩生疼 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他呼吸困难地 扶住一旁的太师椅 神情痛苦地喘息 爹爹 沈飞鸾忙端了热茶让他喝下 带着哭腔对他道 爹爹 我是飞鸾啊 我是您的南南 是您最贴心的南南啊 他压抑住哭声 将自己死后 又重生回了十年前的古怪之事 细细说来 爹爹 前世是我错了 我不该不听您的劝告 非要嫁给八皇子 最终落得那样的下场 都是我旧游自取 爹爹 十年搓磨 南南绝不甘心 哪怕今生他们的阴谋 一个都没有成功 可前世种种 全是南南的亲身经历 如有半句虚言 南南天打雷劈 不得 不许说 容国公怒喝一声 因为愤怒而全身颤抖 他抱住沈飞鸾 如同抱住一尊一岁的御人 我胆 我胆啊 他的娇娇 他放在心肩肩上宠着的娇娇 居然是被大火烧死的 他那么怕痛 他该有多痛啊 老泪众横的容国公 捧着沈飞鸾的脸 乖南南 爹爹帮你报仇 爹爹一定会帮你报仇 沈飞鸾一边笑 又一边哭 努力止住泪水 有爹爹和祖母 哥哥在 前方是刀山火海 南南都不怕 爹爹 南南长大了 可以保护你们了 坦白完自己的来历之后 一直压在自己胸口的那块大石 仿佛不存在了 沈飞鸾轻松了许多 终于 再想做许多事 就不必遮遮掩掩掩了 这一晚 他睡了一个难得的安稳觉 第二日 早朝刚结束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就被皇门侍郎 送至了容国公府 沈二小姐 这可是陛下送给您的礼物 还望沈二小姐喜欢 手脚上都带了枷锁 如重犯式的陪货 满身是伤 脸上亲子交加 出气多 进气少的 被推倒在花厅正中 沈飞鸾眉眼冷硬 在那太监动手推人时 更是戾气乍现 他连不轻移 高傲地抬着下巴 用脚尖将人踹地翻了过来 而后踩住陪货的胸膛 直至把他踩得闷哼出声 才笑道 本小姐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小奴隶啊 昨夜不是很得意 要跟那西凉的公主 不肯跟我吗 怎么还是落在我手里了 这可真是 太不幸了 皇门侍郎眼神转了几转 剑本就重伤的陪货嘴角流出鲜血 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沈飞鸾 才笑眯眯地告辞 回宫复命去了 他一走 沈飞鸾就立马招来沉浸仇 将人悄悄地扛回了鸾秀院 这样重的伤 给偷摸着给治好才行 深宫之中 赵贵妃因被皇帝怒斥 而沉寂了下去 洛飞也被六皇子拖累 暂时不敢再妖宠 寂静的养心殿 皇门侍郎跪在地上 额头抵着冰冷的地板 沈二小姐 的确是真的非常不喜陪 陪大郎 奴才把人送过去时 她的表情阴致到了极点 奴才将人推倒在地 她不仅没让人扶起来 还踩在她的胸膛之上 将她踩兔血了 要不是奴才说要回宫复命 沈二小姐吩咐丫鬟送奴才去了 估计陪大郎就被她猜死了 是个记仇的丫头 皇帝哼笑一声 当初老八不过想拿那柳氏为侧妃 你瞧她就将老八和柳氏 一同扔出荣国功夫 将她二人视为仇敌 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 当初老八若是娶了她 太子之位就非她莫属了 为尊位者 就是要有这样冷硬狠毒的心肠 沈飞鸾若是男儿身 那荣国功夫将在上一层楼 成为连帝王都无法撼动的极贵世家 可 是她这天子运气好 荣国功的独子 是个不成器的 听说前段时间 还被赵贵妃娘家的弟弟设计 差点被打死 这样一个酒囊饭带 是撑不起荣国功夫的门楣的 而沈飞鸾 迟早是要嫁出去的 是时候 为她止婚了 第79章 杀人不眨眼 鸾秀院里传来男子隐忍又痛苦的叫声 那叫声淒厉非常 让路过的下人纷纷腿软 看都不敢看一眼 就匆匆跑过 似乎 还带着呼呼的鞭打声 二小姐 西梁公主索琳郎求见 躺在外间榻上 一边啃着苹果 一边惨叫地 陪货扔了半枚苹果 将散乱的头发盖住脸 自觉地把手套入院子里 那人形木桩的绳结里 等索琳郎被请进来时 看到的就是被绑在木桩上 衣服已经被鞭子抽破 露出里头带血伤痕 嘴里还在滴血地陪货 索琳郎性木原争 冲到沈飞鸾面前 能看出来他 极力控制着自己 马上就要失控的情绪 皮笑若不笑道 沈飞鸾 大叶皇帝昨夜明明答应 把这个奴隶送给我了 为什么今日我去要人 他们却说人 已经到了荣国公府 你敢同我抢人 你这不是废话吗 沈飞鸾白了他一眼 扔掉手里的长鞭 人都在我这儿了 你说我敢不敢抢 桑鱼也一副刁蛮奴才的样子 双手插腰 上下打亮锁琳郎 不就是个附属国的公主 也敢跑来我们小姐面前叫嚣 就连永固公主见了我们小姐 也要退让三分 你算了什么东西 桑鱼心中怕怕 可小姐说了 要激怒西凉公主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狗奴才 锁琳郎疼的一下跳起来 甩出袖子里的暗器 就要取桑鱼的性命 当 飞刀与银针碰撞 小巧的银针落地 飞刀却没有停止 直直插入锁琳郎的发迹之中 吓得她的婢女尖叫着 扶住公主殿下 放肆 大胆 你们竟敢谋害西凉公主 我要上告你们的皇帝陛下 让她砍了你的头 啪 沈飞鸾直接赏那 郭造的婢女一巴掌 恶人先告状说的 就是你们这种雕奴 好好的一个公主 被你们叫唆着 来戎国公府撒野 记好了 我再说最后一次 这里是大叶朝的国土 不是你们西凉 我打我的奴隶 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来人 把他们给本小姐扔出去 西凉人当年就是被沈飞鸾的祖父 老容国公打得俯首称臣 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 割地裴里 最后成为大叶的附属国 好不容易等老国公战死 才刚有点要毁约叛变的苗头 又被沈飞鸾的爹爹 按在地上摩擦 再次表忠心 裴里割地 签下附属国条约 近百年之久 西凉公主总和自己过不去 不一定只是因为二人出剑时 就发生了冲突 更多的是 得知她是戎国公之女之后 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 才处处与她为敌 甚至想杀了桑宇泄粉 极其暴虐 性格偏激 很耗力 用 锁琳郎的婢女 被扔出戎国公府的大门 不少人都看见了 不用怎么散播消息 宫里头很快就知道了 老皇帝在白纸上 写下一个粗犷的狂字 满意地笑了笑 欲想令其王 必先令其狂 她看沈飞鸾就挺狂 这很好 还要再狂一点才好 一夜之间 沈飞鸾恶毒凶悍的名声 传遍整个夜都 陪货身上的伤 已经全部处理好 其实也就是看着下人 除了那日 被老虎打伤的重一点之外 其余全都是皮外伤 就连沈飞鸾 当着皇门侍郎踩踏踏实 也没用多少力气 她会吐血 是因为嘴里 本来就含了一个血包 此刻她坐在外间 与沈飞鸾一同用饭 为顾忌她的伤势 饮食都很清淡 还有些不血义气的药膳汤 她发自内心地 露出一个极淡的笑 冷宫多年 她都已经习惯与恶狗夺食 吃康厌菜 哪怕只是演戏给那些人看 也吃够了猪狗 都不吃的干水饭 易容之后 出宫的每一次都有药室在身 她也没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而这满满的一桌美食 已经是慕容氏反贼囚禁 她八年以来 第一次与人干干净净地 被放在心上照顾的第一顿饭 她没有说话 安安静静地吃着面前的菜 沈飞鸾见她低着头 气质金贵 只加自己面前的菜肴 于是加了一只扶桑进贡来的鲜虾 放进她碗里 听说扶桑那边 如果有人受伤 都会吃海鲜 说是可以补什么东西 你多吃点 伤势才好得快 身体就是本钱 大仇未报 沈飞鸾可不想她早死 场面有些温馨 陈静愁在暗处偷抹泪 黄太孙已经很久 没有被人这样对待呵护过了 果然 二小姐是喜欢殿下的 殿下对二小姐的一片真心 也没有错付 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将来他们成婚 生了小主子 也不知道会像皇太孙多一点 还是像二小姐多一点 二小姐 老太君那边的陈嬷嬷过来了 说是老太君 想接您过去问话 大抵是听到了什么疯言疯语 来找她证实了 应这院子里多了个陪货 除了她自己的人 旁人都只能在院外通传 不许进钱来了 不过现在的鸾秀院 一股子浓重的血腥味 旁的下人都不敢靠近 就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晚上做噩梦 更怕二小姐一怒之下 杀人灭口 现在外头传得可凶了 说容国公府的二小姐沈飞鸾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就连前朝皇太孙落到她手里 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半死不活了 受洗堂 老太君辅着胸口顺气 外头那些人怎么回事 亲眼见着了吗 我家南南那么善良柔弱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是他们嘴里 那穷凶极恶之人 派人给我去查 看看是谁在煽风点火 推波助澜 我老太婆非要把他们抓起来 让他们知道知道 我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谁惹咱们最可爱的老太君生气了 桑鱼打连 沈飞鸾笑着走过去 窝在老太君怀里撒娇 谁敢惹祖母生气 喃喃去揍她 老太君搂着她 一口一个乖乖喃喃 外面那些传言你竟不知吗 传言 沈飞鸾抬头看着她 祖母是说 他们都说我是大魔头 呸呸呸 老太君称怪地瞪了她一眼 什么大魔头 我家男男是小仙女 第八十章 心疼 沈飞鸾理了李祖母的裙摆 将她挂在腰间的顶级绿翡翠 抓在手中把玩 祖母不必理会那些传言 他们口中的我 就是我想让他们知道的我 老太君皱眉看了她半赏才到 难不成是你自己传出去的 沈飞鸾点头 千秋宴上 孙女已显露于人前 皇上忌惮爹爹 定会为孙女指一门不利于爹爹的婚事 孙女不愿 所以 将恶毒的名声传出去 由西凉公主去 传得越恶毒越好 这样 大叶朝就没有哪个世家 敢娶她沈飞鸾了 老太君沉色片刻 咬了咬牙 那这样还远远不够 明日祖母 要去参加一个品名宴 你带上皇太 带上陪或一起去 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看谁先露馅了 以老太君的身份 她参加的品名宴 规格肯定不低 参与者不是哪个侯府的老夫人 就是那个伯爵府的大夫人 也有同老太君一样 邪孙女孙子前来的 品名闲聊之余 也说说家常里短 让几个小辈们 自己到一边去玩耍 有点类似于相看的意思 不过这都是长者心疼自家小辈 想让他们挑个自己重义的 不搞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那一套 只要两个小孩自己有异想 就可以互相往来 带生了情愫 两家人再说亲事 若是不成 就当交了个朋友 不会有人提起 他们曾经相看的是 梳妆镜前 一道穿着性色紧袍的身影歪坐着 在童镜前描描画画 沈飞鸾戳了戳对方的肩膀 你好了没 那人回过头 桑雨和春眠吓得大叫一声 跌坐在地 只见陪霍那张俊美的脸上 一道长长的疤痕 从左边额角 斜穿整张脸 一直延伸到了右下额角处 疤痕翻开 露出里面的皮肉 血液与肉体粘连翻滚 红肿不堪 吓人的紧 沈飞鸾是知道陪霍的人中 善易容者有知 却不知最会易容的 是他自己 他伸出手指 摸了摸那道猙獰的伤疤 又用手抠了抠 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甚至在他上手的时候 陪霍的脸和眼睛都红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 把他抠疼的 沈飞鸾下意识地将伤口按了按 在他脸上摸了摸 试图让他眼眶中的红色退下去 陪霍脸上洋洋地 抬手抓住他的手腕 将他拉进身前 低声道 别摸了 不疼 是假的 可 那天帮他处理身上的伤口 他的背上和胸膛上 心就伤痕交替 一条条疤痕像蜈蚣一样遍布 从小到大 从细到粗 没有一块好肉 原来 他说了 永固公主喜欢折磨他是真的 不只是永固公主 还有八皇子 六皇子 二皇子 宫里随随便便的什么太监奴才 都可以欺辱他 脸上这伤疤 他说不疼 可沈飞鸾的新衣 就小心地抽痛了一下 就算现在是假的 曾经受的那些伤 总是真的吧 他抽回手 装作不在意 陪货 我们会为自己报仇的 一定会 这一点 陪货向来深信不疑 品名验射在夜兜中心 最繁华的地段 达官贵人最爱的茶园 芙蓉园 百花楼的异记娘子们 拨弄着琴弦乐器 难得的是 还有乐师在敲钦筒锁住的边中 叮叮当当的声音 十分清脆好听 也很符合品名验的调性 观意之中 索琳郎听说 沈飞鸾要去芙蓉园 立马就跟红禄寺的官员说 他也要去 西凉公主对大夜朝的茶道有兴趣 要去参加品名宴 说出来 谁也无法拒绝 红禄官员只能派人去 告诉承办人一声 就由着他去了 陈王劝他 不要浪费时间在陪货身上 千秋燕已经结束 还是早日回西凉为后 省得给在王多德的王兄添麻烦 我听硬嬷嬷说 对方是荣国宫的嫡次女 向来虎妇无犬女 我劝你不要在他的地盘 和他硬碰硬 锁琳郎没达到自己的目的 又怎么甘心罢休 二王兄冠会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大皇兄如今贵为西凉王上 我若是替他除了荣国宫 杀了他的女儿 定会为我骄傲的 芙蓉园 老太君到的时辰不算走 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 那些小辈们 在各位老夫人的身边 规矩地站立着 直审飞鸾满身富贵 坐眉坐相地 已在老太君身边 身后还跟着一个 身着黑衣的护卫 有人不满道 这里都是女眷 沈二小姐带着护卫进来 不太合适吧 沈飞鸾懒懒抬眸 原来是许久不见的芳如梦 顺天府府影之嫡女 后来的如贵人 沈飞鸾直接摘掉陪货的帽帽 露出那张极具美感 但是被暴力破坏的俊美容颜来 完全没有遮掩的伤口 歪歪扭扭地爬在他的脸上 看着都肉疼 在场之人 无不被沈飞鸾的大胆所震惊 她不是护卫 是皇上赏给我的奴隶 奴隶是主人家的财物 我带自己的财物来 有什么问题 芳如梦的祖母 拉着她的袖子 让她退到身后 忘了你爹 怎么关你禁闭了吗 自几个月前 在国子健与沈飞 与沈飞鸾起了争执的事 传回芳家 芳如梦已经被关在家里 好几个月没出门了 这回儿子 她也不敢太放肆 西凉公主道 刷 芙蓉园的管事 才带着这位小祖宗 进入芙蓉园 那西凉来的小祖宗 就直接出手 和他们夜兜的小祖宗 打了起来 锁琳郎都要气疯了 他视线锁定在陪货的身上 被那寸长的伤疤 刺激得都快失去理智 两道同样火红色的身影 在园中相交 使用的武器 也都是鞭子 双方长鞭舞得虎虎声威 异己们抱头鼠窜 纷纷远离 这就是不带护卫的 不便之处了 都没人能上来拉个架 旁的老夫人 想让老太君制止 老太君却道 我家这个孙女 被他爹宠坏了 我这老太婆的话 他是不听的 不让他们打个树赢出来 咱们这品名宴 是没法办了 众人只得在心里付匪 荣国公宠女儿 我们都知道 但你老太君比荣国公 只怕更加纵容了 第八十一章 相约 两条长鞭 在空中纠缠成一条直线 两端分别站立着 沈飞鸾和锁琳郎 那端锁琳郎 试图用力将鞭子扯回来 沈飞鸾先是也用力 将鞭子绷得笔直 随后快速松手 啊 锁琳郎大叫一声 整个人向后倒去 摔了一个结实的屁股蹲 痛得他半天都没站起身来 沈飞鸾朝着陪货吹了的口哨 把本小姐的鞭子捡起来 曾经众人渴望而不可及的皇太孙 竟被他训得像条狗一样 弯下了高贵的脊梁 替他捡起了长鞭 如奉神明一般 将鞭子递到了沈飞鸾的手中 锁琳郎本就喜欢陪货 极度之下 竟将发尖银针拔出 对着沈飞鸾飞射而去 而沈飞鸾早就见识过他的暗器 一直防备着他 他手刚甩出去 沈飞鸾就拉着陪货向前一挡 陪货为了活命 弯腰下痒 双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也不知怎样 那些银针全部到了他手里 再弹飞出去 刷 锁琳郎这么多年 用银针暗杀了百十人 都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居然会被自己的暗器所伤 脸颊上火辣辣的疼 被银针刺破的皮肤瞬间灼烧 流出黑色的血来 他立马用沙粒盖住脸颊 吃下一颗解毒的药丸 沈飞鸾嘖嘖了两声 果然是非我足类 形势也格外下作 打不赢我就扔毒暗器 琳郎公主 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众人心想 你和西凉公主也不遑多让 居然抓着身边的人 给你挡暗器 那要是那人 恰巧不会武功 不是必死无疑了吗 当下陪着自家长辈 一到来的那些少年 就都纷纷摇头 自己娶妻 可千万不能娶这种心肠狠毒的 不然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沈飞鸾啪的一下展开长边 你想要我的命 我就要你半条命 这很公平 芙蓉园里 只听见西凉公主的惨叫声 待红卢寺的接待官收到风声 把锁琳郎带回去的时候 他的身上 也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 到处都是犯着血猪的鞭痕 一场品鸣 沈飞鸾的暴力名声 越发传得沸沸扬扬了 哗啦 全身剧痛的锁琳郎 摔碎婢女送进来的汤药 目光很毒 沈飞鸾 我要你死 他虽然才来夜都不久 但已经听说了沈飞鸾和八皇子的侧飞 现在是树飞了 他们之间不合的传闻 特别是千秋燕那天 郑北王和柳树飞的娘亲 被众人非议 郑北王愤然离席之事 仍是众人谈论的焦点 去联系郑北王 就说西凉公主想跟她合作 杀了沈飞鸾 鸾秀悦 裴霍将脸上的伤疤撕下来 放进小木盒中 洁白如玉的脸上 只剩几分亲子 还未退去 锁琳郎此人牙子必报 你今日伤了她 她肯定会找你报仇的 最近出门要小心 沈飞鸾点头 若我杀了西凉公主 西凉王会造反吗 裴霍笑着摇头 他们想造反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由你跌阵压着 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这几年 他手中有我边境 大叶子鸣的数百条人命 只不过平日里 他在西凉王亭中不出 大叶的将士们 又无法攻入王都 使臣过去交涉 西凉王各种避重就轻 就是不肯交出锁琳郎 才让他嚣张至今 沈飞鸾杀星顿起 那他不来找我 我也是要去找他的 还以为叶都是西凉的边境呢 怪不得他这么不把人命当回事 动不动就要杀人 原来是个惯犯 他只是不把大叶 朝百姓的命当命 小姐 八皇子 八皇子来信 约您在相思山一见 桑宇将信交给沈飞鸾 心中忧虑 小姐 他为什么约你去相思山啊 相思山的信花名气很大 如今过了花期 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了 那里是沈飞鸾 与慕容宅的定情之处 也是沈飞鸾上辈子的葬身之所 总之不会约我去回忆往昔 渣男要是敢再恶心他 他就要 让渣男付出更大的代价 左右他现在已经放飞自我 背负恶女之名 他也不介意再离京叛道一点 第二日 陪货有他的事情要忙 借着沈飞鸾出宫来 他也不是出来故意受虐给老皇帝看的 他要做的事 一旦成了 慕容家的江山根基 就会被彻底动摇 沈飞鸾不问他 给他足够的信任与空间 独自去了相思山 当然 只是别人以为他是独自去的 暗卫们都躲藏了起来 已然入秋 相思山显得格外萧条 沈飞鸾一路走 那些以为已经遗忘的 过往与慕容宅之间的美好回忆 就清晰地浮现于眼前 他为了他放弃皇子的尊贵 下河摸鱼 亲手拷给他吃食说 鸾儿 有时候我真想不当这个八皇子了 咱们俩就在相思山安家 过着南耕女之的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岂不美哉 他以为只是他一时的感慨 没想到不久后 他再带他来 山腰上就多了一座 清幽雅致的小竹屋 竹屋附近苗宇花香 屋后还挖了很大一个池塘 池塘里全是可以垂掉 上来食用的活鱼 这让沈飞鸾生出了一种 这个男人 是真的想跟我在这里 过一辈子的想法 他嫁给他的头两年 慕容宅百忙之中 也会抽出时间带他出宫 在小竹屋里住上半天 后来 他谈了谈眼角的泪花 后来慕容宅坐稳了皇位 前朝后宫一片祥和 堂堂皇后被妃子构陷 皇帝却始终站在妃子们那边 斥责他心肠歹毒 无容人之量 他们说他谋害皇寺 与承恩侯私通 其最当诛 他们说 荣国公勾结承恩侯府 国公府上下三百条人命斩首 荣国公本人流放惨死 他到死之前 都抱有一丝幻想 以为慕容宅会放过他和孩子 所以才逃来了相思山 这个只有他们二人知道的 世外桃源 结果呢 结果就是他亲自带着铁骑 领着柳翩然 找到小竹屋 生剖他的孩子 将他们母子二人烧成了焦炭 午夜梦回 沈飞鸾想到 那个孩子就痛彻心扉 他死在亲生父亲的无情之下 第82章 别逼我 小竹屋里的声音 将他的思绪拉回 那泛着柔软光芒的眼睛 立马冷映起来 孩子啊 你在天上看好了 看娘亲为你报仇雪恨 沈飞鸾站在竹屋外头 再不肯往前一步 屋子里的人没办法 只能自己走了出来 慕容宅一袭白衣 如翩翩公子 清朗艳绝 仿佛回到了 他为他摘风筝的那一年 沈飞鸾冷冷一笑 八皇子这是做什么 我以为千秋艳后 我们已经撕破脸了 我不信你说的 慕容宅走近他 坦然一般深呼吸一口气 鸾儿 我承认 一开始接近 你是不怀好意 对你万般设计 都是因为我迫不得已 皇位之争比你想得更加残酷 我要是不先出手 死的就是我 鸾儿 那晚之后 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发现我真心爱的人只有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杀了你 再杀了你父皇和母妃 颠覆你慕容家的江山 再跟你说原谅我 你会吗 他眼中的恨意 几乎化为实质 像尖刀一样 划破慕容宅的心脏 令他呼吸困难 可我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了 慕容宅想不通 我是算计了你 可有哪次算计成功了的 反而是我 被你一次次设计成如今这样 明日就要被发配去延州了 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夜兜 我受的惩罚还不够吗 不够 沈飞鸾瞪着一双仇恨的眼睛 慕容宅 这哈哈 远远不够 你带给我的伤害 你算计不成 是你自己没本事 我能算计到你 是我的能耐 你不服也得服 他扶着竹屋上楼梯的扶手 不让自己的身子颤抖 让我来告诉我你为什么 因为你肮脏丑陋 满腹算计 狠毒又自私 你从来不爱我 你只爱你自己 今日是你对我的种种设计不成 你才放低了姿态 求我 如若你的算计都成了 你会打压我 贬低我 让我每日活在痛苦之中 你会杀光我容国功夫的人 会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 而杀了我 还有我的孩子 我不会 慕容宅抓住他的肩膀 软儿 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 你不要信他 他在离间我们的关系 我做梦梦到的 他满眼痛苦地指着竹屋 就在那里 你让你的亲卫将我推倒 任由柳翩然吩咐桑雪 将我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烧死 一并 连着我一起 我和我的孩子 连着这竹屋 全都灰飞烟灭了 简直是无稽之谈 慕容宅皱眉 梦境里都是虚无的事情 你怎么能就这样给我定罪 沈飞鸾不耐烦地推开他 如果你今日是带我来回一往昔的 那恭喜你 你成功地 让我更加恨你了 因为曾经太过美好 美好的和他凄惨的结局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所以让他更加痛恨他的虚情假意 逢场作戏 慕容宅好说歹说 沈飞鸾一点软化的迹象都没有 他眯了眯双眸 鸾儿 你别逼我 我逼你什么了 沈飞鸾警惕地后退两步 自己没本事 堂堂正正地把皇位迎来 就想着踩着女子的尸骨上位 你算个什么男人 你的下作 是你与生俱来的 我逼你什么了 和他废话那么多 做什么 突然 竹屋里又走出来一道人影 八皇子 成大使者 不能妇人之人 杀了他 免得他总坏咱们的好事 是镇北王 他一声令下 杏花林里就出现许多黑甲侍卫 慕容宅如前世一般 背过身去 不再看他 沈静愁 没有出现 怎么回事 黑甲侍卫一步步凑近 桑宇本想挺身上前 却见他家小姐手腕一翻 一把匕首就出现在手中 他抓住八皇子的肩膀 就将人挟持在手中 匕首横在八皇子的脖子上 皮肉已经被割破 流下鲜血来 他毫不畏惧 与镇北王对视 让你们的人退开 镇北王英智的眼底 透着浓浓的危险 慕容宅被刀比着脖子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皇叔 救我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桑宇跟着小姐 一步步向后退 相思山地形复杂 就是慕容宅 也没摸清楚过 沈飞鸾想借地形逃脱 虽然不知道 沈敬筹去了哪里 但他不在 定是有缘由的 说不定就是镇北王知道 他有暗卫 才故意把沈敬筹和他的兄弟们都引开了 护卫们 沈飞鸾宁可不要他们过来 因为镇北王的黑甲军 虐杀普通护卫 根本不在话下 镇北王控制着距离 即不让沈飞鸾觉得压迫 也不想让他真的从自己手里逃脱 小姐 身后便是一出断崖 他们退无可退 沈飞鸾心一横 一刀扎在慕容宅的后背 整个匕首都没了进去 在一脚踹在他的后腰上 让他扑倒镇北王 而后 拉着桑宇的手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慕容宅后背一阵剧痛 恍惚奸人就倒在了镇北王身上 沈飞鸾扎完那一刀 根本都顾不得去看他的死活 断崖下是一处寒坛 摔不死人 他才跳下来的 这里是他无意中发现的 就连慕容宅都不知道 断崖下是什么 因此 镇北王自然也不敢往下跳 只能命人找下牙的路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否则 等沈飞鸾逃出相思山 回了荣国公府 估计死的就是他了 荣国公那个老匹夫 可不会管什么大业律法 他设计杀他的女儿 他就一定会让他再也回不去封地 桑宇不会浮水 落下寒潭 就被冰冷的潭水 刺激得腿抽筋了 沈飞鸾从水中冒出头 左右看了看 找到正在挣扎的桑宇 想要把他拉起来 但一个不会浮水的人 落入深潭之中 本能的求生 欲使他手脚并用地扑腾 沈飞鸾刚靠过去 就被踢了一脚 在水下又被桑宇抽筋地脚踩了一下 呛了几口水 才又艰难浮出水面 桑宇 他游过去大喝道 你再这样乱动 我和你都会死在这里 用手搭着我的肩 不要怕 我会救你的 第83章 坠崖 闭着眼睛胡乱揣的桑宇 听到了自家小姐的声音 盲抹了一把脸 眼睛才得以睁开 他不那么激烈了 沈飞鸾才上前拉住他的手 搭在自己肩膀上 双脚上下拍水 放松一些 不要那么僵硬 我们可以要快点上岸 等下镇北王的人就会下来了 虽然很辛苦 但凭着一股子不认命的毅力 沈飞鸾还是坚持了下来 将桑宇就上了岸 主仆二人浑身脱力 气喘吁吁 不行了 小姐 桑宇吐出大口大口的水来 对着沈飞鸾摆手 你别管奴婢了 自己逃吧 奴婢跑不动了 相思山注定就是他的脉骨堤吗 他和桑宇 难道上辈子和这辈子 都注定要死在这里吗 命运难道真的就无法改变吗 陈静愁意识到 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际时 已经脱不开身了 西凉国多胀气 善用毒者可操控蛇虫鼠蚁 背上的老太君已经中毒 生命垂危 必须马上带回国公府去救治 他是被人以二小姐在街上 与人发生冲突受伤的名义骗出来的 若不是皇太孙在护城河 发现老太君被人撞在麻袋里 准备扔进河中 现在陈静愁背着的 就是一具尸体了 老太君身边的护卫 不是被蛇咬了 就是被蝎子蜈蚣攻击了 一个个口吐白沫 剩半口气在 皇太孙不方便出面 但他已经返回戎谷公府 只要坚持到戎谷公带人来就可以了 死 一条毒蛇从身后悄然出现 张开血盆大口就咬 定 定 定 数十枚钢针从遮天蔽日的树冠上 斜插入那些毒物的身体上 差点咬住陈静愁的那条毒蛇 也被钉死在地上 一道曼妙身影从天而降 那张倾国倾城的脸 除了百花楼的花魁阿妩姑娘 还能是谁 公主 陈静愁激动上前 您怎么来了 裴武看了他一眼 从荷包里掏出药丸 给老太君含进嘴里 沈飞鸾是阿霍的救命恩人 我多关注他一些 也是应当的 那日 要不是沈飞鸾把陪货从老皇帝手里要出来 大概率是活不过第二日的 理由都是现成的 因为斗兽伤势过重而亡 荣光大藏 已经是慕容老皇帝 给陪货最好的下场 他身后还有许多美貌的女子 此时挥舞着刀剑 斩杀着周围的毒虫 任谁也想不到 这些娇滴滴的姑娘 曾经都是陪侍皇朝 被颠覆之后的落难贵女与宫女 陪武护着老太君 得快些送回荣国公府 我给的丹药 只能延缓毒性 至于荣国公有没有能力救老太君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公主 您看见沈二小姐了吗 陪武目光闪了闪 想起自家阿弟说起沈飞鸾时 不自觉的柔和神情 坚定地摇了摇头 没有 国仇家恨未报 何以谈感情 沈飞鸾是敌室友 还未可知 他不能冒这个险 陈静愁没办法 只能背着老太君 飞快地往荣国公府而去 实在找不到二小姐 就只能让荣国公派人去查了 毕竟是他的女儿 他应该比他们有头绪才是 陈静愁的人 护着老太君离开 躲在暗处用药物操控毒物的干兽老者 直接被一根钢针射穿脑门 被钉在树上 陪武收回手 满脸的冷漠 带着百花楼的姑娘们 又消失在树林中 荣国公府老太君中毒的消息一事 惊动了宫里的皇帝 不用荣国公进宫去求 他便派了太医院 只给皇帝整脉的院守出宫 去为老太君解毒 沈兰婷抓住陈静愁的衣领 你们怎么保护 我妹妹的 她不见了 你们还要来问我们 陈静愁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自己被对方用老太君掉虎离山了 是事实 当时的情况是 皇太孙有要事在身 无法脱身 他又被人引着 找到了在护城河边的老太君 只能救尽原则 先把老太君救下 谁知穿过密林时 又被毒虫暗算 若不尽早赶回国公府 老太君必死无疑 现在不是追究对错的时候 起码他们救了你祖母的命 容国公还算冷静 去把四春找来 问问看二小姐出门时 有没有交代 封锁消息 对外就说 二小姐病了 即日起不见客 他家轮儿不是心中没有成算的人 又死过一次了 应当有给自己留后手 入夜 山林之中传来几声狼嚎 无数黑甲军终于找到了来路 穿过荆棘 找到了寒潭处 朕北王眼睛犀利地扫过干涸地面上的水渍 证明那主仆二人并未走远 黑甲侍卫观察着水渍 顺着方向 王爷 他们往那边去了 慢着 朕北王抬手 在脑子里捋了一遍 沈飞鸾不是没有脑子的蠢女人 否则也不会把八皇子耍得团团转 他们从上面下来 费了不少时间 这会儿 大概都已经跑远了 岸边的水渍 是他们故意留的 朕北王摸着下巴沉思 对黑甲军道 走没有水渍的那边 去找 如果他是沈飞鸾 一定会做点什么 误导他们 黑甲军眼神先是不解 后双目发亮 王爷英明 寒潭下方 一处被灌木挡住的山洞里 沈飞鸾和桑宇紧紧地靠在一起 浑身湿透的两人 被动得瑟瑟发抖 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直到所有的脚步声全部显示 桑宇才劫后余生地苦笑了一声 小姐 他这叫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沈飞鸾率先从山洞里挤出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水 聪明的人总是想太多 更聪明的人却知道 怎么利用聪明人的头脑 走吧 咱们下山去 着实时 郑北王想太多了 有水字的那条路 他怀疑是沈飞鸾故意洒上去的 没水字的那条路 他也觉得是沈飞鸾做出的假象 权衡之下 他觉得沈飞鸾模拟可自己的思维 所以反向去揣测沈飞鸾的思维 当他开始揣测沈飞鸾时 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 郑北王把心思都放在了沈飞鸾 到底走的哪条路上 却忘记了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84章 重剑 等走出去已经很远很远了 郑北王才反应过来 自己上当了 在返回寒潭时 沈飞鸾和桑宇已经不见踪影 他咬牙 他们一定是原路下山了 给本王追 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黑甲军立刻追了上去 沈飞鸾跑得再快 他也只是一个弱女子 又带着桑宇 更加拖延了时间 驾驾驾 深夜 数十骑兵从荣国公府的后门奔出 快到踢翻了周围摊贩的摊子 也未停下 好在夜已深 街道上的摊位不比白天那么多 荣国公府的下人追在后头 对不住对不住各位 相思山出现了一群拦路杀人的土匪 八皇子都遇刺了 我们国公也领着兵去剿匪的 你们这多少钱 我们照价赔偿 八皇子遇刺 昏迷不醒 听说一把匕首 直接从他的肩胛骨穿刺到了胸前 太医们拔刀都很困难 稍不注意就会刺破心脏旁边的血管 可见匪徒凶狠 是要快些把凶匪都搅干净 明年开春 他们还想看满山杏花盛开呢 秀 带着道次的飞剑射入沈飞鸾足间一寸 他猛地停下脚步 将桑宇推开 找地方躲起来 那些人的主要目标是他 桑宇跟着他 反而危险 关键时刻 桑宇不敢犹豫半分 在一块巨石后蹲了下来 又忍不住露出眼睛 去确认自家小姐的安全 十几匹黑色的骏马 将沈飞鸾围了起来 身上还带着边伤的西凉公主锁琳郎 一脸的坏笑 围着沈飞鸾绕圈 没想到吧 本公主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了 啪 长鞭落在沈飞鸾身侧 像是故意戏耍他一般 迟迟不落在他身上 你怎么不哭呢 你要是哭着向我求饶 有很机会抓住他甩过来的鞭子 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狠狠一拽 就将他拉下马来 狠狠摔在地上 该哭的人 是你 啊 锁琳郎惨叫一声 给本公主杀了他 把他剁成肉泥喂狼 立刻有人将锁琳郎带出包围圈 秀 一只冷剑飞射过来 这次距离太近 沈飞鸾逃无可逃 只能用手臂格挡在胸前 挡住自己的要害部位 那只带着稻刺的剑 几乎射穿他左手的整个小手臂 痛得他攻下身去 哦 马群让开一条小路 露出后头 被铁锁牵住的两匹野狼 闻到血腥味的野狼 赤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锁定沈飞鸾 四肢在地上挠出一个坑来 显然是恶极了 一个面上盖着黑纱的少女 在野狼的鼻子前 撒了什么东西 而后吹响手里的玉霄 那两匹狼就跟发了风似的 朝着沈飞鸾冲了过去 小姐 不要 桑宇肝胆剧烈 再顾不得许多 飞奔向自家小姐 将他猛扑在身下 桑宇 他扑过来的同时 西凉侍卫也打开了 束缚野狼的铁锁 两只野狼疯了一样的 对着桑宇的背 张开了血盆大口 沈飞鸾用力推开桑宇 强忍着手臂剧痛 大叫了一声 将那只冷铁剑 从手臂里拔出来 连带着剑上的道刺 还勾下了一小块碎肉 说时迟 那时快 野狼已经奔至身前 沈飞鸾右手 飞快将箭头竖起来 直接送进 其中一只野狼的嘴里 野狼以为 美味的猎物到了嘴里 用尽所有的力气 一口咬下 结果被刺穿上额 躺在地上嗷嗷惨叫 另外一只野狼 匍匐在地 发出愤怒的呜呜声 身上的毛发 全都竖了起来 而他的爪子底下 按着的正是丧语 欲销声还在继续 沈飞鸾看得出来 室内面带黑纱的少女 在控制野狼的行为 索灵狼对于他的男杀 表示非常不满 推开侍卫们道 沈飞鸾 跪下向我求饶 我就放了你的丫鬟 小姐 你别管我 西凉蛮子 不过我们大夜朝的奴隶 是我们国公爷的手下败将 也敢大言不惭 让我们小姐下跪 我怕你没那个福气 承受得住你祖宗的一败 西凉公主歹毒又愚蠢 千方百计 想折辱他家小姐 桑宇都被激出了 几分血性来 桑宇 今日你我主仆若注定命丧于此 我也绝不会丢下你一人不管 黄泉路上 咱们有个伴 杀了他 野狼在桑宇的脖子处嗅了嗅 确定这是自己的猎物后 心臭的大嘴张开 贼子受死 轰隆隆的马蹄声 传入沈飞鸾耳中 他全身的戾气都被泄干净了一般 整个盆摊坐在地上 大队人马急驰而来 为首的 正是 老当义壮的荣国公 他满脸的杀气腾腾 身后一只从百万大军中筛选出来的精锐小队 一个个面带杀气 令人望而生寒 如雷贯耳的声音之后 一柄长枪以雷霆万军之势冲射过来 插进锁灵狼的腹部 连带着他的身体都倒飞出去 被钉在了树干上 按着桑宇的那只野狼 狼头也被射成了筛子 倒地而亡 而那只长枪 将树干都对穿了 西凉的士兵们 个个都慌了神 被荣国公身后的精锐小队 屠杀殆尽 连对打都没有 是真正意义上的 单方面的屠杀 锁灵狼还没死透 低垂着头颅 没有力气抬起来 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你们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 我是西凉公主 正 沈飞鸾抽出一旁骑兵腰间长刀 手腕翻飞间 就朝着锁灵狼的脖梗而去 等等 荣国公抓住他的手腕 掐住锁灵狼细嫩的脖子 交出解药 饶你不死 太医院的太医 来了七八个了 个个都说无药可医 让他准备后事 老太君一死 荣国公就要丁忧三年 不能再上朝 虎服也要上交 卸了萧永军大将军的职务 贤富在家 为老太君守孝 皇帝打的什么主意 荣国公一清二楚 不是无药可救 是就算是有得救 皇帝也不会允许他们救 沈飞鸾捂着自己流血不止的左臂 解药 谁中毒了 锁灵狼节节节的怪笑 你祖母 他快死了 第八十五章 妇黑妇女 沈飞鸾眼神一致 因愤怒而瞪大了双眼 眉间杀气一闪 挣脱荣国公 并没有怎么用力的大手 一刀刺进锁灵狼的心口 既然你不打算交出解药 那就去死吧 对祖母动手 他绝不容忍 锁灵狼绝对没有想到 沈飞鸾下手竟如此的快准狠 那双总是盛气凌人的眼睛 大大的瞪着 失去了所有的光彩 杂乱的脚步声从下方传来 荣国公松了一口气 是陪货 追杀沈飞鸾时 很是神气的郑北王 脸上身上都是血污 被裴霍和陈静愁 五花大绑了起来 扔在了沈飞鸾脚下 你受伤了 就连荣国公一时之间 都没注意到的伤势 裴霍一出现就发现了 他轻轻抓住沈飞鸾的左手 不敢抬起来 观看伤口之后 将他的衣袖撩起来 那破开的大洞 不停地往外流血 虽然还没彻底穿透 但也好不了多少 沈飞鸾的脸色 越来越苍白后 他看郑北王的眼神 就已经是在看一个死人了 陪货撩开自己的衣袍 将纯棉的礼衣袍子 撕碎成一条条的 将他的手臂上下 挤出血脉位置 全都包扎起来 再让陈静愁 砍了一根竹子 分披成两半 用布条子固定 做了一个简易的支架 将他受伤的手 掉在身前 做好这一切 郑北王都 已经向荣国公求饶过一轮了 他是愿意为了僵士 做任何事 但是这个任何事 是在他自身 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 才做数 他也不是西凉公主 那个傻子 死到临头 还在那里 要争没用的意气 沈飞鸾不急着处理 镇北王 踢着刚刚才斩杀过 西凉公主的长剑 走向那个 被压在地上的 黑色面纱少女 放开他 那少女瑟瑟发抖 手中欲消已然断裂 周围全是 西凉侍卫的尸体 低血的长剑 指着他的眉心 我祖母的毒 你来捡 使得很利无情 半点都不敢耽误 从腰间挂着的 几个葫芦中 掏出一个最小的 颤抖着地给他 桑宇上前 捏住他的下巴 将药丸塞了一颗 在他嘴中 等了好一会儿 没有中毒的迹象 沈飞鸾才点点头 桑宇收起小葫芦 跑回自家小姐身后 黑莎少女 一双眼睛到处乱飘 沈飞鸾收回长剑的一瞬间 他立马起身逃跑 咕哧 长剑微闪 被沈飞鸾甩飞出去 直直地插入逃跑的少女心口 那少女回头 你说 放 放了我的 沈飞鸾冷笑一声 敌人的话你也信 活该蠢死你 只要你们不杀我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那头 郑北王已经被陪货打得鼻青脸肿 不停求饶 荣国公暴毙立于一旁 我对你的秘密 不感兴趣 不 郑北王又看向沈飞鸾 沈二小姐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沈飞鸾走回荣国公身边 表情与荣国公如出一折的冷漠 我也不想知道 既然这样 那就杀了他吧 蹭的一声 雪亮的 冒着寒光的匕首 从郑北王眼前闪过 不要不要不要 郑北王忙双手 捂着自己的脖子 仗红着脸 尖叫出声 僵尸还活着 他还活着 我的人把他就走了 现在只有我知道他在哪里 杀了我 你们就找不到他了 僵尸 以不足为虑 眼前的 才是真正的麻烦 沈飞鸾冷静地 他吩咐 把他的脑袋割下来 尸体和狼摆在一起 再把西凉公主的尸体放下来 摆在郑北王那些黑甲军中间 荣国公补充道 八皇子不是说 相思山游很凶悍的土匪吗 给郑北王的黑甲军换几身衣服 就当作是郑北王和八皇子 一同上山打猎 碰上了同样来相思山游玩的西凉公主 公主被土匪杀害 郑北王与八皇子御就之 结果双方人马团灭 至于如何解释具体的情况 昏迷的八皇子是唯一在场的人 这烫手山渝就交给他去解释好了 你们 你们 郑北王指着那腹黑阴狠的妇女二人 被他们的无赖无耻所震惊 本王室是皇上的亲弟弟 你们敢 杀的就是你 温热的血液飞溅 陪祸匕首划过郑北王脖肩 他瞪着大大的眼睛 歪头倒下 死之前还在想 荣国公妇女胆大包天 皇亲国妻 异国公主她们说杀就杀 又和前朝皇太孙横泄一气 慕容家的江山还能延续到几时 他是看不见了 荣国公的肖勇军精锐小队 是以剿匪的名义出的皇城 回来时 沈飞鸾和桑宇也换了侍卫们的衣服 混在其中一同回了国公府 奔入府中的那一刻 紧绷的精神终于松懈下来 左手传来的剧烈疼痛 让沈飞鸾眼前一黑 人就歪倒了下去 沈飞鸾 陪获一身暗黑色蓝纹盔甲 飞快地滑跪过去 接住了他的身体 沈飞鸾眉头紧皱 表情痛苦 满脸的汗水 微弱的声音道 疼 陪获脱掉他身上沉重的盔甲 将他受伤的手从护手里拖出来 浓重的血腥味便钻入他的鼻腔 他丝毫没有犹豫 抱起沈飞鸾就往鸾修院跑 边跑还边道 国公爷 您先去受洗堂救老太君 飞鸾这边有我 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荣国公下了马 歪头问桑宇 到底我是你们小姐的爹 还是他是你们小姐的爹 怎么搞得他这个亲爹很没用的样子 桑宇低头 不敢说话 他总不能说 小姐爱慕皇太孙多时 他们两个狼有情 妾有义 就差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那国公爷 肯定会把皇太孙赶出去的 那可不行 他很看好皇太孙 和自家小姐呢 辅国公府 安静月亭下正在绣嫁衣的手 你说什么 卵儿受伤了 丫鬟点头 桑宇姐姐让奴婢不要对外说 只是小姐 您澄清那日 神儿小姐怕事来不了了 奴婢亲眼看见的 一盆盆血水往外端出来 可吓人了 安静月扔下针线 荣国公怎么说 我上门去探望的话 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第八十六章 疑心 荣国公府守卫森严 飞鸾妹妹身边更是高手众多 她居然受了重伤 那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联想到八皇子也重伤昏迷 安静月瞬间觉得 事情不同寻常起来 丫鬟左右看了看 似乎是怕人听了去 走到安静月身边云了几句 荣国公对外宣称沈二小姐病了 奴婢想着 若是小姐 你和承恩侯府的三小姐都不去的话 是不是更加可疑呢 整个夜多的人都晓得 他们三人关系极好 单凡赴哪家宴会 都是形影不离的 可现在沈二小姐病了 虽说荣国公府说不见客 到底他们关系不一般 不去探望 这说不过去 安静月自然懂丫鬟想说什么 她点点头 背马车 我要去看轮 刚走到门口 辅国公便拦住了她的去路 她身后 还有辅国公夫人正式 一脸为难地看着她 不许去 辅国公肃着一张脸 从今往后 荣国公府的事 你和你哥哥都不许去掺和 为什么 安静月面露不减 爹 卵儿病了 我要去看他 对着自己的亲爹 他也没说沈飞鸾受伤的事 没有为什么 我说不许去就是不许去 安静月还欲在争 辅国公怒喝道 你和薛家的婚事再急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千秋宴上你还看不分明吗 皇上已经容不下荣国公了 安静月露出恍然又迷茫的眼神 所以呢 爹爹 您投靠了哪位皇子 他又向您许诺了什么 值得您背弃 与荣国公府上百年的交情吗 辅国公府与成恩侯府一样 都是百年世家 祖祖辈辈都与荣国公府交好 所以他娘才想让飞鸾 做自己的儿媳妇 同样的事情 成恩侯府也在发生 但杨婷玉态度强势 不顾成恩侯的反对 自己驾着马车 拉着杨兴运 到了荣国公府求见 呸 裴公子 桑宇斟酌了半赏 才开口定好称呼 成恩侯府的世子 和三小姐 来看咱们小姐了 沈飞鸾的手用了麻肺散 里面的碎骨 都已经用最坚韧的鱼线缝了起来 可怕的伤口 只留下了一条缝盒整齐 但是猙獰的伤疤 麻肺散的效果 还在 沈飞鸾还在昏睡中 裴霍让开座位 恢复满脸的冷漠 将假伤疤重新贴回脸上 才从窗子里翻了出去 瞬间不见踪影 杨兴运一进来 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 他心疼地摸了摸沈飞鸾的脸 卵儿 我和哥哥来看你了 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啊 杨婷玉更是满脸的一份甜音 是何人这么胆大妄为 敢伤了卵儿 桑宇在一旁回复 听说相思山有劫匪 小姐跟着国公爷一起上山去 结果碰上镇北王和西凉公主的人 不知道怎么怎么碰上劫匪了 我们小姐想救西凉公主 结果被劫匪射了一箭 还是没能救下来人 杨婷玉不关心西凉公主与镇北王 只觉得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的沈飞鸾 让他心疼极了 皇宫里 皇帝正在为沈飞鸾的婚室头疼 只婚给自己的心腹臣子 是不可能的 容国公 他迟早都会想办法出去 可也都那些看似显贵 实则没落的世家顽固 竟然也没有哪家 愿意与容国公府结亲的 皇帝还记得 之前沈家可是一家有女百家求 他还不知道 沈飞鸾已经猜到他的居心叵测 率先一步坏了自己的名声 破了这个局 正恼怒着 又有侍卫来报 说西凉公主和镇北王和八皇子一样 都在相思山遭到了劫匪袭击 人已经没了 尸体正运回皇宫里来 有劫匪的说法 是八皇子的人 把他送回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人说的 可不是出自容国公之口 什么劫匪这么猖狂 敢在夜兜截杀皇子与王爷 还有个西凉公主呢 一瞬间 皇帝想到了 自己派八皇子去延州调查贪官污吏一案的事 难道是夜兜有和延州勾结的官员 得知老八要去延州查办他们 所以先下手为强 想杀了老八 镇北王又是怎么回事 有百姓看到 镇北王是和八皇子一道上山的 至于西凉公主 大概是上山打猎 不小心碰到了那些劫匪 也被一块灭口了 荣国公下山之时 他们的人就已经混上山去看了 现场还有两头野狼 身上插满了西凉人的剑 公主就倒在劫匪的身边 那劫匪手里的刀还插在西凉公主的肚子里 镇北王倒在不远处 头和身体分了架 皇帝多疑 脑子里又想着 八皇子什么时候和镇北王这么亲近了 两人是不是有什么勾结 是不是惦记着他屁股底下的皇位 相比起来 没什么动静的三皇子就老是多了 各宫之间的纷争 因为老太君的中毒 西凉公主与镇北王之死 而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这时候的荣国公府 反倒关起门来 寻天下明依来为老太君诊病 听说沈二小姐 因为老太君中毒昏迷 心急之下也病倒了 一下子 两个最重要的人都病倒了 也难怪荣国公无暇顾忌其他 期间西凉的使臣团要回西凉 对于西凉公主之死 皇帝给了西凉的臣王一大笔补偿 西凉使臣也无法太过追究 毕竟大夜死了一位王爷 还重伤了一位皇帝陛下最疼爱的皇子 世人谁又能想到 荣国公妇女会这么胆大妄为 犯下这滔天大罪后 还嫁祸给根本就不存在的劫匪 顺利脱身 理由还是重伤的八皇子 给他们找好的 西凉使臣回西凉 李君兰一家 也要动身回朔方郡了 原本想着 来夜都为李君兰找一门好婚事安定下来 结果发现 夜都世家之间暗潮涌动 并不安宁的姨母 也不逼迫君兰表姐了 准备带她回朔方郡去定亲 他们一家走的时候 沈兰婷还在国子监念书 听了家婆来报 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但也没有太过在意 十至十一月 远在西域的王甲终于来信 他们已经快到夜都了 第87章 雪灾 沈飞鸾身上 披着厚厚的大肠衣 靠在床头将信燃成灰烬 吩咐陈静愁道 我写一封信 你送去给三皇子 不要让人知道 八皇子已经醒了 皇上念其重伤 派了吏部侍郎萧中云前去延州查案 八皇子留在京都休养身体 当初那一刀扎进八皇子的身体 沈飞鸾要的 就是他去布城延州 年末的雪灾就是从延州而起 前世八皇子虽然没有被皇帝贬斥 但也去了延州 那时的他已经嫁给了八皇子 皇帝想让他立一个大功 封他为太子 案子早就查办妥当 贪污的官吏名单就在八皇子手上 只要他归京将名单上乘给皇帝 延州官员贪污一案就结束了 可他准备回京时 延州爆发雪灾 大雪时日不停 阻断了回京的路 沈飞鸾那时候陪着他被困延州 亲眼看着百姓们的房屋被压榻 穷苦的百姓被冻死 还有一家七八口人 全部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 朝廷的赈灾赢下来 八皇子却中饱私囊 囤银养兵 根本不管百姓死活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繁华的延州都成了一座死城 这一事 他提前把延州贪官的名单 交给了陪货 利用陪货在朝中的人脉 推举了他自己的人为钦差 结局一定会不一样 而且 萧中云也与沈飞鸾见过面了 都是减少伤亡损失的预防补救之策 相信萧中云会处理得更好 他的手伤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养 已经好了很多 但缝合处仍有些红肿 疤痕也未完全消失掉 尽管陪货已经拿了许多 屈疤的名贵药膏给他 但当初那一件伤得太深 疤痕不是那么容易去除的 沈飞鸾本人不是很在意 前世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双手被酷刑折磨得不成样子 疤痕满布 现今只是一道浅粉色的疤痕 还穿在衣服里看不到 已经很好了 安静岳已经和薛小将军澄清 沈飞鸾没能参加 但还是送了贺里去 安静岳也给他回信 说明了没能来看他的原因 大概就是 辅国公已经站上了八皇子的船 要与容国公府打擂台 但他本人与虎卫将军府的态度很坚决 不参与夺敌之事 而且成婚之后 他也不打算留在叶兜 要陪着薛小将军一起去边关 辅国公的选择 沈飞鸾无法左右 但来日八皇子 台 看在好姐妹的份上 他也不会要辅国公的性命 桑宇 我要你爹娘给我找的仓库找好了吗 桑宇点头 原先在城郊的王守财家的宅子 桂花审的说 左右也没人住了 低价卖给了咱们 爹爹干脆就把附近周围的房屋 全都买下来了 打通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仓库 小姐你要放多少东西 都不用担心 煤地不够大 明日我们出去看看 要放的东西确实很多 棉花就已经占了一大半 还有这半年囤下来的粮食 以及动物羽毛之类的 到时候 秀娘们做好了棉衣 也要在仓库里放着 在下雪前 要运到延州 及各个寿灾地 还有一大半 都要卖给朝廷 卖给老皇帝 八皇子最近很不顺 自己被沈飞鸾捅了一刀 差点要了他的命 偏偏他还不能说 苦楚只能自己咽 好不容易搭上镇北王这条线 如今又断了 还有 柳翩然怀孕了 偏偏就是在他已经开始咽弃柳翩然时 他怀孕了 三皇子妃打着皇嫂的名义 每日上门问候 关心柳翩然 把他恶心的够呛 皇帝还夸赞三皇子妃懂事 三皇子更夸张 一车车名贵的药材 往八皇子府里送 担心他的伤势 还上圣安寺去给他祈福 这些事情 不是三皇子做给皇帝看的 而是御史台的言官们说的 据说皇帝还找三皇子谈话 三皇子说 斗归斗 大儿臣与老八都是父皇的儿子 伤了哪一个 父皇都会难过 而臣只是不愿父皇伤心 大夜朝九年 皇帝突然下旨 封三皇子为太子 居东宫 自那之后 沈非鸾与三皇子便不再往来 赵贵妃的人怎么查都查不明白 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三皇子出主意 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被封为太子 太子人选已定 接着就是封王了 二皇子封为千王 六皇子封为岳王 八皇子封为燕王 所有人都在关注皇权之争时 沈非鸾已经悄悄地 将王甲的商队迎了进来 绸缎庄上千个秀娘 日以继夜地 开始缝制棉袄 十二月大雪 年关过后 严州发来急报 严州冰雪灾害 毁坏了凉田 冻死了家禽 好在钦差大人萧中云处理得当 及时清理了百姓房屋顶上的积雪 才没有造成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 只是因着大雪十日未停 严州附近的路都已经不能走了 百姓们遇寒物资匮乏 如果不快些运一些赈灾物资过去 估计会有不少贫苦百姓被冻死 严都也连着下了三日的雪了 鸾绣院中白雪挨挨 银庄素果 分外地醒目 要走了吗 前世就是在这不久之后 陪货带着大军打上门来 是爹爹带兵拦下了他 陪货点头 十二小姐 慕容皇室的国库 就等着你去掏空了 我在严都要做的事 都已经做完了 冰冷的寒风吹在他眼里 仿佛要落下泪来 沈飞鸾笑着点头 陪货 我在严都等你 希望你得偿所愿 这一事 爹爹不会再拦他 他会为裴家惨死的那些族人报仇的 这个送给你 一块龙纹的玉佩 入手还带着淡淡的体温 这是 你先收着 陪货目光灼灼 握着他的手 等我归来时 你再还给我 眼中有些不用言说的感情 在沸腾 翻滚 他不能说 能活着再走到他面前 才能告诉他 这是什么 陪货人虽然走了 但给沈飞鸾留了一份名单 是裴家在朝中的旧城 如今依然认得裴货为主 为此 裴武还和裴货大吵了一架 第88章 放火 第二日 天未放晴 沈飞鸾乘着马车 赶到了京郊的仓库 王甲整个人黑了许多 但明显也撞射了很多 眼睛里的锋芒出路 话语间的见识 已经不是昔日的小账房 沈飞鸾满意地点点头 将棉袄的数量统计一下 后面再运过来的棉花 一定要看好些 天灾之下 人心难测 远处 鬼祟身影悄悄退至远处 才敢骑马狂奔 往燕王府邸而去 以为沈飞鸾不知 实际上 这仓库附近铁桶一般 那探子从靠近这里 就已经落入他的监视之中 这里的物资 是扳倒慕容皇室的关键 沈飞鸾怎么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马车围着仓库绕了一圈 丁烧的人 以为他已经回了荣国公府 实则他换了一架马车 又从后门回了仓库中 他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跟踪自己的人 吩咐陈敬筹和王甲 马六等人 将成交就近庄子上的泥土 用麻袋装一些来 等入夜之后 把仓库整理一番 留出一个小房间的空隙 将麻袋里的泥土灌水之后 填满那一个小房间 陈敬筹不解 主子 咱们这是做什么 沈飞鸾笑了笑 防止别人要害我 所以 我先害别人 走敌人的路 让敌人无路可走 御书房里 已经被封为太子的三皇子上奏 父皇 萧大人的急报中说 百姓缺衣少时 需要朝廷镇灾 国库还要准备边关军需 而陈联系了夜兜所有的绸缎成长铺子 荣国公府的沈二小姐 愿意带头 捐出一千件棉衣和五百弹道骨 如此善举 而陈斗胆请父皇赏赐他 有了沈飞鸾带头 夜兜其他的富商 才会纷纷跟上步伐 皇帝看重的 就是太子这股直爽静 不会跟他来阴的 他不必实时提防儿子惦记 老子屁股底下的龙椅 明知他不喜欢荣国公妇女 却还傻乎乎地给人情赏 但 一千件棉衣和五百弹粮食 却能解朝廷的燃眉至极 皇帝看着太子 你确定他能拿得出来那么多棉衣 太子点头 儿臣已经让人去看过了 沈二小姐说 那些棉衣本是做给萧永军精锐的 但严州突发天灾 荣国公让他把棉衣捐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此举在皇帝看来 有收买明星之嫌 但他也不能说不要 国库因他炼丹之故已然空虚 他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来 总得有冤大头来填这个窟窿 那就等他捐了物资 封他的县主吧 魏国纪做贡献者 当得起一县之主的家风 摆在皇帝暗头的 来自延州的求救奏章 被皇帝朱笔玉批了一个准字 下笔之时 皇帝已经想好 只要沈飞鸾捐出这些物资 他就会逼着沈家 承担这次延州的灾情 所需的所有银两 谁让曾经的荣国公夫人 不然当年大长公主 就是将王爷的儿媳妇了 何至于找了个那么没用的驸马 年纪轻轻就死了 皇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响 百姓们就实在多了 得知了沈飞鸾要捐物资的事 百姓感恩 绸缎庄里的生意都好了许多 这一天的进账 已经超过平日里的数十倍之多 入夜 几个穿着夜行衣的身影 靠近城郊的仓库 但他们很快发现 根本没办法靠近仓库五十步之内 因为到处都是巡逻的护卫 几声鸟蹄从树顶传来 西北方向的两列护卫 互相交换了眼神 于是那几个黑衣人就看见 有一方护卫不小心撞了另外一方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并且越打越凶 越来越偏离了方向 拉架的拉架 打架的打架 最后西北处就这么空了下来 愣着干什么 快 放火呀 哦 冲天的火光于成交亮了起来 喊叫声 打杀声混在一起 好不热闹 沈飞鸾抓了一把黑灰抹在脸上 将衣服裙摆扔在火里 趁着火还没烧到身上来 大叫着冲出仓库 金兆颖的人一看 坏事了 沈二小姐居然在里头 听说他大病出狱 荣国公若是知道有人放火 想烧死自己的宝贝女儿 可就惨了 救命 救命啊 沈飞鸾冲出来 那火苗都已经窜到腰间了 他的发尾烧焦了 倒在地上滚来滚去 才终于让火苗熄灭下去 哎哟 哎哟 他躺在地上哀嚎着 金兆颖都不敢动他 就怕他烧伤了哪里 桑宇哭天枪地地 抱住装晕的沈飞鸾 小姐 小姐你醒醒啊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小姐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想烧死我们小姐 放火的几个黑衣人 已经被抓住 压到了金兆颖的面前 他怒目而视那些人 说 是谁派你们爱放火的 滚滚的浓烟呛鼻 沈飞鸾缓慢睁开眼睛 看着漫天大火 突然哭了起来 这可如何是好 这是太子殿下 要运去沿州的 赈灾棉袄和粮食 皇上已经下旨 让我们明日送去公布 拿什么送啊 放火之人 简直桑尽天良 就这么见不得 百姓过好日子吗 一定要大家都 冻死饿死才甘心吗 一声声的质问 令在场的金兆府官员 更加痛恨放火之人 这可是赈灾物资啊 他们怎么敢的 大半夜的 皇帝正搂着怀里 心静的宠妃 睡得正香 一阵急促的呼喊声 将他吵醒 他急喊道 汪德海 汪德海 发声何事 大太监汪德海 急急忙忙跑进来 皇上 金兆府夜寇宫门 说是 说是 说什么 你这狗奴才 别卖关子 汪德海这才 很是为难的开口 皇上 沈二小姐捐给朝廷的 棉袄和粮食都被烧了 金兆尹调查得知 不仅是赈灾的物资 还有沈二小姐 庄子里屯的 所有粮食和布匹 都被烧了 而且 放火的人抓住了 是 是燕王殿下府上的 什么 皇帝从床上 惊坐起来 你是说 老八他烧了 沈家的仓库 混账 实在是拎不清 那烧的是 沈家的仓库吗 那烧的是 他的国库啊 第89章 演戏 呜呜呜呜 养星殿里 跪着一个浑身焦黑 衣服残破 脸上 沾着黑灰的少女 正呜呜哭泣着 吓死陈女了 呜呜呜 沈飞鸾浑身颤抖着 明显受到了 极大的惊吓 一双眼睛哭得通红 臣女以为 臣女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宁了 那么大的火 一下子就烧到臣女身上来了 臣女想抢救那些物资 但是火势实在太大了 皇上啊 臣女有负皇上的信任 臣女该死呜呜 若她该死 那放火行凶之人 岂不是要碎尸万段 跪在她身旁的柳翩然 扶着微微隆起的小腹 一脸的茫然失措 似乎还没搞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许久不见 她美貌依旧 只是肤色暗沉了许多 头发也没有从前那么有质感了 发尾微微发黄 细看之下 还有些分叉 她从精致的美人 变成了粗糙的美人 显然 这段时间 柳翩然在燕王 后院过得并不如意 没了将是这个调香高手 她连美貌都维持不住 皇帝阴沉着一张脸 眯着眼睛去看柳翩然 偶尔目光还会落在慕容宅身上 她怀疑是燕王想害太子出丑 让他拿不出赈灾物资 在严州百姓面前出丑 折损太子的威信 这样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让皇帝反感 她虽然不是什么勤政爱民 为了百姓废寝旺时的好皇帝 但也绝不是滥杀无辜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百姓性命开玩笑的昏君 父皇 这其中定有误会 慕容宅撩开长袍跪下 而陈今日一整日 都和柳树飞在一起 她哪来的时间去 安排这些事 沈飞鸾擦着眼泪 埋怨式的碎碎念 燕王与柳树飞是一家人 自然帮着她说话 火又不需要她亲自去放 和你们一整天在一起 有什么关系 放火的黑衣人 都承认是燕王府的人了 还死鸭子嘴硬 我真是开了眼了 声音不大 刚好大殿里的其他三个人 都能听得见而已 皇帝脸色愈发难看 父皇 儿臣真的没有包庇柳树飞 此事一定是有人嫁祸 只差明说 沈飞鸾与太子勾结 狼狈为奸了 燕王殿下 这是什么意思 沈飞鸾冷哼一声 难道是我自己 烧了自己的仓库 损失千万 只为了嫁祸给你 我能为不先知 知道你们会派黑衣人放火 我能知道严州雪灾 提前准备好物资 燕王殿下旁得不行 贼喊捉贼 倒打一耙 倒是玩得挺溜 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皇帝现在严重怀疑 老八在借柳树飞的手 为自己错失太子之位而报仇 手段很辣 皇帝可以接受 但不择手段不行 他怕有朝一日 老八会把这种手段 用在他身上 金兆尹实在看不过去了 极力压抑着怒火 承上手中信武 燕王殿下 不必顾左右而言他 微臣相信 殿下不知情 但有时候黄丰伟后真 最毒妇人心 殿下不得不防了 汪德海接过令牌 称给皇帝一块青铜色的令牌 令牌上赫然印着一个烟字 进宫之前 金兆尹去了燕王府 询问了燕王府的下人 这枚令牌 的确属于燕王府 因着青铜乃皇室所用之物 民间并不流通 令牌无法作假 啪 那令牌被皇帝砸了下来 落在慕容宅的身前 若不是顾及这柳片然怀有身孕 恐怕就要 把他砸得头破血流了 沈飞鸾本来已经不哭了 忽然想到什么 又气哭起来 皇上 宁赐给臣女的奴隶陪货 也被柳树飞烧死了 臣女生病的这些日子 就靠着打罚那奴隶为乐 柳树飞是不是知道 臣女在仓库才去放火的 她到底是想烧死陪货 还是想烧死臣女 今日必须给臣女一个说法 她咬牙切齿地 对自己少了一个可以折辱的奴隶 而感到痛恨愤怒 陪货死了 回皇上的话 的确发现了一句被烧焦的男尸 武作验过尸体的古灵了 和陪货的年龄对得上 皇帝没想到 给自己拔掉心头那根毒刺的 是柳偏然和沈飞鸾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像是未陪或惋惜 而后表情明显舒展开来 你们士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柳树飞又怀着燕王的骨肉 朕也不好罚他 不如这样 朕下指封沈飞鸾为宁阳县主 至于这次大伙带来的损失 你列个单子 让燕王府召驾赔偿 沈飞鸾还遇在争辩 但皇帝已经下了逐客令 双方都再有不满 也不敢再过多纠缠 待他们出了养心殿 皇帝立马召来心腹侍卫 让他出宫去查 陪货是不是真的死了 多年心病一去 他反而有种虚幻不真实的感觉 不是亲眼所见 他都难以置信 柳偏然追上快步行走的沈飞鸾 抓住他的衣袖 沈飞鸾 在皇上面前你也敢演戏 欺君之罪 可是要杀头的 沈飞鸾和几个立官身后 声音颤颤道 书败们 我好害怕呀 演戏怎么了 他不仅可以在皇帝面前演 他随时随地不挑场景都能演 金赵鸾黑沉着脸 将沈飞鸾护在身后 柳树飞 皇宫不是你胡来的地方 怀了皇家子嗣就多尽心 不要大动干戈 与养胎不利 能在大理寺 金赵府 刑部主事的官员 本就铁面无私 果敢冷硬 不然也担不起这职责 别说是区区一个王府树飞了 就是燕王本人 他们除了静 也是没有怕这一个字的 你 够了 慕容宅拉着他的手 用力一扯 将他扯了回来 黑着脸对金赵引道 柳树飞怀有身孕 情绪不稳 还请诸位大人见谅 他也是无心的 怀孕成了他的免死金牌 放火杀人都能轻易接过 这样的皇朝 真的值得他们效忠吗 只有慕容家的人命是命 别人的命 都不是命了吗 几位大人 神情并没有好转多少 对着慕容宅拱了拱手 便转身对沈飞轮道 沈二小姐 我们要出宫去了 不嫌弃的话 你与我们一道走吧 免得又被柳树飞欺负 第九十章 讨债 等等 不远处快步走过来几个宫女 其中一个 正是之前被慕容宅睡过了的戎儿 她一双怨毒的眼睛瞪着沈飞轮 沈二小姐 贵妃娘娘请您和柳树飞 去警人工作做 只怕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赵贵妃和柳偏然一样 对她恨之入骨 嗨嗨嗨嗨 沈飞轮和的身子都站不住了 斜靠在桑宇怀里 神情恍惚道 你看我这个样子 确定何事 去见贵妃娘娘吗 满身脏污 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 似乎还能闻到烧焦的味道 她挥了挥手 我不行了 好像吸了太多的浓烟 头疼得很 书白们 飞轮还是跟你们出宫吧 得回去快些请大夫来看看 哎呦 头疼死了 她捂着脑袋 走了几步又回头 对了 上回听说燕王殿下要纳你为妾的 我还没恭喜你呢 到时候 别忘了给我发个帖子 让我也沾沾喜气 说完 爬上马车 在经兆府和刑部官员的护送下 出了皇宫的大门 柳翩然瞪着面露羞涩的容儿 只觉得肚子一阵阵发紧 啪 还不等她呼通 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慕容宅冰冷的眼神看着她 你没那个本事 斗过沈飞轮 就不要自作主张动用燕王府的人 别连累本王 听懂了吗 柳翩然强忍泪意 不愿在容儿这下贱宫女的面前落泪 用力点了点头 若是 若是镇北王和娘亲还在 殿下绝不会这般待她 都是沈飞轮 是那个贱人 把她害成这样的 为什么被烧死的不是她呢 他们这群人的身后 太子笑了笑 母后还担心她被赵贵妃为难 特意让姑来救场 姑看她机灵得很 根本用不着咱们 也是 若不是她聪慧机灵 又怎么可能写信告诉她 父皇喜欢什么样的儿子 忌惮什么样的儿子 她又怎么能坐尽了姿态 终于登上太子之位 父皇看不清 但她看得清 容国公并无谋反之意 反而一心为了天下百姓 这样的忠臣能将 父皇不珍惜 那就归她所有了 功高震主 她还不是这天下之主 震不到她这儿来 呼 桑宇长吐一口气 小姐 吓死奴婢了 沈飞轮用打湿了的帕子 擦干净脸 笑了笑道 通知你哥哥 转移到地窖里的东西 都先别搬出来 等过一阵子 风头过去了 就可以又腾到仓库里来 但是 下次我不能露面了 让你哥哥 扮成西域来的富商 售卖这些棉花和棉衣 要卖给朝廷 这批物资的主人 就必不能是他 所谓怀弊其罪 就是这个道理 沈飞轮是正五回的容国公府 老太君自中毒康复之后 身子就没有从前那么硬朗了 冬日里未寒 许久都没出过受洗堂了 每次买的新鲜玩意儿 去探望祖母 沈飞轮就恨不得把西梁公主 从地底下拉出来 编尸三百回 利用沈敬仇的那对龙凤胎弟妹 来调虎离山 想必是已经密切跟踪了他很久 才找到了沈敬仇身上 这个锁琳郎是有点本事的 不过也就一点而已 他要是本事大 早就该知道 沈飞轮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封沈飞轮为宁阳县主的圣旨 下午就送到了沈飞轮家中 百官才知 沈家装棉衣和粮食的仓库 被燕王树菲给烧了 虽然皇帝已经 极力不让消息流传出去 但那天那么多的官员在场 黑衣人亲口承认 还搜出了燕王府的青铜令牌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 民间也很快得知这件事 柳翩燃下的 都不敢出门了 因为燕王府的后门 没有侍卫把守的地方 每天都有人往那扔臭鸡蛋 和烂菜叶 他才知道 这件事的发酵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沈飞轮被封为宁阳县主 怕他的更怕他 讨厌他的人 也更讨厌他了 但是没关系 他马上又能变成 叶都第一富婆了 慕容宅和柳翩燃装死 不主动送赔款来荣国公府 沈飞轮就只好 自己上门去讨债了 只要他不要脸 丢脸的就是燕王府 砰 砰 砰 大门被撞击的声音 让燕王府的管家 以为叛军打进叶都来了 他连滚带爬的起床 天都蒙蒙亮 那巨大的声音 把住在附近的人都吵醒了 王府附近 都是达官显贵之家 带着护卫在撞燕王府的大门 那些夫人小姐的 平日里起不来 这会儿跑得比谁都快 都想去看彪悍的沈飞轮 又要怎么折腾燕王殿下 沈飞轮做了个宫里娘娘们 做的那种没有遮挡的教练 由四个教夫抬着 确定所有人都能看清自己的脸 便并歪歪地靠在身后的靠背上 桑宇看了自家小姐一眼 轻了轻嗓子 双手插腰大声道 燕王殿下 昨天皇上口遇 让您和柳树飞 赔偿我家小姐的损失 您是忘了吗 您忘了不要紧 奴婢来提醒您来了 我家小姐被柳树飞 烧毁的棉袄千件 算上秀娘们的工钱 一件是三两银子 一千件共计三千两 粮食五百弹 重六十万斤 共计两万两千两 还有我家小姐 存在仓库里的布匹和白酒 以及银器 共计十万八千两银子 还请燕王殿下兑现 柳树飞胆子这样大 居然烧了沈飞轮十万八千两的仓库 还被人发现了 真是大写的尴尬 燕王府的大门打开 管家带了十几个侍卫 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挡着荣国公府的护卫 这里是燕王府 岂容你们在这里大呼小叫 赶紧离开 否则别怪我们动手了 燕王府怎么了 沈飞轮坐起身子 咳嗽了两声 面色苍白毫无人色 他激动地拍着叫拈 声音大而清脆 燕王府放火行凶 烧死了人不用受刑 燕王府欠钱不还 还要打人 燕王府可以抗制不尊 拖欠我沈家铺子的血汗钱吗 嗨嗨嗨嗨 沈二小姐好像身子不好 因为太过激动 而剧烈咳嗽起来 光听着 已经让人觉得十恶不赦了 第九十一章 他也回来了 你 你 管家躲在侍卫们身后叫嚣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 就是污蔑皇族 要去坐牢的 沈飞轮瞪大了眼睛 金兆府的福尹大人 刑部的尚书大人 吏部的各位大人 昨日亲自定案 人证物证据在 贵府的柳淑妃派人放火 烧了我荣国公府的仓库 造成我捐给 严州百姓的赈灾物资 全部烧毁 皇上亲自下令 让燕王府赔偿我的损失 你区区一个王府管家 竟敢质疑皇上和诸位大人 来人 给我把他抓了 送去刑部 我倒要看看 吃牢饭的会是谁 沈飞轮的护卫 今日都是带着任务在身的 不打伤几个燕王府侍卫 不砸几件燕王府的摆设 公府的护卫竟都吃了雄心豹子胆 一个个的勇猛无比 那气势吓得他们连连后退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快快快 快过去看看 咱们可不是去看热闹 是去拉架的 快点 跑慢了好位置 都没了 管家在混乱中逃窜 抓住一个家丁的手 快 快去户部找王爷回来 平 哗啦 柳翩然躲在远处 看见沈飞轮蛮横的样子 下得赶紧进自己院子里 把大门关了起来 还让下人们堵着门 怕她闯进来 她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 贵妃娘娘说得对 她目前最重要的是 保重自己的肚子 早点给殿下生一个儿子 才是正经 放火之事是她冲动了 可当她听闻 郑北王的死讯 实在是忍耐不住 心中的怨恨与怒火 人人都说 郑北王是劫匪所杀 可柳翩然的直觉 告诉她 不是的 郑北王和西梁公主 都是沈飞轮杀的 可她没有证据 说出来 别人也不会信 沈飞轮打砸了一些东西 也不多名贵 就是院子里一些花草树木 不知是哪个秀儿 这么急于表现 力大无穷 到连假山都被推翻在了水池子里 都给本王助手 慕容宅讹角的青筋猛跳 看着沈飞轮的眼神极其复杂 与往日里清澈的愚蠢不同 多了些其他的东西 不过沈飞轮就算发现了她的不同 也不打算深究原因 她在桑雨和春眠的搀扶下 虚弱地咳了几声 燕王殿下来得正好 不如就让你来解释一下 皇上昨日是怎么说的 欠你的银子本王会尽快筹齐 可你也不用带着人来本王这里胡闹吧 再怎么说 这里也是王府 这配合的态度 让沈飞轮都傻眼了 她皱了皱眉 燕王殿下这说的什么话 怎么是我胡闹呢 分明是贵府上的管家 带了侍卫出来恐吓我 是他们先动手的 争论无意义 人多手砸的 也分不清是谁先动的手了 慕容宅抚了抚眉心 眼中竟带着宠溺与无奈的光 管家本王会罚 十万两本王也会双手奉上 鸾儿可满意了 不对劲 完全不对劲 慕容宅今日也太好说话了 身上的气质也有变化 有点像 像前世登基之后的他 燕王府被砸 换作从前的他 早就暴跳如雷 要威胁他 让容国功夫好看了 他的目光 温柔地让沈飞轮心慌 他避开那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眼神 眯了眯眼睛 十万八千两 少一个铜子都不行 桑月 咱们走 沈飞轮带着人把燕王府砸了 却黯然无恙地离开了燕王府 燕王本人 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跟他说 还答应会把欠他的钱还清 多离谱的事 可这事的主角是沈飞轮 一切不合理 看起来又理所当然起来 燕王殿下和他 曾经是一对恩爱的情人 殿下为何这么轻易放沈飞轮离开 慕容宅刚一回府 刘偏然就得了信 匆匆赶来 就看见他目光温柔地 看着沈飞轮的背影离去 醋意涌上心头 眼泪便涌了出来 殿下是不是还想和他再续前缘 是不是后悔 男人的眼神落在他身上 冰冷刺骨 柳偏然的喉咙 像是被一双大手掐住 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但那阴冷 只是一闪而过 仿佛是他的错觉 偏然 人都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 对不对 他微微笑着 那种巨大的压迫 却迫使柳偏然点头 冬日的飘雪 越发让人背起声寒 沈飞轮回了国公府 一路上都在猜想着无数种可能 在吓人回禀 说燕王殿下已经带着银飘到了府上时 所有的猜想都有了证明 慕容宅 他回来了 他也重生了 拥有了前世的记忆 沈飞轮那一刀杀死的 是这一世的八皇子慕容宅 昏迷后醒来的 是前世的皇帝慕容宅 他手指收紧 长甲狠狠掐进肉中 一双眼睛里 明明灭灭地闪烁着看不分明的光 直到桑宇出生 他才散去满眼的仇恨 恢复平静道 你说什么 桑宇又重复了一遍 国公爷不在府里 老太君那还在午睡 管家带着燕王殿下 到花厅等着咱们过去了 沈飞轮是唯一的主子了 燕王殿下身份尊贵 管家来禀告他 也无可厚非 他深呼吸一口气 扬装成毫无察觉的模样 往花厅而去 就算慕容宅是重生回来的 又如何 他比他先回来半年 早已战尽先机 很多事情和前世都大不相同了 再想到陪霍来信 说他已经在狱青关与自己从前的部下会合 不日就会攻回夜兜 他心底更加平静了 只是司机此 他少不得又要写封信给陪霍 让他一定要小心慕容宅 前世慕容宅被陪霍的兵马 吓得差点弃城而逃 这时若沈飞轮是他 亏得先机一定会对陪霍出手 他不会相信沈飞轮的鬼话 什么陪会被烧死了 慕容宅更相信 这一世的沈飞轮是借着大火 让陪霍惊铲脱鞘了 花厅外 一袭黑色狼球 气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的慕容宅 站在门口的长廊下 伸手接住一片雪花 卵儿 好久不见了 第九十二章 失魂落魄 沈飞轮翻了个白眼 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 推开桑宇 为他遮挡风雪的油脂伞 与他对视 燕王殿下年纪轻轻 已经老年痴呆了吗 咱们上午才见过 哼 见到这样伶牙俐齿的沈飞轮 他好像觉得很新奇 也很喜欢 走下长廊 不由分说地将少女揽入怀中 卵儿 别再装不认识朕了 你是朕的皇后 你的眼神 永远都骗不了朕 呼 一记俐落的拳头呼来 慕容宅抱着沈飞轮不松手 将他往那拳头上送去 出拳之人怕伤着沈飞轮 不得不硬生生收回来 骨头错位的声音 令人耻酸 卑鄙小人 马六捂着错位的肩膀 瞪着慕容宅 赶抱他们皇孙飞 等他落了单 高低折断他一双手 扇在他脸上 温婉都装不下去了 你有病吧 前世杀他全家 坏事做尽 负心薄情 连自己的孩子都杀 重生之后 又跑到他面前 来装什么好人 难道他之前受的折磨 就没发生过了吗 慕容宅抓住他的手臂 让他们退下 我们单独聊聊 他手里还抓着银票 我只说几句 这银票就给你 有钱不要王八蛋 这是在荣国公府 沈飞轮根本就不怕 他会做什么事 将桑宇和马六都回退后 他厌烦地 看向慕容宅 你想说什么 快些 我只给你半盏茶时间 多半盏都没有 看着这张令人作呕的脸太久 沈飞轮怕自己当场吐出来 你也重生了对不对 手臂上擒住自己的那只大掌 又用力了些 透露出几分主人的不安 沈飞轮心中冷笑 原来慕容宅 也不是如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镇定啊 是了 辛辛苦苦绸缪 机关算尽 担惊绝 折服十年 杀妻害子 好不容易坐上了皇位 当了大叶朝的皇帝 万人敬仰 权力巅峰 却有朝一日醒来 却发现自己 重回到了十年前 不仅失去了地心 还失去了戎国公府这门助力 就连沈飞轮都不爱他了 他不仅没做成太子 还成了老十字燕王 给谁谁不慌呢 结合沈飞轮与前世完全不同的表现 他猜测是他重生了 改变了许多故事的走向 导致了如今的结果 他现在就是想急切地证实 想找到同病相连的人 让他对这个世界 有一丝真切的归属感 他急切地想知道 他登基为帝 并不是一场昏迷式的梦境 慕容宅 你是不是疯了 沈飞轮露出不解 震惊 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的表情 什么重生 什么我是你的皇后 你是不是看三皇子做了太子 所以被刺激疯了 慕容宅固执地不肯放手 胸口剧烈起伏 他不信 鸾儿 你死后 我杀了柳翩然 我从来没喜欢过他 是他和姜氏 他们擅长调香 是他们 用催情香迷惑了我 让我以为我爱的是他 失去你 我每日都在痛苦中度过 我无心朝政 最后被陪货杀死在金鸾殿 他登基做了皇帝 鸾儿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他没说完 陪货杀了他后 他的灵魂被困金鸾殿 亲眼看着陪货为荣国公府 和承恩侯府平反 加封沈飞鸾 为招进辞人文献皇后 他只觉气愤 沈飞鸾是他的女人 被陪货追风 那到底 算谁的皇后 池来的深情 比草都见 沈飞鸾很不耐烦地摇头 打掉他的手 眼神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和你 在你和柳翩然 暗度陈仓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我不可能嫁给你 做你的皇后 我甚至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说这些风言风语 还是说你以为你这样说了 就能跟我重新开始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柳翩然没告诉你吗 这门婚事 是我心甘情愿让给他的 在你生安死救下他之后 我就已经狠他说了 我会成全你们 命运被改变的 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柳翩然不也脱离了前世的设定 早早就成了他的侧妃吗 慕容宅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柳翩然也是重生的 如果是这样 也说得通 是他重生之后 抢占了沈飞鸾的机缘 早一步嫁给了他 他离开荣国功府时 落魄得不成人样 脑 李一会儿是他当了皇帝 一会儿现实又告诉他 他只是大业的燕王而已 甚至都不是太子 把他打击的尸魂落魄的沈飞鸾 拿着他赔偿的十万八千两 去给赔货写信了 果然 上辈子最后的赢家 还是他 慕容宅所说 什么失去他以后 无心朝政才会被赔货所杀 他是完全不幸的 应该是慕容宅登基之后 为了集中手中的权力 大肆残杀忠良 任人为亲 最终导致人心消散 朝中又多有陪侍皇朝的官员 失去了他爹爹这元老将 再无人能党陪货的大军 他将银票和信一起装起来 交给马六 送去玉琴关 交给三军主将 切不可施 马六心中吃惊 但面上不鲜 毕竟皇孙妃还不知道 他是皇太孙的人呢 属下定不辱命 玉琴关的三军主将 现在是他们皇太孙来着 皇孙妃 这又是送钱给皇太孙养兵 又是血信送温暖的 他要是不把东西送到 他就以死谢罪 燕王怎么回事 皇帝最近焦头烂额 沈家的仓库被烧 物资都化为灰烬 他不想着补救 近日日买醉 赵贵妃交的好儿子 汪德海腰弯得很低 皇上 太子殿下求见 说是找到了一个西域来的商人 那商人手里 正好有咱们需要的棉袄等物 快让太子进来 皇帝面露喜色 这可解了他的燃眉之极了 但想到不成器的老八 又叹了口气道 让燕王进宫来 和太子一起与西域商人 商讨买卖之事 权力此消彼长 他作为帝王 需要平衡皇子间的实力 昔日赵贵妃是大 太子薄弱 也是太子自己争气 才成了太子 如今燕王示弱 他就要扶持燕王与太子打擂台 皇子之间一直争斗 他的皇位才能做得更久 第九十三章 买卖 至于斯德有亏 性情暴虑的二皇子 以及智力低下 纯笨如诛的六皇子 他们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内 早就已经出局了 王甲按照自家小姐的吩咐 在下巴处贴了一圈浓密的毛发 皮肤也涂成了古铜色 头上围了一圈头巾 看起来像一顶巨大的帽子 盖住了宽大的额头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就是王甲他爹娘站在他面前 也绝对认不出他来 更不论 他还操着一口很不流利的大夜雨 与其中是一股浓浓的西域口音 他在西域收购棉花及动物羽毛 住了三个月之久 每天都要同七八个西域本地的居住民交社 西域地方的语言也学了个略懂 应付大夜朝的官员已经足够了 柳翩然肚子五个月的时候 朝廷已经和西域商人谈妥 以三千万两银票的价格 买下他手里所有的棉花 那西域商人原本不肯 他还想着要发大夜朝的国难财 但燕王殿下提出已物易物 愿意多出十几车大夜的名贵不匹 瓷器 茶叶等物与之交换 王甲才在沈飞兰的授意下 见好就收 而他们的棉花 其实并没有全部拿出来 小姐 咱们还有大概十万件棉袄 二十万件羽毛服的两载来的路上 当初沈飞兰要王甲不惜一切代价 把西域所有的棉花收回来 他都按着他的意思了 只是因为东西太多 耽误进城 王甲才带着一部分提前回来了 沈飞兰点点头 让绣娘们加快些 多缝制一些棉袄和鸭羽绒服 工钱我可以加倍 务必在开春之前 把衣服全部做出来 过了年开春之时 突厥人就会趁着大夜朝化兵 将士们和百姓们都抵御不住严寒时 这一次沈飞兰未雨绸缪 给边关将士送去御寒衣物 希望一副在记录赛 可以抵挡住狼子野心的突厥人 还边关百姓一个平安的新年 二小姐 严州来信 萧中云在信上说 严州贪官已经尽数拔除 多亏了沈飞兰的那份名单 他才能如此快准狠地拿下严州 当地百姓根本就没有缺衣扫食 因为萧中云去严州之前 已经做好了准备 联系了当地的几个富商 以贪官们下马后 给他们安排个一官半职为诱惑 驱使他们又是缝制棉衣 又是囤粮囤炭的 大雪初下 他就安排了牙役在街上扫雪 不是扫地下的雪 而是百姓们防屋顶上的积雪 可以说 没有哪一场大雪 能在百姓们的屋顶上流到第二天 雪灾之后 百姓们出行受阻 但萧中云用沈飞兰交的方法 用盐化冰 每家每户每日都将化掉的积雪水 扫进桶里倒入凉田 雪水都渗入地下 出行问题迎刃而解 再是百姓郁寒与吃饭的问题 商人为了摆脱市农工商 商人最低贱的身份 按照萧中云的要求 制成了棉衣 囤的粮食和炭 此时便派上了用场 他谎报了严州的灾情 骗了朝廷更多的银子和棉衣 又悄悄将这些东西 全都送往了裕情关 朝廷之前对裕情关 一直是放养的状态 只因裕情关主将是 陪侍王朝的忠臣周梁胜 当年慕容是谋反 周梁胜远在裕情关 远水救不了近火 但他怒骂慕容占为 狼心狗肺的谋逆罪臣 并且拒不回京 朝廷派人来接管他的兵权 来一个他杀一个 久而久之 裕情关的将士们便被放养了 反正翻帮来犯 周将军照样会带兵御敌 不畏朝廷 只为了大业的百姓 免受战火之苦 朝廷不出军饷 白白得了五万大军 慕容老皇帝还高兴呢 省了不少钱给他炼丹 裕情关成了三不管地带 养五万将士都是陪货一人出钱 纵使家财万贯 将士们也过得苦哈哈 呼呼的北风肆虐 空气里都带着点白毛 大雪风霜几乎迷住了双眼 如此恶劣的天气 练兵都进行不下去 士兵们没有预寒衣物 耳朵上和手上全都起了洞窗 兵器都握不稳了 这他娘的大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藩帮蛮子都在城池下叫嚣两天了 裴将军怎么还不迎战 笨蛋 那些蛮子生于此地 长于风雪 早就习惯这样的天气了 他们就是故意挑着这时候来的 要是陪将军应战 你这冻僵了的腿脚 够人家砍几刀的 说的也是 士兵五官愁苦地皱在一块 咱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了 米汤里都不见几粒米 还有那饼子 硬的都能割掉我的大牙 你有啥好抱怨的 百姓们连这些都没得吃 你能吃饱都不错了 话虽这样说 但他们是注定要死在沙场上的战士 谁不想死之前吃一顿好的呢 沈飞栏的十万八千两银票 和几千件棉衣 帽子 是和萧中云送来的物资一起到的 马六姓冲冲地将沈飞栏的信交给陪货 主子 二小姐还让属下带了好多肉和米过来 挨过这个冬天没问题了 不是还有萧大人送来的东西吗 凑合凑合能行的 三军能犒赏一番了 消息下去 欢呼声震的山那边的蛮子主将 都吓了一跳 还以为那边搞嫡媳了 夜兜的大雪也下了二十日 终于在年三十这天停了 军中都要举办盛宴的 但今年实在是太冷了 而且积雪太后 有些年久失修 又常年无人的宫殿都被压榻了 皇帝下令 今年官员们不必进宫参宴 各自在家就好 然而 很快 民间就有消息流传 皇帝今年不举办宴会 是因为倒塌的宫殿里 出现了一块破旧的石碑 石碑上写着 君主无得天降灾七个大字 与此同时 民间护城和冰雪消融之际 有百姓去湖面凿冰捉鱼时 也从河里捞上来一块石碑 石碑上长满了青苔 显然是在半年之前 就出现在了水里的 那石碑上依旧刻着 君主无得天降灾 夜都各地都出现了同样的石碑 而且看时间 还都是雪灾之前就出现的 好像真的是上天给予的警示 第九十四章 搜查 啪 哗啦 城前宫里 名贵的瓷器碎了满地 皇帝阴沉着脸 站在殿中 手中常见胡乱挥砍着 周围不见宫人 他们都被赶出去了 该死 朕才是天命所归的天子 什么君主无得天降灾 简直一派胡言 妖言祸众 沈飞栏出去逛了一圈 发现官兵们 在大肆搜查各个山林湖泊 只要发现石碑 就马上带走销毁 沈飞栏见状 赶紧去了城郊 让王甲带着几十车 从朝廷后换来的夜朝特产 赶紧离开夜都 陈静愁问道 小姐是不是担心 狗皇帝为了给自己证明 把刻碑的罪名 套到西域人的身上 不止 沈飞栏严肃道 燕王此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知道 王甲身上还有 他要的棉花和粮食 给王甲定罪 就可以不花一个铜板 抢取豪夺 这样损人利己的事 他一定会做 他太了解慕容宅了 陈静愁护送王甲的商队 出城不久 王甲为了迷惑朝廷 而落脚的客栈 就被包围了 慕容宅正是领队之人 客栈内外被搜了一个遍 都不见那对西域商队 他只思索了片刻 就带着侍卫们 追出了城 陈静愁回来复命时 已经是深夜 胸口还受了伤 皇城戒严 街道上却到处都是铁甲军 在挨家挨户的搜查 鸾袖院内 陈静愁咬着木棍 指挥着桑宇 将他胸口的箭头挖出来 剧痛之下 已然昏死过去 隆重的血腥味 沈飞鸾在屋外都闻到了 他提着裙摆跑向门口 春眠着急忙慌地奔进来 将院门关紧 小姐 燕王带着铁甲军 往咱们这边来了 沈飞鸾也顾不得什么 男女授受不清了 推开桑宇的房门 将陈静愁隐身暗处的那些兄弟 全都叫了来 快 把他抬到我房里去 春眠 你和春花他们几个 去打热水来 就说 我要沐浴 不 气弱油丝的陈静愁 强撑着一口气 属下 属下不能 冒犯黄孙飞 你给我闭嘴 沈飞鸾拖着他 身后几个暗卫不敢慢了 架着他 就往二小姐房中去 关键时刻 管不了那许多了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陈静愁 被燕王的人带走 开门开门开门 拳头垂在大门上的声音很急促 沈飞鸾拉开木质的插屏 将伤口已经包扎好的 陈静愁 放在插屏后 从外头往里看 一点都看不到 陈静愁从近来就闭着眼 不敢睁开乱看一下 怕皇太孙回来 挖了他的狗眼 唉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能进来 我家小姐正在沐浴 冒犯了他 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荣国公府的嫡女 他的闺房 可不是随便什么侍卫说闯就闯的 荣国公本来都睡了 听到动静 提着长枪就赶来 老夫看谁敢闯我女儿的闺房 慕容宅目光微闪 看向沈飞鸾的房间 鸾儿的闺房 自然不是谁都能闯的 本王奉皇上之命 来追捕大逆不道的谋逆之徒 整个皇城都已经翻遍了 如今就胜着荣国公府了 荣国公要抗制不尊吗 荣国公一赶长枪横在胸前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没听丫鬟们说吗 我女儿在沐浴 你们这么闯进去何事吗 屋子里有潺潺水声传出 慕容宅转身 都出去 侍卫们一窝蜂全都跑出院子 那可是燕王殿下看上的女人 他们可不敢擅闯 平 啊 女子的尖叫声响起 什么人 平 房门被慕容宅一脚踹开 他冲进屋内 屏风后的沈飞鸾 飞快扯过一件淡青色的披风 将自己的身子盖住 整个人沉入浴桶里 慕容宅冲进来时 只看到沈飞鸾的一个脑袋 他面上的惊恐还未退去 指着大开的窗口 刚才 刚才有个人 身上流着血 从我的床底下爬出来 跳窗户跑了 桑宇从床底下 拉出一件带血的衣服 因为衣服被血液浸湿 导致抽出来的时候 也沾了他满手 他吓得叫了一声 将衣服丢在地上 在自己的身上狂擦干净 沈飞鸾松了一口气 这样 慕容宅就不会发现 桑宇给沉浸筹拔箭头时 就已经染红的衣服了 窗台上还有斑驳血迹 一路顺着地下 往国公府的围墙而去 慕容宅风风火火地追过去 铁甲卫 往东南方向追 东南方 可是和城郊差着十万八千里了 容国公就站在屏风后 打算慕容宅要是敢轻薄 他女儿一下 就打断他的双手 没想到 对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这老胳膊 老腿倒是派不上用场了 许久 确定慕容宅已经带着铁甲卫远去 沈飞鸾才从水里出来 穿好衣服后 又让暗卫们出来 将重伤的陈静筹 从梨花处里抬出来 容国公瞪大了眼睛 你真窝藏了反贼 再一看 并非反贼 是他女儿的暗卫 赶紧把他运出去 容国公指挥着他们 背着陈静筹 跟我来 这家伙 我先带回冰宁 等养好了伤 再给你送回来 该死 慕容宅总是后知后觉 自己上了沈飞鸾的当 他咬牙 看来那个西域商人 恐怕和沈飞鸾达成了某种交易 不然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次次交锋 次次落于下锋 这和前世的境遇 实在相差甚远 难道真如沈飞鸾所说 一切只不过是他昏迷时的异想 是梦境 不 梦境怎么会那么真实 更何况 梦境里沿州雪灾 在现实里也真实发生了 只不过不如前世那般严重 而且 各州 有了沿州为首 灾情处理得当 人员伤亡极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事件都对得上 就是事情发生后 后续的发展与前世有出入 到底是为什么 只一是 陪货不久后供入夜都 不知这事可会发生变化 不论如何 他都要先为自己筹谋 至于沈飞鸾 等他登基为帝 一定会让他入自己的后宫 此事不及 年后 皇帝入太庙 一幅请罪 罢朝会 宴饮 庭典礼 罢放灯 对百姓下罪己诏书 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 向上天祈求 百姓的安居乐业 第95章 断臂 并且令太子监国 燕王辅佐之 民间百姓的怨气 才消散了一些 慕容老皇帝 惯会做些表面功夫 罪己诏书之后 躲进了雍和殿里 炼丹去了 这皇位 轻易是不肯让出来的 年后不久 是承恩侯府三小姐 杨新韵与中书令家的公子岳母妻 就要成婚了 夜都皇城笼罩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都躲在家里猫东 沈飞鸾在寿喜堂 陪着老太君喝了热粥 才回了鸾秀院 将才坐下 春眠就跑了进来 小姐 出事了 承恩侯柿子 柿子的手 被人打断了 什么 这不可能 陈敬愁已经成了自己的暗卫 前世那场流明起义的事 根本就不会发生 杨廷玉怎么可能断臂 听说是殷祭九托人上承恩侯府说没 想和承恩侯府截儿女庆家 殷祭九的夫人 带着殷大小姐上门相看 结果 结果也不知 世子和殷大小姐说了什么 气得殷大小姐哭着跑回了家 静 静是上吊了 好不容易被救了回来 承恩侯便压着世子上门道歉 世子不肯 被侯爷打伤了 今日世子又在街上碰到了殷大小姐的兄长 殷大公子气不过世子侮辱自家妹妹 一言不合就又打起来了 也不知怎跌 孙免也不太清楚 只是听外头的人都这么说的 联想到皇帝赐婚杨新韵与中书令 他立刻让桑宇去安排马车 至少要去看一趟才放心 此时的承恩侯府可谓是兵荒马乱 人仰马翻 就连沈飞鸾已经入了府都无人通报 但这侯府他从小就转过无数遍了 没有人领着 也很快找到了杨婷玉所住的院子 太医和民间的大夫 已经都轮流给他诊治过了 无一例外 他的右手已经废了 一盆盆血水被端出来 其中还有一条被白布包裹着的断臂 怎么会 这样 玉儿 就算断了一条手臂也没关系 你永远都是承恩侯府的柿子 谁也约不过你去 你开开门 让娘好好看看你好不好 哥哥 让太医给你止血好不好 你会死的 你真的会死的 都怪你 吴氏库的肝肠寸断 一拳拳打在承恩侯的身上 都怪你 儿子不愿娶婴家的姑娘 不娶就是了 你非逼着她 逼着她 还把她打伤了 要不是你打伤了她 她怎么会连那阴梦棋都打不过 是你对她又打又骂 才让外人觉得 就算打死她都没事 大街上她就敢动刀 她又把你这个承恩侯放在眼里吗 承恩侯一夜之间 像是老了十岁 坚挺的背脊都弯了下去 被吴氏并没有什么力气的拳头 锤得一步步向后退 院子外几个妾室 眼睛里全是算计 特别是有儿子的那几个 眼底的喜色都快满出来了 去把二公子带来 让他哭 哭得越惨越好 好好在侯爷面前露个脸 说话的妾室没注意到 身边的人居然是沈飞鸾 啪 他刚吩咐完丫鬟 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那声响 让在房门口的巫师等人都回过了头 便听他冷声道 世子重伤 你这么开心 不如把二公子带过来 也砍扯他一只手如何 那妾室哪里还敢回话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如此小人 沈飞鸾多看一眼都觉得厌烦 随大步走向杨兴玉 侯爷 夫人安好 简单地问过好之后 无视眼里闪烁着西纪的光来 鸾儿 你劝劝玉儿 她最喜欢你了 你劝劝她 至少 至少要保住她的命啊 断臂是宫里的太医结下来的 还没来得及止血 一屋子的人 就被发狂的杨婷玉给赶了出来 一直觉得 沈飞鸾吊着自家儿子的胃口 很看不上她的承恩侯爷抿着唇 沈儿姑娘 算老夫欠你一回 帮老夫劝劝她吧 侯爷严重了 沈飞鸾无意与他们寒暄 拍了两下门 婷玉哥哥 你开门让太医进去看看 你好不好 屋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动 似乎是杨婷玉想起身开门 但片刻后又归于平静 脸色苍白 右手不断在滴血 痛得快要晕死过去的杨婷玉流着泪 嘴里还咬着一块布团 死死地克制着 不发出痛呼的声音来 不 不能让鸾儿进来 不能让她看到自己 这副恶心的模样 她这个废人 还有什么资格和鸾儿在一起 不如就这样死了算了 你乖乖给太医开门 让他们进去为你止血 这样我就不进去 你若是不开 我就踹门进去了 前一刻还温柔说话的沈飞鸾 下一刻就变得强势不客气起来 她担心时间太久 杨婷玉会血流不止而亡 你不要进来 杨婷玉吐出嘴里的布团 起身去开门 每走一步 用一点点的力气 断裂的伤口处 就钻心刺骨地疼 可她怕 她更怕沈飞鸾踹门而入后 看到的 是她猙獰恐怖的伤口 嘎吱 房门被打开一条缝 沈飞鸾拦住 想要冲进去的侯夫人无视 对她摇摇头 太医 已带着大夫进去 给柿子止血 记住了 我要活着的柿子 慕容老皇帝 想借殷家的手 除了承恩侯府 把最有出息的杨婷玉废了 再让中书令的儿子 娶了杨婷运 打入内部 由中书令接手 承恩侯府的势力 归拢政权 真是走得一步好奇 那因梦齐 又得了皇帝什么好处 让他感冒这个险的 老太医看着目光很辣的沈飞鸾 丝毫都不怀疑 如果今日他没救下柿子 恐怕无法活着离开承恩侯府 想到那位的吩咐 他顿时有些为难 给柿子诊治的 可不止太医一人 柿子得以活下来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江太医 你说对吗 吴氏和杨新韵 或许听不懂沈飞鸾的话 但承恩侯不可能听不懂 他惊讶的眼神 在太医和沈飞鸾之间来回扫尸 心中千百种想法 但都先忍耐了下来 第96章 还不明白吗 如今最重要的是 是先给亭玉的伤口止血 再多疑问 也可以等之后再去求证 沈飞鸾站在房门口 到底怎么回事 亭玉哥哥 虽然性子散漫 但绝不是惹是生非之人 他怎么会气得英明元自杀 又怎么会当街和英梦齐打架 杨婷玉在骁勇军中担任武长 跟随爹爹也出征过两次战役 表现皆不俗 杀敌很勇猛 才会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被封为武长 虽算不得什么什么很大的官 但他才17岁 已经算军中最年轻的武长了 军事与外不得打架斗殴 这是爹爹的骁勇军军中规矩 杨婷玉再失了智 也不会在街上与人大打出手 还输了 杨新韵擦了擦眼泪 断断续续说来 前一日 因祭酒的夫人带着英明院上门 说是想和承恩侯府结亲家 吴氏知道 自家儿子的心思都在沈飞鸾身上 当然是不愿意的 一开始 他就想和荣国公府结亲 只是侯爷一直不同意 说沈飞鸾恶毒凶悍 名声已经坏了 不配做世子夫人 再一个 荣国公府那边也没有这个意思 他便想下回亲自探探沈飞鸾本人的意思 若是沈飞鸾本人都无意 那他也会劝儿子放弃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 侯爷就逼着他 答应应家的婚事 结果杨婷遇知道后的嫡死不从 还找了英明院单独谈话 这期间 二人不知怎地吵了起来 杨欣运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只听到英明院说什么 柳翩然是假的 那个女人才是真的什么的 又说要杀那个女人 哥哥说了什么 他是一句也没听到 事后他也不肯说 结果就是 英明院回去 就闹了一出自杀 应家的人打上门来 爹爹让哥哥负金请罪 哥哥不肯 爹爹就用藤条 把哥哥的后背打得血乎乎的 只能在家中静养 但昨日是爹的生辰 哥哥上街 是为了给爹爹去打他最爱喝的酒 冤家路窄 有时候就是用在这样的场合 哥哥碰到了 在酒馆里 与朋友们一起喝酒的英明齐 按道理来说 英明齐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 是打不过武将出身的杨婷玉的 但哥哥因为有伤在身 动作没那么灵活 又不想与英明齐计较 打了酒 转身就走 可谁知酒壮耸人胆 英明齐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时 抽过一旁护卫的长剑 直接一刀就砍断了哥哥的右臂 侯府的奴仆说 哥哥痛得从楼梯上滚下来的 昨日夜兜那家酒馆里 楼梯上洒满了哥哥的血迹 恐怖的紧 可因计酒指一句 犬子不胜酒力 冲动之下伤了杨世子 实在对不住 因着杨婷玉前脚 才伤了英明媛 害得他差点上吊自禁 旁人都只当是英梦齐 在帮妹妹报仇 虽冲动 但也要再一句有血性 只是方法不太对 承恩侯看着沈飞鸾 你是不是想问 英梦齐现在在哪里 沈飞鸾点头 当街砍断侯府世子的手臂 就算他有千万种说辞 难道不用承担 他该承担的代价吗 提起这个 杨幸运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朝廷进军选拔 他昨日下午 就被送进宫去甄选了 每个十天半个月 是出不来的 万一被选上了 更是要在大内住下 一年半载 也就回两次家 属于皇帝禁位了 沈飞鸾终于知道 皇帝是以什么条件 利用了英家人 为他卖命 沈飞鸾转头向承恩侯 侯艳 时至今日 您还看不明白吗 承恩侯目光闪烁不定 微微咬牙 你的意思是 想要玩性命的 是皇帝 吴氏被夫君的话 震惊在了原地 哑了火势地愣在原地 杨幸运更是一时间 转不过弯来 瞪着那双懵懂的大眼睛 皇上为什么赐婚中枢 令家的公子给幸运 亭玉哥哥的手早不断 晚不断 偏偏在幸运 马上要嫁给岳母妻的时候断了 英家上门提亲 真的只是因为 英明媛爱慕亭玉哥哥吗 没有破天的富贵 在前方引诱着 他因梦齐哪来的胆量 伤害侯府世子 做下这样的措施后 还这妖巧赶上了 宫里进军的选拔 这一桩桩一件件夹起来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承恩侯凛然的身躯 缓缓颓废下去 眼眶迅速发红 额角的青筋微突 我已经 我已经 向皇上表明了立场 与荣国公府划清界限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要这么对我 沈飞鸾摇头 感叹承恩侯的天真 因为他要的是斩草除根 要的是掏空承恩侯府的权利 要的是你后继无人 只有承恩侯府败落了 他才能真正地相信 你对他已经没有威胁 何止是承恩侯府 夜都世家伶俐 大多今世百年 而百年世家 又多曾效命于陪侍皇朝 慕容老皇帝 越老越怕死 觉得这些世家 都心向前朝 所以想扶持新的 属于慕容氏的世家 那就要先搬倒原先的世家 殷纪久的殷家 赵贵妃的赵家 方如梦的方家 严丞相的严家 都是皇帝一开始 扶持的四大家族 这么看起来 承恩侯突然明白了 其中的官翘 目光恍然看向沈飞鸾 太子 太子只是皇帝 为了保护魔力燕王的棋子 他根本就没想过 让太子殿下继承皇位 皇帝心里最重要的太子人选 还是燕王慕容宅 要不然 为什么他扶持的新世家 全都是燕王殿下身边的大臣家 是了 当今皇后娘娘的母家 也是出自狼牙世家 数百年里出了几百位 才华横溢的文臣 就是如今 也有不少学子 都出自皇后娘娘父亲的门下 狼牙世家在朝堂上的微信里 有时比皇帝还要大 而皇后娘娘的父亲 是前朝太子的太父 难怪了 皇帝一直不喜欢皇后 更不喜欢皇后所出的太子 原来心结在此处 陈恩侯跟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 一瞬间想通了许多问题 可笑这文武百官 百年世家 还不如一个小女娃 眼光长远独辣 慕容室 不值得效忠 第97章 团结 差点失去最心爱的嫡子仪式 让陈恩侯彻底想通 表示 会和府国公府通气 现在有荣国公府在前头挡着 他们这几大世家 才能安然无恙 纯王齿寒 若是荣国公府倒了 下一个被开刀的 也许是陈恩侯府 也许是府国公府 也可能是别的世家 他们要做的 不是排挤荣国公府 而是要团结起来 让皇帝不敢轻易动手 如此才能保住自家的平安 杨兴运听了个四懂非懂 但是这四懂之中 他也听明白了 他和月公子的赐婚 是皇帝有意为之 代价 是他哥哥的一条手臂 不 是他哥哥后半生 乃至这辈子的虔诚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扑在吴氏怀中崩溃大哭 娘 我不嫁了 我不嫁了 爱情不是他的全部 他还有爹娘和哥哥 他不能嫁去月家 将来让爹娘为难 让人利用自己 威胁到承恩侯府 他不能让坏人的算盘如意 沈飞鸾叹了口气 拍着他的肩膀 也不知当初拜托薛小将军 试探月母妻的人品 让杨兴运与月母妻见面 到底是对还是错 月家虽不是夜都世家 却比很多落魄世家 都要风光无限 因为月母妻的父亲 是慕容皇帝的中书令 掌管着皇帝以下的所有文官 就连丞相都要听他的 是宰成之首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是皇帝最信任的臣子 皇帝把这样的人 只婚给月家嫡子 可想而知 是什么心思 或许杨兴运 嫁给月母妻之后不久 承恩侯府的势力 就会被蚕食殆尽 而没有了利用价值的杨兴运 自然就要病故 给未来的中书令大人的 心儿习让路 纵使月母妻是个好的 纵使她不愿意 牺牲阳兴运 但以她个人的力量 抵抗得了整个月家 抵抗得了帝王心机吗 慕容战不愧是阴谋 打败了陪氏的胜利者 如果沈飞鸾不是重生者 经历过前世那一切 亲眼见过几大世家的惨状 他也绝对想不到 慕容皇帝 是个心机这么阴沉的人 从想让他嫁给慕容宅那时起 一环一扣 都是冲着瓦解他们 弄死他们来的 前世的慕容皇帝 率先拿荣国功夫开刀 几大世家为了明哲保身 都选择置身度外 他不怪他们 毕竟这世间熙熙攘攘皆为历来 与自己无异之事 自然敬而远之 而且 前世打败荣国功夫的 也不是他们的冷眼旁观 是他自己的愚昧无知 引狼入世 这一时慕容皇帝 找不到机会 对荣国功夫下手 就开始把矛头对准成恩侯府了 沈飞鸾绝不会袖手旁观 只有世家团结 救人方能自救 度人也度自己 太阳西锤 落日的余灰 洒在青色的屋檐上 威厄的宫殿 也被笼罩一层温柔的橘色的暖光 化雪的天气 比下雪还要冷 太医带着民间大夫 从杨婷玉的房间里出来 目光示弱 看向陈恩侯 侯爷 世子用了麻沸伞 还在昏睡当中 威臣已经开了内容外敷的药物 侯爷按着方子抓药便是 只是 威臣也是听上面的吩咐办事 还请侯爷日后上奏时 不要说是威臣诊治的 就说是威臣旁边 这位许大夫医治的即可 这也是顺着沈飞鸾提供的办法 想出来的说辞 陈恩侯黑着脸 恩了一声 对这个原来是来取自己儿子性命的太医 没有半分好脸色 沈飞鸾笑着对她道 江太医试图阻碍许大夫施针救人 是沈二小姐扭了江太医的手 把她赶出了室子房里 江太医觉得这个说辞如何 江太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多谢沈二小姐救命之恩 这沈飞鸾 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连她施针救的柿子她都知道 这回是彻底被拿捏了把柄了 真是阎王打架 小鬼遭殃 她一走后 陈恩侯把许大夫留在了府上 方便给杨婷玉熬药换药 床上俊美的男子因失血过多 而显出病态的苍白 见眉皱在一起 干涸起皮的嘴唇抖动着 很不安稳的样子 沈飞鸾让丫鬟端了水来 再用包扎伤口的干净棉布 沾了温水 点在她的唇瓣上 她对杨婷玉的照顾 众人都看在眼里 无视拉了拉成恩侯的袖子 将她拉出了房内 从来锦上天花多 雪中 宋探少 那些口口声声说 喜欢自家儿子 想和侯府结亲的人家 事发到现在已经两天了 连一个上门探望的都没有 是觉得她儿子残疾了 后半辈子都没指望了 怕他们趁机赖上 所以才不来的 偏偏就是侯爷最看不上的 觉得人家吊着自家儿子的 从来没说过一句喜欢的沈飞鸾 一得到消息 就眼巴巴的来了 儿子今日恐命丧皇权 噩梦中的杨婷玉 听到一声叹息在耳边响起 紧接着 就是沈飞鸾轻声的说话声 婷玉哥哥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 我现在说的话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害你的人 就是想看你一蹶不振 想看你自暴自弃伤害自己 你的断臂之仇 你自己不报 我会替你报 因梦齐断你一臂 想换取荣华富贵 我就会砍掉他一双爪子 婷玉哥哥 你醒来看看 看我是怎么替你报仇的 不 卵儿 不要去冒这个险 我曾听闻三朝之前有个武将 在战场上战无不胜 被封为长胜将军 却在后来一场战役中 被敌军断了右臂 但他没有因此而气泪 而是怀着复仇的决心 训练自己的左臂 吃常人不能吃的苦 手旁人不能受的罪 承受异余 人的压力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他的情况下 把左手练得比右手更加厉害 用那只手 亲手砍下了仇敌的头颅 婷玉哥哥 我和侯爷 夫人 我们只希望你不要放弃自己 可是 可是 他没有未来了 婷玉哥哥 风起于清平之末 浪成于微蓝之间 爹谷底也要开花 陈海底也要望远 与其抱怨于黑暗 不如咱们一起 提灯向前行 泪水顺着眼角流出 杨婷玉心底 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 第98章 报仇 沈飞链用帕子 失去杨婷玉眼角的泪水 抬头看向一旁默默不语的杨心韵 拉着他的手 朝他笑笑 月家是月家 月母妻是月母妻 你心里怎么想的 最好找他本人说清楚 就算是退出 也要退个明明白白 杨心韵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还有什么好问的 他们家和狗皇帝都是一伙的 我绝不会嫁给 寄予成恩侯府的仇人 以前月姐姐和卵儿都说过 人的这一生 有家人 有朋友 有热爱的生活 与自己的喜怒哀乐 人不应该只有爱情 把自己困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怎么都走不出去 人的心里啊 得先有自己 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看得通透 所以在感情不顺时 可以潇洒快速地斩断 不适合自己的情缘 他也可以的 沈飞鸾交代杨婷玉的 小厮和丫鬟 这几天 一定要严密观察他的情况 不能让他的伤口感染恶化 将军的故事 的确是真的 如果杨婷玉有心去查验 一定可以查得到 因福 因梦齐做贼式地溜进后门 因祭久将包袱塞给他后 小声催促 快走快走 别让人发现了 陈安侯那头 现在指不定就守在大门口 等你回来就要你的命 快进宫去 进宫就安全了 夜色成了最好的保护色 因梦齐穿着一袭黑色长袍 从头到脚 都用黑色的斗篷 遮得严严实实地 只露出一双慌乱惊恐的眼睛 大内侍卫的选拔 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 这是皇帝给自己的机会 抓住了 从此他平步青云 抓不住 等待他的 只有死路一条 漆黑的夜晚 寂静阴森 街道上的风 阴冷地嚎叫着 时不时可以听到 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他不敢多想 只低头赶路 一道黑色的身影 从他身后掠过 明晃晃的寒光一闪 凄厉的惨叫声 吓得打羹的 羹夫手里的铜锣 都掉在了地上 唉 你们听说了吗 阴棘九的儿子阴梦齐 昨儿晚上碰到鬼了 两只手掌 都被齐刷刷地砍断了 什么状鬼啊 承恩侯府的杨世子 刚被他砍断了右手 这妖巧他一双手 我就说嘛 怎么杨世子断了一臂 承恩侯却没去找麻烦 原来使劲憋着这一出呢 阴家人能干吗 我听说 阴梦齐可是选上大内侍卫了 大好的前程 就这么被毁了 要我说 也是他活该 人家杨世子更好的前程好不好 还不是被他给毁了 就算是承恩侯府的报复 也是他应得的 沈飞鸾让昨夜 砍了阴梦齐双手的侍卫 也去了爹爹的军营避风头 等事情过了 再和陈静筹一块回来 桑宇从外头进来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阴祭酒带着人去承恩侯府讨说法 被侯爷打了出去 今日已经闹到皇上跟前去了 有什么用 当时廷玉哥哥的手被砍断 承恩侯又不是没有参阴祭酒一本 皇帝不是霍西尼 做和事老 还偏帮着阴家 护着阴梦齐 把他宣进宫了吗 这才过了几天 阴梦齐就被人砍断了双手 又没有证据证明 是承恩侯干的 他们又能怎么样 承恩侯已经不是那日 效忠于慕容皇帝的承恩侯了 得知皇帝的握错心思后 他也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人 承恩侯府与府国公府一个鼻孔出气 最后皇帝不仅没能罚成承恩侯 反倒是因祭酒被训斥了一番 说他不会养儿子 养出来的阴梦齐到处惹是生非 谁知道是不是他在外面还有什么仇人 故意借着这个机会 砍了他的手 嫁祸给承恩侯 皇帝正在霸巢自省 大臣们都是去的御书房议事 皇帝捂着越来越疼的脑袋 心情越发暴躁 气得砸了一方厌台 朕难道是经兆尹吗 这点屁事也要朕来处理 这帮大臣全都无能至极 殷梦齐也是没用 朕都这么帮他了 还被人砍了双手 蠢货 活该 这种蠢才怎么配做他的大内进军侍卫 一旁的汪德海 从术士手里 结过一个古铜色的瓶子 皇上该用丹了 也只有在吃了丹药之后 他的头痛才能缓解几分 整个人飘飘欲仙 舒服极了 修仙的道家大师们说了 这是要成仙的征兆 皇上 您飞升在即 平道听闻海外有仙山 名为蓬莱 蓬莱岛上有生仙草 十只仙人可不必飞升天界 坐着万寿无疆的王 蓬莱仙岛 是在传说中的仙山福地 皇帝眼中迸发出强烈的光彩 道长此话当真 却有此事 不过仙草特殊 离开蓬莱恐难以存活 平道要挑选五百个福泽 身后的宫人 宫仙草吸收福气养分 与平道一同去护送仙草回来 说得这么煞有其事 慕容皇帝马上就信了 吩咐汪德海 带道掌门下去挑人 这几年 他沉迷修仙 全赖风轻真人给他炼丹 对风轻真人的话 他没有不幸的 赵贵妃再次求见皇帝悲剧 回宫之后召来宫人 让他出宫请燕王进宫来 母子二人在锦人宫密谋了半天 直到下午 燕王才出宫去 八百里急爆 突厥人出兵了 寿方郡太守李长岗 写信回夜都求救 突厥十万大军压境 记录塞仅三万大军 边关气候又极严寒 我军毫无一战之力 现在突厥大军的军队 已经跨过了黑河分界 不日就要到城池下叫嚣了 三万将士 最多抵挡七八日 若是突厥人围城固守 城内囤粮也不够支撑太久的 沈飞鸾已经猜到 爹爹会主动请兵出战 但没想到 皇帝这次让爹爹把太子也带上 战场上刀剑无眼 把一个从未经历过血腥的皇子扔进去 是想要他的命 还是想要荣国公的命 敢轻他爹一边打仗 一边还要时刻盯着太子 以防他遭遇不测 不然还不知道 燕王那伙人 又要给他安个什么不轨之心的罪名 荣国公出征当日 慕容宅也登上城楼相送 第九十九章 倒霉 他站在沈飞鸾身边 卢儿 我思考良久 还是觉得 我经历了前世今生 虽然你不记得 但是没关系 我记得就好 最后 你一定会是我的女人 沈飞鸾微笑着 看着八万骁勇军 像一闪黑色的 没有边际的海域向前涌动 那我劝燕王殿下 早日死了这条心 我嫁鸡嫁狗 都不会嫁给你 纠缠间 杜子龙的很高的柳翩然突然出现 目光沉痛地看着二人 卢儿妹妹 再有几日 我就要为殿下诫孩了 沈飞鸾不明所以 平淡道 哦 那恭喜 城墙上来送行的 也不只有他们几人 还有许多官家小姐与夫人 甚至许多官员都来了 荣国公以前打西凉人 把对方打得屁滚庙流 俯首称臣 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 百年内都不会再发起战争 不止西凉 打卧国时 也是荣国公带兵增援 才将对方打回他们的弹丸之地 和平得太久了 他们都忘了 这和平是有人 在替他们抛头颅 洒热血 替他们负重前行 突觉得再次来犯 让他们又想起了战功赫赫的荣国公 是令人敬佩的大将军 虽皇上忌惮荣国公 但又不得不重用他 只因朝廷能用的武将 都是前朝所出 慕容是执掌江山以来 多出文臣 得用的将军是一个都没有 柳翩然还在一步步靠近沈飞鸾 都那么久了 你还在介意 当初是我进了燕王府吗 你能不能看在 我身怀六甲的份上 放过 不要再和殿下毫断私连了 柳树飞 慕容宅抓住他的手 阻止他在接近沈飞鸾 怒斥道 你还不是燕王府的女主人 本王的事 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指手画脚 可是殿下 柳翩然流泪道 我为了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都是为了你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说过 你说过只爱我一人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还总是惦记着沈飞鸾 他不爱你 他一点都不爱你啊 爱的话 一开始就不会把他让出来了 因为不爱 才让得那么轻易干脆 沈飞鸾知道 他为什么破防了 上次见他 还只是觉得 他的美貌微微受损 放眼望去 仍旧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可如今瞧着 却是与过去的柳翩然 判若两人了 因着怀孕 吃的都是大补之物 他的身材已经非常圆润 脸比过去大了两倍不止 脸上还长出了一大片的雀斑 五官都因肥胖而显得拥挤了 怀孕真可怕 把一个亲历的大美人 变成了大妈 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过去他的美貌 都是将是一点点养出来的 用香或者用旁的什么禁忌之物 将是失踪之后 无人用香维持保养他的美貌 当然就比不得当初了 家之怀的身孕之后 慕容宅对他的态度大不如前 孕妇已经够折磨人了 还整日忧心 愁眉不展 担心他在外面又勾搭上沈飞鸾 脸色当然就一日比一日更难看 连美貌这个必杀器都没有了 看着美貌越发光彩照人的沈飞鸾 他肯定就坐不住了 慕容宅只觉得非常丢脸 是谁让柳树飞出府的 还不快点滚出来 把柳树飞带回去 他肚子里的孩子若是有事 本王砍了你们的脑袋 柳翩然挣扎着 鸾儿妹妹 我求你 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再见殿下了好不好 他怕 他怕沈飞鸾若是真的嫁给了慕容宅 以他如今 这副不争气的曲窍 是绝对争不过的 你以为我很想见他 沈飞鸾冷着脸 我若是想当这燕王妃 你柳翩然就是哭死在这也拦不住 但我明确地告诉过你 我不会嫁给燕王 也从没有私下里约见过他 倒是我想求柳树飞 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让他别再来烦我 我真的挺讨厌你们两个的 我谁都不想看到 明白吗 与其有那个功夫来威胁他 不如抓住自己男人的心 众人纷纷点头 沈飞鸾的名声虽然凶悍了一些 但他家是摆在那里 只是喜欢虐待奴才而已 比起男方能得到的好处 算什么大事 他想嫁给燕王殿下 不需要偷偷摸摸的 只要他想赵贵妃和燕王 都要偷着乐了 柳飞燃这番宣誓主权 实在没有任何道理 他还只是个妾呢 慕容宅被他的话 谎了一下心神 手上的力度不自觉松懈 柳飞燃本来在剧烈挣扎 这下好了 用力过猛 一下子身子就栽了下去 啊 沈飞鸾避之不及 被迫成为了柳飞燃的人肉坐垫 被他撞得跌倒在地 还不得不护住他的肚子 整个手臂装在凸起的城墙上 发出骨头碎裂的声音 本不该这么疼的 但那只手 是他之前被西凉公主射伤的那只 死 他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柳飞燃发觉 他的手受伤后 还故意抓住他受伤的地方 死命地往下压 捏住那条手臂的五指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你再不松开 我送你肚子里的孩子归西 你信不信 柳飞燃这才装作 被刚刚扶起来的样子 惊魂未定地被带了下去 慕容宅关心道 受伤了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跟着我来了 用不着道歉 沈飞鸾捂着受伤的手臂 遇到你们 算我今天倒霉 没提前看皇帝 以后请燕王殿下离我远远的 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这番话也没放低声音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以后柳飞燃还想找这个理由发作 已是不能 殿下 燕王殿下 柳飞 柳飞要生了 城墙下的马车里 柳飞燃痛得尖叫的声音 自底下传来 啊呀殿下 殿下 我害怕 慕容宅深呼吸一口气 压下那股怒气 对柳翩燃的不喜 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他咬了咬后槽牙 深深地看了弹幕的沈飞鸾一眼 只能不甘心地转身离去 总不能让众人觉得 他是个如此薄情寡性之人 自己的树飞都要生了 他还在这里追求别的女子 第100章 重拾自信 桑宇心疼地扶着沈飞鸾 小姐 咱们赶紧回去找大夫来看看 混在人群里的月木漆纠结良久 还是坚定地站了出来 沈二小姐 在下略通正骨之术 你这手应该是脱臼了 不介意的话 在下现在就能帮你接上 少年红着脸 手都在颤抖 似乎是怕他拒绝 那双眼睛里满是祈求 陈恩侯府突然悔婚 幸运妹妹也断了与他的联系 安静月和薛小将军 也已经去了边关 他只能想到沈飞鸾了 咔嚓 猛然的一阵剧痛 胳膊已经接上 沈飞鸾活动了几下 多谢月公子 月木漆苦笑一声 当不得沈二小姐一声谢 其实我 我有事想请沈二小姐帮忙 她鼓足了勇气 我知道 我爹是中书令 是陛下信任的臣子 陛下 对世家多有忌惮 赐婚 与我和幸运妹妹 应当是别有用心 实不相瞒 再见到幸运妹妹 知道她是一个那么单纯善良的姑娘之前 我是打算亲自上门退亲的 好男儿 应当以真本是赢的争斗 而不是利用女子的真心 可我认识了幸运妹妹 也很喜欢她 我能保证 日后我绝不弃她 瞒她 沈二小姐 能不能请你 让我和她见个面说清楚 沈飞鸾一双 很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看着她 见她眼神清正 目中透露极色 方才那番话 好像都是她的肺腑之言 你见了她 又能如何 为了姐妹的幸福 她少不得还要试探试探 不可能她说什么 就信什么 少女眼神物的犀利 月大人受皇上之托 要的就是承恩侯府倒台 接手侯爷手上的权利 将来月家和侯府落成了敌对 你让心运如何自处 成品以后 心运要住在你家 你爹娘故意搏待她 你又能如何 你爹娘逼迫你与她合离 你愿意为了她 抵抗整个家族吗 月母七动了动嘴 思索良久 又沉默下去 就在沈飞鸾失望摇头 准备离去之时 她叫住了已经走到门口的她 你说的那些 我大概都做不到 沈飞鸾回头看着她 她眼神同样定定地与之对视 我家中还有兄弟 我母亲并非只有我一个孩儿 我平生所愿是走遍大江南北 据领略我大叶朝的壮阔山河 如果心运妹妹不嫌弃 成亲之后 我会带她离开叶兜 从此行踪不定 让想利用她的人 都找不到她在哪里 这意思是 愿意放弃忠书令府的一切 和杨心运 做一对浪迹天涯的恩爱平凡夫妻 她会从根本上杜绝沈飞鸾所说的那些 所有会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沈飞鸾这才对她露出笑意 跟我来 承恩侯服 杨婷玉换好了药 穿好衣服 再一次尝试着 用左臂挥动自己的长枪 仆人们看得胆战心惊 总觉得柿子 拿起长枪挥动时 动作太生涩了 好几次都差点伤了自己 左手习武 这也太荒谬了 能把左手练得跟右手一样 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不错了 柿子 神二小姐来了 平 长枪落在地上 杨婷玉整个人都慌乱起来 想着从哪个方向逃跑 可以不撞见沈飞鸾 婷玉哥哥在练枪 沈飞鸾捡起地上的长枪 递给杨婷玉 不等他否认就夸道 婷玉哥哥真厉害 相信假以时日 婷玉哥哥定能重新 斩路在马背上的风姿 我等着你教我骑马啊 侯府的人 包括父亲 母亲和妹妹 上上下下的主子奴才 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 提起他右手残废的事 只有沈飞鸾 他语气随意 好像断了一条手臂 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还跟他开玩笑 他扯了扯嘴角 提起这枪都困难 何以再展露马背上的风姿 这才几日 沈飞鸾夸张地瞪大了眼睛 我今日来之前 还以为你连枪都拿不起呢 你这不是都已经能挥动他了 这还不厉害 还要多厉害才算啊 第一步 激发他的斗志 沈飞鸾已经做了 第二步 树立他的信心 沈飞鸾正在做 人总要对生活有点期待 有点笨头 只有有了目标 人生才会有意义 才会不停地为了自己的目标 而努力向上的生活 他不知道 杨婷玉能不能成为那位 用左臂杀敌的传奇将军 但他知道 他必须让他有活下去的希望 对未来有期待 鸾儿妹妹 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自己 杨婷玉突然信心倍增 感觉手里的长枪都轻了许多 吴氏和陈恩侯 听着下人一字一句的禀报 心中若有所思 最后陈恩侯拍板 传令下去 以后不用小心翼翼地 顾及这世子的断手 就把他看作和从前 一般无二就行了 不要特殊对待 越是小心翼翼 越是会让儿子敏感 反而像沈飞鸾似的 大大方方地提及 告诉儿子 右手断了怎么了 他还有左手 右手能做到的 左手同样可以 侯燕 三小姐 三小姐和月公子一道过来了 他们怎么在一起 心运不是说不价了吗 等在从陈恩侯府 把月母妻带出来时 陈恩侯的脸色 还有些不好看 当然 是针对月母妻的 对沈飞鸾 陈恩侯如今是只剩下感激了 要不是他提醒 儿子没了 恐怕连陈恩侯府都不复存在了 月儿 你决定好了吗 无事无奈地看着他 这次可不能再反悔了 否则旁人 要笑话咱们的 你考虑清楚 真的要嫁给那个月家的臭小子吗 杨新运看了月母妻一眼 月母妻也低头看着他笑 露出一个让他安心的笑 侯爷 夫人 你们放心 若是新运妹妹 日后写信回来 说我对她不好 你们随时来找我 我这条命 可以交代给侯爷 他要抛弃家族 娶他心爱的姑娘不错 可姑娘也抛弃了一切 选择和他奔赴未知的前路 若是辜负了 自己才真的罪该万死 两家婚约在序上 最开心的 莫过于皇帝了 他还以为事情不成了 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承恩侯府那个三姑娘 对月母妻情根深重了 那更好办了 第101章 旧人 老皇帝沉浸在中书令 接手承恩侯府的美梦中 丝毫不知道 月母妻打算婚后 就带着杨兴运远走高飞 在布里夜兜着一堆的烂摊子 其实月母妻也可以 直接带着杨兴运私奔 只要他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杨兴运那个天真的小姑娘 一定会动心的 但是 古有云 聘者为妻 奔者为妾 月母妻想和他长相厮守 想和他理直气壮 堂堂正正地成为夫妻 只因他值得 沈飞鸾坐在回城的马车里 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前世杨兴运早早就死了 杨婷玉双手都被砍断 颓废了一辈子 承恩侯府 名存实亡 这一世 虽有波折 但大家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沈飞鸾相信 没有什么悲剧 是改变不了的 小姐小姐 前脚刚踏进鸾修院的大门 后脚春眠就挥着一封信跑了过来 云了云自己急喘的声音 才将信交给沈飞鸾 小姐 是狱情官来信 这段时间 小姐日日去问门房 有没有狱情官的来信 是写给他的 明眼人都知道 小姐这是想某人了 鸾修院近身伺候的 也就四春和桑宇 他们都是知道 陪货和小姐之间的关系的 沈飞鸾笑了起来 崭信 梁草宇君想已收到 燕王那边我也会留意 你在夜都好好照顾自己 我一切安好 轻轻悟念 等我 轻轻 他说 轻轻悟念 虽是短短几个字 已经回应了沈飞鸾在信上的每一句话 他正准备将信烧掉 却见陈静愁直冲进来 跪在了沈飞鸾的面前 主子 属下 属下求您就一个人 百花楼 琥珀酒 碧玉商 金族尊 翡翠盘 石如画 酒如泉 昔日繁荣 转眼只剩破败的一座花楼 官兵们将百花楼围得水泄不通 周围围了很多百姓 对着百花楼指指点点 唉 真是没想到 百花楼里 居然有姑娘是前朝的公主 到底是谁啊 燕王带兵围了百花楼 是不是已经抓到裴公主了 到底是谁啊 是不是阿妩姑娘 她长得那么漂亮 肯定是她 你有没有脑子 如果阿妩姑娘是裴公主 怎么可能留在夜兜 还这么张扬 早就躲起来了好不好 到底是谁啊 上了年纪的花楼老宝 已经被杀害 躺在地上血流如柱 染红了百花楼杏色的地毯 百十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全都挤在一处 跪在地上 脸上的神情略微惊恐 一个年纪约十六岁的姑娘 被铁骑侍卫抓了出来 长剑横在她脖子上 说裴公主是你们之中的谁 裴公主的名讳 只有已经死去的 裴侍皇朝的皇帝与太子 以及她的胞弟裴霍之道 外人只知 裴公主性情温和 温婉低调 从不参加宴请 只一心在自己的宫里 修身养性 秀花礼佛 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容 被抓出来的女子 愤恨地瞪着慕容宅冷笑一声 直接自己撞上剑鞭 身子用力一转 脖子上就出现一条长长的血痕 老宝的旁边 又多了一具如花似玉的尸体 滴滴的抽气声响起 慕容宅又抓出来一个人 没关系 你们不说 本王就一直杀 直到把你们都杀光为止 全都死了 那个什么裴公主也就死了 我 一个穿着粉紫色衣裙的少女站了起来 她生得极为可爱 一双大大的眼睛 灵气四溢 是个娇小玲珑的美人 她从美人堆里站起身 高高地抬着下巴 冲慕容宅高傲道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裴公主 慕容宅看过去 眼神微眯 从铁骑侍卫手里接过画像 画中女子与那少女有三分相似 正是在裴皇帝死后 选择了自尽在金鸾殿的前朝皇后 侍卫将少女抓过去 跪在地上的姑娘们 全都露出慌乱的表情 更有甚至伸手去拉她 却被铁骑一脚踢开 你就是裴公主 少女抬着头 慕容宅 偷来的皇位坐久了 已经忘了自己是裴家的奴才吗 连昔日的主子都不认识了 噓 一把长剑横在她脖子上 你找死 慢着 阁楼上 裴武一袭素淡的白衣 神情高冷 头发疏得松散慵懒 仅仅一根绿色丝带系着 却处处透露出高贵无双 她身后跟着一群气质不俗的男子 慕容宅只扫了一眼 就看见了四五个熟悉的面孔 丞相府的大公子 镇国公府的七公子 清和崔氏的五公子 刑部尚书家的二公子 就连被誉为夜斗第一才子 辅国公府的安世子 也一副守护者的姿态 目光冷丽地看着慕容宅 若是得罪了这些人 恐怕她 就算是坐上了皇位 也是如坐针毡 坐不安稳 裴武缓缓下楼 燕王殿下 未免太不讲道理了一些 就算这丫头 是你们要找的什么公主 她身已入红尘 就是百花楼的一个可怜人 陛下当年未显仁慈 放过了裴货和裴公主 如今怎么又算起就账来了 她的意思是 皇帝都放过了 前朝的公主和皇太孙 区区一个燕王 为什么要违抗皇帝的旨意 来秋后算账 慕容宅看了她身后的安世子一眼 压下火气 叛臣陪货在御秦关 集结了八万兵马 现在只怕已经在 前往夜多的路上了 本王奉父皇之命 前来抓陪公主做人质 有何不妥 裴武眼中震惊难以掩饰 一时没能接住慕容宅的话 眼见着铁骑 要把那少女带走了 啪 一记火红色的 长边抽了过来 直接打在那少女身上 沈飞鸾俱要的神情震慑众人 少女痛呼一声 捂着自己的左脸 痛得在地上打滚 玩 安世子冲出来 抓住她的手 你做什么 沈飞鸾甩开她的手 一脚踩住少女的肩膀 微微用力 我听说陪货的姐姐在这里 所以来看看 她本来是陛下赏给我的奴隶 却敢戏耍我 假死脱身 那逃奴该兽的 就让她姐姐来还好了 她目光中的狠力 让少女惧怕 浑身颤抖起来 可怜人 卵儿别胡闹 慕容宅也拉住她的手 陪货不日就要进宫夜都 陪公主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沈飞鸾松开脚 一只手抓住少女的衣领 将她脸上 那道迅速红肿破皮的边痕露了出来 那她进宫夜都的那日 燕王殿下可别忘了通知我 我会带人过去好好问问 细耍本小姐的滋味如何 说着 她甩开慕容宅的手 拉着那亮亮呛呛的少女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铁骑上前 殿下 她敢不把您放在眼里 数下去 慕容宅警告的眼神瞪过去 铁骑立马低下头 不敢再言语 沈二小姐对陪货恨之入骨 以她的性格 陪公主落在她手里 绝没有什么好下场 也罢 本王就等着看好戏了 慕容宅和沈飞鸾两尊杀神离开后 陪伍身后的男人们 七嘴八舌地 开始争夺她的归属权 阿妩姑娘 这百花楼死过人了 实在不适合姑娘 这天仙般的人物在住了 不如跟我回清河郡催世 便不用再做百花楼的可怜人了 跟你回催世 做你的外事吗 你也太看不起阿妩姑娘了 似这等美人 应当为贵姐 跟我回镇国公府 我这一生定 只宠阿妩姑娘一个 跟我回丞相府 跟我 安世子见培武面露皮色 是一众人安静 而后郑重道 阿妩姑娘 安某身无常物 唯一能拿出来说的 也只有家事 安某心知姑娘心气高洁 也看不上这等身外之物 安某厚言 愿以三枚六拼之礼 迎娶姑娘为正妻 万望姑娘垂青 此话一出 全场接近 公侯之家的世子 娶一个勾兰院里的花魁 还愿意给对方世子妃的头衔 这简直天方夜谭 这是前朝至今 从未有过的 骇人听闻 大逆不到的事 那些公子哥 虽对培武倾慕不已 但到底是个不甘不敬的青楼女子 那回家做妾 都已经冒了极大的风险 更别提 左明媒正娶的妻子了 他们互相都觉得 对方是培武姑娘的帐中人 当妾也好 做外事也罢 已经是青楼女子最好的归宿了 这要是让她做了正妻 以后他们几个见面 得多尴尬啊 自己的妻子被对方睡过 都是天之骄子 这奇耻大辱 谁受得了 府国公府在他们之中 是有十权的鼎盛世家 安世子都敢娶阿武姑娘为妻 倒显得他们目的卑劣 心不成了 安世子怨娶一勾兰女为妻 放眼整个夜巢 也是十分炸裂的事 可被众人觉得 一定会马上答应的 裴武只勾唇一笑 对着他们屈了屈膝 诸位公子的台爱 阿武实在无以为报 只是阿武这辈子 已经历史不嫁人 还请诸位谅解阿武的难处 他转向安世子 安郎的情谊 阿武心灵 但自古三没六聘 聘得都是完毕之身 阿武当不得世子夫人 更配不上安世子的一片情深 这百花楼 是唐妈妈一辈子的心血 众姐妹也都是 身世坎坷的可怜人 我愿成唐妈妈一致 接手百花楼 他不愿接受这些公子哥的示好 看起来都是为了百花楼里 这些可怜的姑娘们 如果他走了 这百花楼就该散了 没了百花楼的庇护 这些姑娘们 也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裴武红唇威名 安世子若真想帮阿武 就每日帮我打探一下 裴琴在荣国公府的情况吧 原来前朝公主名为裴琴 荣国公府 沈飞鸾将裴琴带回了鸾秀院 一路上下人们都听到了她的辱骂 虽然好奇 但鸾秀院外总有护院把守 二小姐不喜闲杂人等 靠近自己的院子 也没人敢去出这个眉头 关起门来 没人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裴琴的辱骂 在看到沈静愁时 忽然止住了 她看了看沈飞鸾 又再看了看沈静愁 有些不确定道 沈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沈静愁将她手上的绳子解开 对她笑了笑 介绍道 小琴 这是沈二小姐 也是未来的皇孙妃 是我求二小姐去救你和公主的 原来 沈静愁是前朝的票级大将军之子 曾和真正的公主裴舞许下婚约 但二人还未来得及澄清 裴侍皇朝就被推翻 裴或被囚禁申宫 而裴舞则在宫女的保护下 下落不明 沈家为了抵抗慕容家的大军 殊死顽抗 一家十六口 全被悬挂于城楼之上 当年也才九岁的沈静愁 和怀孕的母亲一起 被父亲安排 出逃至荒无人烟的重州 直到皇太孙在宫中 接手了一部分前朝势力 陈静愁才带着弟妹 混进了夜兜 与陪货联系上 彼时的裴舞 已经自愿从高高在上的公主 成了百花楼里消息最灵通的探子 也做了那卖笑的花魁 他再不提幼时许下的婚约 陈静愁就默默地守着她 很多个深夜 守护者沈飞鸾睡下后 他都喜欢飞到百花楼院子里的 那棵参天大树上 偷偷地看他喜欢的阿妩姑娘 楼台一角的窗子总是打开的 有个美丽的姑娘已在窗边 像是知道她来 又像是不知道她来 遥遥相望 已经成了他们最浪漫的距离 沈飞鸾给裴琴受伤的脸上药 所以阿妩姑娘是裴霍的姐姐 你是阿妩姑娘的堂妹 死 裴琴被冰凉的药物涂抹伤口 痛得呲牙咧嘴 却不敢乱动 一双眼睛在沈飞鸾的脸上看来看去 是啊 我也是裴霍的堂妹 我爹是前朝的延亲王 也就是说 裴琴就算不是公主 也是尊贵的郡主 竟没想到 世人眼中的藏污奈构之地 多的是身份曾经贵重的公主 郡主之流 你下手也太狠了 我脸上不会留疤吧 沈飞鸾解释道 燕王不是那么好敷衍的 我下手若不狠 你现在已经在他的私牢中 被铁骑侍卫严刑拷打了 那时候 就不只是脸上这道疤了 第103章 不喜欢 有传言说 裴朝的皇帝 给太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宝藏 数量大道足够重建一个繁华的都巢 裴太子死后 这笔宝藏落在了皇太孙的手里 皇帝那时 留下裴货和裴武的性命 大概就是为了这笔宝藏 只是这么多年困着裴货 却没有查探出 任何关于宝藏的消息 所以 慕容皇帝才想杀了他 既然这宝藏他得不到 他就要让得到藏宝图的裴货死掉 这样就谁都得不到了 慕容宅是艰辛自己经历过前世的人 最后也真的被裴货推下皇位杀死 所以他也相信了藏宝图一事 裴货若是落在他手里 还能不能坚持到 裴货打来夜都都不知道 二小姐 咱们是不是该写信去玉清关 主子他 一定要有防范才是 我一会儿 说到一半 沈飞鸾歪了歪头 想到了什么 不 他缓慢地摇了摇头 不能给裴货写信 慕容宅 他是故意让我带走裴货郡主的 他在怀疑 我是故意放陪货走 跟他是一伙的 如果是这一世 只有18岁的慕容宅 沈飞鸾相信他还没有这个智商 也没有那么多疑 但现在的慕容宅 是坚信自己 在梦中经历过前世 已经年近三十的老恋帝王 这样的慕容宅 在一只陪货会攻打夜都的情况下 只会默默地 不让任何人察觉的 坐 些防范事宜 绝不会这样毫不避讳地说出来 差点就上当了 沉静愁听了 脸上却焦急起来 那公主会不会有事 你没看到 刚才站在陪公主身后的那些人吗 沈飞鸾道 放心吧 只要陪货还想着皇位 那些人 他一个都得罪不起 论其找靠山这件事来 沈飞鸾觉得 陪公主的手段 甚至在自己之上 陪请古灵精怪的眨眨眼 那我们 接下来怎么办 沈飞鸾回忆一笑 不能送信给陪货 但咱们 还可以耍着 他玩不是吗 远在延州的萧中云立功回朝 立马被皇帝封了六部上书之首的上书令 于岳家的中书令齐平 都是天子敬前宠臣 他刚回京 就听说了沈飞鸾的光荣事迹 皇太孙被他 逼得火盾 假死脱身逃跑 而金裴公主 又落在了他手里 听说 这位沈二小姐 办了个赏花宴 此赏花宴 与常人以为的赏花宴不同 是将百花楼的姑娘 和裴公主一起 用绳子绑着 一串串跟下饺子似的头壶 等人在湖里泡酒了 再拉上来 再投进湖里 直到姑娘们晕了才算 那一个个梨花带雨的美人 就是此次赏花宴的花 如此行为 惹得萧中云一伙的 陪侍皇朝 一挡义愤填音 纷纷鼓动玉石台的 严官餐容过功夫 其实慕容皇帝 是很满意沈飞鸾的 嚣张跋扈的 折辱裴家的人 为了这一点上 他觉得沈飞鸾深得他心 但本子 已经递到他跟前来了 他也不能装作没看到 免得寒了 那帮严官的心 陪侍换下湿漉漉的衣物 对沈飞鸾道 多谢沈二小姐救了小情 沈飞鸾看着那张 与陪货没有半点相似的脸蛋 但同样高贵的气质 与坚定的神色 摇了摇头 我都听陈大哥说了 我祖母中毒之时 多亏了公主救了她 我还未当面谢过呢 提起这事 陪侍皱了皱眉 当日之事 不必延谢 你也帮了陪货的大忙 沈飞鸾感觉得到 陪侍对他似乎并不喜欢 他也只是微微一笑 对陈静愁道 送公主回百花楼 他承认 自己对陪货很动心 任谁面对一个顶天立地 光明磊落 却处处照顾自己的人 都很难不动心 可他也知道 他们彼此都背负着血海深仇 大仇未报之前 谈情说爱都太过奢侈 所以 他并不在意 陪侍不喜欢自己 公主 陈静愁将陪侍和一众姑娘 押送回了百花楼 其余人退下之后 他与陪侍单独在一起时 才出声询问 您不喜欢沈二小姐 为什么 陪侍腻了他一眼 我不喜欢一个人 什么时候需要理由了 陈静愁闽纯 您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皇太孙自己选定的人 帮了皇太孙许多 我以为 您该高兴才是 自从陪侨覆灭 皇太孙整个人都变得冷冰冰 阴沉沉地 被慕容是那些人欺负的时候 也不还手 好像希望被他们打死似的 是沈飞鸾在皇太孙死水一样的生活里 扔下了泛起涟漪的小石子 皇太孙再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人气 陈静愁以为 公主也希望有一女子 能陪着皇太孙 给他很多很多的爱才是 我为什么要高兴 陪侮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就算没有沈飞鸾 以阿霍的本事 打回叶兜 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都是迟早的事 若不是 他与燕王纠缠不清 燕王又怎么会知道 阿霍要攻打叶兜的事 你又言之 荣国公府是不是下一个慕容士 如果阿霍攻城胜利 夺下原本就属于裴家的江山 将来迎娶了沈飞鸾尾后 他们姐弟二人势单力薄 荣国公府却如日中天 谁又能保证荣国公不返呢 他并不想弟弟身边 有个如此强大的外妻 免给他人做嫁衣 陈静愁低头沉默 两久 才对裴武道 我相信皇太孙的眼光 也请公主别再做让皇太孙为难之事 他拉住裴武的手 将一颗黑色的药丸 放在他手心里 交给我我会拼死户他周全 那药是裴武下在沈飞鸾的杯子里的 不错 他想杀死这个动摇裴火心神的女子 被揭穿的裴武脸上半点慌乱也没有 只是闭了闭眼 不想再看到陈静愁 做了一段时间沈飞鸾的走狗 也别忘了 你是我裴家的大将军 陈静愁身体顿了顿 对着裴武抱拳行礼后 退出了百花楼 下午沈飞鸾便收到斥子的圣旨 说他行事乖张 太过狠辣 无女子的贤良淑德 望他以后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加以改之 第104章 封魔 至于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肯定是没有的 慕容皇帝说了 看在戎国公在外领兵打仗 老太君大受在即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不要再有下次就好 这哪里是斥责 这根本就是迫不得已 说了两句又哄两句 不过沈飞鸾 还是因为这道圣旨收敛了许多 至少没有再办过那什么荒唐的赏花宴了 慕容宅坐在书房里 一屋子的幕僚散尽 他有些疑惑 难道卢安儿和陪货真的没有关系 可直觉总在告诉他 不可能的 不然前世陪货登基为帝之后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为荣国公府翻案 还不顾群臣反对 加封已死的沈飞鸾为皇后 荣国公当年还击退过陪货的军队 阻止他进城 换了慕容宅 绝不会为他翻案 陪货 是不是早就喜欢沈飞鸾了 王爷 柳树飞那头的丫鬟 来请您过去用碗扇 说是想和您商议一下小黄村的满月宴 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上月赵贵妃以柳树飞怀有身孕 无法照顾王爷为由 将身边的宫女荣儿姑娘 送来了王府为妾 又逼着燕王 迎娶了赵家的嫡女赵九为侧妃 赵侧妃不争宠 整日带着丫鬟出门游山玩水 对王爷不甚在意 王爷也无心赵侧妃 只不过 到底是自己的表妹 明面上过得去就成了 事宜也不阻拦侧妃娘娘出门游玩 但容姨娘可不是省油的灯 自打容姨娘入府之后 王爷一月有半月 多宿在容姨娘的房里 还有半月独自在书房与幕僚议室 时间晚了 就在书房歇下 柳树飞 这是同容姨娘争宠来了 可 问题是 柳树飞生下小黄村快一个月了 身材也没恢复 脸上斑斑点点的 瞧着都不如身边的丫头清秀了 王爷怎么吓得了口 柳偏然提起孩子 不免让慕容宅想到了梦中 沈飞鸾还没来得及出世的那个孩子 要不是柳偏然蛊惑他 说卵儿肚子里 还不知道怀的谁的孽种 他也不至于任由柳偏然 那个毒妇生破了卵儿的肚子 事后他也很后悔 但卵儿和孩子 都已经被烧成了焦黑的两具尸骨 现如今 柳偏然也做起了慈母 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了 王爷 容姨娘院子里来人了 说备了薄酒 等王爷过去一续 慕容宅残忍地笑了笑 本王正好累了 那就去容姨娘处小酌几杯吧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去容姨娘那里 总能想起沈飞鸾 想起那日被鞭子 抽打在身上时的 奇怪的感觉 所以 每次同容姨娘行房 他也总是让容姨娘鞭打她 满足她这特别的心理 只她心里总在想 若是打她的人是沈飞鸾 那就更完美了 容姨娘的力道 还是不足了些 哗啦 一袭白色中衣 身材臃肿的柳偏然 将饭菜全部扫在地下 他这是故意下我的面子 让下人们都看我的难堪 我做错了什么 我是为他生孩子 才变成这样的 我做错了什么 他发疯一样地冲到摇篮面前 抱起小床里 哇哇大哭的孩子 就要往地上砸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我才变成这样的 既然你父亲都不喜欢你 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不如去死吧 柳树飞 赵贵飞派过来的奶娘 吓了一大跳 立马抢过孩子 将柳偏然推倒在地 你疯了 这是燕王殿下的第一个孩子 柳偏然跌坐在地 颜面痛哭 第一个孩子又怎么样 他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燕王殿下还年轻 等日后小皇孙大了 殿下就知道长子的珍贵了 奶娘轻哄着啼哭的婴儿 脸色不善 柳树飞如此风魔 也难怪殿下宁愿去宠幸荣姨娘 那个奴才 小皇孙养在您这儿 恐有性命之忧 明儿老奴会进宫回了贵妃娘娘 将小皇孙寄到侧妃娘娘名下去 他刚才的举动 柳树飞却能毫不犹豫地 举起小皇孙往地上砸 可见心肠之狠毒 真是前所未见 这是我的儿子 柳偏然起身就要去抢 你们不能抢走我的孩子 他的儿子 是他争宠的戾气 怎么能给别的女人 抓住柳树飞 他疯了 奶娘一声令下 丫鬟婆子们就上前抓住他 他只能看着奶娘 将自己的儿子抱出去 四月初八 青天间算出来的好日子 燕王长子的满月酒 就摆在这日 沈飞鸾和最近 都在家中袖嫁衣的杨新运 坐在一处 低声交谈 怎么是赵侧飞抱着孩子 在接受赞礼 柳偏然呢 杨新运无嘴笑了笑 我听说他现在胖得 跟个球一样了 还满脸的雀斑 燕王怎么可能让他出来 丢人现眼 你还不知道吧 这孩子 都已经记在赵侧飞的名下 以后和柳偏然没关系了 柳偏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杨新运觉得 都是他自己活该 这可是 他自己为自己抢来的好轻视 不管是什么结果 他都要自己受着 则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他知道 僵尸还未死 应该是被镇北王的护卫 护着去了封地 听说镇北王夫人 三个月前已经病逝了 现在王府主事的是镇北王的长子 已经继承了镇北王的爵位 准备来夜兜 接回父亲的官果 回封地与父亲合葬 以他对僵尸的了解 只要他还活着 就一定会跟着小王爷回夜兜的 到时候 柳偏然的美貌 就有机会恢复了 容貌 在沈飞栏这儿 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 偏僵尸和柳偏然却觉得 是女子最重要的武器 十二小姐 今年也十六了吧 满了十五 可不就叫十六了 孙夫人笑眯眯地看着她 年纪也不小了 寻常人家的姑娘 十四岁定亲 十五岁就嫁人了 我瞧着十二小姐 可是越看越喜欢 不如就嫁给我们燕王殿下 和我家酒 做一对好姐妹好了 貌似在开玩笑 却在告诉在场的所有世家 沈飞栏是燕王殿下定下的人 谁也别打她的主意 第105章 逼婚宴 高位之上 慕容宅笑看着沈飞栏 一副对她很满意的样子 沈飞栏往座位上一靠 流氓的气质就显露无遗 一点面子都不给到 孙夫人和燕王殿下 不愧是一家人 都有失忆症 我记得我爹书征那日 我在城墙上说得非常清楚 绝不会嫁给燕王 你们这么快就忘吗 她眉头一挑 怎么 今天不是小黄孙的满月酒 是我的逼婚宴吗 我祖母和爹爹都不急 孙夫人你急什么 这么喜欢燕王殿下 不如赵家将所有的女儿 都送进燕王府 让燕王侧妃和她的亲姐妹 做好姐妹 不是更好 那可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 沈飞栏的伶牙利齿 还是一如既往 好几个想对她的贵夫人 嘴巴张了右臂 算了 骂不过 还是不要惹她了 女子过了十五岁还不成亲 像什么样子 还是有勇士存在 比如御史台的方御史 正是方如梦的父亲 咱们大爷贵女的名声 就是被你这样 不守礼法规矩的人给破坏的 沈飞栏责了一声 我十五岁不成亲 关你什么事啊 我一没吃你家大米 二没花你家的钱 你御史台的言官 不管贪官污吏 不管名声几何 倒管其小姑娘嫁不嫁人来了 怎么 御史台要改成兵人所 专管拉郎配了 御史台专管不平之事 你沈飞栏拉低了夜多的成婚率 不知多少女子 要以你为例不肯嫁人了 这便是你的错 女子不愿嫁人 不该是 你们男子反省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沈飞栏眨扎巴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方御史这么纠结 女子十五必须嫁人 是因为方家的姑娘 都活不过十五吗 大夜朝也没有哪条律法规定 十五岁必须嫁人 既然没有律法规定 那大夜的女子 想几岁成亲就几岁成亲 用不着多事之人指手画脚 我承认 御史台还是有好官关心百姓生活的 但也不能否认 像方御史这种吃饱了撑的 管起别人嫁人不嫁人的 也是有的 就插指着方御史的鼻子骂了 扑吃 有人忍不住发笑 却又很快忍住 忍得肩膀都在发抖 道德绑架 沈飞栏他就没有道德 怎么绑架 连御史台的言官 都被他对得面红耳赤 哑口无言 那些在场的贵夫人们想了一下 若是沈飞栏和自家儿子成亲 恐怕他们想指点一下沈飞栏 都会被他反骂得怀疑人生 贵夫人们纷纷摇头 再一次坚定地拒绝 沈飞栏给自己做儿席的决心 方如梦气得拍桌 但自知不是沈飞栏的对手 只能用一双愤恨的眼睛瞪着他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他已经倒在血泊中一千次了 小黄孙的满月酒 除了沈飞栏怒骂孙夫人 和方御史这一幕 十分让人津津乐到外 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 因为沈飞栏在宴会结束前就离开了 原本就是来走个过场 谁知道慕容宅要做妖 那就别怪他不留情面了 今夜过后 大概不会再有人觉得 他对慕容宅还有留恋了 这分明是燕王殿下 对人家愚情未了 想再续前缘 而人家沈飞栏态度很明确 不于 别来反解 夜兜之外 隔着两天路程的画线 一个身着破烂衣上的小女孩 摔倒在地 又快速地爬了起来 她满脸都是伤痕 趁着夜色奔逃 怎么办 那丫头似乎是朝着夜兜方向跑了 万一真让她进了荣国公府 怕什么 荣国公出征在外 荣国公府里 只有一个老掉牙的老太君 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沈飞栏 谁会管早就和家里断绝了关系的大小贱 你说得对 今晚别给那贱人和贱种饭吃 饿死他们 画线一个偏僻的庄子里 院门都搭拉着 这里破一块 那里缺一块 勉强能掩上 泥土湖城的小房子里 一个枯瘦的妇人 躺在木板床上 呼吸微弱 她身边还躺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 说是两岁 却还不如一岁的孩子高壮 瘦的皮包骨正抱着那妇人的脸 虚弱地叫着 娘 呃 娘 训歌儿好饿 沈飞英艰难地抬手 摸着训歌儿消瘦的背部 好孩子 好孩子再坚持一下 你邱双仪已经去你外祖家求救了 你外祖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去了外祖家 他们会给训歌儿吃的吗 会的 他们会给训歌儿吃鸡腿 吃粉蒸丸子 吃很多很多好吃的 娘 训歌儿喜欢外祖家 荣国公府的老太君 六十大寿在即 国公府门口张灯结彩 自沈飞栏在北城招宫之后 已经没人拦得住小乞丐们 进城乞讨了 荣国公府的下人们 刚打开大门 一群讨喜的小乞丐 就从台阶上起身 说些吉利话 找管家要糖吃 邱双作为唯一一个大人 显得格格不入 很快就被管家注意到了 这怎么回事 大人也来讨喜糖 机灵的小乞丐们马上到 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 邱双鸡肠鹿鹿 连着两天两夜的赶路 已经令他意志模糊 但心中邀救小姐和小主子的信念 十分强烈 他伸手抓住管家的袍子 或是荣国公府 大小姐沈飞英的贴身侍女 大小姐他 他快被连 连家人害死了 还请 还请您 去通报国公爷和老太郡 大小姐沈飞英 他都多少年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当年皇上 伺婚大小姐和连家嫡长子 老太郡和国公爷都不愿意 是大小姐死活要嫁 那连家远在夜都之外的化县 是当地一个县官之家 连家的大公子 生得枝蓝玉树 看着轻贵无双 只在街上被他救了一回 就沉迷了进去 大小姐嫁人之后 还写了窃节书回来 要和荣国公府断绝关系 气得荣国公和老太郡 从此不许人再提起大小姐的名字 管家冷哼一声 什么大小姐 我们国公府的大小姐 早就没了 如今只一个二小姐 秋双哭着摇头 知道是自家小姐被误会了 再次抱住管家的腿 不 你们 第106章 救大姐 怎么了 话语间 一华府美艳的少女 从门内走出 发生了何事 那少女虽有些眼神 美得太过耀眼 但眉眼间还是能看出来 与她家大小姐有几分相似 大小姐出嫁那年 二小姐才八九岁 想来这就是二小姐了 她松开管家 二小姐 二小姐是奴婢 奴婢是大小姐身边的秋双 秋 说着 她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疯狂帝王沈飞鸾那边爬 却被管家叫人从地上拖了起来 哪来的乞丐 别脏了二小姐的衣裙 慢着 沈飞鸾挥腿上前的下人 仔细地打量着 女人那张黑黄枯瘦的脸 你是秋双 记忆里的秋双有些微胖 白白嫩嫩的 皮肤比一般的官家小姐还要好 水灵灵的 能掐出水来 眼前这个 是奴婢 是奴婢呀 二小姐 她人已经站不稳了 昏昏沉沉的 好像马上就要晕过去 二小姐 妾妾书不是大小姐写的 是连家人怕被荣国公府 发现他们虐待大小姐 用奴婢的性命 威胁大小姐写的 二小姐 大小姐和小主子 被他们 关在化县的吉家村 他们会死的 求求 求求二小姐 话还没说完 她实在顶不住那阵血运 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沈飞鸾捕捉到 她话中的关键信息 立刻冷下脸来 把秋双带进鸾修院歇息 安排三十个护卫跟我走 前世大姐沈飞英出嫁之后 和人在童话县那边往来 沈飞鸾头两年 还偷偷带着 叶多的名贵布料和银子 想接济一下姐姐 可怜家人每次收东西 收得挺快速 她却连姐姐的面都没见过 每次都只被告知 姐姐因痛恨老太君和爹爹 都偏心沈飞鸾 所以出嫁之后 再也不想见荣国公府的人 让他们少来烦她 现在远离国公府的幸福生活 她还曾在门外 听见姐姐嘶吼着叫她滚 她被伤透了心 从此不再打听话县之事 只以为姐姐过得好 若是她的存在 让姐姐觉得那样痛苦 她便如姐姐所愿 再也不打扰姐姐的生活 那些被尘封的 伤痛的记忆解封之后 心脏都隐隐约约的发疼 姐姐小时候 也很宠她的 二小姐 管家还想说什么 国公爷那 那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沈飞鸾带着火气道 这是无论如何 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本小姐定不饶你 管家其实也是气大小姐 当年把容国公气得太狠 并非有心阻拦 血浓于水的亲情 哪里是一封 妾结书可以斩断的 她叹了一口气 奴才只是想提醒 二小姐一声 一定要拿到 大小姐的和离书 国公爷那里 奴才会派人去通报的 沈飞鸾这才点了点头 坐上了下人们 牵出来的马车 秋双路上遇见了 好心人的马车 烧了她一段路 她才能在两天之内 赶到夜兜 不然光凭她两条腿 还有得走 燕王府 一封密信 送到了柳翩然的桌案前 她看完之后 整个人都兴奋地颤抖起来 带上人 我们去划线 淑妃娘娘 您还在月子里 不能见风 这是要去哪儿啊 丫鬟都是赵贵妃派来的 主要是为了防止 她再次发疯 跑去赵侧妃那里 伤害小皇孙 啪 柳翩然一巴掌甩过去 我的事 何时需要你一个奴婢 来插嘴 贴身婢女希儿眼色很快 已经去叫了马车 淑妃娘娘 马车已经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出发吗 平 小农院的破门 被人一脚提报废 身着华服的妇人 在几个产妹 吓人的簇拥下走了进去 这什么味儿啊 难闻死了 妇人用手遮着鼻子 在看到沈飞英 抱着一个小萝卜头 啃着干瓁的番薯 这不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夫人吗 怎么沦落到这个境地了 沈飞英抬头 下一刻就将训根藏在身后 向后退去 惠姨娘 我已经被你们从连家赶了出来 你们还想做什么 惠姨娘双手还胸 面上一片阴冷 你和夫君是皇帝赐婚 只能和离 不许休憩 夫君已经写好和离书 实相地赶紧签字画押 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他一步步逼近 沈飞英身后的孩子 突然抓着番薯 往惠姨娘脸上扔 打 坏 打 不许 打你 两岁的孩子 已经能感受得到人们的恶意 啊 黏乎乎的番薯 在惠姨娘脸上留下痕迹 他用帕子捂住脸 你这个小贱种 今天我就打死你 省得你日后跟我的孩子争家产 他肚子虽然平坦 但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大夫们都说他肚子里是男孩 要不然 他也不会催着连大公子快点处理掉 这对凡人的母子 他话音一落 身后的家丁就一哄而上 往沈飞英女子冲了过去 不 不要 娘亲 呜呜娘亲 娘亲救 突然 门外 跑进来几十个身材高大 气势汹汹的护卫 二话不说 就将惠姨娘的人都抓了脖子 扔在他脚下 放 放肆 你们是何人 为什么擅闯别人的院子 我可是划线县令家的 小心我把你们都抓去衙门大牢 你不去报关 我也是要去的 破败的农院门口 走进来一个美艳无双的少女 我要当面问问连县令 当年他连家三枚六聘 赌咒发誓 将我姐姐取进门 说会把我姐姐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 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如今 我姐姐却住着这破落的房子 被个奴才如此欺凌 我要问问他 怕不怕天打雷劈 当面连家人发过似的 卵儿 沈飞英眼底先是绽放出强烈的光彩 再注意到他是独自前来时 那亮光呼的一下又熄灭了 爹爹和祖母都没来 应该是只有卵儿 收到了秋双的求救 若是爹爹和祖母都知道了 绝不会让卵儿来这儿 独自面对诡计多端的惠姨娘和连家人 第107章 长嘴 你是 惠姨娘瞳孔微缩 荣国功夫的二小姐 沈飞鸾 不是说夫君逼着 沈飞英写了窃节书 荣国功夫那边 早就不管她的死活了吗 春眠 春笑 长嘴 沈飞鸾大步向前 越过惠姨娘等人 直接走到沈飞英身前 眼神在她和训歌身上来回打量 实在不敢相信 眼前之人 是她美丽端庄 春水一般温柔的大姐 她的小侄儿 本该是玉学可爱 虎头虎脑的县令家小小公子 可她看到的是一个面黄肌兽 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 眼睛里都透露着畏惧的 如小乞丐一样的孩子 阿姐 你受苦了 我来带你和训歌回家 回 家 沈飞英鼻头一酸 抓住沈飞鸾的衣袖 嚎啕大哭了起来 鸾儿 鸾儿 她似乎是要把自己这几家 受到的折磨屈辱 全都发泄出来 眼泪如止不住的河流 滚滚而落 她哭 训歌也跟着哭 哭声像小猫一样 细碎而脆弱 桑鱼几个从小就在国公府伺候的下人 看到大小姐如此 全都红了眼 下手的力道 便越发大了起来 巴掌声此起彼伏 惠姨娘实在疼得不行 抓住春晓的手道 沈儿小姐 我不过是来给夫人送和离书的 你凭什么打我 春晓重重地甩下一巴掌 双手叠在小腹处 比深宫里的老嬷嬷 更像老嬷嬷 大胆 你区区一介妾事 能见到宁阳县主 已经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 方才竟敢直呼 我们县主的名讳 此乃大不尽之罪 我家县主杀了你都使得 打几个巴掌怎么了 福气 近来二话不说就先掌嘴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惠姨娘只在化县内横行 从未去过夜兜 距离有这样远 消息之后也正常 她只知道 荣国公府的二小姐 凶残暴虑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被皇家分为县主了 继续打 沈飞拦头也没抬 并且分心让桑宇去马车里 拿了一些糕点和水来 分给姐姐和小侄吃 训歌咽了咽口水 看着糕点的两眼都要冒光了 但还是没有伸手 而是看了看自己的娘亲 见她点头 才红着脸结果 并乃声乃气道 谢 谢谢姨母 连家人 这是造的什么年 把一个这样乖巧懂事的孩子 错没成了这副鬼样子 不能打不能打 惠姨娘捂着这里 微微发疼的肚子 我怀孕了 我怀了夫君的孩子 求县主饶过我这一回 我再也不敢了 眼里明明还有不甘心 嘴上却开始求饶 是个能屈能伸的 倒是比柳翩然和方如梦那些人 更识实物一些 你怀孕了 沈飞鸾眯着眼睛 看向她的肚子 意味深长道 刚才本县主好像听到你说 要打死我家迅哥 免得他将来同你的孩子争家产 惠姨娘眼底慌乱 不不不 只是我一时成了口舌之快 迅哥乃连辅嫡长子 我只是一个妾室 哪敢对他喊打喊杀 可刚才要不是沈飞鸾来得及时 迅哥此时 只怕已经被他们 扔进后院的深井中了 求县主饶了我和腹中孩儿一命 惠娘 刚才沈飞鸾带着人闯进来 惠姨娘见情况不对 已经回连府 去请夫君连姨支过来了 夫君 惠姨娘眼中含泪 脸上的巴掌印明显 一副雨打得小白花样 楚楚动人 我见犹怜 连姨支气愤地看向沈飞鸾 以及沈飞英 仿佛他们不是他的妻子和小姨子 而是杀父仇人 你们擅闯民宅 我要告你们 来人 把他们带回衙门关起来 他带来的人也有几十个 一声令下 双方人马立刻缠斗在一起 然而 连银支带来的 都是划线县衙的捕快 身手略胜于普通百姓而已 又怎么会是荣国公府 那些训练有素的护卫的对手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他带来的人都躺在地上嗷嗷叫唤 就是连银支自己 也被国公府的护卫按着 跪在了沈飞鸾面前 这位就是当年对天发誓 若是辜负了我姐姐 就被乱刀砍死 死无葬身之地的连大公子了吧 连银支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但很快就被院读掩盖过去 啊 当年要不是有人告诉我 娶了沈飞银 就能一步登天 成为夜都权贵 我怎么会求娶她 我哪里知道 她宁愿和荣国公府断绝关系 也不愿意让国公爷推举我入朝 不愿许我连家半点好处 娶来无用 还占着我连家掌息的身份 实在可恶 啪 沈飞鸾亲自动手 赏了她一巴掌 吃软饭吃得如此理直气壮之人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的 姐姐 今日你就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打死了 也有国公府给你兜着 沈飞银握紧了拳头 不必了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有来意 上天也会有报应 我不愿脏了自己的手 只愿此生再不负相见 多看这对狗男女一眼 她都快吐出来了 沈飞链点点头 对桑宇道 请大小姐和迅哥去马车上 我一会儿就来 她姐姐是个在端庄贤淑的贵女不过 连家人这般待她 她也只是想着逃离这个地方 可她不一样 她是牙子必报 名声极差的沈飞链 这些人 当年是不是害死了她的姐姐何哲儿 因着后来她入宫 更没有机会再见姐姐 也无从得知她的消息 她不知道 前世的秋双球就成功了吗 如果没有 她为什么要放过连家人 如果有 她更不能放过了 轰隆 方才还晴空万里的天气 突然间下起了倾盆大雨 连县令赶到小破院的时候 迎面就撞上了出来的沈飞鸾 她惊惧的同时 冲进小院里 院子里出了一丝淡淡的血腥气 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连银芝带来的牙役 全都被扔在院子外头 鼻青脸肿的 神志都不清醒了 神 连县令压抑住火气 请问宁阳县主 我儿和她的妾室去了何处 第108章 冷剑 开口问的不是自己的儿媳 沈飞英和长孙训歌 却问了那妾室 她姐姐在连家 到底是个什么 受气包小可怜 连县令这话 问得怪蹊跷的 沈飞鸾冷冷注视着她 连个体面的笑也不用维持了 你的儿子和儿子的妾室 你问我做什么 我只是拿到了 姐姐与连大公子的和利书 来接我姐姐和哲回家的 你要带走训歌 连县令下意识反驳 不行 训歌是我连家的长孙 怎么能有你带走 马车里的训歌 听到祖父的声音 紧张地抓住了娘亲的衣服 将她抱得紧紧的 娘 走 快走 她不要留在这里 她要和娘亲 还有给她糕点吃的姨母一起走 沈飞英拍了拍她的被安抚她 别怕 你姨母很厉害的 马车外 沈飞卵火力全开 你家的长孙 连县令要不提 我都以为我姐姐是瞎了眼 嫁了一个宠妾灭气的乡下你腿子 训歌都两岁了 居然生的那样矮小瘦辱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连县令两袖清风 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把他们女子 赶来这穷乡僻壤 居然还敢说是 你们连家的长孙 既然已经不管他们的死活了 那就无事到底 别在这里假惺惺 装作观心训歌的样子 没得叫人恶心 连县令一张连铁青 你 你别跟我扯那些 我们家的下人都在这躺的 你说 你没看到我儿子 怎么可能 这是连家的下人 沈飞卵一脸的不可置信 还带了几分作作 天啊 衙门里的官差 什么时候都成了连家的下人了 他们吃的可是朝廷的俸禄 你想造反不成 等我回了夜兜 一定会面见皇上 问问他 这衙役是不是给先太老爷们养的下人 这沈飞卵实在太虎脚蛮缠了 你问他这个 他就抓住你话里的漏洞 跟你说那个 是一句也没在点子上 连县令手指指着他 又忌惮他人多势众 最终什么都没说 带着人跑进院子里到处去找 沈飞卵都还在这 他儿子肯定也在 小破院走出三里地的一口废弃井口 压着一块大石 井口绑了一圈绳结 从缝隙里伸进去一截长长的麻绳 井底下 连大公子狼狈地大喊着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而被藏起来 仍在角落里的慧姨娘呜呜哭泣着 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黑暗里 好像还有老鼠爬过他斜面的声音 让人毛骨悚然 哒哒哒 马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乡村小道上 沈飞卵摸了摸迅根的脸 累了就睡一觉 等到了客栈 姨母带你去吃好吃的 迅根双眼冒光 不扩一次一个大鸡腿吗 他说话还有点含糊不清 但沈飞卵还是全部听懂了 他笑了笑 一个大鸡腿算什么 我们迅根还可以吃狮子头 红烧肉 大鲤鱼 那么多好吃的 迅根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捂着自己的嘴 吞了好几口口水 然后赶紧闭着眼睛休息 快睡 快睡 睡醒了才有好吃的 他们的马车开过去后 路口突然多了两个 身穿牙衣服的 青年守在那里 但凡有人要过去 就劝他们绕路而行 钱都怎么了 怎么不让人走啊 这可是去夜都最近的路了 说是有官府在前面查案 所以封路了 别惹麻烦 还是绕路吧 此路是许多商贩 前往夜都的必经之路 也是最近的一条 车夫也是沉静愁手下的人 他警惕看向四周 二小姐 不对劲 再荒无人烟 也不可能一个过路的人都没有 他们马车上 还有两个虚弱的病人 行驶的速度并不快 正 正说话间 一只冷箭从树上飞出 扎在马车的车壁上 又掉了下来 沈飞栏的马车是改造过的 外头看着是南木 实则木头的中间 还夹着一层厚厚的铁板 所以 旁人的马车是一匹马来拉 而沈飞栏的 须得两匹马同时发力 外人只觉沈飞栏此人喜爱奢华 讲究排场 连马车不要与众不同 车夫立马反应过来 拔剑大喊 保护二小姐 冰院香蕉之声越发近了 沈飞英护着被吓着的训歌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是不是连家的人追来了 他不想自己身后的一堆烂事 连累到自家妹妹 实在不行 他跟连家人回去 但是训歌 训歌必须会容过功夫 为此 他就算付出性命也不拒 不是 沈飞栏用手臂挡住姐姐 坐好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能时刻关注他动向的人 对他恨之入骨 随时准备猎杀他的 除了柳翩然 他想不到 还有第二个人 不对 柳翩然嫁给慕容宅后 日子过得并不好 他不用特意打听 单看他的儿子满月 抱着他儿子的 却是赵策飞 便可知一二 慕容宅不会让他手底下 掌握这么多府兵的 还有一个人 将是当初被镇北王所救 算算距离 这会儿 他也该跟着镇北王之子 回到夜兜了 沈飞栏那点三角猫的功夫 还没有到不自量力的 非要下车去和镇北王的私兵 一较高下 马车里更安全 后头春小几个 坐的马车 外看到刺客时 已经远远退去 他们这边也有侍卫保护 但兵力不强 快速退去 便是不想上去添乱 成为沈飞栏的拖累 用火弓 打斗的外围 将是眯着眼 他不出来 就逼他出来 不然就烧死他 箭头上绑着粘了火油的布包 燃烧着火焰 一支支射过来 侍卫们围着马车 用手中武器将火箭都挑开 但还是有几只漏网的火箭 从车窗口射进了马车里 好在沈飞栏一直防着 用手挡着沈飞鹰 不让他往前凑 火箭飞进来 他第一时间就拔下来 从窗口又扔了出去 二小姐 属下带您闯出去 您坐稳了 车夫翻身上马 让其他人垫后 给春小他们的马车打了个手势 那马车不紧不慢地饶了条道 也往落脚地赶去 第109章 大逆不道 娘 柳偏然追了几步 又被激烈地打斗逼停 他愤愤不平 扭头去看僵尸 娘 不能放了他 我要他死 殿下进来又拿了一个小妾 那小妾的一双眼睛 与沈飞栏向了八成 殿下很是宠爱 叫他恶心 僵尸拉住他的手 他身边武艺高强的侍卫太多了 今日只是试试他的身前 偏然 我们杀不死他 他已经看出他马车的门道 这样谨慎的人 强攻不下 就要转暗地的算计了 他远走之仇 牢狱之灾 务必要报 马车在众多护卫的保护下 成功抵达了客栈 此时的沈飞英 已经体力不尽 面色苍白 沈飞栏让桑宇去镇上请了的大夫 来给沈飞英个 训根把脉 夫人乃常年被虐待 身上有些陈年旧伤 内里身子亏空 导致的体弱气虚 只能用人身和名贵的补品 慢慢将亏损的身子补起来 气血充足了 身体就好了 小公子与夫人情况差不多 功夫多的是 百年的人身放在库房都好些年了 也用不上 送走大夫后 沈飞栏就吩咐春花春晓 伺候他们母子二人休息 等醒了再带他们去吃些好的 房门关上 沈飞栏脸色就变得肃然 抓着鞭子 就带着二十来个护卫出了门 将士和柳翩然一定想不到 被追杀 狼狈逃跑的人 竟还有胆子 调转码头追回来 因着将士是已死之人 并不能在人前露面 所以在柳翩然入住客栈时 给他留了七八个护卫 自己另寻了偏僻的客栈去了 没能杀了沈飞栏的柳翩然 心浮气躁 看什么都不顺眼 对将士留下来的护卫 也没个好脸色 一群废物 这样都杀不了他 都给我滚出去 还未出月子 他一生气 就觉得浑身上下哪都不舒服 被赶出房间的护卫们 连门都不愿意给他收 他叫他们滚出去 他们就直接下楼喝酒去了 他们又不是柳翩然的侍卫 就连将士用他们 都要客客气气的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为了刺杀沈飞栏 他们死了好几个兄弟 这女人却一点安抚都没有 态度还如此恶劣 他们在心里默默地想 柳翩然比沈飞栏更该死 入夜 慕容宅回到府中 才知道柳翩然又违抗自己的命令 私跑出府了 奶娘告诉他 柳树飞是收到一封信后 迫不及待地自己跑出去的 荣儿捂着嘴 一封信 该不会是他怪王爷最近冷落了他 在外面找了个奸夫私奔了吧 你给本王闭嘴 慕容宅回头怒视着他 接受不了他说自己被戴绿帽子这种话 姚姬束手轻抚着他的胸膛 温温柔柔道 王爷不要着急 树飞娘娘用的是王府的马车 所到之处避讳留痕 王爷派人出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树飞娘娘一介女流 外头那么乱 咱们还是早日把她寻回来得好 看似关心 实则什么挑拨离间 栽赃陷害的话都说完了 他比荣儿更聪明 从不挑明了说 扣扣扣 客栈的窗台传来几声响动 睡在床上的柳翩然却毫无知觉 外面的人等了一会儿没被人发现 才熟练地将窗子撬开 一股冷风吹了进来 柳翩然紧了紧身上的被褥 冷 蒙面黑衣人翘无声息地进来 取出一管竹节 然后取下竹节底下的筛子 对着床上的人吹出一阵白烟 柳翩然的呼吸声更重了 人也睡得更沉了 黑衣人粗鲁地将她抗在肩头 又从窗子跳了出去 在夜色中急行 还好不是在夜兜 夜兜尽消 入夜以后总有巡逻士兵 不向此处 安静荒芜 杀了人抛尸也不会有人发现 火光四射中 柳翩然眼睛半搭拉着 要争不争的样子 啪 一盆冷水迎面扑在她身上 就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 疼得她睁开了眼睛 破屋子里坐着的 不是沈飞鸾又是谁 柳翩然下意识地想要挣扎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木柱子上 动弹不得 沈飞鸾 你想做什么 她恨恨瞪着气定神仙坐下来的女人 我是燕王树妃 你敢动我就是大逆不道 我大逆不道的是做得多了 再多一件又何妨 沈飞鸾甩着皮鞭过去 我也是皇上清风的县主 你不是也带人来追杀我吗 都是大逆不道之人 大姐就别威胁二姐了 啪 火红的长鞭甩动 在半空中发出恐怖的脆响 若是打在人身上 不知该有多疼了 啪 啊 鞭子狠狠抽在人身上 抓心挠肺的疼 等打的柳翩然全身上下都是鞭痕了 沈飞鸾又让人脱去她身上的薄棉衣 露出雪白的中衣中裤 这跟要一个贵族小姐脱光衣服没有区别 此处距离她住的客栈也有些距离 柳翩然要自己走回去 大概天都亮了 不要不要不要 被推下马车 摔倒在地下的柳翩然大声喊叫 沈飞鸾 你不得好死 沈飞鸾轻笑 她好不好死她不知道 但明天之后 燕王树妃一定会沦为整个大叶潮的笑柄 天还蒙蒙亮 沈飞鸾和训歌就起床了 昨晚沈飞鸾在客栈给他们 叫了一大桌的菜 他们饱餐了一顿 又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精神已经好多了 沈飞鸾见状 便加快了速度 往夜督赶 终于在落日之前赶回了家 秋霜早就醒来 将沈飞鸾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太君 老太君被气得半死 想上门去为大孙女和外曾孙讨公道 得知沈飞鸾已经去了之后 老太君又不着急着去出气了 因为他知道自家男男可不是好惹的 他护短急了 定会让那连家人好看 只是因为担心大孙女母子 老太君得了信 就在门口等着了 沈飞鸾忐忑不安地下了马车 见多年未见的祖母 殷勤的眼神看着自己 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 不免又是一阵抱头痛哭 第一百一十章 市井流言 训歌还在马车上 维持着要他娘亲抱抱的姿势 却见他娘亲扑进了一个 好看薄薄的怀里 憋着嘴就要哭 沈飞鸾伸手将他抱起来哄道 宝宝快看 那是你外曾祖母和姨母一样 都是你娘亲的亲人哦 训歌兴奇地看着他 瞪大了眼睛眨了眨 然后指了指沈飞鸾 又拍了拍自己 叫宝宝宝宝训歌兵宝宝 只有娘亲叫过他宝宝 娘亲说 只有很爱他的人才会叫他宝宝 他羞红了脸 双手抱住沈飞鸾的脖子 头埋在他的脖子里撒娇 这可把沈飞鸾的心都萌化了 在他脸上巴唧就是一吻 走 我们也去见外曾祖母 小家伙的到来 受到了戎谷公府的热烈欢迎 不止漂亮的姨母 外曾祖母 还有小舅舅 他们都叫他宝宝 这个家里有好多好多爱他的人 他太幸福了 沈飞鸾这两天和姐姐折相聚够了 回家的时间都留给了祖母和哥哥 至于他 当然要给柳翩然去市井造势 哎 你们听说了吗 燕王府的柳树飞 在化线被土匪给劫了 扒了衣服跑回客栈里的 浑身都是伤 好多人都看见了 哎呦 我还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 都不敢说 怕别人不信 没想到 你们也看见了 谁没看见啊 大半夜的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想不知道都难 不会吧 那群劫匪胆子够大的 连燕王树飞都敢劫 估计是劫错人了 后面不是给放出来了吗 不过 嘖嘖嘖 衣服都被脱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 茶楼酒馆里 男人们开着带颜色的玩笑 嘴里说着混话 全都笑成一团 燕王树飞被绑匪劫走 浑身是伤 衣裳被脱 狼狈地跑回客栈求救的事 被春风一吹 就飘向了夜都皇城的千家万户之中 慕容宅派出去寻找柳翩然的人 带着他偷摸地从后门入了府 却不知沈飞轮的人 早就带了一群好事者 等在了后门躲起来 直到婢女搀扶着柳翩然下马车 他们才热闹起来 我靠 竟然是真的 难怪那群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们看 那斗篷底下是白色的中裤 柳树飞真的被脱了衣服 脖子上还有红痕 不会是那群劫匪凌辱所致吧 嘖嘖嘖 这燕王殿下可真是能忍啊 都忍成王八了 还堆柳树飞不离不弃 哈哈 这下 柳翩然已经不清白的消息 更藏不住了 大街小巷里 全都一轮纷纷 更有甚者翻出 柳翩然当初为什么打败沈飞鸾 成为燕王树飞的原因 圣安寺上 被一群乞丐又摸又轻的 被燕王救了之后 就赖上了燕王殿下 弄得人家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沈二小姐 气得退了婚约 让给了柳翩然 听说柳翩然那时候 还借助在戎国公府 可真是养了一头 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别看慕容宅在沈飞鸾这里 一文不值 但他俊美的长相 和尊贵的身份 在叶都 还是有很大一批女子追随着的 柳翩然这两天 都快被骂成筛子了 夏儿平日里出门 也听到那些风言风语 但柳翩然的心情并不好 夏儿半个字 都不敢透露 给他知道 那日被王爷就回来之后 柳树飞就发起了高烧 夏生还出了不少血 太医说是月子里见风 而且受了寒 又受惊过度 导致淤血不尽 以后恐怕再难有子嗣了 柳树飞唯一的儿子 已经记在赵策飞名下 他这辈子 都别想有孩子了 僵尸秘密来到燕王府 心疼地 替他放好洗澡水 当熟悉的香气袭来 柳偏然狂躁的心 才安定下来 娘 我的美貌还能恢复吗 摸着腰上一层肥肉 以及大了三圈的脸蛋 柳偏然忽然想哭 僵尸从袖子里 拿出一个散发着 浓烈香气的小瓶子 滴了一滴液体在水中 香气顿时弥漫整个小院 我的女儿天香国色 自然不会是这个样子 偏然 娘会让你恢复如初的 慕容宅刚走到小院门口 就闻到了这阵浓烈 又熟悉的香气 他心神有一瞬间的荡漾 但想到上辈子 自己就是被这香气蛊惑 做下伤害沈飞鸾的事 便厌恶地后退了数十步 捂着鼻子快步离开 要不是将是手里 还握着一支镇北王 最精锐的兵力 他一定以柳树飞 施针为由废了他 没用的东西 处处和鸾儿作对 鸾儿聪慧 岂是他能敌的 就连自己和鸾儿对上 都是败多胜少 春日宴后 御秦关边关发生动乱 主将率军打败敌军之后 五万大军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从御秦关后的山脉绕行 浩浩荡荡地前往夜兜 这一切 除了沈飞鸾和慕容宅 暂时还没人知道 沈飞鸾知道 是因为他和陪货一直有通信 而慕容宅知道日期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梦境中 经历了前世 那种被死亡笼罩的感觉 太不好受了 他必须提前为鸡退陪 或做点什么 镇北王带来夜都 驻扎在三十里外的四万镇北军 就是他最需要的 所以 柳翩然这些天 在燕王府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他的容貌已经恢复了八成 身材也已经接近自己鼎盛之时 只要在条理几日 他的美貌就能更胜从前 美貌恢复之时 慕容宅待他 又如从前那般秘里调游 这让柳翩然越发坚信 只要自己维持着漂亮的皮像 慕容宅就会爱他一辈子 他喜欢沈飞鸾 不就是喜欢他那张漂亮的脸吗 如果他也一样漂亮 甚至比沈飞鸾更漂亮 还有哪个男人 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只有一点 他想去赵策飞那里 把儿子要回来 赵策飞不但不给 还带着孩子 跑回赵家小住去了 大有绝不归还的意思 哼 自己生不出来 就抢他的儿子 等料理了沈飞鸾 他就腾出手来杀了赵九 报 八百里加急 邪人回避 长街上 快马横冲直撞 打翻了街边摊贩 也没有停下来赔偿 百姓也不敢追赶 只能自认倒霉 为辅 那可是八百里加急 是要命的军情 谁敢阻拦 金鸾殿上 满身泥土灰尘的小将 飞扑摔倒在地 哑着喉咙大喊 禀皇上 太子在基鲁塞退敌之时 被突厥人案件所伤 军中医术有限 荣国公请指 望皇上准许太子殿下 回夜都治伤 太子受伤那么严重 连军医都治不好了 此消息一出 民间又沸沸扬扬 都在讨论 荣国公护主不利 会不会被皇帝惩罚 有人说 战场上刀剑无眼 荣国公又要奋勇杀敌 又要时刻保护太子 难免疏忽 太子上战场 就要有牺牲的准备 荣国公他保家卫国 为何要被惩罚 又有人说 既然皇帝把太子 托付给了荣国公 他就有义务保住太子的性命 没能保护好 就是他的失职 让一国储君性命难保 就是杀头的死罪 对于后者站着 说话不腰疼的说法 沈飞鸾看表示 一群没有上过战场 没有见识过战争残酷的 无胆鼠辈 让他们去打仗的话 别说保护别人了 他们自己 都活不过敌军挥刀的 那短短一刻 前世三皇 这个时候 早就被赵贵妃和慕容宅 害死了 今生因为他的插手 已经让他多活了许多时日 还登上了太子之位 但他和爹爹只是人 不是神 太子在一天 面对的就是 无数的阴谋诡计 和暗杀刺杀 他自己无法 护自己周全的话 外人再怎么帮 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周围 他若是太子 绝不会逞强下场 去前线厮杀 只住在军杖中 关心士兵 鼓舞士气 也是迅速积累声望的方法之一 可他太急了 急着想上场立功 想得到皇帝的认可 得到天下臣民的爱戴 他不想想 这战场是慕容宅推他上去的 若没有后手 慕容宅怎么会给他立功的机会 那只毒箭 沈飞鸾怀疑 不是敌军放的 而是慕容宅的人浑水摸鱼 靠近太子之后设的案件 爹爹的骁勇军中 出现细作的可能极低 但纪录赛还有一副手底下 驻守边疆的几万大军 难免赵贵妃的人 不会从这上面做文章 他猜得分毫不差 赵贵妃已经让赵家一派的官员 开始上书弹劾荣国公 要致他护主不利 贪功极尽之罪 他拿捏住了皇帝 想要收回荣国公无上兵权的心理 给皇帝编造了一个 对荣国公府发难的理由 在皇帝下旨之前 沈飞鸾让护卫带着陪秦 悄悄走小路逃出了夜多 此时的慕容宅正忙着 和小镇北王商议联手抗敌之事 小得比老的野心还大 提出要求 若是抵御住了陪货的公事 要化帝为王 也就是说 镇北王的管辖地 以后不归朝廷管 朝廷要下一道圣旨 让镇北王自立门户 以后也属于一个 依附大夜朝的小小国 镇北王是那里唯一的掌权人 沈飞鸾看完陈敬筹和陪货 留在宫中的探子 共同汇报的信件 眼底闪过冷力与愤怒 将在外英勇杀敌 保家卫国 而皇城里这帮酒囊犯贷的皇族 不想着怎么御敌 开拓疆土 为百姓谋福祉 而是满脑子的阴谋算计 看着眼前这一点利益 谋划着残害忠良 争权夺利 这样的夜朝 值得忠臣的守护吗 一时之间 夜都之中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荣国公府被官兵围住之时 是在一个深夜 慕容宅亲自带兵 逼迫沈飞鸾做自己的王妃 你若肯嫁给本王 本王这就上奏父皇 说荣国公府 已经归顺燕王府 绝无可能造反 否则 等荣国公义抵达京都 等待他的 就是通敌叛国之罪 整个荣国公府 就会落得和前世一样的下场 老太军气得全身发抖 沈飞鹰也忧心忡忡 沈兰廷终于明白 当初妹妹对他恨铁不成钢 都是有道理的 当家族蒙难之时 他竟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还没有最小的妹妹 来得气定神闲 我荣国公府顶天立地 心中无愧 燕王殿下要将莫须有的罪名 安在我爹头上 也要看天下臣民答不答应 慕容宅气他到了如初地步 仍不肯低头 故意让官兵囚禁了荣国公府众人 不许任何人进出 承恩侯府和辅国公府得了信 都派了人来 无一例外 都被拒之门外 决了过去 官兵们却阻拦仆人 不许他们出去请大夫 沈飞应流着泪 坐在老太君床前 他们也太过分了 我去找他们说理去 沈兰婷拦住他 我是家中长子 皇上一日 为下指定父亲的罪 我就还是荣国公府的世子 让我去 你们都不能去 沈飞拦起身 挣了郑县主衣冠 姐姐是出嫁女 他们会说 你是外人 没有资格 哥哥是荣国公府世子 将来还要科举 若是顶着大不敬之罪 将来会被人攻坚 为祖母请命 为爹爹证明之事 只能由我这个带子归忠 并且名声凶悍的女儿来做 原本就凶悍 再凶悍一些也无妨 她的离京叛道 夜都中人 早就习以为常 可是 没有可是 沈飞拦往外走去 华丽的一百长长地拖在地上 一如荣国公府的命运 延伸到了不敢声响的某处 沈兰婷很想说 这个朝廷腐败发臭 不是他想效忠的朝廷 这科举 不考也罢 然而沈飞拦却与他想的不是一处 谁说他要搁个考慕容师的客举了 他说的朝廷 是陪侍皇朝的朝廷 沈飞拦没有带丫鬟 更没有带护卫 只身一人走到门口 被一脸凶象的侍卫抽刀拦住 燕王殿下有令 任何人不得离开此处 速速回去 否则别怪也不客气 沈飞拦了甩袖 大胆 本县主乃皇上清风的宁阳县主 你们敢对本县主拔刀相向 怎么是想造反吗 侍卫被他的气场震得愣了愣 看清他身上的县主嘲服后 咽了咽口水 还请宁阳县主不要为难我们 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沈飞拦仰着头 毫不退却 你们奉得谁的命令 自然是燕王殿下 第112章 请命 那本县主问你们 是燕王的话 你们必须听 还是皇上的话 你们必须听 侍卫猛猛的 燕王殿下的意思 便是代表了皇上的意思 放肆 沈飞拦冷喝一声 各大世家来的人 不是家中世子和小姐 就是当家者本人了 听得一声怒吓 全都围了过来 怕沈飞拦受到伤害 只见华贵非常的少女 威严更甚道 燕王既不是太子 也还未登基为帝 你就敢说 他代表了皇上 那皇上可有让你们 对荣国公府女眷不敬 可废了我的县主之位 可说了 要有祖母的性命 都没有 皇上只是让燕王殿下 带兵为了荣国公府 其他什么都没说 他是一点挨骂的风险 都不想担 一旦引起民怨 就全部推到燕王身上去 侍卫只能回答 没有 那就给本县主滚开 沈飞拦推开他的刀 昨夜你们来势汹汹 将我祖母吓得昏迷过去 至今未醒 我要出去为我祖母请个大夫 你们让是不让 侍卫们犹豫着 但步子还是不让 不让也可 沈飞拦凶狠地瞪着他们 只是我祖母 若因此有半点闪失 你们 包括你们的家人 都要给我祖母陪葬 我说到做到 燕王亲卫 本就都是夜都世家子 燕王要的 也不是武艺高强的护卫 而是看中他们身后的家世 有利也有弊 就好比现在 这些人都认识 也知道沈飞拦的丰功伟绩 从前他连皇子公主都敢打 现在对他们这些小侍卫 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老太君昏迷了 你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让沈二小姐出来 为老太君找大夫 马上让沈二小姐出来 否则老太君出事 我辅国公府第一个不放过你们 我们陈安侯府也是 各大世家纷纷附和 杨世子和辅国公说的对 荣国公府百年世家 三代荣国公战死沙场 马格果师 到了这一代国公爷 更是不败战神 打退西梁几十次 为我大业朝 争取了那么多利益 将生死置之度外 怎么能因为太子在战场负伤 就怀疑他与敌国勾结 我等相信荣国公的清白 那人声音很大 说得面红耳赤 越发激愤 在台阶下围观的百姓 也被带动 自发地跪在地上 我等也愿为荣国公请命 请皇上彻查 还荣国公一个清白 还朗朗乾坤一个盛事 不要让好人蒙冤 坏人得逞 沈飞鸾抬眼望去 这哪是普通百姓啊 分明就是乔庄打扮过 伪装成百姓的陈进筹 他身后那乌泱泱的一片 恐怕三百个围观百姓中 有一百个 都是陈进筹安排进去 做气氛引导的 百姓们爱看热闹 脑子一热 就跟着人群一起大喊口号 还荣国公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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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择众 他们跟着喊一喊 又不会少块肉 反正一会官兵来抓人 他们撒鸭子跑救似的 而且 他们看那么多贵人 都为沈二小姐鸣不平 那荣国公府肯 更是清白的 说不定 他们这是在维护正义 为荣国公洗清罪名呢 日后 有了子子孙孙 荣国公府落还在 他们也可以很骄傲地 跟他们的子孙炫耀 当年要不是你们祖宗 我为荣国公喊冤 说不定荣国公府就没了 我可是他们的大恩人呢 这么想着 百姓们的声音 都盖过了沉浸愁他们的呐喊声 与人群里的他对视一眼 沈飞鸾低头 露出一抹笑 慕容宅该不会以为 只有他自己有准备吧 谁还不是个重生者了 未雨绸缪 他做得比慕容宅更早 侍卫们被群情激愤的百姓们 吓得连连后退 那震天的深渊声 令他们头皮发麻 是不是不为荣国公请命 就是站在百姓队里面的奸臣 他们不想做奸命啊 沈飞鸾得以出府 对着百姓和世家大族深深一拜 今日各位的大恩 飞鸾鸣记于心 将来若有机会 一定会报答 人群自动为他让出一条道来 杨婷玉在听说老太君昏迷时 就已经让下人去了医馆 带着大夫跑过来 与沈飞鸾迎面相撞 不过好在沈飞鸾及时停住 不至于人养马翻 养心殿 什么 有数百百姓为荣国公喊冤 汪德海点头 回皇上 还有承恩侯府 辅国公府 各大世家都去了人 他们都立保荣国公 没有通敌叛国 反了他们 皇帝一掌拍在桌上 发出巨响 他们到底是谁的臣子 怎么一点也不为朕着想 帝王床踏 岂容他人酣睡 朕想收回兵权 有错吗 那可是百万大军啊 乃国的皇帝 面对一点 雄师百万能睡得着觉 没把握在自己手里 就像悬在头顶上的刀 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他是皇帝 他为什么要过这战战兢兢的日子 那些朝臣 为什么不多替他想想 如果荣国公肯主动上交兵权 他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啊 可他没想过 这百万雄师的虎福收回来 又交给谁 才能不让他忌惮呢 若是捏在皇帝手里 将军在外打仗 需要虎福调遣兵力啊 所以这根本就是个无解题 荣国公府外围着一层又一层的百姓 侍卫们守门不敢有半点松懈 一个个都累得不行了 沈飞鸾看着大夫给祖母扎了针 开了药方 便让桑宇将大夫送了出去 随即吩咐厨房 给守在荣国公府门外的百姓们 熬煮肉粥喝 利用了他们 总得让他们吃饱饭 他们才能更卖力地吆喝 毕竟 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软 沈飞鸾深安慈道 美貌的婢女们温和有礼 一声声道谢 将散发着肉香气的热粥 分发给百姓们 立刻就有人 歌颂起荣国公府的分工伟绩来 总而言之一句话 荣国公不可能造反 沈家上下都是好人 就连婢女们都这么温柔可爱 怎么可能 是那通敌叛国的穷凶极恶之人 侍卫们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又来了 这宁阳县主 太会收买人心了 第113章 寄予 燕王殿下此举 恐怕得不偿失 苍莽青山 玉翠层层树 密林绵延向天竹 山映水绿 烟波营营绕 乌棚滑动破镜湖 绵延的大军绕着群山 连日赶路 遇到当地的村民 就解释 说是大业的军队 得了皇命赶回京都去复命的 裴青与裴霍大军会合之后告诉他 慕容老贼下令为了荣国公府 只等着荣国公回朝 就要治他的罪 沈飞鸾不会有事吧 他不是裴武堂姐 见不得裴霍哥哥困于情爱 怕他耽误复仇 和沈飞鸾相处了几个月 他觉得 裴武堂姐就是心中太被仇恨填满了 平等地憎恨着每一个当年没有帮皇祖父 太子大伯报仇的每一个官员 容国公作为当年的大业名将 更是被裴武堂姐放在憎恨第一人 对沈飞鸾就没有好脸色了 哪怕沈飞鸾后来救了他们多次 又帮他们洗清嫌疑 让慕容宅不再抓着他们不放 他对沈飞鸾 仍是时冷时热的 像个惊分 裴青也很理解 一方面裴武表姐恨着每一个人 但另一方面 他又很理解 当年的情况很难去怪他们 所以他自我折磨 一会儿觉得 沈飞鸾帮了他们那么多 应该感谢他 一会儿又觉得 自己国破家亡 都是这些人冷眼旁观造成的 裴霍哥哥再不回去攻下夜都皇城 裴武堂姐应该会被折磨疯的 裴霍首辅上胸口 被手绢包裹起来的珠花 眼神坚定 我相信 鸾儿自有应对之策 但 他还是担心 传令下去 三军加快速度 两日之内 我要兵临城下 是 主帅 荣国公府被围 但又没有完全被围 因为那些百姓 每天都跟上朝点卯似的 天天都来 只要荣国公府的人想出来 侍卫们赶拦 他们就怒目而视 一副药冲上来打人的样子 侍卫们也没办法 总不能对着这些百姓喊打喊杀 燕王殿下还想做太子 就不能草菅人命 不把百姓当回事 这侍卫当德 也憋屈得很 这日 大雨倾盆 荣国公府已经被围了半个月 朝中大臣有一大半都在为荣国公请命 愿意以身做担保 例证他不会谋反 沈飞鸾也通过萧中云 让陪货的人 站在世家的对立面 说他没有保护好太子 非要皇帝严承荣国公 并且民间流传出他们说的话 臣子就是要为皇室卖命的 太子都重伤了 他怎么有脸面全须全移地回来 他应该以死谢罪 对 真以为咱们大夜朝离了他不行了 咱们还有虎卫大将军 还有薛晓将军 还有 总之 我们还可以举办大比武 选几个武状元 去带兵打仗 不就是掌管天下百万兵马吗 咱们燕王殿下 从小饱读兵书 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但诸葛亮出山之前 也没有经验 这都是可以累积出来的 说得对 虽说荣国公这一辈子 打了大大小小的战役四十多场 从无败绩 但他年纪毕竟打了 天下终归是年轻人的天下 我觉得他应该退位让衔了 慕容皇帝一开始还很开心 觉得这部分大臣 才是跟自己同气连织的 很是嘉奖了一番 但很快 民间的声音反馈到了宫中 他就又拉长了脸 十分郁闷了 怎么的 意思你们慕容皇室的人的命是命 别人都是给你们垫背的呗 学子考取功名 入朝为官 初衷都是想为百姓谋福祉 想让这天下盛世太平 怎么到了那帮朝臣的嘴里 大家伙做官都是为皇室服务的 荣国公这一生战功赫赫 打过的账多不胜数 一场败己都没有 还不能证明他能力出众 忠君爱国 大叶朝众文轻武 除了一个虎卫大将军 用兵如神 不就只有荣国公这个老将吗 为何朝廷不重用荣国公 反而要治他的罪 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 直指燕王慕容宅 是他基于荣国公手中的虎福 所以主张要杀了这位戎马一生 为百姓英勇赴死 从无怨言的老将军 说燕王饱读兵书的大臣 意思不就是他 只会指上谈兵吗 这样一个从没上过战场的人 百姓怎么会同意 让他来指掌百万雄师 让他来保护大叶百姓的安危 这不拿着整个大叶朝 给他练手吗 慕容宅其实也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 那些帮他说话 为了他和各大世家英勇对喷的官员 面孔都很生 不是他的人 更不是赵家一系的官员 可那些人太会夸了 把他夸得天上地下 绝无仅有的好 让他恍惚间 还以为自己回到了宰梦中 登基为帝之后 权力的滋味 很美妙 让人欲罢不能 就这一恍惚 他就错失了控制言论的最好时机 哪里会是沈飞拦着长蛇腹组织的对手 4月12 容国公帅2000人的金锐 护送重伤的太子殿下回朝 皇后娘娘早就派了太医前去会合 这会儿是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 心腹太医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皇帝也让太医院所有的太医为太子 至 他虽然更喜欢燕王 但太子也是他的儿子 自然是不希望任何一个儿子死去的 宫中能活下来的成年皇子 本就不多 容国公自送太子入宫之后 就跪在了太和殿门口 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 皇帝也没叫他起身 大禹连下三日 并没有要停的迹象 风尘仆仆从战场上赶下来的容国公 不仅没有得到好的照顾 还被淋了得透心凉 大臣们下朝 还会特意拐来太和殿 看看这位功高震主的容国公 沈飞鸾换下宪主朝服 和沈飞英 沈兰廷兄妹三人 穿上同样的一身白衣 手上捧着历代容国公的灵位 腰板挺直地出了国公府 出示了老太君交给他的入宫令牌 一路行至太和殿 三人端端正正捧着牌位 跪在了容国公身后 体力早已不济的容国公 头发粘在脸颊上 脸色发青 被大雨模糊了双眼 第114章 磕破头 你们来干什么 容国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回来的 他推着沈兰廷 别胡闹 快带着你大姐和妹妹回去 沈兰廷手中是第一代容国公的牌位 他坚定地摇头 爹 我们一家人 不论生死都要在一起 他们刚一入宫 皇帝就得到了消息 人家动静闹得那么大 祖宗牌位都出来了 再装不知情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慕容皇帝没办法 只能派了内侍太监 去宣他们觐见 沈飞鸾大老远地看到汪德海 立马拉了他爹的袖子 爹 晕过去 啊 楠楠 不用担心爹爹 爹爹虽然体力不支 但是看到你们 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还不至于晕过去 倒是你 你不晕 死的就是我们 爹爹 爹 汪德海远远瞧着 太和殿门口一阵混乱 站在容国公身后 久久没有离去的世家大族们 全都一窝蜂冲过去 也不知道怎么的 那沈二小姐被人推倒在地 头壳在地上 鲜血刚流下来 就被雨水冲刷了得干净 啊 玩 快 快送容国公一家回国公府 情况紧急 想必皇上也会理解咱们的做法的 皇上只是关心太子的伤势 一时没来得及 雇上容国公 又不是皇上罚他跪在这里的 是容国公自己跪的 对啊 自己跪的有什么不能走的 他都晕过去了 沈二小姐伤了脸面 万一刘八就不好了 哎 哎 哎 汪德海原本慢悠悠地走着 想迎和皇帝讨他欢心 这下好了 弄巧成桌 他还没到 容国公一家四口倒下两个 还被送出宫去了 陈静愁带着几百个百姓 一直守在宫门口 他口才了得 说着煽动性极强的话 各位 条件虽然艰苦 但容国公乃我们大业名将 藩帮外族听见他的名字 接闻风丧胆 就是想攻打咱们大业 也要忌惮容国公八分 若是他就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丢了性命 你们是蛮衣外族 是不是要高兴地睡不着觉了 就等着进宫大业 为自己报仇了 若我是西凉人 我第一个撕毁条约 攻打边境 西凉完完全全是被容国公打扶的 要不是有这么一座大山压着 当初那位西凉公主 死在相思山的时候 西凉就借机出兵了 听说西凉王接到妹妹惨死的消息 当日大发雷霆 正是碍于容国公这尊杀神 才没有发作 只是西凉王近日上书 希望夜朝皇帝能与西凉联姻 将永故公主赐婚给自己的皇帝 陈王为正妃 解两国情境之后 这要是没了容国公 哪里是联姻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是枪族人 我也要出兵 枪族与西凉一般 也是时常不老实 却被容国公的萧永军 按着打的小垃圾 所以我们不能让 这么多天都是 咱们守着容国公府过来的 这个时候放弃就前功尽弃了 咱们 出来了出来了 容国公府的马车出来了 咦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那么多人 表情都很惊慌的样子 沉浸愁的人 立马装作上前打听的样子 不一会儿就回来到 这天杀的帝王家 活生生把容国公给折腾得昏死过去了 沈二小姐磕破了脑袋 真是孝心感动天地 磕破了脑袋 众人理所当然地以为 是皇帝要处死容国公 沈二小姐为父求情 磕头将脑袋都磕破了 这帝王家推 无情了险 就算不看在容国公 为了他们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份上 也要看在沈家历代 忠烈牌位的份上 稍微动容吧 如此冷漠无情 岂不是让老臣寒心 世家大族的确如沈飞鸾所料 都对慕容老皇帝 颇有微词 容国公战功赫赫 立下汉马功劳 尚且被如此折辱 万一容国公府真的倒台了 那他们这些老牌世家 还有哪个能独善其身 只怕下场比容国公 好不了半点 不行 他们一定要护住容国公 让他挡在最前线 他们这些大家族 才能平安无事 天空放晴 那闪耀的日头 照在沈飞鸾受伤的额头上 血迹斑斑 苍白雷若 见惯了他明媚艳丽 盛气凌人的样子 突然间这般脆弱 百姓们纷纷心疼 痛骂慕容皇室不做人 这样欺负人家容国公 这就是长得好看的优势 天然能轻易地 引起旁人的同情 这个国公府再这么围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慕容宅不敢惹众怒 特别是皇城百姓的众怒 只因他想要的太多 顾忌的就越多 深夜 万来寂静 沈飞鸾近了面 额头上光洁白皙 没有半点伤痕 但为了不露下 他擦干净水渍后 他还是用纱布将额头包住 做戏做全套嘛 慕容宅已经潜力技穷 没拿到虎符 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今晚才是重中之重 吩咐沈静愁 今夜若有刺客 放他们进来 爹爹不是真的昏迷 他也没有受伤 容国公府看似混乱 实则固若金汤 从上到下 谁装着变卖府上器具想跑 谁已经为自己赎身出府 谁闹哄哄的 吵着容国公完了 这些都是有明确分工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有心之人以为 沈家早就分崩离析 沈府已经露得跟筛子一样 很好打败 以他对慕容宅的了解 事情到了这一步 没有再收手的道理 他们一定会殊死一搏 慕容宅想在陪货公过来之前 拿到百万大军的虎符 如此 他就可以调遣兵力 抵抗陪货 而且 只要他手里 有了这样大的筹码 皇帝想不退位都不行了 这也就是慕容皇帝 不想让太子死的原因 太子不死 燕王就不能越过去 把主意打到他头上 想要皇位 就必须斗倒太子 柳偏然静静地坐在书房里 看着慕容宅 眼中划过一抹狠力 转头看了僵尸一眼 僵尸点点头 示意让他放心 他们的人 已经混进了燕王的人马里面 慕容宅舍不得沈飞鸾死 可他们要的 就是沈飞鸾的命 第115章 刺客 午夜时分 就连荣国公府门口的护院 都在抱着木棍 坐在墙角打赌 百姓们下午都回家洗了走 荣国公府的人 居然到他们家中 又是送银子 又是送姜汤的 让那些本来打算在家休息 明日再去的百姓 不好意思起来 那就再守一夜吧 而那些没趣的百姓 听说还有银子拿 赶紧都从床上爬起来 也跟着一起去了 反正官府的人也不管 朝廷又不敢管 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朝廷就越拿他们没办法 法不择重 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道理 杨婷玉左手持剑 守在荣国公府后门处 他仰头望着漆黑的天空 却总觉得月朗星疏 那是指引着他的白月光啊 如今他的左手 已经不逊色于他从前的右手了 只是自己这个样子 应当是再也配不上卵儿妹妹了的 不 是卵儿妹妹从未喜欢过他 自然也没有配不配的上一说 断手之前 他自欺欺人 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 觉得自己和卵儿妹妹 早晚都是要在一起的 断手之后 他才认清现实 卵儿妹妹面对挫折 百折不挠 迎难而上 光是这份心性 已经是他不曾拥有的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 他一个才16岁的少女 将慕容皇室和各大世家 也都百姓通通完转于鼓掌之间 偏那些人都不觉得自己被利用了 心甘情愿地为荣国公府奔走 他扪心自问 如果这是发生在承恩侯府 他是做不到这样面面俱到的 他配不上卵儿妹妹 不是因为他断了一只手才配不上 而是他们的精神不在同一个层次 卵儿妹妹他 值得更好的 更顶天立地的好男来配 他自己也是好的 只是还不够好 刷 有动静 隐在暗处的杨婷玉一动不动 眼睛盯着那十几个 从围墙上翻越过去的刺客 而后 等刺客们进了荣国公府 他才学着夜音的声音叫了几声 通知其他人 春日的夜晚 还有几丝凉意 特别是今日白日里 还下了一场大雨 更是觉得寒气入体 令人背脊都发凉 荣国公府的下人们 果然懒散 各个院落里早早熄了灯 连首页的下人都看不见 荣国公的房间里 只有床上拢起了一个鼓包 刺客们忌惮她的实力 不敢拖延 举着剑往床上连砍了数十下 你们是想杀老夫吗 鬼魅一样的身影 从他们的背后响起 寒光一闪 血腥气就飘散开来 沈飞英抱着训歌 和老太君自己沈兰婷 全都在受洗堂 而今晚护卫最多醉惊的 不是正院和鸾秀院 而是此处 院子外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也没有 沈兰婷竖着耳朵 仿佛能听见微弱的兵器相交声 她想出去 但又想到自己并不擅长打斗 生生停住了步伐 不行 不能去给父亲和妹妹添乱 训歌眨拔了两下大眼睛 小舅舅 你晃得训歌头都晕了 短短一个月 训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身体好了 长高长壮了 就连说话都流利了不少 她小小的一个 今日也举着姨母 给她做的缩小板长枪 说要和姨母一起杀敌 好不容易才给她劝下来的 叶英声提叫两声 老太君才睁开眼 来了 沈飞英更正经微作了 抱着训歌的手 也收紧了一些 鸾秀院 几个黑衣人互相掩护着 推开了沈飞鸾的房门 迷药应该起了效果 不然房间里 不会半点动静都没有 沈二小姐这么夜深了 竟然还没睡 中了迷药 倒在地上 手里还拿着一本 看了一半的书 她的首页丫鬟 毫无防备地倒在桌上 手边还有一个泼洒的水杯 大概是在给沈飞鸾 倒水的时候 中了迷药 他们得到的命令 是把沈二小姐带走 就不管那丫鬟了 扛起沈飞鸾就走 那几个黑衣人一走 桑宇赶紧起身 将藏在桌下的 动物血浆拿出来 淋在身上 然后一脸惊慌地向外跑 来人 抓刺客 来人啊 抓刺客 快点抓刺客 因为太过用力 都破音了 正院里所有的刺客 都被缠住 脱不开身 哪怕听到那尖叫的刺客声 都逃不出去 抓刺客 半眯着眼睛的百姓们 一下子就被惊醒 然后就看到从大门口 冲出来一个血乎乎的人影 刺客 刺客抓了我家小姐 往那边去了 说完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我家 我家国公爷 话也不说完 脑袋一歪就晕了过去 世家不许百姓闯进容国公府 只许他们在门外看 只一眼 就看见府里 倒着好多吓人的尸体 吓得他们赶紧退开 这 这简直 简直丧心病狂 皇家太不是人了 至罪不成 就半夜搞偷袭 来刺杀人家容国公 还掳走二小姐 不会是要要挟他做人质吧 陈静愁这百姓头子 事事出现 在那边 刺客在那边 快跟我一起去追 以百姓们 这么拖拖拉拉一大群人的矫程 是跟不上飞檐走壁的刺客的 但谁让这本 就是沈飞乱舍的局呢 一路上有特定的标记 在给陈静愁指路 黑衣人的身后 带了一串小尾巴 僵尸和柳翩然 坐在简陋的茅草屋里 导致面部肌肉都抽筋了 娘 等柳翩然来了 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 僵尸看了他一眼 还是赶紧杀了 以免夜长梦多 就这么杀了他 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柳翩然眼中 怨毒神色忽显 他把我害到如丝禁地 我绝不能让他好过 他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 这对一个 想要做皇后的女人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说话间 茅草屋的门被推开 希尔领着侍卫们进来 将昏迷的沈飞篮扔在地上 主子 人带来了 哗啦 一盆冷水泼在沈飞篮的身上 他才被冻醒 睁开眼睛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 第116章 抓捕 柳翩然 僵尸 待看清面前的人 他大惊失色 你们想做什么 刺杀我爹爹的人 是不是你们派过去的 反应还挺快 柳翩然冷哼一声 捏住他的下巴 就要往他的嘴里灌药 迫不及待地想看他出丑 沈飞篮根本就没有种迷药 力气大得很 一巴掌就将柳翩然扇开 拔腿就往门口跑 救 救命 救命啊 僵尸被他那一嗓子喉得一愣 下意识就觉得不对劲 还没想通是怎么回事 就被门外冲进来的一群人 吓得跌坐在地 柳翩然追着沈飞篮 已经到了门口 天旋地转间 已经被人压着胳膊 按在了脏屋的地面 他亲眼看着沈飞篮 嘴里吐出大口大口的血液 指着地上被他打碎的瓷瓶 凄厉的大喊 燕王恕妃的母亲将是没死 被私藏在燕王府 燕王勾结郑北王世子要谋反 当初柳恕妃的母亲 和郑北王勾搭到了一起 谋杀亲夫一案 可是震惊了整个夜朝 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皇帝亲自下令处死的人 居然还活着 并且和柳恕妃在一起 想害死荣国公府的二小姐 不 燕王殿下还派了杀手去国公府 要灭了荣国公府满门 这是有多不把大夜朝的律法放在眼里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谋杀朝廷重臣 猖狂至极 令人发指 沈飞鸾说完这句话 就晕了过去 跟着陈静愁他们一路跑过来的桑鱼几个 赶紧上前背起自家小姐 其余后事 自有萧忠云和皇后的人去操作 本来赵贵妃若是没有对上沈飞鸾 神不知鬼不觉做掉太子的方法 还是有很多种的 他那中毒溃烂的伤口 就是很好的催命符 可他偏偏碰上了沈飞鸾 一直折服在赵贵妃宫中的王川公公 实际为陪获亲卫的萧赤 因看不惯赵贵妃作恶多端 而投靠了皇后 将赵贵妃要下毒毒死太子的时间 告诉了皇后 能做皇后的人 也是有自己的手段的 赵贵妃被他抓了的现行 告到皇上面前去了 今夜之前 赵贵妃已经被禁足 并且 皇后还对皇帝说 赵贵妃被抓时 说自己手里有皇上你的把柄 只要我儿死了 就会逼你退位 臣妾虽不知这把柄是什么 但他和燕王敢联合镇北王世子谋反 就必定是急要命的 皇上 你我夫妻数十载 如今太子不好了 我也无心在争什么 只提醒您一句 小心贵妃 身体早就被担要蚕食的慕容皇帝 吓出一身冷汗 皇后不知道那把柄是什么 但皇帝心里门清 正是自己杀死亲生父亲的事 赵贵妃这个贱人 竟然想用这个来威胁他 帮自己的儿子登位 蠢货 慕容宅怒摔首边燕台 江氏和柳翩然居然浑水摸鱼 想派侍卫杀死沈飞鸾 现在沈飞鸾非但没死 还连累他的人也被抓 容国公毫发未损 他却被天下百姓口诛笔伐 都说他目无法计 无法无天 将来做了皇帝 也会是一个狮行报 正的昏君 慕容宅觉得 自己这一路走来 背后好像都有一双大手 在推着他往前走 可他每一次 好像抓到点什么的时候 又总是想不起来 这熟悉的感觉 到底从何而来 身边有个猪队友 比什么都让他心累 接二连三的挫败 也让他对自己 那个登基为敌的梦境 产生了动摇 到底是黄粮一梦 王爷 王爷 管家从外头 慌慌张张地跑来 不好了王爷 大理寺 刑部和吏部的 几位大人都来了 说是 说是奉了皇上的圣旨 来抓捕您归案的 镇北王世子 已经先一步被抓走了 至于柳树飞和江氏 他们绑架沈飞鸾 强行给人灌毒药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抓到的 想抵赖都抵不了 现在外头的人 都不知道有多同情容国公府 沈二小姐头上的伤都还没好 又被灌药昏迷了 真是多灾多难 这一下皇帝再想发落容国公也不可能了 他把人容国公 害得体力不知昏迷 他儿子的女人 又把人家女儿 害得中毒昏迷 都还没处置儿子和儿子的树妃 他还想再治容国公府的罪 那要多不要脸 才做得出来 恐怕不等百姓的唾沫星子 把他淹死 御史台那群用笔杆子记录史书的官员 也会将他的罪行一一填上 恭候使人辱骂 这燕王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怎么昏招评出 难道真的如皇后所说那般 要造反了吗 所以才这么急切地想 拿到容国公的兵权 而后逼宫上位 得让大理寺好好查查 这时候的皇帝还不知道 镇北王世子的兵马刚被驱逐 就在三十里外的山谷中 与陪获狭路相逢 原本是剑拔弩张之事 但当陪获得知 镇北王世子被关押 多吉少之时 他表示会在宫城之后 将世子救出来 放回封地 毕竟他也只是被僵尸蛊惑 以为镇北王是被容国公杀死的 陪获向对方主将解释 容国公敢去香丝山剿匪那日 他也在场 容国公到的时候 镇北王已经死去多时 而和镇北王一起上山的人 是燕王本人 为什么他下山的第一时间 没有告知他人 镇北王是和自己一道的 他若早说了 镇北王就不会被土匪杀死 所以说 是将是恶人先告状 利用了镇北王封地的士兵们 对方主将听了一位全信 派出去 人在皇城内打听 所搜集到的消息 竟与陪获说的并无二致 于是 那边一狠心 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 在百里之外去驻守 等着陪获打赢了 把世子殿下接出来 奇怪 为什么他那么笃定 陪获能打赢呢 大概是 因为这边八万大军 而业独毫无防备吧 本王要见父皇 本王有要事相告 你们快帮本王去禀告父皇 本王真的有锦要军情要上报 耽误了你们 谁也负责不起 哦 燕王殿下 有何锦要军情 我爹爹乃天下兵马大将军 说给我听 我回去赶去 我爹爹也是一样的 牢房的镜头响起脚步声 女子轻量的声音 使慕容宅如坠冰叫 第117章 挖掉眼睛 之前在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条条吕不清的线索 全都重新排列 和眼前的沈飞鸾联系起来 他目光静一不定地看着他 那对视的眼神 没有来得让慕容宅脑子里 电光火石 沈飞鸾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 不 这不可能 他一介女流 还只有16岁 怎么可能完美地算准 他的每一步 并且给他下套 真蠢啊 沈飞鸾吃笑一声 亏你前世还登基为敌 这点事情还要想这么久都想不明白 所以你这地位 完全是踏着我们荣国公府 三百多条人命坐上去的呀 没了我们 你很快就被赔货杀了 是吗 慕容宅的双目赤红 越瞪越大 因为不甘心而扑到栅栏前 朝着沈飞鸾伸手 所以不是我疯了 不是我的意想 我真的 我真的 他浑身颤抖起来 狂喜着大笑 我是皇帝 我才是皇帝 本应该登基为帝的人 却沦为了阶下囚 本该被囚禁 被虐待之人 却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 仿佛他是鹰沟里的臭虫 这种巨大的落差 让慕容宅完全接受不了 抱着脑袋 发了疯似的 要人放他出去 否则 他要诛所有人的九族 可你现在不是了 沈飞鸾杀人诛心 微笑着看他 这一次 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让我早你半年回来 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还抱上了陪后的大腿 给他出钱出力 祝他早日攻回皇城 取代慕容室的江山 你说 如果你告诉你 那个沉迷恋丹的父皇 那陪货就不占胜了 指望荣国公 慕容宅一想到自己前世下令 将荣国公满门抄斩 又那样丧心病狂地 对沈飞鸾剖腹渠子 不会了 荣国公不会帮着朝廷抵御陪货了 只怕他还会大开城门 欢迎陪货的到来 卢儿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救救我 救救我好不好 我们回相思山 我们当初说好的 要舍弃一切荣华富贵 去相思山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你不能抛弃我 不能言而无信啊 沈飞鸾简直恶心地想吐 我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 多说无意 你就看着 看着陪货登基 看着我如何一步步 将你所有的希望毁灭 这是你最好的结局 慕容宅崩溃之际 沈飞鸾又对远处把守的陈进仇招了招手 紧接着 狱卒又用铁锁牵进来两个人 正是已经被严刑拷打过的柳偏然和僵士 我把柳淑菲也给你送来了 正好 你们这对狗男女有伴了 王爷 王爷 柳偏然看到慕容宅 就开始惊声尖叫 王爷 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死 江世泽一脸凶狠 扑过来就要挠花沈飞鸾的脸 被狱卒和陈进仇拦住 胸口挨了一脚 直接飞进了牢房里 柳偏然不敢过去 只敢用一双怨毒的眼睛瞪着他 沈飞鸾淡默道 我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 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就像他们挖他的孩子时那样 那狱卒本身就是陪货的人 黄孙飞发话了 没有不一的道理 场面太血腥了 您要不要回避一下 沈飞鸾抬手 不必 在血腥 能有亲眼看着自己的肚子被划开 内脏和鲜血流满的那般恐怖吗 不 不要 沈飞鸾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燕王树飞 我是燕王树飞 一对眼珠子成于托盘之上 沈飞鸾欣赏着 被吓得快尿裤子的僵尸一眼 又看了看冷漠的慕容宅 最后 眼神才落在 已经痛得昏死过去的柳偏然身上 请个大夫来给他治伤 别叫人死了 狱卒心惊于他的狠辣 但转念又想 不够狠辣的话 恐怕早就死了 小皇孙看中的 或许正是这份面对敌人时的狠辣 你们说 燕王疯了 下面的人向慕容皇帝禀告 燕王殿下在狱中大闹 非说自己才是皇帝 冒着要人放了他 燕王树飞上去劝说 还被他按在地上 生生地扣瞎了双眼 赵贵妃顾不得禁足令 从宫中跑出来 在城前宫外哭着闹着 要见皇帝 皇帝更想趁此机会 要赵贵妃交出自己的把柄 所以宣了赵贵妃觐见 不出一炷香的功夫 城前宫里传来一阵巨响 是屏风倒地的声音 汪德海第一个跑进来 就见赵贵妃扑倒在皇帝身上 手里还举着匕首 想去刺杀皇帝 而皇帝的后脑勺 摔在屏风的尖角上 血流不止 啊 来人啊 赵贵妃刺杀皇上了 赵贵妃刺杀皇上了啊 我 我没有 我不是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苦苦哀求了皇帝半天 他就是不肯松口放了宅 他就想着同皇帝欢好时 吹吹枕头风 所以扑进了皇帝怀里 谁知道他身子这么虚 一扑就倒 他都没有注意到 一把匕首从屏风的家层里弹了出来 就这妖巧 被他慌乱中握在了手中 这下好了 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都被下了大雨 皇帝后脑勺遭受重击 流泄昏迷 朝堂之上 为了让哪位皇子监国闹翻了天 总之争权夺利 浑水摸鱼地乱成了石锅舟 赵家也没能逃脱罪责 毕竟赵贵妃是赵侍女 若没有母家给他抵弃 他哪里敢是君 只有赵侧妃 因为抚养着燕王的嫡长子 被贬为庶人之后 带着孩子离开了赵家 当然 沈飞鸾知道赵九人并不坏 不然也不会独独放过了他 看起来好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可这些也不过是两天的时间 沉闷的号角吹响 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百官 昨日争着 到底是让六皇子监国 还是让二皇子监国 到底没争出个输赢来 两派官员还想着 今日继续再战 却忽闻城外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奔跑声 和号角声 沈飞鸾让管家去各大世家通气 告诉他们 陪货已经濒临皇城 让他们不要惊慌 只管关好府门 不论发生 什么都不要出门 他已经替他们写好投名状 要拨乱反正 拥护真正的皇室 陪是一族登位 第118章 连发圣旨 承恩侯府和府国公府 为了安全起见 集结两府兵力 全都搬来了离皇城远一些的 府国公府别院 等打起来 至少波及不到他们 唉 承恩侯叹了一口气 原先总觉得戎国公府 站在尖刀上起舞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又想着我远着他们 就能保下全家人的性命 却到头来 我还不如一个小姑娘看得通透 行事果决 要不是沈飞鸾 他的宝贝儿子就废了 女儿嫁入忠书令府 也不会有好下场 现在他的儿子还活着 并且刻苦钻研 已经学会了左手用剑 在燕王入狱之前 已经秘密送往纪录塞 去了与突厥人交战的边境 女儿嫁给忠书令家的儿子之后 早就出门远行了 隔几个月 便送一封家书回来 出了夜兜 他们自由自在得很 一起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任由忠书令 怎么书信斥责 二人始终没有回来 他与老七 在这样新旧朝交替的危急时刻 还被荣国公府拴在了裤腰带上 给即将迎来的新主带路 免于没落的下场 可以说 他们一家的命 都是沈飞鸾救的 他之前还看不上沈飞鸾 觉得这女娃不实诚 吊着他儿子 是个得拢望鼠的 嫁进来肯定不安分 所以一直很反对儿子娶他 结果最后搞清楚 是自己儿子 根本从来没敢跟人家 表达过自己的感情 而且他也知道 表达了也是失败的下场 所以 连踏出去那一步都不敢 他后面那样对荣国公府 沈飞鸾还能不计前嫌地带 陈恩侯府和辅国公府一起玩 完全是因为几个孩子之间关系要好 所以说 有时候他们这些人 在官场中浮浮沉沉的太久了 就连性格都会变得势利 变得势快 辅国公府 何尝又不这么认为 只要一想到 那时沈飞鸾受伤 他阻止女儿去荣国公府 他的老脸就是一红 若是裴霍真的登基为帝 改朝换代 其实他们这种三姓世家 是很难被新帝接受的 曾经他们也是陪侍皇朝的臣子 但慕容氏篡位后 他们既不能像那些死中的臣子一般 自杀守劫 也不能像武将一般 奋勇反抗 更没办法护住年幼的陪货和公主 只因他们世家大族 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不能被想 铲除他们的新帝 抓到任何把柄 说到底是他们自私 不愿意为了陪侍皇朝 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 荣国公就是因为一直在暗地里 提拔陪侍旧朝的武将 才被皇帝忌惮 恨不能杀之 杀 就在两家人紧张地大眼瞪小眼时 喊杀声已经从城门口 传到了此处别院 两位公爵夫人手握着手 跟亲姐妹似的 丝毫看不出来 之前还为了争起儿媳妇 吵得面红脖子粗 反正那么好的儿媳妇 两家谁也得不到 干脆和好算了 辅国公辅安世子 迷恋上了一个妓子 此生非他不娶 承恩侯辅杨世子 断了一条手臂 估计也是非沈非兰不娶 一时间 两位夫人也不知道 到底是自家更惨 还是对方更可怜了 圣旨道 荣国公接旨 圣旨道 圣旨道 一道道明皇的圣旨 宣入荣国公府 都被老太君拦于花厅 沈非兰扶着老太君的手 一个哭得跟死了儿子一样 一个哭得跟死了爹一样 我那可怜的儿子 已经高烧发热三天了 要不是皇上让他跪在太和殿 他至于现在还起不了身吗 你们竟然还敢来我荣国公府宣旨 让他带兵去击退叛军 他没醒他 怎么去啊 他去送死吗 你们想让他死就直说啊 何须要这么大一个圈子 难道朝廷就没有别的武将可以去了吗 我原先以为 皇上急着让我爹爹上交兵权 是因为有了比我爹爹更有才能 更英勇的将军 结果你们现在让高烧昏迷的 我爹爹上城墙御敌 他们一个是身份贵重 辈分也高的老太君 一个是宁阳县主 荣国公爱女 来宣旨的太监 知道皇帝有求于人 也不敢甩脸子 只一个劲地陪笑脸 哪有什么有才能的武将啊 皇上从早上知道 陪获带兵攻城后 马上让皇城里所有的兵力 都去各个入城的城门口守着了 现在皇宫就是一座空城 陪获的八万兵马 可不是区区四万皇城士兵可以抵抗的 荣国公的骁勇军 除去驻守各地的大部队 还有五万人 就在离城郊十里地外的军营里 需要荣国公手里的虎符 才能调动他们 可现在 荣国公昏迷在床 慕容老皇帝抱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人在病中 还急得嘴上长了疗泡 他头上缠着纱布 神色慌张 不不不 不行 荣国公昏迷了 没有人可以打退陪货 快得朕收拾东西 朕要出去避难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他先保命 待来日在东山再起 他已经不是九年前雄心壮志的慕容将军了 而是日渐膨胀 沉迷美色和修仙的慕容皇帝 他怕屁股底下的皇位被人抢走 还怕自己的长生之树 陪货的手里 大臣们稀稀拉拉地站成两排 更多的则被吓破了胆 躲在家中不敢出来 皇上怎么能弃城而逃 那不是助长陪贼的威风吗 陪贼军队出现得突然 百姓还没来得及疏散 皇上若是逃了 百姓们该怎么想皇上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当初的陪皇帝和陪太子 哪怕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从未有过弃城而逃的想法 那爱卿们有何高见 让荣国公出去迎敌不行 弃城而逃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到底怎么样才行 短暂的沉默过后 方玉石眼睛猛的一抬道 皇上为什么不让荣国公世子 沈兰廷拿着他爹的虎符 去调兵遣将 英勇杀敌 他是武将的儿子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片刻后 一道让沈兰廷带兵 去城门楼御敌的圣旨 又飞进了荣国公府 第119章 攻入皇城 这皇帝还真够执着的 搞老子不成 就来搞小子 沈兰廷又怎么会让他如愿 传指太监走后 沈兰廷直接坦白 他和陪货之间的互相扶持 互帮互助 哥哥 太华门就交给你了 其余几门 也有萧中云安排的内应 会趁乱给陪货的大军开城门 只有太华门 是直驱皇宫的大门 慕容老皇帝 交给谁都不放心 他一面打压爹爹 又一面在内心深处 认为打仗最厉害的人 还是爹爹 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沈兰廷觉得 他这个时候想的应该是 除了容国公 没有人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没有危险的时候 非要置爹爹于死地 有危险了 又想爹爹不顾生死去保护他 慕容家的人不要脸 都是天生遗传的吗 杀呀 打杀声震耳欲聋 离这容国公府越来越近 夜都百姓 全都紧闭家门 战战兢兢地躲了起来 他们消息不灵通 到现在还不知道 打进来的是什么人 还以为是边关失守 又一族人攻入了皇城 都让人打到家门口来了 怎么也没人来提醒他们一下 平 啊 有一户人家的房门 直接被飞摔起来的士兵砸碎 马上有黑甲军士追进来 与那皇城守卫纠缠在了一起 那户人家里 只有一个妇人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被这一幕吓得哇哇乱叫 打飞的凳子 朝着其中一个看起来 不过三岁的小男孩飞砸过去 黑甲军士丢开皇城守卫 伸手抓住那长条凳 扔在地上 才让那孩子躲过一截 妇人是这条街上的豆腐西施 丈夫早死 以寡妇之身带着两个孩子 孤儿寡母的 平日里颇得街坊邻居照顾 这会儿也有不少百姓 看到他家被砸 都偷偷躲在窗户缝里 关切地看着 黑甲军士救人的举动 让他们纷纷议论 刚才那个穿黑甲的 是不是救了黑娃 是吧 我也看见了 他们不是帆帮一族人 你们仔细看看 是不是两边都是大业人啊 我怎么看着这些黑甲军 觉得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啊 不是对黑甲军的脸面熟 而是感觉他们穿的盔甲 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真的好像在很久以前见过 豆腐西施家的 都打斗越发激烈 那皇城守卫 眼看着自己打不过了 又看到黑甲军士 处处避让着那三个百姓 突然宁笑了一下 冲过去就抓起了 另外一个小女孩 扣住她的脖子 你 你自己自问 不然我掐死她 小女孩被掐得双脚离地 面色紫红 豆腐西施和黑鸭哭天枪地 跪在地上求她放人 那人不是我们皇城的守卫兵吗 他怎么回事 还用皇城百姓 做他的人质 逼迫黑甲军 畜生 难怪被黑甲军打进来 人家都比他们 重视我们普通百姓的性命 黑甲军士举起双手 慢慢地将剑往地上放 那皇城守卫死死盯着他 我让你自问 快点 黑甲军士犹豫了一瞬 秀 一支飞剑不知从哪里射出 直接插入那守卫的眉心正中 他掐住女孩的动作一松 女孩就往下掉落 黑甲军士迅速划过去 接住女孩 向前一滚 将女孩交给豆腐西施 我们是前朝小皇孙陪后的军队 慕容贼子虐杀了我们的皇上和太子 坑杀无数陪士族人 我们小殿下只寻他的仇 不会伤害百姓 请你们放心 豆腐西施连连感谢 看着外头血流成河的场面 竟也不觉得害怕了 他们刚才 救了他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是不是入侵者 他们是好人 百花楼的姑娘们有相好 相好都在御林军和锦衣卫中任职 就被策反 所以陪货杀进皇宫 也只是片刻的事情 清晨开始攻城 到了晌午 夜都八个城门的入口 已经被攻破四个 大量的黑甲军涌入城内 空旷的皇城 立马就变得拥挤起来 黑压压的军士们 打得皇城守卫节节败退 沈兰廷看着纵马狂奔 杀伐之色慎重的领头之人 只向征信的拦了拦就抱怨道 我一介守无负机之力的读书人 从未守过城门 平日里连才死一只蚂蚁 都要难过好久 皇上这不是派我来送死吗 怎么办怎么办 陪货要打进来了 我守不住了 沈世子 您应该下令 让我军誓死抵抗 不能放陪军进来 否则我们的家人就完了 可沈兰廷杂杂呼呼叫起来 输什么死 抵什么抗 下面士兵的命 就不是命吗 打不过就跑 别硬扛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这句话是这么用的吗 国都破了 还能有柴烧 平 世子殿下不好了 城门破了 哎呀 我死定了 我头好晕 沈兰廷实在不知道 怎么逃过将士们的眼神审视 扶着脑袋往地下一倒 舅舅 我晕血啊 马背上的少年 一杆长枪舞的虎虎声威 由万夫莫开 无法匹敌之勇 他脸上沾了鲜血 头发从盔甲里落下来 分明是疲惫之相 可那双鹰一样的眼睛 却亮得惊人 直指皇宫之门 慕容老皇帝 已经吓破了胆 在这种极度的恐惧之下 他两眼一番 发污突出一口白沫 全身都开始抽搐 很明显是中毒了 太医 快传太医 这个时候 太医院的太医们 也瞒不住了 皇上近几年沉迷恋丹之术 服用丹药过量 毒气已经侵入五脏六腑 臣 臣等实在无力回天了 皇后眼里全是冷漠 长舒一口气后 对着众人挥手 都出去吧 去外面守着 本宫想和皇上说会话 城前宫里安静的落真可闻 慕容皇帝很想问皇后 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但他一开口就是咿咿呀呀的声音 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 皇上 您这是中毒加中风 好不了了 慕容皇帝瞪大了眼睛 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怎么可能 他是修仙之人 有百毒不清的身体 怎么可能中毒 道掌们呢 道掌们在哪 第120章 藏宝 皇上还在等着那五百个 去捧来的仙童和仙女吗 慕容皇帝瞪大了眼睛 看着皇后 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声音 皇后就像知道 他要说什么似的 嘴角翘起一个嘲讽的弧度 臣妾在陪货的黑甲军中 见过皇上的几个仙家道掌 臣妾瞧着 他们穿着铠甲 手握兵器 是陪货身边的梁将 还有皇上从宫里 挑出去的五百宫人 臣妾查阅过他们的身份之后 才发现 原来都是前朝的俘虏嘛 还有什么好说的 慕容皇帝从一开始 就落入了陪货的圈套 而这个圈套 从他将陪货囚禁在宫中的第一天 就已经开始了 八年 八年的苦心折服 布局规划 一朝逃出叶都皇城 破宫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慕容皇帝自己作死 朝堂之上 最得用的荣国公 被他自己得罪得死死的 皇子几个除了他的太子 没有一个中用的 全是一群只会内斗的酒囊饭袋 陪货的大军 势不可挡 他的太子 他的儿子 昨夜已经去了 哪怕他抵挡住了赵贵妃一波 又一波的攻势 可太医说 太子的伤口本来就中了毒 要不是当时荣国公 当机立断地挖掉了太子伤口的腐肉 恐怕不到夜兜 太子就断气了 看着龙床上不断挣扎的慕容皇帝 皇后竟觉得自己最恨的 不是赵贵妃和燕王 他最恨的是这个和自己 同床共枕了几十年 却为了什么狗屁帝王之道 权衡之术 害死了他唯一的儿子 若不是皇帝纵容赵贵妃和燕王的野心 他的儿子怎么会死 一勺无色无味的毒药 灌进慕容皇帝的口中 皇后眼中流过一行青泪 年少时他对他也曾有过无数期盼和憧憬的 只是身宫日子难熬 那些喜悦和期待 爱慕与敬仰都变成了哀怨和仇恨 这皇后不当野霸 杀 一声巨响过后 皇宫的大门被破了一个大洞 无数黑甲军在陪货的带领下 直冲成前宫 宫里到处很快都出现打杀声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皇宫 街道上就空了许多 一大片的黑甲军中 偶尔只出现一个皇城守卫 并且东躲西藏 被黑甲军找到之后投降的关押 反抗的当地格杀 沈飞联命人打开了荣国公府的大门 让府中侍卫们主动地帮着黑甲军 清洗街道上的尸体和血迹 胆子小的家丁和婢女们 则负责打水给他们清洗铠甲上的血迹 给他们弄些吃的东西 外头这些暂时冲不进皇宫的 休息一会儿之后 也还是要进宫的 荣国公府的举动就像一个信号 众人见那些黑甲士兵真的不伤人 并且对荣国公府的下人都很亲切恭敬 便也不害怕了 将府门打开 给士兵们行方便 宫中的惨叫声一直持续到了半夜 灯火都亮起来之后 宫中响起胜利的号角 但夜都众人没有敢欢呼雀跃的 因为赢的那一方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光景 会不会伤害他们 荣国公府摆酒 一家人围着饭桌庆祝 沈兰婷拍着胸口 我装晕血才躲过一劫的 不然那些人一直等着我下令死守 没出现 荣国公重重地踹了他一脚 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沈兰婷一脸讨好 不会的 父亲 我以后走文官的路子 肯定给你争光 沈飞英抱着训歌 正和老太君说着话 就看见门口跑进来一个 胡子拉叉的少年 吓得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是何人 沈飞轮回头 眼睛刷的一下邓元 赔货 这就是赔货 沈飞英细细打量 这就是传说中 精彩绝艳的皇太孙 难比潘安的前朝遗孤 他连身上的铠甲都没来得及脱下 只是简单地用水冲了冲 再用布巾擦干净 攻下皇宫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部署 带粗暴的安定之后 他驾马冲出了皇宫 直奔荣国公府 荣国公起身 都不知道该叫他什么 赔货对着荣国公笑着点头 拉住沈飞轮的手 老太君 国公爷 可否借轮儿一天的时间给我 姿态也没有摆得很高 就像个普通晚辈一样 荣国公点点头 去吧去吧 关键他不同意 也没用啊 自家闺女眼巴巴地看着 难道他能拒绝吗 沈飞英无嘴 看着二人的背影 消失在门口 对老太君道 小时候 妹妹就嚷嚷着 要嫁给皇孙殿下 没想到这么多年 兜兜转转 还是他们俩成了一段 老太君想了想 突然记起一桩 很久以前的往事 那时男男还很小 见了皇太孙的第一面 回来做梦的时候 都在说着 要做皇孙妃 她只当是小姑娘 见了好看的哥哥 一时兴起才梦到的 却不想 一直留在男男的心里吗 她又回忆起 男男和燕王的初次相遇 好像和陪 或与男男的 初遇还挺像的 都是英雄救美 或许 沈飞轮内心深处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陪伙 四月的天气不冷不热 宫中最高的观景台 高耸入云 可将整个夜都皇城 尽收眼底 宫中贵人逛会享受 不需要去爬那一眼 望不到的楼梯 入了观景台下 就有四方形木桶一样的缆车 车里有座位 车底下是滚动的轮子 有七八个太监推动一根滚轴 木桶就像马车一样动起来 将陪伙和沈飞轮运上观景台 但其实 慕容皇帝登基之后 这个观景台 基本没人来过 皇帝沉迷恋丹 后妃沉迷宫斗 皇子沉迷夺权 没有人觉得 观景台上的夜都皇城 有什么好看的 陪伙拉着沈飞轮的手 我父亲经常带我来这里 他喜欢看百家吹火连绵 也喜欢看灯火万千 他哪里是喜欢看那些 是因为在陪家的治理下 百姓安居乐业 幸福安康 如果前太子做了皇帝 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皇帝 我送你的玉佩带了吗 沈飞轮将挂在腰间的荷包打开 从里面取出玉佩 每日随身携带 这倒是陪伙没想到的 他还以为他猜到了这是什么 会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第121章 江山为聘 这是传说中 陪侍皇朝预留的藏宝钥匙 据说是有张地图的 如果真的有地图 这玉佩也是钥匙 那陪伙为什么要把钥匙给他呢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藏宝图 从史智中都只有藏宝 那藏宝就在宫中 拿到玉佩 打开藏宝大门的 就是最后的赢家 你猜到了 沈飞轮笑笑不说话 就是因为猜到了 才会随身携带的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自慕容宅带兵搜查荣国公府 冲进他的闺房 真实目的 应该就是找这块玉佩 但因为他洗澡时取下了荷包 荷包被衣服盖住 他们什么都没找到 跟我来 观景台最高层的内部 是有一个小房间的 房间里的窗边有一软榻 软榻上放着一张小桌 小桌的下方是两个蒲团 工人坐着赏景的 可沈飞轮看那蒲团上 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就知道 大概很久没有人碰过这个地方了 陪伙掀开蒲团 再将它上厚厚的垫子拿开 看着明明没有任何缝隙的木板 陪伙的手指在木板底下 用力按了一下 一小块木板被顶开 一个玉佩形状的凹槽 就出现在眼前 沈飞轮看的木凳口呆 这位置的确太隐秘了 别说没人知道藏宝在观景台 就算有人知道 在哪里 不是藏宝者本人 只怕把观景台翻个底朝天 也找不到入口吧 这是我父亲找人做的 我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孩子 他所有的财富都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将他所有的财宝都放在这里 只告诉我和我阿姐 他说万一日后朝廷生变 我和阿姐 可以靠这里堆积的陪家 几辈子的财富东山再起 当时只是一句玩笑话 却不想一语成衬 若是可以 裴霍愿意用这里所有的财富 换祖父和父亲 母亲 亲人们 好好活着 放着茶水的红木桌子缓缓打开 露出一个公两人行走的洞口 长长的楼梯延伸往下 这么高的观景台 全是珠宝金银吗 裴霍点了一盏油灯走在前方 每点燃一盏墙壁上的灯 才伸手扶他下阶梯 那琳琅满目的惊气 闪下了沈飞轮的眼睛 他才知道 对陪货来说简直就是无边汪洋里的一滴 不 半滴水 根本不值一提 圆形的房间里堆满了一个个黑色的箱子 随意打开一个里面的金银珠宝 珍珠首饰就满得快要溢出来 这样的箱子 往下走十层都是 沈飞轮竖起大拇指 陪货 你一定会是所有的皇帝里最有钱的那个 十 突厥 扶桑 高丽 西凉 加起来都没陪 或一个人富有 不 跳动的烛火下 陪货目光灼灼 只要你愿意 这些也全部都是你的 他将一颗百年难得一见的夜明珠 放在沈飞轮的掌心 沈飞轮 我以江山为聘 你愿意 做我的皇后吗 做我 唯一的皇后 他在向他许诺 他若为后 后宫虚设 他只要与他一人 长相厮守 白头偕老 真正到了这时候 沈飞轮却有些退缩了 当初的慕容宅 又怎么不是花言巧语 真诚许诺 哄得他相信了他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结果呢 他知道 裴霍是个君子 可君子做了皇帝 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 面对那么多的诱惑 他真的可以做到 一辈子不变心吗 裴霍手指轻颤 表情落寞 但还是笑了笑 将夜明珠收回 从今日起 我会命令宫中私针房 开始绣嫁衣 这颗夜明珠 就是你皇后桂冠上的装饰 等嫁衣绣完那日 你还不愿的话 嫁衣送你 以后你嫁人的时候 可以穿 四月结束的时候 尸横遍野的皇宫 已经打扫干净 该处理的朝臣都处理了 潜伏在慕容市皇朝的 裴家旧臣们 终于重见天日 萧忠云接替岳家 成为新的中书令 看在岳家和成恩侯府 是殷亲的份上 新帝登基之后 也只是将岳大人 隔职查办 成了普通百姓 岳家人也没想到 当初取杨新韵的权宜之计 成了赦免他们的救命稻草 这一场战争 好像没有对大夜朝 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 因为大臣们很快就发现 他们这位新帝 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 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对新帝来说 都不算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新帝不肯选秀 说什么新朝刚立 百废待兴 都骗人的 他手底下原来那帮臣子 个个都很能干 关键新帝 他还致人善用 用人不疑 容国公多厉害的一个人 在慕容市手底下 过得憋屈死了 打了圣仗 还要担心皇帝忌旦他功高盖主 怎么的 非要把仗打败了 让大夜朝的将士们多死点 割地向敌方求和 才重用人家是吗 以上 都是新帝早朝时说的 因为御史台的方御史说 容国公在民间威望过高 建议新帝收回他的兵权 让他领个闲职 回家养老去 容国公自己都不知道 他才不到四十的年纪 正是身体强壮的时候 居然就要养老了 结果 结果 新帝不仅没收回容国公府的兵权 还加封他为秦国公 乃属所有国公爵位中的最高封号 是大夜朝的一等国公 而说秦国公坏话的方御史 被入了职位 回乡养老去了 一开始 百姓们还不解 他们记得当初 新帝还被沈飞鸾虐待来着 打得半死 怎么还给容国公府那么大的荣耀呢 直到宫里传出 皇帝命私针房的宫廷秀娘们 再给沈飞鸾秀嫁衣 人们才恍然大悟 懂了 原来新帝是个受虐狂 被打着打着 还打出感情来 非沈二小姐不可了 沈飞鸾的马车停在街边 等着桑宇去买那家新开的鲁味铺子里的烧鹅 路边上几个妇人坐在一块那鞋底 免不得要聊上几句 他们聊天的内容 被沈飞鸾听了的全 你这个疯婆子 赶紧滚 又来偷我的包子 再不给我揍你了 马车外车臂被撞了一下 沈飞鸾剪开窗口的帘子 就见一浑身脏兮兮的女子 倒在自己的马车旁 第122章 疯婆子 贵人行行好 赏我口吃的吧 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求求你了贵人 疯婆子扶着马车起身 直到自己 撞了有钱人家的马车 也顾不得许多 抓住沈飞鸾的衣摆 不肯松手 虽然柳翩然的眼睛瞎了 身上也破破烂烂 曾经自以为傲的美貌所剩无几 脸上轻轻子子的全是斑驳 但是 沈飞鸾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眼前贵人没有说话 但是也没有踢开自己 柳翩然觉得自己今天 讨到饭吃的机会很大 更加抓住沈飞鸾的衣服 不松手了 吃 吃笑声十分刺耳 但又很耳熟 柳翩然下意识地松了一下手 沈飞鸾扯过自己的衣服 甩了甩裙摆上她的脏手印 柳翩然 好久不见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沈飞鸾 柳翩然尖叫着 叫出她的名字 身体快速向后退去 好不容易趁着陪货攻打京城 地牢无人职守时 从慕容宅手里逃出来 哪怕沦为乞丐 柳翩然也不想再被抓回去了 而且沈飞鸾 她那么可怕 她还挖了她的眼睛 她会杀了她的 沈飞鸾看着柳翩然跌跌撞撞 却没有跑出三米远的狼狈样 反而被人路边的摊贩抓住 要赔偿 她从鼻子里哼笑一声 让桑宇拿出几钉碎银子 赔给商贩们 然后又让侍卫压着她上了马车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由于眼睛看不见 置身在一片黑暗中 沈飞鸾的出现 让柳翩然处于极度的恐惧中 我能做什么 沈飞鸾离她远远地坐着 用帕子捂着鼻子 不想被她身上的臭气熏晕 适应了半场才到 怎么说 你也是我三杆子 打不着关系的表姐 看你这么落魄 我得帮你一把 不然旁人该说我狠心了 我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柳翩然疯狂拍打着车身 让我下去 你让我下去 沈飞鸾使了个眼色 伺候在两旁的粗壮婆子 就撸着袖子走过去 强行按压住柳翩然 不让她动弹 柳翩然挣扎了半天 挣扎不开 也不费那劲了 传着气被按倒在沈飞鸾脚下 她脸上那两个结痂的黑窟窿 冷悠悠地对着沈飞鸾的脸 看起来阴森又恐怖 沈飞鸾 就算是死 你也让我死个明白 是不是从我和我娘 踏进京城的那一天 你就在策划着 怎么对付我和我娘了 沈飞鸾责了一声 不能用对付这么不友好的词 我只是 看你好像很想嫁给慕容宅 而慕容宅又刚好 对你暗颂秋波 所以想着成人之美 才撮合你们的 这怎么能叫对付呢 你早就知道 陪货要夺皇位 知道 你早就不想要慕容宅了 才故意把它让给我 不错 为什么 我和我娘出到京城 没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现在我娘死了 我也成了这副模样 你满意了吗 啪 她那一脸无辜愤怒的样子 让沈飞鸾的力气 再也压制不住 她掐住柳翩然的脖子 恶狠狠道 少在这里给我装无辜博同情 你和你娘还没来 就已经想着 怎么杀死我 怎么取代我的位置 怎么把我爹变成你爹 你现在在这里问我为什么 柳翩然 你不要把我当傻子哄 让我来告诉你 如果我没有提前反击 你们会怎么对我 你们会哄着我嫁给慕容宅 让我爹来助她登上地位 你们会利用我 让你娘嫁给我爹 一点点渗入我们荣国公府 你们私底下 会和慕容宅暗度陈仓 把我们荣国公府利用殆尽 再灭了满门 他哽咽了一瞬才接着说道 你们会 会在我怀着身孕的时候 剖开我的肚子 娶出我的孩子 活活烧死 你说 这深仇大恨 我如何能不向你们讨回来 这些 这些我都没做过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对我 是你们想做 却没做到吧 所以 为什么要怪他残忍呢 沈飞鸾命人将马车 开到了曾经的燕王府 王府门前繁华已旧 破败的大门外 站着两个侍卫 那是陪货派来看守燕王 哦不 是来看守罪人慕容宅的 而他们的结局 都是沈飞鸾一手安排的 他不可能不来看一看 拥有前世记忆的渣男 到底是怎么每日忏悔懊恼的 毕竟 如果不是他背信弃在前 狼心狗肺在后 沈飞鸾也不会怀着冲天的恨意重生 门口的守卫 看到沈飞鸾 赶紧将门打开 不敢怠慢半分 整个京城都知道 新帝不肯选秀 是在等着秦国公府的二小姐 是 容国公如今是大叶朝最高等级的国公爷了 这让本就贵不可言的容国公 一跃成为了历经三朝的全臣与近臣 昔日看不起沈飞鸾的那些人 现在可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燕王府 里头伺候的下人 早就跑了个干净 只有新帝派来看守的高壮侍卫在 啪 一盘子狗石被扔在慕容宅面前 侍卫轻笑一声 慕容宅 吃饭 哗啦 瘦得皮包骨的慕容宅 已经没了往日的清俊 整个人笼罩在阴影中 显得阴质又风魔 他抬手打掉那碗发臭的残羹 扭头对着侍卫大鹤 闭嘴 燕王是个人 朕不认识 你们这群土匪 竟敢绑架大叶朝的皇帝 还不快点放了朕 不然 朕诛你们九族 他衣衫褛 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 还是沈飞鸾最后一次 见他实穿的那套 灰尘泥土在他身上都包浆了 侍卫听了他的话 哈哈大笑 疯子 我看你是真疯了 咱们皇上好好的 在宫里的龙椅上坐着呢 你算哪门子的皇帝 慕容家执掌天下这几十年 把好好的一个皇朝 搞得乌烟瘴气 冤假错案平发 百姓苦不堪言 现在换了前朝的皇太孙 可以还百姓一片清明了 胡说八道 慕容宅激动起来 双手在空中乱打 朕才是皇帝 朕才是皇帝 你们都该死 都该死 第123章 发疯 那侍卫接到的命令 是要慕容宅活着 如果他发疯死了 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当下便不再刺激他 骂了一句 疯子就要走 沈 沈二小姐 完蛋 沈二小姐 该不会是对慕容宅 还有留恋 特意来看他来了吧 那他刚才 正当他忐忑之际 桑宇扔给他一包银子 开口就道 我家小姐觉得 你们照顾罪人慕容宅辛苦了 这是给你们的辛苦费 拿着和弟兄们喝酒去吧 不择罚他 还有钱拿 侍卫眉心一跳 看来沈二小姐 不是来探望慕容宅的 而是来羞辱他的 他狗腿地收下银子 离开前还贴心地将月门带上 由着江星月带来的人把守 沈二小姐 不是让他们喝酒去吗 这可是未来皇后娘娘的意志 他们当然只有听从的份了 几个粗壮嬷 压着柳翩燃上前 他已经听到了慕容宅的声音 疯狂想后退 不要把我送回去 不要把我送回去 我不去 我不去 他是个疯子 他是个疯子 慕容宅却像真的疯了似的 指着柳翩燃大喝 这疯婆子是谁 胆敢在阵面前大呼小叫 该杀 看阵的龙拳宝剑 他大叫着 捡起地上段落的 婴儿手臂那么粗的树枝 胡乱挥舞着 朝柳翩燃而去 啊 几个婆子飞快地松开手往后跑 柳翩燃却是个瞎子 没了旁人扶着 根本就没有方向 只在地上被打得到处乱爬 突然 树枝被从中间打断 朝着沈飞鸾飞来 二小姐 小姐 沈飞鸾站着没动 那树枝飞到他跟前的时候 停住了 断枝的一头被护卫抓着 一头 被应该稳坐宫中的心地抓在手里 陪霍今日穿了件大红色的颈袍 颈袍上花团颈簇 金丝银线勾勒出一个富贵无双的 翩翩贵公子形象 折服在慕容皇室的皇宫中时 他总是穿得灰扑扑的 将自己的光芒 遮了个七七八 现在恢复成他本来该有的样子 立刻就有了沈飞鸾第一次见他时的少年一起 慕容宅还在发疯 陪货手中的断枝一转 对着他就飞射过去 平 断枝打在慕容宅胸口 他整个人向后飞摔 狠狠吐了一口血水 捂着胸口不敢与陪货对视 你装疯卖傻 朕可以饶你一命 让你狗活 但你借着装疯卖傻的借口 想暗算鸾儿 朕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算了 自陪货出现 沈飞鸾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慕容宅了 他拉住陪货的袖子 宫中事物不繁忙吗 你怎么有时间出来了 陪货将手背在身后 嗨 那帮老头子整天让我选袖 我嫌烦 就出来找你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还小心翼翼地打量沈飞鸾的表情 怕他生气 又怕他不生气 总之心里矛盾得很 生气证明 沈飞鸾是喜欢他的 只是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 总有顾虑 不敢将自身托付于他 不生气 那就说明 沈飞鸾不喜欢他 连一点醋都不会吃 果然 沈飞鸾听了这话 心里酸涩无比 但让他再做一次皇后 被困在那个牢笼里 等着一个男人来宠幸 整日提心吊胆 怕被抛弃 人心一变 他真的没有勇气再试一次 裴霍见他神色 终究还是有片刻动容 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笑着道 十位楼新来了一个扶桑的厨子 听说扶桑鱼生做得极好吃 我听秦伯公说 你对扶桑的美食挺感兴趣 不如今日便去尝尝吧 十位楼新出的扶桑鱼生 他早就吃过了 不然他爹秦伯公 也不会知道 他喜欢吃 我爹 他爹为什么要向裴霍 透露他喜欢吃什么 裴霍黑黑笑了两声 突然拉着他的手就跑 出了燕王府才大笑着问他 轮儿 这封里全是自由的味道 你是不是因为舍不下这份自由 才不愿意做我的皇后 是 也不是 这是陪霍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皇帝以后 总结悟出来的理由 他想了很多他和沈飞鸾的结局 如果沈飞鸾不爱他 他想 他应该放他自由 让他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 如果沈飞鸾爱他 那他就一生一世一双人 让他做这史上最幸福的皇后 与他白头偕老 他唯独没想到过 沈飞鸾爱他 却不愿意做他的皇后 皇姐说 是因为不够爱 因为不够爱 所以才不愿意赌一场 不确定的未来 所有人都在劝他 他现在是皇帝了 应该以大局为重 应该广纳后宫 为裴家开支散业 应该以国事为重 不该单于儿女私情 他也试图说服自己 就这样吧 可能是他与卵儿无缘 可是 做不到 根本就做不到 忘记沈飞鸾 不如让他去死 在慕容皇室的那些年 他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每天脑子里想的 只有复仇 再多的屈辱和毒打 他都忍受下来 想着有 一日一定让整个 大夜朝的官员 都死于自己的手下 然后 然后他自己在自杀 去见皇爷爷和父亲母亲 是沈飞鸾的出现 唤醒了 他对生命的渴望 他无比庆幸自己还活着 他没办法若无其事 祝福沈飞鸾离开自己 所以他只能努力 让他看到自己的真心 陪着陪货吃完扶桑美食 他身边的太监 就催着他回宫了 沈飞鸾用自己的马车 将他送到宫门口 忽视掉他依依不舍的眼神 不敢与他对视 快去吧 他们都等着你呢 宫里有太多的事 等着新帝拍板定夺 能出来这么久 已经是陪货过于强势 宫人们根本阻止不了 身为君王 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陪货叹了一口气 拉住沈飞鸾的手 然而 我不想选秀 只是因为 我不喜欢旁的女子 并非想向你邀功 你也不必有压力 我对你的真心 你尽管来考验 我不会 不会让你失望的 所有的压力 可以朝着他一个人来 只要沈飞鸾愿意嫁给他 天塌下来 他也会自己顶着 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 第124章 死过一次 陪货的眼神炙热且真诚 都到了这个份上 沈飞鸾觉得 必须要有个了结了 他深呼吸一口气 让周围伺候的人全都退下 看着陪货的眼睛道 陪货 我做过皇后 也死过一次了 陪货的眼睛里 满是疑惑 这是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一个恋爱脑的贵女 识人不清 隐狼入室 真情错付的荒唐故事 沈飞鸾以为自己 再说起前世时 还会愤恨痛苦 会恨不得将慕容宅 和柳翩然八皮抽筋 但是没有 他就像在讲述一个 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故事 与其平静得很 最后 他轻笑一声 陪货 那个被害死的皇后 就是我 陪货望着他 久久都没有动作 沈飞鸾眼睛一红 如果你觉得我是个怪物 没办法接受 这样也 不 陪货的声音有些哽咽 将但笑着的沈飞鸾 用力报警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这简短的三个字里 沈飞鸾却听出了 无尽的歉意与心疼 对不起没能早点出现 让你爱上我 对不起 没能在慕容宅 伤害你之前 就把你救离苦海 对不起 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让你做我的皇后 再一次揭开你的伤疤 原觉得已经都过去了 慕容宅和柳翩然 那些害了他的人 全都付出了代价 他身边要守护的人 他也都守护住了 可是 为什么陪货 跟他说对不起的时候 他会觉得委屈 会觉得变得脆弱 会觉得这一切 对他来说太辛苦 而流下泪来呢 一直以来支持着他 坚持下去 不要认输的理由 没有了 哭也是正常的 不论他表现得 多么运筹帷幄 他现在也只是一个 17岁的小姑娘而已 皇上 那是犹犹豫豫的声音响起 真的该回宫了 再有一盏茶的功夫 您还要在御书房 接见大臣呢 做皇帝可不是轻松地活 多少奏折等着他去批 多少事情等着他去拍板确认 沈飞鸾想象不到 但他并不想因为自己 耽误陪货的事情 回去吧 他笑了笑 对他摇摇头 不要担心我 他大仇得报 也该去做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情了 从那天之后 沈飞鸾有很久都没见过陪货 只听爹爹说 陪货比以前更加忙了 新朝出定 不仅要颁布新政 还要处理许多 前朝遗留下来的疑难杂政 包括之前慕容皇帝被杀之后 他后宫里的那些太妃 也是一大问题 慕容宅的母妃 早在慕容皇帝死的时候 就被陪货下令杀了陪葬 但后宫中大多数的女人 都是无辜的 陪货不可能全都杀了 其中有一个慕容站的妃子 是陪货外祖那边的姨母 因为生的颜色好 被慕容站强纳入后宫的 他欲有一位公主 从前一直被藏得很好 从未冒过头 导致沈飞鸾都不知道 还有这好人物 现在 陪货夺回了江山 那升级成太妃的姨母 便跑了出来 人们才发觉 慕容皇室 还有一位出于泥而不染 浊浊生辉的四公主 慕容清灵 现在民间都在传 说陪货马上就要迎娶 前朝的四公主 慕容清灵为皇后了 这是要效仿前朝 慕容皇帝为了收服 前朝那些臣子 对百姓已是大度 将陪货养在了宫中 所以 新帝也要迎娶自己的表妹 换取前朝臣子们 死心塌地的臣服 慕容清灵对着同镜 整理了一番自己的仪容 确定从头发丝到脚后跟 都精致地找不出一丝错财起身 走吧 去养心殿 给表哥送补身子的药膳去 他最近也太辛苦了 宫女笑了笑 公主也太关心皇上了 皇上要是知道了 肯定很开心的 他们太妃娘娘 是皇上的亲姨母 公主是皇上的亲表妹 而且 太妃娘娘先前还是被慕容皇帝 抢抢进宫来的 和皇上自然是同一战线的人 现在皇上已经推翻了慕容皇朝 他们太妃娘娘和公主殿下 总算苦尽甘来了 慕容清灵羞涩地笑了笑 别胡说了 快走吧 一会儿汤该凉了 石盒有两层 下面一层慕容清灵 特意放了个小炉子 上面才是陶瓷瓦罐装的养神汤 为了保温 他也是煞费苦心了 公主殿下 皇上正在忙呢 潜伏在慕容皇室 一直暗中帮助陪祸复国的太监 竟然是皇帝身边的德海公公 他不显山不露水的 居然私底下 早就投靠了陪祸 慕容清灵 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 原来德海公公 就是 陪祸安排在慕容皇帝身边 哄骗他炼丹修仙的人 陪家的五百多皇亲国妻 和从前的重臣 被他们 从皇宫里解救出去 有一半都是德海公公的功劳 所以 慕容清灵很尊敬他 我把汤送进去就走 也不行吗 表哥日夜操劳国事 清灵很担心他的身体 德海公公该怎么回呢 秦国公府的二小姐沈飞鸾 正在里头向皇上辞行 说要回老家去住一段时日 皇上都快疯了 他就担心 这位抓不住的沈家二小姐 从此一去不回 这两小情侣争闹别扭 怎么放四公主进去啊 正说着话 沈飞鸾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 陪祸紧跟在他身后 鸾儿 等我处理完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去 剩下的话 再看到慕容清灵时顿了顿 语气有些不开心 你来做什么 太妃姨母 是有想把慕容清灵 托付给她照顾的意思 但陪祸觉得 她心里容下一个沈飞鸾 再也没有空隙 能把慕容清灵塞进去 所以果断拒绝 但不知道为什么 宫里还会流传出 她要迎娶慕容清灵 做皇后的流言 沈飞鸾今日进宫的时候 碰到了几个进宫谢恩的大臣 以及他们的女儿 不免又听到一些蔫酸话语 还以为皇上不肯选秀 是为了沈二小姐呢 原来不是啊 皇上马上就要迎娶清灵公主为后了 看来沈二小姐竹篮打水一场空 白为他人做嫁衣了 所有人都以为 沈飞鸾不肯做皇后 是在矜持拿桥 好让陪祸更珍惜自己 最终肯定还是会答应的 第125章 告别 哪有人不愿意 嫁给这个天底下最有权势的男人 做天下人的国母的 再说了 陪祸长得还好看 财富 地位 相貌 权势 她身上已经具备了全天下的女人 都为之倾倒的所有魅力 哪个女子拒绝得了 慕容清灵有些委屈 她眼中泪光闪烁 却强忍着没有落下来 对陪祸露出笑容来 表哥 我听工人说 你最近有些咳嗽 只你忙起来 连饭都顾不上吃 所以让御膳房做了一道药膳汤 能治咳嗽的 真不需要 你回去吧 陪祸的态度撑得上粗暴 以后别来御书房送汤汤水水 这里是阵处理工事的地方 处理工事的地方 那怎么沈飞鸾就能畅通无阻 还不等慕容清灵为自己分辨几句 陪祸就叫德海公公送公主回去 自己追着沈飞鸾 走出去好远 还在说着什么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 他们之间流淌着一股 旁人都看得见的和谐与融洽 慕容清灵从未见过陪 或对别的女子 笑得那样灿烂美好 更不曾见她与哪个女子 有那么多的话说 她心里酸涩无比 吸了吸鼻子 将药膳交给德海公公 带着哭腔道 等表哥回来 公公记得让表哥喝这汤 是我让御膳房炖了两个时辰菜 熬出来的 里面的药材也都很珍贵 是补身子的圣物 就算 就算表哥不喜欢我 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德海公公望了清灵公主离开的方向一眼 又提了提手里的石盒 摇着头叹了口气 这天下间的事 唯独情势最难妥协 陪家的男人 从皇上的皇祖父 到皇上的父亲先太子 个个都是痴情种 陪朝先帝爷少年时娶了王妃后 几十年如一日的将王妃放在心上 后宫家历三千 她也指引王妃那一条 后来王妃变成皇后 专宠于后宫 三宫六院形同虚设 皇后生下太子后 先帝爷更是把太子殿下宠上了天 给了他这世上 这天底下最好的一切 太子妃与太子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感情甚度 她的后院比先帝爷更干净 别说什么侧妃侍妾了 就是连个美满的宫女都找不出来 据说是太子为了 然后怀孕的太子妃安心 选的宫女全是歪瓜裂枣 陪霍 他们这位小皇孙 是在整个大叶朝的百姓期待下 是在充满了爱的氛围里降生的 见识过先帝也与先太子 对待心爱之人的态度 他怎么说服自己 娶一个不爱的女子 相伴到老呢 宫门口 沈飞鸾对陪霍挥挥手 陪霍 别等我了 要是遇到合适的人 明明是他想要放弃这段感情 好好地与陪霍道别 可灵了了 却无法说出让他另取他人的话来 他的矛盾 他的纠结 都让他觉得自己别扭极了 他真的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陪霍却摇摇头 沈飞鸾 这辈子除了你 我不会娶任何人 我认定你了 他不会在乎他曾经嫁过人 也不会因为他离弃的遭遇 而把他当成是怪物 陪霍理解他 也尊重他 回了秦国公府 沈飞鸾已经把东西都打包好了 他抬眼打量着妹妹 丸 你真的想好了吗 离开这里 回磊阳去 沈飞鸾抱着迅哥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惹得迅哥哥哥笑起来 也跟着发笑道 阿姐 继续留在这里 有太多的声音 在左右我的决定 爹娘也希望我早日成家 我不想我家里陪货 是因为爹娘的希望 因为那么多的声音 他要考虑清楚 他必须考虑清楚 再次进宫 那些要求他做一个 合格的国母的条条框框 他还能不能接受 将来陪货要是变了心 他又该如何自处 他还没做皇后呢 宫里就已经有一个清零公主 在虎视眈眈了 若是进宫为后 将来还要面对无数女子 对陪货的觊觎 这一生 他已经不求大富大贵 只想平平淡淡地 希望自己的家人 都健康平安 如果要他再拿 家人的安危冒险 他宁愿孤独终老 当然 他也很理解爹娘 知道他们 是怕将来自己百年之后 沈飞鸾没有归宿 会被人欺负 可沈飞鸾觉得 自立自强 比靠谁都强 哥哥已经准备迎接春威电视 以哥哥那头悬梁 追刺骨的尽头 他相信 哥哥能拔得头筹 将来承袭秦国公府 也不会让国公府辱没 最重要的是 陪货登基之后 把在纪录塞的姨姆一家 召了回来 边塞已定 满足近五十年内 再无可战之力 一副不必再在那苦寒之地耗着 君兰表姐已经回了夜兜 最近说清的人 都快踏破将军府的大门了 可最近沈飞鸾觉得 自家哥哥对君兰表姐 好像挺上心的 不然也不会打着帮君兰表姐 考验那些相看对象人品的幌子 把那些说清的人都吓跑了 他都不知道 自家哥哥 何时这么热心肠了 东西收拾好之后 沈飞鸾便要带着迅哥 和沈飞鸾一起回雷阳 最近化线那里 连家人听说 新帝想迎娶沈飞鸾为后 又不要脸的找了过来 说什么 连大公子已经知错了 家中的小妾已经全部遣散 就等着大夫人回去执掌中愧 对此 沈飞鸾就是一棍子把人打出去 问他们是不是庄子上 废井下的老鼠没看够 当初沈飞鸾去救阿姐的时候 已经逼着连大公子写了修书 双方都按了手印 回了夜都 立马就拿去官府盖印登记 恢复阿姐的单身了 连家上门来找哪门子的大夫人 不过连家人向来脸皮厚又不要脸 为了避免他们 一而再再二三地找上门来 若是碰着迅哥一个人落单的时候 就不好了 所以考虑再三 沈飞鸾准备带着迅哥和妹妹 一起回老家去 磊阳还有沈家的族亲在 沈家是那里的地头蛇 就是连家人知道 他们回了磊阳 轻易也不敢找过去 就凭着沈飞鸾那骨子很辣劲 很难说 他们会不会有来无回 寿康宫里 慕容清凌吊着金豆豆 趴在庄太妃怀里 哭得像个小孩子 第126章 白月光的杀伤力 麒麟巨顶里 飘散着鸟鸟青烟 散发出一股淡淡香气 整个寿康宫里 都是这种闻着 令人舒心的气味 庄太妃拍着 清凌公主的肩膀安慰 你这般的 已经很不错了 不像三公主 皇上一杀进叶兜 就把三公主杀了 据说还把尸体 扔去了乱葬岗 她那是多威风 死了还不是 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 慕容清凌抹了抹眼泪 母妃 尔臣是真心喜欢表哥的 三公主那个蠢货 当初那样欺负表哥 活该伸手易触 她还记得那年 她第一次在宫中见到陪货 正是三公主慕容灵 在带人殴打她 她那时是宫里 最不起眼的公主 连名字都是父皇 故意为了羞辱母妃似的 比三公主只多一个亲子 可这份侮辱 母妃不慎在意 却让三公主 把她记恨上了 见到陪货被打那日 她不想多管闲事的 母妃说了 自己尚不能自保 如何能救他人 但三公主 似乎并不想放过她 旁人将她截住以后 带到了陪货身边 让她去打陪货 可她性子怯弱 根本没有打过人 就算那时候 她根本不知道 或是自己的表哥 她也打不下去 她不动手 慕容灵 就要宫女打她 那天她的脸都被抽中了 要不是陪货 最后吐血晕倒在她身上 替她挡开了 那个打她巴掌的宫女 她这张如花似玉的脸 就毁了 所以 当她知道 当初那个故意 装晕救了她的人是心弟 还是她的表哥之后 她一颗心 都忍不住地为了她心动 母妃 慕容清零吸了吸鼻子 你说 沈二小姐真的像 传闻中说的那般 拒绝了表哥 立她为后的请求吗 怎么可能呢 她在宫中 也听闻过 这位二小姐的 丰功伟绩的 名声很是不堪 当初找慕容皇帝 要了表哥去做奴隶 结果天天虐打她 侮辱她 不把她当人看 还大庭广众地 鞭打侮辱她 表哥怎么没有像 对三公主那般 对沈二小姐呢 陪舞公主流落封尘的时候 还被沈二小姐侮辱过 那位脾气火爆的公主 也这么轻易放过了 慕容清凌真的大为不解 若说 她们都喜欢受虐 可三公主虐待她们之后 坟头的草 都有人那么高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 庄太妃摸了摸她的脑袋 依我看 那都是假象 你表哥私底下 其实早就和沈飞鸾 达成了合作关系 把她要过去做奴隶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她假死脱身 好去军中整顿之后 杀回叶都 不然你看 秦国公不但没有被贬 反而一跃成为了 大叶朝最尊贵的国公也 皇上对沈飞鸾用情至深 为了她都不肯选秀 你要是能说服沈飞鸾 给你表哥做皇后 你才有机会做贵妃娘娘 慕容清凌别了别嘴 哪怕慕容皇朝已经破财 可她这公主的身份是实打实的 凭什么不是沈飞鸾做贵妃 她来做皇后 庄太妃在她头上点了点 你可别给我做死 妄想超越沈飞鸾 在你表哥心里的位置 我都打探过了 你表哥求着人家做皇后 人家都不愿意 这男人啊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是永远的白月光 白月光的杀伤力就在于 就算多年以后 白月光本人站在那里 也比不上当年 那是没有任何人 包括日后的白月光 自己都无法打败的存在 慕容清凌怎么跟人家比 我知道了 慕容清凌收了眼泪 带着宫女往外走 去帮我准备一套男装 我要出宫一趟 她要去亲自见见沈飞鸾 跟她开诚布宫地谈一谈 看看她到底是真的不想入宫 还是只是想故作矜持 佛香弥漫之中 庄太妃手里的佛珠 散发着温润光泽 宫女为她倒上一杯热茶 太妃娘娘 您为何 为何要怂恿四公主 和沈飞鸾打擂台 宫女点点头 四公主是您的亲生女儿 奴婢以为 那沈飞鸾心狠手辣 若是四公主挡了她的前程 恐怕 性命堪忧 庄太妃摇摇头 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 哪有你说得这么严重 若是四公主赢了 本宫就是皇后之母 保不齐皇上要来封本宫一个太后当当 若是四公主输了 本宫也能得皇上几分怜悯 左右的好处的都是本宫 舍一个女儿得万般好处 这比买卖也划算 那宫女浑身一寒 不敢再出头 秦国功夫 沈飞鸾看着一箱箱的行李 额头冒出热汗 我怎么没发现 出趟远门这么难呢 桑宇笑了笑 当初哥哥 去西域帮小姐 您买棉花回来 奴婢为哥哥也收拾了好些东西 都是收起来才知道多 平日里倒不觉得 现在他哥哥已经从西域回来了 还带回来大量的西域特产 如今生意做得可红火了 他家小姐的商铺 遍布整大夜巢 只是名面上的老板 都是他哥哥 二小姐乃幕后东架 沈飞鸾笑着笑着 目光就被箱子里的物食吸引了过去 东西多是一方面 他还发现 那一箱箱的行李里 总要夹杂着一些 陪货送给他的礼物 从大到小 从食用到珍贵 怎么能说他不用心呢 桑宇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的是一只草边的蛆蛆 生动得很 他跑过去 将支撑着蛆蛆提了起来 小姐是在看这个吗 这是他家小姐 把陪 皇上要来身边 做奴隶之后的某一天 天气很好 院子里的绿草红花都 盛放的娇艳 皇上随手扯了几根 草边给他家小姐的 沈飞鸾很喜欢 比陪货送的那些金银珠宝还喜欢 一直放在梨花厨里 小心收着 桑宇壮着胆子 二小姐 奴婢觉得皇上他对您肯定是真心的 他现在可是皇帝啊 若不是真心喜欢 何必这样委屈求全 直接下旨 让秦国公府二小姐入宫不就行了吗 难道秦国公还能进宫抢人不成 二小姐 二小姐 门外有位叫清林公子的求见 门房禀报着也有些疑惑 虽说那人自称公子 但一看就是个女子 也不知道是谁女扮男装来见他家二小姐 第127章 非他不嫁 十位楼 一个穿着锦衣的瘦弱公子 带着一个同样清秀的小丝 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 他们的对面 是文明夜多的秦国公府二小姐 朱连被放下来后 阻挡了所有人打探的眼神 沈飞鸾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任由清林公主打量 一直到小二上菜 他才抿了名嘴 公主看够了吗 看够了 我可要吃饭了 清林公主还会说话 他身边的小丝已经按捺不住 放肆 我们公主还会发话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啪 沈飞鸾的筷子拍在桌上 前一刻的淡然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焦躁之意 他抬眸看了那女扮男装的宫女一眼 桑宇上前 抬着下巴 我家小姐在这里 又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小的宫女 大放厥词 皇上在我家小姐面前 都不会这样大呼小叫 公主又算什么 东儿 不许无礼 清林公主带着倩意笑了笑 鸾儿姐姐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沈飞鸾也扬起一抹客气的笑 不好意思 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 不喜欢旁人叫我姐姐 昨日才在宫中偶遇 这位公主看陪货的眼神算不得清明 应该是喜欢她的 加之宫中总有传言 说陪货不肯选秀 其实不是为了沈飞鸾 而是看上了自己的表妹 所以这次公主跑出来见她 沈飞鸾并不觉得 是为了和她姐姐妹妹的套近乎 你不必对我这么大的敌意 我来找你 没有恶意的 清林公主咬了咬唇 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怯弱地看着她 我只是听说 听说表哥想以你为后 但是你却拒绝了 我想问问 是为什么 或许是觉得自己太唐突了 她红着脸补充道 我没有要打探你隐私的意思 只是 我也很喜欢表哥 我想知道 你对表哥到底是什么感情 能不能容许我加入 表哥是天子 将来她的后宫 还会有很多女人 但我知道 能让她上心的只有你 所以 所以 她不介意和沈飞鸾一起嫁给表哥 只要能和表哥在一起 沈飞鸾做东宫皇后 她也能接受 公主是不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沈飞鸾双手抱着手臂 挑了挑眉 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皇后 你做妃子是委屈了 你公主的身份 还是觉得 我现在不过是在故意撞矜持 让陪货紧张我 迟早还是要进宫的 所以 你提前来跟我打好关系 好让我在陪货面前 为你说好话 封你个贵妃 甚至皇贵妃当当 慕容清零瞪大了眼睛 看怪物一样的眼神 看着沈飞鸾 那点小心思 全写在脸上了 沈飞鸾突然觉得 和她生气很没必要 笑了笑道 我知道你是想试探我的态度 其实你一点都不愿意 我做陪货的皇后 因为我一旦入宫 就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对吗 你难道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怎么什么都被你猜中了 慕容清零嘀咕了一声 见沈飞鸾并不生气 撞起胆子问道 那你到底做不做皇后啊 给个准信行不行 她挺想做这个皇后的 不过表哥不喜欢她 她顶多混个贵妃当当 我不知道 沈飞鸾遵循内心回复她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进宫 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嫁给陪货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如果这辈子我嫁不成陪货 那我谁都不会嫁 皇宫里 陪货皱着眉 你说什么 清零公主女扮男装 出宫去找鸾了 德海公公点点头 下边的人说了 他们没吵架 反而一起吃了一顿饭 才各种分开 也不是陪货故意要监视 沈飞鸾的行踪 实在是慕容清零约的十位楼 是她的产业 底下人看到慕容清零约见沈二小姐 还以为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这才急匆匆地进宫区禀报了 公主 你说沈二小姐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慕容清零呆呆的 没有完全听懂 但是这不妨碍 我觉得表哥很可怜 沈二小姐 是个很有想法的女子 而且 她头脑很清醒 一切都先考虑自己的意愿 不会为了任何外在的因素妥协 她有一种直觉 今天就算表哥不是皇帝 而是一介不一 只要沈飞鸾自己喜欢 她也会嫁的 那她现在还犹豫 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表哥吗 刚回了自己的宫殿 慕容清零就看见大殿前庭站了一个人 表 清零见过皇上 裴霍回过身 一句寒暄都没有 朕听说 你今日去见了卵 你去找他做什么 没说些乱七八糟的 惹他不高兴吧 慕容清零点点头 是去见了 我问他 到底想不想做你的皇后 他要是不想 我能不能想一下 你 他没拒绝 慕容清零的话 让裴霍一颗星辰到了谷底 没拒绝是什么意思 是同意慕容清零嫁给他 做他的皇后 还是说 欣赏了一下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崩坏后 慕容清零又睁着无辜的大眼睛道 也没答应 死了 裴霍有些不悦地瞪着他 你一句话不能一起说完吗 慕容清零也不怕他了 反驳道 谁让你之前对我那么凶 还不许我报复一下了 他的一颗少女心 可是被裴霍踩得稀碎 裴霍也察觉到了 慕容清零的变化 他的眼里 没有了对他的迷恋和小心翼翼 你想通了 少女憋了憋嘴 你都追不到沈飞鸾 那么可怜了 我就不给你添堵了 裴霍 就这话 听着也没让他有多高兴 慕容清零摇了摇头 表哥 我看他也不是不喜欢你啊 还说非你不嫁呢 怎么就不愿意做你的皇后呢 是觉得 做了皇后 没有自由吗 这只是其一 更多的应该还是前世 被慕容宅那个混蛋 伤得太深了 卵儿太害怕重蹈覆辙 才一直没办法下定决心 时间会替我们做决定的 他们都还年轻 他并不急着这一时 第128章 逃了 沈飞鸾离开京城的时候 天上下起了羽毛般的大雪 整个夜朝一夜之间 被银庄诉裹了起来 显得格外清冷伤感 裴霍就站在皇城外的城墙上 看着秦国公府的马车和护卫队 走出了城门口 马车里的沈飞鸾 似有所感 撩开车窗往后望去 那城墙上一个黑色的人影 在寒风中对着他的马车挥手 那一定是裴霍 沈飞鸾探出身子 也对着那黑影挥手 没了沈飞鸾的夜兜 连空气都变得令人烦躁不安 裴霍刚送走一批 劝他选秀的大臣 紧接着又有侍卫急匆匆进来 皇上 罪人慕容宅 他 他放火烧了燕王府逃走了 你说什么 裴霍的胸口狂跳 脑子里电光火时间 就想到了沈飞鸾 怎么会那么巧啊 卵儿刚要回磊阳 慕容宅就放火烧府逃跑了 他往哪个方向逃了 可有派兵去追 侍卫低垂着头 大火是昨夜烧起来的 把守的侍卫子时 发现了慕容宅的尸首 被烧得面目全非 但那时宫门已经落索 只能等今日刑部的人 过来了再入宫禀告 但 但今日衙门的武座过来验了 说死者古灵与慕容宅不服 侍卫们才 死的那个 是原先燕王府的管家太监 据说是 从小就伺候慕容宅的 皇上下令幽禁罪人慕容宅时 那太监也是自请来伺候慕容嫡的 为的恐怕就是这一天吧 太监身上穿着慕容宅 被抓实穿的衣服 晚间 还挂着证明身份的御牌 侍卫们理所当然认为 被烧死的 就是慕容宅本人 等武座发现不对劲 他们来禀报皇上 那慕容宅早就逃之夭夭 找不到人影了 应该是昨夜连夜逃走的 慕容宅要逃命 一定是日夜兼程的赶路 沈飞鸾是一早才出发的 按理说应该碰不上 但不怕万一 就怕一万 陪货当即便决定 要亲自去追沈飞鸾的车架 可宫里那么多的工人 也不是摆设 纷纷跪下来求 皇上 如今新朝出定 你又清算了那么多官员和世家 难保他们不会怀恨在心 万一是个圈套 故意引您前去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请皇上三思啊 慕容宅早不逃晚不逃 偏偏选秦国公府二小姐出城的这日逃 分明是早就收到了消息 才秘密谋划了这一出 没有人比慕容宅更清楚 沈飞鸾在陪货心里的地位 他就是为了引陪货出宫 再以沈飞鸾为人质 一举杀了他 夺回皇位 堵堵堵堵 马蹄踏在地面上 发出的声音 平缓而有序 因为下了雪 行车速度并不快 而且 车上还有小孩子 他们又不赶时间 所以车速更慢了下来 行至一片密林 有几匹马在原地踏步 不肯前行 显得焦躁不安 沈飞鸾从车里探出头 怎么了 马儿怎么不肯走了 车夫跳下马车来 好几个人一起拉着缰绳 马儿鼻子里吭哧吭哧的 就是不肯向前一步 等一下 沈飞鸾跳下马车 走到最前面 沈飞鸾和迅哥坐的马车前 拍了拍马儿的脖子 这些马都是从战场上 退下来的战马 对危险的预知感应很强 他们不肯往前走 说明树林里面有危险 啊 众人都吃了一惊 那怎么办 沈飞鸾才能到客栈 入夜之前必须去客栈休息 否则在这里露宿 很有可能遇到野狼的 沈飞鸾点点头 招手叫来几个侍卫 你们几个去里面探探路 随后吩咐车队原地休息一下 哥儿从未出过远门 活了这么多年 也就是在沈家 才真的享受到了小主子的待遇 以前他去哪里都是低着头 不许乱看的 所以这次出门 最兴奋的人就是他了 能停下来休息 他又像一只欢托的兔子 蹦跳着跑到一边去玩雪了 沈飞鸾招呼着侍卫跟着他 别让他遇到危险 他自己也很听话 只在附近玩耍 并不走远了 卵儿 你说树林里有危险 是真的吗 沈飞鸾点头 要么是有猛兽在里头 要么 就是有杀手埋伏在里面 他们感受到了杀气 才不愿意再往前走的 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战马 都是受过很重的伤 只能家用 不能再战斗的 他们畏惧杀气 是很正常的表现 沈飞鸾皱着眉头 杀手 那是谁要杀咱们呢 清灵公主 不可能啊 卫儿 都要回磊阳老家了 肯定就不会再跟他 抢皇后之位了 他干嘛还要多此一举 来追杀卫儿呀 难道是怕卫儿后悔 乱七八糟的想法 在沈飞鸾脑子里来回交替 沈飞鸾也在想 到底是什么人在里面 还是有猛兽 猛兽是好解决的 他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侍卫 不至于杀不死一头狼 或者一头老虎 怕就怕 里面是人 二小姐 正想着 从树林里跑出来 两个刚才进去的侍卫 二小姐 里面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也没有猛兽一类的动物 那为什么战马不肯进去呢 没有不妥 那就是有杀手了 沈飞鸾紧抿着唇 阿姐 你和迅哥不要进去 在外面等我 或许 有人是冲着他来的 他可不认为 连家人有胆子 追阿姐追到这里来 连家还没那个实力 养得起杀手 玩 沈飞鸾拉住他的手 我们不能绕路吗 就非得从这儿过吗 车夫摇摇头 大小剑 要是有别的路 奴才方才就换路线了 从这里到磊阳 的确就这一条路磕走 没关系 我进去看看 沈飞鸾拍拍他的手 冲着我来的 我就去会会他 爹爹给了我们这么多侍卫 不会有事的 他正脱开沈飞鸾的手 带着几十个侍卫进了树林 不一会儿 沈飞鸾回头 训哥呢 训哥去哪了 几个侍卫面面相去 小公子 小公子刚刚还在这儿的 还不快点给我去找 沈飞鸾心中 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第129章 威胁 毫不知情的沈飞鸾 带着几十个护卫进去 只觉得四周特别安静 只有风声呼啸 再看了看雪地里的脚印 他冷笑一声 是谁这么见不得人 藏头鹿尾的 像鹰沟里的老鼠一样 护卫们警惕地看着四周 抽出腰间的长剑 将沈飞鸾护在中间 这林子里的确有鬼 杀气很重 怪不得战马不肯进来 啪 啪 啪 缓慢刺耳的鼓掌声响起 从密林之后 走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 他身后是一群黑衣蒙面的武士 看打扮也不是大夜朝的人 红黑相见的服饰有些奇特 应该是东营国的人者武士 沈飞鸾这边的侍卫如灵大敌 二小姐 是慕容宅 他勾结了东营忍者 从夜都逃出来了 慕容宅 你竟然勾结东营人 是要做卖国贼吗 听到沈飞鸾的声音 慕容宅冷笑一声 像是听到了什么好听的笑话 卖国 我慕容家的江山都一主了 我卖他陪货的国 有什么关系 这天下若不是他们慕容家的 皇位不是他来继承的 全卖给别人又如何 反正他得不到的 宁愿毁掉 沈飞鸾真的要被气笑了 说的也是 慕容家本就是乱臣贼子 用阴谋诡计 夺取别人家的江山 还有脸说是慕容家的 卖国又算什么 废话少说 慕容宅一阵恼怒 识相的就跟我走 我倒要看看 你重活一回选的男人陪货 他会不会放得下 到手的荣华富贵来救你 沈飞鸾不是说他忘恩负义 狼心狗妃吗 那这次 他也帮着陪货登上了地位 不过是把前世的路再走了一遍 唯一不同的是 陪货他自己能力也很强 所以并没有依靠国公府的扶持 他是自己杀回京城的 可这有什么区别 沈飞鸾他迟迟不肯 答应陪货做他的皇后 不就是因为怕重蹈覆辙吗 他自己都对陪货不自信 那他就帮他试一试 也好让他死心 侍卫们提见 直指陪货和那群武士 二小姐 您先走 属下等誓死保护您的安危 如果是一般的杀手 这些侍卫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们都是 秦国公安排的最精锐的护卫 这也是为什么沈飞鸾一点都不怕 还为了阿姐和迅哥的安全 以自身为引进树林的原因 可现在出乎他们的意料 对方是东营的武士 这群人功夫不是太强 却极擅长隐藏身影 打着打着 就找不到他们了不说 还能从出其不意的地方 便出来砍你一刀 陪侍先帝还在时 东营人来夜朝朝供过 当时有东营武士表演人者数 还让没见过的大夜朝官员 叹为官职来着 沈飞鸾也没想到 今日在这里 等着自己的人 竟是慕容宅 他向后退了几步 那群武士就冲了过来 都看不清他们的身形 已经到了眼前 沈飞鸾的护卫 也不是吃素的 闭上眼睛感受着 杀气出自于背后还是侧面 只要一股巨大的风声传来 他们手里的刀剑就迎了上去 刀光剑影之中 沈飞鸾越退越快 转身跑了起来 已经能看见自己的车队在外了 玩儿 沈飞鸾大喊一声 眼中露出惊恐 沈飞鸾 你再向前跑一步 我就杀了这点小豆芽 嗯嗯嗯 你放开我 不许伤害我小姨 沈飞鸾急切地停下脚步 猛地回头去看 就见小小的训歌 训歌被慕容宅抓着衣领提了起来 他的一双小脚用力蹬着 想从他的控制下逃出来 但他实在是太瘦了 他的反抗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脖子下的衣领 勒住了他的咽喉 导致他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慕容宅用力向前送了一下 训歌更是呼吸不过来 仗红的小脸慢慢变为亲子 训歌 沈飞鸾从外面冲进来 求求你 求求你别伤害我儿子 你抓我吧 你抓我也行啊 慕容宅不说话 那双英智的眼睛只一瞬不瞬地盯着沈飞鸾 我过来 沈飞鸾拨开护卫 你放了训歌 慕容宅松开手 训歌扑通一声掉在地上 他用力咳嗽着 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 就看到沈飞鸾已经走过来了 他急得流下泪来 小姨 小姨 训歌没乱跑 是他们 是他们把我抓来的 沈飞鸾摸了摸他的头 对他笑笑 去找你娘亲 小姨不会有事的 训歌犹犹豫豫的 沈飞鸾直接不看他了 让护卫把他带走 沈飞鸾心急如焚 却没有办法 慕容宅真正要的人就是鸾儿 他要用鸾儿来威胁陪货 就算是十个沈飞鸾 愿意换回来一个沈飞鸾 慕容宅也是不会换的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沈飞鸾被带走 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准了方向 记住他们 是往哪边走的 免得连营救都找不到地方 慕容宅一伙人的身影消失没多久 一列快马便飞奔之前 沈飞鸾很是懊恼地垂拳 你们要是早到一步 就能留下他们了 可他也知道 陪货能出宫 肯定是排除了万难 他肯定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尽快赶来 所以 他也只能暗叹时运不济 指着慕容宅离开的方向道 慕容宅勾结了一群东宁的武士 那些人好像是会忍住的 你们一定要当心 陪货点点头 飞快地飞身上马 所有骑了马的侍卫跟阵来 说完便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沈飞鸾双手合十祈求上天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一定要保佑我妹妹和陪货平安归来 那些跟着从秦国功夫出来的奴仆 都很感谢二小姐 要不是他宅心仁厚 故意与他们分开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东营人 一定会把他们杀光的 我不要跟你同乘一匹马 沈飞鸾阻止欲爬到他的马上来的慕容宅 你若是想带着我的尸体去威胁陪货 你就上来 如果你不怕激怒他的话 以陪货对他的喜欢 若来时看到的是他的尸体 一定会不顾一切杀了慕容宅 第130章 凶险 你就这么肯定陪货会来救你 你不就是笃定了他会来救我 才费尽心机的 趁我出城逃出来挟持我的吗 慕容宅摇摇头 我一点都不笃定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安安心心在夜都做我的皇帝 因为像你这样三心二意 水性洋花的女人 我要多少就有多少 他在挑拨沈飞鸾与陪货之间的关系 说话的时候 他的手不老实地摸上沈飞鸾的大腿 鸾儿 前世种种如过眼云烟 我已经忘了 不如你也忘了 我们重新开始如何 只要你帮我杀了陪货 我重回皇宫 这次我与你做一辈子的皇后 我再也不要其他人 我只要你好不好 拿开你的脏手 沈飞鸾一把打下他的手 再也不赶路 等陪货来了 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他私心里是不想陪货来的 哪怕和慕容宅同归于尽 他也不想把陪货卷入危险之中 驾 他一甩缰绳 马儿就及时冲出 慕容宅剑撞 只能另拉了一匹马 紧追其后 马儿 陪货已经能看到他们离去时 马儿扬起的灰尘 他才搭好剑 慕容宅的背影 又拐了个弯枭尸不见 他气急地放下弓箭 再次飞奔追了上去 陈静愁担心他的安危 招呼着六子几个 也狠狠抽象马屁股 防备着那群东宁忍者 刷 一道红黑相见的身影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一刀砍在陈静愁的肩膀上 他飞快反应过来 抓住那忍者的手腕 在他要隐身逃跑时 手中飞刀狠狠扎进那人的脖子里 鲜红的血液见了他一脸 陪货身边也凭空出现几个忍者 实际上 他们主要想杀的人 就是陪货 因为慕容宅说了 这人就是登基之后 主张灭掉东宁国 重开海市的大业新地 他们东宁国 一直以来就是海上的霸主 长期在岛上捕鱼淘金为生 近年来海水上涨 他们生活的岛屿越来越少 已经人满为患了 慕容宅答应他们的王上 只要他们能杀了这位新地 他会把靠近东宁海域的两个城池 送给东宁国 两个城池虽说不多 但已经够他们的百姓安顿 所以 王上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杀了陪货 反正他们不先动手 这位也是想灭了东宁 开通大业朝与其他邻国的海市 脸上和身上都被划出了伤痕 但因为有六子和陈进仇 那群武艺高强的侍卫在 并没有伤到陪货的要害 那也凶险至极了 但他根本就不还手 只一门心思 只想快点追上沈飞鸾 那群东宁忍者 见伤不到他的厉害处 互相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话 交流了一番 陪货耳朵动了动 扭头大喊 他们想声东击西去攻击六子 实际上会用暗器来杀阵 你们不要上当 六子 紧紧跟着阵 不要被他们分散开 一群东宁人 以为他们听不懂东宁话 可陪货从小就是被当成储君培养的 东宁国初始大业朝那年 陪货就已经找了他父亲的太傅 学会了东宁语 反而是那群想算计陪货的东宁人 听不懂中原话 还以为是陪货顶不住了 再向他的侍卫求救 金 只听一声东宁人的怒吓 十几个忍者都冲着六子去了 但六子只是虚晃一招 在他们拳冲过来时 握拳的手一抬 自己飞快冲到陪货身边 不远处的弓箭手 在他举手的时候 已经数十件启发 啊 那些被射中的人者都没反应过来 胸口就穿了一个洞 六子冷笑一声 一群海匪还想杀我六子 老子在西域进棉花大厦四方的时候 你们还不知道在哪个岛上玩泥巴呢 仅剩三个忍者跑得快 没有被射中 他们知道一击不中 这次的任务已经失败了 互相看了一眼后 他们拉着斗篷往脸上一盖 一阵闷想过后 只与白烟阵阵 几个忍者已经不见踪迹 六子气得呸了一声 这群龟酸跑得倒挺快 裴霍拉着缰绳暂时停了一会儿 阿仇 你还行不行 陈进仇用扯下来的一百布料 绑在受伤的肩膀上方 皮外伤 属下死不了 等抓到慕容宅那个狗贼 我一定要先砍他几刀 说吧 裴霍又勒住缰绳 那就快点追上他们 那几个忍者 正要把他们千刀万剐 要不是那群武士 卵儿也不会被慕容宅带走 他刚才还看见慕容宅对卵儿上手了 真该早点剁了 他那只恶心的手的 慕容宅身边还跟了一个全身 被黑色斗篷笼罩起来的人 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 要不是他们到了落脚的地方 沈飞鸾甚至都没注意到 是男是女也看不清 反正很瘦 身形消瘦 你不用看了 慕容宅一把打下那斗篷人的帽子 只听一声粗利的惊呼声 那黑衣之人的人露出真容来 瞎子 而且左边脸被烧得面目全非 只能靠他露出来的右半边脸 还能依稀看出一些故人的影子 柳翩然 如果他的眼睛还完好 一定会怨毒地瞪着沈飞鸾 可他看不见了 连也毁容了 自卑笼罩着他 让他慌乱地把斗篷上的帽子戴上 亮腔着退到了阴暗的角落里 哼 慕容宅轻笑一声 我放火烧烟王府的时候 他瞎了眼跑错了方向 差点命丧火场 是我把他拉出来戴上的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觉得他与沈飞鸾的决裂 都是因为柳翩然母女的刻意勾引和设计 然而 要是没有他 我们不可能变成这样敌对的关系 都是柳翩然 前世就是他用弥香控制了我 让我对他们母女言听计从 我本来想让他烧死算了 但前世 是他杀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我想 我应该把他交给你 让你亲手为咱们的孩子报仇 这 啪 沈飞鸾实在忍受不了 他那张臭嘴推卸责任的样子 慕容宅 你真是个窝囊废 承认你 极恶毒自私 就有那么难吗 你说他们 用弥香控制了你 那在柳翩然来掖斗之前呢 你没有想陷害我爹谋反 没有想掏空 我们沈家 没有想登机之后 就废了我 不是在他来夜多的第一天 你再渡口 就对他一见钟情 分明是两个畜生 其中一个 现在却想洗白 第131章 陷阱 现在慕容宅 把一切都推到柳翩然的身上 真叫沈飞鸾恶心 两个人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人家柳翩然 起码还敢承认 堂堂的一个八尺男儿 却只会如此 角落里蜷缩着的柳翩然 听到了沈飞鸾的质问 粗嘎的嗓子里 爆发出一阵难听的笑声 那黑洞洞的眼睛里 流下血泪来 慕容宅 你自私冷漠 狠毒无情 卑鄙龌龌龊的嘴脸 连我都看透了 你还想蒙骗沈飞鸾啊 你不是说他很聪明吗 那你在这里垂死挣扎做什么 你给我闭嘴 慕容宅恶狠狠瞪着他 要不是你这个贱人 我和卵儿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在怪柳翩然 他也真是没救了 主子 人来了 隐蔽 那群东营忍者呢 只剩三个活的了 一群废物 慕容宅紧紧紧拉着 沈飞鸾的手不放 嘴里安排着 外头的机关全都打开 这次定叫 陪货有来无回 沈飞鸾用另一只手 推着他的手 站在原地不肯走 东营忍者 只是你的障眼法 真正的陷阱 在这里等着他们 慕容宅露出残忍的笑容来 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太晚了点 沈飞鸾转身就想跑出去 却被慕容宅 拉住了头发往后一转 贱人 我不是说了吗 你要跟我在一起 要帮我对付陪货 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在一起啊 沈飞鸾反手扣住自己的长发 直到转身 一脚踢在慕容宅的胸口 抽出袖子里的匕首 就朝他扎了过去 那些侍卫健壮 赶紧抓住沈飞鸾的手 将他手中的力气打飞 他那三脚猫的功夫 和女子胡扯头发 可以占上风 但对上这些刀口填血的杀手 仍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外面已经响起了马蹄声 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也能猜到 是陪货的人马到了 咻 马蹄刚踏入客栈的范围 陪货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勒住缰绳已经来不及了 坐下黑马的前蹄 已经踩入了陷阱 咻 咻 咻 无数飞舰从四面八方飞射而来 陪货和陈静筹 以及六子 立刻从马背上飞起来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 三匹骏马全都掉进了 客栈前的一条深坑里 那深坑被地皮掩盖着 此时重物落进去 深坑显现 坑底锋利的刀刃 已经将马们戳了无数个窟窿 如果刚才不是陪货反应快 率先弃马 陈静筹和六子跟着赵作 这会儿掉进去 被砸成马蜂窝的 就是他们三个了 他们身后那群侍卫 也因为前头三位主子的突然飞身 而停下了脚步 才不至于全军覆没 慕容宅躲在客栈里 见此情景 一拳头砸在木桩上 发出闷响 看他吃瘪 而且沈飞鸾还挺高兴的 他也从窗口看出去 一双眼睛就追寻着陪货 不敢错开眼去 皇上 陈静筹看着近在咫尺的客栈 那紧闭的大门 犹如野兽 正准备张开血盆大口 将它们都吞下肚去 怎么办 看来慕容宅他们 在这里等待咱们呢 陪货眼神坚定 擦了一把脸颊上的血珠 亮出手里的软件 今日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要闯进去 把轮儿救出来 诚然 他靠自己的努力 也能杀了慕容湛这个老贼 将裴家的江山夺回来 可要是没有沈飞鸾 帮着他那么快地逃出京城 报仇血恨 他就还需要等上好几年 至少是三年 如此大恩 就算他没有喜欢上他 也是必须要报的 陈静筹和六子眼神凝重地对视了一眼 咬咬牙道 陈等愿誓死追随皇上左右 裴霍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 看向客栈大门的眼神 势在必得 那我们分开行动 六子你和阿仇一个宫屋顶 阵来破 他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自己 不想他们二人 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送了性命 这何该是他的事 几个东营忍者分散开来 躲在暗处 就等着陪霍出差错 他们可以趁机砍下他的脑袋 向前才走了几步 客栈前方的几棵大树上 又铺天盖地地设下来 削尖了的竹筒 陪霍瞪大了眼睛 挥舞长剑 让那些竹筒全都落空了 慕容宅等得不耐烦了 放火箭烧死他 这个陪霍 真是他的克星 前世他机关算尽 坏事做尽 背叛了所有帮助他登上地位的人 还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灭了他的家族 才得以坐稳屁股下的龙椅 可陪霍却在沈飞鸾死后 血洗了京城 带人杀入宫中 将他杀死在嫔妃的寝宫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陪霍追封沈飞鸾为皇后 是对他心怀不轨 果然 这一世他从一开始就缠着沈飞鸾 花言巧语接近他 哄骗他 让他改变了心意 陪霍尚未的过程 和他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靠着沈家 靠着沈飞鸾 才这么顺利的吗 他做错了什么 错就错在老天爷不长眼 给了沈飞鸾重生的机会 才让他输得一败涂地 若是他没有想起来 前世的一切那还好 心里的落差感 就不会有这么大 可他偏偏又想起来了 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 堂堂皇帝 竟然沦为了被囚禁的阶下囚 角落里 满身狼狈的柳翩然 摸到地上的匕首 低垂着头抬了起来 那恐怖的烧伤脸上 没有半分情绪 冷漠得有些可怕 慕容宅愤怒的声音 还在继续怒吼 东银忍者上啊 都是吃白饭的吗 怎么不上 那些东银忍者 根本听不懂他的话 也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实在是大叶朝 这位新帝陛下的武艺太高强了 还有他身边的两大侍卫 全都不是无能之辈 扑吃 利刃划开皮肉的声音 在沈飞鸾的耳旁响起 一刀 两刀 三刀 扎刀第三刀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转过身看着帽子 已经掉下来的柳翩然 那张恐怖的脸上 带着猙獰的笑容 慕容宅 我要你死 刀刀狠辣 刀刀致命 第132章 他们应得的 周围慕容宅带来的侍卫 一开始都在注意外面的动静 毕竟陪货不死 他们都得死 直到柳翩然叫出声来 他们才扭头去看 这期间 柳翩然已经在慕容宅的后背 扎了三刀 前胸扎了四刀了 慕容宅后腰和胸前的衣服 已经被鲜血染红 侍卫们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冲上前 想把柳翩然拉开 可他跟疯了似的 挥舞着匕首 阻止他们的靠近 刀子最后落在慕容宅的脖子上 用力地划了一道口子 慕容宅已经说不出话来 鹅角的青筋抱起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死地看着沈飞鸾 那只沾满了 自己鲜血的手 缓慢地抬起来 向着他的方向伸着 似乎是 希望他能救自己 可沈飞鸾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而后在侍卫们乱刀 砍向柳翩然时 转身就往外跑去 火光中 慕容宅看着他的背影 越来越远 越来越模糊 回光反照一般 脑海里走马光花 全是曾经与他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他后悔了 他早就后悔了 平 客栈的大门 被人一脚踹飞 沈飞鸾飞奔而至 逆光中的 陪护在看清来人后 一把接住了他 将他拥入怀中 红色的斗篷 在强烈的光线里 化为一抹虚影 慕容宅就这样 看着相拥的两人 不甘地睁着眼睛 那眼底的光彩 逐渐熄灭 成了一潭死水 柳翩然背后 被砍得血肉模糊 嘴里吐出大口的鲜血 粗嘎的嗓子里 发出闷闷的笑声 你就算 就算是死 也要和我死在一起 他才不过二十岁 就被慕容宅毁了一辈子 凭什么他瞎了眼 毁了戎 成为一界丰富 还要背负所有的骂名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本来就是慕容宅啊 痛感渐渐地麻木 柳翩然倒在慕容宅的胸口 好似一对恩爱的情人 紧紧地叠在一起 陪霍身后的侍卫们 已经冲进来 将慕容宅的人全部拿下 主子都已经死了 他们再反抗 也是徒劳 一些火头剑 还没来得及射出去 掉在客栈里 很快引起了大火 陪霍带着沈飞鸾很快跑了出去 而客栈也在他们跑出去 之后就坍塌了 慕容宅和柳翩然 在大火中被烧成了焦炭 这结局 和沈飞鸾上辈子和其相似 是他们应得的 陪霍的脸上有两道血痕 一直在往外冒血珠子 沈飞鸾抽出怀里的帕子 按住他的脸颊 还有哪受伤了 是不是要快点找个大夫看看 我怕他们的武器上有毒 东营人狡诈多端 慕容宅也因狠毒辣 沈飞鸾真的怕 就这么点皮外伤 陪霍根本没放在眼里 但沈飞鸾这么问起来 他一副虚弱到快要死了的样子 半依靠在沈飞鸾怀里 气弱犹虚道 没 没事 可嗨嗨 死不了 不行 沈飞鸾抱着他 又看到他手臂上的伤痕 心疼地落下泪来 得快点去前面的镇子上找大夫 本想逗逗他的陪霍 在看到他的眼泪的那一刻 他又于心不忍了 赶紧道 不必了 想让你心疼心疼我来着 你怎么还哭了 倒叫我心疼了 他没有受重伤 只是伤在外头而已 沈飞鸾也不计较 他故意吓自己了 平安才是最好的 陈静愁和六子相识一笑 但都牵扯到了脸上的伤 呲牙咧嘴道 皇上 您是没怎么受伤 可属下伤得不轻啊 要不然 还是听二小姐的吧 六子也说道 皇上可不能有了二小姐 就忘了咱嘛 得去前面镇子上 找个大夫 给他俩包扎一下比较好 死 陈静愁就和六子一起 勾肩搭背地跑远了 我们还是 自己去找大夫吧 您和二小姐慢慢聊 背后的火光冲天 大雪早就已经停了 夕阳在晚霞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温暖 沈飞鸾定定地看着陈霍 梁九才开口说话 刚才 你不怕死吗 陈霍轻笑了一声 死不可怕 和你分离也不可怕 我怕是这个世上 从此再也没有你 我再也找不到你 所以沈飞鸾说 要回老家 他也可以放他走 因为就算他 去到天涯海角 相隔万里的地方 但他知道他在 知道他过得还不错 总有一天 他也会找到他的 而慕容宅与东营人勾结 以沈飞鸾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性格 恐怕会和那些人 同归于尽 这世上再也没有 沈飞鸾这个人 这才是陪获最怕的事 这意想不到的回答 实在出乎沈飞鸾的意料 在感情之势上 他从来都是别人 权衡利弊之后 抛弃掉的那个 他从来不是最优选择 现在有人告诉他 对 他的确不是最优选择 因为他从来都在选择之外 只要是关于他的 没有选择 他是第一 沈飞鸾眼眶一热 眼泪再次掉了下来 哎 陪获手忙脚乱地 去给他擦眼泪 你怎么又哭了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然你打我一顿 也行好不好 别伤心了 自从沈飞鸾 跟他坦白 自己的来历之后 他总觉得 在他面前的她是破碎的 是不完整的 是一碰就会碎的 所以他一流泪 他就觉得自己最该万死 爱与不爱的区别就是这样 他哭了 他第一时间 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不是责怪他矫情 陪获眼神里的心疼太明显了 他自己红了眼眶都不自知 嗯 正在给沈飞鸾示泪的 陪获嘴唇上一热 那股自带的香甜气息 铺天盖地地钻入他的五脏六腑 让他幸福得快要晕倒了 在愣了一刻中 意识到是沈飞鸾在亲自己之后 他紧紧地搂住怀中少女的细腰 用力地亲吻着 迫使沈飞鸾整个人都向后倾倒 那吻来得太炙热 太狂热 沈飞鸾觉得自己 都呼吸不过来了 他一张脸憋得通红 快要晕厥之际 陪获才气喘吁吁地放开他 他们鼻尖对着鼻尖 分明有深重的情意在涌动 你 嗯 沈飞鸾正要说话 陪获又吻了下去 第133章 做你的妻子 这次的吻温柔又浅全 小心翼翼地 让沈飞鸾感觉自己被泡在了蜜罐里 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反正沈飞鸾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边的晚霞已经变暗 有快要消失的预兆 两个人的呼吸都有点急促 唇齿间都是对方身上的气息 彼此交融一般 玩儿 我真高兴 一点都不后悔 陪获没想过 这次救了她 就能得到她的认可 让她感动到以身相许 她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 在听到慕容宅有可能挟持沈飞鸾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 要不顾一切出宫来的想法 纵使朝臣都反对 她的阿姐也苦口婆心地 劝她放弃沈飞鸾 要她守好不容易夺回来的江山 她罕见地对阿姐发了脾气 说了几句重话 最后阿姐不得已 还是同意了她来救鸾 陪逝江山是她的责任 为所有的族人复仇 她也做到了 现在她只想做她自己想做的事 沈飞鸾发自内心地笑了笑 你高兴什么 我可没答应你要跟你回宫 没关系 陪货抱着她 有种抱着所有的感觉 她手臂收紧 用侧脸蹭了蹭她 你去啊 我就去哪 放她离开可以 但她也跟着一起离开 你不回宫了 沈飞鸾有些讶异 至尊皇权 是每一个男子的梦想 谁不想掌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 谁不想娇妻美妾成群 谁不想做皇帝 陪货是做了皇帝的 但却说她去了 她就去了 她是什么意思 宫里的事 我已经都交代给了阿姐 阿姐她兄友邱鹤 朝中世家重臣家的公子 介于阿姐有几分情义 求取的也不在少数 我将玉玺交给阿姐 阿姐替我监国 没有人会和她作对的 大掌公主陪武 生得花蓉月貌 倾国倾城 人人都知道 慕容皇室掌权时 大掌公主被逼在青楼卖身 折服以待时机 可如今谁也不敢提她的过往 她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大掌公主 只因她的美貌 让她就算沦落青楼 也有自己选择 恩客的权利 裴武的选择标准便是 豪门世家 俊俏公子 无妻无妾 家中受宠 裴霍拿下叶兜 恢复裴武的大掌公主身份之后 那些原本还在犹豫 到底是要娶阿妩姑娘为妻 还是那阿妩姑娘为妾的世家公子们 都抢破了头 求着裴武选他们做驸马 如果现在哪个世家大族的公子爹 敢给裴武找麻烦 首先 他们家里就会有大麻烦 沈飞鸾新知 裴霍虽然说得很轻松 但实际上 这件事情操作起来 应该十分困难 他只是不想 把压力带给她 才这么轻描淡写的 我跟你回宫 沈飞鸾下定决心 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愿意 做你的妻子 皇后是天下人的皇后 可妻子 却是裴霍一个人的妻子 他在告诉她 她虽然不愿意做皇后 却愿意成为她的妻子 真的吗 裴霍抱着她开心地转圈 笑声爽朗地温暖了整个冬季 卵儿 我发誓 我绝不会背叛你 一生一世 我都只要你一个 若是做不到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好 沈飞鸾又在她的脸上 狠狠亲了一下 我也一样 沈飞鸾通过陈敬筹和六子的传达 知道裴霍已经救下了沈飞鸾 当下就有点心理准备 妹妹或许不会陪他们的下一段路了 果不其然 等他们先行到了客栈 入夜时分 那马还是半路上买的马商的 他们的马 都被慕容宅的陷阱坑害死了 阿姐 我要和陪货回夜兜去 老家那边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和迅哥过去之后 直接在老宅住着就行了 奴仆婢婢女都是现成的 从这里到沈家庄 还有一个月的车程 而从客栈回夜兜 也就半天时间 那时候 应该整个大夜朝都知道 他们的皇帝 终于追妻成功 要迎娶秦国公府的二小姐沈飞鸾了 所以 就算沈飞鸾独自带着迅哥去老宅 他也不怕族里那些 以老卖老的族人 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讨好都来不及了 哪里还敢得罪沈飞鸾的姐姐 浩浩荡荡的车队 出了夜都城门 第二日 那车队折了一半 又回来了 秦国公一点都不意外 甚至连沈飞鸾房里的东西 都没收起来 用布子盖好 走的时候是什么样 沈飞鸾回来的时候 还是什么样 老太君笑眯眯的眼神 打量着陪货和自家孙女 那笑容怎么看都有些暧昧 好好好 回来就好 我看你们 这对小冤家啊 小别扭也闹够了 在我老婆子闭眼之前 赶紧成亲吧 新帝心情好 闻五百官就能享受到 新帝宽松的对待 皇宫里气氛就好 太监宫女们 就不用整日如履薄冰 怕得罪了这位殷勤不定的新帝 这样看起来 皇上迎沈二小姐入东宫 也是好事一桩 毕竟朝臣们都想着 皇帝心心念念的 都是沈飞鸾这个白月光 只有把白月光取到手了 新帝才会考虑那新人 那他们的女儿 才有机会进宫 不然皇后为力 新帝就一直借口不选秀 那破天的富贵 他们怎么奋一杯羹 事已 沈飞鸾要入宫为后 可以说是普天同庆了 青天间已经算好了日子 下个月十八 是百年难遇的黄道吉日 一嫁娶 结情色之号 下个月十八 沈兰婷有点不是滋味 什么黄道吉日这么急 我看就是皇上缠我妹妹了 想早点成亲而已 下个月十八 二十天都不到了 他们家准备嫁妆 都够呛的 再快也没你快 沈飞鸾帮着陪货说话 你和军兰表姐成亲的日子 就在三天后呢 沈飞鸾也是回来之后才知道的 他家不成气的哥哥 对军兰表姐的相看对象 百般挑剔 短短七八日的功夫 军兰表姐挑剔的名声就传出去 再也没人敢往他跟前凑了 这可愁坏了一母 忍不住跑上秦国功夫的门来问 你家庭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第134章 平凡夫妻 沈兰婷到底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 但是姨母的意思是 林军兰的名声这些日子 已经被他糟蹋得差不多了 现在外头都在说 林大人根本就没打算 把女儿嫁给别人 是留给新帝做贵妃的 沈飞鸾与林军兰这对姐妹花 共同进宫服侍新帝 沈家的算盘也打得太好了 这不把皇帝拿捏得死死的吗 怪不得秦国功世子故意找茬 每一个来相看的人都被他对得无地自容 哭着跑回家告状 英武不知道沈兰婷什么意思 但他家可没有把兰婷送进宫 和沈飞鸾打擂台的意思 我寻思着 兰婷他这么做 是不是喜欢我家兰婷 他要是有那个意思 我回去问问我家兰婷 我也是不介意亲上加亲的 秦国功夫他们熟啊 秦国功 他亲妹夫 自妹妹去世后 一直没有续嫌 孤寡单身汉一个 兰婷嫁进来 都是自己人知根知底不说 上头还没有婆母 要伺候 老太军洗尽 寻常连伺候的人都不许扎堆在院子里 为人最是和善可亲 绝不会给兰婷立规矩 沈兰婷也算他们看着长大的 从前是荒唐了点 到现在长大了 肩上的担子也重了 整个人都成熟了起来 也都现在出了个什么公子榜 沈兰婷排在第一呢 多少的小姑娘 都想嫁给他做世子夫人 秦国功也给他说了好几个了 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 倒是知道他家兰婷要嫁人之后 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 深得爹爹的心 原本想着 哥哥怕是要打光棍一辈子了 这送上门来的儿媳妇 秦国功高兴的都找不着北了 哪里还用问沈兰婷的意见 他当场就和姨母交换了更铁 把两个人的日子给定了 等李君兰和沈兰婷两个当事人 知道他们要成亲了的时候 梁府都已经进行到了 那集问财的环节了 这可把沈兰婷急坏了 忙去了李家找李君兰解释 说真的不是他让他爹这么干的 他是想温水煮青蛙 慢慢让李君兰喜欢上他 在和家里说的 这下好了 他爹直接让他少走了好多年弯路 当时李君兰在武剑 一把几十斤重的寒铁剑 插入他身后的门框里 吓得沈兰婷一动也不敢动 李君兰冷着脸走过去 据沈兰婷自己事后的描述 那场面就像是山大王 把小媳妇压在墙上 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实际上 李君兰只是在拔剑的时候 问了他一句 你不想娶我 极限拉扯的沈兰婷试探性问 你想嫁给我 李君兰瞪了他一眼 那一眼的风情 让见惯了美色的沈兰婷 都看吃了 什么叫美人魅眼横飞 这就是了 被沈飞鸾取笑的沈兰婷红着脸 说你的事呢 你说我做什么 沈飞鸾学他 我就是在说你的事 早在君兰表姐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 你就已经喜欢上人家了吧 谁 谁说的 我没有 你别乱说 瞧 那就是有了 不然不会这么激动 沈兰婷 发现她说不过沈飞鸾 本来是来吐槽陪货的心急 反倒把自己绕进去 赶紧红着脸跑走了 沈兰婷和李君兰澄清那日 夜都久违的热闹沸腾起来 百姓们都挺自然的 没有谁眼中露出惊恐表情 沿路的喜堂和碎银铜板 导致了万人空巷 那长长的迎亲队伍后 还有一长串的嫁妆台子 大概是三十几台的样子 如此隆重 在夜都也排得上婚礼嫁妆 最多的前三名了 陪货也微服出宫 穿着一系没有花纹 但青色的锦衣长袍 天气还有些冷 她的手和沈飞鸾握在一起 被宽大的袖子遮盖住 再冷的天 也能让他们彼此的心暖起来 他们一路上 跟着新娘子的花轿跑 跟一群孩子一起抢喜糖 像一对真正的平凡夫妻 在祝福主家 娶得心腹 贤惠又温柔 他们 像 一对夫妻 沈兰婷坐在马上 看到了乔装打扮的陪货 和傻乎乎的妹妹 她很坏心地 从马背上的布袋里 抓出一大把糖果 对着陪货就洒了出去 糖果如天女散花 带了陪货满头满脸 她只烧抬了一下眉毛 沈兰婷就吓得夹紧了马肚子 赶紧往前走了 沈飞鸾扑斥一下笑出声 将她头上的糖果拿下来 顺手送给手边的小孩们 浩浩荡荡的队伍 一直走到了秦国公府门外 新郎下来踢轿门 人群里全是起哄的声音 哇 新郎长得真好看 新娘子好福气啊 新娘子长得也不差呀 只能说郎才女貌 很是般配 世子殿下 祝您和世子夫人白头偕老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对啊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红色的盖头下 看不到李军兰通红的脸 就算能看到 她今日红灿灿的一身 脸色本就红侠一般娇羞 那不是沈二小姐吗 她怎么也混在咱们中间 抢洗糖吃啊 大概是想沾沾喜气吧 哎 那 那沈二小姐 身边那个男子 岂不是 是 在百姓们认出陪货之前 沈飞鸾拉着她的手 赶紧从大门口跑了进去 免得他们 在门口跪来跪去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怎么着了 沈飞英还在赶往老家的路上 只收到了家里 快马加鞭送过来的信 得知沈兰婷要成亲了 紧赶慢赶的 终于在沈兰婷成亲这天赶到家了 还好他们的脚程不快 几乎是沈飞鸾刚到家一天 信就送到了 她便原路返回了 到处找沈飞鸾不到的沈飞英 终于在门口逮到了自家妹妹 和她道 我回来的时候 路过那个被烧掉的客栈了 里头有两具胶尸 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瞧着那衣裳手势 应该是慕容宅和柳翩然吧 前下了一场大雨 那两具胶尸 只怕已经被冲散 化成烂泥 烂进地里了 沈飞鸾点点头 他们想放火烧死别人 结果作茧自负了 一命抵一命而已 赔了钱是 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 第135章 嫁娶 沈兰婷成亲后没多久 就轮到沈飞鸾了 其实要准备的 陪货早就都准备好了 就连沈飞鸾的陪嫁 陪货也送了几十台来 气得秦国公大骂 怎么 她这是嫌咱们家没钱 怕失了她的面子 奉旨来的太监 吓得身子一抖 赶紧解释 国公也误会了 这是咱们大长公主 送给二小姐的贺礼 这只是说辞而已 陪货之所以送几十台嫁妆出来 是因为她给的聘礼 实在是太多了 秦国公府报到内务府去的嫁妆很多 多到已经超过了皇后的规制 但是内务府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皇上给的聘礼 更是超出规制太多太多太多了 慕容皇室之前的陪侍皇朝 皇帝迎娶皇后进宫是108台 皇后入宫的嫁妆最高是99台 都是寓意极好的数字 轮到他们这位杀了慕容皇室 重新夺回江山的新帝 好吗 给秦国公府二小姐的嫁妆是208台 足足比规定的多了100台不说 怕别人说沈二小姐的嫁妆单薄了 还特意选了几十台出来 以大长公主的名义送来秦国公府 到时候这地后二人大婚 聘礼和嫁妆加起来 都能绕整个京城一圈了 这是秦国公事先并不知道 直到沈飞鸾出嫁那日 秦国公才终于明白 陪货给的那几十台东西真不多 他家女儿的凤丸马车已经进了重华门 宫里下来的聘礼合着嫁妆 一共345台的金银珠宝 田七地七 绫罗绸缎 珍西百剑等物 跟着从秦国公府出发 结果沈飞鸾的凤丸大叫都进去半天了 还有嫁妆在秦国公府的门口 排队等着出发 真正的红装十里 排场惊人 哇 这知道的是帝后大婚 不知道还以为把整个国库 都搬来秦国公府了 那不能 内务府只会允许皇上 从国库里拨108台的聘礼下来 做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的 花国库里的银子的 其余的应该是皇上自己私库里的 我记得以前的朝廷没钱啊 咱们这位新帝太富有了吧 整个京城未出嫁的贵女们 都在等着皇上迎娶皇后 是想参加来年的选秀吗 那肯定的呀 咱们这位皇上长得一等一的好看 又一等一的有钱 权势 地位 财富 相貌 皆是上等 还对沈二小姐 对皇后娘娘一往情深 哪个女子不想嫁 别说是女子了 我一个男子都想嫁 哪怕是做妾 那也是这天底下最尊贵 最有钱的男子的妾啊 后半辈子子孙孙都可以躺平了 你们这些男人也太肤浅了 难道皇后娘娘就差到哪里去了 你们别忘了 当初慕容逆贼囚禁皇上的时候 是皇后娘娘把他救出皇宫 故意毁了自己的名声 助他逃出京城去屯兵的 就是 如果没有皇后娘娘的帮助 皇上哪有今日 皇后娘娘才是皇上的贵人 自从沈飞栏答应嫁给陪货之后 民间的各大茶楼酒馆 甚至街头巷尾的戏台子上 都多了许多说书人与唱戏的戏班子 他们将陪货和沈飞栏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编排得轰轰烈烈 惊天动地 传遍了整个夜兜 沈飞栏被李军兰拉着出去听过一回 故事情节虽然偶尔有夸张的地方 但主线的确讲的是 他与陪货 只不过故事里的陪 或不是在他重生后才与他有交集 而是在沈飞栏六岁进宫 偷看皇太孙练武 结果不小心从假山上被人挤下来 掉在皇太孙怀里的那天 皇太孙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软萌可爱 拥有纯净眼神的年华娃娃 他本想等小姑娘慢慢长大 顺便和他培养感情 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付出行动 一家就被奸人所害 他自己也身陷泥潭 这份深情从此埋在心底 他身负血海深仇 自此与小姑娘不复相见 直到那年 他为了报复丞相家的公子 在国子舰的骑射场 再次与他相遇 他戳落得 与他想象中的样子一模一样 那么美又那么聪明 故事引去了 沈飞栏一开始 只是想利用陪货的事情 只说二人在小时候就互有情愫 只是一个身不由己 被迫装不认识 一个因为当年年纪小 由于缺少时间相处 渐渐就把惊鸿一批的少年给忘了 至于慕容宅 在故事里就是陪货的替身 他长相与陪货有三分相似 让小姑娘 把他和心底深处的皇太孙 身影重合 从而产生了一段孽缘 不过好在小姑娘很快迷途知返 知道自己认错了人 和皇太孙从相认 相知 相爱到相许 他们历经生死 彼此把对方都当成了笔命 还重要的存在 他们的结合 是两个相爱的人 冲破重重障碍 是挣脱束缚 他们是爱情 也是自由 沈飞鸾坐在凤鸾花轿里 滴滴地笑出声来 澄清之前来这一出 不用想也知道是陪货的手笔 除了他 还有谁敢这样大肆谈论 地后二人之间的感情 而且 那些说书人用的 好像都是同一个版本的画本子 要不是陪货自己写的 谁又对他们之间相处的细节 知道得这么清楚 桑宇一边哭一边笑 笑 皇后娘娘 奴婢真的太高兴了 奴婢马上就是皇后娘娘 跟前的大宫女了 呜呜呜 其实他最高兴的是 自家小姐苦尽甘来 断了孽缘 结了正缘 沈飞鸾撩开遮面的珠帘 对他灿然一笑 何止是皇后娘娘年前的大宫女 等你出嫁的时候 我还要皇上封你做公主 把你封封光光地嫁出去 这辈子 桑宇没有为了保护 他被砍成两劫 他活生生地在这里 沈飞鸾就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桑宇吸了吸鼻子 奴婢不嫁人 奴婢要一辈子 做皇后娘娘的大宫女 沈飞鸾也不和他争 反正到时候 让陪货在朝堂上物色一下 有什么年轻有为 人品正直 前途无量 家世简单的官员 给桑宇挑一挑 总是可以的 第136 肖章嬷嬷 丰厚大典的仪式 繁琐又好时 一连串的动作下来 沈飞鸾被人搀扶着 回到卫阳宫时 天都已经擦黑了 笑 桑宇到了嘴边的那生小姐 在宫里头 默默地严厉眼神 下咽了回去 改口道 皇后娘娘 累了吧 快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晚上还有得累呢 一会儿皇上来了 还要喝和景酒 要结发 要洗婆来说些吉利话 往床上铺红枣 花生 桂园 瓜子等物 民间的闹洞房 那是没有的 谁敢闹皇帝 和皇后娘娘的洞房啊 沉重的凤冠已经压得沈飞鸾 脖子都快断了 他撩开红盖头 到了一半 却被一只干枯的手制止住 皇后娘娘 这红盖头 是要等着皇上来揭开的 您擅自揭了 这不合规矩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刺耳 沈飞鸾上扬的嘴角压了下去 一把将红盖头扯了下来 扔在一边道 往后在昆宁宫里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他眼神都没丢一个给那嬷嬷 直接扶着桑宇的手站起来 走到正中央那圆桌前就要吃饭 今日天还没亮他 就被叫起来折腾了 本来就没睡够 也就临出门的时候 他娘亲塞了一个大苹果给他 让他饿的时候咬两口 可是这一整天 他也没找到机会咬几口 还是陪货担心 他呃 在一室进行的时候 两人靠得近 趁机塞了两块糕点在他嘴里 不然后半段的路 他饿的人都站不住了 睡没睡够 吃没吃饱 本来就会令人心情不好 昆宁宫还出现这么没有眼力见的宫人 心情更不好了 皇后娘娘 老嬷嬷跟看不见她的脸色似的 又走到桌前 对着沈飞鸾压迫心道 娘娘如今已经是皇后了 应当自称本宫 从前那些不好的习惯 都不能带进宫里来 要记着 从今以后 您就是天下女子的表率 不能让他人挑出毛病来 啪 筷子拍在桌上 发出怒吼声 任谁都能感觉得到 皇后娘娘的不悦 屋子里伺候的宫女太监 都跪在地上 还没摸清这位娘娘的脾气 就这么看着 应当是不太好伺候的 啪 筷子拍下去的那瞬间 桑鱼领会了自家主子的意思 上前就甩了老嬷嬷一眼 你这老太婆 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 不好的习惯 皇后娘娘出身名门 来秦国宫嫡女 得严荣宫 不管哪一方面拿出来 都是世家贵女的典范 哪里轮得到你这狗奴才来阴阳 以为自己在宫里 就是人上人了 摆那一张大脸 是想给谁下马威呢 记住了 皇后娘娘不吃那一套 那老嬷嬷还想说什么 桑鱼直接推了她一把 把她推得离沈非兰远了些 你口口声声规矩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什么是规矩 她拍了拍手 外头立刻进来两个护卫 皇后娘娘 您有何吩咐 沈非兰冷笑着 这位 她还不知道老嬷嬷姓名 有机灵的小太监立刻提醒 张嬷嬷 以前伺候庄太妃的 庄太妃 怪不得这么嚣张 原来是陪货那位 被慕容战强行俘虏进攻的 那位庄太妃安排过来的 沈非兰可不打算惯着他们 这位张嬷嬷胆大包天 在昆宁宫 还想做起本宫的主来了 你们帮本宫 把她送回庄太妃宫里去 本宫这里供不起这顿大佛 迎着张嬷嬷震惊的目光 沈非兰再添了一句 另外 再带句话给庄太妃 她若是安安愤愤不作妖 本宫允许她在宫里 一养天年 若是妄想凌驾于本宫之上 那本宫就建一座公主府 让她跟着清临公主出宫去吧 本来就是前朝的太妃和公主 留在宫中 已经是陪货 看在自己母后的面子上 稍加关照而已 若是庄太妃野心太甚 不满足只当一个太妃 那沈非兰就让她离皇后远远的 让她和清临公主搬出去住 旁人也说不出她的不好来 毕竟赐公主府 也不是哪个公主都能有的殊荣 她狠狠地打了庄太妃的脸 宫人们在心里衡量 看来皇后娘娘深得皇上宠幸 才有如此底气 和庄太妃对着干 赶走了张嬷嬷 昆宁宫里 再没有人敢在沈非兰面前 逼逼赖赖 她想做什么 都只有服从地分 陪货是在昆宁宫外 亮起了灯笼后才来的 此时沈非兰已经填饱了肚子 还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再由宫人给她盘好了头发 戴上粪冠 盖上了红盖头 喜婆们说着吉利话 陪货拿着喜秤 挑开了她的红盖头 粪冠侠配下 那张美人脸 散发着盈盈光芒 精心装扮过后的模样 仿若九天玄女下凡 美得不染仙尘 超然脱俗 几个喜婆被皇后娘娘那张脸 惊艳得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空气都寂静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往床上 撒红枣花生那些 皇后娘娘可真是天仙下凡 与咱们皇上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奴婢们恭祝皇上 皇后娘娘大婚 望您二位早生贵子 情色和明 白头偕老 而孙满堂 哈哈 卵儿的洞房 我们怎么能错过 就是 我可是大老远赶回来的 今儿怎么也得闹了洞房再走 皇上又怎么了 皇上也是卵儿的丈夫 我们都是卵儿的娘家人 热闹一下 他还能砍咱们的头不成 赶紧的 一会儿他们听到声音 不让咱们进去 咱们就白来一趟了 陪货正在喝娇杯酒 忙对工人们道 你们出去 把门给镇堵上 不许他们进来 桑宇听见那些声音了 有自家世子沈兰亭 和世子夫人李军兰的 有府国公府小姐安静岳夫妻的 还有一直在外游览 湖光山色的杨新韵夫妻 似乎还有她的哥哥 陈恩侯府的独臂世子杨婷玉 杨世子 杨世子从前一直名恋 他家小姐来着 若让他来闹洞房 恐怕今夜 这洞房是动不成了 自家世子又是个不靠谱的 闹起来没个度 人来风 他赶紧把工人们都推出去 刚关上门 他家世子就一路小跑过来 桑宇 你关门做什么 我们来闹洞房的 桑宇 我为什么关门 希望你心里有点数 你 第137章 芙蓉杖暖 魏央公的寝殿里 静悄悄的 只有红烛燃烧时 发出噼里啪啦的火花声 门外却是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宫女太监们拦着门 不让沈飞鸾那些娘家人进来 那边则以沈兰婷为首 非要进来 鸡飞狗跳的 一瞬间就让沈飞鸾 忘了张嬷嬌践跃的不愉快 哈哈笑了起来 她也没打算告诉陪霍 如果她入宫的第一天 就要依靠她来解决 女人之间的矛盾 那也太没用了 告状这种事 只在她搞不定的时候 才会做 春宵苦短 陪霍可不打算浪费时间 听外头那些憨货的吵闹声 这一天 她等得太久了 她与卵儿的新婚之夜 因为太过珍视 而显得紧张无比 她红着脸 鼓足了勇气 声音都在打颤 卵 卵 我们 我们 她连看一眼沈飞鸾 脑子里都会冒出一些不合时宜的画面 光是想想 感觉鼻血都快流出来了 沈飞鸾前世嫁给慕容宅那晚 她迫不及待地与自己洞房 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 甚至让她觉得十分痛苦 再后来就是柳翩然入宫 慕容宅就不常去她那了 那时她还觉得庆幸 不用再和她做那种痛苦的事 可后来柳翩然告诉她 慕容宅待她是如何如何温柔 如何如何体贴 他们一起雨水之欢 是如何如何的和谐满足 她才知道 原来人们说的房事 能让男女双方都感觉到 幸福是真的 她不知道 陪霍属于粗暴的 还是温柔的 虽曾经人事 但沈飞鸾觉得 那已经是前世的事了 这一世 她也只是个十几岁的黄花大姑娘 听人说 第一回就是很疼的 沈飞鸾本来是很紧张的 但是看到 陪霍从脸红到了耳后跟 说话也不利索了 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她紧张什么 这里还有个比她还不如的呢 你打算跟我对奏到天亮 平日里 那个威武霸气的陪霍 沙发果断的黄太孙 铁面无丝的夜朝心地 这会儿纯情地 跟个涉事未深的赤诚少年 好不容易做好了心理建设 屁股歪床上滑了一大步 紧挨着沈飞鸾坐着 隔着衣料触碰在一起大腿肌肤 仿佛都要烧起来了 玩 嗯 你有没有觉得很热 热 没 嗯 根本就没有 想要听她回答的陪霍 再也忍不住最原始的冲动 对着那章鱼自己而言 有着极大吸引力的嘴唇 就吻了下去 从横冲直撞到温柔浅犬 霸道的气息 笼罩着沈飞鸾的整个口鼻 天旋地转之后 头上的凤冠被取了下来 放在床边的矮击上 她动物娴熟 又快又准 显然是在沈飞鸾答应嫁给她之前 就把这凤冠研究透彻了 知道从哪里取出来最快 而且还不让她觉得疼 身上的凤袍一件件剥落 昆宁宫上好的蚕丝被包裹着肌肤 与陪霍紧紧相拥时 擦出热烈的火花 摇曳的大红色 洗竹火光跳动 就连屋外的小荷花池里 两尾井里也在互相追逐细水 雕花的木门上 映着外头众人打成一团的黑影 拔布床上的淡青色床漫轻轻摇动 罗杖登昏 芙蓉杖暖度春宵 第二日一早 太监服侍着陪货更衣 沈飞鸾还盖着暖和的被褥 在床上睡得人是不醒 她吩咐桑宇 让你家主子多睡会儿 这宫里他最大 朕也要听他的 是说给桑宇听的 也是说给昆宁宫所有的奴才听的 看来昨晚发生的事 他已经都知道了 也是 桑宇想着 皇上是这皇宫的主人 宫里头发生的事 他能不知道吗 再说了 这位皇上对他家主子的关心程度 都已经超过国公爷了 若是连他家主子第一天入主昆宁宫 就被雕奴欺负都不知道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桑宇笑了笑 是 娘娘睡醒后 奴婢会派人去通报皇上的 皇上午膳要在昆宁宫用吗 工人们都惊讶地看向桑宇 似乎对于他敢和皇上搭话 而且还敢擅自安排皇上的去处 而感到震惊 陪货看傻子一样地看着桑宇 朕不在这用在哪用 他都是有家室的人了 难道还要他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在城前宫 没字没位地吃饭吗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桑宇眯着眼睛笑了笑 那奴婢这就是御膳房 让他们多做几个皇上爱吃的菜 陪货点点头 朕都安排好了 你只管伺候好娘娘就行了 若是你们娘娘有什么不舒服的 朕也安排了医女 住在昆宁宫的宫女房 昨夜她太放浪了 也不知道 罗儿受不受得住 万一伤着她就不好了 带着这种忧虑 陪货上早朝去了 寿康宫 庄太妃摆了半天的谱 茶都热了四五遍了 也不见新进宫的皇后来拜见 按理说 庄太妃是皇上的亲姨母 是先太子妃 皇上生母的亲姐妹 于情于礼 皇后娘娘为了以示尊重 也要来寿康宫一趟的 可是庄太妃得了消息 皇上都已经去上早朝了 皇后娘娘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 她黑沉着脸 这皇后也太没有规矩了 还当皇宫 是她秦国公府不成 长辈在这里 她也不来敬个茶 成何体统 还不够解气似的 她又道 还有我安排去昆宁宫的张嬷嬷 她可是楚秀宫的教养嬷嬷 我派她去昆宁宫立立规矩 免得沈飞乱她 什么都不懂得 闹了笑话就不好了 结果她竟然不领情 把人给我赶回来了 真是太过分了 她是不是以为 这宫里没人治得了她 清灵公主就坐在一边喝茶 一点都不伤心道 您就安安心心在宫里养老 别操心这些有的没的了 我试过沈飞乱的底了 她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反正是斗不过她的 你这是说的什么丧气话 庄太妃一巴掌打在她的头顶 我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你铺路 你之前不是做得很好吗 一副我剑油帘的白莲花模样 沈飞乱不也没有太大的敌意吗 那都是我装出来的 慕容清灵瞪大了眼睛反驳 我在慕容家的后宫里 装了十几年的小可怜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我已经装够了 我以后只想做我自己 皇帝表哥已经答应 为我找一门上好的轻舍了 我为什么还要夹在他们中间做炮灰 第138章 送子观音 她看得分明 陪祸和沈飞乱之间的爱情 根本容不下第三者 再则说了 好不容易熬死了慕容家 那一群的蠢货变态 她终于不用再装得柔弱可怜的样子 可以恢复本性 活得自在 她又还怎么愿意 烫入这浑水里 庄太妃见劝不动女儿 觉得 她有些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你把婚姻大事 就这样交给皇帝 你就不在乎我的感受吗 我还没死呢 慕容清灵也不乐意了 从椅子上 蹭 得一声站起来 当初让我亲近皇上表哥的也是你 说我讨好了她 我们母女在宫里才有好日子过 我都听了你的 可是你也看到了 就算我不可以讨好 皇上表哥对咱们也照样很好 您在后宫里 每天能接触到几个青年裁军 我怎么就不能 让皇上表哥帮我找了 她冷笑一声 还是你觉得你没了 拿捏我的筹码 所以不高兴了 我不做你手里的棋子 你恼羞成怒了 你 对不起 本宫想让人通报的 但是你们的争吵声太大了 本宫 在门口就听到了 所以擅自进来了 庄太妃不生气吧 就算对自己女儿有再多的不满 也不可能展现给沈飞鸾 总不能明着告诉她 我在叫我女儿 怎么勾引你的丈夫吧 慕容清凌也觉得丢人 咬着嘴唇不肯说话 赌气地将脸撇向一边 庄太妃笑了笑 怎么会 皇后娘娘大驾光临 是我有失远迎了 话是这么说 可一点起身的意思都没有 估计以为沈飞鸾是来敬茶的 哗啦 一声脆响 一尊上好的白玉观音 就砸在了庄太妃的脚跟下 吓得她把腿都抬了起来 她身边的宫女嬷嬷都护在庄太妃的身前 皇后娘娘这是做什么 入宫第一天就来寿康宫耍威风吗 到底是谁在耍太妃娘娘的威风 沈飞乱冷哼一声 昨晚上就不安分 送个嬷嬷去给本宫添堵 本宫将人扔回来 庄太妃道好 今日一早又给本宫抬了个宋子观音开 你这是吃着太妃的饭 操着太后的心啊 入宫第一天就被宋子观音催生 给谁谁能高兴 慕容清凌皱了皱眉 她家母妃怎么比她还能做死 皇后这是说的什么话 庄太妃还一副好心没有好报的样子 我送张嬷嬷过去 是因为昆宁宫空了几十年无人住 里头没有管教嬷嬷不成体统 所以才送了她过去替你管教下人 宋子观音也是在普陀寺受过高僧香火 可遇而不可求的 整个后宫就这么一尊 我送给你 也是希望你和霍尔早日诞下皇子 怎么到你嘴里就如此不堪了 庄太妃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 本宫懒得跟你讲 沈飞鸾没那个耐心和她打嘴仗 本宫只是提醒你一声 前朝是 皇上算了算 后宫是 本宫才是女主人 本宫也不是你拿捏得了的 那些小伎俩 趁早都给本宫收回去 少干涉昆宁宫的事 也别往本宫宫里送人送东西 本宫不需要 若是把关系闹僵了 本宫撕破脸去 也会把庄太妃送出宫去 你 庄太妃气得站了起来 沈飞鸾 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可是皇帝的亲姻母 就是皇帝本人在这里 本宫也还是那句话 手伸得太长 本宫不介意剁了你的爪子 太嚣张了 简直太嚣张了 沈飞鸾放下狠话 就回了昆宁宫 可一点要给庄太妃 敬茶的意思都没有 陪货处理完公务 已经快到用午膳的时间 她速度算很快了 从前沈飞鸾没进宫来的时候 起码要太监三催四请 她才会去用膳 今日还差一刻钟 她就已经超额处理完了 宫人们都在私底下笑她 是有多离不开皇后娘娘 皇上 寿康宫 陪货欢快地脚步一顿 上阳的嘴角也放了下来 倒是把寿康宫的事给忘了 原本她今日也是要派人去敲打一番的 去见见 朕听听看他们要说什么 寿康宫的工人来了 天由加醋地 把沈飞鸾跑去寿康宫摔了宋子观音的事 天由加醋地说给皇帝听 那太监唾沫横飞地说了半天 上头皇帝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觉得不对劲 抬头去看皇帝的脸色 她居然一直是笑着的 陪货从别人嘴里 听沈飞鸾今天上午都干了些什么 还有些意犹未尽 你怎么不说了 继续说啊 她家鸾真的撒 那宫人哪里还敢说下去 额头抵在地上 声音颤抖着 太妃娘娘还说 皇后娘娘想赶她出宫 是吗 陪货直接对身后的太监道 传阵旨意 封慕容清零 为大叶朝的大掌公主 赐公主府一座 让庄太妃跟着大掌公主出宫荣养去 寻常都是有儿子的 太妃可以跟着儿子去封地 庄太妃没有儿子 那就跟着女儿一起去公主府吧 她与伦儿不对付 那这宫里就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 什么 庄太妃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睛 你说什么 皇帝让我出宫去 去公主府 宫人不敢抬头 点头道 圣旨已经下来了 公主府就定了先前的燕王府 燕王府死过人 而且有好几个地方都被烧了 那怎么住人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宣旨的太监还是有些可怜她 叹了口气之后才为她解惑 庄太妃 咱们这位皇后娘娘 可是皇上千求万求求来的 那是她心肩肩上的西式珍宝 您与她起冲突 皇上能愿意吗 您若是与皇后娘娘相处不来 还是尽早出宫去 免得留在宫里 把皇上对您和清临公主 那点淡薄的亲情都磨灭了 到时候 可什么好都落不着 庄太妃眼底的光明灵灭的 沈飞鸾 有这么厉害吗 母妃 给女儿出宫去吧 慕容清临拉着她的袖子 不要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城墙里 我带你去走遍夜巢的名胜风景 难道不比在这里绞尽脑汁的 和人斗来斗去墙吗 第139章 逼婚 中午陪获到昆宁宫用膳的时候 沈飞鸾已经知道了 庄太妃被下旨赶出宫去的事 对于她的做法 沈飞鸾表示很满意 她夹了一筷子陪获喜欢吃的菜 放进她碗里 对她笑了笑 多吃鲜 陪获颇绝自豪 她有这待遇 都是她应得的 毕竟她不需要轮而动手 会自动解决掉那些 令轮而不高兴的因素 用过午膳 陪获还想陪沈飞鸾消食 但是有内侍来报 说丞相大人带了几个文官来求见 庄太妃要签出宫去的圣旨才下来 立马就有官员求见 不用想也知道是为什么 陪获不想让沈飞鸾有压力 只说晚上再来陪她用膳消食 临近年关 天气寒冷 但御花园里别有一番景色 陪获早就采好点 要带她一起去看的 桑宇 去打听一下 丞相大人带着哪些官员进宫了 若都是前朝的官员 那肯定是来逼陪或广纳后宫来了 毕竟新朝这些官员 他们都是认识自己的 好多都是 看着自己长大的师叔伯伯们 他爹秦国公又绝对的朝亲全野 没有人会上赶着给他添赌 只有慕容皇室遗留下来的那些官员 担心皇帝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跟他们清算 会保不住头顶上的乌纱帽 所以想送个女儿进来 吹吹枕边风 承前宫 宋丞相无奈地看着身后那一大批的文官 眼睛里透露出 微臣也不想带他们进宫来 但是微臣没办法 他们人太多了 微臣怕拒绝他们 他们会掀了微臣的丞相府 陪或举目望去 果然大多数都是前朝没被废除的官员 皇上 听说您下旨 封了清临公主为大掌公主 赐公主府 让庄太妃娘娘和她出宫去住 那不就是不念旧秦 不想看到前朝之人吗 对自己的亲姨母和亲表妹尚且如此 那他们这些曾经为慕容皇室笑命的人呢 皇帝找到替代的人 早晚是要把他们换掉的 除非他们的女儿进宫 得到皇上的宠爱 皇上看在宠妃的面子上 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甚至还有晋升的可能 看秦国公就知道了 前朝慕容皇帝 总是担心他功高震主 担心他拥兵自重 想方设法地想 收回他的兵权 甚至逼迫他 让他在带伤的情况下 打最难打的仗 带最难带的兵 不就是想让他战死沙场 慕容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回兵权吗 就连之前的燕王殿下 求娶沈飞鸾 也是为了得到兵权 为了陷害秦国公谋反 京城人人都在热议 怪不得当初沈飞鸾说 不爱就不爱了 还拱手把慕容宅让给柳翩然 原来是 发现了慕容宅的狼子野心 好在新帝深爱着沈飞鸾 从而爱屋及乌 也相信秦国公的为人 不但让他继续掌管百万大军的军服 而且还等了他一等秦国公 真正地站在了爵位与权力的巅峰 这位新帝对自己喜欢的人 出手很大方 所以他们也想搏一搏 送自家的女儿入宫 对 清灵公主想要朕 为他寻个驸马 诸位爱卿家中 可有青年才俊的公子 不妨向朕推荐一下 朕好从中挑选 清灵公主都是破落户了 谁家青年才俊 愿意娶她 听说庄太妃还是得罪了皇后娘娘 才被赶出宫的 娶了慕容清灵 那不是与皇后为敌吗 大臣们支支吾吾的 最后还是 丞相大人被推了出来问 皇上 新年之后便开春了 明处登大宝 中宫也有皇后娘娘 这选秀 是不是也要安排起来了 这群老东西 政务刚顺一点 就开始算计起他的后宫来了 他每日要上朝 要批改奏章 接见大臣 他都觉得 和卵儿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 这帮人还想弄一堆的女人进宫来 让她头疼 这个是不急 朕还是新婚呢 裴霍转移话题道 朕现在是问你们 家中可有青年才俊 配给清灵公主 你们若是不说 那朕可就自己去查 下旨赐婚了呀 皇帝的意思是 他和皇后刚新婚 正是秘里调游的时候 谁家刚和两情相悦的妻子 新婚两三天 就想纳妾的 把这些大臣们的夫人都找来问问 如果大婚第二天 就有下官送几百个 美妾上来孝敬 那他们是什么心情 以后还有安稳日子过吗 一听说自家优秀的儿子 可能被赐婚给前朝的公主 几个来逼皇帝选秀的大臣 都有些慌了 特别是陪货还点名了几个大臣 李爱卿 你们家二公子 听说是京城四公子之一 开春后就要参加电视了吧 正看他都二十岁了 还未娶青 这不就是清灵公主的驸马吗 张爱卿 你家三公子 今年也十八了吧 有没有说亲啊 你问问看他愿不愿意 做清灵公主的驸马 哎 心爱卿 你 皇上 微臣觉得张大人家的公子最合适 张公子不仅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而且长得貌若攀安 跟清灵公主乃是绝配 不不不 犬子不配 犬子不配 那个他 他已经有婚约了 就是 丞相大人的三小姐 对吧丞相大人 有婚约了呀 那没办法了 清灵公主是不可能做妾的 那各位爱卿仔细想想 互相推举一下 若能成就一桩好姻缘 也是功德一件吗 以为救他们会逼婚似的 他也会好吗 微臣想起来 官署还有一些公文未处理 还挺急的 微臣这就告退了 是是是 微臣也有要事要处理 就先回去了 陪货都没想到 自己随意一句话 就让张大人和丞相的三姑娘 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 他点点头 那行 让安福送送各位爱卿 记得想到了合适的人选 要来告诉朕 安福是陪货从新者库 提出来的贴身太监 他的师父 从前是陪货父亲的贴身内官 后来先太子被慕容战所杀 他的师父也随了 先太子一同去了 安福这些年在暗中 一直为陪货传递消息 诸位大人 请吧 也不看看他们的女儿 能不能与皇后娘娘比 就逼着皇上那妃 都照照镜子吧 第140章 守难得 皇上真这么说 新上任的六部尚书陆大人的夫人 情势瞪大了眼睛 那咱们玉姐之前定下的婚事已经推了 要是不入宫去 她还能嫁什么好人家 陆大人叹了口气 当初就让你不要那么着急 不要那么着急 你非不听 现在好了 上不上下不下的 岂不是让我沦为同僚间的笑话了 情势本就心烦意乱 这会儿听到丈夫抱怨自己 更是怒火攻心 你还怪起我来了 那那个时候 我说去张大人府上取消婚约 你不也CA 大 是恶补 亦没有反对吗 你要真那么清高 你一口否决 我一个父导人家 难道还能做主不成 现在放弃马后炮来了 感情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陆大人嘖嘖两声 你看看你 像个炮杖一样 一点就着 我还没说什么呢 哦 你没说什么 就已经一顶帽子扣到我头上来了 要说点什么 我是不是要以死谢罪啊 父亲 母亲 别吵了 陆冠冠一声名的烟粉色盛装 妆容精致 容貌娇美 姿态显雅 他提着裙摆跨上台阶 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 走进大堂 皇后娘娘彪悍 我从前就有听闻 秦国公手握重兵 皇上此时疼爱皇后 很有可能是做出来给秦国公看的 爹爹 您也是男人 您喜欢我娘亲这样 凶悍的夫人吗 喜欢就怪了 喜欢的话 后院里那些温柔可爱和顺的小妾 都哪来的 秦氏拍了陆冠冠一巴掌 你这孩子 有你这么埋态自己爹娘的吗 女儿只是打个比方 陆冠冠笑着给秦氏顺气 我爹那再多温柔的小妾 你也永远是他的正式夫人 那些姨娘的身气 不都拿捏在娘亲手里吗 所以啊 我们要让皇后娘娘知道 哪怕我们这些秀女入宫了 也威胁不到她的地位 让她去说服皇上选秀 不就行了吗 既然做了皇后 那就是大叶朝的国母 国母有义务 为了大叶朝劝见皇帝开枝散叶 善渡的人 怎么做得好皇后 农历二十九 除夕前夜 大雪纷飞 沈飞鸾与陪获成婚已有月余 依旧是新婚的状态 秘里调油 你农我农 宫里到处都散发着爱情的酸臭气 有皇后娘娘在的地方 不出半盏茶的功夫 一定会有皇上的身影 宫里的宫人 比外面的官员看得分明 皇上爱惨了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眼里容不得沙子 这个月 意图勾引皇上的宫女 有十九个 三个被处死了 六个被发配到夜庭和新者库去做苦力了 还有十个被打罚的 总之是一个成功得手的都没有 关键是 这些宫女都不是皇后娘娘处置的 而是皇帝自己 那这个爬床的 晕倒在皇上的必经之路的 大晚上弹琴唱歌的 故意在皇上面前脱衣上的 被其他宫女欺负了 躲在御花园窟的 手段是层出不穷 宫女也都是貌美宫女 但他们的皇上 是个谨守难得的皇上 这样一个离不开皇后娘娘的皇上 心里唯有皇后娘娘一人的皇上 也不知道那些大臣 为什么急着 把自家女儿送进来守活寡 皇后娘娘 上宫局的洛上宫求见 皇后娘娘在除夕宴上 要穿的吉服做好了 洛上宫是奉命来送衣裳的 另外 沈飞鸾在宫里的这一个月 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有些事情 他想通过上宫局去实现 沉下见过皇后娘娘 洛上宫瞧着四十来岁的样子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穿着上宫女官的官服 看着很是威严 洛上宫请起 沈飞鸾拖着他行李的双手 对他微微笑了笑 态度说得上很有善了 洛上宫了 他并不是传闻中的那般脾气大 难伺候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道 皇后娘娘 这是私衣房的秀娘们 费十一月赶制出来的吉福 上回娘娘试过之后 改了一些小问题 您再试试 若是有不妥的地方 沉下再让他们去改 宫里的人办事 极少出什么差错的 因为大多数出一次差错 就会丢掉性命 他们的是错成本 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皇后的吉福 华贵而繁复 一层又一层的 总共是十二层 身轻的依依 画红加五色嫡 智鸟等 斧领 侏罗 肃杀中丹 深青色的香酱红色编绣三对 嫡鸟纹必息 深青色上香珠颈边 下香绿颈边的大袋 青丝带坐纽约 玉籍戴上青色 夹金式的袜 细等祥瑞之物 头上的九龙四凤冠 是翠九条金龙 四只金凤 中间一颗龙弦明珠 上有翠盖 下垂珠结 鱼接口咸珠低 珠翠云 多达四十片 大小珠花个十二 翠垫十二个 薄并三个 是以金龙翠云 接垂珠低 翠口圈一副 上是珠宝垫花十二 翠垫十二 托里金口圈一副 珠翠面花五样 猪排环一对 苗有金龙纹 顶有二十一颗珠的黑螺鹅子一剑 对应了吉伏十二层 巧夺天宫的技艺 将沈飞鸾的美貌 展现得淋漓尽致 更为他增添了几分 古朴大气之美 端得是母仪天下 本宫很满意 落上宫费心了 沈飞鸾任由上宫局的女官 取下头上沉重的凤冠 放在一旁的托盘上 厨一时突然问道 本宫听说落上宫有一个妹妹 落上宫猛地抬头 眼中满是戒备 是 沉下那不争气的妹妹 未考中宫中女官之职 只在乡野教书 不知当皇后娘娘问起 落上宫不要误会 本宫没有恶意 沈飞鸾叹了一口 本宫既问起 定是对落上宫的妹妹有了解的 她以三嫁之身 被人称为天煞孤星 被族人嫌弃 在家中除名 全靠你阶级度日 可她才华横溢不输男子 心有秋贺 却识不待她 若她是个男儿身 定会有一番作为 所以 皇后娘娘到底什么意思 落上宫不吭声 眼中带有不解的 看向沈飞鸾 本宫要开创女学 想请落上宫的妹妹 来做书院的第一个夫子 她说的是夫子 而不是嬷嬷 第141章 世道对女子苛刻 这世道对女子太过苛刻了 本宫很欣赏 落上宫妹妹的行事风格 凭什么男子三妻四妾 视为平常 女子就要三从四得 从一而终 我大业朝无得男儿多 有才女子也不熟 凭什么男子 就能建功立业 名扬天下 落上宫 本宫觉得 只要给那些 胸有秋贺的女子一个机会 她们也能名垂青史 哪怕不再青史留名 也该给她们一个出门念书 开阔眼界的机会 这样 就不怕她们一辈子 只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子 把自己的终身 托付给不值得的人 最后还要网送性命 前世惨死的她自己 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 大夜朝的女子 被入坠丈夫毒害 侵吞家产的女子 被丈夫伙同小妾 一起害死的女子 被丈夫毒打 忍气吞生几十年的女子 不被子女理解 一辈子过得不幸的女子 盲婚雅架 为了一点点的聘礼 被卖给年纪大到 可以做父亲的女子 这世上的条条框框 都是为了束缚女子的自由 却任由男子伤害她们 让她们一辈子都泡在苦水里 她们不是沈飞鸾 却又都是沈飞鸾 上宫局里也有很多女官 女力 哪一个不是带着家族的使命 又有几个是为自己而活的 她们真的愿意 被困在这深宫里吗 沈飞鸾自己经历过 那些绝望和崩溃 复仇之后 她心里想要千千万万个 沈飞鸾站起来的想法 越发强烈起来 洛尚宫从一开始的不解 到离开昆宁宫时 一双眼睛都放出光来 新帝登基之后 这皇宫里的娘娘们都没有了 就皇后娘娘一个 上宫局里的姐妹们 正忧心呢 这样下去 她们都该被遣出宫去了 若是被遣出宫 家中的闲言碎语 就能压死她们 下半辈子 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无非就是家里看着 给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把她们嫁出去罢了 大多数日子 都是过得不好的 这世上的好男人 还是太少 而且 凭什么女子 要过上好日子 就要靠嫁人 她们有手有脚 只要这个时代允许 她们可以比男子更出色 如今在位的新帝 对皇后言听计从 有皇后娘娘带头 骆上宫觉得自己 沉寂下去的那颗心 都热烈了起来 她回到上宫局 立刻给自己的妹妹 骆青云写信 让她从某个 不知名的小村庄 快点回来 没必要再躲清静了 如今正是她 大展拳脚的时候 除夕夜 沈飞鸾一身华丽的吉福 角色的容貌 与威严的气场 让那些一众 摩拳擦掌的官员之女 都泄了一大半的气 皇后娘娘 拥有如此惊人的美丽 也难怪皇上迟迟不肯选秀 这里面也有几个近几年 以美貌文明的几位大臣之女 觉得沈飞鸾已经过了18岁 年纪大了 不如她们这些十五六的少女 仙嫩水灵 心中各种的不服气 特别是看到皇帝俊美无助 眼中满是情义 仿佛只看得到 皇后娘娘一人的样子 更绝以后 若是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如今皇后娘娘得到的一切优待 就都是她们的了 她们生来漂亮 就应该做帝王的女人 臣等参见皇上 皇后娘娘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仲爱清平身 陆冠冠抬头 眼神里透着痴迷 这是她第二次入宫参宴 慕容皇室时 爹爹总说她年纪太小了 不让她跟着进宫 新帝登基时 她爹终于带她入宫 参加了庆祝的宫宴 第一次见皇帝 她就沦陷了 她从未见过 长得那样好看的人 在宫宴上 眼神也频频望向 秦国功夫的二小姐 嘴角带着温柔的笑 她应该不知道 自己那副样子有多迷人 叫在场的闺秀们 都春心蒙动 别人如何她不管 她陆冠冠 是一定要入宫为妃的 陪获身边 一个小太监 和陆冠冠眼神对上 陆冠冠轻轻点了点头后 对身边的秦氏道 娘 女儿多喝了几杯 有些醉了 想出去吹吹风 秦氏定是没想到 女儿会胆子大到去算计皇帝的 点点头道 那你可别走远了 迷路就不好了 陆冠冠点点头 带着丫鬟退出了宴席 陆冠冠要去哪 和她同样想入宫的 张家四姑娘张兰 很了解陆冠冠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个性 这时候跑出去 肯定没别什么好水 正当时 高台主位处有轻微的骚乱 一个小宫女 不知道被什么人绊了一下 手里端着的酒壶 落在皇帝的龙袍上 小宫女下得花容失色 跪在地上求饶不止 地后二人看着都不是 刻薄之人 小宫女没被杀头 可皇帝的衣摆 都被酒水浸湿了 不得不留下皇后主持大局 她自己先下去换身衣裳 张兰将陆冠冠的 离开联系上来 眼睛眯了眯 也带着人一路跟了出去 张兰是连想到陆冠冠才出去 但其他的那些小姑娘 一见皇帝出去 也都蠢蠢欲动起来 沈飞鸾不得不感慨 人们常说 站得高看得远是非常有道理的 眼看着陪货身后那一串串 跟着出去的年轻少女 她笑着摇了摇头 有一个成功的 都算她这次又赌错了 可她相信 陪货不会让自己失望 皇上小心 陪货刚穿过一片狼舞 一道粉色的身影 就从天而降 伴随着女子惊恐的尖叫声 啊 这段时间 陪货的身体 都已经练出条件反射了 安抚公公的小心还未说完 她整个人就飞窜出去 远离了狼舞 少女没有落地 被陪货的侍卫接住了 两人大眼瞪小眼都有些尴尬 陪货抬头 好家伙 狼舞的连接木梯处 还有三四个木瞪口袋的小姑娘 她们大概是都想到一处去了 想跟她来个英雄救美的戏码 救命之恩 当然是以身相许 陪货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叫来安抚吩咐道 等正月初一一过 跟皇后娘娘说一下 让她发帖子去个府 把未婚的青年男女 全都邀请入宫 来办一场赏花会 把他们全给赐婚掉 省得整天 基于她纯洁的身体 第142 算计皇帝 张兰跟着陆冠冠 一路来到了 离太和殿不远的雍和殿 这里 是皇上祭祀宴会时 赶到疲劳后的临时休息处 他来这里做什么 皇上被宫女打失了衣物 难道 平 张兰还来不及反应 后脑勺就挨了一棍子 他带出来的丫鬟 也同样晕倒在地 陆冠冠从暗处走出来 将一个小小的古铜色小盒子 放进张兰的荷包里 于戴嘲讽道 那么喜欢抓我的把柄 这次让你抓个够 做好这一切 他对周围太监打扮的下人道 把他们关到偏殿里去 等我事成之后 你们去引皇后娘娘过来 到时再把她放出来顶锅 是 小姐 陆家这次出大血了 动用了前朝遗留下来的人脉 否则还真的很难成事 天气严寒 陪霍只想快点换了湿冷的衣衫 在快点回宴会上陪审飞 身边一只带了一个安抚公公 为了节省时间 他让安抚去雍和殿的偏殿里 找身合适的衣物来 嘎吱 房门被推开的一瞬间 一股浓烟扑面来 陪霍意识到不对劲 背后却被人推了一把 门也落了锁 他感到不可思议 在皇宫里 居然有人敢这么算计皇帝 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 还是他喝醉了酒 产生幻觉了 啊 女子的低喘声 从屏风后传来 屏风上映出少女美丽的身体曲线 她好像中了催情香 在不断的物业 还脱着自己的衣服 陪霍冷下脸来 眼神看向窗外 悄无声息地挪动过去 懒得听这些女人假惺惺的作戏 哐哐哐 大门上的锁被摇得很响 安抚手里的衣服都差点落地 皇上 您在里面吗 皇上 噓 陪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拉着他的手臂跑去了偏殿 公子 钱都不能去了 那是皇上休息的地方 哟 有什么不能去的 一道醉醺醺的声音响起 不许去 嘿嘿 不许去 我偏要去 闪开 平 门口的大锁 只是轻轻地搭上了 那些太监见陪货已经进去 料定他中了乡 会和路关关城市 便都散开了去 而那锁头在安抚的摇晃中 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以至于传闻中的京城顽固紫岩公子 轻轻一踢 就把门踢开了 他还知道自己 把门关上 给本公子滚出去 本公子要和春香姑娘睡觉了 他把随从推开 把门从里面搭上 任那下人怎么叫都不开门 陪货换好衣服 听见那边传来女子惊恐的尖叫声 你是谁 啊啊 放开我 不要 你放开我啊呀呀 他装着没听见的样子 从天殿出来 严公子的下人见了皇帝 吓得跪倒在地 听着里面传来女子痛苦的尖叫 他隐约觉得自己公子是不是闯祸了 陪货笑了笑 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请你们家夫人来 让她准备着给你嫁 公子娶亲吧 六部尚书家的嫡女 错过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让她抓住机会 那吓人呆愣愣的 反应过来后 眼中迸发出强烈的惊喜 在地上磕完头 就急匆匆跑了出去 就他家公子这烂臭了的名声 京城里普通的好人家 都不愿把女儿嫁进来 更别提 娶什么门当户对的贵女为妻了 谁家愿意把千娇白 宠着长大的姑娘 嫁给招猫斗狗 榴莲青楼 臭名昭著的梁广总督之子 严大发 小时候算命先生说 严家这个儿子不好养 需要取一个粗俗点的名字 才好养活 从小到大 他这个名字 也是被世家贵族嫌弃的 现在居然能娶到 六部尚书的嫡女 简直是转大发了 萍萍 另外 一边的片店里传出声响 陪货皱了皱眉 还有完没完 他让安抚去把门打开 从里面扑出来一个嘴巴 被塞住的清秀少女 没想到外面的人会是皇帝 张兰儿手里的扫帚赶紧放下 臣女见过皇上 他样子狼狈 脸上沾着灰黑 皇上 您不能进去 陆冠冠他 哎 不对啊 皇上没进去 那衣裳怎么换呢 啊 你这个混蛋 混蛋 我要杀你 我一定要杀你 里面的声音 再次杀猪般的响起 不再需要陪货解释 张兰儿也明白了一切 他双手震惊地捂着嘴 瞪大了一双眼睛 看向皇帝 难道 皇上让别人进去 和陆冠冠 张兰儿简直要笑出声来 但在皇上面前 并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 他掐了一把大腿 既然皇上无事 那臣女就先告退了 惹不起惹不起 他一拍大腿 从腰间取下荷包 皇上 这是刚才陆冠冠 刚才打晕臣女的时候 塞在臣女荷包里的东西 应该是他自己 给自己下药的证据 谁爱要谁要 反正张兰儿 是死了进宫来的心了 还没进宫 他就差点被陆冠冠 给算计死了 将来怎么斗得过 满后宫的女人 安抚打开荷包 取出小盒子 沾了点粉末 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而后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的确就是皇上 刚才身上的那股味道 啊 大殿上 有人惊呼一声 吓得场中的舞女崴了脚 那些舞女立刻跪了下来求饶 沈飞鸾摆摆手 让他们起身 转而去问发出惊呼的妇人 严夫人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严夫人稍红着脸 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陪侍 两家官职相当 挨得很近 陪侍很快感应到了 眉头紧紧皱着 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事 严夫人咬咬唇 狠下心道 回皇后娘娘 陈复家的奴仆来报 陈复 那不成器的孩儿 在雍和殿 和 和六部尚书家的嫡女陆冠冠在 在 陈复不好意思说 他这一生 就很有内涵的意思 孤男寡女 独处一世 还有什么是不好意思说 不就是男女之间那点事吗 可陆家 陆家不是退了和张家的 那门好亲事 一心要送陆冠冠进宫为妃吗 怎么和严家那个不成器的 搅和到一处去了 第143章 抓奸 你在说什么疯话 秦氏本就脾气火爆 直接拍着桌子怒骂 你们家那个整日寻花问柳的儿子 我女儿怎么看得上 你别在这里胡说 是是是 严夫人高兴的都要笑出声来了 顾及到对方的心情 还是强忍着 别笑道 但是是皇上让家奴回来报信的 我觉得应该错不了吧 陆夫人要是不信 不如咱们一起去拥和殿看看 也免得弄错了人就不好了 哈哈哈哈 他笑得有点太过分了 沈飞兰起身 轻轻甩了甩凤袍宽大的衣袖 金丝绣出的白鸟嘲讽 在夜空下郁郁声辉 都别吵了 他无奈地 看向严夫人和秦氏 既然两位夫人对此事有益 那就请诸位夫人 随本宫去拥和殿走一趟吧 正巧此时 陪货换好衣服回来了 他直接去了南宾那边 和大臣们把酒烟欢 秦氏就是想问 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放肆 想到女儿出去那么久都没回来 他一颗心都狂跳不止 眼睛也止不住地抽搐 心中有股强烈的 不好的预感 他这个女儿 向来是个很有主意 天不怕地不怕地 还真有可能单枪匹马地去算计皇帝 可这个傻丫头不会明白 能在慕容皇室里活下来 忍受长达数年的折磨与屈辱 并且将自己的势力 渗入到皇宫的每个角落 还能想到办法 从皇宫里逃出去 带兵杀回来的新帝 绝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若是 若是他真的算计新帝 若是他不去 才是真的心虚 也由不得他不去 因为皇后娘娘 已经起身下了高台 在宫女们的簇拥下 带着一众人等往雍和殿去了 张兰被陪货放出来后 不愿让人看到 他和皇帝一道回到宴会 免得旁人多想 而且看皇上的意思 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他在雍和殿等了片刻 确认皇帝已经回去了 才慢吞吞往回走 入宫他是不敢想了 刚才皇上对入关关的态度 他都看到了 无情到近乎残忍 他明明可以救入关关的 我却还是袖手旁观 看着他被严三郎 那个泼皮无赖欺负 毁了清白 虽说陆冠冠设计他在先是不对 但皇上这报复 也绝不是什么好人 能和这样的皇帝相亲相爱 并且把皇帝拿捏得死死的皇后娘娘 又会是什么省油的灯吗 帝后二人 大概就是人们说的 强强联合 他 他只是一个有点小虚荣 有点小坏的普通世家嫡女而已 他没有那个心机逗得过皇后 还是算了吧 皇上长得好看是好看 但是他比较喜欢长得好看 内心还温柔善良的人 这种黑切黑 他怕死了 才走了几步 就看到前面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张儿下意识地拉着婢女 往大石后面躲 直到沈飞鸾带着众人进了雍和店 他才若无其事地 跟在队伍的屁股后头一起进去了 他还以为没人注意到他 实则沈飞鸾早就 把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若是他也敢肖想当陪货的妃子 沈飞鸾也不介意 再多次一门婚事给他 哗啦 雍和店的寝宫里 传来花瓶碎裂声 紧接着就是少女尖锐刺耳的咆哮声 我叫你不要碰我 你个畜生 你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敢碰我 我要杀了你 啊 你这女子也太野蛮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喝醉了酒 想找个地方歇歇 是你脱光了衣服 闭着眼睛就缠上来的 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 我又不是太监 我能把持得住吗 我还以为是做梦呢 香炉里的欢情香 还在发挥着余威 陆冠冠再次被推倒在床上强吻时 身体竟可耻地出现了反应 细碎的闷哼声从鼻尖一出 言三郎声的油头粉面 虽不是多有男子气概 但还是自有一番雌雄莫变的美丽 常年混迹花街柳巷的她 手段也很厉害 能轻易让女子兴奋起来 她卖力的动作者 陆姑娘不是也很享受吗 咱们今日就成了这段路水情缘 岂不美哉 既然无法抗拒 就好好享受 这样你我都舒服不是吗 陆冠冠差一点就被说动了 但想到一会儿 还有奴才会叫人来抓奸 动作更加剧烈地反抗 无耻 夏刘 你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 这 这 秦氏简直整个人都要炸了 里面传来的呼救声 竟真是自己的女儿 皇后娘娘 秦氏红着眼 请您救救陈父的女儿 这言三郎 竟然敢在宫中行 污秽之事 请皇后娘娘赐她死罪 则 言夫人抓住她的手 亲家母 你这话可不心说啊 我儿子死了 你女儿不就手寡了吗 你乱叫什么 秦氏恨恨瞪着她 我女儿绝不会嫁给一个 一世无成的顽固子弟 还 还是个到处沾花惹草的下流胚子 你女儿都是我儿子的人了 不嫁丢儿子 你还想嫁给谁 言夫人撇了撇嘴 陆夫人可别以为 我们言家的门是那么好近的 要不是咱们两家门当户队 陆冠冠至上赶着脱衣 爬床的行径 我儿子也是不要的 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 陆夫人还是好好说话比较好 不然惹恼了我 我儿子不要你女儿 我看她也只有绞了头发 去山上做箍子了 这严夫人是个厉害的 先礼后兵 面子里子都被她给站进了 情势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本来嘛 这种事情吃亏的总是女子 男子总能全身而退 要不是陆冠冠对陪货用药 沈飞鸾也不会把严三郎 送上她的床 没错 这严三郎 是沈飞鸾故意让工人 引到雍和殿的 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反击陆冠冠 是谁敢用药算计赔货 严三郎就会成为谁的入木之兵 现在看来 想进攻为非的人里头 只有陆冠冠的胆子和本事 是最大的 都愣着干什么 去把门踢开 毕竟士官士家贵女的身家清白 侍卫们不敢上前 几个太监一起合力将门撞开了 第144章 嫁不嫁 房舍里传来女子的尖叫声 和严三郎的怒斥声 你们谁啊 拉我干嘛 放开我 张兰趁着众人的目光 全都放在里面 已经悄悄走到了她娘亲身边 张夫人正交心 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你跑哪去了 担心死我了 张兰眨了眨眼睛 女儿一直都在啊 不过我在后头看热闹 娘娘在前头看 吓死我了 张夫人拍了拍胸口 方才不见你 我还怕 真怕里面那个人 是自己的女儿 被严三郎 如此 要是不嫁给严三郎 就真的只有上山做姑子 或者自己一根白铃吊死了 平 严三郎衣衫不整地 被太监抓出来 扔在地上 见威严的皇后娘娘 看着自己 吓得腿都在打摆子 怎么回事啊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因着陆冠冠是女子 沈飞鸾 还是给了她一点体面 让宫女给她 披了一件衣服 才带出来 陆冠冠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人群里 搜寻陪货的身影 可是看了半天也没看到 是不可能的 是她亲眼看着陪 货被推进来的 怎么会不见了呢 不仅不见了 上了她身的人 还变成了一个 根本就不认识的浪荡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紧紧地揪住衣巾 抑制不住地痛哭起来 她完了 她这辈子都完了 陆姑娘左顾右盼的 在找什么 张篮后颈还隐隐作痛 想到陆冠冠自己设计皇帝 还想让她背锅 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会儿 她就是要痛打落水狗 该不会是约了哪个情郎在这里 在等你的情郎吧 不然怎么解释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雍和殿 正常人都知道 雍和殿是皇帝宴寝时 临时休息的宫殿 谁敢未经允许擅自跑进来 还跑到人家的寝殿里去躺着 这事误打误撞 让醉酒的严三郎给毁了清白 要真是皇上进去了 众人被张篮提醒 都转过头去看沈飞兰的表情 见她面上未见喜怒 只能又去看陆冠冠 想听听她的回答 陆冠冠猛地抬头看向张篮 一双眼睛里露出怨毒神色来 跪在地上哭道 皇后娘娘 陈女是跟着张篮来的 谁知道了这里 就被她打晕了 今日之事 都是张篮一手策划的 为的 就是要毁陈女的清白 还请皇后娘娘 为陈女做主 这时 桑宇从房间里出来 将一个叠着的小手帕打开 露出里面的香灰 娘娘 是欢情香 欢情香 众人惊叹一声 还真是有人要害陆冠冠啊 那严三郎 肯定也是有人故意 引到这里来的了 是张篮 陆冠冠怀着死 也要拉一个人做垫背的心情 死咬着张篮不放 皇后娘娘 欢情香就在张篮的荷包里 陈女亲眼看到她拿出来的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张篮推开前面挡着的人走出来 冷哼一声 对沈飞拦道 皇后娘娘 她撒谎 分明是陈女看见 她在宴会上偷偷摸摸跑出来 所以跟在她身后一道出来的 陈女到这里 就被她的人打晕了 她还把陈女和陈女的婢女 关在厢房里 想着等她和皇上成了事 就让人 把娘娘和各位夫人们都带来 这样 皇上就算不想内飞 也必须那了 她哼哼笑着 没想到 皇上没来这个房间 去了偏殿 还被喝醉酒的严三郎 给误闯进去了 陈冠冠 你自己没憋好水 少在那里给别人扣屎盆子 那你敢让人搜身吗 陈冠冠还是哭泣着 你说的那些 我都没做过 我是二品大官之女 就算皇上不选秀 也可以嫁个好人家 何必做这些烟脏事 倒是你 一直嫉妒我 处处跟我过不去 我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 张兰真想用口水喷死她 她那是嫉妒吗 她那是看不惯 陆冠冠装腔做事的样子 才处处砸她的场子的 行啊 张兰冷笑一声 转向沈飞鸾时 态度谦和道 皇后娘娘 臣女句句属实 不惧人搜身 但是臣女也不受这个屈辱 请娘娘做个见证 如果从臣女身上 没搜出东西来 那就要陆冠冠 跟臣女大声道歉 沈飞鸾点点头 问陆冠冠 陆姑娘对此有意义吗 臣女也同意 那东西 是她亲手放进张兰的荷包里的 怎么可能搜不出来 沈飞鸾对着左右宫女 拾了个眼色 两个宫女 恭恭敬敬上前 张姑娘 得罪了 他们解下张兰的荷包 当着陆冠冠的面 把里面的东西 全都倒了出来 几颗金豆子 滚落在青石板上 除了这个 就只有一张 绣了兰花的帕子 飘落在地 不 这不可能 陆冠冠摇着头 一定是你把她丢了 够了 沈飞鸾实在不耐烦 在听她狡辩 你出太和殿的时候 本宫就看到你了 张家小姐的确是在你后面出来的 你告诉本宫 她在你后面 你是怎么跟着她来的雍和殿 我 臣女 陆冠冠显然没想到 沈飞鸾会这么说 一时间有些慌乱 失了声音 众人面色各异 既然皇后娘娘 能看到陆冠冠和张兰 追着皇上跑出来 那他们 逃得过皇后娘娘的法眼吗 沈飞鸾目光审视了一圈 也不管他们怎么想 自顾自说道 你们也不必白费功夫 陪获她这辈子 只会也只有我这一个妻子 若你们觉得算计了她 就能入宫为妃 那本宫就让你们试试 入宫守活寡 是什么滋味 太嚣张了 历朝历代的皇后 也没有比沈飞鸾更嚣张的了 可所有人都不敢当着她的面反驳一句 她爹可是掌管百万大军的秦国公啊 她是有嚣张的资本的 在她的逼世下 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 只有两三个总是不服气的 没把她的话放在心里 陆姑娘既然已经和颜三郎有了肌肤之亲 若是陆夫人和颜夫人没有意见 本宫可以让皇上为她二人指婚 若是一方有意义 也要考虑清楚 淫乱恭维是什么罪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那是杀头的罪 沈飞鸾这话和问 你是嫁给颜三郎 还是去死 有什么区别 第145章 红梅傲骨 宫宴结束后 六部尚书陆大人的嫡女陆冠冠 失身于颜三郎的消息 已经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入了大街小巷 年关的夜晚 疯狂地喧闹过后 是比寂静更寂静的清冷 裴霍很庆幸 自己在除夕之前 迎了沈飞鸾入宫 不然自己就要一个人孤孤单单地 在城前宫睡冰冷的大床了 他笑了笑 抱住身侧的人 颜三郎是 卢尔尼引到雍和店去的吧 哪有这要巧 陆冠冠前脚刚迈入雍和店的寝宫 颜三郎后脚就来了 要不是他跑得快 就要和醉得稀里糊涂的颜三郎打照面了 沈飞鸾闭着眼睛 怎么 你心疼了 还是想选秀了 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裴霍在沈飞鸾面前 永远不会自称症 他始终觉得 他和沈飞鸾之间的关系 是平等的 有的时候 沈飞鸾的地位 还要高一点 比如这时候 裴霍一把掰过他的身子 今日我碰到的暗算可不止一个 我全都躲开了 我若是想你之外的女子 这后宫怕事都装不下了 天地良心 他对沈飞鸾的心意 也是日月可表 沈飞鸾绷着的笑脸 忽然一下就笑开了 我跟你说笑而已 你这么认真做什么 好啊 你 裴霍翻身 将沈飞鸾压在身下 竟敢吓唬你英明神武的夫君 我看你今晚是不想睡了 昆宁宫里传来一阵阵笑声 桑鱼守在房门外 袖子里的暖炉 散发着一阵阵热气 另有宫女上前来 桑鱼姐姐 您下去休息吧 这里有咱们几个守着 是啊 桑鱼姐姐 春姑姑她们在房里吃茶聊天 您也去松快松快吧 桑鱼瞧着天色不早 也原本该是这些小宫女职业的 便揣着手炉 回下人们聚会的小厅里 和春姑姑她们一块吃酒去了 昆宁宫这晚浇了三次水 应着第二天是大年初一 皇帝还在封底休暮 是不用上朝的 陪货抱着沈飞鸾 睡到了日上三干 后宫里 统宫就这么两位主子 谁敢拿宫里的规矩说事 还不是沈飞鸾说 什么时候用早膳 御膳房就何时 把饭菜送来昆宁宫 冰雪消融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雾气 弥漫着整个皇宫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沈飞鸾起床也无事 干脆窝在被褥里 和陪货聊天 昨夜胡闹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身子酸疼的紧 偏陪或像头 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似的 竟不觉得累 午膳过后 血水也化得差不多了 陪货又拉着他 说是要去梅园赏景 沈飞鸾真不知道 他那无限的体力 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身骄体弱吗 梅园里的梅花品种繁多 一簇簇的分割 有的花白里透红 花瓣润滑透明 像玉雕成的琥珀 显得冰清玉洁 有的燕如朝霞 有的白似锐雪 有的绿如碧玉 皇宫里的花匠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最顶尖的大师 冬日里也造出了叉子烟红 五彩斑斓的盎然生机 从高处往下看 梅园还真的美得有些超过了 若耶西棒采莲女 笑格荷花供人语 日照新庄水底鸣 风飘香媚空中举 岸上谁家有野狼 三三五五硬垂扬 子流丝入落花去 见此 迟出空断肠 忽然 从梅林深处 传出一阵美妙的歌声 紧接着便是琵琶舞跃之声 渐渐地 歌声大了起来 吸引了无数的工人聆听瞭望 呼 啊 有人在跳舞 一只大鼓 赫然出现在梅林的空地上 大鼓的鼓面上 站着一个身着大红色舞衣的妩媚少女 她手中折了一只红梅 耳边也并着极朵火红色的梅花 如同雪中精灵 花中之仙 翩翩起舞 恶挪多姿 歌声 乐声与她曼妙地舞姿 奇妙地融合 却并不让人觉得 她是在勾引谁 是在为谁跳舞 她装扮得如此美丽 跳出这么动人的舞蹈 都只是为了取悦她自己 一曲弊 掌声雷动 工人们鼓完掌才想起来 皇上和皇后娘娘还在这里 又都小心地退出观景台 沈飞鸾扭头去问陪霍 那是谁 如红梅一样拥有傲骨的女子 应当不是屈烟覆势 贪慕虚荣之辈 陪霍笑了笑 对身边的太监道 聚梅林换成娘子上来回皇后的话 那跳舞的女子 似有所感地抬头 目光并没有看向陪霍 而是对着沈飞鸾灿然一笑 很快 跳舞的成娘子 就走上了观景台 她脸上的潮红之色还未褪去 气氛的娇美 也显出十二分来 她眼神清亮 看向沈飞鸾 妾见过皇上 见过皇后娘娘 沈飞鸾也微微一笑 成娘子的舞跳得可真好 本宫见你在如此寒冷的天 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 还能跳出难度这么高的舞来 想必私下里是用了苦工的 今日本宫看得尽兴 你想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来 成娘子眼睛里有夺目的光彩闪动 皇后娘娘 妾不要赏赐 妾听苏尚公说 皇后娘娘有意创办女学 妾 妾想求皇后娘娘一个恩典 就让今日在梅林表演的众姐妹和妾 据女学里当女先生 不拘出身和性别 让妾和姐妹们 将手艺传给更多像妾这样 对五月之际痴迷之人 沈飞鸾方才听到的 琵琶声 古琴声 二胡声 编钟声 至少有十二种乐器相合 走出天籁之音 若没有极高的造诣水准 在手指僵硬的情况下 是绝对演奏不出的 深冬严寒 唱歌的那位灵人 更是连一声颤抖都没有 功夫之身 已经可见一般 沈飞鸾将跪在地上的成娘子扶起来 为这事 成娘子不必求本宫 应当是本宫谢你们才对 国子健已经应本宫的要求 在南院开辟出了女子学堂 本宫 正愁找不到女先生 成娘子身名大义 是本宫之福 也是天下间 想跳出牢笼的女子之表率 本宫岂有不应之理 只等着苏尚公的妹妹回到京中 沈飞鸾就会用皇后奉印下诏书告示 国子健从即日起 招收女学生 第146章 创办女学 陆家 本该热热闹闹过新年的六部尚书陆大人府上 却是一片愁云惨淡 陆冠冠自从宫中回来 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 已经失身给浪荡子的事实 把自己关在房里 谁也不许进去 一向要强的情势 直接气哭了 她是皇后又如何 就可以逼着 我女儿嫁进颜家吗 颜三郎是个什么货色 满夜都地去打听打听 有一个人说她好 我都敲锣打鼓 把关关送上花轿 张家那么好的婚事 他们都看不上眼 更何况是颜家 不过一晚上的功夫 颜家那个顽固 就去花街柳巷里 把她睡了路关关的事都传遍了 秦氏原本还想着 送路关关去寺庙里祈福 等过个两年 大家都不记得这件事了 再把女儿低调的接回来嫁人 结果颜三郎那个天杀的 把这事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 闹得街头巷尾的范夫走卒都知道了 你倒是说句话 秦氏推了一把路大人 你女儿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你还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当这二品大官 有什么用 现在张家人还不知道 在私底下怎么笑话咱们 那张家的二郎考中了状元 又成了丞相大人的成龙快婿 那本来是我们官官的夫君啊 你这个窝囊废 你说话 你 啪 你给我闭嘴 陆大人突然暴跳如雷 鹅脚的青筋突起 一巴掌将秦氏扇倒在地 怒吼道 是 我窝囊废 你嫁给我这个窝囊废 真是委屈你了 你现在知道叫我说话了 但凡我从前说的话 你有一句放在心上 官官会是这样的下场吗 张家的轻视 是你非要我去退的 进宫也是你去和官官说的 你还引导他爱慕皇上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你这贱负难辞其咎 他发怒起来的样子十分恐怖 秦氏背下的瑟瑟发抖 坐在地上捂着脸 也不敢说话 陆大人只觉得头晕目眩 血气翻涌 来人 把夫人带下去 从今日开始不许他出门 你想做什么 老爷 我要休了你 陆官官当初问他 能不能忍受 像他娘亲一般凶悍的妻子 他现在可以给出答案了 那就是 不能 寅远多年 一朝爆发 他已经是容不得秦氏 在在他的府里作威作福 国子剑 一群学子 围着新建城的南学区谈论着 这上百年都没有翻新了的国子剑 怎么突然这么大手笔 建了一座差不多 与咱们就学堂区 差不多大的新学堂区啊 新朝出定 前朝好多官员都下了马 朝廷正式无人之计 皇上肯定要广纳学子 为朝廷培养出新的可用之人 这招的学生多了 原先的巫舍 自然就不够用了 唉 我们可是国子剑里资历 比较大的一批 得去和祭九大人说说 新区建起来了 要让咱们搬来这边 新招收进来的学生 就用咱们现在的课室 大家伙说好不好 有道理有道理 我刚才看到新区这边 好像还建了澡堂 比我们那边大多了 还有几个单独的洗浴室 那个住的寝屋 更是精致韵味 住进去 肯定比我们之前的舒服 一群蠢货 新区乌设建的如此雅致悠然 定然是要给朝廷重臣 或者极有钱的世家公子住的 哪里论得到你们 论资排辈论的是学识 财富 权利 你们以为论的 是谁在这里念书念的最久吗 若是如此 大家科举年年落榜 年年复考 那不就是资历最老的 该住进这里的学子了 那这里还叫什么新学堂区啊 直接叫 观寡孤独养老院吧 这话也太恶毒了 众人看了一眼说话的人 发现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只能善善闭嘴 一个个面红耳赤地离开 明亮的墙体颜色 江南小院一样的风景建造 内幼有武士与古乐士相连 就连窗户的形质 都是女子最爱的雕花白鸟窗 这座新学堂区 很显然是为女子而建的 只有那群被傲慢 蒙蔽了双眼的蠢货 才会处处忽略这些细节 还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 留下来的几个华府少年 都是家中有点势力背景的 他们对于那位皇后娘娘的一时兴起 还抱有观望的态度 若是真的这儿八经 以后可以让女子也读书做官 他们倒是可以让自己家中的姐妹 也来一时 家族里也有一些才学不俗的女子 若是能让他们进宫 去为皇后娘娘打理后宫 在皇后娘娘面前得了脸 也算为家族增添荣光 还真的有人跑去祭九大人面前提议 新的学堂给他们这帮老人用 新人应该在旧学堂区好好磨练 祭九他完全不敢透露 这新学堂区不止你们没份 连我这个国子健 权力最大的人都没份 皇后娘娘已经请了一个女先生来 据说姓苏 就是很多年前 以三嫁之身 被苏家逐出了家门的苏如氏 想当年苏如氏还带自归中时 已经有了夜都第一才女的名头 连她都暗恋过人家 谁知道这红颜薄命 竟然嫁了三次人 都没能碰上完美的姻缘 反而落得那样凄惨的下场 看来皇后娘娘很欣赏苏如氏的才华 竟然想创办女学 让天下间的女子 也想有同男子一样的待遇 国子健里知道 男院是女学的 只有她一个 皇后娘娘的秘纸上说了 这世道就是男尊女卑 若是让太多人知道 男院是为了创办女学而建立的 恐怕有很多极端业女分子来捣乱 那将会影响男院的进度 可若是大家都以为 这是为了招生而建的 就会期待着男院快些建成 所以 国子健创办女学的消息 暂时还只在几大世家之间流传 而夜都四大世家 包括承恩侯府 府国公府 镇国将军薛府 以及皇后娘娘的母家 秦国公府 四大世家同妻连之 而且都以秦国公府为首 他们是不会出卖皇后娘娘的 季九要不是觉得 男院建成后 四大家族都会安排女眷来学堂上课 他也不敢应下这事 第147章 唯恨女子深 只要四大世家皆由女眷入学 相信那些男学生 家里心里都会打起算盘来 世家贵族的公子 毕竟还是少数 也不一定就要和四大世家联姻 可那些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 国子健里多的是 他们中肯定有一大半 都想靠着娶妻 令自己和家族一步登天 女眷们入学就是这点很好 能让那些曾经够不上 四大家族的人 有机会靠上去 女子入学 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国子健里的学子 大多数都来自富庶权贵之家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寒门学子 但能入得国子健的 都是功课极好的 将来未必就没有封侯败相的可能 通俗一点讲就是 这里哪怕是寒门学子 也都是非常有潜力 值得拥有的 皇后娘娘说了 女学这边不论出生 资质 年龄 只要想来上课的 教极少的术修就可以来 那些想要靠嫁人 改变命运的平民女子 抢破头也是要来的 记久大人 外面有位姓苏的女子 说是奉旨来书院教书的 来禀告的书童 满眼都是不相信 他们国子健 什么时候有女先生了 又不是那种山野私塾 只教黄口小儿们 识的几个字 国子健里的先生 哪一个不是在科举中 曾有名次的 不说才高八斗 起码学识渊博吧 一个女子 哼 一个女子 什么 政绩九藤的一声站起来 这么快就到了 书童张大了嘴 还真是书院 请来的女先生啊 他来国子健教什么 那些公子哥 愿意让一个女子 来教他们学识 苏先生已经到国子健了 沈飞鸾惊喜地看着苏尚公 本宫还以为 要过了正月十五 他才能赶到京城 苏尚公恭敬回道 妹妹本就在不远的乡村里 教孩子认字 赶回京城 最多也就一日半的功夫 陈去信后 他连夜快马加鞭跑回来的 陈想让他来拜见一下娘娘 他却偏要先去国子健 先看一下 看什么 当然是顾名钓鱼的上尉者见多了 不确定沈飞鸾 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所以要去国子健一探究竟 沈飞鸾并不介意 反而很开心 他能如此负责 笑了笑道 如是先生自有他的道理 用宫中的繁文入节来讨扰他 本就不该 这样吧 明日本宫 给他送几个女先生过去 到时候再见一面也不迟 苏尚公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贵为皇后娘娘 却屈尊说 要去和一个名声不吼 被逐出家门的女子见一面 不是那女子来拜见他 更像是他慕名去见男女子 沈飞鸾当然要去见一见 在沈家被害之后 联写28篇习文控诉皇帝 引起群民激愤 造成各地起义的其女子 她文采之斐然 胸怀之开阔 人品之贵重 是沈飞鸾所识之人中的 最终之罪 此女一度成为慕容宅的心腹大患 欲除之而后快 可他入了当时陪获假装的 义军队伍 跟着他一起杀回了叶都 在胜利后 仍站立于城墙上 慷慨激昂地念着那28篇 为荣国公平反的习文 一直念到嗓子哑掉 才换了人上去 继续高声唱读 他此生唯一一次 痛恨自己是女子之身 不能入朝为官 在荣国公被诬陷通敌叛国时 没能为他距离力争 满朝文武皆废财 竟不如一个女子 来得有胆破 这样的人 沈飞鸾怎么能不亲自去拜见 与此同时 清临公主入宫 请求皇帝为他赐婚 他看中了成恩侯府的 断臂世子杨婷玉 但却被拒绝了 慕容清灵气地仗红了脸 裴霍 你就是故意不给我赐婚 你还想让我做你 不想选秀的挡箭牌是不是 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杨婷玉 你不给我赐婚 我就赖在这不走了 他耍起无赖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任由工人们怎么劝 也不肯起来 裴霍俯着额头 真的不想承认 他是和自己 有那么点血缘关系的表妹 他从慕容皇室逃脱之后 没了前朝的永孤公主压着他 就像解放了天性似的 越来越像个泼皮无赖了 裴霍发出灵魂一击 你要朕给你赐婚 你问过杨世子的同意吗 他愿意娶你吗 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小脸 瞬间垮了下来 心中忍不住吐槽 他要是同意了 我还需要你赐婚吗 直接澄清不就得了 裴霍就知道 是这么个情况 杨婷玉 他满脑子都是打仗 根本无心男女之情 陈恩侯为此头疼得很 他那样的人心性坚定 你若强求 恐怕下场凄凉 慕容清零叹了一口气 从地上爬起来 那表哥 你以为呢 你看你连皇后嫂子都能追到 不如帮我出出主意吧 裴霍想着 让他去缠一缠杨婷玉也好 免得他整天想着自己的皇后 人都说 男追女 隔重山 女追男 隔层杀 猎女怕缠狼 那铁男肯定也怕吃女 他清了清嗓子 死缠烂打 绝不退缩 将你所有的热情和灿烂的笑容 全都献给他 在他习惯你的骚扰 并且略微享受的时候 抽身离去 就轮到他来缠你了 慕容清零点点头 若有所思道 你就是靠这招 追到皇后嫂嫂的 则 陪祸皱眉 玩事赶紧滚 正忙着呢 在军营里练兵的杨婷玉 四月的天还打了一个寒战 好像被什么东西 紧紧地粘住了一样 不行不行 他不能想别的 要快些建功立业 早日成为轮儿的另一个靠山 建下工业 那帮老大臣 再劝皇上选秀 他一呛一个刺死他们 第二日 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 一顶不太张扬的绫罗小轿 被抬进了国子剑 虽说是不显眼 但毕竟是皇后娘娘的凤驾清零 国子剑正继久 领着几个知情人 在门口亲自接见的场景 还是被不少在屋檐下躲雨的学子看见了 少年们每三十日 才能休暮一日 见到女客的机会 几乎是没有 一时间都有些兴奋 纷纷奔走相告 哎 今日 你们谁家的教课 要来书院探望你们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正继久 态度很恭敬地 接见了一位貌美的女子 第148章 开创先例 美貌的女子 有多美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荣耀秋菊 华帽春松 仿佛西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西若流风之回雪 远望之 角若太阳声朝霞 破而查之 卓若浮渠出路波 惊鸿一瞥 都已经不足以形容 我见到她时的震撼了 吹牛的吧 这世上 哪里有这么美的女子 若是有 我们肯定 也会知道的 就是啊 我曾有幸入宫 远远地见过皇后娘娘一面 那才是世今中 偏若惊鸿的窈窕家人 我不信这世上 还有比皇后娘娘更美的女子 则 你们不信自己去看啊 我看到正继久 带着她 往南院那边去了 南院不是刚建起来的 新学堂区吗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猜来猜去的 做什么 我们也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正好突降暴雨 先生们又都去接见那位娇客 他们也可以 偷得浮生半日闲 去南院见识见识 那位惊鸿美人 到底有多美 苏如是昨日来的国子健 夜晚就宿在了南院的先生社 这边已经建成 只是还有一些庭院装点 还在继续 学子上课和住宿 都已经不成问题 她住了一晚 感觉很舒适 四个人意间的卧室空间不小 冷的时候还能烧炕 热的时候可以开窗 窗后就是一大片优雅的竹林 女先生们的待遇 还要好上一点 是两人间 沈飞鸾在正继久的陪同下 敲响了苏如是的房门 苏先生有贵客道 嘎吱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双方都有些惊讶 苏如是料到 皇后娘娘会来找自己 却没料到传说中的离经叛道 善度跋扈的皇后 竟然拥有如此敬畏天人的美貌 沈飞鸾是没想到 差不多已经四十多岁的苏如是 保养的和三十来岁的女子 并不差什么 而且比起美丽的容颜 那种从那儿外散发出来的书卷气 更让她增添了几分温婉和优雅的气质 名女见过皇后娘娘 她不卑不亢的行礼 沈飞鸾拖出她的手肘 今日这里没有皇后娘娘 只有秦国公府的三小姐沈飞鸾与苏先生 这是秦国公的女儿 苏如是想到那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雪白的脸蛋红了一瞬 微微笑着把人领了进来 郑继久也想进去 却被桑雨兰在门外 我家主子想和苏先生单独谈谈 郑继久力缩回手 是是是 应该的 那下官就先出去了 桑姑娘有事在换我 桑雨很给面子的点了点头 在哪里啊 那个吗 门口那个吗 漂亮是漂亮 但顶多算小家碧玉 完全没有漂亮到你说的那种地步吧 你是不是傻 那明显是丫鬟 你看看 连丫鬟都有这样的姿色 你再看看她的姿态 简直比好多官家的小姐还要好 你再想想 她的主子会是何等角色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去后山 从后门悄悄看看去 屋子里 沈飞鸾与苏如氏 已经经过了一轮的交谈 惊讶地发现 二人竟然很聊得来 苏如氏还拉着她 看了自己的教学方针 这些女子 也不全是贵族家的小姐 若是有农家女来 她们或许连字都不认识 所以我打算把女学分为 甲乙丙丁四个班 不识字的 完全没有学习过的 在丁字版 认识字 但是不通文末的 在丁班 文学素养不错的 天资聪慧的分在一班 最好的那一批分在甲班 甲乙丁维文化课 琴棋书画奇摄音律课 就是兴趣爱好班 由学生们自己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选择上哪些课 与此同时 为了改变世人对女子的偏见 每三个月 国子健会举行一次考试 冬院男学生 和南院的女学生同时参加 考题都是一样的 考完以后 考生的名字都封起来 就像朝廷科举一样 到了电视这一环 在公布性别和名字 不过国子健不能和科举比 所以没有电视 只设置一轮辩论赛 由国子健的先生们 一同命题 再由考中的学子们 分为两对人马展开辩论 成绩最优异的 变为第一 苏如是在这一块有些犹豫 虽说我们认为 女子才干不输男子 但毕竟是在开创先例 还没有做出成绩 给那些男人看 要不然考试的第一 我们也设立东院一个 南院一个 我不赞同 沈飞鸾摇头 我创办女学 就是要打破世人 对女子的偏见 证明女子不输男儿 第一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第二 没有两个第一的说法 无论哪一方输了 就要服输 若是选两个第一 怎么证明 女子不比男子差 苏如是觉得自己 推翻这个男尊女卑 观念世界的决心 已经很强了 没想到沈飞鸾比他 还要果决 这也让他看到了 沈飞鸾身上 真正与上位者不同的一面 他是真的在为女子谋福利 后窗外 几个男学生挤在窗口 他们在说什么 怎么有两位姑娘的声音 郑继久好大的胆子 居然瞒着自己的夫人 在果子间金屋藏娇 不会吧 郑继久 看着不像这么胆大包天的人啊 那你们刚才不是说 只有一位教课吗 现在有两位教课的声音 平 啊痛痛痛痛 宣窗被一把推开 几个偷听的男学生 被打了个正着 面红耳赤的退开了去 沈飞鸾的容貌 展现在众人眼前 他本就才18岁 又是隐藏了身份前来的 一头乌黑的长发 仅用一条紫色的发带绑在身后 身着梨花白色的三重绣花 大绣蝶衣 雪白的肌肤 衬得那红唇 越发娇艳欲低 好一个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他素着一张脸 已经是如此角色了 真不敢想象他装扮过后 是怎样令人失语的美丽 有几个敬过宫艳的学子皱着眉 都觉得沈飞鸾这张脸有点熟悉 但就是记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紧接着 苏如氏也从沈飞鸾身后站出来 看着年纪是稍长一些 不过风韵犹存 也别有一番风流韵味 第149章 完毕归赵 被两个这样的大美人抓包 他们偷听 实在不是什么君子所为 几个学生对着沈飞鸾作衣 姑娘 在下一拥侯府世子蒋文宗 见过两位姑娘 在下兵部尚书之子赵紫义 见过两位姑娘 在下 在下什么都不是的 园部区见过两位姑娘 还有几个 也都是官员之子 纷纷跟着剑里 沈飞鸾挑传一笑 这帮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 还不知道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人 也不知道 他们即将迎来什么悲惨的命运 美色让他们失去了思考 沈飞鸾转身对苏如氏道 苏先生 那创办女学的事 就交给你了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只管 去找我便是 他从荷包里 拿出一个纯金打造的令牌 拿着这个 你可以自由出入 不会有人阻拦你 他没有明说 但苏如氏知道 那是自由出入皇宫的令牌 刚走出去几步 苏如氏叫住他 脸红的跟天边的落霞似的 从腰间的荷包里 拿出一枚玉佩 递给沈飞鸾 六年前 我在一个偏远的小村落 给一群孩子当夫子 那村子靠近边境 有一日 村子被蛮族入侵 满村的父老乡亲都被图 就在我也要被杀之时 是你父亲救了我 当时他调了一枚玉佩在那里 我一直想还给他 但是找不到机会 如今我有幸认识了你 这枚玉佩 也该完毕归照了 沈飞鸾拿在手里 仔细端向了一会儿 惊喜地看着他 这是家母还在适时送给我爹的 竟然被苏先生捡到了 我爹弄丢之后 还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呢 可见人世间的许多缘分 是冥冥中早有注定的 什么 苏如氏还没听懂他的意思 沈飞鸾已经抓着他的手腕 今日我与苏先生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我还有好多话想和苏先生说 不如苏先生跟我一起 回秦国公府 也好当面将玉佩交还给我爹 啊啊 沈飞鸾突如其来的热情 吓得苏如氏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且 他也没有给人反应的时间 直接拉着他 一起进了马车轿子里 宫里出来的物件 就算低调 也足够宽敞 车轿里容下他们两人 还绰绰有余 沈飞鸾走的时候 身边有三四个婢女 还有七八个侍卫 几个想上前搭讪的少年郎 都进不得身 只能眼睁睁看着角色家人离去 蒋文宗苦思冥想地趴在客桌上 推了推前桌靖国公世子桌椅 今日那位金红姑娘 为何要叫住在南院那位娘子苏先生 她也是国子健的先生 不应该啊 国子健没有女先生啊 靖国公世子谢安不耐烦地皱眉 你要不想认真听父子讲课 就到后面站着去 不要影响我 看来招收女学生 也就是这一两日的事了 她必须认真学习 不然将来 被女学那边的人比下去了 那才真是丢人 蒋文宗吐了吐舌头 又转过身和旁人讨论 你们认不认识 那位金红姑娘 她是谁家的千金 长得可真好看 我要让我爹上门去提亲 就你 你配得上人家吗 我看整个国子健 只有谢世子配得上 谢世子可是咱们国子健第一 家人才子 家人才子 家人当然得配才子了 咱们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 你看那姑娘满身的行头 和通身的气度 肯定是影视大家族里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尊贵嫡女 否则怎么可能藏得住 这样的美貌佳人 蒋文宗苦着一张脸 我不管 我一定要打听出来她是谁 阿舅 还在宫里批改奏章的陪货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不知道是有人在惦记 自己媳妇的她 笑眯眯的脱腮 肯定是轮儿在想震 轮儿出宫了 还惦记着震 一会儿肯定就会来了 一心想着 为自己爹爹做梅的沈飞轮 连一刻都没有想起来陪货 马车里 苏如是一会儿 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一会儿又整了整衣裳 一会儿又看着沈飞轮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足以见得 她的心情非常紧张 这和刚才谈起创办女学时 侃侃儿谈的苏先生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沈飞轮统统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还拉着他说的不停 我爹这人粗鲁惯了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苏先生呢 如果是我的话 苏先生生得这样美丽 应该是见了一面 就再也忘不掉的 苏先生居然一直帮我爹 保管着我娘亲的遗物 我爹若是知道了 定会好好谢谢苏先生的 苏先生 我爹错人一个 一会儿若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你可千万别跟我爹一般见识 他这人说话直来直往 不会说漂亮的话 苏如是越听越觉得 这怎么像是没人在说没的时候 为南方说好话 呸呸呸 苏如是红着脸摇摇头 秦国公府什么架势啊 百年世家 历代的祖先都为了朝廷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就不说了 秦国公更是大大小小的战役几十场 从无败尽 当然 除了当年被慕容皇室的人陷害 就那一次 他吃了败仗 狠狠栽了一个跟头 倒这还是不影响苏如是觉得 秦国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如今 他要见到真人了吗 他的心跳得极快 怕自己给秦国公留下的印象不好 那颗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要不我 唉 到了 苏先生 咱们下去吧 不是 唉 苏如是又没来得及拒绝 就被沈飞鞍拽下了马车 没得到的消息的秦国公府门口 并没有人迎接 但守门的护卫看到沈飞鞍 已经飞奔着跑进去禀告了 秦国公听说小女儿回来了 将手里的长枪一甩 很随意地就丢进了兵器桶里 大笑着往外走 晚膳让厨房送去老太君的院子里 多做几道二小姐喜欢吃的菜 大女儿带着外孙跑回了老家 儿子成亲后 整日带着媳妇往娘家跑 小女儿也进了宫 整个秦国公府跟突然一下子空了下来一样 好不容易小女儿回来了 秦国公府又要热闹起来了 第150章 苏苏麻麻 乖女儿回来了 沈飞鞍刚带着苏苏氏走进秦国公府 华丽的花厅 就听见了爹爹爽朗的笑声 自从慕容皇室倒台 他爹被陪祸宠的已经乐不思蜀了 人的精神气回来了 身体也就好了 那些陈年旧伤 对他而言 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似的 恢复了当年的神勇 整个人看上去 起码回春了十岁 沈飞鞍看了看他爹 又看了看害羞的 连头都抬不起来的苏苏氏 嗯 外表上看起来差距不是很大 男的英勇 女的娇美 还是挺相配的 因为苏苏氏一直低着头 秦国公还以为是女儿 从宫里带出来的宫女 也没注意到他 只顾着和沈飞鞍说话 乖女儿这次出宫 来家里住几天 爹爹 这就让下人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好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 他的房间每日都有下人打扫 走的时候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沈飞鞍笑了笑 爹爹别忙活了 宫门落药之前 我还要赶回宫去的 秦国公笑容收敛 不高兴到 生三个孩子有什么用 一个比一个不会心疼人 你姐姐为了躲他那个无赖前夫 带着我外孙回了老家 你哥哥那个不成气的 心里眼里就只有你表姐 你更觉 嫁到宫里面去了 以后一年半载得出来看我一会儿 家里就剩我和你祖母相依为命 孤孤单单的 没个人气 他越说越觉得委屈 眼眶都红了起来 心中越发想念起自己已故的妻子 想到妻子 又不免想到成亲时 他送给自己的定情信物 一枚虎纹玉佩 可惜六年前被他弄丢了 如今也不知道成为了谁家的传家宝 唉 沈飞鸾抱住他的手 爹爹整日在军营练兵 怎么会孤孤单单 就算女儿在家 十天里也见不到爹爹两回 明明是爹爹做得不对 让祖母一人在家 不是 苏如是下意识地抬头反驳 秦国公为国为民 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练兵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百姓 保护自己的小家 不能陪着老夫人和二小姐 他内心定也是不好受的 秦国公这才注意到 女儿身后 这个低着头的小宫女 这会儿他抬着头 小脸仗地通红 想到自己说的那番话 又怕沈飞鸾生气 又怕秦国公生气 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秦国公眉头皱起来了 完蛋了完蛋了 他肯定觉得 他敢这样辩驳自己的女儿 定然要生气了 听说秦国公是个女儿奴 这是谁 说话还挺有意思的 敢这么和皇后娘娘说话 而且容貌美丽 气质芳华 身上的书卷气浓的都化不开了 这绝不是宫女能拥有的容貌和气度 沈飞鸾推了推苏如氏 苏先生 你不是说 有东西要还给我爹爹吗 苏如氏这才回过神来 哦对对对 沈飞鸾被他笨拙的样子 差点都逗笑了 这还是那个言语犀利 出口成章 能言善变的苏先生吗 苏如氏从荷包里 拿出那枚 足有他手掌那么大的虎纹玉佩 那玉佩通体冰率 雕刻的虎纹栩如生 比六年前他丢失钱的水头 甚至更加极品 一看就是持狱之人 花了心思温养的 秦国公或许不记得了 六年前您在边关小镇救了我 却不小心一射这块玉佩 我一直想还给您 却找不到机会 今日托二小姐的福 我将玉佩乌归远主了 他说话时 眼睛也不敢看秦国公 两颊生艳色 红得像火烧云 秦国公接过玉佩时 粗力的手指 不小心碰到了 他温润如玉的手指 心 好像被蜜蜂遮了一下 苏苏马 的 苏如氏更是将颤抖的手 藏进袖子里 嘴角勾起一抹甜蜜 又隐忍的笑 苏先生留下来吃顿饭吧 沈飞鸾一只手勾着秦国公 另一只手勾着苏如氏 一家三口似的 苏先生 我祖母人很好的 你以后在宫外 多帮我来陪陪我祖母吧 他老人家身体不好 又爱清静 不愿意出去交集 你若是能多来陪陪他 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我祖母喜欢才女呢 上辈子 沈飞鸾经常从祖母的嘴里 听到苏如氏的名字 祖母夸他性格坚毅 处世果决 对待男子的不忠绝不容忍 对待世人的偏见 也从不妥协 这样的人 精神足够强大 任何事情都打不倒他 在这样的世道 女子能有这样这样强硬的性格 实属难得 更何况 他不止性格坚强 他还极有本事 到哪里都会得到男子们的尊重 他会用自己的实力 赢得认可 让世人看见 可以不依靠男人 在世间做出一番壮举来 老太君清冷了许久的院子 果真是又热闹起来了 还是几个小丫鬟 搭着梯子在摘果子 可树上好几个丫鬟 都有些眼神了 原先老夫人面前伺候的几个 都到了年纪 被老夫人配出去嫁人了 院子里越发寂寥 老夫人礼佛 正厅旁的小佛堂里 散发出一阵阵 使人静心的檀香味 不过今日皇后娘娘归家 老太君没在小佛堂里敲木鱼了 而是换了件颜色稍微亮堂一些的衣裳 坐在花厅里等着 餐桌上摆着的 都是沈飞鸾爱吃的水果和点心 吓人们只觉得 二小姐归家来 老太君比过年还高兴 那是自然的 过年的时候 沈飞鸾在宫里 他身子未寒 没去参加宫宴 秦国功夫冷冷清清的 一点过年的氛围都没有 好在后半夜的时候 孙子带着孙媳妇 来陪他老婆子守岁 在他的院子里放了半赏的烟花 才不至于让他觉得孤单 老太君 老太君 国公爷和皇后娘娘来了 老太君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 率先看见的不是沈飞鸾 而是被沈飞鸾跨住的 秦国公和苏如氏 那一瞬间 他有些恍惚 还以为是 自己那红颜薄命的儿媳妇回来了 他揉了揉眼睛 才发现 孙女旁边的女子 自己并不认识 可莫名的 总觉得 他们像是一家人 第151章 一见钟情 沈飞鸾见到祖母走出来 撒开爹爹和苏先生的手 他使了点小心机 用力拉了苏如氏一把 啊 完全没有防备的苏如 是被他带着 往前一个飞扑 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 小心 秦国公想都没想 就伸手拉住他 往怀里一带 苏如氏的身体转了一圈 扑进他坚硬的胸膛 哇 院子里不少的丫鬟 都发出惊叹声 这梦幻般的场景 简直就是少女们 梦中与心上人出见的场面 沈飞鸾看着戏文里见过的 男女双方一见钟情时 才出现的画面定格 无嘴偷笑起来 老太君横了他一眼 玩儿 你这唱的哪一出 沈飞鸾悄悄在老太君耳边道 祖母 那是我请来家里做客的 苏如氏苏先生 苏如氏 老太君轻呼了一声 就是那个三嫁夫婿的苏如氏 沈飞鸾点点头 是 就是那个苏如氏 说起来 苏如氏的婚姻之路 还真的挺坎坷的 他的第一任丈夫 在与他定下婚事后 就病重了 当时苏家想要毁婚 但苏如氏不同意 做背信弃义之人 坚持要嫁过去 结果在成亲当日 花轿还没进门 新郎就病死 一命呜呼了 他的第二任丈夫 在新婚头一晚 就流连花楼 结果 因为服用药物过度 死在了花楼祭子的身上 从那以后 苏如氏客夫的名声 就传了出去 差不多隔了三年半 苏家才给他说到了 第三门婚事 这次的新郎身体健康 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但苏如氏嫁过去之后 才发现 南方早在娶妻之前 家中就已经有了 一个相好的丫头 只不过家里嫌弃 那丫头出身卑贱 不肯让南方纳妾 除非南方答应 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南方就选中了 在家中无人问津的 大龄圣女苏如氏 想着她名声不好 嫁过来 也会被自己 那个心上人丫鬟拿捏 所以才答应了成亲 成亲当天 新郎居然当着重兵客的面 要那丫鬟向主母敬茶 他爹娘不同意 他那丫鬟为妾 他就逼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同意 因为在夜巢 只要妻子同意丈夫纳妾 那丈夫就可以纳妾 本来要纳妾只是小事 苏如氏与对方 又没有感情基础 南方和他好好说的话 他未必不同意 可偏偏他要在新婚当日 给了新娘一个那么大的难堪 那丫鬟夭夭夭的 还故意拿话激怒苏如氏 以显示自己的地位 文人有自己的傲骨 苏如氏更是文人中 气节最刚强的 他当场就掀了盖头 宣布这场婚宴无效 南方可以直接取那 上不得台面的丫鬟为妻 那南方也是第一次 见到苏如氏的容貌 见他生得那样灵动美丽 连连求饶 丫鬟也不要了 让他原谅自己的莽撞 直言自己不过是 为了反抗父母 总是插手自己的事情 所以才故意和他们对着干 并非有意羞辱他 可苏如氏却更加看不起他 觉得他是个见色妄异的小人 不顾宾客们的阻拦 当场拂袖离去 南方那边怕丑事传出去 毁了自己家的名声 倒打一耙说苏如氏早就勾结了外男 刻意毁婚 令南方丢尽了脸面 苏如氏那时是夜都最有名的才女 极恨他的大友人在 那些人跟着一起煽风点火 把流言飞语闹得满城飞 苏家因此将离京叛道的苏如氏 逐出家门 不再认这个女儿 可高门大户里 哪来的什么秘密 苏如氏三驾之身 却保留着清白 而且 那三任丈夫 实在都算不上什么好人 又怎么能怪到苏如氏头上去 只不过是他没有做那忍气吞声 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温顺 女子 所以惹了那群男尊女卑的人的眼 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 想逼死这个女子中的另类而已 好在苏如氏确实是个与寻常女子不同的女子 流言飞语 乐语相向 没有打倒他 反而让他越来越强大 写下许多抨击男子自私自利 虚伪狠毒的文章 供女子败毒 可以说 后来大叶朝很多女性意识的觉醒 都要归功于他犀利的言辞 可现在红着脸向秦国公道谢的温顽女子 沈飞鸾实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 这苏先生身上的反差感也太大了 正因为这两种反差的魅力 让他看起来更迷人了 嘿 老太君实在看不过眼着爱情的酸臭气 干咳了几声 惊醒秦国公与苏如氏 来用膳了 都肚子不饿吗 秦国公这才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冲着苏如氏傻傻一笑 对 苏姑娘快请 尝尝我们秦国公府厨子的手艺 饭桌上老太君一个劲给沈飞鸾夹菜 一直看着他 总觉得他瘦了 沈飞鸾捏了捏自己脸上多出来的肉 祖母 我还胖了三斤呢 胡说 老太君瞪了他一眼 你胖什么胖 你还要再长个十斤肉 才是正正好 沈飞鸾实在吃不下那么多 眼神本是要向自己爹爹求救的 结果他这位爹爹 全程盯着苏先生看 把苏先生看得筷子都不会拿了 爹爹 沈飞鸾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 你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秦国公赶紧不好意思地收回眼神 用弓筷也给苏如士加菜 母亲说的是 现在的姑娘们都觉得瘦好看 儿子还是觉得风雨一些比较好 只有敌国才希望我们大夜朝的人 受骨灵巡 真是什么事都能扯到打仗上去 沈飞鸾叹了口气 却见苏如士一副秦国公说的 都对的样子 认真地扒着自己碗里 堆成了小山的饭菜 秦国公一脸痴汗地看着苏如士吃饭 觉得他好乖好乖 比他的乖女儿还要乖 乖女儿只会惹他生气 沈飞鸾与老太军心赵不轩地对视了一眼 看来秦国公府在不久的将来 又会办一场震惊整个夜都的大喜事了 自从陪货登基 秦国公受到重用之后 媒婆们都快把秦国公府的门槛踏破了 都是想给秦国公续闲来做填防的 年纪大的不过三十岁 年纪小的甚至才十五岁 比沈飞鸾都还小几岁了 第152章 喜脉 秦国公十分感动 然后一一拒绝 开什么玩笑 让他娶一个年纪 还没自己女儿大的女子做妻子 他这张老脸都骚得慌 再看看一旁真净显雅的苏如氏 他觉得他们二人就很合适 说起来还是苏如氏吃亏 他都娶妻生子过了 人家苏姑娘嫁了三次 却还是个黄花大姑娘 一顿饭吃下来 老太军在看沈飞鸾 沈飞鸾在看爹爹和苏先生 而苏先生和爹爹两人眉来眼去 显然是看对了眼 他偷偷一笑 祖母 用过晚膳 沈飞鸾就必须要回宫了 不然宫门落药 谁都进不去 出来的时候和陪霍说好 晚上肯定会回来的 失言于他 又会无理取闹了 回到宫中 天已经擦黑了 时辰其实还早 但是才过了新年 天气还有点冷 天黑得也很快 不像夏日里 白天那样长 沈飞鸾还没进昆宁宫 就听见了大掌公主陪武的声音 你这不是胡闹吗 不选秀 怎么为陪家开枝散叶 阿霍 陪家子嗣凋零 经历叛乱之后 陪家的子孙更是所剩无几 你生来就是要做皇帝 要扛起这个重担的 你不能由这杏子胡来 陪霍的声音压着火气 让朕潜伏慕容皇室 为陪家人报仇 朕受尽折辱也心甘情愿 那才是朕应该扛起来的责任 此次朕和皇后会生 其余的还请阿姐少操心 她对沈飞鸾发过毒誓 这一生只会有她一个妻子 也只会和她一个人生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沈飞鸾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不同意 你们在一起的原因 陪武据理力争 你是天下人的皇帝 是群臣的皇帝 你不是沈飞鸾一个人的陪货 你到底明不明白 陪货反问 自从镇登基以来 是不够勤政爱民吗 没有费请忘食处理政务吗 没有切实地为百姓解决问题吗 没有广大贤财 知人善用吗 不 这些她都做得很好 陪货登基之后 大赦天下 减免税收 万事以百姓利益为先 为此还撬动了世家大族的蛋糕 惹他们不快 是沈飞鸾的父亲 震慑了那些世家 令他们乖乖听话 将霸占的农田分给百姓 哪怕是取了沈飞鸾入宫 他也没有懈怠正事 每日最多的时间 还是在御书房和城前宫 处理成堆的走章 有时候沈飞鸾有空 还帮着他一起整理 将不同类型的折子 全都分门别类 分轻重缓急放好 大大的加快了赔货的速度 急剑急批 缓箭慢批 最不耽误事 可这不一样 历朝历代 就算帝后再相爱 也没有哪个皇帝 为了一个女子 而不设后宫的 你不要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的是阿姐 我若是要那么多 不爱的女人在宫里 那我和那楚馆里的托儿 有什么两样 阿姐要逼着 我接客吗 裴武就是青楼里出来的 裴霍那话的意思 好像是他自己吃过这个枯 还非逼着自己的弟弟 也要经历一遭似的 眼看着再吵下去 事情就要闹大了 沈飞鸾扶着门框 干呕了一声 响动惊醒了 争吵中的二人 裴霍率先跑出来 鸾儿 你怎么了 沈飞鸾摆摆手 弯腰狂吐 裴武先是呆愣 然后有些惊喜地看着他 你该不会是有身孕了吧 他不想当棒打鸳鸯的坏人 若是沈飞鸾好生养 他也不管百官 怎么求到他面前去 他都不会管 他的弟弟有爱的人 爱的人给他多生几个皇子 来继承皇位 广纳后宫 不就是为了这吗 裴霍地上一杯温水 沈飞鸾漱口之后 用帕子擦了擦嘴 他一说日子尚浅 还把不太出来 但八成是喜脉 我原本是想等 确认了再告诉你们的 真的 裴霍眼睛里放出光来 我要当爹爹了 他兴奋地抱着沈飞鸾 在店前转圈圈 吓得裴武一个劲地喊 裴霍 你给我把鸾儿放下来 伤着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弄死你 刚才还是沈飞鸾 这会儿就是鸾儿了 不容易到手的皇位 又要拱手让人 裴霍这才小心地 将沈飞鸾放下来 稳稳地扶着他 阿姐 你看 鸾儿已经有身孕了 我们有孩子了 言外之意就是 不需要担心他的子嗣问题 不管是太子 皇子还是公主 鸾儿都会生 不需要旁帝女人来 裴武叹了一口气 点点头 听说三月的时候 城外圣安寺的枫叶格外鲜艳 请皇上恩准我去圣安寺 带发修行 为皇室祈福 说是祈福 实际上是为了躲那帮劝他来劝陪或选秀的老大臣 以及 从前他在青楼坐海后时 海里养的那些非富即贵的大鱼 一个个都想让自己这个鱼塘主嫁人 他实在烦得很 见惯了男人的大长公主表示 嫁人还不如多养几个美貌的面首玩一玩 干嘛要用婚姻 把自己绑进那个令人窒息的围城里 阿姐要去多久 裴武想了想 三年起步吧 三年 要是沈飞鸾喜欢孩子的话 三年已经可以爆俩了 到时候总没有人在追着他 让他来劝皇帝选秀了吧 而且三年 如果裴霍坚持三年不肯选秀 雷打不动 那些老臣应该也都知难而退了 总不能冒险 让自家的女儿 孙女那些 就这么等着吧 裴武是个雷厉风行的骑女子 说要去圣安寺带发修行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带着人马出宫了 昨日 桑宇已经帮沈飞鸾下了帖子 邀请夜多的贵女和世家公子 来参加赏花宴 陆关关就不会来了 毕竟陆大人昨日武坚进宫 向皇上求了赐婚圣旨 要把陆关关 嫁给风流成性的颜三郎 自然的 颜家有了这门好亲事 也是不能参加的了 张兰儿倒是高兴极了 那陆关关 先前是同他哥哥定了亲的 虽然他处处看不惯陆关关的装腔做事 但基于对哥哥的尊重 他也对陆关关以礼相待 却不想 对方为了攀龙赴凤 居然上门退亲 第153章 赏花宴 这下好了 阴沟里翻船 攀龙不成 贝德舌给玷污了 这辈子 就只能在颜三郎的后院里 逗难一群妖魔鬼怪的小妾了 颜三郎纵欲妄为 在业都 可不是什么秘密 但他从不抢抢名女 只花钱去青楼里找乐子 或者是自家的丫鬟 你请我愿做小妾的 颜三郎后院里 应该已经有七八个小妾了 陆关关人还没嫁进去 可就要想着 怎么坐稳正式嫡妻的位置了 想想都觉得解气 不管宫里是为什么在除夕宫宴刚过 就又举办宫宴 各家大臣夫人们 都是要带着自家儿女去参加的 这些平日里 根本没机会近距离接触的少年和少女 这次居然被安排在一起 只隔了一两米的距离 少年们第一次这么直观地 看到这么多端庄美丽 活泼灵动的少女 眼睛都快看直了 几家古板性格的夫人 却大吃一惊 急忙去找内侍官 你们这位置怎么安排的 怎么能将姑娘家 和那些男子安排在一处 这太有辱斯文了 就是啊 我们家盈盈养在深归 还从未见过楚南 你们这样 不是毁人清誉吗 这肯定不是皇后娘娘的安排 是你们这些下人 阳奉阴违 故意偷懒吧 今夜的宫宴摆在御花园 为了营造浪漫的气氛 到处都是花团景簇 张灯结彩 办得比民间的灯会还要热闹 冬天本该没有萤火虫的 但御花园有座木桥 投坐了个高高的宫门 写着情人桥 情人桥的桥上 飞舞着许多散发着 淡绿淡黄光芒的小萤火虫 那些萤火虫不往别处飞 就绕着情人桥上方 应该是工人们 在桥上抹了什么特质的药水 那些要不是皇后娘娘 欲指言明 15岁以上 至20岁以下的未出嫁女子 必须参加 否则连门都出不了的世家小姐 都忍不住上桥 抓了萤火虫 放进荷包里 有些大臣夫人 还以为沈非兰 是来给皇帝选妃的 把自家闺女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力求艳压群芳 可小姑娘们 哪里就定了姓了 不等自家大人发话 就三三两两的 约着一块逛御花园去了 沈非兰笑呵呵地 接待大臣夫人们 将他们的疑问解答道 本宫伴着赏花宴 就是为了给各位夫人们 找儿媳和女婿的 分开做干什么 本宫瞧着这些年轻人 互相交流 多美好啊 感觉御花园里 花都没有他们有活力 其中有夫人有些怒气 皇后娘娘伴着相看宴 皇上他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呢 沈非兰拖腮回道 正是皇上不耐烦 你们的夫君 整日劝他那妾 他才让本宫 快些让夜多的 才子家人们见面 好促成美好的姻缘呢 他眼神极为认真的看下去 也请诸位夫人回去 好好劝劝自家夫君 让他们歇了这份心思 不然本宫 会让皇上给他们 赏赐十个八个美妾 也不许他们拒绝 各位夫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你们希望和那么多的女人 共享自己的夫君吗 一起共享同一个男人了 就是那个男人 一两个小妾 他们都恨得牙痒痒 可皇后娘娘刚才说 如果他们的夫君 还敢逼着皇上选秀 就要给他们每个人的夫君 赏赐十几个美貌的小妾 这些人一般都出自宫廷教方司 从这个地方的出来的官妓 卖一不卖身 多为落魄贵族的后代 美貌与财情 那都是不输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大多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来一个 自家夫君恐怕都抵不住 还一次来十几个 那自己 这正妻之位 岂不是岌岌可危 这皇上 怎得如此痴心 为了皇后娘娘 竟然愿意一辈子 只有一个女人 可同样身为女子 他们又很羡慕皇后娘娘 经她这么一威胁 许多夫人就不敢说话了 悲斩交错间 刚刚的针锋相对 好像根本就没有发声一样 各自聊了起来 今晚的御花园 到处都安排了巡逻的宫女 太监 侍卫 那些小姑娘们 都三三两两结伴走 应该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至于他们在路上 总是遇到许多气宇炫扬的公子哥 那就不是沈飞兰能控制的了 他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 给更多的年轻人而已 喂 杨婷玉 你给本公主站住 慕容清零 拦住正要从御花园里逃跑的青年 挡住她的去路 本公也在十五到二十岁之内 也要谈婚论嫁 本公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娶不娶本公 杨婷玉很后悔 来参加这个公宴 要不是她娘成恩侯夫人 一哭二闹三上吊 她是绝对不来的 有那功夫 还不如多打几套拳 给士兵们看看 谁知道她进宫后 早早地找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坐在树上睡觉 却还是被清零公主给抓到了 几经纠缠 杨婷玉依旧还是那句话 承蒙公主厚爱 但婷玉身有残疾 实在不愿耽误公主的终身大事 还请公主另寻驸马 都是借口 清零公主跺了跺脚 本公主跟你说过了 不管你怎么样 本公主都不在乎 本公主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你缺少的那条胳膊 我本公主 杨婷玉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 又忍住了 人非草木 谁能无情 慕容清零贵为公主 虽然这个公主是前朝的公主 但嫁不住她是新帝的亲表妹 地位还是很高的 这样一位高贵的公主 天天追着她这个残废到处跑 怎么骂 怎么为难 她都跟不会累似的 每天准时出现在她的身边 她会关心她 心疼她 将自己认为最好的一切 都捧到了她面前 笨拙又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意 公主 臣 配不上公主 慕容清零红了眼睛 泪水滑落下来 我见游连道 好 本公主知道了 这段日子打扰杨世子了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本公主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她一个转身 在丫鬟的搀扶下 一路小跑走远 怎么样怎么样 她什么表情 是不是都快哭了 本公主刚才的演技怎么样 是不是把你们都骗过去了 第154章 国子剑招收女学生 丫鬟们回头去看杨婷玉的表情 却发现刚才还站在树下的人已经不见了 跑得也太快了 不敢欺瞒公主的丫鬟们一脸为难 公主 杨世子已经走了 什么 慕容清零猛地回头 真的不见了杨婷玉的身影 周遭热闹非凡 美丽的少女们和意气风发的少年们一处游玩 到处都充满了甜美暧昧的气息 看对眼以后 被启红互相见理的 暗戳戳互相偷看的 欢笑声此起彼伏 但慕容清零好像失聪了 什么都听不到了 全世界就她一个人被黑色笼罩 惨得不能再惨了 她自嘲似地笑了笑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 她倔强地擦去 这回是真的不想到追了 皇帝表哥都是骗人的 死缠烂打 付出自己的满腔热情 根本就行不通 一场赏花宴下来 夜都城里 突然开始进入了澄清的高峰期 几乎一大半的代驾少女 和代娶青年 都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民间喜价之物价格大涨 也没能抵得住 这些豪门贵族的澄清脚步 青天间的官员们感慨道 最近来找咱们算吉日的官员们 排着对送银子来 多亏了皇后娘娘 举办了这场赏花宴 可不是吗 要我说 进宫有什么好的 皇上心里只有皇后娘娘一个 旁人是半个手指头都看不上的 何必进来守活寡 虽然解决了一大半的未婚少女 但总有那么几个不死心的 还心存幻想 指望着自己的女儿可以入宫 为整个家族谋福祉 过了正月初八 皇帝就要开笔上朝 那几个大臣终于找到机会 再次劝谨皇帝 皇上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后宫不可一日无非 还请皇上 为了皇家子嗣 广纳后宫 请皇上为了皇家子嗣 广纳后宫 到底是为了皇家子嗣 还是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 裴霍心里清楚得很 他抬了抬手 制止那帮大臣的嚎叫 哦 是 你们还不知道吧 皇后已经怀有身孕了 你们让朕广纳后宫 就是为了开支散叶对吗 现在皇后已经怀孕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怎么能一样 皇室应该多子多 怎么不一样了 裴霍一摊手 朕只有一个皇位 万一皇后给朕生了两个皇子 那就绰绰有余了 朕还选什么秀 众大臣总不能说 自古以来 皇室的婴儿容易早腰 不生十个八个的 怎么能保证 能有皇子能活到继承皇位的时候 但他们转念又一想 以前的皇家 为什么皇子都短命 是因为后宫里的娘娘太多 个个都觉得自己 可以生出儿子来 想要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 所以 每一个都舍些心肠 对皇帝的子嗣下毒手 可新帝不一样 新帝心中 只有皇后娘娘一人 后宫虚设 无人算计 那皇后的孩子 肯定能活得久呀 有一大部分大臣 已经被陪货的坚持所打动 当然了 他们绝不是迫于 家中夫人们的压力 才赞同的 实在是皇帝后宫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争斗 皇帝本人的精力 就可以全都放在前朝 的确是力大于弊 沈飞鸾不管前朝怎么闹 反正闹不到他面前来 他就装作不知道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一过 国子剑不分贫富贵贱 招收女学生的告示 就贴了出来 引起轩然大波 这个时候 也没人在管陪 或还选不选秀 大家都在讨论 女子抛头露面来学堂上课 而且告示上还说 女子以后也和男子一般 可以参加科举武士 与男子们一样 可入朝为官 这不是胡闹吗 女子就应该三从四得 在家相夫教子 这种头发长见是短的妇人 懂什么做官治国 朝堂和民间 因为这事都闹翻了天 贵族之间想团结起来反对 却发现 四大世家 已经将自家的女眷 送进了国子剑 成了南院的第一批女学生 剩下的那些贵族 比起四大世家来 又算得上什么呢 包括四大世家的殷亲 为了响应秦国功夫 也都送了家中女眷 过去占名额 听说光四大家族 和殷亲送过去的女学生 就已经多达三十多人了 这哪怕去里面不学东西 结交人脉 也是不错的去处啊 一时间 又有许多官员 将自己的女儿 孙女 送进国子剑 民间普通的民女 无才地对这个不感兴趣 有才的 却是高兴的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国子剑的先生们 全都是大业朝 鼎鼎有名的大才子 若是能得她们的教诲 也算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对于告示最后说的 女子也能参与科举 入朝为官 没有人真的放在心上 觉得 不过是皇后娘娘 为了招生放出来的噱头 皇上都是男子 怎么可能同意女子入朝 从古至今 女子是不能踏入金鸾殿的 除非对朝廷 有功在设计的功劳 才会被允许入金鸾殿受封赏 随便外人怎么想 国子剑埋怨的招生 进行得如火如荼 东院那边的男学生 不但没有排斥 甚至还主动帮苏入室 和一帮宫廷任命下来的 女夫子们忙前忙后 不少人都在打听 那天和苏先生 见面的贵女到底是谁 会不会来入学 你们不知道吗 那天与苏先生见面的 是微服出宫的皇后娘娘 什么 现场响起无数少男心碎的声音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是皇后娘娘 谢安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是皇后娘娘 我说怎么看着那么面熟 她卫上妆 看着比在宫中见到时 还要小了好几岁 我竟一时没有认出来 蒋文宗一拳捶在她胸口 痛心疾首道 我失恋了 我还没 我就失恋了 可恶的谢安 分明是故意看她笑话 但不管怎么样 金红姑娘是真的成金红一片 想都不要想了 可这一帮贵女 可是实实在在 要在国子舰里 与男学生们一起上课吃饭玩耍的 俗话说得好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直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雄性意识到 这群娘子军 将来会带给她们 多少打击和震撼 第155章 辣妾聘礼 而且 这入学的节点 偏偏就在赏花宴之后 众人甚至觉得 皇后娘娘就是不想 给皇上选妃 才来的这么一出 她就是想让全夜 都没嫁出去的贵女 全都嫁人 这样就没人 会跟她抢皇帝了 对于这些人的想法 沈飞鸾是不在乎的 她不怕任何人 说她善度 就是要传出去才好 传出去 大家才知道 她容不得人 才不会整天想着 给陪货的后宫塞人 大夜朝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秀丽的少女 站在一厢聘礼前 脸上全是不甘心 把你们的脏东西拿回去 我就是嫁猪嫁狗 也不会给你们家老头做妾 你这丫头 怎么说话呢 旋即 她的头上就挨了一巴掌 赵元外能看上 你是你的福气 什么不做妾 你不做妾 你哥的娶媳妇 哪来的钱 一对看起来老实芭蕉 穿着破烂衣裳 肤色蜡黄的夫妻上前 谄媚地对来 送聘礼的下人道 你们回去告诉赵元外 后日 后日你们拍一顶小轿过来 我们一定会上花轿的 被打的少女 看着约莫十六七岁的年纪 生得颇有几分美貌 不像是这穷乡屁壤里 出来的小姑娘 她脸生得白净 眼睛也很有灵气 五官拆开看 都不是特别惊艳 但组合在一起 就有一种莫名的和谐感 透露出清秀之姿 赵元外就是来乡下 查看自己庄子里的收成时 一早就相中了 在田间干农活的她 送聘礼的下人鼻孔朝天 我们园外看上 你是你的福气 你可不要不食好胆 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一行人冷哼了一声 闲着农家小院里 一股生情的臭味 一个个扇着鼻子走了 福贵 把你妹妹关进去 这丫头鬼惊鬼惊的 别被她跑了 到时候 我们可不好向赵元外交差 叫福贵的少年 应该到了若冠之年 头发竖了起来 用稻草随便盘了个计 结在头顶 听到农妇的话 她嘴唇动了动 似乎有些不忍心 但迫于平日里 被爹妈打压惯了 终究没能鼓起勇气 为妹妹求情 而是用绳子 把她的手反绑在背后 哥 少女挣扎了两下 哥 你也要沦为他们的帮凶吗 你知不知道 那个赵元外这个月 已经虐死三个小妾了 我要是被送进去 你就只能看到我的尸体了 哥 噓 一把有些残缺的小刀 被塞进她的掌心里 许是第一次忤逆自己的父母 扶贵那张木讷的脸 仗得通红 晚上 晚上店梁睡着了 我放你出来 她说话有些结巴 一脸憨厚之相 张小花内心感动 却不敢表露出来 任由张福贵 把她推进了房间里 张氏上前 用一把大锁将房门锁起来 把钥匙 塞进腰间的裤带里 笑着去摸那大红的聘礼箱子 赵元外出手真大方 足足十两银子 给福贵娶媳妇 绰绰有余了 张汉 也一脸高兴的样子 还是你聪明 知道 把闺女模样养好一些 养好了才好卖个好价钱 你看看 咱们村里面那些小闺女 一个个都黑得跟木炭似的 怪不得赵元外看不上她们 这女人的命不值钱 聪明有什么用 像我似的 聪明了一辈子 最后还不是被我兄嫂 二两银子卖给了你 能帮衬帮衬家里 也算小花有价值了 看看隔壁的翠翠她娘就知道了 这辈子就生了翠翠一个女儿 结果翠翠她爹就把她娘打死了 翠翠小时候很聪明 后来也被她爹给打傻了 都满了18岁 都还嫁不出去 她爹只要一不开心 就要揍她一顿出气 还要那个傻丫头 在家做饭做家务 没做好 还得换来一顿毒打 嫁给赵元外多好啊 人家有钱 嫁给她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 翠翠她爹还想要这种好事 可惜人家看不上翠翠那个傻丫呢 是丝毫不谈赵元外在床子之间 喜欢虐杀少女 死在她手里的小妾 不管是情愿的 还是不情愿的 恐怕都有十多个了 张小花将手里的小刀反转过来 一刻也不敢停歇地 磨着捆绑自己的绳子 她要逃 必须逃出这个落后 罪恶 令人感到窒息的村子 到了外面 她就算是做乞丐去乞讨 也比留在村子里丢了命的好 入夜 房门口传来要是开锁的声音 张小花将手藏于背后 怕是爹娘进来 看到 她已经割断了绳子 嘎 吃 破旧的木门被推开时 会发出刺耳的声音 张富贵为了不吵醒爹娘 开门的速度极慢 声音也拉得又细又长 这个开门速度 是哥哥无疑了 张小花冲过去 将左侧的门用力往上一抬 那声音明显弱了很多 只完全打开左侧的木门 张小花娇小的身体就溜了出来 哥 张富贵从背后拿出一个包裹递给她 有干粮和 和水 我没有钱 但是 但是我偷了赵云外给你的 你的聘金 在包袱里 张小花委屈落泪 哥 谢谢你 如果说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值得她留恋的 那就只有她不善言辞 憨笨懦弱 却愿意 为了救她而冒险的哥哥了 张富贵也红了眼眶 我 我只有 这个要求 是不是要我带翠翠姐一起逃 对 带她 带她逃 她爹 她爹要把她卖去 卖去黑 黑妓院 黑妓院就在隔壁村 里面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青楼女子 没了利用价值 被老保丢出青楼的 他们全都被黑妓院的老板捡了回去 用铁链拴起来 只要给几个铜板 就能和她们痛快一场 那里的女子 没有尊严和自由 死也会死在男子的身下 翠翠要是去了那里 也是死路一条 哥 你要好好的 你放心 等我去了夜兜 定会努力赚钱 到时候把你接过去 和翠翠姐成亲 好 哥 哥的等你 福贵和翠翠 小时候就在一起玩 真正的青梅竹马 后来 翠翠被她爹打成傻子之后 张翰夫妻怎么都不要翠翠了 为此 张福贵还哭过好几次 如果妹妹真的能带着翠翠逃走就好了 至于她 她是男人 在这个村子里 她的性别是最好的保护伞 第156章 半成乞丐 扣 扣 扣 已经斑驳起皮的木窗子 被敲出声音 站在窗下 张小花已经听到了里面 翠翠爹的打酣声 这个畜生 不知道女儿大了 要避嫌吗 居然和翠翠睡在一间屋子里 咔 窗子被推开 露出一张很普通的脸来 花花 你 你不睡觉 是来找我玩的吗 张翠翠回头看了一眼 睡得正憨的爹爹 害怕地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的 我会被我爹打死的 不是去玩 张小花晃了晃手里的包裹 你爹 把你卖给黑鸡院了 明天一走 就会有人来把你带走 我爹娘也把我卖给了兆元外 你要是不想死 就跟我一起逃 两家人比邻而居 张翠翠没有被打傻之前 和张小花是一对关系极好的闺蜜 身子探出窗外的张翠翠 那双呆至木嫩的眼睛突然一亮 毫不犹豫地从窗口跳了出来 拉住张小花的手就跑 张家村人口不多雀密 有几户人家还养了狗 张翠翠轻车熟路地带着张小花 从有狗的几户人家的后屋穿过 没有发出半点动静 等出了张家村 张翠翠松开张小花的手 喘着粗气问 我们要去哪 张小花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你是装傻的 张翠翠也笑 边走边说 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在深夜揣着一个小包袱 飞快地往城中赶 要在清晨的第一时间出城 否则家里人追来 他们就跑不掉了 进了城 两人立马将衣服在泥土里 滚得没了原来的颜色 又用小刀割破几片衣角 将女性特征全部掩盖起来 看起来就像两个落魄的小乞丐 包袱里的十两银子 没有全放在一起 而是进城就换成了铜板 胸口放一点 袖子里放一点 裤腰带里放一点 袜子里也放一点 总之能藏钱的地方 全都藏了个遍 因为有两个人分担 几大串的铜钱 也没有太费劲地藏 两人还在破庙附近 捡了两个破碗 在碗里放了几个铜板 够每餐买几个 包子吃的铜板 不会引起其他乞丐的怀疑 更不会有人来抢他们 天蒙蒙亮的时候 城门大开 张小花和张翠翠 半夜就已经在这里排队了 排的还是比较靠前 而且 他们好像听到有人在讨论 说 当今皇后娘娘 在国子建创办了女学 不分家室的高低贵贱 只要是想念书 十字做女官的女子 皆可去国子建 参与考核入学 最关键的是 朝廷不会收高额的数修 对家庭贫困 有特殊原因 而交不起数修的 如果成绩优异 还可免出一切学杂费 免费在国子建念书学习 虽然不知真假 但这无疑给了张小花和张翠翠 一个生的机会 嘈杂的声音响起 队伍缓慢出城 就是你们家张小花 带着我家翠翠跑了 我家翠翠是个傻子 张小花不带她跑 她怎么可能认识路 呸 你少在那里血口喷人 你早就把翠翠卖到黑鸡院里去了 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还想呃呃我们 是不是看到昨天 赵元外送的聘礼嫉妒了 我知道了 赵元外给我们的十两银子 是你偷走的吧 你快点还给我们 先别吵了 把人抓住才是要紧 我们老爷钱都给了 结果你们把人弄丢了 找不回来人 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 张翠翠和张小花勾搂着背 小心翼翼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怕他们怀疑 还捏着嗓子粗声粗气道 几位大爷 赏点吃的吧 我和弟弟 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行行好 赏点吃的吧 啊 哪里来的臭乞丐 给我滚开 张小花被推了一把 险些摔倒在地 张翠翠眼急手快 扶住了他差点滑下来的破帽子 哥 走吧走吧 别得罪贵人 咱们得罪不起的 那赵元外府上的下人 被叫贵人 心情好得扔过去两个铜板 算你们十项 赶紧滚 别脏了爷的衣服 这可是府里新座的夏装 老爷说 今日府上有喜事 他要那第十八 还是二十八房小妾来着 让他们把新衣服都穿上 两个乞丐千恩万谢 跟着人流往外走 很快就没入人群中 不见了身影 翠翠爹和小花爹两个还在扯皮 后续会发生什么 他们俩就不关心了 把自己的命保住 接下来就要想 怎么才能活着到夜多 他们两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连张家村都是第一次出 根本不知道 夜多该往哪里走 也不敢贸然问人 就怕遇到拐子 把他们给拐了 但好在他们还是聪明 分头去跟在几个商队的马车旁 听他们聊天 只要听到 哪个说是要去夜兜的 就在街头 跟着强队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概听了半炷香的功夫 所有的人都走到了分叉路 密集的人流开始分散 张翠翠也听到了一个 差不多十辆马车的商队说 他们的货物要运到夜兜去 希望这一路上 不要遇到土匪 张翠翠立马朝着张小花招手 让他来自己这边 等人过来了 他马上道 这一家是要去夜兜的 我们远远跟着 就是了 跟两个小乞丐在马车后 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他们身后 还有好多人都走的这条路呢 夜兜 国子健招收学生之后 这是第一天开课 大家族里的贵女 大多数学问都是合格的 只是水平参差不齐 素如是按照原先定好的 将人分为了甲义丙丁四个班 而那些穷苦出身的贫民女 很多都选择了主学烹饪 女工 歌舞等特长班 应该是想学个一技之长 将来好安身立命 赚钱补贴家用 但也有极少数的穷人家的女儿 选择了学习知识 想用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 比起那些不相信诏书内容的男人们 他们显然对皇后娘娘深信不疑 大概是因为 从皇后娘娘不许皇上选秀的事上 感受到了皇后娘娘的话语权有多高 沈飞鸾也和陪货抽时间 去国子健看了一趟 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也就放心了 安心在宫中养胎 第157章 历经磨难 历时三个月 途中经历车队被抢劫 被认出女子身份 被人抢走破碗里的铜钱 张小花和张翠翠一路上假装成死尸 扮成有传染疾病的乞丐兄弟俩 才得以逃过一劫 他们站到夜都城门外的那一刻 比真正的乞丐还更像乞丐 陆营 守城门的官员坐在记录的桌子后 头也不抬地说着 习惯 姓名 年龄 什么陆营 张翠翠下意识地去问 那官员抬头 不耐烦地瞪着他们 但凡事 从外头进来的 全都需要身份证明 就是陆营 没有陆营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敌国细作 没陆营就赶紧走开 别耽误后面的人进城 两个守在官员旁边的官兵 抬手就要赶人 我们夜都之内 天子脚下是没有乞丐的 你们赶紧哪里来的 滚回哪里去 皇后娘娘颁布诏令后 整个夜朝天下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从外地赶来国子剑求学 他们每天都接纳很多人进来 自然是择优录取 才会对夜都的发展有作用 乞丐只会影响 整座城的美观与整洁 被官兵推倒在地的张小花 拉住想要上前理论的张翠翠 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 好在 这一路上虽然遭遇的意外很多 但他们最终都平安抵达了夜都 只要到了这里 任何事情都不是难住张小花的困难 她拉着张翠翠往外走 正是开春之际 万物复苏 春回大地 到处都是一幅心涯绽放的盎然生计 张小花觉得 开了张家村 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城门口不远处有一条小溪 很多赶路的人都会在这里打水喝 张小花悄悄摸摸地找了个隐蔽的树丛后 和张翠翠轮流用帕子 沾了水洗干净自己的面容 在确定这占据下游的位置 只有杂草树木后 他们快速地脱下身上的乞丐服 换上张小花包袱里的新衣裙 乍眼看去 绝对没人认得出来 他们是刚才被赶出队伍的小乞丐 叭叭叭 一阵马蹄声过后 是车咕噜压在地面上的声音 小姐 马上就要进城了 马车里传来一道温柔的女声 不用停歇休整 直接入城 外祖父为我在国子舰留了名额 母亲也说了 国子舰里的女学生 将来通过科举取得好名次 就可入朝为官 我定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又有一道声音传出来 就是 我们小姐天资聪慧 在龙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才女 可主君老爷 却一心要把小姐你送进宫去做妃子 这当今天下谁不知道 皇上对皇后娘娘一往情深 坚决不肯耐妃 主君如此 不是把小姐往火坑里推吗 女子要谋出路 何须靠男人 我靠我自己 照样能创出一番成就来 到时候 让父亲和兄长们 对我刮目相看 也让他们知道 女子并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我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和人生 在后头跟着 听到这些话的张小花 在两排丫鬟的最后 保持着他们同样的距离 低垂着脑袋 一起排队入城 守门的官员 对着张小花他们趾高气扬 但在看完马车主人的录影之后 几乎是瞬间就放行了 嘴里还念叨着 龙溪太守家的千金也来夜兜了 该不会皇后娘娘这个诏书是真的吧 不行 明天让我家妞妞 也去国子监报名 就算学不到东西 去交几个朋友 也够她受用终身了 终于顺利进程的张小花 和张翠翠相识一笑 一前一后和马车里的龙溪太守千金 进入了国子监 由于东院和南院 相隔了一整个跑马场那么远 而且书院里明文规定 除了一同上马术课时 两院之间可以互相切磋比试 寻常时候 东院的男学生 不可以随意去南院女学 南院里的女学生 更不可以随意出入东院 已经发现 做退学处理 这条规定 就是为了防止一些有心人进入书院 不是为了正经学习 而是为了勾搭附加公子与千金 扰乱书院里清正的学习风气 当然了 少年少女们 有春心萌动的在所难免 所以 马术课上可供他们光明正大的交流 若是私底下偷偷摸摸可不许 这让很多打了如意算盘的女子 想法落空 只上了几天学 就吃不得这个苦 纷纷退学 她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女子 也可以入朝为官 也可以顶半边天 得不到好处 就赶紧撤了 相信朝廷话的大饼 才是真傻子 张小花和张翠翠 也是来得巧 要不是那些聪明人退学 他们俩来得这么迟 还真不一定能够进国子健 你们是孤儿 负责入学考试登记的夫子皱眉 一路乞讨来夜兜的吗 张小花点点头 是 路上跟着商队出发 他们被土匪抢劫 是夜兜的红威标局救了他们 我们姐妹二人装尸体逃过一劫 红威标局的标头 可以给我们作证 我们的确是乞讨过来的 那些人说特殊情况 家里太贫穷的 可以免费入学 张小花也只有撒着一个善意的谎言 否则他和张翠翠两个人根本就拿不出 哪怕一两银子了 为了买两身干净的衣服和鞋子 体体面面地入学 他们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夫子年纪很大了 花白的头发和胡子 一双眼睛却四阴眼 一眼就看出他们风尘仆仆 那张脸上满是风餐露宿的痕迹 他摆了摆手 进去考试 只要通过考核 你们就可以在国子间念书 包吃包住 天底下竟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就不得不夸一夸皇后娘娘的宅心仁后了 设置考试 也只是为了防止一些家里贫穷的百姓 送女儿来混吃混合 若是长到那么大 连字都不认识的 也不必来了 张小花和张翠翠十岁之前 都在村子里的教书先生那儿趴过墙角 他们二人勤奋好学 学问比学堂里那些少年还要好 只是往日里没有发挥的机会罢了 两个人没怎么练过字 字迹丑了点 但题目的解答都写对了 结合姐妹二人乞丐的身份 字写得不好也很正常 若是写得漂亮 才让人怀疑身份呢 第158章 双胎 张含玉 张含翠 这是你们的寝房 里面还有两个比你们早入学的童窗 都是饼般的 希望你们四人和睦相处 在国子健女学度过愉快的三年 三年之后 若是学无所成 也是要从国子健毕业的 因为女学还要从外头招收新鲜血液 混日子的人也要被淘汰出局 张小花登记的时候 给自己和张翠翠换了名字 就是怕国子健里的童窗看不起人 嘲笑他们是村姑 她听着倒是没事 但她怕张翠才受不了 屋子里打扫得很干净 位置最好的东 南方位的床铺上已经有了人 张小 不对 张含玉只能对张含翠实眼色 二人没有意义 选了西河北方位的床铺 先前进来的两个姑娘 一直在好奇 自己的童窗室友会是谁 见是低眉顺眼的两个小姑娘 也都松了一口气 脸圆圆 长相可爱的那位率先说话 你们好 我叫宋雨昕 西府知府之女 说完又指着容貌清秀 身姿鲜长 稍显冷淡的那个少女道 那个是江州州长之女江可人 你们二位来自哪里啊 张含玉看了张含翠一眼 率先道 我们姐妹二人 只是普通的农家女 我叫张含玉 那是我的姐姐张含翠 原来是毫无背景 又想进国子健 靠嫁人实现阶级跨越的两个平民女 宋雨昕别了别嘴 没有了交谈的兴趣 转身拉着江可人道 可人姐姐 听说今日特长班那边有歌舞考试 他们都过去瞧热闹了 咱们也去看看吧 歌舞班的先生 全是宫中记忆超群的舞者和歌者 能给皇上和皇后娘娘献议的 可不是普通的歌舞技 他们都是歌舞大家 在民间也吉付盛名 哦 沈飞兰怀孕已经七个月 一般的孕妇 三个月稳定之后 就不会再孕吐 可她不知怎跌 从怀孕的那一个月起就开始吐 一直吐到现在 现在还算好很多了 前面四个月一吃饭就吐 闻到不爱闻的味道就开始吐 每天喉咙都吐得出血 导致吃饭的时候 根本吞咽不进去 因为喉咙里像刀子搁着一样疼 太医们整日提心吊胆 给沈飞兰熬安胎药喝 可以说一天三顿药 喝得她已经看到药 就能一碗直接倒进肚子里 麻木的都不觉得要苦了 她七个月的肚子 也比庞弟孕妇快要生了还要大 陪获每日见着都心疼不已 觉得她的肚子都会被胀开 昨日她实在是不放心 还召了几个擅长生产的太医 来给沈飞兰看 经过三位太医的联合看诊 他们一致诊断 皇后娘娘怀的是双胎 这下又捅了朝 得马蜂窝了 纷纷上书皇帝 直言双胎乃不祥之兆 一阴一阳有损大夜朝的国运 陪获大发雷霆 当场砍杀了一个叫嚣的最厉害的盐官 妖言获重 其罪当诛 朕乃真龙天子 朕的孩子都是顺应天命而生 亦居然敢说朕的孩子是祸国的妖孽 从今日起 谁还敢说皇后肚子里的孩子有损国运 朕就提前送他去见阎王 这个皇朝若是因为一个孩子的降生就覆灭 那也是朕与朝臣无能 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有什么干系 他当日还下令 以后民间若有发现怀双胎的孕妇 也不许再强行打胎 罔顾产妇的性命 更不许留一子 杀一子 从今日起 怀双胎者为祥赵 可到官府领取十两银子庆贺 十两银子对有钱人家来说不算什么 可对普通的百姓家 十两银子够全家省吃俭用花销一年 裴霍以一己之力 真的将双胎孽障 变成了急躁 挽救了千千万万怀双胎 生双胎产妇的性命 也让大叶朝亡死的婴儿 都能活下来了 裴霍这几日憋着火气 他家卵儿喂了肚子里的两个孩子 前妻吃不下喝不下 一个月就瘦了十五斤 人都脱象了 就连苏如氏 都没敢拿国子剑的事情 怀了六个月 呕吐的情况才好一些 吃得下一点东西了 裴霍还特意派人去了秦国公府 找秦国公 让他把沈飞鸾从小吃惯了的厨师 送进宫里来 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饭 好不容易他才吃胖回来 太医们都说双胎容易早产 说不定下个月就要提前生了 弄得裴霍紧张得要命 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提议要以国运为重 建议打掉皇后娘娘肚子里的孩子 先不说这是裴霍唯一心爱的人怀的孩子 就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女子怀胎七月 如果贸然打胎 那都是会一失三命的呀 这人不是蠢就是坏 不杀他留着过年吗 沈飞鸾这几日 肚子总是隐隐作痛 两个孩子的胎动 也比一个孩子更加剧烈 折腾得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到了发动的这一日 裴霍连早朝都没心思上 直接让安福去大殿上宣布休朝一日 有几个官员本来还想禁言 让皇上不要耽误国事 但一听说是皇后娘娘的肚子发动了 赶紧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皇上有多重视皇后娘娘 几个月前被斩杀于金兰殿中的官员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 他们绝不是贪生怕死 皇后娘娘生子 那也是国事吗 谁让他们这位皇帝的后宫里 除了皇后娘娘 连一只母蚊子都找不到 那皇后如果能顺利产子 当然属于国事了 说来也很奇怪 这双胎婴儿在皇后怀孕之初 中期把皇后折磨得不成人形 死去活来 结果真到了要生的时候 铲婆和太医们严阵以待 两个小皇子却不费吹灰之力 就生出来了 沈飞鸾甚至都只痛了两下 就听见桑宇大喊 生了生了 恭喜娘娘 是一对龙凤胎呢 若生的是两个皇子 才影响国运 龙凤胎 那是真正的吉兆啊 就在群臣们赶来后宫 桑宇出去报喜之际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忽然风云涌动 云朵如翻滚的海浪 迅速堆积在昆宁宫的上空 第159章 祥瑞之景 那一日 几乎整个大叶朝的百姓 都看到了 这令人瞠目结舌的盛景 9月秋高气爽 万物已经开始枯萎 突然之间老树发芽 花草齐放 堆积在昆宁宫上空的云朵 急速地变换着颜色 五色霞光将整个大殿笼罩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传来时 从五彩的云霞里 飞出一只七彩的黄鸟 和一条通体金色 威武霸气的巨大金龙 彩黄和金龙 绕着沈飞鸾 生产的宫殿飞了三圈 交织出龙音奉会的美妙提唱声 最后两种 只在古籍神话中存在的两种祥瑞之兽 直冲云霄 在天上炸开一朵朵金色的花 消失在天幕之下 昆宁宫上空的五彩祥云 迟迟没有散去 无数的喜鹊和彩色的鸟 从云层里飞出 在昆宁宫的狼舞下 叽叽喳喳地叫着 似乎在向皇帝报喜 天将祥瑞 天将祥瑞啊 天佑我大业朝 皇后娘娘为大业朝诞下了 连上天都赐福的贵子和贵女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佑我大业扶则身后 盛世永昌 天佑我大业扶则身后 盛世永昌 不止大臣们跪了一地 民间若有看到这令人震撼 事与长景的百姓 全都跪在地上 对着皇宫的方向前程跪拜 如此祥瑞之景 真是闻所未闻 可见皇后娘娘生下的孩子 不仅不会有损国运 还是大业朝之性 这时候 官员们才后知后觉的道 还好当时皇上没有听那歹人的建议 让皇后娘娘打胎 不然这天将祥瑞被皇上亲手斩杀 大业朝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了 那被斩杀的阎官 昨日还是直言不讳 刚正不阿的交易史 今日就是连姓名都不配有的歹人了 只因这种天将祥瑞的场景 绝不是人为可以造假出来的 裴霍也看到了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沈飞鸾 于是在桑宇出来抱完洗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冲进了产房 还以为看到的会是一个苍白虚弱 躺在床上一股血腥味的狼狈场景 却不想 沈飞鸾已经穿戴整契从床上走了下来 容光焕发地走向门外 刚才有产婆告诉我 外面有龙鹰凤舞的天将祥瑞之景 快让我出去看看 裴霍牵着他的手出来 这才想起来 桑宇还抱着两个孩子等着给他看 他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 就直接进去看他们的母后了 也难怪桑宇都愣在了原地 忘了把小皇子和小公主抱进去 天空中的云彩还未散去 沈飞鸾没有看到金龙彩黄 但看到了庭院里百花盛开 树木发出嫩芽 空中白鸟争鸣的场景 也很令人震惊 怎么会有这种 谁都解释不清的事情呢 果真有天将这种事情吗 也是 沈飞鸾自己都能死后重生 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鸣鸣鸣鸣 桑宇怀里的小皇子 突然哭了起来 天空中的奇异景象 才轰得一声散去 至于白鸟还停在狼舞下 庭院中 沈飞鸾还没来得及 仔细看自己的孩子 这会儿才接过小皇子青红 却在小皇子的耳后和脸颊上 发现了和前世那个 被剖出来的孩子 一模一样的小痣 他又惊又喜 掀开小皇子的墙包 他的胸口 赫然有一个月牙状的小胎记 这是当初柳翩然 把他的孩子 从肚子里剖出来时 他看到过的胎记 是小宝舍不得娘亲 重新投他回来找他了吗 卢儿 你怎么哭了 小皇子到了他手里 就安静下来 那双一直没睁开的眼睛 突然睁开 里面装着沈飞鸾的倒影 他打了个哈欠 安心地闭上眼睛睡觉了 沈飞鸾擦了擦泪水 喜极而泣 裴霍 他成了我们的儿子 他现在是我们的儿子 小皇子的长相 与上一世不同 但五官更为精致 有沈飞鸾的名念浓历 也有裴霍的英俊精致 像个白玉雕成的白胖娃娃 把人心都萌化了 裴霍知道他的来历 更知道 那个可怜的孩子 还来不及看着世间 一眼就被杀死 也格外心疼地去抱他 白鸟绕着小皇子和小公主 飞了几圈 才恋恋不舍地 列队掠过皇宫的上空 渐渐地 五彩祥云散去 一场春雨落下 万物都充满了生机 地后产下龙凤胎的喜讯 传入民间 更是引起了百姓们的朝拜 原来那场直击人心灵的 金龙彩皇腾飞圣景 是为了庆贺小皇子 和小公主的到来啊 这千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就是皇后天命所归的证据 再也不会有人抨击 沈飞鸾善毒恶毒了 这是他们大夜 朝天命所归的皇后娘娘 秦国公那日也在 都被自己女儿生孩子的场景 吓得差点没跳起来 就怕皇帝忌惮秦国公府 又开始像慕容战那个老贼一样 担心他功高震主 想尽办法地要除掉他 他死倒是无所谓 但他的小女儿现在是皇后 他的儿子也在自己 岳杖手下任职 若是他又被冠上 莫须有的罪名被抓 那他们怎么办 皇帝现在是后宫虚设 只有轮儿一个人 可若是秦国公府倒了 陪货就算深爱轮儿 也绝对抵不过群臣的压力 要选秀的 这小皇子和小公主出生 天降异象 而且还是金龙彩皇 也就是说 他的外孙和外孙女 都有做皇帝的资质 女帝 这在大夜朝的历史上 可没有过呀 被秦国公整天提心吊胆 关心着的沈飞鸾 这两天有点烦 陪货说天降异象 他的两个孩子 多有帝王之相 所以想带着两个孩子 一起去上朝 等他们懂事了 大概三五岁的样子 他就可以 尚未给最合适 当皇帝的那个孩子 才当皇帝一年多 他就已经在想着 退位让贤了 对此 沈飞鸾给了他一记白眼 我的孩子 要有快乐的童年 跟着你去上朝 对着那帮老头 有什么意思 同龄人就要和同龄人一起玩 可陪货不肯听 有一天 甚至偷偷地把小公主 给带上了金鸾殿 那日小公主尿失衣上后 哭的房顶都要被掀开了 朝臣们震惊公主嗓门大的同时 也不得不帮着陪货哄孩子 第160章 大结局 沈飞鸾知道后 发了好大的脾气 吓得陪货一个劲地道歉 保证下次 保证没有下次之后 才让他消了火 三年后 曾经的大夜朝 已经改了国号夜为城 称之为大城朝 而这个国号 是小太子有一天下午睡醒后 脸上沾着的一团墨色 那墨色正是一个橙子 大城三年 盛大的男女同考科举志 在万众瞩目下 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 前两年 国子健举行各种比赛 都是男女共同参加 而且 为了破除百姓和官员们 对女子的偏见 苏如氏还邀请了 有声望的百姓和官员 一起去观看比赛 至于为什么 苏如氏能请得动那么多人呢 因为 他现在已经不只是 国子健男院的院长 他还是秦国公的新夫人 皇后娘娘的继母 苏院长发帖子 大家可以不去 但是秦国公夫人发帖子 没有人敢不去 那秦国公枯木逢春 还未成婚的时候 就为了苏如氏忙前忙后 跑上跑下 一句怨言都没有 成了亲 更是恨不得把新夫人 捧在手心里宠着了 关键是 苏如氏嫁给秦国公之后 曾经和他断绝关系的苏家人 又找上门来 要和秦国公府攀亲戚 秦国公直接打断了苏家人的腿 只留下了苏如氏年老色衰 在苏家早就失宠了的母亲 如此雷厉风情的举动 吓得苏家人 再不敢提认清的事 只当没有苏如氏这个人 从前与苏如氏订婚过 或者苏如氏嫁过的三户人家 更是连夜搬出了夜兜 不知去向 秦国公威名之下 无人敢不给苏如氏面子 正因为有了秦国公府做后盾 国子健每次的比赛 都人满为患 从一开始 人们只是看在秦国公府的面子 上来走个过场 到如今国子健各种比赛的门票 一票难求 女学生们的名气 也逐渐打了出去 女子能顶半边天 她们不信也要信了 毕竟国子健不管是 粗局比赛 围棋比赛 手球比赛 投壶 诗词 歌舞 任何任何比赛 居然都是女子第一 其中有一个叫张寒玉的 更是在国子健 每三个月一次的文士中 次次都取得魁首 这样的好成绩 不只是张寒玉 还有她的姐姐张寒翠 以及女学那边近百人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反观是那些男子们 文不成 武不就的 样样都不如女子 让那些主张 女子应该在家 相夫教子的官员 脸都被打肿了 三年的时间 已经足够让那些人看到 皇后沈飞鸾当年 做这种决策 是多么的明智之举 当初官员们 还反对皇上 亦夫亦妻制 怕裴家的江山后继无人 但他们的担心 显然多余了 皇宫里 太子裴元祺 正在御花园的梁亭里 临摹父皇的字帖 两个走路 还摇摇晃晃的 小萝卜头手牵着手走过去 裴元祺只觉得 自己的左右大腿上 好像多了两个挂件 并且很有分量 他低头 两个小萝卜头 便眨巴着灵动可爱的眼睛 太子哥哥 陪我们玩 是两岁的二皇子 和三皇子 沈飞鸾在太子一岁的时候 生下了第二胎 这次 就算他生的是两个皇子 也再没有人敢说什么 一阴一阳 有损国运了 毕竟太子和长公主 出生时的意象太过惊人 已经无人敢质疑 他们的吉凶 再一个 二皇子和三皇子的出生 并没有为大成国 带来什么天灾 就更不用提这一茬了 裴元祺也才三岁 是抱不动两个弟弟的 只能抬头 向身边的工人求助 工人们好言相劝 把两个长得 一模一样的小皇子抱开 却惹得他们 别嘴就要哭 裴元修 裴元硬 你们两个给我下来 一道稚嫩的河东 湿吼传来 两个小家伙吓得一哆嗦 分别一头扎进抱着 自己的工人的怀里 怎么都不肯出来 我数到三 一 二 黄姐 二皇子先从工人怀里溜下来 三皇子紧跟其后 黄姐别生气 我们这就来了 二皇子和三皇子 是混世魔王 但混世魔王也有怕的人 那就是他们的黄姐 一个一拳 可以打死一头老虎的母老虎 裴佳宁一手揪住一个的耳朵 你们太子哥哥 现在在帮我抄悔过书 你们再过去打扰他 小心我揍死你们 裴元祺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蠢妹妹 她根本就没有帮她抄悔过书 她在临摹父皇的字 反正裴佳宁三天一检讨 五天一悔过 父皇母后都拿她没办法 她这个喜欢偷看喜欢的 侍卫洗澡的毛病 这辈子恐怕都改不掉了 什么检讨说 悔过说 算了吧 每次受罚的是裴佳宁 真正替她吃苦受累的 还是裴元祺 沈飞鸾就坐在凉亭的另一边 看着几个孩子 小大人似的又闹又笑 长公主和太子一样 从小跟着裴佳一起上朝 裴元祺对一切都感到好奇 摸摸这个 摸摸那个 反观裴佳宁 每次朝臣议事 她就躺在龙椅上 口水直流 爆出一连串的菜鸣 终于在她两岁那年 裴佳放弃了培养女儿 当女帝的奇葩想法 每日上朝就只带大皇子 并且封她为太子了 裴佳也做到了答应沈飞鸾的 后宫只会有她一个皇后 大成国的百姓 把地后二人的爱情故事 写成画本子 编成了戏曲 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 必要观赏节目 随着女子地位一点点的提高 已经有女子出门经商 出门干活 与三年前 真是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 男人们再也不敢随意买卖妻女 随意殴打妻子 就连青楼里 嫖客都不敢再轻见妓女 谁知道等科举一过 到时候上任的官员 会不会换成女子 大成国的律法 殴打 买卖 遗弃 一切违背女子意愿的 都会被判有罪 要在官府的牢房里住十天半个月 而且要在官府流荡 将来自己的子女都不能参加科举 断了围观之路 时间匆匆又三年 朝中已经有了女相张涵玉 各部官员中 也有三四位是女子 三年前的科举上 荆轲状元便是张涵玉 沈飞鸾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让天下再无女子 被复兴人 害得家破人亡 女子的意识觉醒 人人都是重生后的沈飞鸾